羚羊意外得到一座青铜穹顶 开局激活了诸天万界拍卖系统 通过给各个世界的有名人物 发放万界玉符 让他们携带兑换的神机点 参加拍卖 修仙法觉 灵气法宝 高等文明科技产品 神丹妙药 等等 应有尽有 于是 整个诸天万界都沸腾了 曹操 希望里面有至孤的头疼之症的灵药 什么 神机点不够 孤的摸金校尉 在哪 还不快快收集宝卧 江小鱼 嘿嘿 看来 我又得去花无缺的移花宫 打打秋风了 岳不群 能修复身体任何部位 这个清金断许 高我一定要得到 师妹等着看 我再斩雄风吧 李莫愁 如果我能成功休闲 凭借着这神妙的剑法 一定可以独步天下 杀尽天下复兴男人 一百的货 转手卖到一千 无良商人灵阳 内心止不住的狂笑 各位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青铜穹顶 一座青铜铸就的大厅中 凌羊协议在那座 至高无上的宝座之上 脸上戴着一只 阴阳二色的古朴面具 语气慵懒地朝着 大厅中的众人道 在这里 你们可以得 所有你梦寐以求的东西 只要你付得起价格 在这里的所有人 都公平竞争 有序罕价 如果有恶意出价 扰乱拍卖程序的人 就地诛杀 说到这 凌羊的语气 开始变得冷硬 仿佛万年不化的寒冰 大厅众人听后 都觉后背发了 面色凝重 而大厅众人 可并不是什么 积极无名的角色 乃是各个世界的人中翘楚 英雄豪杰 比如三国枭雄 曹操 风云二中的魔头徐福 帝是天 天龙八部之中的 四大恶人等等 所有人都会聚一堂 来到凌羊的青铜穷顶之中 听着台上凌羊的警告话语 人群之中 忽然响起了怪笑声 抬眼看去 正是天龙四大恶人 为首一头黄毛的段言庆 将手中大刀 往地下重重一处 站起身 满脸桀骜神色 呸 你算什么东西 在那发号施令 我们四大恶人 从来就没怕过任何人 是不是兄弟们 其余四个恶人文言 立刻随身附和 也纷纷拿出自己的武器 满脸不善地看着 青铜王座之上的凌羊 其他豪杰英雄 也都是满脸看热闹的神色 看着下方挑衅的四人 凌羊只是冷笑一声 然后随意挥了挥手 穷顶上 忽然聚集起浓密的乌云 然后下一秒 四道青色闪电 从乌云中暴射而出 净直射向四大恶人 完全没有给人反应的机会 直接将四人给化成了四缕青烟 在场众人都惊骇地瞪大了双眼 大名鼎鼎 恶名远扬的四大恶人 竟然挥手间 就被人给灭了 整个个大厅 顿时如死一般的寂静 每个人眼含畏惧地 看着王座之上 有着神魔手段的神秘男人 一个月前 灵阳穿越到了这处神秘空间中 在这个空间 诸多世界跨时空并存在一处 既有各个历史朝代 也有诸多武侠世界 甚至还有动漫世界 而灵阳穿越到这里后 激活了名为万界拍卖的系统 同时接管了这座神秘的青铜穹顶 所谓万界拍卖系统 就是灵阳作为宿主 可以从万界拍卖系统中 以低价进货 然后再高价拍卖给各个世界的人 从拍卖中获得神机点 可以从系统兑换各种奖励 按照系统任务提示 灵阳便在今日青铜穹顶 举办了这场宏大的万界拍卖 见四大恶人已经扶诸 灵阳云淡风轻的白白手道 既然凡人的苍蝇已经没有了 那我宣布 第一场万界拍卖 正式开始 话音一触 在场众人均露出激动无比的神色 人群之中 身着九龙纹袍的曹操 虽然尽力掩饰 但是还是显露出一丝激动神色 一个月前 他正在演舞场 叫艳兵马 可是身前的桌上 忽然凭空出现一枚玉符 吃惊之余 他带着胆子 拿起了玉符 下一刻 海量的信息涌入了他的脑海 青铜穹顶 万界拍卖 顶级宝物 丹药 法宝 只要你有足够的神机点 而神机点的兑换也很简单 就是用玉符触碰有价值的物品 那么该物品就会自动转换成为神机点 曹操虽然感觉奇妙 但是也没放在心上 直到一个月后 玉符骤然扩大 将他全身笼罩 带到了这处神秘的青铜穹顶 看到了王座之上 戴着黑白面具的神秘男子 他这才知道 原来一切都是真的 此刻 曹操的头痛病已经非常严重了 性命已经受到威胁 而这里却有长生不死的秘法 这叫曹操如何不激动 来吧 青铜穹顶 不要让我失望 曹操轻声道 而大厅另一侧 修炼了辟邪剑谱的岳步群 同样激动万分 辟邪剑谱大成 已然让他天下无敌 但是无敌的人生 已经让他感到乏味 于是 他开始怀念那些金枪不倒 策马奔腾的日子 想过各种办法 想要重振雄风 可都是徒劳的 更是不敢面对 师妹忧怨的眼神 自己当初心急练功 切得太彻底了 可如今 万界拍卖给了他希望 他如何能不激动 剩下的人 也都是满脸期待激动神色 毕竟道场英雄豪杰 都是心怀大智之人 群羊很满意众人反应 点点头 大手一挥 一旁的青铜墙壁上 繁复的花纹和机关转动 一道拱门缓缓出现 随后 三只金沙覆盖着的拖盘 从拱门之中飞出 玄庭在了群羊的身前 看着眼前玄庭的三个拖盘 群羊淡淡一笑 起身 走到最左边的拖盘 伸手缓缓解开拖盘上覆盖的金沙 同时朗生到 今天的第一件拍品 是一本修宪功法 九转化仙京 群羊此话一出 犹如一颗重磅炸弹 顿时在人群中炸开了锅 此次拍卖到来之人 君士武侠 历史人物 修仙对于他们来说 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如今竟然可以在这里见到 他们如何能不激动 我的天啊 这世间竟然真的有修仙的功法 人生在世 不过区区百年 而修仙便可受缘大增 而且修仙人的手段 可不是武功能够比拟的 传闻修仙之人 可以翻云覆雨 移山倒海 阵阵赞扬之声中 也夹杂着很多的质疑 哼 老子修仙功法也看过不少 可是无一例外 都是骗人的 没准这书就是假的 听到人群之中有质疑之声 羚羊也不气恼 翻手取出一枚圆珠朝空中一抛 圆珠到空中爆裂开的烟雾 瞬间幻化成一副景象 在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海之上 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 正脚踩一枚银白飞剑 驰骋在沙海上方 忽然 一阵轰然之声响起 沙海之中竟然钻出来 一只三四十米高的巨蟹出来 众人见状 皆是奇奇色变 巨蟹挥动尾部毒针 狠狠刺向空中遇见飞行的年轻人 年轻人却哈哈一笑 游刃有余地闪避开巨蟹的毒刺 而后持剑在手 朝着巨蟹斜斜一辟 看似轻飘飘毫不起眼的一剑 下一刻竟然化作遮天蔽日的剑芒 瞬间将巨蟹撕裂成碎片 与此同时 整个画面也瞬间暗淡下来 羚羊的声音紧接着响起 方才诸位看到的就是 九转化仙精创始人 青羊真人战斗的画面 修炼此经 可引天地灵地入体 炼体筑基 超越凡俗 修至大成者 可翻江倒海 一剑断山河 同时 兽缘提升至普通人十倍 此物品起拍价格 一万五千神积点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一千 曹操一听羚羊的话 再也抑制不住 自己激动的情绪 脸上满是狂热激动神色 修习这种功法 竟然可以如此 大幅地增加兽缘 不说几百年 再给我几十年 别说平无灭鼠 就算是北方 基于中原的少数民族 高烈 还有隔海窝国 都可图之 而岳不群 更是震惊无比 他原以为 自己修炼至顶尖的辟邪剑法 可以消铁如泥 已经是独步天下了 可是剑天一剑 修仙者用剑 才知道 自己不过是井底之蛙 相比之下 自己手中之剑 就像是玩具一般 没想到 修仙之后 用剑竟然有如此 惊天地气鬼神的威力 这本修仙法诀 我一定要得到 神雕世界的 赤练仙子李莫仇 也是美眸中 露出惊喜神色 男男道 如果我能成功修仙 凭借着这神妙的剑法 一定可以独步天下 杀尽天下复兴男人 听着众人议论 林阳露出微笑 第一剑拍品 反响在他的意料之中 此次分发玉符 他专门挑选了 第五世界的武林中人 江湖人士 以及帝王诸侯前来 这修仙法诀 已经是他这品质最低的拍品了 精彩的还在后面 一定能让这群 没见过世面的凡人 惊掉下巴 看气氛烘托得差不多了 林阳开口道 现在 竟拍开始 林阳的话刚出口 立马有一个面红齿白 相貌俊俏 却看起来油花无比的年轻人喊架 我出一万五神机点 林阳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心中不禁一动 喊架之人 竟然是绝代双交世界中的小鱼 江小鱼 在这个强者伶俐的世界之中 绝代双交之中的武力值排名 非常的低 更别说是全凭心眼 武功扎扎的小鱼了 可在绝代双交中 他可是未面之子 所以 能获得玉符来到青铜穷顶 也不奇怪 江小鱼虽然是个武诈 但是 他心理素质非常强大 面对众多强者投来的目光 丝毫不耸 甚至耸耸肩膀 露出标志性的坏笑道 你们都看我干嘛 再不出嫁这法诀 可归我咯 其实 此刻小鱼内心很慌 他最近不小心发现了 伪君子江别赫的真实面目 而江别赫 也察觉到了小鱼的威胁 正蠢蠢欲动 想要对他下手 小鱼自知不敌 正想跑路时 羚羊的玉符 便跑到他的身边 拿到玉符的小鱼 兴奋异常 如果在这拍卖会中 拍到一两件法宝 那拿捏江别赫那个伪君子 都是手到擎来 于是 他立即发动自己的一切关系 大四搜罗 寻找各种金银财宝 甚至还拉下脸 去求一花工的花无缺 他拼尽全力收集来的物品 利用玉符兑换成神积点后 不多不少 正好一万五千神积点 眼前修仙的法爵 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而且 他带的钱也刚好够 所以 这才毫不犹豫地开口叫价 万一自己就是这里 神积点最多的人呢 那直奔修仙法爵 可就是自己的了 小鱼有些想如飞飞 可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小鱼的报价声 还没有落下 紧跟着就有人出价 我出两万神积点 小鱼一听 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一脸不甘地 看了眼出价之人 出价的人 正是道姑李莫愁 见小鱼看自己 立马凶狠地将眼睛一蹬 一副想要杀人的表情 小鱼吓得吐了吐舌头 却是倩倩开口道 咦 看你一脸月经不调的胸像 好男不和女斗 这金属小爷 我让给你了 说着摆出一副非常大度的模样 李莫愁这人 对男人成见颇深 又别小鱼言语挑衅 原本入满月的白镜面旁 此刻气得像猪肝一样 但是涉于林阳的威势 却是根本不敢动手 林阳饶有趣味地 看着眼前斗气二人 这些人物 果真和剧里描述 丝毫不差 小鱼儿天不怕地不怕 油滑无比 而李莫愁 则凶残狠辣 原本剧中人物 现在却生动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真是有趣 就在这时 第三个报价人的声音响起了 这道声音 显得阴柔诡诀 和太监声音 颇有几分相似 两万三千神积点 出嫁之人 正是岳不群 还没等岳不群报价声落地 另一道粗壮雄魂的声音响了起来 嘿嘿 如此神仙功法 怎可被你一阉人夺取 老夫任我行 出嫁两万五千神积点 任我行 日月神教的当家教主 手下门徒众多 也是一位极度渴望长生的主 听着任我行的话 岳不群被气得够呛 怒目看着任我行道 任教主 我们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 为何今月要出言 为难我岳某 任我韩文言 哈哈一笑 岳掌门 我可不认为 你得修仙成功之后 会好心让我们日月神教活下去 我怎么可能会让你顺利拿下这本书 再说了 拍卖 竞价本就是天经地义 岳掌门何处为难一说呢 岳不群文言 脸色更加难看 没想到 自己心思竟然一下子 就被任我行给看穿了 而且比拼财力 自己还真不一定是对手 日月神教 成员身份非常的复杂 从贩夫走卒到商谷一旅 从平头百姓 到朝廷大员 都有他们的成员身影 所以任我行手中的财富可想而知 而且因为成员复杂 所以消息极其灵通 哪里出现宝物任我行 可以第一时间知道 所以 自己虽然贵 为留传千年门派的掌门人 身价可能真不一定有日月神 叫这个后兴起的教派 身价丰厚 但修仙功法至关重要 谁能拿到 谁就是整个江湖的主宰 最重要的是 有机会恢复自己的男儿本色 重振雄风 岳不群咬咬牙 直接开口道 我出三万神机点 他一下子多喊了五千神机点 照比开拍价格 已经整整翻了一倍 喊完价 大厅中出现了片刻的沉默 一时竟然无人跟驾 羚羊有些意外 正要开口说话时 忽然一个霸气侧漏的声音 响起 三万五千神机点 抬眼看去 竟然是纵横天下的武林霸主 第十天 此刻他已经中了怒风雷的计谋 千年功力尽失 急需一种神功来 让自己站稳脚跟 眼前的修仙功法 正是他重新翻盘 三万七千神机点 岳不群咬牙喊道 三万八千神机点 任我行再次更价 但只加价一千 摆明了 是想恶心岳不群 第十天自然也不甘示弱 又加价三千 一时间 场上激烈无比 场面热闹非凡 羚羊看着场上激烈场面 心中暗爽无比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竞争激烈 价格 才会越飙越高 以后 自己再邀请人来 专门邀请那些霸主和有仇之人 这样的人 财大气粗 出价爽快 而台下众人 看到这三人斗得不可开交 也是满脸震惊神色 我的天啊 这几个人每次加价 都赶上我全部身家了 这boss级别的存在 就是不一样 太阔绰了 看来自己此番前来 只能是看看热闹了 出不起价的人 唏嘘不已 议论着场上出价角逐的三人 就在这时 一道略带嘲讽的声音传来 哼 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家伙 几个议论之人 听到嘲讽之声 刚下发作 却发现 说话的是 第一个出价的小鱼 顿时脸色一变 馋媒道 这位小哥 年纪轻轻 身家就如此丰厚 能够参与到 第一轮竞价之中去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小鱼撇撇嘴 不屑道 哼 这算什么 老子这次 只是因为走得匆忙 没带够神机点罢了 不然老子随随便便一喊价 就是十万起步了 几个人一听小鱼这么说 更加卖力的 恭维起小鱼来 小鱼嘿嘿一笑 双眼通红 声嘶力竭喊道 四万五千神机点 任我行咬咬牙 随即跟上 四万六千神机点 第四天脸色变也不变 冷冷开口道 五万神机点 第四天说完这个价格后 场上陷入了短暂的沉静 无人再跟价了 可就在众人以为尘埃落定 花落第四天的时候 一个沉稳有力的声音 响起 且慢 我出价七万神机点 众人发出一阵轰然惊叹声 这个人竟然直接加价两万 把价格直接给提到 另一个层次中了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声音来处 只见罕驾之人身材矮小 满脸落腮胡 不大的眼睛中 不时闪过阴笋般锐利目光 一身九龙纹袍 低调奢华 但是却根本无法掩盖 助他身上喷波而出的霸气 这人正是三国肖雄 魏国之主曹操 林阳面上波澜不惊 但是心底 已经是波涛汹涌 肖雄就是肖雄 不出手 则已 一鸣惊人 熊霸 第四天 他们再厉害 也不过是一方豪强 江湖霸主 如何能与一国之君匹敌 而且 曹操可是盗墓祖师爷啊 不差钱的主 果然 众人都被曹操出场 直接加价两万的操作给惊呆了 他们大多是江湖中人 虽然不缺钱 但是却根本无法 和一国之主匹敌 说难听点 乱财力 他们提携都不配 第四天见曹操出价 原本平淡如水的眼神 瞬间阴沉到了极点 心中暗骂 你一国之主 来参与竞价 这不是闹呢吗 纯纯的降维打击啊 他心中暗自盘算 自己带来的神机点 总共八万 这修仙功法 却是 是他急需之物 他咬了咬牙 决定孤注一掷 我出八万 十万 曹操冰冷报价声 无情地打算了 第四天的报价 同时如阴笋般犀利的眼眸 冷冷地看向第四天 我靠 议论声轰然乍响如雷鸣 在场众人无不惊叹曹操的实力 萧雄就是萧雄 实力太强横了 见曹操向他投来冰冷目光 第四天瞬间感觉 一股如潮水般的压迫感 向自己袭来 这种帝王之威的压迫感 他还叫徐福的时候 曾经在另一个身上感受到过 那就是千古一帝秦始皇 知道自己已经无缘这部仙法 第四天长叹一口气 垂下了头 而同时 曾经出嫁近拍过这部仙法的岳部群 任我行 小鱼儿 都是一脸的可惜之色 凌羊将一切看在眼里 知道已经没有人能出再高的价格了 心中不禁叹息一声 看来自己宣传的还是不到位 众人来得匆忙 并没有准备太多的神迹点 不然 这部修仙法诀 最终成交价 绝对不止 仅仅十万神迹点 不过 这是第一次拍卖 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也是非常不错了 这么想着 凌羊开口道 魏王曹操 出价十万神迹点 还有没有出更高价的 这部修仙法诀 珍贵无比 而且 习练难度较小 诸位若是能够成功休息 则会受缘大增 真的没有 想要再出嫁的了吗 听着凌羊的描述 众人羡慕的脸都要绿了 可是 奈于囊中羞涩 无一人再出嫁了 凌羊见状 也不再啰嗦 直接开口道 九转化仙金 十万神迹点一次 十万两次 十万三次 当 成交 凌羊敲响了身旁一口 墨绿色的小钟 随着钟声敲响 曹操携带玉符中的价值点 别扣出十万 同时 托盘在这九转生仙金 直接飞到了曹操手中 见到曹操成功将化仙金收入囊中 大厅之中的众人 纷纷朝他发来贺喜 言语之间 更是透露出 想要加入曹操麾下的想法 曹操面对着 众人恭维波澜不惊 赵丹全收 心底其实已经激动不已 有了这修仙功法 自己不但受缘能够得到保证 自身实力 也能得到非常大的提升 而且最重要的 自己此行 还收获到了偌大的名声 能够吸引不少豪杰英雄 投入到自己麾下 想到这 曹操一直波澜不惊的脸上 也不禁露出了喜色 他深吸一口气 伸出手 小心翼翼地 想要从托盘中取下 九转化仙金 可是没想到下一刻 化仙金 直接化为了一道光芒 直接钻入曹操的头脑中 曹操大惊 随即闭上眼睛 发现脑海之中 忽然出现许多信息 竟然都是这九转化仙金的修炼方法 原本他还担心理解困难 没想到是自己想多了 简单了解后 曹操的脸上露出狂喜神色道 这功法竟然如此神妙 看来 我受缘大增有望啊 看着发出畅快笑容的曹操 众人脸上 均是露出羡慕之极的神色 不住懊悔 天啊 我竟然和如此神妙修炼法诀 擦肩而过 这可是我这辈子 离成仙最近的一次啊 为什么我来之前 没多准备些神迹点呢 下一次 我一定清静家才来争取 听着众人懊悔的声音 羚羊微微一笑 伸出手掀开了第二个托盘上的金纱 金纱落下 一个青色的瓷瓶显露出来 众人一件第二件藏品拿出 纷纷住嘴 将目光投了过来 羚羊在众人关切目光中 不急不许缓缓开口道 这便是此次拍卖的第二件展品 青金断续膏 此种灵药 乃是采用9981味木属性草药的精华研制而成 具有回春之力 无论你身体何处不畏受损 只要一吸尚存 吞服下此丹药 能让白骨生肉 断肢重生 注意 不管心伤就伤 都可治愈 让你身体缺损部分 恢复如初 羚羊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岳不群 岳不群也不顾众人目光 面线狂热之色的 看着这瓶青金断续膏 焦急开口问道 你说的可以修复身体任何部位 不管心伤就此话当真 众人一听 岳不群这么说 心中都不经意警 生怕林阳被惹怒 毕竟这位可是一出手 就灭了四大恶人的狠人 不过林阳并没有像他们想的那样发飙 而是耐心解释道 我刚才所说 绝无半句虚言 即便是已经失去多年的身体部位 吃下这青金断续膏 就可以枯木逢春 断之再胜 岳不群得到肯定答复 浑身击凌凌一抖 脸上狂热之色更重 看着岳不群如此反应 林阳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果然 某些人对待特定的物品 是情有独钟的 一会这瓶丹药开始竞拍 岳不群定然会压上全部身家来买 而自己 从系统中进这段序高 价格却是极底 这样下来 自己赚取的利润 甚至可能比化仙金还要高 就在这时 突然有一人出言问道 这种灵药 是否能让失去之人重新复活 林阳 看向说话之人 却是倚天世界的成坤 成坤十分痴迷 名叫教主杨鼎天的夫人 成坤为此 花费了数十年来 谋划名教 而杨夫人自尽之后 成坤便已入魔 内心也变得麻木不仁 听到林阳描述的 青金段序高妖孝 如此神奇 麻木不仁的心 便重新火热起来 可是林阳的一句不能 好像当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但是林阳下一句话 却又峰回路转 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 虽然这次的段序高 没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但是下次拍卖 却又可以让人 起死回生的物品拍卖 一旦激起千层浪 大厅之中 众人闻言皆是骇然无比 议论纷纷 起死回生 世界上竟然真能有 如此神奇的物品 我看很有可能啊 之前拍卖的修仙法掘 可就是超越了 这个世界的东西 这青铜穹顶 能出现起死回生的神药 也不足为奇 每个人都在心里暗暗较劲 自己下次 一定会带来足够的神迹点 来近拍此等神异之物 毕竟 每个人的心中 都会存在遗憾 林阳接着开口道 青金段序高 起拍价一万神几点 每次加价 不少于一千 近拍开始 林阳话音刚落 岳不群的声音 就紧跟着响了起来 我出一万五千神几点 众人闻言 不堪落后 纷纷叫价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岳不群那样的难言之意 但是这种 可以瞬间修复人体损伤的神药 谁不想要呢 这可是比多到关键时刻的翻盘神器啊 于是 众人纷纷开始报价 一万六 一万八神几点 任我行一就上来 给岳不群添堵 两万神几点 岳不群见价格飙升 双眼血红 咬咬牙 直接到三万神几点 这青金段序高 我势在必得 见岳不群 一副拼命的样子 众人中有不少人萌生了退意 毕竟岳不群 可是传承千年大派的掌门 自身实力又高 与他结仇 恐怕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 而任我行 虽然不怕岳不群 却是觉得 三万买青金段序高 有些不划算了 他并没有像岳不群那样 迫切需要的理由 而且 江湖中也有很多神奇药物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替代着青金段序高的效用 效果虽然差一些 但是效果也差不太多 所以 投出如此多身家争夺 实属不至 一时间竟然没有人接着喊价 见场面冷落 林阳有些意外 他本以为重续断织的神药 会在这些常年 打打杀杀的江湖人手中 拍出一个极高价格 却是没有想到 众人都涉于岳不群的 凶威和志在必得的气势 直到三万神奇点就停了下来 虽然这个价格 已经是他竞价的三十倍了 但是谁又会嫌弃钱多呢 想到这 林阳眼中划过一丝可惜之色 正要开口说话 这时 一个声音突兀响起 嘻嘻 我出三万一千神奇点 众人都寻声望去 竟然是已经沉默了 许久了小鱼 蒋小鱼 将林阳看向他 小鱼急起隐蔽地 朝他眨了眨眼睛 林阳瞬间明白了 这小鱼竟然是看出了自己可惜神色 然后出口报价 帮自己抬升拍卖价格 浙江小鱼 不愧是浑视魔王小滑头 有点意思 一听有人开口竞价 已经处于狂热状态的 岳不群想也不想 直接开口 再次还价 三万五千神奇点 小鱼嘻嘻一笑 把自己藏在别人身后 又喊了个价 三万七千神奇点 岳不群听到 还有人出价竞争 一股火气疼的 就冲脑门袭来 他其实也意识到 自己有些失控了 但是 他冷静不下来 从十年前 开始修炼辟邪剑谱 他就不再是个完整的男人 就算是获得了 无上的权利和地位 陪伴他的 始终是空虚和寂寞 这时他才知道 那东西对一个男人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这么多年 他无时无刻不想着 恢复自己完整的男儿身 与其相比 什么财富 地位 权利 统统都不重要 他只想重新做回一个完整的男人 想到这岳不群 呼吸粗重 双眼通红 再次毫不犹豫 选择再次更加 五万神机点 这价格一喊出 岳不群就有点后悔了 这已经是他的大半身家了 但是话已出口 如同富水难收 好家伙 这一开口 直接增加了一万三千神机点 在场众人都发出一阵纷纷的惊叹之声 此刻 在场众人都已经看出来了 这瓶青金断续膏 虽然是不可多得的奇药 但是此刻的价格 已经是远远超过了物品的实际价值 这件拍品 如果正常拍卖的话 两万五千神机点 估计就差不多了 可现在竟然达到了恐怖的五万价值点 而最后竞价的两人 也是非常耐人寻味 岳不群如此执着于这瓶单药的原因 众人皆知 但小鱼儿后来出价 明显是在玩票哄抬价格 在场所有人都是英雄豪杰 很多都看出来了其中的猫腻 但是岳不群求要心切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 这一点 五万价格一出 顿时没有人再出声跟价了 小鱼儿也知道 这个价格 差不多是岳不群的极限了 再出价 容易把自己搭进去 羚羊剑没有再出价 开口朗声道 青金断续膏 四万神机点一次 四万神机点两次 四万神机点三次 成交 这瓶青金断续膏 归岳不群所有 说着 他袖袍一挥 托盘在这青金断续膏 直接飞 入到岳不群的手中 同时 五万神机点 也在他的玉符中扣除 岳不群拿过青金断续膏 却是怎么 也开心不起来 毕竟他花的冤枉钱 实在是太多了 岳不群怎么想的 凌羊并不在意 他此刻心情 却是无比的痛快 一瓶金价一千的青金断续膏 竟然拍出了 超出金价五十倍的价格 这样的土豪 再给他多来一打 这神机点 赚得也太容易了 凌羊嘴角含笑 走到了场上剩下的 最后一个托盘前面 伸出手 捏住托盘上的金纱 缓缓揭开 见凌羊马上要揭开 第三件拍品的神秘面纱 所有人都凭住呼吸 看得过来 前两件拍品 都是如此上等的宝贝 这压轴拍品 又该是何等至宝 随着凌羊的动作 托盘之上的物品 方才露出一点 就占出药木的紫色滑光 让人根本无法一开眼睛 在万众瞩目之下 凌羊最终将金纱全部揭开 一柄通体紫色荧光流转 通体成流线型的三寸小剑 出现在众人面前 看到托盘上的小剑 众人顿时议论纷纷 这小剑看着 虽然是个好宝贝 但是体型也实在太小了吧 对啊 我看还不如匕首查 这如何能拿出去与人比斗啊 听着场下质疑声 凌羊微微一笑 伸出手冲着托盘上的小剑 凌空一招 只见小剑仿佛活过来一般 静止从托盘上 飞到凌羊的手掌上方 如同鱿鱼般 颇具灵性的 在半空中游动摇曳 在场之人 都是武林之人 何曾见过这种神奇的凌空欲见之术 解释发出了惊叹之声 可令人吃惊的是 才刚刚发生 青铜穹顶之上的乌云中 忽然传来 阵阵低沉的嘶吼声 所有人都心中一惊 抬头长上方看去 只见青铜穹顶上的乌云中 忽然探出一只乌黑兽爪 然后猛然间 一颗硕大的无比的狼头 从乌云之中探了出来 一股无比的压迫感 朝在场众人袭来 紧接着 云中巨狼长嘶一声 静直扑向青铜王座旁 站立着的羚羊 见巨狼朝自己袭来 羚羊不紧不慢 手一挥 喊声了声去 手上方的紫色小剑 顿时仿佛找到目标 瞬间化为一丈左右的巨剑 然后幻化出 上万把一模一样的巨剑 如同一群见了血的鲨鱼 朝着扑来的巨狼 疯狂冲去 不消片刻 威风无比的巨狼 就被上万把飞剑 给刮得干干净净 连一根狼毛都没有剩下 而巨剑 也回归成三寸左右小剑模样 回归到了羚羊的手中 从巨狼出现到被小剑击杀 其实仅仅过了数息时间 所有人面上都是震惊无比的神色 被小剑莫大威能 给惊得回不过神来 羚羊看着众人的反应 满意地点了点头 开口介绍起这柄小剑来 此剑名为紫光万影剑 乃是一枚灵宝 所谓灵宝 就是修饰大能 在陨落之前 使用自身法宝 祭练出来的一种消耗性宝物 留与自己后人使用 使用此灵宝 可以遇见飞行一日千里 灵宝最大的优点就是 不需要身具灵力 所有人都可滴血认主进行使用 威能更是具有法宝的 正常威能的十分之七八 而这十之七八的威能 足可以屁逆天下所有宝剑 绝是好剑 以天屠龙在他面前 不过是小孩子的玩具罢了 这把剑 起拍价两万神积点 每次加价 不少于一千 羚羊此话一出 风云世界 和以天屠龙记世界的人 顿时炸开过来 我的天啊 绝是好剑 和这枚灵宝相比 简直就是鸡和凤凰的区别啊 以天屠龙拿到这柄灵宝前 一笔就好似土鸡娃狗 谁能拥有这把剑 主宰江湖一如反掌啊 所有人都在热烈议论着 这柄神奇的紫光万影剑 看向他的目光 均充满了贪婪与渴望 尤其是使剑的几位高手 曹操看着自己手中的青刚剑 顿时感觉不香了 目光灼灼地看着 灵阳手中的紫光万影剑 内心一片火热 自己如果能将此等宝贝 再次拿下 配合着修仙功法 那么平定天下旨在朝夕 而灭绝师太 此刻看向手中的乙天剑 也是满脸复杂 口中南南 在如此神异的宝剑面前 乙天确实是有些相形剑处了 如果我能得到这把剑的话 铲除那些名叫余孽 和邪魔外道 简直一如反掌 而在场最激动的 就属帝氏天了 他被偷袭之后 功力全失 刚才的修仙功法 他没有争到 这个紫光万影剑 他势在必得 有了这柄仙剑 我不仅自保无虑 更可一举反攻 整个江湖 唾手可得 帝氏天激动地 看着羚羊神器 那漂浮着的飞剑 脸上满是狂喜神色 他一马当先 开口喊价道 我出两万五千神积点 众人一听他的报价 军士倒吸了一口冷气 脸上露出吃惊神色 竟然直接加价五千 要知道 这整个大殿之中 身家五千以上的人 可能都到不了一半 帝氏天竟然直接加价 就加了五千 可见 他拍这把宝剑的决心 可是下一次 灭绝师太冷哼一声 毫不迟疑地开口道 哼 如此宝剑 怎可旁落他人 我出两万七千神积点 灭绝师太座用剑好手 自然不肯轻易放弃这柄神兵 而且 他贵为一派掌门 身家也是无比丰厚 两万八千神积点 神雕世界的金轮法 王爷加入到竞拍之中 随后 曹操 白眉英王等 都参与到了竞价之中 在众位英雄好汉的轮番叫价之下 紫光万影剑的价格 不断飙升 两万八 三万 三万二 每次加价 没有小于两千的 看着飞速飙升的价格 穷顶众人 看的是择舌不已 我低天啊 这都是啥手子啊 我记着店主说的是 每次加价 不少于一千呢 这咋都两千三千的往外扔啊 不把钱当钱啊 这一千神积点的价值 都够我逛好几年青楼了 可惜可惜 你小子懂个屁 此等飞剑在手 一统江湖轻而易举 到时候 什么女人没有 剑是短浅 在众人的议论声中 极短时间内 这紫光万影剑的价格 就已经飙升到了七万神积点 这时候 叫价的人渐渐的少了 只剩下了第四天 金伦法王和灭绝 师太三人了 第四天此刻 眼睛都红了 他激动的心情 牵动了被偷袭的伤势 咬着牙 他开口吐出一句 我出七万五千神积点 第四天面上 满是疯狂神色 这一开口 竟然再次加价五千 他手中剩余的筹码不多了 他打算孤注一掷 想要凭借高额的加价 来下退竞争之人 果然听到第四天这个宝剑 金伦法王和灭绝师太 都皱起了眉头 其实金伦法王身家非常的丰厚 不过 他并没有随身携带太多东西 现在身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 都被他兑换成了神机点 只剩下手中这金伦了 他手中这个金伦 可不简单 真个金伦重达五十斤 八成都是黄金 剩下的两成 用的是比黄金 还要昂贵的寒铁之金 可谓是价值连成 而且 这个金伦陪他作战很长时间 也有了感情 不过他眼前的飞剑 对他的诱惑更大 如果有了飞剑 他便可以胜过阳过 主宰江湖 咬咬牙 金伦法王 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用玉符一点金伦 直接将金伦兑换成了两万神机点 加上原来的神机点 他现在手中 刚好有九万五千神机点 手里有钱 也就格外有底气 兑换完神机点后 金伦法王豪气的开口报价 八万神机点 围观众人顿时炸开 金伦法王的报价 实在是太刚了 竟然同样加价五千 这一嗓子 直接把灭绝失态给吓住了 他冷哼一声 没有再出声报价 听着金伦法王的报价 帝氏天面容扭曲 没想到自己的加价 非但没有下到竞价者 竟然还遭到如此有力的回击 帝氏天嘴角微微抽搐 没想到 金伦法王不过是一个大和尚 身家既然如此丰厚 实在出乎他的意料 这次 帝氏天打算直接抛出他的全部底牌 来个破斧沉舟一击 不成功变成人 他缓缓开口道 这次报价 我直接拿出 我此行带来的所有神机点 九万五千零三十神机点 帝氏天的报价一出口 所有人都安静了 好家伙 直接出王炸了 而金伦法王更是如遭雷击 体四筛康 千算万算 没想到 自己就仅仅差了三十神机点 他疯狂地在身上寻找 想要再找出来点 有价值的东西来 可惜 并没有 忽然 金伦法王停止手中动作 仿佛想起来什么 他猛地抬头 看向王座之上的羚羊 急切道 店主 我可不可以向别人见 羚羊沉吟片刻 摇了摇头 不许借神机点 羚羊是有考虑的 防止强借情况出现 避免不必要的争端 随后 羚羊目光扫过众人 沉生开口道 紫光万影见 帝氏天 出价95,030神机点 还有没有想要出价的 95,030神机点一次 95,030神机点两次 95,030神机点三次 成交 恭喜帝氏天 获得此剑 帝氏天听到结果的一瞬间 仰头狂笑 他看出 金伦法王和自己最终的价格相差不多 看来幸运之神 这次在自己这边 羚羊看着兴奋的帝氏天 微微一笑 袖袍轻轻一扶 紫光万影见 便缓缓飞到了帝氏天的身边 帝氏天也不迟疑 直接咬开自己的手指 将血滴在了紫光万影剑上面 鲜血滴入的一瞬间 紫光万影剑 发出一声清明 显得欢快无比 颇有灵性的 围绕着帝氏天的身旁 飞个不停 好好好 帝氏天一年一动将紫光万影剑 收入袖袍之中 面带感激之色的朝羚羊 恭敬拱手道 感谢店主 羚羊淡淡摆摆手 开口道 好了 此次拍卖会 三件拍品已经全部拍出 此次拍卖会 结束 下次的拍卖会 将会在半个月之后 届时 我会准备五件宝贝 每一件都不低于 此次拍卖的东西 透露一下 下次拍品中 一定会有能起死回生的神诞 听到羚羊的话 大殿中的众人沸腾了 天哪 比今天的三件都好 哪的是什么样的宝贝 这世间 竟然真的有起死回生的丹药 好好好 我下次一定把我的 全部身家带来 努力争取一件宝贝回去 所有人都兴奋无比 看着众人反应 羚羊满意的点点头 下一次 众人准备充分后 收获一定会比今天的更多 他一挥袖袍 正想将店中众人给送回来出 忽然一道声音 胡突然响起 羚羊 看向说话之人 竟然是小鱼 他不动声色开口道 你有何事 小鱼嬉皮笑脸道 店主大人英明神武 小的有个小小的建议 说吧 您这拍卖会上的东西 实在珍贵 像我这样的小人物 根本没有办法 像那些大人物一样 出得起如此高的价格 小的斗胆问问下 店主大人 是否有我们 能承受得起的东西卖 身边的人听到小鱼这么说 纷纷来了兴趣 朝这边看了过来 羚羊微微一笑 心中暗赞 这小鱼的机灵 他本来就要 朝众人开放万界店铺的 售卖一些寻常武林中人 也能承担得起的物件 既然此刻小鱼问了 他也就索性直接宣布了 既然你这么问了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 不日我会开一家万界商铺 里面售卖的东西 都是平价 各位应该 都能在其中 找到自己合用的物品 不过何时开业 还暂时没有定下来 请大家耐心等待 一听林阳这么说 众人都兴奋起来 纷纷开口道 他好了 我也能有机会 买到店主大人的神仙物品了 期待期待 到时候我一定带上 我的全身身价光顾 店主万岁 看着对自己歌功颂德的韭菜 不顾客们 林阳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自己这生意 想要真正地做起来 不能只盯着头部客户 毕竟这些客户 数量是有限的 购买力也是有限的 所以自己不能只将眼光 放在高端市场上 还必须要下沉市场 抢占中低端客户群体 想要干成一番事业 是不能脱离群众低 将大殿中的众人 送回各自来处 林阳回到 自己在青铜穷顶的住处 每餐一顿后 将意识沉入到系统中 叮 恭喜宿主 完成第一项任务 奖励混沌级别经书 混沌援经乘一 先祭泰额 神剑乘一 神丹九阳金丹诚实 万界商铺功能开启 宿主可花费神机点进行建设 看着系统给予的奖励 林阳差点没把眼睛看直了 我日 这奖励 竟然是传说中的混沌级的 这个世界 按实力强弱 划分为十等 而在这十等之上 便是混沌 传说这方世界 便是诞生在了 这混沌之中 林阳也不迟疑 直接服下九阳神丹 开始修炼起混沌原金来 随着三颗丹药不断吞下 林阳的实力 也在这一刻 达到了三等最巅峰 魏国 曹操请公 身着一身轻便服装的曹操 端坐在雕花木床之上 周身散发着磅礴气势 过了约没有一刻钟的功夫 他的眼睛缓缓睁开 里面满是掩饰不住的喜色 没想到 这九转化仙晶 竟然如此厉害 自己才修成第一层引气入体 灵力就已经在自行修复 我头痛之极 妙哉妙哉 身体之上 也排出了许多污垢 想必是身躯之中的杂志了 曹操起身沐浴一番 穿好袍服 走入一时堂中 对身边之人道 传郭家 典威 司马懿到这里来 不多时 郭家 典威和司马懿 便先后来到曹操身前 郭家见人到齐了 不仅开口问道 魏王 不知您深夜召唤 我们前来所谓何事 曹操开口道 郭家 我命你以最快速度 搜罗魏国境内 所有奇珍一宝 功法宝藏 天地灵宝 送至我处 说些什么 却见曹操语气坚定 只得应了声诺 典威 我命你即刻出兵 讨伐周边敌对国家 缴获财物即刻上缴 司马懿 你负责搜罗百家子籍 各派功法秘籍 名化古器 凡是有价值的一并网罗 不得耽误 是 司马懿和典威 异口同声地答道 曹操的密令一发 整个三国局势 立刻动荡起来 而风云世界这边 第四天已经用紫光万引箭 解决掉了追杀自己的断浪 重回邦中 第四天虽然被偷袭 失去功力 但是势力仍在 还是这个世界最强的 此刻他站在一处演武场之中 在上万的邦众面前 直接幻化出万千剑影 莫大威势 赢得众邦众惊呼不已 山呼帮主万岁 而对第四天怀有敌意之人 见到第四天如此威势 君士下的面色大变 以为第四天被怒风雷破去修为 只是谣言 在第四天的威压之下 几个人缓缓跪了下去 看着下面朝自己鼎领膜拜的众人 第四天阳天长啸 风云无明 你们获得龙原又能怎样 敌得过我先见天威吗 来人 如今我得先见 便是风云无明他们 服下龙原 也不是我得对手 是时候横扫武林 一统天下了 帮主万岁 万岁万万岁 华山派 掌门内寝 岳不群端坐在床上 眼中满是西纪之色的 看着手中几乎花费了 全部身家派来的药瓶 他小心翼翼地将瓶塞取下 下一刻脸色大变 因为瓶塞一打开 一股浓郁之急的生命气息 就从瓶口之中涌出 他仅仅是闻了一下 就觉得通体舒畅 怀着激动的心情 岳不群小心地将瓶中 丹药倒在手中 瓶中丹药残斗大小 通体散发着盈盈绿色 比先前浓郁十几倍的药香 顿时充斥了整个屋子 岳不群不再迟疑 捏起手中的丹药 直接吞入口中 丹药入口即化 磅礴药力流向他的四肢百骸 岳不群面色一凝 立刻盘膝打坐 将药力尽数引向自己的身下 约莫过了有一盏茶功夫 岳不群只觉得 下身那里酥麻无比 仿佛有东西 要从皮肤里钻出 强自忍住酸麻的不适感 再过一炷香时间 岳不群伸手向下一摸 脸上瞬间露出 惊喜震惊的神色 以后 他可以重新做回一个 堂堂正正的男人了 岳不群就感觉面皮一阵发痒 伸手一副下巴 细密的胡茶 直刺掌心 感受到这久违的男人特征 这是胡子 岳不群喜极而泣 一开口 他自己先是一愣 与往日阴气满满 娇饶造作的阴阳怪气不同 现在他的嗓音浑厚有力 质地有声 还带着一股金石之音 哈哈哈哈 我成功了 华山之上 岳不群仰天长笑 生震四眼 正在演舞场 叫到梯子门剑法的宁中泽 听到岳不群的笑声 本来满是死记眼神中 出现了一丝生机 师兄 对弟子们匆匆交代了两声 就提气纵身来到了 岳不群闭关的密室外 夫妻一体同心 对岳不群这几年的变化 身为妻子 他怎么可能没有感知呢 但是还好 看来事情并没有发展到最坏的一步 密室内 精神振奋的岳不群 仿佛抓到了一丝灵感 体内浑厚的内力 却自动按着紫霞神功的路线 运转了起来 在他体内的葵花内力 就仿佛积血遇到洪水 被新生的紫霞神功 直接消融 有道是紫霞神功 入门助击 葵花宝典 登峰造极 但是岳不群在青金断续高的帮助下 抓到了葵花宝典天人化生之道 与紫霞神功 生生造化之间那一点妙处 原本因为肢体残缺 而久久不得突破的宗师之境 悄然裂开了一道缝隙 大秦 黑兵台 一名不起眼的中年 单膝跪地 口中不断说着 羚羊拍卖的情形 包括参与拍卖者的人数 打扮 言行举止 一身悬色黑龙袍的青年 背负双手 看着一盏长明灯 仙家功法 疗伤神丹 领宝飞剑 青铜穷顶 嬴政正正出神 手中继续把玩着青铜令牌 世间果然有天外之间吗 刚刚24岁的他 年富力强 还不是日后那个 寻求长生不死药的老朽帝王 L 听到曹操用十万点 拿下修仙功法 第十天用九万五千零三十点 拿下飞剑 嬴政眼中就闪过一丝锋芒 看来是天药大秦 在寡人这一带扫平六国 而一天下 大大大 一阵脚步声在门外停下 启禀大王 阴阳家大长老求见 一对浓重的龙眉一条 嬴政年轻的脸上 出现了一抹笑意 回王宫 他大秀一挥 向外走去 现在 功手异位了 咸阳 秦王宫外 戴着面具的东皇太医 也遮不住他内心的浮动 正在渐渐隐没 代表大秦的星辰 却是如日终生 这下 可让一只胸有成竹的东皇太医急了 顾不得让月神前来 更不敢对其他人说起 毕竟苍龙七秀之密 事关阴阳家多年筹划 容不得一点差错 中华阁 就在地势天 为了领宝飞剑而激动时 吴明停下手中的二胡 向着天门的方向抬起了头 这剑气 闻所未闻 却又带着一股生命的气息 不愧是天剑 一语就点重重心 领宝身为大修饰生命 与本命法宝的结合 本身就拥有了一部分生命的特质 也可以看作是修饰生命的一部分延续 第十天也是因为长久的狗 失去了锐气 先是被几十岁的吴迪打得不敢出来 后来又不自信 认为自身的凤血不够强大 才导致他的失败 开始谋划七五屠龙 想要以龙园混合凤血 却没想到给断浪做了嫁衣 一颗龙园被分成七份 身居凤血的他还无法使用 并又出来了 那就是响狗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居然遇上了如此机缘 与这灵宝比起来 什么绝世好剑 英雄剑 无双剑 都是垃圾 一时间他都忘记了 自己过去的失败 自信心瞬间爆棚 你们都给老夫下山 老夫要让他们知道 我天门的厉害 想到半个月后的第二次拍卖 第十天眼珠一转 对众人下起了命令 让他们把那些自己 以往看不上的武功秘籍 天才地宝都带回来 那可都是神机点 自己以前怎么就痴迷 与游戏人间了呢 要是这一千年多 收集一点宝贝 这一次的三剑拍品 绝对都跑不出他的手掌 老夫要看 这世间还有谁是我的对手 什么曹操 一国之主 老夫下次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长生者的抵御 就在帝氏天振奋精神 想要做一番大事的时候 一座小胡尚 一夜小粥 一位带着斗笠的老人 手持鱼竿 悠然自得 唉 现在的年轻人啊 冰冷的王座之上 一位面容枯狗 却浑身散发着滔天血气的男人 睁开了双眼 而令人毛骨悚然的 在他身后 还有几个和他一模一样的身躯 帝氏天怎么也没想到 不仅是无名 还有许多潜藏在水面下的大鳄 感觉到了天地之间的变化 与此同时 在原末的武当 隋唐的少林 两宋的丐帮 等等事件 许多有幸参与 第一次拍卖的信愿们 都开始了自己的脚步 看着形色匆匆的信愿们 羚羊摘下面具 露出年轻富有朝气的面容 俊美的脸上 带着一丝种田老浓的淳朴 都是好酒菜啊 不用告诉 就知道自己努力 看着空空荡荡的穹顶 羚羊随手把面具挂在腰间 还是有些冷情了 总不能每次拍卖 都是我亲自上阵吧 羚羊站起身 伸手在空中一抹 数十个小头引弹去 穹顶 列出我此次的收支情况 本次收入 245030点神机点 招人 必须招人 身为堂堂穹顶之主 还有自己亲自拍卖 说出去都觉得丢人 之前没神机点 他也就忍了 现在六位数的神机点打底 看到这个数字 羚羊大手一挥 豪气十足 都说前世男人胆 他穹顶之主 也不例外啊 对着空中的十余个世界投影看了看 羚羊伸手在半空一点 留下了一个世界投影 决定就是你了 羚羊迈开步子 又停了下来 低头看了看自己 这一生 还是有点太招摇了 羊州城外 一位身着青色武士袍 手持折扇的俊美少年 看着眼前高达二十丈的城墙 有点愣神 这不对啊 说好的武侠呢 六十米的城墙 你搁这玩竞技的巨人呢 羊羊看着通体 覆盖着青条石的斑驳城墙 说好的大唐双龙呢 这怎么玄荒画风啊 吐槽一通之后 羊羊不紧不慢地迈开脚步 随着人流 向城门走去 看到羊羊干净整洁的武士袍 白皙红润的皮肤 还有洁白整洁的牙齿 一看就是从没吃过粗粮的贵公子 人群自觉让出了一个三丈方圆的空间 站在城门内的乘客们 也早早就注意到了他 这一看就是从没吃过苦 蜜罐里长大的少爷啊 这只要从指缝里露一点出来 就够他们过一个肥年的了 羊羊左右看了看 基本上都是前手百姓 进城也大多是卖些苦力 或者把自家种的粮食不匹 拿来换些钱财 但大多数还算过得去 走进城门 等在这的一名前客 拿出一个小布袋 往冰丁手里一塞 就快走两步 到了羊羊身前 公身道 小的胡二 见过公子 羊羊一一斩折扇 看向来人 棕黄色的头发 带点淡蓝的眼眸 说明这是个胡人 高瘦的身板 又像根竹竿 弯腰勾背 看起来显得那么滑稽 羊羊似笑非笑地 看着胡二淡漠的眼神 就仿佛两柄刀子 直戳他的心脏 还行 有几分胆色 走吧 去城里最好的馆子 在穹顶待了这么多天 羊羊嘴都快淡出鸟来了 灵气虽好 但是他不解查啊 公子 这边请 胡二黑黑一笑 带头在前面走了起来 一边走 一边说着 这扬州城中 有哪些好玩的好看的 走着走着 羊羊忽然抬起头 就看见一个白衣精灵 坐在围栏上 双眸痴痴地注视着他 看来鹰魁派的运气不错 羊羊对着少女 鹿齿一笑 接着向酒楼走去 他是谁 晚晚仿佛被羊羊的笑容击中了 一直挂着笑容的俏脸 默默浮上了一抹烟红 羊羊就仿佛一个黑洞 将他的所有都吸引了过去 他不知道 这就是羊羊修炼的混沌元经在作祟 身为混沌级的功法 包含万千大道 对于一般佣人来说 羊羊的外貌更惹眼 但是 对于触及道理的层次的天骄来说 羊羊散发着致命的吸引力 直到一个温和的女生 在他背后响起 玩 这才拉回他的思绪 师父 晚晚手忙脚乱地站起身 对着鹰魁派之主 也是圣门为数不多的大宗师 因后 朱育炼匆匆行礼 看着晚晚一副少女怀春的样子 朱育炼的眉宇间 多了一股煞气 当年他就是被石之轩欺骗 这才破了身子 导致他的天魔大法 停留在十七层 终身无望至高境界 现在看到晚晚这样 朱育炼不由地又想起自己 周身无风自动 一旁的桌椅 被无色的天魔立场撕裂 他是谁 声音仿佛从地狱中传出一般 什么 晚晚抬起头 看着怒发冲关的师父 这才发觉到了不对 胜过为师十倍 可千万不要 听到这里 晚晚哪里还不知道师父的意思 连连解释 才打消了朱育炼的担心 朱育炼心里叹了口气 把话题转移到了 佛门最近的行动上 师父 不知为什么 最近那师妃轩突然没了消息 少林寺 白马寺等寺庙的手座 纷纷抵达了洛阳 看着晚晚 朱育炼回想起自己收到的密信 手掌又再次握紧 我圣门弟子传出消息 那少林般若唐唐手座 得到了一个天大的机缘 这世间 那从佛门得到消息 还能找到他 送到他手里的 除了石之轩 还有谁 但是 想到自己收到的消息 朱育炼 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机缘 难道他们找到了战神殿的所在 晚晚说到 忽然想到了林阳 如果是他应该能做到吧 不知为什么 他心里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念头 晚而 林阳迈步走进酒楼 一旁的跑堂 赶紧迎了过来 这位爷 您请了 林阳四下打量了一下 坐在大堂里的 不是江湖中人 找一处林阶的雅间 把你们这的拿手好酒好菜都上来 也您里面请 拿出一粒金豆子 扔给胡二 他欢喜得连连鞠躬 倒退着出了酒楼 就在街对面小胡同口 找了一个小滩吃喝起来 林阳随着小二上了三楼 在一间林阶的雅间坐下 没一会 小二端着凉菜和酒仙上来了 林阳喝着味道醇厚的老酒 回想着刚刚看到的精灵 晚晚吗 果然是中天地灵秀一般的人 来到这个世界后 林阳就收敛了自身的气息 毕竟对于这个再怎么魔改 也容不下天人的小千世界来说 林阳身上不自觉散发的道运 就像夜晚的烛火一样 让飞蛾明知是死 也要靠近 在他的刻意收敛下 晚晚还能注意到他 这也能说得上是天意了 不过也正好顺遂了林阳的心思 比起立牌坊 要带天选地的佛门 他更喜欢真性情的晚晚 说起来 我这穷顶之主也够命苦啊 人家都是王霸之气一放 小弟那头便败 想什么来什么 我堂堂穷顶之主 找个员工 还要亲自出马 话是这么说 但是林阳脸上 却丝毫没有一点不乐意 他看着大街上阴阴厌厌的少女们 自贞自饮 悠然自得 洛阳 代表慈航敬斋 来商讨穷顶大事的诗非 宣手一抖 香茶洒了一地 心中更是莫名的感觉 少了些什么 仿佛自己错过了一场莫大的机缘 殷葵派据点 师父 据弟子汇报 这扬州城中的石龙 不知从何处得到了四大奇功之一的长生诀 所有弟子 晚晚走到朱玉岩身后 轻轻揉着师父的肩膀说道 井底之蛙 还有谁知道这消息吗 宇文法 宇文法 朱玉岩吃笑一声 怪不得 我说杨广欲刺 宇文法这么主动呢 还派出了宇文商之外 唯一修成兵玄境的艺术 原来是看上了长生诀 因后绝美的面容上 显露出一丝不屑 身处天魔大法十七层多年的他 对于长生诀 是志在必得 天魔大法 出自四大奇书之一的天魔策 而石龙手中 却是四大奇书长生诀的原本 在他看来 自己晋升无上大宗师的机会 就在其中 一念至此 朱玉岩眉宇间的音域 都减轻了不少 晚晚坐在一旁 心里却是轻松了许多 被朱玉岩养大的他 怎么可能忘记 师父最大的心病 现在相信 有了长生诀的帮助 师父一定能突破智谷 在上一层楼 从而破除心魔 师徒二人交谈了一阵 门外响起一个 温婉动听的声音 师尊 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进来吧 听到朱玉岩的回话 一个曲线婀娜的高挑身影 才推开房门 带着几名女子 端着餐盘走了进来 来人正是朱玉岩的弟子之一 白千 看着与晚晚动作 亲密的师尊 白千低下头 明明都是弟子 晚晚就是高高在上点圣语 能修炼英魁派根本大法 天魔大法 自己却要应付 便不负那无耻小人 收敛起心底的妒忌 安安静静地把菜肴摆好 就退了出去 白千带上房门 一转身 眼前就出现了一个气质邪魅 眼神猥琐的中年男子 白失职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白千脚下一顿 双手做门将来人 伸过来的双手推开 身形一动 就向后磨了三尺 见过鞭长老 来人正是名扬江湖的大银贼 磨影鞭不负 白千高声问好后 房间里 晚晚就一脸厌恶地 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对于这个从小就基于自己的诗书 等一下吧 朱玉岩对着弟子们一挥手 一众女弟子 就迅速把餐食撤走 端上来一壶香茶 师父 弟子告退 看到站在门外的鞭不负 晚晚向朱玉岩告罪一声 就直接从另外的小门离开了 夹起一块薄如蝉翼 白如雪 迎如玉的鱼块 林阳一脸享受地放入口中 体会着刀工和鱼肉本身 带来点爽脆和甜 有修为在身就是好 吃东西百无禁忌 吃完原味的 林阳又体会了一下家猪鱼的 姜丝的等等 都各有滋味 虽然少了许多炒菜 但是端上来的汤羹 烤肉都让林阳体会到了与众不同的美味 醇厚顺口的老酒 更是为这顿美食增加了三分颜色 酒足饭饱 林阳扔下一粒金豆子结了账 顺带着订了一间上房 就走出门 带着老老实实等在门口的胡二 在扬州城里转悠了起来 一边走 林阳也顺带着拿上一些胡饼 果子饮之类的小食 得了一粒金豆子胡二 自觉从腰包里拿出铜板交钱 走着走着 林阳发现有几道视线不断交替着 注视在自己身上 有意思 身上挂满油纸包的胡二凑上前来 公子 您吩咐 走 去那边看看风景 林阳看了一眼 几乎被油纸包挡住的胡二 他扫了一眼周围 脉部就向着一片小胡走去 公子 您慢点 胡二自诩角力不俗 但是看见逛了一个时辰 还精力十足的林阳 他也有点吃不消了 随着距离小胡越来越近 清凉的微风带着水汽 吹动了岸边的洋流 也吹在了林阳身上 水流潺潺 林阳迈步走到胡边一座 为游人暂息搭建的亭子里 让胡二把油纸包放在石桌上后 林阳扔给他一粒金豆子 打发走他 就坐了下来 打开一包点心 就着胡光水色 消遣起来 修炼就这一点好 吃饱了炼化一下 就能继续吃 也不用担心发胖 吃完点心 林阳走出石亭 白到湖边正要洗手 就听到了一阵 银铃般的少女笑声 声音越来越近 林阳洗了手 站起来就看到 远处杨柳后 一夜小舟顺着水流 缓缓流淌了过来 一个身着白衣的少女 坐在舟上 小手不断向湖里撒着鱼石 正是殷魁派圣女婉婉 看到少女的一瞬间 林阳就知道 刚刚盯着自己的是什么人了 她站起身 运转真气 蒸发掉手上水气 又见面了 在下林阳 敢问姑娘方明 林阳 看着少年英俊阳光的笑容 婉婉不禁霞飞双颊 心脏也扑通扑通跳了起来 小女子婉婉 见过林公子 看着一副大家闺秀模样 盈盈一礼的魔女 林阳嘴角笑意就越来越浓 哎呀 看着一个不注意 就要落水的婉婉 林阳脚下一用力 急射而出 在水面上连点三下 伸手揽住婉婉 盈盈一握的腰肢 就落在了船上 感受着林阳 强有力的怀抱 闻着他身上清新的味道 婉婉好一阵 才从这致命的吸引中 努力挣脱 站直了身体 多谢公子相救 看着满面羞红的婉婉 林阳第一次明白了 什么叫高明的猎手 都是以猎物的形态出现 启禀总管 那石龙已经遣退了门人弟子 傅君超也已经到了扬州 宇文化即放下茶碗 城中可还有其他一栋 探子沉吟了一阵 摇了摇头 调及人马封锁城门 我不管他 石龙是真必是 还是要逃跑 你是我的 对于宇文化即来说 在得知长生绝下落的那一刻 这部四大奇书之一 就已经被他是做了私人物品 捉拿刺杀杨广的傅君超 反倒不重要了 就在宇文化即下令调动兵马后 一直监视他的鹰魁派 也得到了消息 正在与林阳一起泛舟湖上的碗碗 收到暗号 脸色一变 与林阳匆匆告辞 石龙道场吗 仔细辨别了来人说的内容后 林阳看着一溜小跑过来的胡二 这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看来今天晚上有热闹看了 旁敲侧击找到石龙道场的地点后 林阳就回酒楼养精蓄锐了 离开了穹顶 那满是灵气的环境 还没修成天人的林阳 也是和普通人一样 起居休息 事业 躺在床上养足精神的林阳 换上一身夜行衣 就从客房窗户 一个提纵上了屋顶 向石龙道场赶去 当当 当子声回荡在空荡荡的道场中 一根根牛油巨竹 将室内罩得如白昼一般 石龙一身道袍打扮 翻看着一本通体 由玄金丝线著成 上书甲骨文的奇书 一旁是一落落到家典籍 与龙骨脱印本 宝山空手而归 这就是石龙现在的感受 最初得到长生绝时 石龙以为自己 就是受天地垂青的弄潮 为了破解长生绝上的上古甲骨文 石龙变访高人 还是一无所获 百密一书 石龙已经知道 自己拥有长生绝的事情败露了 但是 他不甘心啊 明明是自己得到的长生绝 就算是一个为王前驱的失败者 咚咚 沉重的敲门声 在安静的夜里传出很远 谁 石龙收起长生绝 放入暗阁 就向外走去 打开门 就看见一个不倾自如的身影 站在了道场正中 在下宇文化级 深夜来访 还请时道长见谅 宇文化级的话语中 满满的都是恶意 尤其是他看到石龙身上的道袍后 停顿的那一下 明摆着就是告诉石龙 我已经知道你的秘密了 他满眼期待地看着石龙 期待从他脸上 看到惊诧绝望的眼神 这种猫戏老鼠的恶趣味 让宇文化级欲罢不能 石龙听到来人自我介绍时 心就凉了半箭 提起的真气也散了去 四伐之一的宇文法 其伐主宇文商 据传乃是于岭南宋伐 天刀宋缺 一般的无上大宗师 一身兵玄境 功力深不可测 只是不喜争斗 未曾闻名于江湖 宇文化级 作为宇文法主宇文商之下的第二人 乃是真正的宗师高手 自己一个先天 又能如何呢 石龙想过会暴露 却没想过 自己身怀长生绝的事 居然传得这么快 而且上门的 直接就是宇文法 天朔啊 石龙长叹一声 联系到之前高丽刺客赐驾 宇文化级追杀刺客的消息 石龙一阵苦笑 自己还是太小看江湖了 窝居扬州 已经消磨了自己的心智 石道长 何必呢 该是你的 自然是你的 不是你的 你也拿不稳 宇文化级看着石龙 脸色巨变 背负双手说道 好一个该是你的 自然是你的 不知道石道长 拿不稳这长生绝 你宇文化级拿不拿得稳 随着女声响起 一条长陵横空飞来 第一个字还远在天边 下一个字就近在眼前了 宇文化级 吓得急速挪移开来 横移七尺 躲过了长陵一击 才躲开 就看到那长陵一转 将石龙绑住 动弹不得 宇文化级顺着长陵抬眼看去 一个赤脚精灵坐在屋檐上 手里还抓着一根长陵 宗师 宇文化级感受着 婉婉身舟 不断挪移变换的天魔立场 脸色就是一变 好胆 周身散发出无数动气 举手投足间 带起阵阵凌冽寒风 以手画刀 深寒的冰玄境 击破了长陵上的天魔真气 将其斩断 你这妖女 竟敢袭击本朝国公 殷魁派是想造反吗 斩断了婉婉的长陵 宇文化级也不好受 本座的弟子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三到四了 打算拖延时间的宇文化级 脑门上的汗一下 就冒出来了 怎么可能 他怎么在这里 怎么一点情报都没收到 宇文化级僵硬地转过身 看着同样身周 散发着天魔立场的朱玉岩 躬身一礼 宇文乏 宇文化级 见过婴后 脸上的汗也不敢去擦 任由他顺着脸颊 滴到地上 表情狼狈的宇文化级 再没了刚才的巨傲 嘻嘻 师父 你看他这便连好不好玩 婉婉连步轻移 来到朱玉岩身边 指着宇文化级 就是一阵娇笑 脑门清金爆起 宇文化级 还是忍住了 没办法呀 对面是天下有数 都大宗师之一 当年与邪王并列的 殷后朱玉岩 统领摩门 要不是与石之轩感情破裂 朱玉岩 现在就是名副其实的摩门之主 说 长生觉现在何处 朱玉岩看着石龙 开口问道 就在书房暗阁里面 石龙面容枯狗 他知道 自己完全没有希望了 多年心血 毁于一旦 婉婉落在院中 带起一阵铃铛脆响 推开房门 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站在灯光中 翻阅着一本玄金丝线 著成的书册 林公子 你怎么在这儿 婉婉一开口 心道不好 师父还在这儿 他挡住坛口 林阳转过身 和尚长生觉 脉步走到他身前 把书册放到了婉婉怀里 这广成子 虽然自己练得不怎么样 但是这学问 还是不错的 对于林阳来说 身怀混沌元晶 本就包含万道 长生觉在内的四大奇书 对于他来说 姐们的用途 都比功法本身的用处大 阁下是 看到林阳从书房中走出 朱玉岩如临大敌一般 双手一翻 天魔双刀出现在手中 语文化吉 趁此机会 摆脱了天魔立场 站到一旁 也运起十二成兵 玄境功力 师父这是林阳林公子 朱玉岩满面寒霜的 打断了婉婉的话 婉婉 快过来 阁下究竟是何人 与初登宗师之境的 婉婉不同 朱玉岩更能察觉到 林阳身上 犹如天灾一般 都恐怖气息 那恐怖中 又仿佛包裹着 最甜美的果实 诱人深入 在下林阳 铁为青铜穹顶使者 青铜穹顶 朱玉岩念叨这四个字 脑海中就出现了一座 接天连地的青铜巨城 不对 那青铜巨城 自身就是一个事件 朱玉岩仿佛看到 那青铜巨城 位于诸天之巅 旗下万千事件 师父 师父 婉婉 朱玉岩睁开眼睛 就发现 自己正被婉婉拥着 一旁的语文化级 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那石龙更是失去了呼吸 他手中一沉 低头看去 一枚青铜令牌 出现在了他掌心 师父 林公子 说你好费心力过肾 需要好好休息 林阳 青铜穹顶使者 朱玉岩看着青铜令牌 这才确认 自己刚刚不是在做梦 婉婉 林公子呢 婉婉面上一热 摇了摇头也不说话 只是眼神不停扫着自己的手臂 朱玉岩没看到 也似乎并不想得到回复 只是正正地 看着手中令牌 连通万界吗 石之轩 你给我等着 回到穹顶之内 汹涌的灵气 将林阳淹没 斯素福 葛幽摊在王座之上的林阳 根本不用修炼 红西园里 就将汹涌的灵气 不断涌入他的经脉之中 推动着他的修为 不断前进 尝出了一口气 林阳坐直身子 看着空荡荡的穹顶 我这穹顶之主 当得也太没意思了 别的不说 拍卖都要我亲自上场 一点逼格都没有 连招募员工 都要我自己出马 不过 好在这次收获不错 升个懒腰 林阳在心里盘算到 大唐世界 已经发展了一个玩玩 而且建立了一个 穹顶使者的马甲 可以让那些不安分的人 收起他们的小心思 下一步就是在大秦 大宋 大明等世界 招募合适的员工 真正把穹顶 连通万界的作用 发挥出来 想到这 林阳大手一挥 一张价目表 出现在他面前 先天丹 三百点神机点 真灵丹 九百点神机点 青金断续高 一千点神机点 穹顶之下分店 五万点神机点 看到这一项 林阳就感觉肉疼 没错 卖到五万神机点的 青金断续高 林阳的进货价 只有一千 而作为穹顶毛 定世界的分店 一座就要五万点 而且 为了达到穹顶 连通万界的目的 这分店 就必须每个世界一座 增加穹顶的掌控力 事实证明 哪怕第一次拍卖 开门红 总额达到了 二十四万家的神机点 面对五万一座的价格 一场拍卖下来 三件拍品得到的收入 完全不够支撑穹顶的发展 所以 林阳将目光 投向了世界本身 不是那些有名有姓的主角 配角 而是那些 被作为背景的普通人 一个主角 他能获得的神机点再多 也就是千人 万人为他效力的程度 再多 以封建社会的情形 消耗只会比累积更多 但林阳看重的 就是 这些只能提供十余点 甚至各位属神机点的普通人 一副中药 在林阳这不过几点 但是在百姓看来 就是救命稻草 一人三四点 百人 千人 十万人累积起来 就是浩浩荡荡 无可阻挡之力 穹顶 定位完完所在位置 将穹顶之下大唐分店 投放至离地五百米的空中 覆盖面积 方圆五千里 哗啦啦 随着神机点的不断流淌 大唐事件 晚晚感觉右臂上的一点朱砂 缓缓升温 同时 天上多了一座 散发着瑰丽光芒的青铜电雨 光芒照到的人 无不感到通体舒坦 本座神游诸天 有感此界众生疾苦 特赐穹顶之下 超脱之界 方圆五千里内 所有人内心都出现了一个 面带阴阳两一面具 高举王座的伟大存在的形象 晚晚谈口微张 看着天上与太阳一样放光的青铜电雨 这就是穹顶之主吗 扬州城中先是一静 接着激动的议论声不绝于耳 夫人 你的病有救了 一位年过五旬 长须急凶的老者 丝毫没有了往日的沉稳 只要五十神机点 夫人 你的病就能好了 一旁满面蜡黄的老玉 却是拒绝到 相公 不必了 这神机点来之不易 就在两人说话间 一个年轻人跑了进来 母亲 要来了 来人发际散落 一些青衣上也满是尘土 却把手中的盒子 保护得好好的 我儿 老玉一声悲呼 但一旁的老者 却是抚须长笑 吃下青年带来的药丸 老玉蜡黄的脸上 明显多了一层健康的血色 杂乱的护香 也变得平稳起来 灰白的头发 明显多了一层光泽 与此同时 整个扬州方圆五千里 不知道多少走投无路的苦命人 选择了相信穹顶 王座之上 神机点余额 在林阳的注视之下 一路飙升 从十九万一下 涨到了五十万 而且 数值还在不断上涨 洛阳 正在商议穹顶之势的佛门 各大派系代表 听到发自内心的声音后 面面相去 感觉自己就是个傻子 还在这研究 怎么封锁消息 拍卖宝物 把佛门精一通传天下 建立地上佛国 现在人家穹顶 直接把分殿降下来了 在感应了穹顶之下 电雨中的兑换列表后 几位大四的主持 纷纷死了妈一样的 摆出来一副臭脸 在他们看来 穹顶这就是在挖他们的根啊 平常 那些泥腿子 租他们的田要交租 只要他们控制一下租子 这些泥腿子 就只能和四里借钱 九出十三规 要是碰上个生病的 那就更发财了 不管治不治的好 厉鬼历是少不了的 现在 这穹顶要做什么 居然让泥腿子们 能治病 能习武 这不是在刨他们的根吗 气得他们纷纷是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阿弥陀佛 同中大吕一般的佛音 将众人唤醒 为何各位主持如此愤怒 明明穹顶中 给出了无数丹药的兑换权限 佛门弟子众多 又家底深厚 更应该因为丹药而高兴才是啊 明明更多的丹药 就代表着更多的高手 从小在洗脑下成长起来 锦衣玉石的施菲轩 哪里知道 佛门是天下最大的高利贷庄家 穹顶的出现 就是一个给百姓的保底 让走投无路的百姓 有了活路 百姓有了活路 那些坑人的高利贷 他们去找谁呢 穹顶中的林阳 却没有心思关注他们在想什么 看着源源不断上涨的神机点 他大手一挥 大秦咸阳上空 大汉长安上空 大明精灵上空 大宋汴梁上空 风云龙脉上空等事件 纷纷出现了穹顶之下电雨 昭告天下后 林阳眼前见底的神机点 瞬间反弹 大秦咸阳 嬴政看着掌心 散发着迷人香气的丹丸 猛地握紧手掌 大征之势 地图上 一把剑刃刺在了寒字之上 起兵 灭寒 随着一道道命令发出 这个战争机器一般的国家 迅速运转起来 迸发出令人绝望的力量 大明 小鱼 看着天上的电雨 乖乖龙地东 这下子好玩的来了 大宋 靖哥哥 下次你带我一起去 好不好吗 大汉长安 哪怕被粉饰一心 依然可以从中看出 魏阳公战火波及后的破败 偌大的殿堂中 只有一个趴握在酒桌上的身影 在这魏蜀无 三国病齐的时候 能在魏阳公喝醉的 除了末代汉帝流邪 还能是谁 但与殿外士兵们看到的不同 流邪看着脑海中的兑换列表 咧开嘴 无声狂笑 四百年大汉 哪怕如今破落了 又被忌汉分走大半弃欲 身为汉帝 他依然坐拥近两万神几点 曹子 孙逆 还有刘备那个窜逆 流邪眉头紧皱 自少年起 一直颠沛流离 被人左右的屈辱 都在这一刻爆发 他恨得牙关紧咬 指甲刺破了掌心 依然毫无所觉 朕要如光武帝一般 忠心大汉 流邪在内心狂吼 自从一代赵之后 国丈夫完一家 被曹操杀了个精光 皇后和两个皇子 也未能幸免 新任皇后 还是曹操的女儿曹姐 从那天开始 没有安全感的流邪 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也是为了防止 他出什么意外 流邪的身边 完全都被曹操监视了起来 到现在 他连说话都要注意 再注意三分 就连梦话都要憋回肚子里 哒哒哒 一阵马蹄声响 宫中近卫们 发出了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 大王 平身 曹操大袖一挥 下马后 对着一旁的校尉问道 陛下现在何处 启禀大王 在魏央宫 曹操一拍他的肩膀 很好 说完 龙形虎步 一般迈上魏央宫的台阶 陛下 陛下 曹某来看你来了 大嗓门直接传到流邪耳朵里 大摇大摆地走进魏央宫内 流邪刻意控制的粗重 呼吸在曹操的耳中 格外明显 修炼有成 头疯痊愈的曹操 现在耐心十足 他走到流邪身前 盘腿坐下后 双眼看着流邪 看着他的衣领 被汗水浸湿 看着他呼吸越来越急促 看着他掌心的血 一丝丝流出来 曹操看着流邪 一个念头 突然出现在脑海之中 我当年志向是什么来着 对了 汉征熙将军 他接着想起 自己因为祖父是太监 被拒之门外 袁绍袁树他们 这些世家子 却平不清云 自己摄五色大棒 名正典型 又打死了 十长世之一的叔叔 被罢了关 也是那个时候 自己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志士之能臣 乱士之枭雄 陛下 别装了 曹操忽然感觉 有些索然无味 这就是四百年大汉的天子 不对 当年董卓进京后 这天子 也就剩下一个名分了 想到这曹操自嘲一笑 自己当年不也一样吗 奉天子已令不沉 曹操开怀的笑声 向外传出很远 近在咫尺的流邪 也装不下去了 卫王何时来的 怎么不通知阵营间 那是干什么吃的 拉出去杖壁 看着满脸乖丽的流邪 曹操拿出一份诏书 放在了他面前 陛下 这是善未诏书 请陛下为百姓 计善未卫王 不知何时 从曹操影子里出来的承玉 一步步向流邪逼近 汪洋大海一般的精神力 直接压制住了他 曹操站起身 向外走去 承玉跟在他身后 陛下善未于卫王 大为万岁 大为万岁 宫中敬畏一听 纷纷喜笑颜开 欢欣鼓舞地跟着 喊了起来 君臣二人丝毫不顾及 身后还在头疼地流血 声音传出功成 百姓们也纷纷跟着大喊起来 谁不知道 自从卫王去了夜城 夜城的日子 就越来越好 这个时候 不争取把卫王留在长安 还等什么时候 成都 诸葛亮不知怎变 坐立南安 直到他看见天上的穹顶之下电雨 心中就仿佛被切了一块 拿出文王 钱刚要补算一挂 就发现 成都上空的忌汉 气运一摔 不好 曹贼篡汉了 快去禀报主公 诸葛亮这么说着 心中却放松了下来 之前曹操悬而不绝 还认同流血是皇帝 那刘备的正统性 就得不到认可 只要流血一纸诏书 刘备的根基 必定会动摇 现在曹操篡汉了 虽然损失了部分气愈 但是刘备的身份 彻底摆脱了尴尬 从此可以正式举起 三星汉室的大旗 聚拢汉室四百年余晖 老曹真够果断的 头风没了 立刻这么雷厉风行的吗 诶 曹植 曹丕这是被淘汰了 羚羊看着眼前的投影 手里拿着一瓶果子影 字字称奇 下一秒 他的眼神又看向了另一侧 老徐也动了 你们都说好了吗 中华阁 噗 无名口吐鲜血 体内真气散出体外 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地是天 还没等他说完 面具后的徐福 伸出手指 放在自己的嘴上 别说话 我在等人 语气轻柔 仿佛一位慈祥和蔼的长辈 在哄自己的小孙子 就在无名满面寒霜 一道紫色流光 从远处飞来 玄庭在他身前 无名这才看清楚 这是一柄不足两尺的小剑 剑刃上 还残留着一丝血迹 好孩子 徐福轻轻抚摸着剑身 飞剑轻轻摇晃 一颗金色宝珠 从剑阁上浮出 龙园 好宝贝 果然好宝贝 虽然他身具奉血 龙园对他无效 但这可是神机点啊 再看一眼天上的穹顶之下电雨 徐福决定放无名一把 还有半个月 就是第二次拍卖了 暂时让他先活着 等神机点不够了 再杀了他 看着又开始放飞自我的徐福 羚羊摇摇头 你是真的做啊 等无名去见见 回来给你一下 你就知道后悔了 羚羊手指一划 视角转了一下 那几个老怪物也动起来了 这徐福看起来要娃啊 看见放下鱼竿 向凌云窟赶去的笑三笑 还有他那两个脑袋 缺根筋 想要毁灭世界的儿子 还有那个快要老死的 不是神族之神 羚羊不仅把手里的果子影 换成了快乐水 伸手抓出一大袋薯片 靠在王座上 就开始追剧 不知道徐福能逼出笑三笑 这个老乌龟几成功力 不会连笑三笑都没看到 就被他两个儿子宰了吧 呸呸呸 大风吹去 我再来添一把火好了 聂风看着手中的青铜令牌 左手不断握紧又松开 最后还是把令牌踹进怀里 穷顶之下 不知道云师兄 现在情况如何 想到这 风中之神 施展开深入骨髓的风神腿 顺西百米 大明 顺天府 曹大半 诸后照放下手里的书 背负双手 走到曹正纯面前 奴婢在 少年天子脸上出现了一抹好奇 听说最近皇叔事物繁忙 话说到一半 诸后照就这么截然而止了 文贤戈尔之雅义 曹正纯作为东厂厂功 坐在这个位置十余年 怎么会不了解皇帝的想法 再说了 身为天子家奴 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奴必失职 罪该万死 少年天子 双手用力扶起曹正纯 曹大半这是说的什么话 朕只是一时起义 要是被那些朝臣知道了 又要弹劾朕 不念天界亲情了 是 是 都是老奴的错 看曹正纯 完全理解了自己的意思 诸后照拿起书本 挥了挥手 下去吧 曹正纯退出书房 勾楼的腰板立刻挺直 通知下去 让藩子们密切监视 护龙山庄的一举一动 任何风吹草动都不能放过 是 属下明白 书房内 诸后照放下书本 看向天上穹顶之下电雨的方向 太祖成祖 没有完成的尾叶 正来坐 少年天子的眼中 是熊熊燃烧的斗志之火 仔细看 还能发现 不知何时 一枚浑然天成的青铜令牌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自从一日之前 穹顶出现后 又有燕党 文官 宗室三方威胁 诸后照从小就养成了谨慎小心的作风 伪装起来 也是得心应手 也是靠这些 他才能在大内宫中 掌握一只属于自己的力量 当了多年的傀儡皇帝 他也知道 自己面对的势力 是如何恐怖 所以 他也只能小心谨慎 伪装的更加严密 但是穹顶的出现 给了他一个 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 招揽再多点高手 有什么用 不是自己的 终究靠不住 但是穹顶出现后 一切都不同了 武功 甚至修仙功法 灵丹妙药 还有传说中的法宝神器 都不再是虚妄 镇负有四海 有了这穹顶相助 秦皇汉武求而不得的长生不死 也不过唾手可得罢了 门外 曹正纯手持扶尘 走在廊道上 眼中满是淡漠 护龙山庄 铁胆神猴 一个旁之宗师 也敢济于大魏 回想起这些年 自己被诸无事斩去的羽翼 断掉的财路 曹正纯心中的戾气 越发强盛 两人争斗二十余载 互有胜负 但终归还是朱无事 靠着宗师身份 更胜一筹 皇叔 敢做陛下的皇叔 没了陛下 我看你这头朱 还有几斤重 曹正纯眼中 闪过一丝狠力 真说起来 两人结仇 还是因为曹正纯 朱无事当年用计 擒下古三通 立下大功 成为了大明朝廷 对江湖的一颗钉子 被封为铁胆神猴 旁之宗室封侯 让朱无事兴奋之情 难以言表 对皇帝更是感恩戴德 激动之际 就有些怠慢了 前来宣旨的曹正纯 作为太监 被割了那一刀后 心里都难免会变得扭曲 选择修炼天罡童子宫的曹正纯 就是太监里最扭曲的 他修炼天罡童子宫 就是为了提醒自己 他也是个男人 但是身体上的残缺 不断提醒着他 让他对自尊 有着病态的渴求 朱无事 自然也就被他记恨上了 一抖就是二十几年 大秦 咸阳宫 自从天上的青铜宫殿出现后 咸阳城中的人流 就少了很多 一位为顶盔冠甲的大秦瑞士 进驻城中 宫书家的青铜机关 更是把握住了每一处交通要道 青铜机关上 强劲的秦弩 上满弓弦 锋芒毕露 整座城市都进入了战争状态 马而不乱 行走匆忙的秦力 脚步匆匆 传递着帝国的每一条政令 严肃 规整 奋发向上 这个矛盾的结合体 就是如今最强大的诸侯 大齐 一辆辆马车 驶入秦王宫 卸下的的竹简 将一整间宫殿都填满了 李斯满脸兴奋的功身一礼 启禀大王 阴阳家 公输家 道家 兵家 法家 墨家 蒙家等三十七家学派的经典 都在这里了 李斯站起身 看向竹简的眼神中 满是求知的炙热 普天之下 再也没有比这里 说及更多的地方了 银正一手在袖中 握着青铜令牌 一手俯过竹简 洋洋洒洒 数十万言 被兑换成了二十余万神积点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朕要结束这乱世 还有半个月 青铜穷顶的第二次拍卖 就要开始了 他要筹到足够的神积点 将所有的拍品一举拿下 李斯 将这些经典 送到咸阳学宫去 分级设等 非宫是不得观看 银正说完 迈步走出宫殿 看着上空的青铜电宇 手中的令牌握得更紧了 这天下 必定是我大秦的 说到这银正仿佛看到了朱子百家 发现自己经典 可以兑换神积点时 却发现 早就有人兑换过了的场景 好在他得到令牌的第一时间 就安排了下去 不然 等今天穷顶电宇出现后 就晚了 这也给银正提了个醒 大秦要的不是一步先 而是步步先 穷顶的出现 注定得意的 不止大秦一家 兑换列表 他也看过了 大多数都在一千神积点之下 大部分都是宗师以下的武夫 和普通百姓用得到的东西 但银正可不会小瞧这些东西的作用 普通前手百姓的每一点变化 都会影响国力 但是银正不仅没有担心 甚至欢迎这些变化 因为大秦与六国不同 大秦沸分封 而内置俊献 有无数秦力执行秦法 动员力本就比六国强之百倍 现在穷顶的兑换 更是为大秦补上了一块短板 如此一来 银正本来计划的灭含时间 可以大大提前了 千万不要小瞧 任何一个在历史上流民的人 羚羊放下了快乐水和薯片 面色凝重地 看着眼前的投影 仅仅一两天的时间 诸后赵就向他展示了 什么叫帝王心术 大秦更是让他知道 为什么秦能灭六国 这动员力和执行力 明明就是降维打击呀 羚羊本来的上帝视角 一下就被他抛到脑后了 终究是小看了朱天豪雄 我如果不是身负穷顶 比得上他们吗 羚羊自省道 身上的气息也变得自然平和 如深潭湖面 看似波纹不起 实则波涛在凶 一人计短 三人计长 本来就是朱天豪雄的他们 如果互相遇到了 会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 羚羊脑袋里面 忽然冒出来一个念头 思考再三 对他和穷顶都是有利无害 他可以从中吸取智慧 而穷顶则可以通过世界的变动 变得越发强大 首先要设定一个场景 羚羊大手一挥 头影被切到一旁 由于我限定了穷顶分店的兑换罚职 宗师以上的强者 就必须跟诸多大宗师 甚至天人 抢夺为数不多的拍卖品 羚羊心里暗暗摇头 他当初是想方便钱守百姓 顺便限制住野心家们的数量 俗话说 身怀利器 杀心自己 手里有锤子 看什么都是钉子 现在 大秦和大明的变化 让他知道了 不会一切都如他所愿 堵不如说 无数个念头 在脑海中碰撞后 一颗混元如珠 闪烁着熠熠光辉的念头 脱颖而出 主神 再加上黑暗森林法则 让他们渴望交流的同时 又会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信息 羚羊越想越觉得思路通畅 这样 急留了一条向上的路 又因为诸天拍卖的重要性 限制了神机点的大规模流动 避免了劫则而鱼 只要我引导一下 让他们见到好处 都去挖掘世界的潜力 这一步骑就成功了 羚羊只劫 敲击王座扶手 在兑换列表里面看了起来 看了一眼价格 六位数 算了 十万就十万吧 好用就行 神机点一阵流淌 一枚拳头大的宝珠 出现在羚羊掌心 下面 再来一套静制 这次羚羊选了一套流传最广的小猪天云镜 入门快 一叠加 而且 威力也不俗 就是要多加祭练 费时费功 但羚羊现在最不缺的 就是法力 加上穷顶的加持 羚羊的法力 可以说是浩如烟海 无穷无尽 现在唯一限制它的 就是输出 经过穷顶帮忙祭练 大眼珠内 形成了26条静制 直接跳过法器灵气 成为了下品法宝 诞生了法宝之灵 羊羊将穷顶内的一部分规则信息 复制进去后 在大眼珠内 开辟出了一方小世界 等世界稳固后 羊羊又增加了一条规则 进入小世界之人 没有特定的形象 也不会显露真面目 猜疑恋 黑暗森林啊 羊羊脸上满是坏笑 他可太清楚 这一点的破坏力了 万事OK 开始吧 穷顶 羊羊把大眼珠向上一抛 宝珠紧贴着穷顶 悬停在空中 诸天是剑 手中持有令牌的 同时收到了令牌传来的信息 大眼剑 诸天万戒互通有无 嬴政有些迟疑 穷顶已经把持了前手 还想控制宗师吗 帝王多疑都是习惯 徐福看着倒在自己剑下的断浪 再看看手中的龙园 面具后的脸上满是自信 大眼剑 说不得 哪里就有让老夫能服用龙园的方法 重修紫霞 一举晋升宗师的岳部群 却丝毫没有去试水的想法 宗师以上 以穷顶之能 想必大宗师和天人都不会缺手 我华山底蕴一失 去了又能做什么呢 说着 他又想起了当年华山的剑气之争 导致身为五岳之首的华山一下 就只有他们夫妻二人 苦苦支撑着华山派的名号 羚羊挠挠头 看来还是要我给他们打个样 说吧 分出一点念头 华城一道光影 用此物换一本功法 羚羊一进来就看到一团绿光 拿出了一只老餐 上顶酒叶 这已经说得上是宝药了 一旁还有许多光影棺桥 犹豫着不敢上前 进入大眼界时 界灵都会把基本多规则告诉他们 比如 每一次进入后 他们的身形声音都会发生变化 而且在大眼界中 发生的交易 不会受到穷顶保护 也就是说 打眼了 上当受骗了 你也大概率找不到正主 这就让进入这里的人们 甚之又甚 虽说能进来的 都是宗师以上的人物 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更别说这里 你连他的面都看不到 再者 大眼界中特意标注 拍卖会当天会关闭一日 这也让很多人加了一点小心 生怕滋敌 林阳对现在的情况很满意 他看了一下 已经有人在交头接耳了 看来不用我出马了 尤其是之前还在争抢的徐福和曹操 正在因为一块淋浴 又争抢起来 让林阳也不禁感叹 缘分的奇妙 一事半会 还看不出变化 还是要放长线钓大鱼 看了一阵 身形一闪就出了大眼见 从王座上站起身 林阳取下面具 换上一身宝蓝色镜妆 拿上折扇一步卖出 已然来到了扬州的酒楼上房之中 看着洒扫干净的房间 还有按着自己买回来的种类 准备好的小时 林阳微微一笑 怪不得 这家生意这么好 心情不错的林阳 推开门走出房间 迎面走过来的小二 就对他提醒道 客官 您这是要出去啊 怎么了 林阳点了点头 我看您也是有功夫在身的 最近这天上的先功出现之后 惹出来不少乱子 还听说有一个顶大的官司 在这些江湖人手里了 师傅大老爷已经下令封城了 林阳眨眨眼 看来助预言 还是把语文化级给杀了 也对长生爵干系重大 万万不能泄露 不然 鹰魁派就成了正邪两道的眼中钉了 多谢小二哥 林阳扔给他一粒金豆子 快不出了酒楼 感应了一下 向着晚晚藏身的城南 就走了过去 一路上他就发现 街上的人少了很多 多了许多风尘仆仆的恋家子 或持刀附剑 或身背皮囊 与其相对的是一名名 虎背熊腰的披甲军士 在街上巡逻 五人一武 三武一队 看着肤色红润的军士 还有锋刃血量的兵器 看来语文化级的地位 确实不低啊 这样的精兵都派出来了 林阳轻轻挥动折扇 所有在他前面的人 都不自觉让出了位置 看起来十分自然 如果你注意观察 就会发现 从始至终 林阳都走在一条直线上 换上一袭淡紫色青纱的婉婉 坐在屋檐 一双赤足伸出房檐 轻轻摇晃着 眼睛看着天上的电雨 却毫无焦点 显然是在放空 在看什么 没什么 婉婉摇着头 忽然停下 看向身边那个 在他心里留下印记后 一走了之的坏人 小女子婉婉 见过使者 看着轻轻落到地上 礼节周全的小魔女 林阳眉头一条 婉婉就感觉手臂上的红纱 开始发烫 婉婉 想没想本公子 林阳一脸调笑地说道 婉婉扔给他两个卫生球 扭过头去 林阳作为母胎solo至今的男人 还能有什么办法 婉婉感觉脸颊不再发烫后 就向着林阳走了过去 呛 一把剑从屋顶上飞了下来 挡在了两人中间 婉婉抬头看去 正是慈行敬斋的当代行走 施非轩 慈行敬斋 什么时候也管人家姻缘了 婉婉看见施非轩 双眼死死盯着林阳 语气变得十分锋利 施非轩置若罔闻 慈行敬斋说是佛门 其实也是当年天魔传下的道统之一 虽然用佛门遮掩了传承 还是改变不了根本 因此 施非轩也如同婉婉当时一样 被林阳身上的道运捕获 更因为佛门修魔道的弊端 施非轩已经无法自拔了 施仙子 面对施非轩的无视 婉婉是真的生气了 语气也不再是伪装出来的娇俏 攻击性十足 施非轩也一改常态 没有了那种若即若离 卑天闽人 仿佛不是凡间人的神圣感 甚至说话的表情 动作显得有些僵硬 坐坐 就好像 他不是做自己 而是在表演另一个人 仿佛穿上了一层画皮 施仙子 你的天下苍生呢 你的身名大义呢 婉婉自然也发现了这一点 最了解你的 不是你自己 而是你的敌人 林阳忽然感觉 这句话说的真对 哈哈哈哈 林阳忍不住笑出了声 自从上次婉婉因他失神后 林阳忍就发觉自己对自身的了解还不够 回去经过穷顶 他才明白 自己所修的混沌元经 确实立意高远 而且堪称万经之祖 修炼到最后 更是可以修成三大真身 盘古 原始天王 和原始天魔 婉婉修炼的天魔大法 遇上真正的万魔之祖 怎么可能不入迷 施非轩也是如此 哼 公子笑什么 婉婉头扭向一旁 闹起了脾气 我是笑慈行敬斋 白白掩耳道灵 婉婉小脑袋没动 精致的小耳朵竖了起来 当年慈行敬斋开派祖师 得到了天魔传承 又为了削减魔气 加上了很多不知所云的佛门手段 婉婉小脑袋一下转回来 看着施非轩 眼中满是兴奋 所以说 他们也是 我圣门传承 这么说也没错 林阳点了点头 这位公子 非轩失礼了 从林阳身上的道运中苏醒后 施非轩还是没有察觉出 哪里不对 甚至红着脸 对林阳道起了歉 婉婉看她脸红的样子 就开始觉得 牙根痒痒 什么时候 尼姑也动烦心了 事实证明 女人在面对情敌的时候 是不讲道理的 婉婉师妹 也在这里吗 施非轩一脸惊讶地看着婉婉 仿佛刚才出见的 不是她一样 林阳的折扇 摇得都快了三分 这茶味太重了 婉婉欠眉一条 然后忽然就放松了下来 非轩失捡 来扬州 又有何要事 要是有用得上师妹的地方 尽管开口 哇 林阳在一旁 看得是真的大开眼界 这阴阳怪气的功力 老阴阳失了 不管是婉婉 还是施非轩 都把皮笑若不笑 发挥得淋漓尽致 明明是看热闹 林阳不知道 为什么感觉有点几倍发凉 毛骨悚然的 要说她已经练到 寒暑不清的程度了 怎么还会起鸡皮疙瘩呢 收起折扇 林阳就要向屋内走去 等等 公子请留步 婉婉和施非轩对视一眼 趁这个功夫 林阳赶紧闪身进屋 拎起茶壶 空的 算了 喝自己的吧 手一翻 一只紫砂的小茶壶 就出现在了手中 对着小壶嘴 喝上衣气 暖暖的清茶 沁人心脾 林阳坐了有一颗钟 婉婉走了进来 坐下后一拎茶壶 脸上顿生不悦之色 别看了 空的 林阳晃晃悠悠说了一句 又滋溜 喝了一口热茶 婉婉穷鼻微动 闻到了一股清香淡雅的香气 仔细分辨 就来源于林阳掌中的紫砂茶壶 别看了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林阳自从制造出大眼珠之后 就越来越不想动了 就想一直咸鱼 去哪里 婉婉一愣 然后霞飞双颊 跟我来就是了 林阳拉住婉婉的手 意念一动 两人已经来到了穹顶之中 站在王座高台下 婉婉只觉得 仿佛站在一座太古神山之下 压得他无法呼吸 行行 林阳拽了他一下 这里是 婉婉一脸惊魂未定的问道 这里 就是穹顶拍卖场 主宰交给我的任务 就是举行第二场拍卖 林阳一脸的无所谓 但是一旁听着的婉婉 却仿佛听到了什么 惊天大秘密一般 你带我来 不会是 一向胆大包天 我行我素的鹰魁派魔女 也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 后面的话 根本不敢再说出来了 没错 我想让你我 替我举行第二次拍卖 林阳一脸 你想的没错 点了点头 婉婉却是满脸荒诞 其中更有许多惶恐的意味 放轻松 林阳安慰道 但是 看着全身紧动的婉婉 她感觉自己 还不如不安慰比较好 为什么是我 婉婉眼神复杂地看着她 不找你 我还能找谁 虽然母胎solo至今 林阳也知道 有些话题不能碰 而且 也不是全部都要你负责 主宰已经安排好了 第二次拍卖的物品 要怪也只能 怪我运气不好 抽签抽到最前面 林阳把玩着折扇 一脸郁闷 婉婉感觉自己 发现了盲点 所以说 每个穹顶使者 林阳将在了原地 也不是 只有我找了而已 但是她又不得不感谢她 让自己有了提前 来到穹顶的机会 来到这开始 婉婉就发现 自己体内的天魔大法 越来越活跃 隐隐有突破的迹象 适应了穹顶的环境后 这种感觉又淡了下去 收拾好心情 婉婉也不再伪装 秋水剪同一般的双眸 认真的注视着林阳 林阳从虚空中 拿出一张四项面具 递给婉婉 在她接过后 自然就明白了用途 这是穹顶的临时权限 而且仅限于拍卖会当天 为员工伪装身份 时间一过 自然失效 接着林阳又拿出一份协议 协议很简单 在穹顶工作的 所有内容资料 不得外传 婉婉很干脆地 写上自己的名字 字迹大气中 又带着一丝女儿家的捐秀 好了 欢迎你正式成为穹顶的一员 林阳习惯性地伸出左手 看着婉婉直视她的眼神 剩下的话 都卡在了嘴边 就在她尴尬地 想要放下手时 一只温良的小手 握住了她的手掌 林阳下意识握紧 然后看到了 耳并飞红的婉婉 低下了头 可 嗯 林阳赶紧放开手 看着不知所措的她 婉婉收起面具协议 便返回了大唐世界 忽然感觉自己好失败 林阳尝出了一口气 向后一样 挪一过来的王座 正好接住了她 还是我聪明 哪有老板亲自上台吆喝的 躺在王座里 林阳拿出一杯果子饮 一口喝完 惬意地打个寒战 等我再多找几个员工 就能接着闲鱼了 拉出投影 看看各自忙碌的工具人们 还有不断上涨的神机点 看来这次的手笔 可以再大一点了 要不再邀请几个新世界 林阳想了想 又摇了摇头 先看看这次拍卖的结果吧 再调整计划 按耐住脑子里的想法 现在时间站在她这边 现在我应该换一种方式思考问题了 以长生者的方式 林阳对自己的认识很简单 她从来不是什么天才 如果以修真论 她就是气修 青铜穹顶就是她的本命法宝 只有穹顶发展的越好 她的未来才会更好 所以她必须学会慎重 尤其是在她还没彻底掌握穹顶的现在 招令膝盖不是正道 确定晚晚加入穹顶之后 林阳就放飞了自我 天天窝在王座上 打开投影追剧 至于修为 不是够用就行吗 有穹顶在 她难道还要搞什么 自费武功 去和别人单挑吗 老老实实升级她不相吗 今天这是什么情况 林阳坐直身子 把大眼界内的投影 放到最大 之间一座高大伟岸 如同神迹一般的山峰 被揽腰斩断 形成一座广阔无边的巨大广场 仿佛商量好一样 大眼界内的太阳刚刚升起 一道道光芒一起闪起 一个个宗师以上 在自己世界足以开宗立派 称霸一方的大人物 出现在了广场之上 往日人声鼎飞的广场 上现在没有一个人说话 都在静静地 看着一团团光影出现 478 482 493 人齐了 所有人在心中莫道 在林阳的观察中 他们每个人脸上 都带着浓重的戒备之意 广场上的宗师以上的高手们 就这样静静对峙着 所有人都在等一个破局的人 但是都没有人想做那个破局的人 随着第二次拍卖的靠近 大眼界中 互相交易的场景 越来越少 毕竟谁都不知道 自己现在花出去的神迹点 会不会成为拍卖时 自己只能看着机缘 从眼前溜走的根源 今天距离拍卖 还有最后一日 众人在大眼界 齐刷刷上线 就是怀着简陋的心 希望能遇见一个放弃拍卖的人 可惜 所有人都抱着这个心思 看着这群和空气 斗智斗勇的大高手 把林阳笑得靠在王座上 一抽一抽的 太有意思了 关键是 这些人都不知道 他们互相直接看到的 是一团团光益 但在林阳眼中 他们的表情 一举一动 都先毫分明 摸了摸眼角的泪 林阳真是笑不活了 还好明天不是他上去拍卖 不然他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忍住 不行 我得缓缓 林阳把大眼界的投影缩小 随即找一个看了起来 日落时分 林阳看着渐渐消失的光团 松了一口气 虽然他现在手中的神机点 已有近五十万 但这已经是整个大秦的底蕴了 自从知道 上次有修仙的长生功法后 林阳就明白 这一次的拍卖 一定是一场血雨腥风的争斗 为了保证 不被别人浑水摸鱼 这几天 他都在关注大眼界 有没有交易大量神机点的 今天总算过去了 这样 让他松了一口气 心神上的疲惫 立刻涌了上来 一大早 晚晚就穿着一身新衣服 来到了穹顶之中 直接就把林阳吵醒了 清单都在这了 你看着拍卖就行 随手把信息传到晚晚脑海中 林阳翻个身 又小气起来 看见林阳这一副 甩手掌柜的样子 晚晚在心里默默地 丢给他两个白眼球 两只穿上绣花鞋的小脚 不安地动着 他扫了一眼 发现拍品确实不多 只有四件 但是看名字就知道 来历不凡 再看看低价 晚晚的手 就有些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 看看自己只有四位数的神机点 他突然感觉自己好穷 平复好心情 晚晚戴上面具 一道青铜光芒 如水般流淌而过 在他的身上 编织出一袭 华贵威严的金纹长裙 晚晚只觉得眉心一清 整个人都进入了一种超然的视角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当 钟声响起 一个个人影 出现在了王座之下 这里就是穹顶吗 如此汹涌的灵气 让我在这里修行一年 我必突破宗师 看着多出来的生链孔 已经参加过一次的众人 脸色也变了变 人多了 对手自然也更多了 第四天站在大殿之内 淡漠的眼神 在众人身上扫过 就在他的眼神看到一人时 突然就像遇到猫的老鼠一般 瞬息之间 挪移石鱼杖 找到一个鸡脚嘎拉后 才坐在椅子上 没错 是陛下 绝对是陛下 能被徐福这样称呼的 自然只有始皇帝 嬴政了 嗯 谁在窥视镇 嬴政抬起头 雄是四周 却没找到那个 敢于窥视自己的人 不过他自己的周围 大多是一些气息博杂的游侠 非楚墨 更非其末 敢问阁下高姓大明 嬴政转过头 就看见一个年轻人 身穿一剑者黄袍 上袖团龙 一条玉带扎腰 一向巨傲的脸上 少见的铅合了起来 远处刚刚出现的诸无事 心中一惊 这还是那个 喜欢武枪弄棒 荒废朝政的大明皇帝诸后赵吗 大秦 赵政 诸后赵瞳孔猛地放大 始皇帝 始皇帝啊 千古已降 只要说起皇帝 绝对要提的一人 就这样出现在自己面前 微臣见过陛下 诸无事静止走上前 打断了诸后赵的话 既然小皇帝在这 那就只能加快计划了 现在要避免的 就是变数 微臣护驾来迟 请陛下降罪 嬴政看着这一幕 忽然觉得很眼熟 好像自己当年也经历过这一幕 当初是谁来着 对吕不韦 然后是 烙矮 还有成交 诸后赵脸上 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一抹笑容 皇叔也在 那朕就放心了 有意思 看着明明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又偏偏要和颜悦色的书指俩 嬴政随意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 他今天最重要的目标 还是将拍卖品一网打尽 即使做不到 也要拿下大半 细留着以后 再看就好 在众人都看不到的半空中 凌羊从王座上坐起 人都到齐了 那就开始吧 穷顶之中 骤然安静下来 宗师一下着 都感到了一阵 泰山压顶般的压迫感 下一瞬 王座之上 光芒大盛 一道薄弱 甚至有些透明的身影 端坐在了王座上 没有真气波动 也没有精神威压 但是所有人都感觉到了 王座上仿佛有着一个黑洞 能将一切吞噬殆尽 就如同传说中的龟虚一般 平静 却让人不知为何 毛骨悚然 我等拜见主宰 所有人自觉起身参拜 羚羊微微合手 面带四项面具的婉婉 脉步走上了拍卖台 晚晚看着台下 有些诧异的面孔 哼 一股强横的威压 从他纤细的身躯中 铺天盖地的涌出 瞬间 所有一样的表情都消失了 只留下公顺 第十天猛地坐正了身体 这是 这是 这一瞬间 第十天仿佛看到了 困扰自己盛心觉 数百年的突破方向 本座宣布 拍卖开始 封使者 交给你了 晚晚看着台下 数百名宗师以上的高手 心中如古井一般 平静无波 台下 诗飞轩看着台上的人 总觉得有些熟悉 他摇了摇头 怎么可能呢 因为在词杭敬斋的特殊性 他成为了此次佛门的代表 这也代表着沉重的压力 若是一无所获 如果是神迹点不够好还好 若是其他原因 词杭敬斋 收敛起心情 诗飞轩双眸注视着台上 当 手中铜锤 青鸡桌面 一只玲珑玉顶 从天而降 晚晚平静的声音 随之响起 第一件拍品 一转还魂单 还魂单 许多第一次参加拍卖的 都是一脸摸不到头脑的表情 参加过第一次拍卖的 都纷纷坐直身体 果然 这次果然有能让人起死回生的宝物 众人看向左右 都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 看来今天肥羊不少啊 羚羊固定好好投影 拿出茶壶 依靠在王座上 看起了热闹 有了上一次拍卖会的经验 羚羊做出了一些改变 现在就是收获的时候了 第一场拍卖会 因为神迹点不足 准备的自然不够充分 现在有了稳定的神迹点收入后 羚羊第一要做的 就是提升逼格 要想提高价值 你得会宣传啊 开始了 弯弯手托欲顶 此丹出自太上道祖之手 施非轩和在场的其他佛门中人 瞳孔俱阵 这世上真的有先佛吗 亵渎佛祖了 阿弥陀佛 施非轩双掌合时 乃是道祖于丹炉中开天时 一散的阴阳灵机相合而成 丹城一转 在场的所有人听到这 都骂了 开天 在丹炉里开天 无上天尊 当然 也不是所有人都感同身受 比如来自大秦的嬴政 你要是说李尔 他知道 老软 也知道 但是太上是谁 而那些未尽之后 修行金丹术的道士们 都要疯了 看向黄魂丹的眼神都红了 道祖亲手锁链 这放在自己的宗派里面 就能确立自家正统 眼红才好 你们不眼红 我怎么转神机点 当然 羚羊是绝对不会告诉他们 道祖一炉能出九转金丹树梅 八转树石 七转树百 六转五转数万 四转以下 以百万计的 回想起兑换列表中 九位数的一转丹药 羊羊脸上露出 农民勃勃的淳朴笑容 看向众人的眼神 也变得满是期待 就像正在磨镰刀的老农一样 玩玩手上的玉顶 渐渐变得透明 众人透过顶臂 就能看见一枚龙眼大小 形如太极双鱼 手尾相连的丹药 静静浮在顶中 一道信息 随即出现在众人脑海中 道家大丹 一转还魂丹 道祖亲手造化而成 活人浮了 得阴阳生死之道 死人用了 再造纯阳 起死回生 只要尸体还在 就能起死回生 一众佛门高手 不仅想到了自家寺庙中 供奉的肉身佛 各自的眼神中 都出现了一抹 志在必得的坚定 好啊 卷起来了 羚羊美滋滋 灌了一气热茶 羚羊嘴角 请起一抹微笑 第四天本来 奄奄地坐在椅子上 但是收到这消息后 面具后的双眼 顿生三寸精芒 前路 这就是我的前路 阴阳 生死 因为凤雪 徐福得以长生 也因为凤雪 徐福的圣心诀 原地踏步数百年 他一定要拿下它 他不想再被一个 无敌一样的小辈 打得狼狈逃窜 只能靠时间来 熬死对手 嬴政抬了抬眼皮 继续把玩起了青铜令牌 十三岁登基时 吕不韦把持朝政 后来 落矮与他的母亲思通 甚至生下来两个孩子 亲弟弟成交 也领兵反叛 从杀死成交那一刻 他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了 这单要买下来 他也没有谁想要复活 至于突破 他也没到突破的时候 嬴政有自信 不用外务 他也能成为 一统天下之人 手中还拿着绣花针的东方不败 看见脑海中的信息 激动的绣花针 都从手中掉到了地上 连地 我一定会拍下它 变成真正的女人 为你生儿育女 半月前 东方不败 得到了这枚令牌 但是他没有告诉杨连廷 就是害怕杨连廷 得到这令牌后 武功超过自己 会抛弃他 现在 他已经不是那个胸怀韬链 带领日月神教 时当时觉的东方不败了 他现在只想做一个 杨连廷身边的小女人 相夫教子 东方不败转过头 磅礴浩瀚的葵花针气 像四周毫不掩饰的碾压去 天人五福的强大 不遮不掩 帝氏天扭过头 扫了一眼东方不败 就转过头 看向了第一排最中间的那个人 始皇帝 嬴政 哪怕他现在看起来 还没有扫灭六国 登基称帝 但是刻在骨子里的位居 还是让徐福难以自持 不管是谁 这丹药 我志在必得 哪怕隔着御顶 帝氏天都能感觉到 丹药内磅礴的灵机 他有感觉 只要服下 自己的圣心觉 不仅能更上一层楼 甚至还能让龙元 与自己体内的奉血共存 诸后照一脸玩味的 看着周围人的脸色 如同变脸一般 心里默默做起了准备 他始终坚信 卧榻岂能容他人酣睡 而且 年幼时在宫中的生活 也告诉他 不要有过多的自信 大明落水而死的皇帝 还少吗 他需要这枚丹药保命 没错 就是保命 诸后照看得很开 命没了 富有天下 还不是别人呢 就比如身边的诸吴氏 他的野心 都快摆在明面上来了 诸后照还注意着皇帝城府 一旁的诸吴氏 已经恨不得直接把丹药 吞进肚子里了 诸位平道有一言 此乃道祖之物 我们真归正 却不要太过分 被秃驴捡了便宜 听到这话 大殿内的众人 不由得向着大厅内 一些和尚看了过去 阿弥陀佛 佛门的僧人 不由得宣了生佛号 感觉自己被冒犯了 说话的倒是瞪大双眼 嘴角满是嘲讽 不用感觉 我就是在嘲讽你们 肃静 开始拍卖 一转还魂单 底价两万神积点 每次加价 不少于一千神积点 玩玩小锤 敲在一旁的铜钟上 就仿佛吹响了战争的号角 一个个气息不弱的宗师 大宗师纷纷开始叫价 希望在天人高手 一国之主 等大厄下场前 能抢到一块肉 三万神积点 三万一千神积点 四万神积点 叫价剩一顿 随后第一位天人出手了 店中顿时一静 没等这位天人高兴 一个声音响起 五万神积点 五万 在场所有人摸了摸腰包 安安静静坐了下来 还有更高的吗 玩玩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愣神的大佬们 纷纷开始加入战场 整个拍卖会场内 便响起了一阵阵的报价 神积点就像不要钱一样 往上加 完完全全地 以神积点压人 十万 曹操等了半天 第一次举牌 霸气侧露的声音震撼全场 这个萧雄眼中 却没有了以往的桀骜与伟案 他现在就是一个父亲 看到脑海中信息的时候 长子曹王的身影 就占据了他的内心 没错 谁都有遗憾 只是他的更痛彻心扉 长子曹王 因为自己死在了晚城 还有点围 一片寂静中 东方不败 用绣花针 梳了梳头发 十一万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曹操大笑出声 已然怒急 十二万 报价一路飙升 转眼之间 便超过了底价两万神积点 足足六倍 诸后 赵首长缩在袖子里 不断计算着 应该何时出手 四张鸡 鸳 一样 鹰姑拿出一只肚兜 眼泪止不住的流 想起了躺在自己怀里去世的孩 视为娘的没用 救不了你啊 鹰姑当年虽然贵为贵妃 但是 因为她不守复道 与周伯通私通 甚至还剩下一子 哪怕段皇爷原谅了她 她也做不到 与之前一样接受公养 再加上孩子死后 她就离开了大理 隐居了起来 身上的神积点 自然不多 十三万 诸后赵出手了 诸无事眼皮暴跳 心中越来越焦急 十三万五千 神积点 佛门第一次出手 叫价的是一位皮肤 兜泛着金色的高大和尚 一看 经中赵的功夫 已经练到极致了 十三万六千 神积点 佛门出手 到家岂能容忍 十三万八千 神积点 一轮轮地报价过去 高大和尚的额头 开始冒汗了 老道吃笑一声 话外胡椒 哪懂什么是华夏底蕴 十四万神积点 一国之主 说话就是硬气 诸后赵面对四面八方 看过来的视线 威然不动 出手啊 林阳看得正热闹 突然发现 演员少了一个 还是主要演员 他正想看看 郑哥能不能看出 这个徐福的伪装呢 结果 你告诉我 你不要了 行 有你好果之吃傲 林阳拿出小本 给徐福记上一笔 虽然这丹药 竟然可以让死去的人 起死回生 但是我的圣心诀 靠着奉险之力 一样 可以让死去不久的人 起死回生啊 所以 这拨我不亏 徐福刚刚做好心理建设 就感觉一朵乌云 罩在了自己头顶上 一股莫大的危机 扑面而来 他是谁 嬴政不知怎的 看到了徐福伪装的第十天 皱起了眉 怎么如此熟悉的感觉 废话 能不熟吗 另一个徐福 就是大秦阴阳家的云中军 十五万点 嬴政这一下 直接把徐福吓到了 他看到我了 陛下发现我了 我要不要离开 不对啊 不能走 走了就说明 我心里有鬼 林阳看着冰面具后面 眼珠乱转的徐福 你戏怎么这么多呢 我给你加戏了 林阳挪开视线 看向众人 土豪这么多 不知道这一转还魂丹 会落到谁的手里 十五万一千神积点 曹操发狠了 周身九道龙气环绕 灵抓飞扬 任何人也别想阻止 他就自己的儿子 这就是修仙功法吗 果然不凡 参加了第一次拍卖会的都知道 曹操 岳部群 帝是天使大赢家 尤其是曹操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曹操这么快 就把修仙功法练成了 十五万两千神积点 在诸屋市面前都暴露了 诸后赵也是拼了 自己必须有一手底牌 十五万五千神积点 十五万六千神积点 十六万神积点 十六万三千神积点 报价节节飙升 大魏之主与大明皇府帝 这是杠上了 王座上 林阳直接乐开了花 这丹药虽然确实是老君炼制 但是毕竟是一转丹药 竞价也不过只有一万神积点 这转眼间 就已经超过十多倍了 而且看样子 超过二十倍 也不是不可能 十八万神积点 十八万五千点 诸后赵这个时候 已经醒过来了 看着自己报的数字 骑虎难下 一片寂静中 他仿佛度日如年 一颗丹药 还是死后才能用 不值得啊 诸后赵看了一眼 脸色胀红的曹操 一脸不甘 二十万 有高过我的 寡人就放弃了 曹操还事一周 犹如一头责人而逝的猛虎 众人在心里暗暗赴飞 阿弥陀佛 大和尚们彻底歇了 留着等下一件 凌阳打了个哈欠 正好二十倍 还是打好信息 差好赚钱啊 凌阳也不禁感叹道 诸后赵看了一眼 表情丝毫未变的猪无事 心里暗暗焦急 第一个目标就失败了 下面绝对要拿下一个 不然回去就危险了 看着一脸杀气的曹操 诸后赵收回想要说的场面话 他决定闭嘴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刺激他了 万一曹操等候抬一手 诸后赵就损失惨重了 长叹了一口气 心也放回肚子里 诸后赵缓缓坐回了座位 两久 店内持续无言 二十万点第一次 二十万点第二次 二十万点第三次 成交 拍卖台上 哪怕心如古井 婉婉现在也控制不住 内心的涟漪了 二十万 他怀疑整个鹰魁派 不 整个魔门都没有二十万 不对 是绝对没有 二十万神迹点 灵阳妈撒着下巴 看来我刀磨得还不够快啊 全都这么有钱 就在灵阳想着 怎么把自己的镰刀 磨得更锋利时 拍卖场中的所有人 都感觉到了后颈意量 婉婉在面具的帮助下 没有露出异样 手持铜锤 一双明眸 依旧不显慌乱 台下的众人就不同了 除了一小撮天人强者 及时控制住身体 维持了自身仪态 其他宗师大宗师的身体 都做出了反应 在穹顶尽职的限制下 无不仁养马翻 弄得好不狼狈 婉婉收敛起多余的情绪 成交 恭喜这位客人 拍得一转还魂单 呼曹操尝出了一口气 卸下了全部生死历劫的癫狂 一个亮呛坐在了椅子上 头上汗出如浆 没一会 身上的衣服就被打湿了 果然是尖雄 羊羊看着一副历劫模样的曹操 真想把前世的演员们都拉过来 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硬店 要不是羊羊在穹顶之中 能看到每个人都真实状态 真有可能就信了曹操了 但是 他能直接看到曹操的状态 也不知道曹操这半个月 吃了什么天才地宝 化仙精已经进入了炼气后期 体内的真气也有了变成法力的征兆 一看就是筑基再忘了 筑基瘦两百 真到了那一步 曹操就可以说 自己脱离凡人之列了 一阵整理后 会场又恢复了整齐 低贱拍品的成交价 也让在场的绝大部分宗师和大宗师明白 自己那点家底 也就是来做个看客的 比起一国之主 大宗师哪怕受长百年 又能攒下多少家底 这拍卖会 注定是天人强者和一国之主的游戏场 至于他们 过来凑个数罢了 曹操缓了好一阵 才急忙爬起来 在青铜令牌上支付了神机点 足足二十万 瞬间被划走 只见婉婉右手一抬 掌上玲珑玉顶飞起 落到了曹操手中 子修 子修啊 曹操不怒自威的脸上 满是悲痛 丧子之痛 岂是时间能够冲淡的 尤其还是因为自己 害死了长子曹昂 与亲信大将点威 还导致了发气丁氏 与他老死不相往来 现在一切都变了 有了穹顶 一切都可以挽回了 隔着玉顶 曹操看着那颗 犹如太极阴阳双鱼 首尾相连 环抱承丹的一转环魂丹 脸上止不住的涕泪横流 多谢殿主 大恩大德 曹操此生眉骨难忘 说着 他对着婉婉身后的羚羊投影 就是一个大理 殿中众人 看到此情此景 都是想到了自己 一时间 长虚短叹 不绝于耳 看来这曹操 也是性情中人啊 有来自其他世界的人 都不自觉对曹操有了新的认知 人群中 几个隐藏不发的老硬币 纷纷松了一口气 这二十万神积点一去 他们又少了一个对手 好 好一个以退为进 明面上买到了还魂丹 达成目的 还减少了其他人对他的敌意 而且还隐藏了自己 灵阳看着曹操这一番操作 直接对着茶壶豪引起来 果然不能小瞧这等英俭 在史书上留名者 哪有那么简单 这样一来 下意识忽略了曹操的底牌 他直接做到了进可攻 腿壳手 高 实在是高 而且 就算其他人有疑虑 也不会去揭穿他 因为得不偿失啊 灵阳罕见的一只脚 踩在王座上 双目只是下方拍卖场 一股无形的力量 也进入了婉婉的脑海 拍卖台上 面具后 婉婉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灵阳的支持 让他的底气更足了 再加上第一次拍卖 就开门打击 婉婉心情更是好上家好 小锤一敲桌面 当 众人把目光投来后 他接着拿出了第二件拍卖品 顿时 众人的目光 全都看了过来 只见一方印喜 出现在了婉婉手中 方方正正的 这是什么东西 看起来好像一块玉 用你说 长眼睛的都能看出 那是一块玉 依我看 这是一枚印喜 一名长着山羊湖的宗师说道 你怎么看出来的 老头一指前面 你没看那几位之间 都快出火花了吗 众人向前看去 果然 嬴政与诸厚照 还有几名不知名 但是气势威严的男子 已经比拼起来了 一名新进入的宗师 满脸不甘 不是说 有成仙之法吗 旁边人异样的眼光 直接让他把下半句 咽回了肚子里 唉 别说没有 就是有 也轮不到咱们啊 众人纷纷沉默 老者的嘴角微微上扬 任凭店内众人的议论 沸沸扬扬 也影响不到台上的婉婉 倒是让林阳 又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人 趣味吗 就是要一点点挖掘 才有意思 台下众人 虽然对第二件拍屏 不是灵丹妙药 灵气法宝 有一些意见 但是已经从刚刚六位数 十万级的争斗中 明白了自己地位的前提下 也就是议论一下了 但是入宝山空手而归 不甘怨愤 也只有回家发泄了 不让你们明白差距 努力奋进 我还怎么割韭菜 林阳看着气势 发生变化的一种韭菜嫩牙 脸上不仅露出淳朴的笑容 晚晚将下面的人 表情尽收眼底 嘴角却勾起了一抹笑容 让他们知道 世上还有这般宝贝 不知道他们回去 还睡不睡得着 随着晚晚 放开手上应洗的禁锢 一时间 一条金龙横空而起身 银 龙手一扬 一阵铺天盖地的龙威 向着大殿之内所有人压来 银正坐在原地 就在龙威触及他的瞬间 他睁大了双眼 国运 不会有错 就是国运的气息 银正当年登基时 曾经感受过 不过这谷国运散而不惧 是无主之物 此物正志在必得 龙脉至宝 诸后照第一时间看向银正 却发现 对方根本没有在意自己 一旁未表明身份的几人 也恨不得把眼睛 眨到那印席里 就连贪坐在椅子上的曹操 都站了起来 但是衡量再三后 他还是决定放弃 扫尸了一番大殿内的众人 婉婉对众人的反应很满意 点了一下印席 金龙飞回 缓缓开口道 这第二件拍卖品 乃是来自一方 运朝世界一大皇朝的运朝之喜 婉婉这一句话 让众人眼前一亮 尤其是 身为异国之主的嬴政等人 运朝 皇朝 这运朝是什么 而且 这印席 怎会变得如此形致 晚晚下一句 就为他们解了一半疑惑 这运朝之喜 凝聚皇朝气宇 乃是气运之道的根本质宝 后虽被打回原形 却依然包含着 气运立国晋升之法 异国之主有了他 就再也不用担心 国事繁忙修为跟不上了 气运立国 诸后照等资质不好的皇帝 纷纷眼前一亮 收获了五道修为的嬴政 则是下定了决心 治国 修炼两不悟 好宝贝啊 尤其是 在他扫灭六国后 带来的国运 一定能让他打破天人之剑 有磁宝在手 哪怕是天人强者 也要被打落尘埃 在场的天人 本来以为没有自己的戏份了 没想到 在这又被Q了一下 一道道目光汇聚 看向前排 嬴政直接无视了他们 区区天人 也想挡我大秦的路 一座皇朝的运朝之喜 底价五万神积点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一千神积点 开始 当 铜锤敲响 随着婉婉放下铜锤 现场突兀地陷入了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盯着婉婉手中的运朝之喜 说实在的 还是被刚刚诸后赵与曹操的大手笔下怕了 谁想被打脸啊 更没有人想做那个被嘲笑的 为王先驱之人 但是 那是运朝之喜啊 开一脉射解 另一方王朝的运朝之喜啊 更别说 里面还有晋升之法 谁有运朝之喜 就能打落天人 那要是晋升之后呢 许多天人强者 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动心了 世人都说 天人之上还有路 但这世间 有几个天人看到过 五万神积点 一个宗师撞着胆举起了手 他如今已经八十岁了 此生无望大宗师 不如搏一把 虽然他知道 自己一定拿不到 但是随着大限将至 他也顾不得了 五万一千 五万两千 六万 一位天人的出手 让所有报价的宗师 都面如枯稿 没机会了 他们不知道会失败吗 他们知道 但是他们更知道 只要自己得到他 立下一国 什么钱财权势 美女如云 都不算什么 天人的出手 彻底击碎了他们的美梦 六万神积点 看起来还不到 低贱拍品价值的三分之一 也足以让那些投机者 认清自己的地位 安静下来了 明显 这拍卖会 不是他们的舞台 甚至不是天人的舞台 而是那些一国之主 只闻传说 未曾见过的 陆地神仙的舞台 毕竟 每个人对拍品的需求 也不一样 但是就算再怎么算 哪怕不考虑 必然会有的一家 这没运潮之喜的主人 只会是前排的 这几位国主 其他人 就算了吧 八万神积点 角落里一个声音响起 引得众人瞩目 帝诗天面对头来的目光 眼中一道红光闪过 哼 嗯 孟亨生怜悯不断 一看就是吃了暗亏 这才再没有人 敢去触他的眉头 刚刚对还魂丹的失利 让帝诗天一阵恼火 他创造的圣星诀 说到底 也是根据奉险的运用罢了 好不容易看到前路就这样错过 老天对他何其可可 然而 老天还是提铁他的 看到梅运潮之喜 那金融的瞬间 帝诗天就知道 这是上天送给自己突破的大礼啊 刚刚还魂丹 明显一家太多 头来也不想接盘 毕竟他的神机点 都是他一千多年积攒下来的 但是现在不同了 这玉玺 他非证不可了 自己的龙云凤雪 合一全在他身上了 帝诗天虽然怂 但是他的心可不弱 不然这一千多年 他早就疯了 不对 或者说他已经疯了 十万神机点 看到嬴政开口 林阳心里就一阵暗爽 徐福啊 徐福 任你奸华似鬼 也逃不出始皇帝掌心 十 十一万点 听到帝诗天继续 林阳眼中笑意见浓 不怕你不吃饵 对于帝诗天这个老嬴臂 林阳太知道了 资质不行 气量不行 要不是凤雪开挂 早就是黄土一堆 但他有一点不能不提 那就是固执 嬴政虽然不认识他 但是对孕朝之喜 明显是不惜血本 志在必得 而徐福也不想输给嬴政 再赌窃 不知道这两个老冤家 能证为孕朝之喜 拍卖出怎样的天价 第四天报价之后 其他老银币也忍不住了 一个个开始把孕朝之喜的价格 抬到飞升 十二万神机点 十三万神机点 十五万神机点 叫价的人越来越少 现在是诸侯找屁腻四方 接着 他的笑容就僵在了脸上 二十万神机点 店中瞬间安静 一起看向开口的嬴政 刚刚还奔丹也是二十万成交 难道这孕朝之喜 也这样分出胜负了吗 众人看向婉婉 就在他拿起小锤的一刹那 二十一万 谁 是谁 阿弥陀佛 众人耳边响起一声 红中大吕一般的口头禅 抬眼看去 一个皮肤暗黄中 透着金光的老和尚 双手合十 盘坐在椅子上 今生罗汉 今生罗汉 佛门等同于 道家陆地神仙的高手 佛门何时有如此高手 二十二万神机点 嬴政司毫不在意 藩帮外教 死 敢与陆地神仙相争 此人来历不凡 不愧是始皇殿 诸后照自愧不如 不对 是金刚不坏神功 一位天人一语道破 众人才松了一口气 不是陆地神仙 就好 但是 佛门既然出手 那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这些和尚 可是有钱的景 一具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就让佛门不知道 受下来了多少杀人如麻的高手 这些高手死后 留下的传承 自然归了佛门 不知道这些和尚 有多少神机点 感受到所有人敌视的目光 一些定力不足的和尚 不仅心神动摇 近期 二十三万神机点 一旁的大和尚 张了张嘴 还是闭上了 他可是知道 这位祖师大县将至 这个时候 去除他的眉头 何必呢 二十五万神机点 死 一下提高两万点 这一下 让在一旁观的一众宗师大宗师 突然怀疑 自己是不是来这世上凑数的 这可不是底价两万 而是二十三万的基础上 又加了两万 一位天人看了看自己的荷包 再看看 稳稳当当坐在椅子上 喝茶的嬴政 他怎么想的 那是二十五万 你怎么能一脸无所谓的 在那喝茶 还很轻松的样子 有本事 你再扔一个二十五万出来 让我看一下 酝酿半天 他还是从心了 转过头 就看见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天人 你一眼 你好 以后多交流 好的 以后多交流 两个人看了一眼嬴政 然后 就满面尴尬地结束了交谈 二十六万 老娜 奉陪到底 老和尚的声音 带着饭唱 让许多人不知不觉 双手合十 低头送念佛号 羚羊眉头一皱 这秃驴是在找死啊 当着我的面度化 穷顶拍卖会的客人 不让你出点险 你不知道 马王爷有几只眼 哼 晚晚身后的投影 双眼看向老和尚 一道电光闪过 身躯干瘦的老和尚 消失在原地 一个身高九尺的白胖和尚 出现在了原地 噗 白胖和尚 一口溺血喷出 长出了一口气 祖师 师叔祖 一身穿月白僧衣 衣外套黄色僧衣的和尚 连忙赶过来 辅助白胖和尚 刚刚被老和尚影响的宗师 大宗师 天人们纷纷行转 草 这老和尚真意 果然是死突驴 玩阴的 殿主废得好 行 佛门是吧 你们不是讲因果吗 我回去就把你们佛门一网打尽 其他佛门中人 听到这些话 心里哪怕再不愿意 也要顾全大局 打了一阵嘴炮后 两面都消停下来 可是还有人不消停 一个佛门 怎么有三枚令牌 凌阳听到 两人对白胖和尚的称呼 就把令牌记录掉了出来 原来 三人来自一个佛门 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小世界 这老和尚是 他们世界的最强者 辈分也高 我去 这要巧吗 这世界留不得啊 一看他们这些和尚 计算着见什么地上佛国 想起那些被五僧追债的百姓 凌阳眼中 利益气更胜 师祖 您的金刚不坏神功 他居然破了您的神功 我去 去哪里 两人停下脚步 白胖和尚叹了一口气 还好两人之进退 不然未来的几辆 就被打断了 白胖和尚布下功力 哎 你以为我佛门 直正道之牛耳是好事 有那个皇帝 喜欢头上顶着一个太上皇 还是一顶就三百年 白胖和尚 看两人都听进去后 摆了摆手 与我佛门前途比起来 功夫被破算什么 本来就是老那犯了忌悔 老和尚自问 确实是在自家一亩三分地恨惯了 见面出手 就要度化 当务之急 就是拿下这孕朝之喜 只有真正建立我佛门的地上佛国 我们才不是无根扶平 才有了自己的资本 你们明白了吗 老和尚说完 转头看向了月白僧衣的和尚 这和尚抿了名嘴唇 重重地点了点头 弟子明白了 二十七万神机点 就在这时 还是嬴政 又接着报价了 摸着鼓鼓的荷包 嬴政笑惊惊地吃着茶点 哪怕是架空的大秦 吃上也落后的有点多 老和尚不由地皱了皱眉 前排的嬴政面上的笑容 却越来越多 看起来忽然多了三分少年意气 想和寡人强 那就做好 被一点点钝刀放血 再被击败地耻辱吧 为什么嬴政如此笃定 对方会去呢 就因为那个老和尚 和那个黄衣和尚身上的气息 一般无二 都是专精金刚 不坏神功几十年的大和尚 只不过 没有破功前的老和尚那么厉害 做到了功体合一 这一下 被林阳废功后 老和尚想再捡起来 可就难了 老和尚看着嬴政 他不认识他 但是 他们现在成为了对手 那就干掉他 表情儒雅 然后就操持了 二十七万神机点 白胖和尚坐稳后 紧着报价 嬴政面无表情 一脸都不在意 但是身上轻松的氛围消失了 都说天子一怒 浮尸百万 现在嬴政已经走在了 加冕天子的路上 奋六世余猎而一筐天下 登基多年 身上的霸气越来越重 哪怕与老和尚 差着一个层级 一国之主的气息 也压得老和尚身后的佛门弟子 不敢说话了 阿弥陀佛 发觉身后的佛门同道撑不住了 老和尚主动后退一步 嬴政拿起一块茶点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三十万神机点 嬴政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他没兴趣配这些人 玩什么击鼓传花的游戏 诸后照看了看 自己的运气来了 他连忙报价 三十一万点 以大秦的物理 哪怕始皇帝的钱再多 五百万人的大秦 比得过我数千万人的大名 摸了摸自己的腰包 此刻的诸后照 无比的自信 论财富 他大名绝不会输 只要有了这运潮之喜 回去他想把诸吴氏若原搓扁 都看他喜不喜欢 四十万点 就在诸后照莲联想着 自己未来的精彩生活时 一道冰冷森严的 威严的目光直射过来 一下惊醒了他 再听到嬴政的报价 诸后照就感觉晴空霹雳一般 把自己劈傻了 自己就是个小丑 他感觉店中的每个人 都在嘲笑他 其实他想错了 没人关注他 现在 大家看的都是嬴政 一下子把报价 直接提升了九万点 让这运潮之喜的价格 飙升到了四十万点 嬴政明摆着 在那了 想要预喜就加价 准备好大出血的准备 不然就自认不如他 老老实实放弃 堂堂正正的阳谋 一个老道 在会场墙角伸着懒腰 一副才睡醒的样子 听到众人交谈 他走过去 听到嬴政 脸上就是一家 嬴政 不会是屎皇帝吧 这种以施压人的作风 倒是和屎皇帝很像 我去 真的是 老道手上一用力 把保养多年的山羊 胡揪了下来 四十万啊 这些人也太有钱了吧 晚晚收敛起多余的情绪 继续进行拍卖程序 四十万神积点 第一次 四十万神积点 第二次 四十万神积点 第三次 成交 恭喜这位客人 拍得运潮之喜 嬴政确定成交后 拿出青铜令牌 丝毫不在意地 划走四十万神积点 就像花十文钱买包子一样自然 如果说 第一件拍品的成交价 让在场的绝大部分宗师和大宗师明白 自己那点家底 也就是来做个看客 那么 第二件的成交价 就是在告诉他们 要不成为一国之主 天下奉我一人 要么 玩命练 成为大宗师 天人 乃至陆地神仙 要么有权有钱 要么实力通天 当然能两者合一更好 嬴政接住飞过来的玉玺 玉玺与他接触的一瞬间 大秦六世积累的气韵 直接涌入玉玺之中 这就说明 羚羊藏着掖着的是一件气韵之宝 可以镇压气韵 许多人看得眼热 但是真正赶上去的 还真没有 有了前两次拍卖前的动静 现在大多数人都保持了一个态度 惹不起 我躲得起 说起来 就是满度心酸泪 能成宗师的 哪个不是少年天才 一时俊杰 到了穷顶 他们突然发现 自己就是个垃圾 连换手都做不到 怎么一个惨子了得 但是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羚羊看着终于明白自己位置 老老实实做背景版的一众宗师 满意的点了点头 晚晚惊讶 其实羚羊也很讶异 这蕴巢之喜的价格 他想过 会有许多老银币来抢 但是他是真没想到 居然拍这么高 要说 只能说我郑哥 威武霸戒 四十万啊 要是郑哥知道 这蕴巢之喜 就是他神游虚空 翻目录发现的 破灭皇朝被丢弃的 会不会来退货 羚羊笑了笑 还是信息差的钱好赚啊 在蕴巢大事件 这样一个蕴巢之喜 在他们看来 就已经废了 因为内部 已经被刻上了 皇朝原本的痕迹 但是再没有蕴巢之法的大秦 这就是一条通天大道 正所谓 李之蜜唐 我之劈霜 别的不说 光这一件 羚羊就含泪赚了 三十九万神迹点 擦掉眼角那两滴鳄鱼的眼泪 羚羊翘起二郎腿 看着下方众人 接下来 拍卖第三件拍卖品 一听到这话 瞬间 刚刚还有些嘈杂的大殿之内 变得鸦雀无声 众人全都满脸热切地 把目光看向了婉婉 吃瓜 吃瓜 一众宗师大宗师 还有终于躺平的天人们也不聊了 拿起桌上的茶点 就津津有味地看向前排 前两件让他们知道了 真正的大佬就在前面 反正 没有自己的份 就当掌剑士来了 第三件拍卖品 是啥呢 婉婉双手高举 一团星光落下 出现在婉婉手中时 已经变成了一卷兽皮 第三件拍卖品 功法 玉兽鹿 其上记载了 一万一千七百五十种神兽异兽 持有此物传承功法后 可从其中选择一种神兽气息 培养一只属于自己的神兽 嬴政 诸侯赵 曹操等人 听到其中有一万多重神兽异兽气息时 纷纷眼前一亮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功法具有普世性啊 要是自己国家的军队 修炼这种功法 人兽配合 功成掠地 不是首到擎来 再说了 那可是神兽啊 什么是神兽 秦国的图腾玄鸟 就是神兽 要是嬴政获得传承 驾驭玄鸟 他就是大秦唯一的正统 什么老士族 功高盖主 你试试 诸侯赵看了看曹操 又看了看嬴政 看了自己今天运气真不错 他们刚刚拍到了宝物 现在神机点一定不如我 天助我眼 天助我眼 徐福看见玉兽鹿 眼睛都快绿了 今天简直就是 他的寿难日 第一次还魂丹被抢 第二层玉玺还被抢 第三次 这玉兽鹿一出来 他就知道 这是给自己准备的 凤凰乃白鸟之王 自然是神兽 既然融合龙元不成 他就把自己变成凤凰 几人一边想着 一边把眼神 便看向了婉婉 就等待着 他起锤宣布的起拍架了 功法 御兽鹿 起拍架 五万神机点 每次加价 不低于一千神机点 开始 五万神机点 诸侯赵举起手 一马当仙 然后他就傻了 二十一万点 曹操微微一笑 诸侯赵看向他 一脸震惊 你不是买单药 救你儿子了吗 曹操看着诸侯赵 丝毫没有在意 难道我说我没神机点了 二十二万点 嬴政接着举牌 二十三万点 诸侯赵突然感觉自己好傻 但是他还是举牌了 羚羊捂着肚子 笑得喘不上气了 傻孩子啊 人家都告诉你 人家是嬴政 曹操了 真天真啊 二十三万一千点 二十三万五千点 二十四万点 中间有几个人 打算浑水摸鱼 也被扔了出去 伴随着张角和曹操的出架 拍卖大殿内 各方势力 也争先恐后的出起架来了 看着这涨速不快 却一直没有中断的叫架 羚羊暗自点了点头 第三件拍卖品 放出这预售路 明眼人都知道 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消化的 最次也是一国之主 才有把握拿下 这些顶尖的皇帝国主 可一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主 大殿之中 诸侯赵已经恢复了过来 现在他必须拍下 不然诸侯赐驾的话 真的只能束手就擒了 三十万神机点 林阳感觉自己 有点小看这小子了 看来他关键时候 也不缺决断啊 怎么混成这样 看着江江 摸到后天边缘的诸侯赵 林阳挠了挠头 不过狗大户却是有钱 这大名的底子是真厚 朱棣打下基础后 这些不孝子孙 糟蹋了这么些年 还有这么多神机点 怪不得能在不断 被挖墙脚的情况下 撑二百来年 嬴政转过头 深深地看了诸侯赵一眼 有点意思了 不够就这样还不够 曹操故意看了诸侯赵一眼 举起手 三十万零一千点神机点 看见晚晚将小锤放下 目光投向自己后 曹操才慢悠悠的 一字一顿爆出价格 丝毫不理会 诸侯赵猪肝一样的脸色 气急伤身 气急伤身 劝了自己两句 诸侯赵整理了一下衣服 做了下来 看来曹操是记恨上自己了 果然是奸凶 一针见血 他也不得不承认 曹操此举 确实戳到自己的痛处了 现在自己的底牌 都已经被亮了出来 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接下来 就是拼硬实力的时候了 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 这御兽 录他志在必得 这也是他翻牌的唯一希望了 现在诸无事 已经对他的底牌有了了解 但是他对诸无事 还没有万分的把握 这不行 有意思 这是要强起来了 羚羊坐在王座上 把两个人的心思 看了个清楚 但是他对这种情况 也是乐见其成的 毕竟拍卖场赚得越多 他就赚得越多 三十一万神积点 诸后赵坐在原地 面无表情 语气低沉有力 带着一股血战不回 破釜沉舟的意味 他可不想回去 就被诸无事架空 曹操这才睁眼看了他一下 然后晃晃悠悠 又举起了手 三十一万零一千神积点 诸后赵腾了一下 就站起来了 那面弄火地看着曹操 然后咬着牙又坐了下去 实力不如人 说再多也没用 他当时过得有多舒服 他现在就多恨那个 玩忽直守的自己 不努力修行 以至于现在被人当面欺辱 也无力反驳 吵吧 闹吧 你们闹得越大越好 都跟你锅温水一样 一点水花不起 还有什么意思 你要拿起小茶壶喝了一口 慢悠悠地看着地下 那些人在各自的世界 都是一方好凶 但是在他这里 也不过就是一根韭菜罢了 不过 里面总有一些 更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现在的目的 就是选出那些 已经锋芒毕露的人 还有今出那些打算 隔岸观火的人 齐局已经摆好 齐子已经救会 但是谁做鞠谁做绿 还未可定啊 希望他们中间 有更聪明的人吧 想到这儿 羚羊抬起头 看着上方穹顶之上 沉声道 毕竟这诛天万界 可不是什么游乐场啊 更不是什么伊甸园 如果连这里 都无法突破的话 那就说明 他应该换一匹头子对象了 大浪逃杀 羚羊知道 从他穿越过来那一刻 就与穹顶彻底绑定了 穹顶星 羚羊强 羚羊若穹顶 自然也会衰落 想要修复穹顶 让穹顶变得更强 羚羊就必须收集 更多的神机点 而神机点的来源 莫过于开源节流 但是通过穹顶了解到的信息 羚羊也知道了 这诛天万界 不是没有竞争的 还有很多和穹顶一样 连通万界的势力 在抢夺这一份权柄 退就意味着放弃 就意味着迟早要被发现 重生一遭 羚羊绝对不甘心生死 在操遇人手 所以 节流是万万不能的 他能够想到的 就只有开源了 但是怎么开源 又是个问题 首先 就是要有合适的人选 不然 哪怕穹顶连通万界 有许多的资源来源 但是 没有合适的人选 他也只能望远星探 所以 为了筛选这些人选 他才连续举办了两次 万界拍卖会 好在事实证明他的想法 他的做法都没有错 不管是曹操 诸后赵 深安苟道的徐福 都不是为一时之选 更别说 他还有SSR 帝皇卡 赢政了 这位才是 真正王中的王者 真正的始皇帝 千古一帝啊 其他的那些个 所谓的天人也好 大宗师也罢 在他看来 也就是个天头 因为他有足够的资源 可以让很多很多的人 成为所谓的宗师 天人 而且也是由于穹顶所处的世界群 比较偏僻 这里的路 已经往五道上走了很远 但是又不够远 困在天人之下 无法动弹 连陆地神仙 都成了所谓的传说 别说更高一层的人 先知道了 有人通过青铜令牌 报价三十一万四千神迹点 晚晚突然抬起小锤 面对众人宣布道 既然如此 看来计划要变变了 领阳手腕一翻 一卷书册 代替了原本第四件拍卖品的位置 起风了 那就让这些世界都燃起来吧 什么 诸后照惊讶出声 以为只有一个对手 现在他才知道 还有很多人在暗地里藏着 第一时间就看向了诸吴氏的方向 诸氏看着诸后照沈氏的眼光 心底那团因素心苏醒 而渐渐减弱的火 又熊熊燃烧了起来 看来这小皇帝 已经对我不放心了 为了书心 诸吴氏默默的 在心里下了一个决定 三十二万神迹点 诸后照现在已经急眼了 他红着眼睛 对着晚晚大吼道 诸吴事件状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嘿嘿 拍卖场的角落里 徐福面具后的脸 无声地裂开了一个大大的笑脸 一看就知道 刚刚得报价是徐福的手柄 争吧 抢吧 你们不争不抢 哪有我浑水摸鱼的余地 身居守卫的嬴政 对这种情况很是不屑 鬼欲伎俩 但是 看着和斗鸡一样的诸后照 他也不得不承认 有时候 这些鬼欲伎俩 确实好用 但他还是不会用的 因为这就是嬴政 他要走的是 堂堂正正的王霸之道 就是 以实力压倒你 就是以先进战胜后颈 奋六世之余猎 一筐天下 这是秦王的使命 已经传承六代的使命 也是秦国的愿望 而这一切 都将由他 秦王嬴政 亲手画下一个完满的句号 四十万 四十万神迹点 当诸后 照整个人红着眼睛 喊出这一串数字时 整座大殿都陷入了沉默 他疯了吗 这是所有人的第一反应 而曹操则站起了身 狭长的眼睛 环视四周 然后突然定定的 看向了一个方向 徐福面具后的脸上 陡然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 不好 他发现我了吗 徐福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两个字 逃跑 也许他是在炸我 徐福 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一个侥幸的念头 可惜下一刻他就知道了 不是的 因为曹操来真的了 因为曹操视线的注视 徐福不便再去动青铜令牌 四十万零一千神迹点 曹操看着徐福 顺便张嘴报了个架 把诸后 照气得双眼通红 眼睛里面长满了血丝 恶狠狠地盯着曹操 五十万 五十万神迹点 诸后照离开自己的座位 他可不是什么傻瓜 能做皇帝的 自古以来 哪有什么傻瓜 曹操的行动 已经证明了 这件事不是他做的 而且出于对 《汉书后汉志》等等的记载 诸后照自问 对曹操也有几分了解 曹操是一个矛盾的人 同时他也是一个 充满了吸引力的人 对于曹操来说 是他的 他绝对要忍 不是他的 他也绝对不会忍 当年杀死吕博舍一家 当着陈公的面 哪怕知道是错了 陈公有意让他投案自首 曹操也说出了 宁可负天下人的言语 错是错 对是对 但是在曹操看来 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 在下口袋里的神迹点可不多了 众位要是有愿意 与我再抢一抢这个预售录的 那就尽管出手吧 此时的诸后照面带笑容 一派春风得意 丝毫看不出刚才的慌张与愤怒 这小家伙 还有几分可取之处 林阳给他的表现加了两分 如果说诸后 照真的只知道生死历劫 歇斯底里的咆哮 寻找那个人的话 那这会降低林阳心里的分数 他需要的是一个个为他 征战掠夺资源的统帅组织者 而不是一个 只会发泄不满情绪的小孩子 而徐福的这一番做派 也让林阳心中点了点头 对于上位者而言 下面的人勾心斗角也好 互相陷害也罢 只要他有可取之处 那就说明 他是有用的 而对错 哪有那么容易区分 世界如果只分黑白的话 早就毁灭了 那还有混沌可言 徐福这种隐藏自己偷偷搞事的鬼欲伎俩 在林阳看来 功效如果用到对的地方 并不比行政的人差上几分 诸后照此时内心貌似不介意 但是他已经在刚刚站起来的时候 静下了店中所有人的座位 尤其是曹操牧师方向的座位上的人意 他们的特征 在曹操的出生下 徐福就动不了手脚了 五十万神迹点 第一次 晚晚举起小锤 开始看向店中众人 一众吃瓜群众 躲过他的目光 心想 你别看我呀 五十万呢 把我卖了 连个零头都还不到 看我们干什么 猪活着 脸上带着和须的笑容 双手空气做了一个圈衣 很快 他就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影 哪怕他已经故作轻松自如 但是那种紧迫感 还是吸引住了诸侯赵的眼睛 正是徐福 既然你已经发现了 曹某就不多费手脚了 诸侯赵对着坐下的曹操失了一厘 然后看向徐福 阁下何人 五十万神迹点 第二次 五十万神迹点 第三次 当 诸侯朝这个问题 直到晚晚敲下铜锤 也没有得到回复 看来阁下是心意已决 那好吧 咱们日后还尝着呢 诸侯赵意味深长地说完这一句 我赶紧拿出令牌 划走神迹点 欢天喜地的取下 记载玉兽录的图卷 诸侯赵 曹操 徐福面具后的双眼 眯成一条缝 遮掩不住的怒火寒光 看向两人 哼 察觉到屈腹窥视的曹操 转过头看向徐福 老贼 我是沙儒 修行了化仙精的曹操 能够明显感觉到 徐福身上岁月流逝痕迹 但是 这并没有让他对徐福 产生一点畏惧之心 还在洛阳时 董卓外 有雄兵数十万 能有护卫吕凤仙 曹操都敢找王宇 借来七星宝刀 只身刺董 更别说如今 他三分天下 雄取北方 手下雄兵何止百万 身具化仙精传成 区区一个徐福 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插标卖首尔 你 被自己之后四百年的人物 这样嘲讽徐福 怎能忍受 但是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当然更重要的是 在曹操说 这句话的时候 徐福真的感觉到了 他真的会杀了自己 而且 他真的能杀了自己 抗大一千多年的狗盗经验 让徐福立刻就想要离开这里 去躲起来 但是拍卖会一刻不停止 他们便走不了 在这里看着他们 在心里暗暗盘算 该怎样度过 或者该怎样毁了他们 能正确看这个戴着面具的人 越觉得有一种诡异的眼熟 虽然身形 声音等等都不对 但是他就是觉得 这个人自己见过 徐福眼睛微痛 看到了嬴政的目光 当地整个人都发毛了 我来了吧 他一定认识寡人 师父一样的举动 反而坚定了嬴政的想法 他一定认识自己 不知道大秦中 又有谁得到了这令牌 嬴政陷入沉思 徐福松了一口气 想了又想 还是没有确定人选 决定回去放出黑平台 不对 不能放黑平台 自己觉得熟悉的人 自然对黑平台也有防备 那回去让阴阳家出手吧 大秦这么多年的攻击 也不是白给的 不出手 怎么能说得过去呢 正好去看看 这里面还有谁参与了 而且 还有没有有一心的人 把他们正好一网打尽 此刻 嬴政的心中没有 顾骄也没有 有意有的 只有身为秦王的责任 让大秦一统六国 这不是他能决定的 哪怕不是他 只要当上秦王 他的责任就只有一个 一统天下 因为这是全国百年的努力目标 也是六代秦王 一直奋斗的目标 都说王者无心 但又有谁能够体会到 自称寡人是那刻骨铭心的孤独 下面 就是本次拍卖的第四件拍品 也是最重要的拍品 完完早就得到了林阳的传信 此刻并没有怯场 这声音惊醒了嬴政 他抬头看去 一卷书册 没错 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卷书册 不像刚才又是御席 又是御定 又是兽皮 就是这么一卷普普通通的书册 却神识鬼诧的 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这就是本次拍卖的 最后一件拍品 练气术 这普普通通的三个字 仿佛具有特殊的魔力 当众人都不由得侧耳倾听 以武道为尊 但诸天万鉴 不止武道一路 参与过第一次拍卖会的 纷纷点头 尤其是曹操 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因为就是 他获得了华仙精的传承 难道这也是仙道传承 曹操心中一念起 然后 看着上方的书卷 眼中金光暴闪 华仙精治好了他的头锋 让他免于头痛之苦 但是他也不是孤家寡人 他还有妻儿 臣子 过年征战 许多跟随他一路起家的老臣 现在都我于病榻之上 如果这真是仙道传承 等他买下来 回去传给他们 哪怕不是高深的传承 只要能救治他们的疾病 也能让他大卫 在兴盛数十年 看到激动的曹操 嬴政 诸后 照纷纷攥紧拳头也行 看着上方的书卷 哪怕他们已经一个手握运巢传承 一个手握御寿路 但是超凡之路 先到传承 哪有闲多的 只有闲少的 殿中众人也都没有傻子 哪有傻子 能够修成宗师的 当然 郭靖和石破天 这种心思纯净的不算 但是现在 他还没有资格进来 所以就不再叙述 看着议论纷纷 满脸兴奋 又突然低落下来的众人 晚晚缓缓开口 仙道 在大多数世界 都是高于武道的传承之一 这练气术 就是仙道最基本的修行之法 也是根本大法 哪怕你是大罗神仙也好 无上天尊也罢 一切都始于这小小的练习 果真是仙道传承 唉 想太多也没用 有前面几位 咱们得不到的 招闻道 稀死可以 看着情绪低落的众人 晚晚又开口道 店主连此方众多世界 不闻仙道妙音 故此决定将这功法 以一万神几点一份 传于诸位 大殿瞬间平静下来 然后就好像一颗手雷 扔进了弹药库 议论声滔天 没错 就要这样 让你们知道真鬼 内心经历绝望后 在得道 尝到甜头后 都会食髓之味的 这也是羚羊的计划之一 刚刚羚羊替换的 就是这练气术 虽然他已经进行了初步筛选 将这功法传授出去 以后他就决定了 把这练气术 就放在大殿之中 任何来者都可兑换 只要有一个 能够突破这练气之关的 那就赚了 没有突破的 光兑换的神机点 羚羊也是大赚特赚 丝毫不亏 这就是信息差的力量 纷纷拿出令牌 划走神机点 我宣布 此次拍卖结束 完完小锤落下 一众人等 都可以离开穷顶了 老贼 洗干净脖子 等着吧 曹操走到徐服面前 撂下一句狠话 直接惊醒了 正在贪婪地 看着功法的徐服 多谢曹兄 为我制住此人 老贼 来日方长 你也等着吧 诸后照有样学样 来到徐服面前 撂下狠话 然后对曹操行了一礼 马上就起身 离开了穷顶 他要赶紧回去 调集东厂人马 为自己护法 赶紧得到 这御寿路的传承 你是何人 迎正看向徐服 开口问道 这一句 差点没把徐服的三魂 气魄惊掉 他赶紧离开了穷顶 回到自己的天门老巢之中 他一定认识朕 迎正看见徐服的动作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他决定回去 就赶紧查出 这个人到底是谁 大秦统一的路上 容不得任何一点阻碍 好好好 接下来就看徐服怎么应对了 接下来的惊喜 希望你能够喜欢啊 羚羊在上方看得津津有味 不枉自己为 他们留了几分钟的时间 作为缓冲 不然还真看不到这一场大戏 当然 这些可不仅仅 只是为了满足羚羊自己的恶趣味 都是羚羊下一步计划的前站罢了 回到咸阳 嬴政第一件事 就是将少府清叫来 朕要所有在咸阳之内的官员的引荐 这引荐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这代表了一个人的来历 去除去向 还有身份证明 在秦朝这个户籍管理严格的时代 是万万缺不得的 也是大秦动员力 远超六国的根本之一 陛下 咸阳之内 我大秦官 何止万人 如果全都要的话 那还需给成三日时间 少府一拱手 颤颤巍巍地说出这句话 嗯 罢了 朕一时兴起 为难少府了 此事记得不要外传 嬴政一皱眉头 发现自己还是急躁了 有些过于急切 这可很可能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 于是打发走了少府 让他对此事不要外传 少府也以为 大王是怕有失威严 打定主意不外宪 毕竟 少府就是大王的私人管家 不过这个管家管得有点多 从军械制造 到采盐销售 也经 都归少府管辖 包括了大王自己的私库 嬴政都不知道 自己有多少钱 少府知道 因为少府赚来的 都是嬴政的 他本身就是嬴政的绝对心腹 到底是谁呢 嬴政脑海中 仿佛有了一个人影 但是若隐若现一会儿真实 一会儿又淡了 很快 嬴政也不再烦恼 他拿起砖案上的竹简 开始批阅起了国事 因为他知道 只要大清足够强大 一切的拦路者 都是稻草 不堪一击 大明 朱后 赵站在书房内 曹大半 进入穹顶之前 他为了防止有所问题 就将曹政纯叫到了门外 如今看来 果然没错 陛下 老奴在 鹤发童颜的曹政纯 走进书房 就行了一个大礼 五体投地 因为他在朱后赵身上 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危机感 这种危机感 让他能够在宫中 躲过无数名枪案件 走到如今东场督主的位置上 起来 朕又没说 要治你的罪 朱后赵一语双关 曹政纯 自然也明白 谢陛下龙安 曹政纯眉眼带笑的 从地上爬起来 弯着腰 一个小碎步 来到朱后赵身侧 低眉顺眼的立在哪 朕最近偶有其遇 想让曹大半 带领一些高手 为朕护法 如果皇叔来了 就告诉他朕稍有不适 让他多多等待 朱后赵说这些的时候 双眼紧紧盯着曹政纯 仿佛在说 你有什么想法 你就去做吧 这让曹政纯内心的危机感 再一次加重 老奴遵旨 曹政纯心中一灵 然后笑着应了下来 走吧 去报房 朱后赵的第一选择 还是自己营造的报房 年幼时 朱后赵为了能够活下来 借着玩乐的借口 在西园建了一座报房 这里他配置了一只 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 然后才偶尔回到大内居住 毕竟明朝落水 暴毙 被投毒的皇帝太多了 有的时候不小心谨慎 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另一方面 护龙山庄 朱无事从密室睁开眼 看向皇宫的方向 他知道 小皇帝现在就等着 自己去送上门 是 他是皇叔 他不是傻 既然他不傻 这个时候明明知道 皇帝已经有超凡传承在手 他为什么还要上去呢 他现在的第一要务 就是把自己一千多年的内功 修炼成炼器术上写的真气 不过 这护龙山庄是不能呆了 朱无事看着密室 中堆成山一样的金砖 和甲骤兵器 再想想 自己这二十多年的辛苦努力 但是一想到苏醒的苏星 他觉得这一切都值得了 哪怕自己不要这功名利路 只要有苏星配着自己 未来自己也可以把功力再传给苏星 与他双宿双飞 也是世上最美好的事了 就在他徜徉着未来美好生活的时候 走出密室 他就听到了苏星和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说你修炼的是什么 甘娘 我都和您说了多少遍了 我炼的是金刚不坏神功 金刚不坏 那你的师父是谁 听到这里 朱无事立刻大步走出去 打断了两人之间的谈话 苏星 你的身体才刚好 怎么能够出来走动呢 然后他一脸铁青的 看向两旁的丫鬟 你们就是这样照顾夫人呢 请侯爷恕罪 肃星心地善良 又被冰封了二十年 心智还依然是那个女孩 看他们满面泪水的样子 心中就有不忍 对着朱无事说道 都是我想要出来走走的 才在这里碰上了郡主 黄叔 您就放心好了 有我和程氏妃在 一定能保证甘娘安全的 郡主的一番话 让朱无事有些愣神 甘娘 他看向肃星 我出来就看到了他们俩个 一对欢喜冤家 要是我有孩子的话 应该也有这么大了 肃星说到这里 突然想起 下落不明的古三通 和自己的孩子 虽然被冰封了二十多年 肃星也知道一点 朱无事对他的心意 但是好女不嫁二夫 更何况 他现在大病出狱 哪里都去不了 几人一阵堂塞 急于离开京城的朱无事 也是关心则乱 一看肃星难过 就不再提了 开始准备搬走的事 真是极品舔狗啊 羚羊坐在王座上 看着忙前忙后的朱无事 就想告诉他 你的家已经被肃星偷了 他已经知道 成是非师父是谁了 是看着面无表情 毫不改色的肃星 张无忌他妈说的真对 越漂亮的女人 越会骗人 羚羊咬了一口血糕 把一个画面放大 一个贼没鼠眼的面孔 出现在了屏幕上 这是哪儿 中南山 全真教 全真教不是被被灭了吗 田伯光看着山脚下的石碑 一脸惊讶 作为饮水 他的知识储备 也是很高的 不然 你面对各大门派的女弟子 你怎么知道 他的功法弱点 怎么勤拿他呢 爱着说 五月剑派谁不知道 华山派是全真教传承之一 广宁子好大通的传承 他看看自己的打扮 赶紧溜下山 到山下农户家 偷了几件衣服 然后来到山下小镇 经常有达官显贵也好 习武求道的武林人士也好 来这里打进住店 消息也算灵通 没一会儿 田伯光就知道自己所在的时间了 南宋末年 不对 不是南宋末年 王重阳还在世 而且还没得到中神通的称号 但是好像已经得到九阴真经了 田伯光看了看自己这点武功 带着镇上这半天时间 他就遇见七八个 倒是比自己更厉害了 全真教的经验公亲公 更是甩自己的万里独行十八条街 唉 看来不能做老本行了 还是离这里远一点吧 田伯刚刚下定决心 就发现了一个中年女子 衣着扑扑 形色葱葱 一看衣服 就不是全真教内人士 而且全真交进婚嫁 就连他们现在任长教马玉 与孙伯二 不叫前世夫妻 但是入教后 就以师兄妹相称 让他上山是不可能的 但是看这女人的样子 应该还有问题 处于淫贼的好奇心 他跟了上去 当然不只是因为的好奇心 还有这女人身上 阴影飘出来的诱惑花香 一股甜蜜的味道 他当然不知道 这是古墓派中出来 采卖食物的孙氏 也就是未来小龙女的孙婆婆 她来到全真教山腰上 看见孙婆婆 打开一扇机关 从以上古墓的大门走了进去 此处花香越发浓郁 而且 还有一股不对两股厨子清香 这让田伯光这淫贼 怎能隐忍 他当即就摸了上去 刚打开机关 刷刷刷 三根银针扑面来 好泼辣的小妞 他一具轻功施展 看一个螺旋 让出三尺 小妞 看大爷的手段 他仔细一看 才是一个年方十五六的妙龄少女 一身净装打扮 外照白纱 十分诱人 今天大爷就让你知道 什么是男人 姑娘小姐还没出来 你赶紧回来 孙氏一阵交集 好胆 龙占鱼眼 一个粗豪汉子 腰叉碧玉棒 狂奔来 双掌一合一推 田薄光如稻草 一般飞出 一头撞在山壁上 眼看着不活了 你是谁 来我古墓派为何 少女丝毫不怯场 汉子黑黑一笑 只见他手指只有九根 明明雄壮威武 却是个九槽鼻 小姑娘 对救命恩人 也这么不客气 来者正是五绝之一 红七公 他也是得知了 王重阳得到九阴真经之后 前来请求观看一下的 于他来说 来全真教吃一顿素斋 可能比看九阴真经还要珍贵 与古墓派和王重阳那点事 他们江湖上这些宗师 有谁不知道呢 明明是一对 最后非要落得个 劳斯老眼纷飞 唉 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对他老乞丐来说 也不算什么了 他灯棍一根 每年 多谢恩公 救了我家姑娘 七公白白手 然后就突然看见 田薄光的尸体上 出现一团光 默默走近 仔细一捞 居然能够摸到东西 大气用力运输 真气往外拖转 就感觉这东西 仿佛重于千军 与他较劣 费了好大力气 才把这东西拽出来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本书 这不仅让他 更加对里面的内容 期待起来 唉 这是什么 随着红七 把尸体上方光团的物品 拽出来 这个光团 也就随之消散 凭空取物 少女丝毫不惊讶地 看着红七 一旁的孙氏脸 却都已经绿了 不过还是死死 挡在少女身前 虽然对红七 这位宗师来说 这没有丝毫作用 看到这一幕 红七主动退出 古墓派山门处 然后低下头 看向自己的手掌 一卷书册形状的包裹 被绸缎包装得 严严实实的 除去所有包装后 一本书册 出现在红七面前 练气术 这正是田伯光 花费了全部身家 才换到的 仙道基础功法 练气术 红七 他怎么会在这 世界之外 穷顶之中 林阳扎了眨眼 有些好奇 红七旗为什么会出现 不过 也不错 本来我都计划 是让林朝英 得到这点气术 再交给那个 死傲娇的王重阳 现在 有了红七这个外人 而田伯光这件事 又能联系到 全真教和古墓派 林阳面具无脸 嘿嘿一笑 眼中满是看好戏的光芒 田伯光的传送门 自然是被林阳做了手脚 如果说前两次拍卖是 林阳对掠夺性收割 做的一个测试实验的话 那么田伯光这件事 就是他对时间的一点探索 都知道神雕 射雕等等世界一脉相承 就像一条河流贯穿始终 这些世界的发展 也被固定其中 但是 如果位于下游的田伯光 来到上游之上 没有写明的时间时 又会产生怎么样的聚变呢 当然 这不仅仅只是一次 简单的探索而已 更包含了 林阳对下一步穷顶的使用方法 结果很明显 还没有等到林阳安排的 宋宝童子田伯光 按照剧情送死之后 让剧情人物得到宝贝 这田伯光 就跟忽然中邪一样 自己找上古墓派的门 然后 这黛玉 足够田伯光 为自己的淫贼生涯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并且充满荣耀了 一位宗师不远千里 来到这里为他送行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不过红七 真的是恰巧来到这里吗 林阳对这个很感兴趣 穷顶 将算力融入这个世界 我要看看 等我把世界完全改版之后 它到底会发生什么 作为穷顶之主 他虽然没有办法 对这样一个新纳入的世界 完全掌握 但是也能够触及 世界底层逻辑 来增加自己 对事情走向的把握 林阳的语气中 虽然带着笑意 但是在他的脸上 完全看不到 几点轻松的痕迹 他静静看着这个世界 让穷顶的触手 开始融入其中 随着穷顶力量的不断深入 原本模糊的脉络 被林阳一眼看破 然后 他就向后一样 依靠在王座上 端着手里的果子影 一旁手边自然出现零食 准备好了 开始愉快欣赏 接下来的一切 叫花子 你在我家门口做什么 七兄 一清秀的中年道士 一红颜白发的美貌女子 一齐出现 一齐说道 这倒是说到一半 便停了下来 这女子也不理会道士 直直地向红七问道 红七刚才情景讲了一下 就举起手中书册 王道长 林掌门 不如我们三人一起观看可好 看见林朝英 小心地问过了少女和孙氏之后 然后王重阳 隐隐将林朝英护在身后 红七心里 就有点不对劲了 你们两个人 明明朗有情 且有意 现在也是一致对外 把我当成了外人 我红七做错什么了呀 我来到这儿 我来到中南山 就给我看这个 好歹我也救了你们亲人一命啊 可惜红七内心的吐槽 他们听不见 不然得话 这场面就好玩多了 林阳坐在王座之上 看着这情形 大为遗憾 这明明就是 把狗骗起来杀啊 关键红七这狗 还是自己去送上门的 这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说他红七命不好了 这样一想也不对啊 他红七命不好 还能来到这里 杀死天不光 得到炼七术 不过确实奇妙 原本的世界线上 老了之后的红七 就会遇到另外一对情侣 这就是广为人知的 黄荣与郭靖 那对不仅比这一对恩爱的多 红七的命运 也比现在悲惨的多 不仅充当老爷爷 教会了郭靖 这个傻小子 降龙十八掌 教会了黄龙打狗棒法 还把教主的位置 也一并传给了他们 然后最惨的是 又遇到了欧阳峰 被下毒暗算 失去武功 又要重练 唉 真的是太惨了 林阳这么一想 就觉得自己对红七 还是很有好的吗 不过这样一来 感觉红七 还是可以有做牢魔的前置的 可以考虑考虑 给他加加担子 林阳点了点头 在心里记上了一笔 练气术 王重阳与林朝英对视一眼 然后林朝英仿佛想到了什么 狠狠地瞪了王重阳一眼 王重阳有些不知所措的低下头 红七嘴角抽搐着 翻开书页 就可看见 上面写着 这练气术的来历 原来这练气术 乃是一大道家 宗门向外发放的入门功法 如果有人能够凭此功法 铸就一品道鸡 就能心生感应 前往山门处 成为真传弟子 这功法 这功法 居然是先到传承 王重阳双手颤抖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红七 发现红七也是有些不知所措 他深吸一口气 首先去安抚林朝英 当年他散尽家财 想要举兵反击 举兵不成 失败后 他就退进中南山 在山中建立权真派 准备卧薪尝胆 这一切 都是他自作主张 也就误了一项有主见的林朝英 导致两人渐行渐远 但是林朝英 最后还是以未婚妻子的身份 在这里建了一座古墓 希望两人有朝一日 也能死 则同学 这一切 王重阳怎会不知 但是他没有回应 因为他一直觉得 自己不过是一个将死之人 又何必耽误他呢 但是 他发现 他小看了林朝英 也高估了自己 不过幸好上天送来此书 让他有了一个可以挽回的机会 不至于晚年时孤独一人 或者让林朝英 看着自己的坟墓 近日 全真教出了一件大事 掌教真人王重阳回山之后 突然宣布 将掌教职位传于马狱 就开始了闭关 他们不知道的是 不仅是王重阳 就连天下第一大帮丐帮的帮主红七 也将碧玉杖 放在了传宫长老手里 留下一句 我要闭关 就神龙剑手不见尾了 不过相比于王重阳经营多年 是铁桶一般的全真教 红七本来就对丐帮的事情 上心不多 再加上 平时他也是游手好闲 习惯了他的这种作风 所以对丐帮的影响也就不大 江湖上也没有人 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反而因为红七的这次消失 丐帮巫一派近一派 这所谓的两大派之间 忽然缓和了许多 明面上不再争权夺利了 因为谁也不知道 帮主会不会突然在某一个时间 突然跳出来 站在自己的地盘上 对着自己一顿训斥 实以帮归 中南山上 活死人墓 不对 现在不应该叫活死人墓了 现在古墓派中 到处摆满了反光的铜镜 将阳光从外面反射进来 将墓内照得一片亮堂 而且 处处都挂上了大红色的绸缎绢花 前缘后方 行至十分古怪的修行密室内 红七 王重阳 林朝英三人相对而坐 中间摆着那本炼器术 王重阳收起五星向天使 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 气息如一条白线 急射而出 连绵三尺之后 方才缓缓消散 可见王重阳的五脏六腑之强刃 王兄 如何 红七忍着激动 一脸殷切地看向 睁开双眼的王重阳 相比于大户人家的王重阳 和林朝英 红七在根本功法上 比两人短了不止一筹 对于练气术 他自然比两个人更上心血 运行无碍 但是还是要因人而异 而且这真气 比我等的内力 可是要强得多了 王重阳脸上 也忍不住露出笑意 伸出一只手 对着三丈多外的一盏灯 手作胡找之状 就听突的一声 那火苗居然从灯心上飞起 直直地向着他的手掌飞来 这 这就是真气 饶式红七练武多年 已经突破宗师之境 哪怕大宗师 也不是没有希望 但是看到如此神剑 没错 就是神剑 他激动的 也是言语有些混乱 三人研究这练气术 已有一跃有余 如今终于见到回报 之前的再多辛苦 也都感觉值得了 三人却不知道 就在他们三人 完善了这练气术的修行方法之后 世界底层的不可知之地 不错 不错 好活 得有好赏 灵阳看着骤然扩大的世界本源 他知道自己这一步走得没错 对于世界来说 一个人就像是河里的一条鱼 一只虾 他就从下游来到上游 对于世界来说 也改变不了 世界本身是条河这件事情 而这一条鱼来到上游之后 他带起的任何一点变动 都相当于在这条河的基础上 开辟了新的支流 哪怕只是一条浅浅的小溪 但是对于世界这条河来说 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与成长 而对于穷顶来说 连通诸天万界的穷顶 相较于世界本就是一个更高的存在 世界里的人 对于世界来说 就是河里的鱼虾 而穷顶下的世界 对于穷顶来说也是一样 想要提升穷顶的本源 就需要更多更强的世界 三人的成功 就说明了 他是正确的 而且他已经掌握了一条比较稳定的 快捷地提升穷顶的办法 那我老叫华 就不在这里打扰二位的新婚了 拿着自己那份练气术详解 红七对于两人大大咧咧地 说了一句祝福语之后 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古墓 这一个月可是给他憋坏了 尤其是这全真教上下吃素 不怎么开火呀 也不怎么吃肉 更别说喝酒了 在古墓也是 这这林朝英 王重阳一心扎在这练气术上 有时候实在碰到不懂的老教花 就自己去买一些道家书籍 或者给两人带一些东西 没办法 他这个脑子 在研究练气术上也没有太多用 最关键事的是 也不知道是看他不顺眼 还是怎样 那林朝英的小徒弟和孙氏 在他去的第二天 就在古墓里面 老教花只好一个人在古墓外面搭了个棚子 好在他本来就是教花子的祖宗出身 也不在意 现在这练气术终于解读出来了 他也就不在这里 再去爱人家的眼了 现在嘴里的蝉虫 肚子里的九虫都在勾引着他 去哪好呢 离开中南山以后 红七就开始想 自己应该向哪边去 虽然他知道 自己现在就应该找一个地方 老老实实地修行这练气术 但是实在忍不住这口腹之欲 想了半天 也是在想不准拿不稳地方 哎呀 红七烦躁地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不知怎的 就走到了一条河边 现在又不想回君山总舵 又不想去太远的地方 就想吃点顺口的 吃点好的 再喝点小酒 然后他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七兄 红七抬眼看去 一条结构精致的红木船 上一男一女一对碧人 并接而立 药师 红七嘴上是这么说 但是眼睛却看的是黄药师身边的缝衡 药师兄给叫花子让个地方 红七哈哈一笑 真气孕于脚下 就跳到了河中兴的红木船上 一脸喜气洋洋地看着黄药师 哎呀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我红七今日有口福了 七兄何出此言 黄药师有些好奇 欲消一横看向红七 红七一个多月没怎么说话 现在弹性正浓 药师兄 你这带着嫂子出来 是也要去中南山吗 红七一脸好奇地问道 冯衡给黄药师使了一个眼色 黄药师改口说道 我与内子刚游历完大河 心有所感 现在准备回桃花岛 哦 那就没事了 要是你们准备去中南山 我想告诉你们 王重阳现在有要警示 你们去了 他也没时间见你们 红七站起身 在船里翻找起来 拿出一坛桃花酒 就排开凤泥喝了起来 恭喜黄药师夫妇 遇到宋宝童子 红七 灵阳坐在王座上 看着这一幕 不知道心里是多么的好笑 他就眼睁睁看着红七 一路烦恼的左拐 右拐 左拐 右拐 硬生生从南辕北辙的方向 走到了河边 然后硬生生的 等到了黄药师到来 这安排 我的天啊 他不由的看了看 旁边壮大了许多的世界本源 你这搞活能力不行啊 世界瑟瑟发抖 得练 羚羊拿出一杯快乐水 然后给了他一个 我看好你的眼神 只不过这下 红七真的变成了宋宝童子了 冯横眼力高 一下就看到了 红七怀中的练气术秘本 原本他也是因为酒因真惊而死 只不过这次不一样 黄荣现在还是在液体状态 周伯通也还是个老实孩子 找上门来的人 也从周伯通变成了红七 这种微妙的济世感 如果不是看过神雕射雕的人 真的是难以体会到这种爽感 只有羚羊一个人 能够体会到这种爽感 还是自己制造出来的 怎样一个爽子了得啊 最最重要的是 他还可以开辟出新的剧情线 然后开启追剧模式 拿出快乐水鼠片 把王座变成一张沙发的羚羊表示 我准备好了 不知王兄有何要事 若是需要小弟助权 钥匙定当不惜余力 黄荣师就发现 自己刚说完这句话 红七的脸上 就出现了一种十分惊讶 尴尬的表情 仿佛在说 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样的黄荣师 我以前真的是看错你了 七兄 黄荣师又追问了一句 这件事儿 要师兄 你还真帮不上忙 红红七面色尴尬 在心里补了一句 你要是真想去帮忙 也得让王重阳打出来 什么事 这一下不仅是黄荣师 连冯衡的好奇心 在耳边扔了一个大爆竹 什么 与惊讶的黄荣师不同 冯衡冯衡的脸上 更多的是笑容 同为江湖上少有的女性高手 冯衡自然与林朝英之间 自然也曾经见过面 两人都对对方的财情 惺惺相惜 甚至愿意结为姐妹 他当然知道 林朝英与王重阳之间的 重重恩怨情仇 现在林朝英终于得偿所愿 对于林朝英来说 也是一件幸事 七兄 你怎么不早说 黄荣师抱怨了一句 有心八卦一番 但是当着妻子的面 也只好维持自己的形象 多谢七兄通知我们这个好消息 那我们就不去打扰他们了 我这就下厨为七兄 做两个下酒小菜 冯衡递给黄荣师一个眼神 又走进了船舱后面的厨房里 好说 好说 听到冯衡要下厨 红旗顿时感觉口齿生惊 连连点头 七兄 我之前去军山找你 听他们说 你把帮主之位 都暂放于船宫长老处 也是为了这王兄 林女侠之事吗 黄荣师坐下 给红旗倒上酒 红旗想了想 都不是外人 都是朋友 就把怀里的炼气术响解拿了出来 我在那中南山上待了一个月 为的就是他 炼气术 黄荣师看了看风皮上的三个大字 然后看向红旗 七兄 这是有意退出江湖 归隐深山吗 黄荣师这一问 红旗摇了摇头 他端起酒杯 喝干杯中酒 然后开始一点一点 从自己心血来潮 前往中南山开始说起 就在那淫贼身上 我找到了这本书的原本 说到这儿 红旗满脸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你知道 叫花子出身不好 没读过什么书 正好王重阳和林朝英 这两个大才子 大才女在 把这前因后果都说了个清楚 桌上已经多了三四个坛子 冯衡已经坐在船舱内 看起了这所谓的仙家功法 果然是仙家功法 字字朱击 直通大道 冯衡知道 自己夫妻二人欠了红旗 一个大大的人情 他走出船舱 给黄荣师递了一个眼神 就把这书放回了红旗的旁边 可记下来了 千万别跟我客气 虽然王重阳那牛鼻子 呸 现在不应该叫牛鼻子了 说过这功法因人而异 每个人 恋都是不一样的 哪怕有一点区别 也无碍 这一句 弄得夫妻二人都是大红脸 七兄再造之恩 我夫妻二人 铭记心间 黄荣师面色激动 举起酒杯 双手高举 敬给红旗 荣师兄 折煞叫花子了 红旗结果 一脸认真的说道 这恋气术 我不给你 日后 王重阳自然也会给你 这天下的求道者 本就不多 宗师屈指可数 如果你我还有门户之鉴 不能携手并进 那这天下也太寂寞了 七兄胸怀坦荡 药师自愧不如 黄药师连连摆手 一旁的七子冯衡 走到船舱中 拿出一坛大红蜂泥的高粮酒 放在了桌子上 今日 药师就舍命陪君子 陪七兄来一个不醉不归 好 红旗这就松了一口气 这些读书人太难弄了 咬文嚼字的 他这些年积累的那点墨水 这一个时辰 里面都用去了大阪 酒宴直至深夜 黄药师被妻子 扶进船舱之中休息 红旗则面色红润地走到船头 摆出五星向天 开始采纳天地之间的水泽之气 这一个月 红旗不是没有任何收获 在王重阳 林朝英身边 随着二人不断解析 不断试验 红旗也渐渐学会了 这呼吸节奏吐纳之法 现在真正上手 自然也很快 平时的呼吸 也一点点的 自然而然地改向了 这呼吸吐纳的节奏 如果是以前 黄药师还能靠内力 与他拼个一次六分 但是现在这个比例 已经被红旗推到了八二分 随着他不断呼吸吐纳 一团团水雾 缓缓将船头拢住 远远看去看去 就仿佛有一只圣兽在作怪 也就是晚上 不然必然进来附近的官兵 红旗没有注意到这些 他还是在认真的呼吸吐纳 等到他反应过来时 清晨的阳光 已经照在了脸上 黄药师换了一身白衣 与夫人站在船舱中 看向那团雾气 刚刚用内力试过了 哪怕宗师镜的内力离体 触及到的 也只是一团普通的水雾 药师看到水雾中若隐若现的 那一股神秘气流 被红旗吸入鼻翘之中 再吞吐出来 黄药师就拿着手中夫人 连夜抄写的练气术 这就是仙人功法吗 果真是大道三千 各有不同啊 根据书上所写 每个人依据体质 星星都不同 所练出来的气 自然也是不同的 这天下间 有气一十二万九千六百种 红旗以外 攻入宗师镜 一双铁掌 将降龙十八掌 已经练到炉火纯青 出神入化的地步了 近些年更有传言 红旗常露宿于各地的 降龙罗汉庙中 打算补全这降龙十八掌 看到水雾中的 渐渐具有龙形的气流 要是就知道 江湖上的传言 所言不虚 不是空学来潮 不枉我在那王重阳身边 学了医院 终叫我入了门了 红旗站起身 看着远处的大江大河 心中慷慨激昂 长孝出生 也不知道是不是大侠们 都喜欢这样抒发情感 都是长孝 长孝 长孝 七兄 不如和我们一块 去桃花岛小住 我也好尽尽地主之意 黄药师和黄夫人走过来 叫花子 已经叨扰你们夫妻一晚了 再跟你们去桃花岛 就有一些不知好歹了 再说了 我这练气术 还没有送到该给的人手上 也不知道 我离开这一个月 丐帮现在怎么样了 君山那群仔子 有没有闹出什么事来 红旗对着夫妻二人摆了摆手 黄药师也就顺势把想 再三邀请红旗去桃花岛的话语 咽回了肚子里 那七兄下一站在河地 外子也可助七兄一臂之力 冯横站出来 打了个圆场 你们夫妻二人的心意 我心领了 不过 你们都有加油口的 去送说 还是我红旗去吧 红旗说到这儿 突然感觉心里有点酸 莫名地想喝酒 叫花子去眼 拿上一坛昨夜未喝完的桃花酒 他就下了船 踩着水面来到了大河南岸 走在路上 风尘仆仆的红旗 一边喝着酒 一边在想 下一站去往哪里 这世上有资格得到这书的人 除了牛鼻子 我黄药师 还有南面的段王爷 哼 世界本圆旁 林阳脸色很不好看 虽然说 按照射雕的思路 除了欧阳峰 与红旗公不对付 其他的 都有着交情 但是林阳既然找到了这个世界 那就说明 在穷顶看来 它就是个完整的世界 不是只为了一本书而存在 而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什么社雕 那只是江湖 江湖也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 哪怕就算在江湖之中 舞爵 也不是不可或缺的 音音音 世界本圆 一脸讨好的看向林阳 大宋再烂 他也是我华夏传承 我不知道就算了 既然我知道 那么 就必须要有改变 世界本圆 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至于红旗的想法 那不重要 现在 林阳比任何人都有资格 说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我刚刚在想什么来着 看来 昨天还是喝多了 不过黄药师的酒还是好啊 下一站就去林安吧 鸳鸯舞针 会我来了 于是红旗的脚步 就慢慢地偏移了原本的路线 白天赶路 晚上寻找水源之地 修行水泽之气 如此日夜兼程 三天之后 红旗也来到了林安城中 见过帮主 一进城门 红旗就被一个衣着干净 但是衣服上 打了很多补丁的人给拦下了 红旗看了看眼前这个中年人 腰间那四个不起眼的布袋 你是四代代弟子 红旗没有说静一派乌一派 因为在他看来都是丐帮 哪有什么静一乌一之分 如果说 非要分什么静一派 乌一派 也要算到前宋上去 北宋之时 丐帮已经就是天下第一大帮 那是丐帮弟子 为了阻止撩人进攻 抛头颅 洒热血 上前线的 何止千人万人 有时候 为了传送两帝之间的情报 难免要乔装打扮 于是渐渐的 就有一部分行动机敏 伴坐商骨 商队等传送情报的人 因为穿着的原因 被驳斥 偏离了丐帮传统 部分人于是 就成为了静一派 一时之间 闹得沸沸扬扬 红旗自然知道其中的原因 丐帮身为第一大帮弟子太多 人数太广 有多是轻壮 而且 还多是因为战争 导致流离失所的轻壮 在朝廷看来 丐帮这是在和湘军抢人 本来加入丐帮的弟子 应该是上好的兵员 再者就是帝王之术 哪能允许有丐帮 如此庞大的帮派 前唐之时的曹帮 掌握了天下曹韵 可以说 遏制天下咽喉 大宋虽然偏安易于 却没有粮食之忧 不过皇帝 还是对丐帮多加小心 于是采取了分化之策 装作商骨 行商传递情报的 自然也会带商品回来 朝廷予以他们奖赏 给他们钱财 他们自然也就不甘心 再做乞丐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 当初是他们要进丐帮 现在要出去 就要过这三刀六洞的帮规 他们又不想受帮规 那就只有加强自己这一方的力量 带着更多的人投向朝廷 洪七这些年 属于管理丐帮 南北游历 也有这些原因在 是帮主 弟子 是临安分舵四代弟子 赵大友 赵大友 赵 走 带叫花子 去你们分舵看看 洪七点点头 赵大友投钱带路 姓赵 看来这临安分舵 已经被大宋宗室掌握了 洪七心里知道 但是面上没有表露出来 路上从赵大友嘴里 打听到了临安的一些事情 该帮现在在临安 做的主要是衙行的生意 简单说 就是中介经纪人 洪七公注意着 两人走的方向 虽然越来越偏 但是路上的情况 却好了不少 两旁走出来的人 身上也都穿着戴补丁的衣服 大多数的腰间都没有带子 有带子的 也不过最多两个带子 远远的对赵大友 拱拱手就离开了 你们多主有心了 洪七看见这情景 是十分高兴的 说实话 什么天下第一大帮 说白了 还不是一堆乞丐抱团取暖 大友 这一路上我看卖身为奴的人 又多了不少 最近我丐帮临安 分舵新入帮了多少弟子 洪七看着街道两旁 跪在路边 头上插着稻草 发卖自身的人 对着赵大友问道 赵大友眨了眨眼 盘算了一下 帮主 弟子记得 咱们这临安分舵 这半月之内 便新入帮了三百弟子有余 唉 是北面巾帼 又有异动了吗 洪七如今顿觉 自己只需将体内功力 转为真气 就会有一次 脱胎换骨一般的提升 与气也带上了几分 超然无碍的感觉 一个想法在他心中出现 要不要去金国皇宫看看 不是金国 是大户们 赵大友说的含糊 洪七却听明白了 大友 你们临安分舵 向附近的分舵发消息 就说我的命令 我该帮弟子 见到彩生哲歌的 一律不准放过 洪七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一声长叹 满事无奈 他也想 为百姓们 向贪官讨回公道 但是他一双肉掌 就算打死几个贪官 对朝堂也是无所谓的 但是 丐帮如今位置尴尬 想要保存自身 就要小心翼翼的 他现在也只能保证 丐帮自己不去作念 丐帮的来源 说起来也不远 也是前唐年间 天下大乱 流民遍地 为了自保 这丐帮渐渐地 从一城一县的乞丐 到了北宋时 门徒变天下的天下第一大帮 数十万帮众 还有数万名轻壮 也怕派大军围剿 让境内自乱 朝堂早就点起兵马 对丐帮出手了 但就是这样 这些年 朝堂也一直在打压他们 分化挑拨矛盾 但是 丐帮还是天天有人加入 士大夫们自然很清楚怎么回事 但是 他们不会让皇帝知道这些事 圣天子吗 就应该垂拱而至 不然 他们无休止地兼并土地 致使百姓卖身为奴 流离失所 剩下的殿户 被迫把良田改成残桑田的事 泄露出去怎么办 红七对这些大户世家的做法 早就见怪不怪了 毕竟他自己 就是殿户出身 在邵氏山下重地 大灾年还不上租子 家就没了 再就是出来讨饭 机缘巧合 进入了丐帮 掐指一算 到现在 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丐帮 丐帮 红七的叹息 在赵大有耳中 却是如同同中大吕一般 唉 身为宗士 他生下来 就和大宋有着断不开的联系 但是加入丐帮这么多年 见到的一切 都在告诉他 错的是肉食者 绝大多数加入丐帮的 也只是为了生存而已 说白了 丐帮到现在还能存在 还不是他赵家的国不正 从人家柴家孤儿寡女手里 抢过来的 为了防止下一个黄袍家身 硬生生先打断了五人的脊梁 然后太祖又被兄弟竹银俯升 开始与士大夫共天下 当兵的贼配军 臭丘巴 读书的就是人上人 东华门外能唱名 大宋的皇帝 更是一个赛一个的骨头软 与其说是皇帝 倒不如说 就是一个大家长 而且下面的人都不合他一条心 都拿着小耙子 扒他的墙角 大内 御书房 说起来也是很奇葩 当年送跑跑照够往南跑的时候 根本没想在临安亭下 也就没在意什么皇宫的建设 现在的皇宫说是皇宫 倒不如说是一个大宅子 临安城中许多酒楼 都已经高过了这皇宫大殿 这御书房 自然也就没有多大了 只见临阳与软绵绵的世界本源 站在一排 写着江湖的书架前 高三丈 宽三尺的书架上 按着门派分类 放满了武功秘籍 从最基本的金钟罩 铁布山 到权真 少林等大派的权真心法 一经经等神功 应有尽有 临阳手中正拿着一本万寿道藏 这大宋 要不是还有武功 真没救了 把道藏放回原处 临阳一脸的恨铁布成钢 皇上一个文人 修筑道藏十余年 就能练出九阴真经那样 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功 他们居然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一个身体瘦弱的年轻人 坐在虎皮包裹的椅子上 手拿着书卷 一手掩住口鼻 恨不得把肺都咳出来 这小皇帝叫赵明 看来还真是架空事件 既然这样 他反而松了一口气 男儿当自强 一道法力 进入年轻皇帝千疮百孔的脏腑 缓缓化开 正在咳嗽的赵明 睁开眼睛 感受着从来没有过的舒适感 还有胸腹一片坚韧的皮肤 他惊喜莫名 眼眶不知不觉的被染红 红七轻手轻脚地 从一扇对开的红木窗 翻上屋顶 他爬扶在瓦片上 看着弟子们巡逻的节奏 运转真气 射来空中水气 把自己的身形遮挡起来 躲着巡逻弟子 就出了临安分舵 今天来到这临安分舵 红七是浑身不舒服 那舵主和官老爷一样 说话云山雾里 还和他打鸡风 话语里 更是以朝堂为依仗 暗含威胁 这要是以前的红七 面对这进一步的试探 一定会雷霆回击 因为他知道 面对朝堂 你退一步 只有满盘皆输 他们丐帮弟子多 更夺不起 适当的敲山阵虎是必须的 而现在 已经炼气入道的红七 已经看不上这些勾心斗角的事了 炼气圆满境界 可得全寿150岁 若是住下上等到鸡 最多可言寿至300岁 世间朝堂 能传承设计300年的 又有多少 那时候 一位住鸡 就是一个朝代的寿命 红七之前是知道原因 但是无力解决 现在他要做的 就是早一点 再早一点 将内力转化为真气修为 吃完这一顿 叫花子就去闭关 站在皇宫外的 一座酒楼屋顶上 红七看着御膳房的方向 就想起了 自己没吃到的那一道美味 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想着 就觉得口齿生惊 再搭配着楼下包间 传出来的香气 红七就感觉腹中蝉虫 开始造反了 小子 宋宝童子上门了 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了 红七离去后 羚羊现身 站在屋顶上 就着月色喝了一杯酒 御膳房内 一派热火朝天的气息 青砖垒成的两排砖灶上 二十多个火头 或蒸或煮 或烤或炸 准备着皇帝与后妃们的晚饭 咳之 怎么样了 一个年轻的小太监走进来 就用香料尽透的方巾 捂住口鼻 御膳房主理太监 低眉顺眼 一脸讨好的走了过来 公身对着年轻太监说 安总管 您也知道 陛下要求得及 心里也在嘀咕 这劳病鬼 还挺能活 老天也是不长眼 他早点死 三王爷就能继承大位了 咱家就知道 今天官家大好了 皇后也大好了 安总管眼一横 他知道 宫里这些奴才奴婢 因为陛下身体不好 都有了二心 之前官家身体不好 他也没时间管 但是从今天开始 他就要履行 自己内厅大总管的职务了 身为天子家奴 谁给你的 但在在背后非一官家 御膳房主理太监 双腿一软 就跪到了地下 奴才知错了 安总管饶命 看着大声求饶的胖太监 安总管也烦了 待遇器械何在 末将在 带下去 框框框框 两个顶盔灌甲 铁人一般的巨汉 抓小鸡一般 把胖太监提起来 就走出了御膳房 从今天开始 御膳房内 每天随意任选两人 为陛下助援 一日三餐 都不能少 刷 安总管这一句说完 人群里 就有几个人表情不对了 更有两个人 直接一头栽到了地上 待遇器械 今天的助援 就选他们了 是 另外两名身穿剑士服的 待遇器械 走过去 把两人拎起来 放到了御膳房门口的 一张餐桌后 就在林阳治愈了 赵明的病症后 这些防遇器械 是最先发现的 这些待遇器械 都是走兵家一脉 杀长武艺的将门子弟 本身两宋就是文贵武剑 平日里防五人 比防贼都演 但是 为了更好的掌控军队 也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待遇器械 就是皇帝们 给自己留下的 最后一道保险 非心腹不可为 之前的赵明 面色苍白 脏腑重病 呼吸如风香 又存不住气 从书房出来的赵明 不仅面色红润 呼吸更是变得深远绵长 一口气吸进去 胸腹自鸣 这么一口气 往往要十余息才能吐出来 看到赵明身上的异状 待遇器械们 第一反应就是 宗室还有宗师以上的大高手吗 他们可知道 赵明的病有多重 几乎时时走在死亡边缘 都已经做好了一天睡醒以后 赵明再也没有睁开眼的准备了 这样严重的病症 都能治好 那么 这位肯定是宗师以上的大高手 因为他们或多或少 都见到过宗师的踪迹 就是前几年老皇帝在位时 红七进入御膳房时 留下的痕迹 虽然高明 却并不是看不到 但是 赵明身上的变化 让他们看不懂 更不敢妄加揣测 但是可以证明的是 有高人出手治好了他 那么 就说明在这位高人看来 赵明做皇帝 是最好的选择 看见待遇器械的变化 赵明神秘一笑 这世上最吓人的东西是什么 是自己吓自己 赵明深知这一点 在他看来 确实是有高人治好了自己 他们的猜想都没错 那既然猜想没错 那就让他们再多想想吧 前半生因为生病吃药 比吃饭多多的赵明 第一次想要尽情地尝试一下各种美食 但是在皇后的阻拦下 他潜尝极止 选了十六道菜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红七一个安理藏身 翻上了御膳房的房梁 看着下面一只铁锅里炖着的砂锅 闻到那熟悉的味道 就知道自己来对了 鸳鸯五真会 以雌雄乳歌一对 五种真品食材炖煮 补血益气 养身剑铁 你们说 真的是有老神先治好了陛下吗 那不然呢 你看那安总管 要不是陛下撑腰 少说两句吧 你想去做那住员呢 御膳房中顿时一静 一起看向房门口那张桌子 刚刚被捉出来的那两个厨子 和他们做的食物 都被待遇器械带走了 至于结果如何 他们都知道 给皇帝皇后下毒 真是不要命了 活该 他们自己不怕死 我还有一家老小呢 行了 别说了 好好干吧 对了 那鸳鸯五真会怎么样了 房梁上躺得好好的 红七一听这个名字 腾得一下坐了起来 动 头撞到木梁的声音 响彻御膳房 不好 红七赶忙掉几水雾 还好在御膳房里 正赶上开火 就是蒸汽多 遮住自己后 他竖起耳朵 关心着下方 看来是那位又回来了 那位 那些待遇器械说过 那位可是宗师 下面的几个厨子 互相看了看 眼神交流一番 管不管 你这点肥肉 想怎么管 官家还等着上菜呢 那就给那位留点 留点 几名厨子 眼睛瞄着瞄上面 最后又当做没事人一样 各自去做自己的菜了 陛下驾到 御膳房里一片安静 关键是 房梁上坐着一位宗师 谁还敢说话 哪怕他之前来的时候 没伤人 你现在知道 他伤不伤人呢 门外的声音传进来 几位厨子刚反应过来 待遇器械 开门 赵明带着一个娇小玲珑的 宫庄女子走了进来 见过官家 娘娘 年礼 这是什么菜 赵明指着一盘五颜六色 又都被切得薄如蝉翼的菜肴 问道 官家 这是鸳鸯五真快 五真快 不是五真会吗 女子正是如今赵明的正妻 韩氏 娘娘说的对 这菜一世双作 既可以做五真快 也能做五真会 厨子 对着待遇器械眨眨眼 赵明回过头 哪里还不明白 他抬手毅力 朗声说道 还请高人献身一剑 赵明这一句 红七也不得不出来了 自己的行踪瞒不住的 不出来 就是饿了官家 更何况 自己上次来这官家 明明有早妖之相 现在一看 明明是神丸弃足 长寿之相 红七心中甚是好奇 还请陛下退出门外 一道苍老中 带着灰鞋的声音 在众人耳边响起 官家 赵明听到这声音 感觉与治疗自己的那气息同源 但是莫名的弱了很多 看着行之有序的众人 红七心中暗暗有了计较 但是考虑到丐帮如今的情况 他还是决定 不要露出真容 与这位天子相见 时间 地点都不对 再说 他红七作为丐帮帮主 肩负了丐帮的新王 而大宋官家对丐帮的观感 他并不知情 这第一次见面 马虎不得 这一点 他就不得不佩服王重阳 七名弟子里面样样俱全 比如那秋处姬 就擅长于这达官贵人 讲经说谷 谈天说地 是宋经西夏三国权贵的座上课 他决定 为这次见面 在天上一层保险 于是默默鼓动体内真气 紧接着 赵明他们就看到 御膳房锅中 升起的屡屡吹烟 就像是 被一只无形的手聚拢一般 从锅口升腾而起的真气 雾气 向上飞腾凝聚 最后被捏成一团青云 云中隐隐有白鹤起舞 神龙贤猪 这神迹般的一幕 让黛玉气泄头领 心中就是一景 谁不知道 如今 天子身子大病出狱 蛊惑人性 太后 三王爷 还是宰相 甚至宗室 他立刻就开始思考起来 这官家才身体大好了 就有人对官家出手了 把长生不老的诱惑 放在一个大病出狱的帝王面前 黛玉气泄头领 忽然想要卸甲回家了 这朝堂 太黑暗了 这边红七运用体内真气 摆出诺大的排场 然后拿出自己怀里的 那本炼气术详解 一脸复杂的放进去 唉 如果不是我该帮如今这般局面 我也不想当着一国之主 装神弄鬼 把炼气术摆好之后 红七心中莫名的希望 这大宋的官家不识获 让自己还能把这炼气术详解 拿回来 他此时还不知道 自己这一手传出去后 直接让大宋朝堂 本就紧张的局势 变得更加捉摸不透 本来就数量繁多的势力从中 一起又冒出了许多新势力 一时间 反倒是最应该成为焦点的皇帝 赵明成了局外人 官 管家 拍了拍韩世的小手 赵明紧紧握住 人家要是在他们手上出了事 那下半辈子 发配冲俊 都是做梦 剩下的厨子 哪里见过这阵仗 仙人 仙人下凡了 仙人老爷 小的可不是有意的 那个做鸳鸯五真会 和鸳鸯五真快的御厨 直接跪在了地上 本来以为难得的出风头的机会 没想到 现在成了自己送命的理由了 此书乃老夫奇遇所得 今日来的匆忙 做了些许注视 希望主人家不要嫌弃 红七保持着 用真气包裹着一线声音 在御膳房内响起 话语中 不仅承认了赵明的地位 而且还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 而自己的真身 则在一团雾气的掩盖下 从房门上方一跃而上 翻上屋檐 多谢主人家的招待 老夫这恶客就告辞了 用真气掩护 躲到一处偏电之后 红七就停掉了真气 漂亮 在世界的另一层面 林阳和世界本源 就站在院落中 看着这一切如何开始发生 结束 说实话 林阳对红七这位宋宝童子 越来越满意了 尤其是看到 赵明捡起青云中 凌空掉落的 炼气术响解的一刹那 在林阳的眼中 一条盘踞在林阳上空的周身 斑驳赤黑双色鳞片的 五角蛟龙 骤然抬头 面向西北 昂 昂首长颖 仔细看 能发现 那蛟龙头顶上 多了两个微微的凸起 赤胶画龙之兆 若是大宋北伐成功 这国运赤胶 就能一跃画赤龙 仅仅只是变化的预兆 神机点就增加了近三十万吗 林阳把玩着 在掌心缩成一团的世界本源 看来 自己这个培养主角 推动世界升级的计划 已经成功了 现在只要等待收获就好了 此件事了 剩下的 就交给你了 李阳戳了戳自己掌心的这个小东西 软软的 萌萌的 如果不说 谁能想到 他就是世界本源 世界之主 感受到林阳看向自己的眼神 世界本源连连点头 甚至从圆球一般的柔软身上 幻化出一只圆滚滚的小手 拍了拍自己 一死一切 就交给他了 林阳都把基础的打好 他只要静观其变就可以了 有了炼器术 这本修仙功法 世界的晋升 也只剩下时间问题了 更别提 还有宋宝童子红七 这一得力助手了 走了 去看看另一块菜地 收获怎么样 林阳一步迈出 就已经回到了穷顶之中 炼器术详检 赵明看着封面上的字 心中好奇 越发旺盛 他掀开第一眼 就深深地被吸引了进去 大宋的皇帝 大多在文学上 都很有建树 比如造成 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 宋徽宗 这位皇帝的寿晶体 在历史上 留下了堪称 浓墨重彩的一笔 虽然做皇帝 他是倒数的 但是做书法家 他是排名列前茅的 而赵明 自然也继承了 宋朝皇帝这方面的基因 尤其是人生的前二十几年 全部都在病痛中 都说病九成一 在赵明看来 这不是妄言 确实如此 当他在得知 自己的怪病之后 赵明也曾 自己找过很多医书 道书 道葬来自救 虽然看了很多书 并并没有好 但是对于理解 这炼器术来说 赵明曾经积累的一切 都化作了 他前进的资量 如果说 天下谁的武功最强 赵明肯定排不上号 但是要比谁读的书更多 那赵明敢称天下第一 而过了今日 你再问 这天下谁的武功最强 赵明也只好 当然不让 在这炼器术的理解上 王重阳虽然号称 道家新的大宗师 一手建立全真教 但是 也不是赵明这 积累百余年的 大宋管家的对手 当年皇上便官到藏都 从无到有 创出九阴真经 那手里有着炼器术的 赵明的上限 又在哪里 没人知道 中华楼 少见的坐满了人 而天见无名 也少见的 没有拿出自己的二胡 无声的压抑氛围 在中华楼中弥漫开来 最后还是一个短发男子 打破了平静 前辈 我能想到 就云师兄的 只有您了 说话的人面容俊了 身姿挺拔 但身上多有战斗 留下的痕迹 从他手边的血影狂刀 就能看出 这人正是有 风中之神称号的 原天下会神风 堂堂主念风 他口中的云师兄 自然除了不经云 也再无第二人选了 小二 上茶 一个陌生的人影 大大咧咧走进了中华楼 看到坐在椅子上的众人 他还一脸诧异地问道 小二呢 赶紧上茶啊 来者自然是感知到 风云世界发生了一变 过来看热闹的凌羊 本来凌羊是打算去 天下第一凑热闹的 但是没想到 风云这里 突然传来了消息 他第一时间 就决定放下天下第一 来风云这边 毕竟武学等级都不一样 再说了 风云里那么多梗 时时现场追剧 不香吗 这位客观 本 鬼虎从吴明身后站出来 就被凌羊伸手拦住了话头 打样了吗 凌羊看着吴明问道 没有 吴明摇摇头 那不就行了 老板都没说打样 你还不赶紧上茶 凌羊打开折扇 对着鬼虎点了两下 示意他紧去泡茶 接着说 我刚才进来 就听你们在说什么云师兄 可是那个 不哭死神不惊云 看着满脸好奇的凌羊 聂风和吴明都还没动 一群跟在聂风身后的武林人士 先动了 你是什么人 你见过不惊云 告诉我们 他在什么地方 我看这小子 一定就是和不惊云一伙的 先把他抓起来 最后一个站出来的才开口 发现身后一片突然安静 追着聂风过来的武林人士们 都乖乖坐在桌子旁 拾起了干粮 安静的 就好像刚才根本没人说话一样 这人苦着脸 转过头看了看吴明 又看了看聂风 他赶紧悄悄退了回去 你怎么不拉着我点 抡起刀把 砸了同伴两下 就一屁股靠着同伴坐了下去 这一出好戏 看得凌羊府长大笑 风云这边 时不时超出时代的小剧场 也是他放弃天下第一 过来现场追剧的原因之一 好活 有一个臭药饭的说过 好活就要赏 本公子自然 不能小气了 凌羊说完 就晃动着折扇 坐在椅子上 继续看向吴明聂风二人 桌子 一个声音响起 两粒金豆子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那人和他同伴的面前 这是什么暗器手法 晋升 一众武林人士 很完美地完成了他们气氛组的工作 有这帮气氛组的衬托 凌羊的感觉 瞬间都不一样了 怪不得这风云里面的明长景里 都有数名路人出现 你说 要是吴明这种 不苟言笑的大佬 自己为人解释 什么叫剑气 什么叫武林神话的来源 来一个敌人就解释一回 来一个敌人就解释一回 那还有什么逼格 现在 有了这群武林人士 做气氛组 这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完美烘托气氛 小二 上了茶别忘了茶点 凌羊这一嗓子 让鬼虎手上就是一抖 死 这下烫不思念 虎嘴一歪 滚烫的开水 洒在手背上 让他也不自觉 咧起了嘴 吼完这一嗓子 凌羊又继续刚才的动作 双眼在吴明和聂锋之间打转 脸上血满了 继续啊 继续啊 我等着看戏呢 老板 能不能让你家小二快点 后厨 正在准备茶点的鬼虎 听到凌羊的声音 就想要把那张嘴给缝上 赶紧把茶和茶点端了出去 客观 您的茶和茶点 要是鬼虎的声音 不是那么声音 就更好了 看着双眼冒火的鬼虎 凌羊终于理会到 什么叫做 我就喜欢你 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嗯 这茶还行 茶点就差点意思了 有什么拿手菜吗 凌羊端起茶碗 闻了闻味道还行 有 鬼虎的回话更加简短 咬鸡更加突出 这一个字 就像从牙缝里蹦出来的一样 那就去做呀 别给你们老板丢人 经过凌羊这再三打岔 聂锋也知道 这个人是不会走了 确定从凌羊身上 没有感觉到恶意后 聂锋继续刚才的话题 原来还是和漫画世界一样 不经云吃下龙园后 有些走火入魔 后来聂锋带着龙脉找到了他 有了龙脉镇压 不经云的情况也好了很多 渐渐掌握了龙园带来的力量 但是 穹顶的电雨出现之后 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一对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 袭击了他们 而且他们的武功都针对不经云 有着特殊的布置 就像是专门针对不经云一般 每一步都计算得淋漓尽致 最后 还是不经云再次放开对龙园的控制 才杀出了一条血路 杀出重围后 聂锋也与他失散了 这一段时间 聂锋都在带着龙脉 寻找不经云的下落 经常是赶到有不经云踪迹的地方之后 就发现自己又晚了一步 而那对追杀他们的人 也神秘消失了 就好像 只要聂锋不带着龙脉 找到不经云就好 不是神族吗 那个幻体的无敌之神出来了 一旁的无名 还摸不清头脑 但是灵阳已经知道了头绪 不经云出身的布家 又被称为不是神族 而原因就在于 他们家的血脉 布家人不管做什么 必然会成为那一方面的大事 然而就这样 还是无法被称为神族 最重要的就是 布家每百年 就会出现一位的神 布家到如今出现的神 已经有六个神 剑神 刀神 全神 长生不死神 神形太薄 以及这一代的神 布经云 而更重要的是 这六人都是同一张脸 也是穷顶出现了 神再不出手 等布经云有了突破 他长生不死的梦 也就碎了 这位神 就是第四位神 长生不死神 因为布是神族的神 都有着四十大限 一到四十 哪怕你无敌天下一样要死 布是神族不甘心这四十大限 建立了神墓 用来埋葬保存 布是神族的历代神体 五百年前 剑神不甘心 自己渡不过布是神族的四十大限 因此研究出了一种 圣药叫做千年长春 寓意千年长存 这千年长春的作用 是完美的保存尸体 能够保证尸体不坏 期望后人能够找到 令他们起死回生之法 再延续生命 剑神之后 面对四十大限 刀神 全神 也都做出了努力 但是还是无法突破 只能带着遗憾 将自己葬入这里 但是 到了第四代神这里 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神练成了一种功法 做到了长生不死 看来 神是准备提前把布金云带回去 让他练成一天神绝了 神的长生只能长生 却做不到布老 所以 神就将布金云 看作了自己心的身体 安排他流落江湖 但是羚羊和穷顶的出现 直接打乱了他的布置 这才让他起了提前 带走布金云修炼一天神绝 完成早日换身体的想法 哇 新剧情 凌羊拿起桌上一块手心 新剧情啊 他得积极参与啊 但是 切入口 要从哪里开始呢 想着 凌羊把目光投向聂锋 所以 你怀疑追杀是假 有人要隐瞒 布金云的下落 是真 聂锋看着陈思的无名 等待答复 就听见了凌羊的声音 他转过头 十分友好的拱手问道 还未请教兄台 高兴大名 凌羊收起折扇 也很给面子 在下凌羊 无名小卒一个 无名小卒 那可不见得 这时 鬼虎端着托盘 从后厨走了出来 噗 一众武林人士 都了解鬼虎嘴里的意思 凌羊这凌羊历齿的 要是没有一手好功夫 早让人打死了 多谢夸奖 凌羊围着圈拱了拱手 一脸怡然自得 然后坐下 品尝起鬼虎的手艺 哼 没达到意图 凌羊还丝毫不在意的样子 鬼虎就感觉自己更气了 拿着空托盘 就往后处理闯 等等 这个有点咸了 凌羊这一句话 就让鬼虎恼怒回头 一看他手指的菜 眼睛就瞪得更大了 因为那是一盘烟菜 愤愤地走过去 鬼虎就要拿起烟菜走人 凌羊却一脸莫名其妙地问他 你不去拿饭 端我的烟菜干什么 鬼虎伸出去的手将在了半空 他从来没有像这一刻 这么想要找个地方 钻进去过 最后 鬼虎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回到的后厨 无名抬起头 双眼中满是平静 你就装吧 我看你还怎么装 凌羊喝了一口茶 刚刚他还看到 无名用剑气 刺激自己的腿部经脉 让自己保持冷漠的表情 不要笑 别笑需要用剑气吗 但是当凌羊回过头 看到那一群气氛组后 就对无名甩过去了 一个加油的眼神 有这群大聪明在 无名能坚持不破功 也真是不愧为武林神话了呀 凌羊自问自己是 坚持不住的 看来这个世界 更倾向于电视剧和漫画的交织 感受着中华楼里轻松的氛围 凌羊嘴角微微上扬 要隐瞒不惊云的下落 那也只有帝氏天了 无名响了一圈 最后还是把徐福拉了出来 之前得到紫光剑后 帝氏天就针对江湖上的成名强者 展开了一次扫荡 七五屠龙的七五之一 火灵剑之主断浪 就死在了帝氏天的剑下 断浪 说起帝氏天 聂峰难免想起 这位童年好友 之前种种 随着断浪死在帝氏天剑下 都失去了意 你的饭 鬼虎这次拿着一个装满饭的大碗 和一只小碗 放在了羚羊的桌上 打定主意 不再听他说任何一句话了 小二 嗯 鬼虎一个转身 眼神斜标过去 发现不是羚羊 而是之前被羚羊打伤的那两个人 我们也要饭菜 对 我们也要 这一下 好像是打开了某个开关 一众武林人士 纷纷一起叫了起来 你不做 我们就找老板 鬼虎刚想开口说打烊 结果被一个大聪明 给处了心窝子 当年劝主人 开什么中华楼啊 还不如出去卖一呢 没辙啊 谁让他主人无名是老板呢 鬼虎收敛脾气 想吃什么 他不能让无名蒙羞 就他吃的就行 一个大聪明 指了指羚羊 说实话 要不是羚羊吃的这么香 他们才不在中华楼吃饭呢 在武林神话的地盘吃饭 你还真把无名当九楼老板了 真当英雄剑士摆设 烟菜没了 等着吧 鬼虎头也不回的 一头扎进后厨 他怕自己看到羚羊 就控制不住 自己扑上去 和他拼了 叫你抓 羚羊看了一眼鬼虎 放不下你高手的架子 就老老实实地 把厨师跑堂的找来 要不然 自己坐着不愿意 还嫌丢脸 何必呢 无名听到羚羊说的话 嘴角一勾 确实 看到鬼虎这样 他不知怎的 突然开心了许多 羚羊如果知道 无名现在的想法 一定会在穷顶连通圣杯世界后 推荐他去试试偷睡大法 学学麻婆神父 不过更有可能的是 无名了解 麻婆神父是谁后 就把他给叨了 不对 不是可能 是一定 那我应该去 哪里找云师兄呢 聂峰一脸茫然 现在有了目标了 但是帝试天 自从上次突然消失之后 也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 羚羊知道 徐福在参物练气术 关键风云世界里的人不知道 一刻找不到帝试天 云师兄 就多了一份危险 看着焦急的聂峰 问问你的心 聂峰看着羚羊 明明第一次见 他对自己 对无名 甚至鬼虎 都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一点都不见外 而且和他相处 也不会不舒服 风无形 云无常 风云相近 魔科无量 话音未落 人已遥遥 魔科无量 无名似乎在哪听过 前辈 聂峰看向无名 不知道为什么 这位风中之神 始终不得潇洒 一生都在奔波 这 聂峰看着羚羊的座位 不知为何 他拿起了血影狂刀 心中隐隐有着一丝向往 想当年 这才是他风中之神的座派 灵动洒脱 如清风徐来 也如疾风骤去 现在 聂峰已经不知何时 被命运套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锁链 束缚于他 不得自由 里面有很多是他自己套上的 也有很多是别人强加给他的 但是最后 他都选择默默承担了下来 明明是最自由的人 却过着最不自由的生活 问心吗 聂峰咀嚼着羚羊话中深意 一旁的无名 则是盯着羚羊留下的座位 看了起来 没错 感觉没错 这气息本源 与帝视天的飞剑如出一辙 无名忍不住轻声自语道 原来这天下还有前路 身为武林神话 无名的一生 可以说是孤苦伶仃 到了如今 更是除剑之外 别无他物 之前帝视天的所作所为 激发了他内心的情绪 但是 帝视天莫名的消失之后 又带着一把通灵宝剑归来 而没有取得进步的无名 开始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尤其是 在得知了帝视天 手中宝剑的威力之后 无名的心上 就渐渐蒙沉了 等到穹顶电雨出现后 他也没有去看过 因为 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哪怕只是一丝的怀疑 这个关卡 只凭外物是过不去的 随着鬼虎将饭菜端上来 中华楼里的武林人士们 也都渐渐放松了起来 虽然不像其他地方一样 那么自在 但是也有了说话讨论的江湖气 你们听说了吗 西北的事啊 这一句 在人群中 就仿佛扔出了一个炸弹 西北 什么西北 西北最近有事吗 一众武林人士中 有几人明显是西北武林的 面对众人的眼神 他们皱着眉头 像说话那人问道 在下青海薛厄 不知西北出了什么事 那人一脸得意的 拿起酒葫芦 自留一口小酒 刚要开口 身旁的同伴抢先说道 还不是昆仑山 听说最近昆仑山下 总传出怪吼之声 俺老家的牦牛 都少了好多 切 这些人一听 不就是凶兽吗 这算什么 最多就是些雪豹 狼群啊之类的 有三五个二辽好手 就能应付的事 果然是小地方出来的人 没见识 那青海薛厄 自觉落了面子 恶性恶状 看了两人一眼 就这点小事 什么啊 你就知道牦牛 被同伴打断 那人没脑 听到同伴只记得说牦牛 这人反倒生气了 当初学堂里先生怎么说的 昆仑金光洞 庚金白虎节 庚金白虎 转过身的武林人士们 都不自觉竖起了耳朵 这名字可稀罕 小地方出来的人 知道什么是白虎吗 一个飘渺无来处的声音 在大厅中响起 无名 还是坐在原地 无动于衷 说话那人端起酒葫芦 又好饮了一口 同伴扯了扯他的衣角 眼神不自觉地看向无名 大厅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了 他们就是来找无名的 酒壮送人胆 无名前辈 庚金白虎 事关重大 请前辈给我一个 向您独自讲述的机会 这人站起身 大家才发现 他身材高大 有八尺多高 面状粗狂 有风霜之色 抱拳坐衣 动作舒展大方 显得十分豪爽 请回吧 无名看了他一眼 拒绝道 来人抱拳毅力 看来是我兄弟二人草率了 走 那人的同伴却不干了 走什么 不找到高手 灭了那狐妖 我们回去 又有什么用 不好 那人拉着同伴 走 我不走 庚金白虎他不去 那西方之神兽白虎 他去不去 闭嘴 雨不惊人死不休 刷 一种武林人士 纷纷嗅到了八卦的气息 连忙将两人分开 你们兄弟 别伤了情义 有话说开就好 真要是事关天下 无名前辈 又岂会袖手旁观 一个书生打扮的人 一句话就把无名架起来了 鬼虎双手抱胸 在脑海里预演着 等会怎么收拾他们 对啊 无名前辈就在这呢 既然话都说出来了 那人也知道 无力阻止了 一脸颓然地 对着无名一拱手 坐在一条长凳上 默默喝着闷酒 同伴一脸的愤愤不平 你就会让我闭嘴 喝酒 那谁去救咱亲人 不就是四大瑞兽 有五个吗 部落里保守了这么多年的秘密 又有什么用 哗 如果说 刚才众人只是好奇 现在中华楼的房顶 都要被冲破了 近伤 聂峰一听 四大瑞兽有五 这会不会也是第十天的目标 云师兄会不会出现 刷 狂刀出鞘 寒双刀气寒而不发 中华楼内的议论声 戛然而止 顿时一片安静 经过第十天 浩浩荡荡的七五屠龙 江湖上也流传起来 四大瑞兽的故事 现在听说 四大瑞兽 原来是五个 一个个哪里忍得住 心里就像有小猫爪子挠一样 这世上本来有五大神兽 分别是东方蚁木青龙 西方庚金白虎 北方魁水玄武 南方炳火朱雀 还有中央雾土麒麟 这五大神兽 镇压九州天地万方 等等 凌云窟里 那不是火麒麟吗 一个人开口问道 没错 但是那是皇帝之后的事了 正在喝酒的汉子 把话头接了过去 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就比如 我们供奉的白虎神 厌倦了这个世界 脱身而走 留下的脊椎被赤油夺去 赤成了魔兵琥珀 雾土麒麟 被皇帝夺了龙脉 还要为他守墓 以麒麟祥和 化解九州魔器 入魔变成了火麒麟 青龙也厌倦了 留下传承 远顿海外 最后的朱雀 更是连名字都没了 只留下一具残躯 镇压南方 众人面面相去 这好像不应该是我们能知道的事吧 这要是传出去 皇帝目在凌云窟 无名看向两人 眼中已经满是剑气 两位到底有何来意 那汉子不理会无名的问话 只顾着往嘴里灌酒 一时间有些冷场 无名暗暗摇头 刚刚那汉子的意思 就是等他打发走这些 不速之客再详谈 没想到 这汉子的同伴 是个愣头青 当然 无名的眼界 不会这么浅 他摇头就是在可惜 恨自己不能看到 这五大神兽并存 于是的盛景 想来 那时的武道 也会更新上吧 昆仑山 聂峰咀嚼着这个地名 没有再说话 他的感觉告诉他 这汉子没有说话 但是有一些地方 却很不对劲 比如火麒麟 原本竟是雾土麒麟 但是仔细想想 又很像是那么回事 如果当年雾土麒麟 被皇帝抓到 为了让他守护神舟龙脉 雾土麒麟 被限制在了凌云窟中 神舟龙脉 天然群魔屁 魔气也无法侵染皇帝遗骨 那么受影响的 就只有凌云窟中的麒麟了 长此以往 雾土麒麟走火入魔 变成了火麒麟 越想 聂丰就感觉顺着脊椎 从后颈处反上了一股凉气 一种血淋淋的上股秘心 被撕开摆在他面前的感觉 经步充斥在聂丰心间 越是这么想着 聂丰脑海中 关于自己当年 得到龙脉的记忆片段 渐渐清晰起来 就仿佛他又经历了一次一半 在所有人看不到的地方 羚羊依然坐在原本的位置上 一边喝着茶 一边看着他们脑海上方 冒出来的念头 不对啊 那白虎既然都像你说的 脱神而去了 还被吃油抽走了脊椎 那现在你说的白虎又是什么 一个刺耳的声音 响起 也惊醒了众人 羚羊听了 也给他拍起了巴掌 这个时候 还是得看人家专业气氛组 这结果眼画地的就是准 一众武林人士 纷纷乍呼起来 对啊 你说五大神兽就五大神兽啊 证据呢 你又没有证据 凭什么让人相信 就是 眉头末尾一句话 就想让我们相信 哪有这么容易的道理 依我看来 我们就应该把他们留在这里 等咱们验证真假后 再请无名前辈定夺 众人眼睛一亮 一看还是那个书生打扮的人 主动站了出来 有眼见的就能发现 那书生身边的一个同伴不见了 一看这情况 再迟钝的也知道 这是回去通知消息了 哪怕这汉子说的话 只有一件是对的 光临云窟 是皇帝之墓 神舟龙脉所在 都能让他们封魔了 自从前朝失路 天下神器 极意起手 这要是能得到皇帝传承 谁不渴称姑道寡 做一国之主 开一脉射解 而且四大瑞兽之血 都能让人功利大尽 火麒麟之血 虽然会让人封魔 但是一滴麒麟血 就能让武者发生蜕变 这第五大神兽 庚金白虎 又能带来什么呢 很多人都在心里猜想着 至于要不要信那汉子的话 万一是真的呢 仇家去了有收获 你没去 等仇家回来 把你的势力灭门吗 就是一条消息的事 真要是有收获 自己也落一份功劳不是 证据 谁说我们没有证据 与汉子一起的同伴 从脚下拿起一个包裹 破旧的包袱被打开以后 里面是一个瘦皮缝成的疙瘩 撕开一层又一层的瘦皮 还剩一半瘦皮时 中华楼中 多了一股冲天杀气 干净 凌冽 仿佛千年不化的寒冰 隐隐约约 还能听到一阵虎啸声 只要侧耳仔细倾听的人 耳中都仿佛有一头是人猛虎 再紧贴着他的耳边 低沉身影 令人不自觉 皮酥肉软 胆气沦丧 无名闭上眼 感受着那种自然而然的 王者威严和必杀之意 这一瞬间 他就相信了 这汉子同伴两人说的话 就仿佛透过时间的极限 看到了那尊奥利雪峰之顶 闭泥四野的百兽至尊 也只有如此 神兽的脊椎制成的魔兵琥珀 才能让吃油与皇帝争锋 够了 汉子一步迈过来 把兽皮合上之后 一群撑不住的武林人士 强提着的那口气一松 哗啦啦 导成一片 你们还要看吗 羚羊用折扇拍打着手心 不错 演技不错 不过没有我的剧本 你们也演不出这么好的鞋 同伴看了看众人 这下没有一个人主动要求继续了 这还有一半兽皮 就这等威力 要是全先看 岂不是都得尿裤子 真不长眼 闹到那个份上 那中华楼以后 也别开了 他们直接自己回家 料理后事就行了 真以为无名修身养性了 当年灭在他手下的武林大派势力 都超过当时江湖势力的一半 这是 聂锋感受着手中血影狂刀传来的战役 对兽皮中的东西 十分好奇 这是我们部落一直供奉的白虎神 脱落下来的一只只爪 爪子 这答案 让无名顿时睁大双眼 仅仅一只爪子 就能有如此威势 这样恐怖的杀气 若是驻剑山庄得道 作为驻剑主才 所著出的宝剑 当在火灵剑之上 与绝世好剑争锋 青龙掌声 白虎逐死 汉子低沉的声音再次响起 如今天下刀兵四起 凶兽白虎 吸收天下杀伐之气 从神区中诞生 是真正的治凶治 恶治兽 毫无神性可言 醉喜利器杀鸡 要杀着白虎 必须有风云相继命格之人相助 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 聂锋满脸惊讶 脱口而出 尼菩萨 他十分失态地站起身 向中华楼外走去 一个身穿麻衣 手持竹杖 顶着斗笠的老人 对他露齿一笑 久违了 老夫此次 也是不得不来啊 尼菩萨长叹一声 走进中华楼 坐到靠外的一张桌子上 缓缓摘下斗笠 泄露天机过多 宝金毒疮的脸上 还遗留着恐怖的疤痕 羚羊换了个方向 正对着尼菩萨 心中生起一股好奇 尼菩萨的天哭惊 据说能看穿命运 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出我这棋局 一语为雄霸 拼命十年 造就天下会十年巅峰的尼菩萨 早就被世人视为 天机树树第一人了 他的到来 直接就证明了 这白虎确实出世了 看来这天机树树 确实有其可取之处 这尼菩萨 经过雄霸这一遭之后 也裹断了许多 灵羊看着尼菩萨 怎么不知道 他是来示好的呢 尤其是 在世界底层 尼菩萨脸上的疤痕 在灵羊看来 就是一团团烧食的烙印 这是上天的诅咒 是直接作用在尼菩萨的原神上面的 本世界都无法根治 以前 尼菩萨只能通过火候这种天地灵物 来吸食他身体上的毒疮 替他缓解痛苦 对于原神上的 也只有无能为力 这术士身份有点意思 给你个机会 这也不算我 占你便宜了 灵羊折扇一拍掌心 一枚青铜令牌 出现在尼菩萨的蚂蚁布袋之中 尼菩萨眼睛一眨 就看到一个风神俊朗 周身缠绕亲子之气的少年 对他点了点头 一句神音植入原神 然后一步迈出 就失去了踪印 感受着脑海中 对穹顶拍卖的介绍 还有这两期成交的拍品 尼菩萨知道 自己这是遇上真神了 大恩不言谢 他顿时决定 哪怕 活出老命去 都要把这白虎出世的消息传出去 立刻中华楼 灵羊就安不当车 向昆仑走去 一路上 一边找着算命术士 一边向昆仑山赶去 前两天 路上还不险 就在灵羊出发的第三天开始 一匹匹向西北而去的马匹 都聚成了马队 又过了两天 整个江湖上都传开了 尼菩萨再次出山 以及四大瑞兽园有五 现在西方之神 更经白虎出世了 一时间 整个天下的目光 都集中到了昆仑山下 昆仑山 雪山城 雪山健庄的弟子们 在陡然繁华热闹的小城里 来回巡视起来 经过中华楼尼菩萨那一出现 整个天下的野心家 都向着昆仑山下涌来了 最近生面孔多了许多 惹事的人也多了起来 我活了二十三年 也没见过这么多人呢 这可比咱们部落 东营热闹多了 本来就是三年一次开山门 又遇上这白虎出世 不热闹才怪呢 雪山健庄 本来就是昆仑山脉 附近部落子弟建立的 招收的 自然也是雪山部落子弟 每逢三年一次开山门 都有大量从部落中 慕名而来的新弟子 涌入雪山城 参加雪山健庄的测试 自雪山健庄立福百年来 一直都是如此 但 难就难在这白虎 出世一世上了 初出茅庐的弟子 出入江湖 血气上头 遇到外来人 拔剑斗剑 重伤殉命的这几日 屡见不鲜 巡逻弟子们 满眼认真的 审视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一白衣男子扫视人群 白虎出世 外来者中 也不知会不会有 乱七八糟的家伙 趁机混进雪山城 都注意点 是 师兄 众弟子纷纷回应 弟子中 一娇俏少女 眼珠一转 突然开口道 说起来 我还真碰到一个怪人 你是说 那个号称仙人止路的老道 想起这件事 娇俏少女脸上 就露出一股古灵精怪的笑意 对 就是那老道士 在北门摆摊算卦 他也不想想 北门就是咱们雪山建庄 哪有人会信他的鬼话 闻言 白衣师兄微微失神 弟子中有人道 这可没准 最近靠近山庄的鼠辈 也越来越多了 也是 借着找他算卦打掩护的 最近好像多起来了 算他运气好 庄主宽人 这老道 借着这白虎出山 也能捞上一笔了 少女摇头 那老道才去 北门就多了一群算卦的 根本就没人找那老道算卦 为什么 你们可知 那老道说什么 没等他们说 少女便模仿起 那老道的口吻道 他说 平道只看可看之人 不够资格的 一眼不看 哇 还挺狂 还有更狂的 他说 帝氏天为他脱靴 孝三孝给他烤鱼 帝氏天给他脱靴 就算是雪山城 地处西北 庄中长辈也告诉了他们 帝氏天是何等大魔 这老道 骗术没到家啊 这帝氏天的所作所为 天下都快传遍了 他敢用来骗人 其余人也点头赞同 扯成这样 谁敢去找他 等等 众人将目光放在了林师兄身上 林师兄 林清云 雪山剑庄这届弟子的领军人物之一 一身修为实力 早已突破至二流 庄主称 其 三十岁前 宗师有望 众人将目光放在林清云身上 却见他正望着一个方向 发呆出神 师兄 林清云回过神来 分开人流 你们去吧 我还有事 林清云往城北的方向走去 雪山城北 林清云远远地 便瞧见了城门下那独特的老道 只有他一人迎着寒风 坐在挂滩后面 其他人都躲在墙后 那老道一袭袭的发白的蓝色道袍 左手持着一只竹杖 上挑一番 上书有仙人指路四字 右手则撵着自己的花白胡须 双眼微闭 也不管来来往往的人群 好似在等着他 看得上眼的人 明明坐在城门洞中 人群却似乎有意躲开了他 人流与老道之间 一条界线分明 林清云这时候看过去就觉得 老道浑身上下 飘着一股独特的出尘超然气息 仿佛不是人间中人 这老道 并非那种普通的江湖术士 林清云心里无比确定这一点 林清云深吸一口气 找上了那老道 老道一早就注意到了林清云 在他走来时 视线便放在了他身上 眼中掠过一丝一闪即逝的金光 道长 林小友 又见面了 林清云点点头 还未请教道长名号 平道风希 果然是风道长 风道长 风希神秘地笑了笑 平道上午说的 小友现在相信了 相信吗 林清云想到这 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风希这个问题中饱含深意 林清云沉静其中 梁九猜点点头 林清云对着风希毅力 请道长指点 于儿还不是上钩了 风希心中喜悦 表面上依旧云淡风轻地撵着胡须 甚好 林清云犹豫了一下 说道 道长能一言道破在下 命格有失 命中的种种玄奇 请道长指点 命格有失是林清云深藏于内心的秘密 一向不曾试人 就连庄主都没看出来 反倒是 今天一出门 经过这城门 就被这位看似普通 却又不普通的老道 不经意地点破了他命格有缺 诚然 眼前这道人 是个江湖术士之流 也许只是凑巧蒙对 虾猫碰上死耗子 他也宁杀错不放过了 至于尼菩萨 他这个小人物 可没有那个命 让尼菩萨出手 命格有缺 一直是林清云的致命限制 他无时无刻都想解决这个要命的问题 但凡有一丝机会 林清云都不想放过 况且 这道人就算是假的 也不过是一个术士神棍 骗些钱财吧 能有什么大损失 封熙捋了捋花白胡须道 你我有缘 平道自无不言 在此之前 不妨先听平道讲一个故事吧 道长轻将 封熙道 自平道学有成就以来 约有 罢了 记不清了 平道已记不得度过了多少个春秋了 林清云恩了一声 心想 看起来这老道 也有八十左右了 以道家养生有数 他不会已经授数过百了吧 封熙道 还是从平道小时候讲起吧 平道生时 天降祥瑞 东来子弃三万里 有先秦献瑞 灵寿顶宝 不足一岁 便移入宗师 两岁时 以至无上大宗师 三岁之时 进君天人至敬 林清云扯了扯嘴角 道长 你这 吹得有点过来呀 一岁的宗师 你现在就生个样看 封熙接着说道 平道极冠之年 以化无穷矣 世间之人 未尝可皆平道办事 常见空力 群雄束手 成绩了也 于是 平道内心 生出了一个想法 我于世间全无敌 不与天战与谁战 封熙的眼睛 化作了苍白之色 眸中流露出 是天地万物为楚狗的心际意味 这意味 洞彻天地万物 能够令万物为之胆寒 为之凋零 它出现的那一刹那 世界为之凝滞 颤抖 好似有不该存于世间的不知名存在 降临了人间 神哭鬼嚎之声骤起 又仿佛一座阿鼻 无剑地狱降临 大恐怖 大危险 好在这一切都一闪即逝 林青云感受着肺腑之中 洞彻心扉的寒气 绝对不会以为 这是幻觉 刚刚 那是什么 蟒雀吞龙 什么 林青云看向风吸 轻竹十二口 黄蜂为后针 两者皆不独 罪不负人性 林青云凄惨一笑 果然道长都知道 一脸的一言难尽 评道若是算得不对 小友为何来找评道呢 此话一出 林青云瞳孔猛地放大 鼻翼微张呼吸 也急错了许多 确实 自己有求于人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毕竟 除了他 我心里的疙瘩 也只有他了 想到少女当年 摆一摆顺的样子 在回想起他那个 毁了他一生时 自信满满地解说 林青云眸中 映射出了刻骨铭心的痛 他痛恨自己 识人不明 欲人不输 整理了一下语言 林青云开始讲了起来 自己的故事 风吸一脸慈祥的抚须听着 故事很简单 青梅竹马 少年天才 然后少女遇到了一个更好的机会 为了离开 也为了更好的未来 少女从少年身上 取走了一样东西 少年还是一样天才 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 少了什么 林青云不语 风吸道 你可想报仇 林青云毫不犹豫到 做梦都想 风吸摇头 天有三宝日月星 人有三宝精气神 他已经拿走了你的天生之神 若按这般走下去 你此生也无法突破宗师 更别说进军无上 只能看着他们逍遥 咔咔 林青云颤抖着 他捏紧了拳头 手指捏得发白 捏得咔咔作响 他何尝不知道这些 从他苏醒炼剑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知道 自己未来的路 就已经定下了 但 他不 啊 一想到那个该死的女人 他就恨不能将灵魂卖给魔鬼 哪怕永不超生 也要让他尝到代价 咯咯咯 林青云牙关紧咬 一败到地 道长 弟子只求一个机会 见此 风吸露出了一个微妙的笑 评道说过 你我有缘 雪狼谷 你的机缘 林青云抬头直接问道 道长想要在下付出什么 什么都不要 风吸这一句 让他愣住了 什么都不要 那我这是 在做什么 风吸眼皮一合 因为我是强者 我想做就去做了 对于强者来说 一切都看心情 你也一样 有朝一日 只要你够强 你想做什么 就可以做什么 这一刻 风吸身上的慈祥 和蔼等形容词和气质 都消失不见 剩下的 只有一个日月 因随我心 天地虚从我意的强者 言语之中 净显对世间规则的无视 强横 霸道 无法无天 不 是无我无天 整个北城 也变得空空如也 林青云更大双眼 雾气缭绕 化作一头龙马 呈现在风吸坐下 小友 你该回去了 风道长成龙马去 大手一挥 一片紫气落下 嗡 林青云只觉得眼前的世界一黑 意识也迷糊起来 师兄 林师兄 林青云感觉到 有人在咬他 他猛的惊醒 好似刚刚回过神来 嗯 少女问道 林师兄 您要不要一起 这是 林青云眼神一顿 我怎么在这 这里不是城门之中 换班的师兄们 也还没来 林青云深呼吸一口气 将惊骇深藏眼底 我刚才一直在这里 当然 城北那个风道长呢 城北哪有什么风道长 林青云瞳孔俱阵 雪狼鼓 雪狼鼓 他门心自问 还要去吗 想到那个靠在别人怀里的身影 林青云提起剑 走 带走从北门走出 向着山庄 先去交了任务 接着另了执日任务 走出城门那一刻 林青云感受到熟悉的气息 脚步快了许多 雪山城北城门上的角落里 风隙的身影显化 一阵扭曲后 化作了一个白衣青年 林阳用折扇拍打着掌心 对自己的演技点了个赞 不过 看着急速离去的身影 他摇摇头 老陆命啊 赶紧赶往下一处舞台 自己选择装的逼 跪着也要装完 师兄 咱们就在这分开吧 这几日来着雪狼鼓的人不多 咱们分来 收获还能更多一点 几人纷纷点头 林青云现在的心思 都在机缘身上 那好 有事 信号联络 我走中间这一条 走过茫茫雪原 几人分开行动 林青云远远地 瞥见了远处的宽口山谷 林青云眯了眯眼 打量起古林后的群山 雪狼鼓 我的机缘 林青云牢牢地记着 那位风道长 给予他的机缘 一直将机缘所在默念 生怕自己忘掉了 林青云有惊无险地 在山谷里走着 途中有看见 来此历练的师兄弟 他也都默不作声地绕开 尽量使自己 不暴露在人群视线里 林青云走上了一座黑色小山 一路上 他走走停停 四处查看 寻找着那块 可能存在的机缘 但并没有任何发现 难道不是这座山谷 林青云继续走 不多久 林青云在一个山傲处 看到了三个人 他不动声色地 扫视了一眼三人的打扮装束 是云水部的未入门弟子 师兄 你认得这块碑上的字吗 除了这个白字 其他字都看不清了 这个字下边这个 看起来像绝字 不不不 我看向镜字 听到三人的议论 林青云瞳孔猛然放大 是可有鼓字的呗 是我的机缘吗 心中微微思量 林青云收敛了一下自己 走了过去 三位师弟师妹 在做什么 这雪狼鼓中 虽然有我山庄弟子 也不是完全安全的 看到林青云身上的衣服 又看到了他腰间的令牌 三人放松了防备 一番交谈 才知道 林青云一个本家姑姑 驾到了云水部的亲戚 原来是林师兄 确定关系后 三人立刻亲属起来 我们是跟着师兄师姐 一起接了宗门任务 来这边执行 途径这座奇怪的山谷 便来看看 找到了这块 刻有几个字的石碑 奇怪的石碑 是挺奇怪 我来这边执行任务 也不是一次了 但这座山 还是第一次见到 像是突然冒出来似的 也可能是我之前 没太注意吧 突然冒出来的 林青云心中秃了秃 那块碑 爆发出了强烈刺眼的光芒 冲天而起 直直地倒进了土壤 同一时间 地洞山摇 黑山阵战 一道巨大的裂口 从石碑下方 分开土壤而现 四人反应不及 直接掉进了 那巨大的裂口天坑里 啊 四人消失后 裂口天坑关闭 林阳的身影 逐渐显化在石碑边上 意外之喜 多了三个免费宣传员 林阳嘴角一脸 进入了他的新舞台中 哎呦 四人一阵下落的趋势停住 落在了一块平地上 这下完了 我 哎 明明那么高 明明他们感觉下落了那么久 本来都做好摔死的准备 但偏偏摔下来 除了有那么一点疼 居然没有摔死 更没摔断手脚 不可思议 三人朝天空望去 一片黑暗虚空 也没有什么显眼的窝口 这顶上什么也没有 我们从哪掉下来的 三人看着天上的虚空打亮 林青云沉默 他深呼吸着 声音不太自然道 比起这个 我觉得你们最好看看周围 周围 三人一眼望去 沉默 沉默 再沉默 许久 三人中那女弟子低着头 抓紧了两个师兄的袖袍 是 师兄 两人脸色也不正常 这里 是发生过一场 大规模的大战吗 林青云的声音 从他们后面传来 林青云开始走动 打量四周 比起这三个人 他早有一些心理准备 接受起来更快些 林青云走到一具白骨面前 仔细看了看 这具白骨 以及四周一片一片的 其他白骨 一眼望去 在这块平地上 全都是森森白骨 难以计数的尸骨 林青云无法想象 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 居然有那么多人 在这里被埋葬 这是多惨烈的大战 这里怎么会 三人面色微白 尽量使自己镇定下来 这黑暗的虚空里 满是森白的尸骨 而他们几个 就站在这些尸骨中间 这心里总是有些毛毛的 浑身透着一股冷气 林青云道 那块骨碑 我们刚才掉下来的地方也看了 一片虚无 想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也无法实现 怎么会有这么诡异的地方 就好像生怕有人能出去一样 林青云道 别想了 这里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林青云心想 我的机缘应该就在这里了 等等 机缘 他又联想到最近的白虎出世 独立的空间 死 何等大能才可以做到 开辟独立空间 这里的主人 至少得是无上大宗师吧 林青云默不作声 如果无上大宗师 就能做到开辟空间 那未免也太瞧不起 空间秘境的价值了 虚空之上的黑暗里 一双神眸 正静静地注视着他们 林阳能清晰地感受到 从他们身上传出的震惊 惶恐 敬畏 对未知神秘的忌讳 则 林阳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视线重新放在下方 开胃小菜结束 正餐开始 黑暗虚空里 其余三人还在想着 该怎么逃出去 好像没有其他出口 难道要跳下去找出口 其余三人如何 林青云不管 总之 这是他蜕变的机缘 他已做好了准备 他说道 左右在这里都是困着 不如先试一试 找找出路 师兄说得对 云水步三人 走到平台边缘 向下看去 看到一片圣人的白骨 就吓得退了回来 对林青云附和道 这个时候 一个有主见的师兄 让他们也恢复了一些信心 林青云看了看 虽然慌乱 但是还保持着理智的三人 心里点了点头 没有蠢蛋 出去的机会又大了一点 不知道风道常说的机缘 是不是在这里 摇摇头 把这些思绪抛到脑后 现在最重要的找到出路 不然就是机缘放在他面前 命没了 机缘不机缘的 还有什么意义 咱们这样 我自己一队 向南搜索出口 和秘境内的信息 你们三个 沿着虚空向北 记住 先保证自己的生命 再去搜查秘境 毕竟 只有活着出去 才能得到庄主的奖励 林青云看了 一向南北两个方向 还是跟随内心的选择 分配了任务 云水步三人 一听他说出去的奖励 手上也更有劲了 紧张的气息 也被画柄暂时击退 好 那师兄 你多加小心 四人分开两队 向两个方向去 林青云提起内力 一个个纵身 顺着石台向南越去 可是一直走了半个时辰 前面 还是一座座石台 只是虚空中的尸骨 越来越少了 前面不会是一条死路吧 林青云停在一座石台上 心情有些焦躁起来 不对 一定是秘境里面有哪里 没注意到 林青云回身 脑海里回想起自己的每个动作 每个落地的地点方位 眼睛不经意间 扫过石台边缘 嗯 这个 我好像在哪间到过 等等 林青云缓缓蹲下 伸手摸向石台 先天之神补权 他务必要慎重 没错 这座石台我见过 还见过五遍 林青云将它们一一进行对比 片刻后 林青云眼中浮现出一缕神光 他站起身 向着一个未知的方向 提气纵身 跳出后 一片黑暗之中 一座石台 突兀地出现在他眼中 林青云在空中扭转身体 最后将将在石台边缘停下 师兄 你南边已经看完了吗 林青云发现 原来自己这一跳 就跳到了云水部三人身后 看来 这秘境没有多大 这些石台也不过是障眼法而已 不过 林青云还是不明白 雪山城在这昆仑脚下千年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获得 这秘境的信息呢 如果不是千年间一直有人进来 那么 是什么样的战争 会留下如此多的尸骨 师兄 你看 我们发现了 那里有座门 咱们很快就可以出去了 林青云追上三人 三人中的少女 叽叽喳喳不停说着 看来也是被秘境中的尸骨吓坏了 不过 就是越靠近那大门 这石台上的毅力影响 就越来越严重了 王师兄他们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 林青云上前一步 也发现了这一点 感知着明显浓稠起来的空气 他也不说话 只是慢慢调息 眼角见其余三人结束调息 一边说着话 一边凑了过来 林青云不动声色地收敛了内力 看来这障眼法效果不错 对于大部分二流以下的杂鱼来说 足够阻止他们了 林阳想了想 决定开始修改难度 争取在公测之前 修改掉所有不合理漏洞 大门 那会是我的机缘吗 林青云心中越发急切 不断提气纵身 很快就拉开了与三人之间的距离 直到内力供给不足 他才停下开始调息 师兄 你挑那么快的麻 三人跟了上来 打断林青云的思绪 他不动声色道 没什么 就是想看看 前面那座大门到底是不是出口 三人中的女子道 一定是出口 这里太吓人了 等回去把这里的一切 禀报庄主后 我是绝对不会再来了 一边说着 一边心有余悸地 看向石台之下 那白骨之山 少女说的 何尝不是他们的心思 我没得选啊 林青云和三人 一同望向遥远的天边 那边是一个个高远的平台 正挡在他们前进的路上 你们说 会不会门后面 就是那凶兽白狐所在 仿佛是为了缓解气氛 云水部三人中 一个王姓少年 说了这么一句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原本他们只是说笑 这样一个猜想 但林青云心里却凸了一下 风夕 先人指路 白骨战场 石门 林青云隐晦地看了一眼 那平台深处 看不见的虚空镜头 还说笑 好好想想 该怎么出去吧 三人中的年长者 吐了口气 女子叹气 沮丧地指了指四周的 森森白骨 这毅力越来越强了 谁知道 曾经有多少人 被困死在这里 永生永世出不去 最终沦为白骨中的一员 气氛一时很沉闷 一股名为绝望的气息 逐渐蔓延 黑暗虚空中 林阳满意的点点头 氛围感 这不就起来了吗 看来以后要多注意 对心理层面的影响 投资手 收益大 居穷顶 大不易啊 这些吓人的白骨 没有白价 云水不年长者 咳了一声 强大精神 小孩子胡说 快呸呸呸 说不定我们运气好呢 少女配合着 呸呸呸 只不过全呸到了 自家师兄脸上 先继续走下去试试吧 真不知道 是谁设计出来的 这么无聊 对啊 还有那座门 这么久了 也不见靠近了一点 其余二人 也都硬喝着 看来他们还没有发现 进入这秘境之中后 都不需要吃东西了 林青云想了想 没告诉三人 让他们自己误吧 再说了 自己能不能出去 还是两说 哪还有心思关心别人 不过 有一点 他们没说错 这秘境谁设计的 除了石台和虚空 一点别的都没有 这样跳下去 心智不坚的人 少不得就跳下深渊了 嘀咕完 三人往前走去 依旧跟林青云 保持微妙距离 他们三人一组 在前面跳啊跳 林青云不急不慢地掉着 走后面正合他意 他准备积攒足够的内力后 一次跳到头 往前跳了约十几个平台后 平台间的距离 涨幅更大了 对于还没正式入门的 三个云水步弟子来说 这一步的跨出 已有了难度 准确地说 是因为他们无法 轻易跨越后 有了自己会失败的预想 由此便产生了心理难度 因为一旦失败 等待他们呢 就是无底的深渊 站在石台边缘 尽量靠近下一个石台的位置 三人面露难色 这个距离 如果是正常地面 也还好 但这诡异的石台四周 都有毅力影响 这要是失败了 该如何是好 三人看了一眼平台底下的 一望无际 看不到底的万丈深渊 在那深渊下 无数尸骨上空洞的双眼 静静地与他们对视 呦 进度不错呀 羚羊忙完修改难度后 就看见四人渐入佳境 在石台上 经常连跳三四个 来 让我看看 他们都到哪了 羚羊从虚空中 拉出一把王座 靠在上面 手一划 聂风 不惊云 地势天 神 魔 甚至笑三笑等人 都出现在了画面上 一旁是一张很直观的神州地图 这几批人 都是武功高强之辈 看角力 都已经快到雪山城了 看来更经百虎的消息 还是很吸引人的 那就开始下一步吧 羚羊点了点头 右手中出现了一颗 金光璀璨的小号老虎头 去吧 动静到大点 咻 虎头出现在雪狼谷上空 足有千丈方圆 雪山城 雪狼谷 雪山剑装中 都能看到 那栩栩如生的毛发 好 一声唐 震撼昆仑 方圆千里之内 人畜皆闻此生 见状者无不失神 缠弱者肝胆剧烈 笑三笑 第四天 布京云 聂锋等使用过锐兽之血 或者感染锐兽之血的人 纷纷感到体内在发生暴动 那是位 视剧 更有着一种深深的觊觎 我的 必须是我的 第四天被体内的凤血 支配了心神 作为四大锐兽之一 凤凰岂是如此容易杀死的 感受到羚羊扔出的白虎诱耳 这一刻 凤凰洞了 这种气息太致命了 对他们锐兽来说 就是格位的提升 生命的跃欠 凤血驾驭徐服 与飞剑合为一道顿光 向白虎咆哮处飞去 呼 看来 老夫这次要全力以赴了 笑三笑 也不再掩饰 浩如烟海的磅礴真力 在空中划过一道清光 大 大 龙 轰隆 虎笑震动天地 巍峨昆仑 也被他影响 大片积雪脱落 汇聚成雪邦 将尸神中的众人惊醒 秘境内 望着前方 大约只够四人落脚的窄小石台 以及那又宽了一倍的深渊 林轻云妈了 这一步的幅度拉大 比他想象的还夸张 那么小的平台 那么宽的深渊 诡异的反弹力影响 这容错率低得令人发指啊 师兄 少女看向他 林轻云点点头 走到少女身后 运足内力推了一把 随着石台间距离越来越远 在林轻云的主导下 四人决定一起 合作寻找出口 这秘境 就是针对我的吧 林轻云看着衣带飘飘 跃在半空的少女 被对面 一样被他扔过去的两个师弟接住后 林轻云重心下沉 双腿踏地 提起内力的瞬间 还没离地 就感觉到了头顶那股 几乎凝成实质的毅力 林轻云深呼吸一口气 目光坚定地看向远处石门 内力迸发 疼 他如同一颗离弦的箭矢 带着尖笑声 猛地朝鞋上方冲去 速度很快 使得他心头狂跳 完了 估计错误 如果真按这个趋势弹出去 他恰巧会错过下一个石台 落在石台中间的深渊裂缝上 深渊裂缝啊 这落下去 死无全尸 不 不行 我还没有报仇 我不能死 强大的求生欲 刺激着林轻云 他强自控制着自己 让自己完全舒展开 打算通过协调身体 来改变下落趋势 师兄 小心 林轻云腰身一扭 伸手在少女伸出的 剑翘的一介力 紧接着 被两位师弟拉住衣服 连削带打 站稳了脚跟 多谢师妹 师兄客气了 现在 每跳一步 他们都要谨慎又谨慎 先是三人合力 然后两人合力 林轻云继续内力后 继续扔出少女 这次 他直直向着三人冲去 蹭 快速协调身体 掌握好体感降落在边缘后 林轻云后怕得输了口气 容错率太低了 林轻云后脚跟悬在平台边缘上 他后看了一眼无底的深渊 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 这时 云水部三人的惊喜声传来 师兄 咱们成功了 前面就到门了 门 林轻云连忙一言望去 只见前方原本遥不可及的石门 现在的距离 只剩下一个石台了 现在以他的目力 已经能看清石门的样子了 那石门十分古老 两侧是两根巨大的石柱 将其拖了起来 其上还有一些字体 天长日久 林轻云看不懂那些字 究竟写了些什么 那一定是出口了 快 出口 我们马上就能出去了 三人组看到石门 顿时希望大增 后面的平台难度越来越大 而且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再不出现出口 他们就要绝望地崩了 看到石门出现 他们信心大增 顿时来了活力 经过再一次京城合作之后 四个人谨慎地估计跳跃后 终于到达了石门所在的这个大平台上 几人跳到大平台上 连忙凑到石门旁 石门的两根石柱上分别刻有字体 左边石柱上刻着出去两字 右边的石柱上刻着墨归两字 而两扇石门上 也分别显化了两个复杂的字体 这两个字体 一个代表继续 一个代表退出 建了这石门上的字体 一众人都欣喜若狂 出口找到了 云水步三人中的少女 看见那退出的字样 就想去推那一半石门 难不成我的机缘 真的在石门之后吗 封道长说的 我的机缘就在这 但是我这样的心态 又怎么去获得机缘 思绪万千 林青云放下了心里的包袱 不再去计较 什么机缘不机缘的了 走吧 看着少女的眼睛 林青云点点头 三人先行立刻 林青云长叹一声 哎 先天之神空缺 就是你了 小子 算你好运 林青云就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 响起 就发现自己的身体 像是被困在琥珀中的虫子一样 动弹不得 一道金光从门后出现 只见金光中一只小老虎 背声双翼 静止向他扑来 我命休矣 插翅虎飞入他的脑海 是你 就在林青云疑惑见 小有好福气啊 白虎之神加深 此后必定贵不可言 林青云晃了晃头 惊喜交加 风到掌 随着林青云念头一动 面容祥和的风希 就出现在了他面前 哎 发现了吗 风希手碾长虚问道 林青云看着周围 渐渐模糊起来的环境 心里有了一个答案 但是他还是有些拿不准 这里是我的石海 没错 风希点了点头 他抬起一只手 示意林青云 林青云下意识将注意力集中了上去 就发现 那只手变得清晰了 而风希这个整体 则在变得模糊 这就是观想 观想 林青云不解 现在 准备好迎接你的机缘了吗 风希并未向他解释 而是将自身缓缓散去 露出一副插翅白虎图 一轮红日之下 比阳光更耀眼的白虎熊 具诛风之殿 一双遮天羽翼舒展 虎目圆睁 看向不可知之殿 看着这被一道道封印封锁的画卷 林青云一眼就认出 这是刚刚要占据自己身体的白虎之神 西方之神更经 白虎观想法 死 消化完风希留下来的信息 林青云睁开了眼睛 看着空无一人的秘境 双手揉着额头 观想白虎真行 游行致意 再诉后天白虎之神 然后以自身观想的后天白虎之神 吞噬先天白虎之神 逆转先天 正得白虎神兽位格 他想过 风希说的机缘 是什么样的机缘 但是 他万万没想到 真是先天白虎之神 这西方之神白虎 在数千年前 将神魂飞升 脱离此剑 之后 肉身上的精气神三宝 惊为脊椎 这是白虎的精气之源 被持有所得 注魔冰琥珀 神玉气 失去精气供养后 封锁在了肉身之中 现在白虎肉身通灵 吸纳杀气重生 与杀气本源相冲突的先天之神 就被排斥了出来 现在到了林青云的石海之中 被风希风印 风道长 你这么看得起我林某人啊 那我林某可就不能让你给看扁了 缓解了一下疼痛 林青云脉步走向石门 我要退出 眼前画面一闪 林青云发现 自己已经回到了 那座不知名的小山傲中 云水步三人 正抬起头看着天上 听到背后动静 三人一起回头 看见是他才放松下来 林师兄 三人的脸上 丝毫没有逃出生天的激动 反而更是愁苦 林青云看了看 天上成半圆倒扣的光幕 脸上少见的 带上了一丝笑容 三位师弟师妹 这是怎么了 咱们能从这秘境中出来 不应该高兴吗 让维兄猜猜 可是因为这光幕 三人点了点头 互相看了看 你们两个笨口捉舌的 就别给师兄添乱了 还是我说吧 还是少女站了出来 师兄 刚刚我们出来的时候 就发现这光幕了 后来遇到其他门内 师兄师姐才知道 咱们进入秘境之后 这天上就出现了一颗 千丈方圆的白虎头 林青云听到他搜集到的信息 心里有了数 师兄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林青云现在已经得到了 弥补自己先天之神 甚至蜕变的途径 对于几人的顾忌 自然也知道 没关系的 天塌下来 还有个高的顶着呢 更何况 我们雪山剑庄 在这昆仑山下居住千年 先给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林青云接着说道 更何况 这次 我们为剑庄找到了这一处秘境 师兄说的对 看他们安心了下来 等回到剑庄 咱们只需要禀报庄主就好 剩下的 你们就等着入门领赏吧 雪狼谷上空 林阳坐在王座之中 速度不骂啊 他的眼神才看向东方 一道紫色剑光 便跃染于山峰之上 在距离雪狼谷十里之地停下后 在原地献出一个踩在门板巨剑上的伟岸身影 他将长发披散 面容隐藏在面具之下 两道炽热红光 从双眼射出 身上更是有一只火焰大鸟 若隐若现 来人正是被四大瑞兽之一的凤凰 控制的地势天 赢 一身狂赢 游远极尽 一个带起雪浪的蓝发身影 在雪狼谷口亭下 来人一盏披风 露出刀销斧凿 一般都硬朗面容 来人正是不哭死神 不惊于 这时的他双眼一惊一刺 麒麟臂上火 麒麟的纹路 活灵活现 身上的气息 也是一神一魔 不断转变 看来也是受了龙元与麒麟臂的争斗 被控制了 雪狼谷南方 一个矮小的身影 缓缓浮现 这个人的到来 没有任何迹象 但是在凌阳看来 他一个人 就顶得上其他所有人 因为来人正是醉骨之老银币 孝三孝 这个四千多年前 就杀死龙龟 得到长生的人 而且还生了两个 想要毁灭世界的儿子 孝惊天 和孝傲士 徐福的圣心诀 比起他的混是四绝 万道森罗差得远了 这次 要不是羚羊下了足够的本钱 还真不一定 能让这个老东西 主动送上门来 枪 被凤凰控制的徐福 感觉到其他三大瑞兽的气息 脚下一踩 长剑鸣空 雪山剑主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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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功力一吼而出 刚刚平息的雪崩 再一次被引动 正在安排弟子救援的雪山剑主 心中一惊 白虎出世 又有强人来袭 雪山剑庄 不能毁在我手里 大长老 拜托了 将手中雪山剑庄传承之剑 双手托付大长老后 就运起轻功向徐福纵身而去 雪山剑庄 雪山在此 请前辈吩咐 听到他的回应 徐福脚下飞剑 就调转方向飞了过去 被兽性支配的不惊云 也冲了过去 笑三笑 则隐蔽身形 更靠近了先 徐福凝出一只悬兵大手 飞过雪山时 一把把他抓起 白虎陷在何处 把他丢放下 不禁云拔出绝世好剑 运镜横斩 一道剑光 静直 斩向徐福后背 前辈 那光幕 便是白虎神通所化 雪山公公静静回道 生怕引起任何不满 导致雪山剑庄 无妄之灾 徐福得到答案 随手把雪山扔了下去 欲使着飞剑向雪狼谷飞去 不禁云发足 奋力狂奔 笑三笑 则背负双手 慢悠悠地夺不起来 在他的感知中 徐福不过凤凰的傀儡一个 连真正锐手之力 都不全的不惊云 更是连跟他动手 都资格都没有 动 只见帝氏天化合的紫色剑光 在触碰到光幕后 就像一只撞到铜中的剑石 被狠狠地反弹了出去 那 那 是 灵青云捂着耳朵 看着紫色剑光 变成帝氏天脚踩 门板巨剑浮在空中 震惊的话说 不利索了 哼 自觉丢了面子 第十天一声冷哼 竖起剑指 急 脚下飞剑 分化出万千剑影 一只只刺在光幕上 咚咚咚咚 呵 第四天 剑九弓 不下双手并用 运足十二分 剑绝功力 大鹤一声 破 噼里啪啦 紫色巨剑剑尖 成功刺穿光幕 一阵碎裂声响后 笼罩在雪狼谷上空的光幕 化作碎片后 风一吹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出谷者 死 徐福在雪狼谷外 划下一道剑痕 宽于十尺 深达数十丈 还是原来的那个地点 林青云和云水部 三个小岛煤蛋 以及其他诸多池鱼 被徐福赶到了这里 山坳之上 第四天遇见横空而立 不经云穿空即飞 迅速赶到 哼 碍于绝世好剑锋芒 第四天也只有冷哼一声 雪山带着几位长老 也刚刚到达 不来不行啊 今年正是雪山剑庄 三年一次开山门 雪狼谷这里 都是他们雪山剑庄的心血啊 再说了 都是部落弟子出身 沾青带故的 不要太多 真被波及到 说不准就是雪山剑庄的末日了 第四天感应着天地之间的波动 一道剑气 打开了深渊一般的秘境入口 你们几个下去看看 雪山几人指的遵命 第四天的想法很简单 为了防止消息走漏 而且 雪山剑庄是座帝户 他不敢有二心 至于实力 旁边那雪山虽然菜 也是一尊宗师呢 前辈 里面没有问题 第四天看见雪山下去 还传上话来 驾驭着飞剑 就进入了秘境 不经云更是纵身一跃 第四天也没有办法 他自信来得早 但是 毕竟还有无名在 这让他心里 总是缺少十分的把握 多一个不经云就多一个吧 要是无名等人来了 两个人分蛋糕吃得多 还是一群人分蛋糕吃得多 这个道理 第四天自然懂得 动 黑暗虚空 几人的身影显现 出现在了最开始的原始石台上 第四天重重地摔在了石台上 近空 第四天恨得咬牙切齿 但是对雪山等人 还不好发作 虽然他手段下作 也是要脸的 一个不会飞的宗师 懂什么秘境 懂什么近空 如果不是穷顶出现 将这些知识出售 他也不知道 一入眼 几人便看到了 那满地的白骨 第四天闭眸 感受了一番四周 果然是独立空间 一方秘境 对于第四天来说 刚刚丢的那点脸 已经不算什么了 要是丢脸 就能换一个秘境地址 他愿意天天丢脸 好 一声唬笑响起 第四天和布京云 内心狂震 白虎 这白虎 果然在秘境之中 自从穷顶出现后 第四天就一直在寻找 一方秘境 作为自己的大本营 现在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找个秘境 送之神兽 稍微平复一下心情后 第四天走到石台边上 只是下方的无底深渊 他重点扫视了一下 石台下方的虚无 没有任何东西支持 一直悬浮虚空 是某种特殊的力量 看骨骼的风化程度 这里起码有数千年历史了 过了这么漫长的岁月 这股力量 竟然还能拖着这些石台 不掉落下去 大手笔 大神通啊 第四天看环境 布京云就将视线 聚在了矮矮白骨上 他分析道 这么多尸骨 这些尸骨的确蹊跷 没有打斗痕迹 明明有出口 却也不离开 布京云转身 毛子凝了凝 除非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不愿意离开秘境 相比起在秘境内困死 那是一座石门 布京云发觉在这秘境中 自己的思维理性 回归了许多 看来那门后 有压制我疯狂的东西 背着绝世好剑 布京云一塌石台 连连跳远 那白虎和秘境注定了 都是我的 说完 第四天大手一挥 将几人笼罩 直接裹挟着他们 连连纵身 追上布京云 跃动的身影 你追我赶尖 几人很快就跨越了 数十个个石台 抵达了石门所在 抵达石门 布京云与帝是天二话不说 抢先来到继续石门前 推动石门 随着两人海量的内力涌入 严丝合缝的石门 缓缓打开了一条缝隙 呜 石门能量营满 爆发出一阵光芒 带着几人穿过了石门 抵达了石门之后的虚空 光芒消失 石门之后的世界 展现眼前 见了眼前所见 所有人都治了治 虚空中一阵寂静 这 他们 这些家伙 胡锋忍不住打破沉没 与无伦次的指着周围 四周 依旧遍布白骨 不过 与石门之前的白骨相比 这些白骨的程度更轻 之前的尸骨 是彻底的尸骨 而石门这边的尸骨 却还保留着残破的衣衫 有一些布片 丝织还未彻底化去 挂在他们的身上 一眼看过去 比之前还要诡异 还要圣人 第四天思量片刻 说道 也许是两边的空间不一样 雪山回身 摸了摸那石门 看看还能不能回去 感受一下 两边空间的不同 摸到石门 还能回去 但是 他现在却不能走 为了雪山健庄 更为了附近部落的安宁 他们走了 遭殃的 必然是自己的亲人不足 对于雪山的小动作 第四天根本不在意 对他来说 一个宗师级的小势力 挥手祭面 不经云一言不发 继续一马当先 继续往前 看看前方有没有关于 这秘境的更多线索 第四天腾空起步 突然轻移了一声 这事 不仅他的飞行能力 被某股力量压制 后来远不如之前轻松方便 一路飞纵 越是往深处 第四天越是觉得 空气越发凝固 若是压制在加深 他这个天人 都有可能要掉进深渊里 于是 第四天在中间的一个石台落地 停了下来 看着不经云越来越远的身影 第四天强提起一口气 飞升跟了上去 被扔下的雪山等人 互相看了看 没有办法 还是跟了上去 反倒是因为修为不高 没受到太多压力 第四天在连跳了数十个石台后 肉身已经疲乏不堪了 哪怕他有凤血在身 也要回气一阵 雪山等人 跳上他后面的石台后 雪山一摆手 是一几位长老留下 他们刚刚试过了 石台上无法返回 雪山跳上第四天所在石台 向前看了一眼 发现不经云就停在前面的石台上 看着一具骷髅 雪山看看第四天 想了想 跳上了不经云所在石台 前辈 这里有字 听到雪山的话 第四天吐了口气 这一阵调息 他的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便点点头 往那块石台停下 强行抵抗近空压制 对他负荷不朽 越是往里边 负荷越大 他也没多做姿态 停下后 快速走到那块石台的字面前 飞越了这么久 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 石台上面有字出现 想必是死在这里的人 留下的关键讯息 入眼 是一具贵作的白骨 在其身前 有几行古字 杀气腾腾 第四天活了近两千年 雪石渊博 不屑地看了一眼不惊云 石石安读了起来 一恨轩缘不救 二恨白虎无心 三恨大犹背信 四恨我足无力 恨恨恨恨 只是简简单单五行字 第四天仿佛看到了一位战雪流静 真身将灭 意志长存的无上存在 将心中恨意静覆其中 字字心红 比比生芒 每一华都带着射人胆破的霸气 一股霸绝天地的恐怖血气 便迎面而来 难以想象 已过了不知多久的漫长岁月了 这些字却还如此鲜艳 也不知是和血脉 流经数千载 至今依然血气昭彰 凝望这字 第四天面色凝重 面对这几个字 即便是第四天 也感到一股深深的不安 真不知道 写下这字的强者 生前究竟是何等可怕的存在 不说这字上的意志 第四天凝聚力量锋芒 往十台地面上轻轻一隔 十台纹丝不动 地面更是毫发无损 光是其能在这十台地面上 留下自己的这份功力 第四天便自愧不如 眼前这位死去的强者 必然是巅峰天人 不 一定是天人之上的存在 也不知这尊存在死前 这一般可怕的恨意 还有这流字的强者 已然如此 那周围其他的尸骨呢 一念及此 第四天煞是觉得一阵毛骨悚然 另一边 雪山不知什么时候 跳到了另一个石台上 他喊道 这边还有更多字 第四天带着众人移了过去 入眼 是一样的星红字节 我大风一脉 久居昆仑 为白虎神 镇守神州西方之地 可白虎神却是我足为弃子 神魂飞升 后轩辕与神农战 轩辕前来劝降 我足尊从祖训 与七会蒙 后大游难来 夺白虎神之精 蛀魔兵琥珀 轩辕弃异 举兵来弓 大游背信 我足足灭 断断续续地看完 这竟是上古秘境 雪山在脑子里过了过 朝帝视天问道 前辈 关于这昆仑大风一脉 您可有听闻 未曾听闻 帝视天摇头 想来 他们距离我们的时代 已经太远太远 连历史都遗忘了他们的存在 那这里 岂不是上古之战的战场 就是这一瞬间 众人眼神一齐向前看去 那白虎果真在里面 几人都沉默了 雪山看着帝视天 生死操于人手 又有什么办法呢 轰 龙 这前方的虚空里 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回 雪山疑惑地嘀咕 一个是字还没出口 他的瞳孔便猛然放大 一股冻结整个 无尽虚空的恐怖力量传来 在那边 看不到的虚空里 有恐怖的力量 杀气 一股令万物凋零 令时空冻结 令天地寂灭的恐怖气息 瞬间冲斥了 这无尽虚空 使所有人都凝制 冻结在这一瞬间的时空里 远边 一缕微白的光芒乍现 他犹如世界中末的第一道火光 宣布着世界的末日 这一缕微光 就是这黑暗虚空中唯一的色彩 因为所有的光彩 都已被他吸收 冰冷 冻结 永过 终焰 第四天等人 已经失去了对身体的感知 如果不是他们的思维还活跃着 他们都快以为 自己已经死了 刷 进了 进了 那一道光线不断蔓延 不断变大 直至他充斥了整个黑暗的世界 嗡 咔嚓 世界破碎 那一道光线破戒而出 迎风剑掌 猛地化作了一道朱天之刃 这刀刃来自太古 哄 天地之间 只于一片黑白 此刻 秘境之外 山奥正中 一道将整个世界印得刷白的剑光 猛地从秘境中展出 奥 虎袍震天 杀鸡盈眼 这次世界中来 像混沌中去的一刀 静止将天空一分为二 原本连成一片的云彩 被一把锋利的刀刃切割开来 狂暴的剑锋 带起风暴波折 将云彩卷开 在天空中 留下一条巨大的真空弹 阳光被刀光吞吐 慢卷烟云 沁透红煞 这是重开天地之刀 再定水火之刃 斩天 在那一线天光周围 还有着足以蔑视的恐怖静气 缠绕在云层边缘 不断侵蚀着 深紫色的雷光 破碎了漫天的火烧云 此时此刻 整个神周大地 都能看到这一奇景 雷火焚天 天光一现 上下全都被这一道 突如其来的剑光所惊动 纷纷惊恶无比的 看着那一道惊天白光后 裂开的天空 那是什么 这一刀切开了天 不 不是裂开 是有修为通天的强者 往天上斩了一剑 没错 就是一剑 裂空 这么高远的云层 一剑开天 还能引动天雷 武林神话那位也做不到吧 那个方向 好像是昆仑山 昆仑山 那岂不是说 白虎出事了 我神周竟还有这等高手 敢于挑战白虎吗 你确定这是挑战 雪山城上空 凌空虚度 背负双手的笑三笑 右手不自然地抖了抖 他转向那边的天空 眼中映出了那道惊世之白 看着那道惊天动地的一线天光 笑三笑浑浊的老眼中 浮现了神采金光 天人之上吗 哈哈哈哈 畅快大笑 生震四眼 笑三笑 拢在秀中的拳头 不住地抖动着 或许对这位活了四千年的长生者来说 两者兼而有之吧 更多的 应该是对更强力量的渴望 正在步行的吴明 看着那一线天光 周身剑鸣愈演愈练 蹦 苍浪 枪 一道剑光冲天而起 带着堂皇正气 向雪狼鼓飞去 关道一站上 聂锋一抹嘴 翻身骑上一匹剑马 快马甲鞭继续赶落 剑宗故地 破军擦拭着手中的刀刃 仰望那一道巨大的天之痕 吴明 你一定会去的 还刀入鞘 破军禁止离开了剑宗故地 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清 唉 一个落寞的人声响起 紧接着随风飘散 中华楼 尼普萨坐在门外插棚下 一手做举杯状 手中空空 双眼圆睁 下巴都合不上了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 难道真的有白虎存在 不对啊 尼普萨双手开始掐算 越算 皮肤越红 血气上冲至头顶 吴明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尼普萨破 喷出一口鲜血 血雾弥漫 他双眼无神地看着天上 那雷火焚天奇景 天下大乱啊 算命的 你又算什么了 鬼狐走过来 给他往嘴里塞了一颗丹药 化开药里 不如归去 不如归去 这尼普萨 是真不知道 什么叫尼普萨过河啊 羊羊看他又吐血又折兽的样 也有点不忍心了 不过 你这玩意你作孽啊 谁让我心善呢 见不得人遭罪 不行 我不看了 抬手关上头影 羊羊看着秘境里呆滞的众人 想了想 在这呆着 也没啥意思了 他站起身 一步从王座上迈下 在出现时 已经出现在了雪狼谷外 两位又见面了 孝三孝 吴明 聂丰 三人只觉得 眼前一阵变幻 视线内就多了一个身披锦球 头戴玉关的鹦鹉少年 羊羊一横欲敌 对着吴明和聂丰 打了个招呼 吴明双眼看向孝三孝 他能够感知到 孝三孝体内 那堪称无边无际的内力 还有他那看不出年岁的面容 和他见到地势天的感觉一样 长生者 又一个长生者 比地势天还强的长生者 不知几位怎么称呼 孝三孝真不愧是这个名字 发现看不透 把自己挪移过来的羊羊之后 他满脸笑容地 对着三人见起了脸 吴明 聂丰 羊羊 对于孝三孝的试探 羊羊毫不在意 龙龟再大 也不过一概概王八罢了 想必 诸位都是为了跟金白虎来的 咱们干脆手上功夫 剑分小好了 羊羊说完 脚下一顿 身影一闪 已经出现在石鱼杖外 第二层秘境 那重定地风水火的一道光刃消失后 无尽的黑暗虚空恢复了平静 时空也恢复了流动 直到此时 所有人才察觉到 自己屈翘的存在 能动了 他们终于能动了 恢复行动力后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抬头 没错 抬头 抬头看天 仰望那一道巨大的截天之痕 在他们头顶 那无边无际 看不到边的黑暗虚空 被切开了 被彻底的一分为二 巨大的裂缝 映射着虚空乱流 昭示着它的存在 在裂缝边上 还有残存的狂暴力量 不断侵蚀 整个空间摇摇欲坠 看上去就跟要破产了似的 一刀 不 准确地说 只是一节光刃 透过两层秘境 众人看着雷火焚天的奇景 纷纷不自觉 捉起了牙花子 四 天人之上 不是神仙 还能是什么 第四天和不惊云目瞪口呆 回过神来 立刻面色凝重 那是秘境深处发出的剑光 这秘境深处的白虎 不会真的醒了吧 没醒的话 这种威力的存在 也是他们能捋虎须的 忽然 万罗与刑罚长老 都猛然变换了脸色 糟糕 刚才那道光刃 斩裂了秘境 甚至将天穷 分出一道天光 动静如此之大 那外界 这秘境 怕是保不住了 第四天心下一横 还没等它反应过来 四个压迫感十足的人影 就已经从秘境缺口 直接降落了下来 通过四大瑞兽之间的感应 第四天第一眼 就瞄准了笑三笑 冥冥中的感应告诉他 他们是一类人 而且 笑三笑 比他更强大 更恐怖 这让他有种 遇到天敌的感觉 无名 你来晚了 第四天开始转移目标 用强硬的语气 来告诉林阳 笑三笑 这两个不认识的人 自己不是好惹的 好像一只炸毛的小狗啊 林阳看着第四天 声音 却在笑三笑耳边响起 哈哈哈哈 有趣是很像 第四天霜霉一树 没等它发作 吼 虎笑声响起 笑三笑 率先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飞了过去 第四天跟上去后 才后知后觉到 近空近之解开了 第四天很快又摇摇头 不对 不是解开了 而是被那一剑给毁了 呼呼噜 低沉犹如汽车发动机一般的声音 从第四天面前响起 不好 那白虎 恐怕是真醒了 随着几人的深入 空气中的杀鸡 已经浓到了化不开的地步 而且 最令人惊讶的是 这浓重的杀气 是如此的纯粹 就像自然轮转中的秋收 东藏一样 自然和谐 这就是主掌杀伐的白虎之力吗 哪怕是把白虎之力 兑换出来的羚羊 也是第一次 这样接触白虎之力 风云世界的四大锐兽 倒不如 说是四大凶兽 未曾开智 只知道依据本能 能活的酒 也是因为本身的血脉天赋 和自己的努力 没有半毛钱关系 更做不到仙霞世界 玄幻世界一般都进行修炼 然后化形 他们就是单纯地吃 积累 继续吃 继续积累 等到足够肥瘦时 就被孝三孝等人 摘了果子 利用他们的积累 就能很简单地化作自己的资料 做到公羊几身 长生不老 而羚羊兑换出来的白虎之力 那是来自真正的四象神兽 代表了天时 地利等权柄 白虎对于他来说 只是一个依托 都够不成本质 羚羊坠在众人身后 看着他们 越过一座座石台 这里也有字 雪山举起手 几人停下脚步 看了看 孝三孝 看着那星红的字迹 并止一滑 光洁的石台上 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这石台才知奇特 要想留下痕迹 非巅峰天人不可 地势天在一旁冷嘲热讽道 孝三孝也是 靠龙龟磅礴的积累 惊声天人的 终是靠了外脸 地势天与他 量上面或许有差距 但至上并无不同 地势天做不到的 孝三孝 自然也做不到 吃了个闷亏 一众人继续往前 当他们再次往前 走了几十个石台后 一股莫名的气息 便传来了 这股气息的出现 使得众人脸色巨变 这气息 孽峰惊恶 不敢置信道 走 孝三孝 依旧是人 狠话不多 沉了沉脸色 带着所有人 直接往前方忙去 不多时 所有人都顿住了 全都停了下来 冷冷地看着前方 在所有人的正前方 那第二座石门前 赫然站立着一个人 一个正对所有 大风一脉尸骨的人 显然 他就是整个大风一脉 最顶端的存在 看着这唯一完整的人 雪山等修为不足的 都凝制在了原地 面色无比凝重 一股庞大的威压中 他们稍微有一点前进的意思 就能感觉到 无数致命的危机 从四面八方 奔涌而来 天人之上 这人生前 绝对是天人之上的强者 不愧是传说中的存在 天人传说 恐怖如斯 即便已经死去那么多年 其余威 依旧震慑万古 镇压一方 无名不由感叹一声 双手凝出一只长剑 鸡剑哥 看来 哪怕是天人之上 也躲不过这世事无常啊 不经云上上下下 打亮了一番 眼前这位天人之上的存在 看着他 不经云不由地想到了 当年元神离体之后 独孤剑圣的躯窍 这人面容柔和 气质风神如玉 一对浓眉点缀 亲和力大增 更令人愿意与之结交 身形健壮 骨架却不粗壮 一袭朴素蓝衣罩身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 自然的气息 从形体上看 这尊天人之上的强者 怎么都不像是 渡过不知道多少岁月 寿终正寝的模样 第十天又回起了 前面大风一脉的绝柄 拥有天人 甚至天人之上 存在的大风一脉 在这场上古之战中 也无法逃过 覆灭的下场吗 第十天得到这个结果 心里暗暗吃惊 白虎 有天人 甚至天人之上的强者坐镇 却依旧无法拯救大风一脉 甚至是 连这位天人之上 也覆灭于那场劫难中 难以置信 那场覆灭大风一脉的劫难 白虎肉身 究竟是何等恐怖 几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据是沉默不语 这尊大风一脉 天人失身的出现 彻底坐实了 大风一脉 曾经存在过的事实 但是 这也在提醒几人 如此强大的大风一脉 为了从白虎肉身之中 夺取权柄 都只有覆灭这一个下场 那他们呢 他们真的做好准备 去面对门后的白虎肉身了吗 而且 空气中的杀器和杀鸡 无时无刻 不再提醒他们 现在复苏的白虎 是指掌杀伐之神兽 换月尊者速手轻条 顶着天人失身的威压 向前走了过来 好在这天人已死 又过去多年 其威压已实不存一 换月尊者抵抗起来 还不算费劲 看到换月尊者走近 其余尊者也都跟了过来 大佬们一跟进 后面的人 也立刻紧凑上去 眼看 就接出一个大秘密了 他们不想错过 前辈 冒犯了 说着 几人就要 移开这局身躯 打开石门 等等 众人看去 只见这位大风一脉 至尊的身上 一块玉壁盈盈放光 随着光幕显化 一段流影开始运转 光幕中 依旧是这位天人之上 只是那时候的他 更鲜活 站在那就仿佛是一种美 一种自然 流影中 天人目光炯炯 好似能穿透无尽时空 看到他们似的 后来人 你们好 我是大风一 如果你们不确定 门后面是什么的话 我来告诉你们 在所有人的期待中 大风一吐出了那个 让所有人为之惊恐 为之大惊失色的答案 门后面 是西方之神的肉身 说到这 大风一眨了眨眼睛 我祖死在这 也是因为西方之神的一个念头 什么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众人无法接受 尤其是孝三孝 和帝氏天 哪怕隔着影响 他们都能感觉到 自己与大风一的差距 比天还高 比海还深 这样一位强者 会被一个念头杀死 大风一仿佛知道他们不幸 继续说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因为 我大风一脉 体内流淌着白虎的血液 风从虎 云从龙 所以我大风一脉 以大风冠名 此话一出 便宛若惊雷 在所有人心中猛的乍响 晴天一霹雳 使得所有人都凝制了片刻 我大风一脉 体内流淌着白虎的血液 这句话 反复在所有人脑海里回荡 没等他们反应 大风一又继续说道 但因此 我族触怒了他 我族的灭亡在一瞬间到来 然而 接下来的事情 便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了 也许 真如当初那位西族所言 我大风一脉 逆天而行 一切早已注定 供奉白虎之人 还想要赎回自己的命运 自古为虎作伤者 无疑善终 唉 大风一说完 要是我们早些知道这些 我大风一脉 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众人心有惊涛害浪 一个念头 一尊天人之上 数尊天人 加上十余万性命 就这样没了 众人沉默无言 面对这样一个结果 几人的心 都像是被击碎了一般 血淋淋的现实 往往就是如此残酷 真是一段 骇人听闻的疯狂历史啊 现在 知道了这些 你们确定还要进去吗 大风一的话 让雪山等人 打起了退堂鼓 无奈人威言轻 做不了决定 林阳站在最后 看着他们 一个个脸上 就像开染房一样 来回变色 差点就憋不住笑了 罢了 看来你们这些后来人 还是不死心 大风一神色复杂 他忽然神色一正 转过手 如果你们见到了 死谋白虎真身 还有勇气的话 后来者 我祝福你们 一闪而尸的画面中 他们能看到 无数大风一脉的宗师 大宗师 天人 意其病例 虚空中 一双毫无光泽的 硕大眼眸显现 俯瞰大风一脉的 所有人 嗡 就在这双兵 谋显现的那一瞬间 在场所有人身形一颤 那是生命 被死亡最本能的抗拒 也是死亡对生命的吸引 死济双眸之下 大风一脉的族人 就像被收割的庄稼一样 一茬又一茬 整整齐齐地倒下 整个过程 寂静无声 只有人体倒地 那一刹那的扑通声 连绵不断 笑三笑 第四天都不自觉地 后退了两步 哪怕是隔着漫长岁月 众人还是能感到 有一股可怕的死济气息 穿透流眼来 那种死济 不仅是是死人的冰冷 更是来自幽冥地狱的空 死浅 在所有人心中凝结 持及他们的灵魂 在这一瞬间 那双灰蒙蒙的眼眸 洞穿了他们的灵魂 要将他们带到永夜之中 那是刻印在灵魂深处 来自灵魂本能的冰冷恐惧 那双冰眸 也越来越冰冷 越来越可怕 我恨啊 给我时间 我定能超越远祖 战胜白虎 生命的最后 大风一夜 还是忍不住 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啪 玉碧落在了地上 发出清脆的声音 光幕就此结束 那双无情的死眸 才消失了去 直到此时 那种死亡将至的恐惧感 才散去 刚才 那就是覆灭了 整个大风一脉的 恐怖存在吗 这还是肉身通灵的白虎 不知道全盛时期的 白虎有多强 不禁云眼中 满是求战的欲望 而雪山等人 从刚刚缓过进来 已经无力前进了 太可怕了 即便是隔着流影 我都能感觉到 那种死寂的兵枉 像是要把世间 一切都埋葬似的 时间没占 在他身边 太可惜了 这位大风一前辈 看起来年龄并不大 太可惜了 确实 我也想知道 这位大风一前辈活下来 能不能除掉白虎 探完大风一脉的遭遇 一众人很快就把注意力 放到了另一件事上 看着四周堆积如山的尸骨 第十天他们 很难不联想啊 这都是大风一脉的人啊 无数的宗师 大宗师 甚至天人 还有一尊天人之上 都死在了这里 在岁月的轻石下 不管是多高的修为 都难免变成一具尸骨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谁能想到 这些尸骨在曾经的过往 竟有这样的辉煌历史呢 结束了流影 大风一的天人尸身 似乎也完成了最终的夙愿 站得笔直的尸骨 化作了一缕青烟 在微盲中 被风吹散 散在了整个秘境虚空中 大风一前辈的尸身 估计是完成了最终的心愿 肉身再也撑不住 便灰飞烟灭了吧 一众人看向了地上的那枚流影玉壁 那枚玉壁 可以说是记载了这只大风一脉 最后最有力的证明了 若不是那枚玉壁 谁还知道 在曾经的上古纪念 有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 庞大不足存在过呢 聂风拾起了那枚玉壁 你们怎么看 帝诗天想了想说道 大风一脉的存在 无庸置疑 他指了指之前的天人尸身 以及这满地的大风一脉尸骨 这些 还有那枚从不知道 多远的年代传下来的流影玉壁 都能证明他们曾经的辉煌 只是 其余几人 看向帝诗天 老夫之前却对这一脉 闻所未闻 也未听仙辈提及过 说着 孝三孝眼神斜了他一眼 都是千年的狐狸 你在这玩什么聊斋呢 帝诗天不知道 自己这番做派 纯属抛媚眼给瞎子看 现在在场的 孝三孝 羚羊 帝诗天 风云无名 可以分为四股势力 帝诗天的跟角 现在的 除了雪山建庄那几个不知道 其他都知道 更别说 孝三孝还观察过帝诗天 他这番准备 纯属浪费感情 在场四大势力中 孝三孝活得无疑是最为悠久的 他掌握的信息 远比出羚羊外的所有人 加起来都要多 无名没有犹豫 直接摇头 没有 他连剑宗功法都没学全 剑宗就被冰封了 哪还有其他渠道 孝三孝也道 老夫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 神舟之大 无奇不有 咱们不知道 不代表其他地方不知道 想到这 几人就不自觉 回想起那死记双眸下 一片片倒下的大风 一脉族人 他们这也算是另类的 与传说中的神兽白虎交过手了 想到这 一众人将目光指向了石门 大风翼 已经说过了 石门后的秘境深处 白虎神兽就在那里 羚羊抬起头 看着穿过三层空间的天之痕 沉默良久 其他人也随之抬起头 他们是没有忘记 他们是因为什么 而来到这里的 但是 那道代表 世界中焉的破灭光刃 就是从门后出来的 那一道渐光溢散出去 穿透了三重空间后 还在天幕上 撕开一线天光 天人之上的大风翼早就 已经死去 如何能发出 那一道恐怖至极的剑光 那么 能发出那道攻击的 就只有众人都心知肚明的神兽白虎了 而能让白虎肉身通灵 并且保存到现在 在这个秘境的深处 一定还有着更恐怖 更可怕的秘密隐藏着 根据大风翼族的记载 他们是在赤油出事后 进入的秘境 然后遇上了白虎苏醒 身死足灭 想到这里 笑三笑 帝视天等人的心里 都泛起一片冰凉 自皇帝之时 以来过了多少个岁月了 八千年 还是一万年 然而遥格这么多年 再次复苏的白虎 都能用出这么一击 那么 他们又有什么理由认为 秘境深处 那位恐怖的存在 不是活着的呢 既然你望着我 我看着你 都知道 这门后面一定有问题 要是运气好 遇上一只肉身通灵的白虎神兽 运气不好 那就正好撞人家 刀刃上了 死 就算是他们起人忧天了 但是 那覆灭大风一脉的白虎神兽 又岂是好相遇的 那可是天人之上的存在 根本没有机会逃走 若是门后 真的是白虎神兽 那这神州大地 怕是要再起风云了 他们都知道 无论是这秘境开启前的征兆 还是秘境中收集的信息 都指向了白虎神兽还活着 只不过他们不甘心而已 所以 才在这死鸭子嘴硬 秘境中 突兀地陷入了沉默 四方势力各有盘算 气氛一时有些死寂 前辈 那晚辈等人 能退下了吗 雪山硬着头皮 上前一步 本来他是抱着死至近来的 现在他看到了一个 保存雪山健庄实力的希望 于是 在无明观察秘境上 被洞穿时 留下的痕迹 四方势力里面 不经云来此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被龙元麒麟雪的冲突影响 来寻找方法 现在遇到聂风 有了聂风拿来的龙脉 不经云体内的冲突 也平静了下来 无明也是一样 现在做无明看来 研究着洞穿秘境的光刃 比什么神兽有意思多了 也重要多了 剩下的 第四天和孝三孝 两个老银币 互相提防 林阳作为庄家 自然也看不上那些零碎刮落 第四天与孝三孝 各有算计 沉默不语时 第一个开了口 豁出这条命 能保下秘境内的长老们 也值了 三位 我看这里也没什么好玩的了 在下就先走一步了 有空 咱们中华楼再聚 林阳迈开步子 忽然又转过头 看向无明 无明先生 回去替我向鬼虎说一句 他做饭还是很好吃的 聂风和无明对他点点头 林兄 后会有气 无明一定带到 林阳的身影消失后 无明聂风三人看向雪山 雪庄主 我们也告辞了 这次出来的匆忙 就不去贵庄打扰了 聂风打完招呼 就与不经云并肩离开了 无明背着手看向石门后 一言不发 时不时对着虚空 以手作剑虚划两招 本来秘境里 天人就四个 无上大宗师两个 现在林阳一开头 风云这对无上大宗师走了 无明这个天人 也不打算出手了 现在就剩下各怀鬼态的 孝三孝和地势天 还有雪山健庄 这个宗师和几个凑数的 前辈 晚辈有些话 不知当不当讲 雪山小心翼翼问道 地势天现在心烦意乱的 眼皮都没抬 讲 前辈 咱们先不说 秘境深处的秘密 雪山道 光是眼前 就有个大问题 大风亦前辈说过 石门后是白虎神兽 但是 他没说 这白虎神兽 会不会主动出来 而且 就算有这石门在 白虎神兽 一时出不来 难道咱们 就能无视掉他 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若是白虎没被消灭 让他就这样在石门后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出来 地势天点点头 而且 谁说这秘境中 没有其他收获呢 地势天眼镜一亮 这大风一脉 能出一位天人之上的强者 其传承必然不落 只是 这岁月过于长久 不知这传承现在 嗯 众人眼神一闪 他们想起了 大风拜天所说过的一句话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对于当时的大风一族 什么地方最危险 那只能是 大风一脉的祖地遗迹 这罢了 此事事关重大 关乎大风一脉 这个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庞然大物 我们都各自回去翻越古籍 查阅地理位置之后 再仔细斟斟斟斟吧 第十天思虑过后 就打翻了雪山 脉不准备离开此地 吴明前辈 晚辈告退了 吴明双眼看着天之痕 雪山几人看了一眼 就打算退出秘境 却发现 吴明开始向秘境深处走去 五 一位长老 拉住雪山 摇了摇头 雪山看了看 走在虚空 如履平地的吴明 自嘲一笑 一个小小宗师为天人操心 可笑 这秘境深处 还有什么 大家都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只是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回避罢了 那里面是禁忌啊 既然知道是禁忌 那为什么 还要继续前行 去冒犯他 忘了那道撕开天幕的韧光了 就为了满足那小小的好奇心 而丧了命 值得吗 他们不是纯粹的剑修 理解不了 吴明对于剑的执着 吴明缩地成寸 很快就消失在了所有人眼前 其余人见了 便散了去 开始验证这秘境的功效 当他们发现 这秘境能对宗师起作用时 一个个全都炸开了锅 使得秘境里 郁佳火热了起来 一个个关于秘境 大风一脉的惊天秘文 也从秘境里流出 传遍了大半个神咒 当然 提的最多的 还是大风一族的故事 总之 大半个神咒都沸腾了 他们一个个跑到了雪山城 想进一次秘境 体会秘境的好处 企图在秘境中 获得一些惊天神物 秘境成为了最瞩目的修行圣地 一个个都在追寻 曾经大风一脉存在过的痕迹 求证大风一脉的真实 寻找这一段 淹没在岁月长河中的历史 一个个信封的人或家族 被他们找出 进行了一系列的大扫荡 一个个自称 大风一脉一脉的 大风系列的少年英杰 也开始在江湖上 崭露头角 神舟 泛起了一股 名为大风和秘境的热潮 而此时 自无明进入秘境深处 已经过了两天 所有都以为 无明冒犯了深处的禁忌 肯定已经殒命了 然而 第三天正午 无明回到了中华楼 虽然衣衫蓝履 但是精气神十足 显然大有收获 无明回来后 也不拉自己的二胡了 拿着一块石头 整天便在大堂中 雕琢石头 期间没有说过一句话 无数想要了解秘境的人 去拜访无明 都只能看到 无明在中华楼大堂 雕琢石块 他也不遮不掩 谁想看都行 无明就这样 一块接一块 随着无明速度的加快 他们都数不清 无明雕琢了 多少块石头了 那些石块 他们也看过 除了上面 有一道深刻的剑痕外 没有任何异常 他们不知道 无明到底在秘境深处 看到了什么 回来之后 变化竟如此之大 还好 无明从秘境中 回来的第五天 来到中华楼的 武林人士们就发现 前几天堆起来的小石头 全都被收拾干净了 无明也不在一只手 拿着一块石头 来回雕刻 倒是久违地 拿出了许久未见的二胡 虽然没有拉响 也开始保养了起来 呼 中华楼里的探子们 都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 前几天无明的状态 太吓人了 身为武林神话 无明就好比 是这江湖中的定海神针 有他在 大家才会安心 如果他有了什么变动 江湖也会跟着风吹草动 别说之前 因为秘境突然出现 还有白虎神兽的事情 神舟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相比于现在放松的无明 之前专注的无明 更让他们提心吊胆 因为 如果连武林神话 都在担心一件事情的话 那他们就更不用 想好好生活了 现在一切都回到正轨 武林神话 还是那个武林神话 江湖也逐渐就会平息 还会变成以前那个江湖 小二 上酒 上菜 鬼虎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条件反射一般 直起身 瞪眼看了过去 熟悉的折扇 还有修身武士尽装 果然是羚羊 死 鬼虎下意识倒吸一口凉气 上几个你拿手的菜 羚羊一点不见外 找了一张离无明很近的桌子 就坐了下来 十分自来熟的 对着鬼虎摆了白手 就示意他 赶紧去做饭 你 鬼虎看了一眼心情不错的主人 瘦着眉头 回到了后厨 看着后厨刚刚送到的青红辣椒 花椒 藤椒等佐料 鬼虎争鸣一笑 行 吃拿手菜是吧 说着 鬼虎抓起一大把辣椒 就切了起来 无明直起二胡 缓缓拉动琴弦 有别于二胡普遍凄凉婉转的乐风 无明现在拉动了二胡 取掉轻乐悠扬 完全超出了乐器本身的范畴 真好听 安静 随着无明 缓缓拉动二胡 整座中华楼都安静了下来 凌阳喝着茶 听着无明的二胡 眼前却仿佛出现了一个正在舞剑的身影 也是无明 那剑光灵动 剑招变化莫测 但是凌阳却感到了一股一往无前的决然 一曲终了 凌阳沉浸在无明的剑法中 两久才睁开眼睛 好剑法 无明没有说话 收起二胡 坐在那里小气起来 刚刚已跃升 引动剑法 无明也耗费了许多 刚刚恢复了一些在秘境中报废的心力 就都用在凌阳身上了 好香啊 老鬼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吃辣椒 而且无辣不欢 鬼虎本来一脸得意洋洋的 端着爆辣的菜肴 放在了凌阳面前 听到他说无辣不欢的这一刻 他就想把这些全部的都端回去 不错 看来我小瞧你了 你确实是个好跑堂的 客人来一次 就能记住客人的口味 凌阳一脸 我认可你了的表情 隔阴的鬼虎 都说不出话 懒得理他 一边品尝着美食 一边看着 马上突破三百万的神迹点 凌阳心情一片大吼 有缘再会 九足饭饱 放下一只青铜令牌后 凌阳一步迈出 身影就随之消失不见 这次的实验很成功 关于秘境也好 白虎神兽也罢 都需要时间的发酵 正好告一段落 凌阳也该回穷顶了 下次再来 就是收获的时候了 死 天人高手 横渡虚空 或者叫虚空挪移 这是天人高手才能做到的 前面听说 一共有四位天人 进入了秘境 一个人突兀说道 看来这位就是其中之一了 怪不得 他和无名前辈认识 一个人后知后觉道 你还是回家种地去吧 同行的伙计 拍了拍他肩膀 为什么 这个脑子 出来给人挡刀的吗 鬼虎拿起令牌 瞳孔猛地放大 转身就把令牌 放到了无名手中 主人 这还是你拿着 无名一愣 脑海中涌进一股信息 缓缓展开 穷顶 拍卖会 神计点 原来如此 无名恍然大悟道 怪不得 原来有了这令牌 才能进入那传说中的穷顶 无名还一直在疑惑 地势天是从哪里买到的这飞剑 而穷顶店余的兑换单上却没有 我回来了 凌羊对着穷顶大殿吼了一声 然后 看着空荡荡的大殿 长出了口气 一下子 从热闹的中华楼 回到这冷清的穷顶之中 凌羊 就感觉自己的内心需要填充 欢迎回来 就在凌羊站在原地 看着地板发呆的时候 一双带着辛香的纤细双臂 从他背后伸了过来 抱住他的肩膀 轻声在他耳边说道 轻轻的气流 吹过他的耳垂 凌羊我说 向后一伸 揽住来人 猛的一弯腰 啊 再直起身 婉婉已经在他的背上了 叫你吓我 婉婉抱着他的脖子 轻轻捶着他的肩膀 在这里 婉婉不是鹰魁派圣女 也不是什么五一高强的宗室 在穷顶之中 他只需要做自己 一名情斗初开的斗寇少女 不用去想门派斗争 武林争斗 也不用去算计别人 也不用伪装自己 不被别人算计 来到穷顶的时间不长 这里已经成了他心里的小小避风港 婉婉自然也不会忘记 是谁给他的这一切 在凌羊出去这几天 他担心过 也害怕过 担心关于凌羊 害怕关于自身 渐渐的 他突然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凌羊已经进入他的心里面了 发现这一点后 婉婉就变得患得患失起来 尤其是在穷顶中 不需要伪装的时候 这几天 他怕凌羊回来 看不到自己 就没两个时辰 就回来穷顶一次 没看到凌羊 就打扫一下 整理一下 打发时间 有时间吗 凌羊看着穷顶记录中 孤单一人的婉婉 心中一软 怎么 婉婉眼睛一亮 巧笑奄然地看着他 我想带你 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凌羊看着婉婉的眼睛 有多好玩 婉婉低下头 躲开了他的眼神 那是一个江湖之外的地方 叫七霞镇 凌羊眼中带笑 想起了那里的朋友们 说到镇上有家同服客栈时 凌羊忽然停了下来 婉婉抬起头 一脸不满 你还没和我说 有没有时间呢 看着赌气的婉婉 凌羊微微一笑 我要是没有呢 穹顶的清光下 婉婉看着凌羊 泛着金边的脸庞 眼神逐渐迷离 你没有 我有不是一样的吗 凌羊揉了揉他的头发 七霞镇可好玩了 凌羊拉着婉婉的手不放 一脸神秘地介绍道 没时间 婉婉正脱了开来 晃了晃手里的炼气术 呃 这玩意有什么好看的 凌羊满脸写满了不乐意 实在拿他没办法 婉婉对着凌羊招了招手 等他靠近后 他才躲到王座的另一端 好啊 拿我开玩笑 是不是 凌羊板起脸 就像婉婉扑去 抓不着 宽广明亮的穹顶之中 两人追逐打闹了一阵 婉婉笑的小脸有些战红 停下来刚喘口气 就被凌羊一个冲刺 拿腰抱住了 还合不合我开玩笑了 凌羊 双手放在婉婉腰间 笑闹了一阵 两个人挤在王座上 腻歪了起来 说真的 到底陪不陪我去 凌羊对着婉婉问道 婉婉摇了摇头 气鼓鼓地拿着自己的东西 在凌羊身旁坐下 这是谁又惹到我们婉婉大小姐了 最近很忙吗 凌羊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对着婉婉问道 几天不见 他发现 婉婉眼睛周围 多了一圈黑眼圈 听到凌羊这个问题 婉婉立刻扔给他两个白眼球 你还好意思问我 还不都是你害的 婉婉背过身去 巴掌大的小脸上 写满了我很生气 心里面却有个小人念叨 快问我 为什么生气 凌羊看着闹脾气的少女 也不见外 找个位置就坐了下来 怎么怪我呢 凌羊满头雾水 不明白 自己怎么就成了替罪羊 还不是你那练气术 惹的祸 婉婉一脸 你这都能忘 得表情 慈航敬摘给佛门买了一份 我这边自然不能拖后腿 凌羊对于婉婉所说所做 都不置可否 他也没多说话 看着婉婉带头 研究这练气术的应用方法 这练气术都看了几天了 不累吗 凌羊静静走到婉婉身后 看着她带头解析潜水设备的动作 越来越快 她也不再说什么了其他事了 凌羊不出声 就静静地看着婉婉 一点点地推进解析进度 天色渐晚 穹顶中的灯光 也随着外界时间 染红了穹顶 你以为够了 婉婉一脸不好意思地推开凌羊 好了 时间不早了 这练气术还没解析完成 师父还在等着我呢 就不能多陪陪我吗 凌羊一翻白眼 还不是你 婉婉看见凌羊说这句话 还懒洋洋地躺在王座上 气得柳梅倒树 还不是你 在拍卖会上 卖着炼气术 还不知足 又将这炼气术 放到了分店之中 还设置好 工人随意兑换 凌羊越听 婉婉语气就越委屈 这是卷起来了 你说什么 婉婉虽然已经习惯 李扬是不是冒出来的 新鲜字眼和词汇 解释什么是内卷 还是费了凌羊一番功夫 如果说江湖就是一片黑暗森林 那这炼气术 就是一点火花 你不知道 点燃它会带来什么 但是在所有人都有的时候 能做的 就是比其他人更快地掌握它 把握住话语权和改革 带来的变化和红利 也是因为这个 现在朱玉岩 直接把魔门都拉到了一起 一起攻坚炼气术 不奢望比到家那些 牛鼻子学得更快 他们只需要做到 比佛门更快就行了 卷吧 卷吧 不卷怎么能行 提前一分 压倒佛门 听见凌羊说的怪话 晚晚恨恨地 捏住它腰间软肉 转了一圈 才露出笑脸 你怎么这么黏人呢 等我忙完 一定好好陪你 行了吧 羚羊又从晚晚那 转来一个吻 才放它离开穷顶 晚晚一走 羚羊立刻恶行恶行地 瘫坐在王座上 满脸期待地拉出清单 使出了苍蝇搓手 让我看看 这连气数一出来 神机点长得这么快吗 羚羊看着打头数字 已经变成六的七位 数神机点数 眼中的震惊 还是久久不曾散去 他想过 这练气数的效果会很好 但是他没想到 效果会这么好 让我看看 一共卖了多少份 哎 这数字不对 也卖得不多呀 羚羊打开后台 发现销售情况 和自己看到的数值 差了很大一块 那这多出来的神机点 是哪里来的 羚羊百思不得其解 他一页一页翻看着 后台的交易记录 发现 除了整笔整笔兑换 练气数之外 都是一些各位数 两位数的小额兑换 不会吧 难道这剩下的神机点 都是这样来的 羚羊心中有了思想准备 打开汇总后 真的正视了他的发现 这大几百万的神机点 真的是这一笔 比各位数两位数的 小额兑换 击杀成塔 累积出来的 这里面占据最多的 还是一盒石 这熟悉的既视感 让羚羊仿佛看到了 穷顶板 并稀稀的出现 看来 向下挖掘下沉市场 还是很有必要的 羚羊总结了一下 炼气数 是他寄予厚望的产品 希望他能引起 猪天的震动 为他下一步的改造 猪天计划 打下基础 说实话 炼气数现在的进展 羚羊很满意了 发展方向 也确实在向羚羊 思考的方向发展 但是他 确实没想到 这无星插柳一样的 小额神机点兑换 却给他带来了 这样一个惊喜 这样提醒了羚羊 不要忽略 集体的力量和渴求 总之 今天真正是双喜灵门 就是可惜 晚晚孩子 解析炼气数 他之前打算了 七霞镇度假之旅 只能压后了 动 羚羊眼前画面一转 一颗周身 环绕着太阴 太阳的巨大星球 出现在了他眼前的投影上 接受完穹顶的信息 他坐直身子 眼中神光翼翼 一个全新的世界 根据穹顶传输给他的信息 经过再三比对 羚羊十分确定 自己的脑海中 没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 而且 根据穹顶点侦查 这个世界并不简单 如果想要把他拉到穹顶挥下 就必须 他自己亲自出马 改变世界走向 对他注入穹顶的力量体系 然后对这方世界进行攻略 羚羊忍住心中的激动 之前他那些动作 都是在穹顶的保护下 根本没有什么危险 羚羊将这颗星球的画面 不断放大 穹顶在一旁 列出了这颗星球的基本数据 这是一颗 有蓝星数百倍大小的庞大星球 而且 这个星球所处的星系结构 和羚羊看到的太阳系不同的是 这个世界的太阳和月亮 在围着星球转 而且太阳和月亮的大小一致 上面都有着穹顶标注的高能反应 看来 这还是个仙道星球 或者说玄幻星球 羚羊看着星球上驾驭法宝 飞剑斗法的修行者们 脸上轻松的表情 早已收敛了起来 这颗星球上 修行者表现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穹顶麾下世界 舞者们的实力 羚羊却很满意 实力强才好 拿下它 穹顶就能更强一分 不过 之前借用穹顶 直接改变世界 获得神机点的办法很好 但是 这些动作 不适合用在这个新世界上 根据穹顶的观察 这个世界的等级 只看这些修行者的表现 就知道并不低 相当于天人的舞阶高手 层出不穷 天人之上的气息 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不可仅凭观测评估的高能反应 也为数不少 只不过不是很活跃 而且 这颗星球上的天地灵气 十分活跃 和在穹顶麾下的世界中 舞蹈为尊的情况不同 舞者不假外求 只有到了大宗师境界 才开始驾驭天地灵气 通常一分灵气在舞者手中 也只能发挥出一分半威力 但是这颗星球却不同 活跃的天地灵气 在仙道修行者的手中 一分灵气 通常能够发挥出三分 五分甚至十分的极致威力 同境界的舞者 与仙道修行者的破坏力 根本无法比较 这样一来 哪怕羚羊修行的是混元道经 这等无上功法 但他的实力也只有四阶 怕他能够越两阶 三阶而战 前往这个 对他来说 陌生的环境 也是十分危险的 俗话说 千金之子 坐步垂堂 当身为穹顶之主 更不能轻易以身犯险 这个时候就需要他了 羚羊拉出兑换清单 穹顶 我要兑换混元珠 和身外化身之法 一百五十万神积点被扣走 一颗混元如一 清光灿灿的宝珠 出现在了羚羊的掌心 混元珠 先天之属的灵珠 内有一方满是混元气点空间 成长度极高 是作为身外化身点上好材料 他兑换的身外化身之法 也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这就是羚羊 为出征新世界准备的对策 身外化身 将一半神魂寄托灵宝之中 练就化身 成功后 就拥有了两条命 而且化身损毁 也不影响本体 只是练就化身 最初分出的神魂 会导致神魂一段时间的衰弱而已 但是这些小小的副作用 在羚羊看来 根本就没有副作用 使用十万神积点 兑换一丝三光神水 什么样的神魂损耗 都能补回来了 有了三光神水的滋养 混元珠内的神魂 很快就成长了起来 掌握了混元珠 随着羚羊分出去的 这部分神魂 开始运转功法 羚羊本尊面前的混元珠 一点一点的 变成了人形 见过本尊 身披一件蓝色道袍的羚羊分身 对着本尊就是义里 道友 你我本就一体 何必如此客气 羚羊将提前准备好的乾坤袋 递给化身 这里面是一些物资和防身物品 主要防备意外发生的情况 有穷顶在 多半也是用不上的 不过 有备无患 总是好的 穷顶 走吧 话音未落 分身羚羊已经消失不见 新世界 羚羊睁开眼 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座山洞之中 不远处 一个畏畏缩缩的人影 正在悄悄倒退 这个世界的天地灵气 很活跃啊 羚羊手掌一身 一只大如圆桌 骨节指纹 都宛如实质的巨大手掌 一把就把那鬼鬼祟祟的人影 抓在了掌心 看着威力大了三倍有余的先天仪器 大情拿手 羚羊眼睛一亮 习惯了穷顶世界 那稳固的天地灵气 这方世界生机勃勃的天地灵气 让羚羊感觉更加轻松了 老爷饶命 老爷饶命 小的也曾读过道书 在老君登展前 喝过香油 从来没有做过 杀人灭口点事啊 一只尖嘴猴腮 张头鼠目的猥琐道人 瘫坐在地上 胯下湿了一片 对着羚羊 磕头如捣蒜一般 闭嘴 羊羊被这老鼠惊 闹得心烦 刚刚一睁眼 他发现 自己出现在了一座山洞中 这山洞布置点 还算归着 就是一股腰骚气 令人作呕 羊羊向外走去 就迎面遇上了这老鼠惊 我问你答 您问 您问 羊羊看了他一眼 身上确实没有力气和怨气 就是修行的功法 过于博杂 这里是什么地方 回前辈的话 这里是吉东玉 北岭 俗称万腰山 这万腰山 也只是小妖们 自己安慰自己的说法 羊羊双目如电 看向老鼠惊 吓得他赶紧实话实说 嘿嘿 仙长有所不知 这吉东玉 主要是人道先宗说了算 我们这些小妖 也大多是在先宗 听了一些经文 才开启灵智 进行修行的 这星球名为太初古星 三山七海 万千岛 上古时第一位天地 划分九州 羊羊现在所在的 就是九州之一的玄州 玄州地势平坦 自古以来 就是人族生养休息之所 自然人道大畅 羊羊所在的吉东玉 就位于玄州与海州相接处 海州顾名思义 十分里面九分海 剩下一分 就是散落在浩瀚大洋中的 无数海岛 相较于被经营许久的玄州 海州宽阔的大洋内 未被开发的资源 显然更多 所以 最近数百年来 玄州的总体态势 就是向海州拓展的 羊羊看着 从老鼠经那里 找出一份地图 虽然只有吉东玉 与海州相接 这方圆百万里的地图 羊羊也大概摸清 这里的基本情况 这万妖山 其实就是一个 被人道先宗们 推出来的小妖扎堆的地方 这些小妖 明显就是人道先宗们 培养出来的炮灰 给他们开启灵制后 就把他们赶到这玄州边缘 为了生存 这些小妖们 就只能向外探索 一劈劈地轮换下来 总是有些情报收获的 好手段 羊羊若有所思地 妈撒着下巴 看来 这玄州是不能去了 羊羊的目光 看向东方 海州人口稀少 资源却不少 也方便他 给自己安排跟脚 那么 下面要进行的第一步 就是在海州 找到一个落脚点 附近最大的交易地在哪 羊羊把地图上的消息寄 到脑海里后 看向老鼠精 这老鼠精 已经把他所知道的一切 都交代清楚了 但是对于玄州来说 这只小老鼠的活动范围 实在太小了 基本没出过这万妖山 他知道的消息 也是道听途说的更多一些 回大老爷的话 小妖只知道 向东十五万里 有一座林归岛 玄州和海州的先道宗门 大都在那交易 具体地址呢 算了 想来你也不清楚 林阳问到一半 看着瘦小枯干的老鼠精 摇了摇头 一抹乾坤带 他拿出一枚蜡丰好的丹药 屈指一弹 拇指大的丹丸滴溜溜打着旋 缓缓飞向老鼠精 这是一枚先天仪器丹 本座看你有几分向道之心 这就送你了 丹药 这可是传说中的丹药 像他这种小妖 这辈子都接触不到的丹药 就这样到他的手里了 老鼠精一双鼠眼骤然睁大 一时间 他只觉得 这手心上的丹药 有千斤之重 扑通一声 双膝跪倒在地 谢大老爷赏赐 小妖莫尺难忘 起来吧 这是你应得的 林阳走出山洞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 找到一个 有足够多修行者交流的地方 可以是方式 也可以是一座修行者的城市 哪怕是一处仙道门派 也可以啊 现在就希望 老鼠精听到的这个消息是对的 飞在空中 林阳就体会到了不同 这方世界是元气世界 即一切的起源都是气 而穹顶麾下的世界 则属于物质世界观 虽然也有精神和意境 但这些都是 诞生在物质基础上的 所以 这方世界的气 是活泼的 而且会根据性质不同 各自分类 林阳一身如臂屈身 远转如意的法力 随着飞盾不断消耗 他吐纳起元气 开始补充法力 盾光一盾 紧接着 在空中拉出一道长虹 速度提升了何止一倍 这是 元气的差距 导致的法力质量的提升吗 林阳默默感受着 活跃的天地灵气 带给他的提升 虽然说是因为 他从一个灵气稳固的世界过来 第一次遇到活跃的灵气 这样一个过渡 让他的实力得到了提升 林阳可不会以为 自己是特殊的 这太出古星 一颗的面积 就相当于 现在穹顶麾下 所有世界的面积 加起来 还要多上一些 人口更是因为灵气充足 达到了数万亿之多 这庞大的人口数量 自然也出少不了修行天才 万腰山 磨云牙 道酒 一惊发大汉 端起满满一具碗烈酒 就往嘴里倒 泼洒的酒液 打射他身上穿的瘦皮头 大汉索性扒了上衣 惊斥着上身 拿起一只滋滋冒油的瘦腿 撕下一大口肉 在他对面 一个头戴紫金冠 身穿棚与大厂的俊美青年 端起酒尊 浅尝即止 老九 你别给我来这副窝囊呀 老子看着不顺眼 二哥 唉 喝酒 两人举杯之时 羚羊正驾起顿光 向万腰山外飞去 谁在冲阵 两人乃是这万腰山 九大腰王中的二大王 雄王和九天王鹏王 这万腰山 虽然是先宗造就 先秦异寿之属 也不在少数 正因为这些 这万腰山 在神末一道的修行者看来 就是一处大大的宝殿 杀妖练功 增进敌运 还助长功力 也是为了自保 这万腰山九大腰王 一起买了一座阵法 将万腰山护住 好胆 雄王一声爆喝 鹏王双眼一转 变化成一双金色赤铜 千里之外 羚羊不自觉打了个哆嗦 谁 谁在哪 嘴上这么说 羚羊手绝一变 顿光分化 很快 鹏王已经盯不住他了 是谁 雄王嘴边獠牙若隐若现 鹏王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人族修士 已经走了 身上很干净 动 雄王一拍石桌 人族 又是这些人族 真把我们当成豢养的畜生了 雄王当年 就被人族神魔一道的修士击败过 那修士斩下了他的前掌和雄胆 让他元气大伤 一直到突破妖王 化形而出 在造先天的时候 重塑了真身 一旁的小妖赶紧倒酒 兄弟二人也不说话 鹏王看着外面的天空 这万妖山 对他们这些妖王来说 就是一座监狱 羚羊真身的顿光 从虚空中拖出 刚刚那锐利的眼神 那惊人的压迫力 是谁在窥探我 羚羊回过头 看着远处的万妖山 想了想 缓缓降下顿光 掐了一个分水咒 就一头进入了一条大河之中 这非在天上有人看见 我前进水里总想了吧 羚羊想了想 又给自己加上了一层幻树做伪装 继续顺流直下 不知道 那方是 还在不在了 不过以先到修行者的寿命来说 这一点时间 还就真的不算什么 羚羊加快了速度 向下游入海口 急迟而去 一路上 羚羊经常能感受到 一些修行者留下的灵气痕迹 看到这些修行者留下的痕迹 现在老鼠经嘴里的灵规岛上 是不是还有方式 对于羚羊来说 这些消息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一颗二阶丹药罢了 那老鼠经拿出来的地图 也值得了 里外 他都不会亏 在他走后 老鼠经一抹脸上的泪水 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只拼接而成的玉盒 真知重知地 把丹药装在里面后 他张开嘴 硬生生把玉盒吞到了肚子里 灵规岛 老鼠经把这个地方刻在心里之后 就和往常一样 出了山洞 向南走了一阵后 又悄悄转向 钻进了一座大山之中 这边 羚羊化身一边赶路 一边在脑海里 记下路线和附近的地形图 哎 那有座水浮 羚羊停下动作 缓缓游向那座 位于河底的无名洞府 走进水浮 羚羊就发现 水都被挡在了外面 这洞府里面 十分正洁 不错 不错 羚羊看了一圈 拿出一只蒲团 就找出一门 盾法修炼起来 灵归岛 在东方十五万里之外 这漫长的距离 不多学点盾法 就以他现在的速度 飞过去 也累得半死了 魔刀不误砍柴弓 说起来 他现在练的这门盾法 也颇有来头 乃是与纵地金光 齐名的五行大盾 同为天罡三十六种 大神通之一 这五行大盾 可不只是字面上的 金木水火土五盾 如果只是这么简单 它早就被除名 天罡大神通之列了 其中不仅包含了 五行法术 以及五行道法 更有攻击制敌 防御之法术 与能在金木水火土中 自由穿梭的五行盾术 而且 不管是避火爵 获得行术等基础法术 还是三昧真火 一元种水等先天五行 也皆包含在五行大盾之中 羚羊现在修炼的 主要是五行中的水盾 来到一间静时 羚羊运转法力 将地面打出一个深洞 直接与地下的水脉连通 他看了看 水源干净 灵气充足 满意地点点头 拿出蒲团 开始修炼水盾 孝傲 大明 华山脚下 一间二婚铺子里 几个风尘仆仆的汉子 推开大门就走了进来 二子 两壶老酒 来只鸡 来两条羊腿 快点 饿着呢 点完菜 这几条汉子坐到桌子旁 拿起茶壶 没命地灌着凉水 几位 我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样子 也是来参加华山论剑的吗 几条汉子看向 来人 这是一个衣着打扮 都很干净的老人 眉头末尾的过来 就是一句话 然后一扭头就走 坐在正北面朝南的汉子 眼皮都没抬一下 作为镖头 他跑镖这十来年 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轻轻放下茶杯 正好今天送完了红货 有的是时间陪你们玩 他对面的汉子 看起来最年轻 主动把老人拦下了 大手一把 就握住了老人手臂 随着嘴角一翘 您请坐 您请坐 把他让过来坐下后 年轻的烫子手 接着问道 刚才您说 华山派怎么了 老人一脸惊讶 你们不知道 这城里都传遍了 华山派岳掌门 要举行华山论见 在华山之上 决出天下第一高手 听说最近华山派 已经把弟子都派出去送信了 听说武当少林 已经明确准备要来了 其他四月也已经答应了 几人互相看了看 既然传得这么远 怎么他们一路上过来 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好了 事也说完了 几位慢慢吃 老人看到伙计 端着菜盘走了过来 赶紧站起身 退了两步 向着门外走去 几人埋头喝茶 几位爷 您的菜齐了 请慢用 伙计退走了 年轻的烫子手 给镖头和两位前辈倒满酒 说确实是易容 应该不到二十岁 没练过武功 这不像是来找咱们的 年长的镖头端起酒碗 无声地笑了笑 缓缓说道 他是不图咱们 但是你没见听他说什么 年轻的烫子手 倒吸一口凉气 华山派 他这是想 后面有人 说到这 他脑门上就挨了一下 让你出门前少听点说 少听点说 你以为 这江湖里面 都是画本故事 吃饭 吃完饭 咱们去长安镖局 问问情况 镖头到底是镖头 长安镖局 在三秦大地上 是正经的坐地虎 年年都给华山送孝京 要说谁对华山派的传言 最关心 必定有着长安镖局一份 毕竟他们的邵总镖头 正在华山上学艺呢 而且镖头 想到去找他们 长安镖局的第二个原因就是 今天他们押的暗镖红货 就是送到长安镖局的 现在 他们在这碰见了这样一件事 长安镖局 作为本地的主人 理应为这个事情 做一个解释 给他们一个准确的答复 这一顿饭吃得很快 几人并没有喝酒 只是要了主食 就着肉吃饱肚子 一行人结了账 就赶紧出门 向着长安镖局走去了 几人搅成极快 来到长安镖局门外 让门房通传了姓名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后 上午和他们交接的一位镖师 出现在门口 五镖头 明知是 几人让了进去 敢问林师傅 贵镖局最近可曾听说 华山派要举行华山论见 林彪师一愣 华山论见 没听邵总彪头提过呀 不行 得问问 邵总彪头还在华山上呢 不知五镖头怎么知道的 林彪师面色不变 只是反问了一句 看他的动作 这位五镖头松了口气 就将几人去二婚铺吃饭 遇上易容者 又听他说的华山论见 等等 等等 都交代了一遍 林彪师越听 就感觉越牙疼 此事是官职重大 还请五镖头 和几位兄弟稍等一下 带我禀告总镖头 林彪师拉过管家来 吩咐他伺候好几人 就迈步 向中院走了过去 没一会 一个相貌堂堂 身高八尺的汉子 就风风火火地走到了前院 再次确定后 他满面疑惑地回到书房 发出一只性格 华山论见 传播度 加一 华山论见 传播度 加一 目前传播度 华山论见 三七七一千 周浩撕下脸上的人皮面具 洗了把脸 看向天上飞走的性格 他又看向隔壁 谁能想到 在长安城中 大肆传播华山论见的人 就住在华山派的盟友 长安镖局的隔壁 这就叫 灯下黑 周浩对自己这一手 颇为自得 传播度才三百七十七 还差六百二十三个人 才能完成这任务啊 为啥人家的系统上来 新手礼包 就送绝世神功和功力 你就送我一个易容术 周浩洗着脸 愤愤不平 没错 周浩看见他的第一眼 心就快从嗓子露跳出来了 这不就是另一个版本的主神吗 我去 有了这穷顶的存在 这江湖绝对要乱 我还去个屁的华山 当炮灰吗 华山派传承是不错 但是华山派功法 也有着道家功法的通病 中正平和 循序渐进 练迹太慢了 但是这个时间段 想学习新大法 也找不到地方学了呀 就在他感到绝望之时 系统苏醒了 然后第一个任务 就让他傻眼了 华山论剑 当时他就要爆发 你以为我是谁 武爵吗 说华山论剑就论剑 人家岳部群能同意吗 一想到老岳下面 没有了 然后一说话 就娘娘腔的样 周浩就是一阵反恶心 好在 任务说明中 只是要求让人知道 华山派要举行华山论剑 经过周浩这些天都忙碌 到现在才377个 知道了华山论剑的事 就这点人 他好几次差点被人抓住 华山 师代子拿着信 走到书房外 咚咚 师父 一个中气十足的儒雅男生 从门后传出老四啊 进来吧 岳部群放下手中的 道葬和毛笔 河下五柳常然 自从青筋断续高 让他断枝重生后 岳部群一改往日做派 不再去看什么儒家经典 对于道葬 却是爱不是守 最开始 岳部群是为了把紫霞神功 和葵花宝典吃透 虽然这次断枝重生 让他的葵花功力 功亏一篑 变成紫霞神功功力后 将将在宗师门口停了下来 现在岳部群的重点 都在炼器术上面了 最近 经过华山上华山盗麦的帮助和支持 岳部群已经摸到了炼器术的门道 有事吗 摸到了门道 岳部群现在心情很好 看弟子们也更顺眼了 更别说师袋子本来就是 他看好的弟子了 师父 这是我父亲送来的消息 岳部群接过纸条 看了起来 眉心直接皱起一个疙瘩 我华山派要广邀天下高手 举行华山论剑 决出天下第一 哈哈 岳部群怒急反笑 好好好 看来我岳某氏 被人当成软氏子了 师袋子看着岳部群 脸上紫意萦绕 周深更是紫气滚滚 心中对自己师父的认知 又提高了两个档次 岳部群周深紫气鼓掌 就在他想要收工时 在经脉中流淌的内力 仿佛打开了一道门 体内的内力 一点点被吸走 每被吸走一点 丹田之中 就向外蹦发一丝真气 这是 练气术练出的真气 好好好 老四 告诉你父亲 把这件事传出去 他们不是 想要看我华山派的笑话吗 那就让他们来吧 随着傍晚一只信鸽飞回 长安城里的长安标局 就高速运转起来 一只只信鸽 队伍出了长安 华山派举行华山论剑的消息 也传出了长安 华山论剑传播度加一 华山论剑传播度加一 目前传播度 华山论剑 三二五五一千 发生什么事了 周浩一觉睡醒 发现任务完成了 也顾不上洗漱了 是否提交任务 提交 周浩平住呼吸 其余系统正式启动 果然是带系统的穿越者 一个青年突兀的出现在周浩身旁 手中摇着折扇 然后周浩就发现 系统要跑 系统正在结绑 羚羊眼神细血的看着 正在从周浩灵魂上 向外挣脱的系统本体 穷顶 拿下 周浩只觉得大脑一清 眼前一花 手里多了一块沉甸甸的令牌 穷顶 拍卖会 呼 我也是有后台的人了 系统没了 说不难过是假的 但是周浩更明白 小命才是最宝贵的 而且 这穷顶一看 就是要培养人修仙的 那还有啥说的 是修仙不香了 还是长生不好啊 精神抖擞地回去洗漱 他打算去一趟华山派 老岳既然治好了 也长回来了 那也能做个道友 毕竟老岳这个人 目标很简单 复兴华山派 他的一辈子 都是为了这一句话 为了华山派 他能做为君子 为了华山派 他能自攻炼剑 哪怕这样做 就是抛弃妻子 他还是做了 这样一个人 周浩觉得 是个能做朋友的 因为换成自己 在那个情况下 自己绝对做不到老岳这个地步 穷顶之中 林阳看着躺在掌心的系统 穷顶 系统在他眼前 一点点被拆开 去掉外面的包装后 林阳发现 里面就是一张符露 只不过这符露 是用紫色墨汁 写在金纸上的 这是大罗真符 林阳握住这一丈长的符露一边 一抖 这一丈长三尺宽的符露 就缩小到了巴掌大 隐没在他掌心的皮肉下 林阳眨了眨眼 眼前好像出现一道虚影 他拉出世界投影 投影里 一个个人的头上 都多了几行小子 姓名 盖尔牛 命格 灰白 气韵 淡白 最近齐玉在村口老槐树 小被狗尿了一身 捡石头打狗 捡到了一块零食 姓名 许昌 命格 浅红 气韵 淡金 体质 水灵根淡红 最近齐玉外出执行任务时 与对手一同跌落山谷 压死了敌人 得到了谷底金丹修士传承 我去 看人命运 这金手指可以啊 大罗真符 不愧是大罗 灵阳看了看穹顶 又看看大罗真符 为了保险起见 这大罗真符 不能和穹顶放在一起 不过 正好交到化身手里 有了这大罗真符相助 化身在太初古星 也会好过许多 太初古星 灵阳法力一运 身影瞬间从洞府中消失 下游五百里外 一团水忽然出现 一 二 三 四 五 灵阳末数五个数 然后就解除了水盾状态 就在它即将恢复人参的时候 一阵破空声传来 灵阳暂时止住变化 看向上方 两个少女驾驭着一对警帕 从高空缓缓落下 姐姐 你看这里的水多干净啊 我们就用这里的水做单水吧 我看你啊 是又懒得动了 不过这里的水灵器 确实很干净 可以做单水 一人拿着一支镜瓶 对着河面 催动镜瓶 河面上陡然升起两道水柱 灵阳缓缓挪动身体 就在两人出现在它视线那时 姓名 奇巧 命格 身红 气韵浅红 体质 水灵体 淡青 最近奇遇水法炼丹学徒 返回海州图中 在一座荒野小城落脚时 找到了一眼真刚 姓名 奇连 命格 身红 气韵浅红 体质水灵体 淡青 最近奇遇水法炼丹学徒 返回海州图中 在一座荒野小城落脚时 找到了一眼真煞 这运气 一眼真刚 人家结丹 真刚 真煞都按道使用 他们姐妹俩 一找就是一对 妥妥的单成一品之机啊 要是能把他们绑到我的战车上 羚羊在水里 开始谋散起来 这姐妹俩来历不小 有来历 那掌握的信息自然也会更多 这一对姐妹 身上的灵光 那就是一个字 不差钱 说实话 羚羊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豪横的 所有的东西 都是一对的 不管是法医 法宝 还是灵气 甚至体质和命格气韵都一样 羚羊记下两人的契机 等他们装完水离开后 羚羊再次施展水盾 回到洞府的全眼之中 也不急着收起蒲团 羊羊看着手里的大罗真福 果然是好宝贝 有了这幅路 就能一眼看不他人其遇 只要他有心 以后绝对不会少了天才地宝 和高深传承 看起来 炼丹师在这里的地位很高啊 羊羊回想起 两姐妹去丹水时说的话 还有身为三街小妖的老鼠精 居然没见过丹药 嗯 羊羊一抹乾坤袋 一只赤金丹炉 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三丈六尺 五寸高的丹炉上面 还贴着一张小纸条 能者多老 羊羊一看 这熟悉的字迹 自己坑自己啊 不过 一个炼丹师 应该比普通修行者 更吃得开吧 羊羊收起丹炉 拿出太上丹书 走出洞府 任由水流拖着自己 顺流直下 这书一看 就看到了天黑 老君不愧是老君 羊羊站起身 发现自己到了一座小湖上空 他下意识 按照老君丹书上 记载的方法 关切了切 没错就是关切 老君丹书中 只记载了一种炼丹法 就是元气承丹法 老君认为 万物源于一气 而元气承丹就是 以矿石 药草 甚至水火风中的元气为药 何要炼丹 这是第一等的丹法 但是也难学得很 所以现在世上很多火法炼丹 水法炼丹等等流派 但是 最后都是要保留元气 进行和丹 羊羊看了一下我的丹书 现在自然而然运起神木 远处两道元气蛟龙 生腾翻飞 真巧 看来这就是缘分啊 他架起顿光 像蛟龙生腾锁在飞了过去 羊羊驾驭顿光 飞到半空 就感觉脑门一热 眉心上多了一点丹杀 更硬的羊羊少年英气 面如关玉 乾坤带中的太上丹书 也自动飞出 封面上多了一枚硬件 太上真传 运起神木看去 就见硬件中 出现一百手老者 坐在板脚青牛背上 含笑看着羊羊 猫 羊羊眨眨眼 眼前就只有那双龙 游荡于滚滚红尘之中 再次看去 那双龙之下 有两座小城 不过五六里方圆 却居住着数十万人 一座座农庄围绕着小城 将那一块群山之间的平原 占据得干干净净 我有根脚了 太上真传 到左 羊羊一脸兴奋地翻开 大便样的太上丹书 本来晦涩难懂的字眼 现在争着抢着 往他脑子里跑 原来是这样 这就是炼丹吗 日落 月升 飞在半空的羊羊 从顿雾中苏醒过来 看着远处的小城 看来 这城我现在是不能去了 这方世界 也是太上道祖造化的 或者说 是从道祖的八卦炉中练出来的 所以 羊羊的太上丹书 才能引动这方天地中的道祖念头 因为太上道祖练着炉石 想练的是道气 所以 这方世界被造化出来后 就是元气化万物的元气世界 而在这种世界观下 修行者要修行 最初的根基 也就是第一口真气 要尽可能地纯净 而这人间的红尘之气 对于修行者来说 就是无名之毒 羊羊现在别看他 又是练法术 又是练神通 但是这些消耗的法力 都是他 这具化身的本体 先天混元株内的混元法力 也就是说 在现在的天地看来 羊羊就是一个刚成了精 刚刚化行的先天灵宝 还没踏入修行路 现在通读了太上道祖真传单书 羊羊一身内气 早已跃跃欲动 只要羊羊心念一动 便可内气冲破玄关 与天地元气相合 如此内外元气结合 化身一口先天真气 便是正经的炼气修饰 真正踏入道徒 呼 羊羊抑制住激动的心情 向上飞去 他知道 越是此时 越要沉得住气 这内外相合化身 而出的第一口真气 关系到他的修行根基 未来道徒 若是这一步走差了 未来还要花许多苦工磨炼 才能将真气杂志 慢慢化去 羊羊可不想为了 这一时的畅快 花费数百倍的精力 来弥补今日的过失 羊羊向上飞了五百丈 还是不太满意 这里虽然远离了城市俗气 终究还是杂气太重 对感应元气不利 一般道门修饰 突破感应 要么在灵山大川 要命吗 在伏地动天之中 没办法 现在条件就这样 虽然简陋一点 但是这不代表他没办法 在得到了太上真传的羊羊看来 这一关 不需要太注重外部条件 毕竟 只要采一口外气 至精至纯 不受杂气污秽便可 羊羊的内气 在这里冲破官窍 开辟了一处外窍 这外窍 有神器酝酿于中 乃修炼之最妙处 故为之玄关一窍 浑身的内气涌出 藏在玄关一窍之内 羊羊只觉体内空空荡荡 仿佛贼去楼空 这时候整个世界在羊羊的心中 陡然清明了起来 他的感知脱离了眼睛 渐渐沉入元气的本质 那一草一木 一旦一土 皆退去表象 反馈为元气本质 羊羊灵觉 在深入仔细感知 太阴元气之中 也有许多不同的性质 据说太上道祖昔年讲道之时 说其感应元气 划分有一元之数 十二万九千六百种 羊羊才知道 太上划分的一元之气 各有性质 已经是天地细分的极限 但是诸多修行者却不知道 也没想过 为什么会正好是一元之数 羊羊也是看来太上丹叔才知道 这是道祖有意而为 世间元气何止十万百万种 只剩下一元之气 也是因为 道祖连众生不易 山凡就简 为了方便众生修行 才只留下这一元之气 对于那些气质变化万千 特征明显的元气 进而远之 只需采纳灵绝感应中的一种清灵之气 其质地包容万物 澄澈洁净 中正平和 故而被称 做九天氢气 太氢气 乃是太上道祖 点化一元之气时 点化的第一种元气 为道门弟子 感应采气修行的上品元气 采纳这种元气 是道门前辈 无数年来的实践经验 即能保证真气的纯粹 而且 九清之气采气也很简单 不至于拖累弟子炼化法力 恢复真气的速度 实际上 大多数修士 都有这般难处 红尘元气博杂 若入红尘 采气炼气就难 所以只能远离红尘 居于灵气充盈之地 而远离红尘 又难以磨练星星 导致闭门造车 难免思维僵化 而宁炼九天氢灵之气的好处就是 这般元气在尘世 虽然也比较稀少 但只要向上看 越是远离尘世 这氢灵之气越充盈 从太初古星任意一处地域 往上飞顿 都能轻易地采集氢灵之气 炼化为真气法力 羚羊将周围精粹的九天氢灵之气 一丝一丝地采纳入玄关一窍 往往要数十个呼吸 他的灵觉才能捕捉一丝 此窍被他观想出一尊八卦丹炉 炉中以八卦划分不同的丹室 其中一口丹室 专门用来盛放这氢气 如此数个时辰 直到东方金屋出生 羚羊才采购了清灵之气 将那一口清灵之气和一口内气 一同纳入玄关窍八卦炉中 犹如炼丹一般 九转九炼 炼出了一口真气 如黄牙萌发 这一口真气炼成 旧材玄关一窍 落到了丹田之中 日后只要这一口真气不散 羚羊随时都能炼化太清气 回复法力 玄关一窍 八卦炉开 源源不断的太清气 被羚羊炼化为真气法力 直到体内真气充盈 羚羊才睁开眼睛 向下落去 咦 羚羊落到离地百丈 就发现一旁一座小山上 架起了一座卢棚 他驾驭云气飞了过去 就见一只白毛老猿 站在卢棚下 看见羚羊飞了过来 倒头便拜老朽白猿见过道长 羚羊连忙躲开 落在地上 看着这身穿轻衣 头杂发际的老猿 还有些好奇 老丈拜我做神 我观老丈能口吐人言 想必早已炼化了横骨 已经踏上道徒 在下不过一刚刚炼气的童子 道长说笑了 这白猿本就是天生一种 双眼颇有些神通 他看着羚羊周身萦绕的轻气 至轻至灵 至仙至圣 怎么都不像是一个区区的炼气童子 严重了 在下也是有恃相请 出道贵宝地 我赶路匆忙 身上未带多少石水 红尘浊气较重 我担忧污浊了道体 便想向各位换些铃骨 老猿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转头吩咐了一声 很快就有一只高大白猿 拎着着一个篮子 从一旁点树林里钻了出来 打开篮子里面 放着一些铃骨 或许是铃骨不够 还放了黄金茯苓 都是年头烧浅的铃药 铃羊略微放翻了翻 成色都不错 是今年的新凉 看来这白猿一家 也开了一片点 老猿笑道 些许食水算得了什么 既是同道 这一篮子铃骨杂粮 就送于道友便是 那远处石下的小白猿 急得小声唧唧直叫 显然是有些心疼 这白猿一家 居住在野山之中 妖气浅薄 显然也不是什么富有之家 这些东西 算得上是尽心力而为之了 老猿虽有捧高 躲避林阳之意 林阳也理解他这份心思 这些东西 虽然质不高 但是在量上 已经足够他一人粤语所需了 哪怕人的食量 比猿猴少得多 林阳又是在住鸡关口 天天吃饱 也就将将能吃完 不过多吃铅 就多一些水骨之精 滋养肉身 所以林阳略微想了想 便笑道在下领情了 只是既然说好换时 平白拿走 总是不妙 我这有林丹一颗 虽不是什么贵重之物 但用来换这一篮子食物 也算恰当 说罢便从怀里的乾坤袋中 取出生林丹一颗 赠予了那老猿 老白猿看着丹药 眼睛都发直了 激动的抓耳挠腮 猿猴本性显露无疑 他先是小心嗅了嗅 闻到浓重的药香 然后情不自禁 伸出舌头舔了舔 感觉体内的妖气 就是一阵 跃跃欲动 知道确实是个好东西 这生林丹乃是旁门丹法的产物 其实就是把注意炼气的炼气丹药 加了许多令人血气活跃 精神振奋的药材 但是 对于寻常修行之辈来说 是尚好的补气林丹 但对于林阳这种 修成上乘道基的修饰 就太过误会了 要是用这种丹药修行 每天炼化的法力 都不够他洗炼这颗丹药之内的杂志的 不过 这丹药 也要看用法 比如 对这老元来说 这生林丹 就是最适合他的林丹妙药 吃下去不仅无碍 说句不好听的 这丹药中的元气 可要比老元博杂的妖气纯净多了 妖泪生出灵质 就相当于人筑基有成 要说这猿猴一家 大半的道横 要是说 静静还在林阳之上 但是 你要是说 真气质量和根基 人身为万物之灵 妖泪土纳元气之博杂 远远不如人族精纯 筑基这一关 只是 为了能更好地修习道法 若是不挑食 绕过筑基感应 直接吐纳天地元气练起 也是可以的 妖泪便是如此 但这般轻拙不分 博杂采气 也就别想练成什么上乘道法了 唉 看走眼啊 老元本来一双眼睛 看到林阳在采气后 还以为是遇到了打秋风的修士 就向着糊弄过去就行了 反正 人族修士也看不上他们 这些妖泪 可是他却没想到 自己弄巧成招 看到环绕林阳周身的亲戚那一刻 老白元就知道 自己是遇上真正的高门修士了 唉 这也就是人家正经到门的俊秀 不让我等吃亏 抬手便是林丹打赏 天可怜见 老元我这辈子还没闻过丹气呢 只知道有林丹这个东西 却未曾见过 不知这位公子 收不收林宠玩物 我把家中两个小孙女献给您 那老元还在那里懊恼 未曾带着胆子 将拖现自家两个孙女的话说出口 那两只右元 雪白可爱 更坚觉醒了单元血脉 玲珑小巧 只有拇指大小 若是来的是个女修 定然能推销出去 跟在这样道门大派弟子身边 做个侍女也有前途 转头还能回来提携亲族 林阳引没顿光 飞到了两条真刚和真煞飞腾的所在 只见一座废弃的小城 趴落在平原上 整座城都被溢出的钢煞之气 染成了漆黑 飞进小城 林阳推开一座院子的大门 那两条钢煞之龙的根源 就在这院子里 院中满是荒草 门口堆了一些杂物 林阳一眼 就看中了院落正中那眼水景 阳光下 黑白两种寒气 从中不断涌出 时机未到 不过 这就这两天了 为了能得到 这两道孕育完整的真刚 真是啊 林阳打算 就在这院里住了 得买些喜欢的衣物 虽然住基道体 身体清静 少有汗狗 但我毕竟还没到功夫圆满 法力自己都不够实 那还有多的 用去够除尘的法术 哪还顾得上护住衣物 关注他脏不脏的 还是准备几身 清步道袍 寻常百姓的衣物吧 还有碗块锅拨 火种刀具 铺盖卧榻 反正乾坤袋中地方 还广大 可以多装一点东西 虽然能借袋中的法器 施展一些法术妙用 但法术法器这些东西 反而扎眼的很 许多时候并不方便 算是我的底牌 应该藏的深一点 林阳在这小县城中 绕了一圈 问清楚本地集市的所在 就静止往东市去 刚进市场 就看见一面大大的招牌 无计筹断装 一个腰力插着尺子的小伙计 正在门口凉布 一般的布装里 卖的都是布料 可没有做成衣的说法 掌柜的 你这里能做成衣 林阳靠近后发现 这成衣还不是普通衣物 而是依照着道袍形制制作的 用的也是上好的布料 没错 小郎君请看 这都是按着仙人们穿的仙衣 用上好的材料 最好的师傅 一针针缝的 这一件您要是订 用最好的材料要半个月 不过 要等我们的师傅 先做完这一件 掌柜的看了看林阳的脸色 您要是着急 用中等布料做一件 只需要八 七天 七天就能做完 那店掌柜看他似有不耐 何其笑道 小郎君若是要得及 我催促一下 三五日也能拿得出来 只是要加些工钱 钱的事情好说 林阳魂不在意这些 些许钱财 哪有他的时间值钱 只是我在城中待不了两日 不耐地等候 你这里 可有即将交付给其他客人的衣物 寻一个与我身材相似的 我加钱来买 那掌柜的面露蓝色道 这都是其他客人定制的东西 你重新做就是 他们晚两天 有什么打紧的 林阳从怀里掏出一小块金子 放在桌面上道 这些钱够不够 您等等 掌柜的眼睛一亮 走到后面 抱着一个大木盒走了过来 您看 打开木盒 里面是一套宝蓝色的道袍 其中还有许多金线 隐没在面料之下 这是本店从海州大城买回来的 林阳点点头 这衣服 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一件法器材料了 这布料的织法就不简单 应该是实验过程中的产物 虽然是失败品 做不得法器 也沾了许多灵器 林阳点点头 拿出一定零纸巾 又挑了几套宽松透气的礼仪 又拿下了正在做的两件成衣 加钱加急 日夜赶工的那种 买完这些 支持着店里的伙计 出门帮他采买其他用具 伙计跑了整个市场 好不容易才把东西凑齐 林阳付了钱 便吩咐掌柜的 把东西送到他 暂时落脚的那处小城荒僻院子里 伙计有些犹疑道 掌柜的 那边听说闹鬼啊 林阳淡漠道 我暂时在那里落脚 你把东西送过去就是 掌柜的也脸色一变 瞪了他一样 先生让你送 你听先生吩咐就是 林阳才 不管他们肚子里有什么猜想 这座小城 也难有什么人 能威胁到他 就连这些准备 也只是林阳 让他们把用具安排好后 打赏了几块碎银 几人千恩万谢地离开了 林阳继续把全部空余时间的精力 都投入到了 研究钢煞之龙上面 除了这些 林阳每日都按着功课时间 乘云彩气 虽然也注意遮掩了行踪 但到底 还是被有心人所察觉 毕竟 每天只要一到晚上 紫夜时分 就有一朵祥云 从小院中升起 过了银时又落回去 那绸缎庄的伙计 趁着来送到袍的时候 偷偷看到了过几回 中天 林阳一边分出心神 隐末身形 一边炼化真气法力 直到将一身精气 炼化了小半 体内真气宛如江河一般 汹涌流淌 林阳才降下云头 回到这座荒僻小院 调养精神 这两天 林阳已经找到了 真刚真煞所在 就藏在这水井之下三百尺 刚煞本体 已经逐渐圆满 现在散发出来的煞气 越发微薄 当初要不是 林阳炼化出第一口真气种子 神而明知 以太上感气篇 看到了那刚煞双龙 绝对就要错过这场机缘了 这也就是太上真传 换一家道门道统 不管是原始还是林宝 都不可能发现 这两道刚煞 刚煞之气 都是兴致极端爆裂的天地元气 修行之事 都不敢轻易采纳其气 但是 要想成就上品金丹 这刚煞之气 就是躲不过的火焰罐 他这几日修行日益精进 每日采集的九天清零之气 已经足够 浑身内气 早就炼化成真气 本身修为 一笔之前丰厚了几倍 更把身上先前来不及 完全炼化的法术 学习了个七七八八 虽然他本身修为在盗门 真传这一等级来说 还只是一般 但是有混元中内的法力 和法术神通做底牌 林阳也有十分的信心 与旁门左道的杰丹之辈 斗一斗 当然 这里指的 也只是欺负一下 杰丹七八九下三品的左道修士 遇着六品以上中上品的旁门杰丹 林阳就有些难以应付了 这一日 林阳驾云回来 感应到自身真气火后 渐渐圆满纯熟 度过了瓶颈期后 修为突飞猛进的那段时期 日后再想精进 便需要缓缓打磨苦修 急躁不得了 便按道 先前专注于本身道行 并未有时间分心于其他 如今约也过了一个月 这道行精进急躁不得 也不可能 让我一年之后 便能对付妙空这等大敌 就算有办法 让我道行突飞猛进 我也不敢尝试 修行这是 是能开玩笑的吗 不如平缓一下 修为精进 在练气境界 多停留一段时间 看了这么久 都太上丹书 林阳也有些手痒了 再说了 太上真传 不会练丹 这说出去 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道门三位道祖 太上 原始 林宝 三位道祖的真传中 太上道独爱练丹 传承法宝 都是八卦炉和八娇膳 原始道练气无双 法宝众多 同时 灵服之术也颇为精通 林宝道终情于剑 同时也擅长阵法 号称剑阵第一 这丹气扶阵之术 构成了修行护身的外道基础 而且深入下去 也有很大机会 植入大道 并非纯然的护身外道 毕竟如今修士 常常走的杰丹之路 乃是新年太上道祖 练丹之时领悟出来的 所以 外丹之术 还要先与内丹术 长于练丹的修士 对杰丹的把握 自然比其他修士更强 而通法境界 据说与俯禄之术 也有些联系 至少原始弟子入门受禄 其中玄妙 不必杰丹少 别人家筑击 练气 通法 他家通法 筑击 练气 灵宝道阵法超绝 干系元神之后的道路 据说灵宝道修成的元神 本身威力其大 要不是元始道是大才雄 元神人手一剑法宝起步 灵宝也绝非罕见 太上道底蕴身后 道横第一 道门门下说不得 就要以灵宝道元神为首了 所以 道门真传中 太上道练丹之术 原始道俘虏之术 灵宝道的剑术 都是从刚刚入门 就开始传授的 道门真传的丹气浮阵之术 与旁门左道 绝非一回事 对于他们来说 这只是前往大道的手段 不是目点 比起旁门 更加注重处类旁通 传说有一位道门祖师 本是太上道祖的山火童子 因为 在道祖炼制九转金丹之时 顿悟大道 太上炉内金丹九转 他在旁边山火时 体内也采炼各种大药 结丹九转 待到太上道祖丹成之 兜率公祖师 也九转大成 练就一颗九转金丹 成就元神 不老不死 太上道祖 便将那一炉金丹赐予他 收为弟子 更将他山火的扇子 与他做太上道道统真传的凭证 灵阳思来算去 终于在太上丹书中 找到了一门怎么说呢 说是神通也行 说是炼丹之法也行 这法门就来自那位 顿悟大道的祖师 那位祖师 有感结丹九转之难 就总结了外丹法 反向发展出了 近似内金丹的元气外丹 就和修士炼气一样 采集各种外药 元气 仿照您练结丹的过程 以道法练出一颗外气元丹 本质就是用练丹之术 练出一颗修士的金丹出来 这样练出的元气外丹 除了不在修士体内 和修士的内丹一般 也有加持法力 助长神通之效 而且这法门 还有一个好处 只要你练就一颗外气元丹 就相当于 有了结丹的法力 而且根本不用担心 影响自身根基 还能提前体会结丹之妙 悟性惊人者 还能领悟出 几分结丹的奥秘 对日后的结丹大有好处 当然 这法门主要还是助长神通 加持法力上 具有绝对优势 论其体悟大道 世上没有一种 比得上太上丹书 每练一次丹 都相当于在丹炉中 模拟了一次结丹的过程 而且 还会根据使用药材 灵材和元气的不同 产生不同的效果 只要炼丹守法高明 就是一如普通的氧气丹 一样能丹成九转 超凡入胜 而炼制外丹 材料更重要 最差也要用灵药之类 因为草木一枯荣 炼成外丹之后 不但不够坚硬 而且还容易走散元气 其次是矿物之丹 精性不朽 所以如炼制法器一般 炼制外气元丹 不易变质 但是精气终究与人身有别 虽然不朽不患 却也难以与身相合 最多就是相当于一件 提升法力道衡的法器罢了 最上品的 乃是用天地元气 炼成此丹 就如同修饰是采气炼丹一般 最适合修饰的外丹 自然也是天地元气而成 但是气无所定 炼制的外丹难以成形 却是四种方法之中 难度最高的 而且原料也最为珍惜 毕竟修饰采气不易 炼气都需要每日苦工 有那采集元气精粹的时间 自己炼制一颗内丹 成就结丹到人不好吗 也只有灵阳这样 意在上品精丹 要仔细打磨根基 各大门派的真传弟子 才会起意 炼制着元气外丹 当然 这些都不是灵阳真正的原因 生起这般想法的真正原因 还是他手上 正有合适炼丹的材料 先天混原珠 而且 他需要遮掩一下 自己这件宝贝的光芒 穷顶之内 就在混原化身 得到太上传承之时 坐在王座上的灵阳 看着自己送过去的 太上丹书封面上 出现的太上真传 大罗气息 瞳孔瞬间放大 震惊不已 从化身的视角 看到骑牛老者时 灵阳几乎无法遮掩自己的情绪了 真的是太上 自从穿越过来 得以继承穷顶后 灵阳一直都很清醒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 自己会是特殊的的那一个 这点自知之明 他还是有的 不说在多个世界 都有的三清传说 就是几乎统一的女娲补天 大雨至水 都在告诫他 你不是特别的 更不是唯一的 你只是一个 刚刚得到寄缘的普通人 比起三清 哇黄 这些大能者 他才刚刚上路呢 弱小从来不是进步的障碍 无知和傲慢才是 所以 他才会不放过 任何一个机会的提高自己 但是他没想到 这个机会会来得这么早 看着封面上的太上 真传四个大字 灵阳放声大笑 从今天起 咱也是有后台的人了 什么 你说灵阳为什么要抱人大腿 那是太上 道祖啊 有这金大腿不抱 自己非要一条路走到黑 撞墙找路吗 抱大腿不香吗 香 贼特么香 不过 这个化身不能吓动了 灵阳看着正在修炼的混元化身 一点沮丧的心情都没有 跟抱上太上大腿比起来 这个世界还算什么 哄 哄 哄 穹顶中泛起一阵轰鸣 灵阳睁开眼睛 穹顶 检测到大罗气息 青铜穹顶开始晋升 穹顶 要晋升了 灵阳体内力来自穹顶的反哺 源源不断地涌出 他当即坐在王座上 全力运转混沌原精 全力化解体内暴涨的能量 神机点不足 晋升放缓 请尊主补足神机点 穹顶内 灵阳的双眼缓缓睁开 穹顶中闪过一道金芒 呛 灵阳视线所及之内的空间 无声无息 被切开了两半 金芒最后斩在了穹顶梁柱上 崩碎成光 灵阳食指微钩 蒸蒸蒸 道道秩序神炼 从空中浮现 被他食指拉扯而出 随着他双手握拳 周身一道道仙道法则流转 混合包裹 双拳的秩序神炼 强横的威压 若不是穹顶封锁 这威压传出去 整个穹顶麾下数十世界 都要被这仙道威严 压他崩碎 这就是仙 果然非人 天人 天人 果然天人之分啊 灵阳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天人上面是 陆地神仙了 天人虽然寿长五百 但始终是人道领域 陆地神仙 虽然看起来八百之兽 战力并未有实质的提升 但是沾了一个仙字 就已经离开了人道领域 相比于依赖世界的天人 陆地神仙 已经做到了十七而生 哪怕世界毁灭 生命不存 陆地神仙一样能活到天兽 如果悟性高深一些 飞升而去 也不是不可能 虽然晋升因为神机点不足 晋升真仙被暂停了下来 但是 灵阳现在一只脚 已经站在真仙领域之内了 是真正的仙 灵阳脸上露出一些兴奋 这一步 不仅化身败入太上门下 有了大罗大佬撑腰 然后 穹顶还收集到了 太上的一丝大罗气息 还帮着灵阳 退凡成仙 踏入了半步真仙境界 以混沌元经的广播 此刻的灵阳 是真正的真仙无敌 就算是对上附属的真仙 也能占而胜之 神机点 清空了 听到穹顶的提示 灵阳的双眼微微一觅 他拉出投影 现在穹顶之下 世界们的情况 都是在研究炼气术 许多宗师 大宗师在用炼气术 同化自己的功法 而天人们 则在以炼气术的精华 真气为本的武道 就相当于 把四缸的内力发动机 换成六缸 不 炼气术 应该是V8发动机 战力破坏 一下就提上数倍 一时间江湖上 悟性高超的武者们 纷纷越级而战 成功的比比皆是 这让以内力深厚为 战力重点的老辈武者们 人人自危 作为既得利益者 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不得不开始研究起来炼气术 卷起来了 不过 卷的还不够啊 让我来给你们添把火 羚羊嘴角微微上扬 随着他大手一挥 穷顶麾下的世界 青铜电雨大放光芒 在研究炼气术的武者们 因为武者们减少了冲突 而放松了许多的百姓们 还有许许多多在忙碌的人 纷纷抬起头 看向这个 改变了他们生活模式的神迹 在万众瞩目之中 青铜电雨震动了一下 随即 一道光幕冲天而起 显示在了天空之中 一点起点出现 将天光静脸 一片黑暗的天空中 起点炸开 无数星辰 以起点为中心 徐徐旋转 一卷图卷 缓缓浮现 众人连忙看去 只见上方 图卷上方 四个神秘古字 大放光芒 所有人看去 一道信息显露了出来 穷顶莲众生之念 现发布万界图卷 负责众生 万界图卷 灵阳坐在王座上 看着头影上 脸上露出疑惑表情的人们 微微一笑 注意力集中了 那就让这把火烧起来吧 而与此同时 天空中的图卷上 多了几行字 万界排行榜 炼气术活动榜单 天空中的屏幕 仿佛空中的太阳一般 万界之中 每个王朝的人 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那巨大的榜单 哪怕他不识字 或者失明 都一样能看到 感觉到 随即屏幕之上 便露出了一道道光芒 显露出了几个大字 炼气术 榜单 曹大半 你怎么看 一个嗡里嗡气的 魂厚声音响起 曹正纯连连运气 天罡童子宫 护住自己的耳朵 启禀陛下 老奴认为 这榜单对有大名 对陛下都有好处 曹正纯看着修炼入门后 现在 身高八十六寸 两米多高 足有自己两个肩膀宽 四百多斤 像一头豹熊一般 都诸后照 心里暗暗发苦 心里那点小心思 早就烟消云散了 尤其是想到 朱无事的下场后 他的脸上 就越发公顺 本榜单为临时榜单 选取穹顶麾下 所有世界中 所有进行活动 申请的个人和团体 进行为期一月的 练气术成果排位赛 一月活动结束后 排名前十名 将获得排名奖励 排名第一的个人或团体 奖励几品领保一件 排名第二到十名的个人或团体 将获得上品领保 到下品领保等 不等的奖励 这道信息一出 瞬间穷顶之下的世界们 就炸了 扬州城 晚晚看着群情激愤的众人 心中怎么一个烦子了的 坏人 又火上浇油 晚晚想起 那个坏人 现在一定在王座上看好戏 牙根就开始发芽 练气术成果排行榜 排名第一 就可以获得极品领保奖励 真传道道主 带着两个浓重点黑眼圈 站了起来 我圣门必须拿下那件极品领保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佛门那群突驢 得到领保 领保 石之轩 你等着吧 注意眼眼中燃起熊熊木火 晚晚看着上头的魔门众人 心里就是一阵绝望 晚上又霜若灼 要熬夜了 我恨你 阿帖 领阳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大唐事件 直接将画面切换到了大秦事件 如果我能获得一件极品领保 我必将横扫暴情 韩非站在流沙据点 手中拿着一侧炼气术 自从他被父王免去关职后 他就一头扎进了这炼气术中 以他的智慧 全心全意的研究之下 炼气术自然一日千里 看着那榜单 韩非心中重燃了一团烈火 这六国的天下 我要九十九 当初的雄心壮志 又在耳边响起 子女 卫庄 红莲三人 看着振奋起来的韩非 纷纷露出了笑容 不知道谁会排在第一 咸阳 嬴政看着那图卷上的榜单 毫不在意 孕朝之中已然种下 随着时间流逝 每一分每一秒 大秦都再变得更强大 区区领保 九牛一毛而已 蝼蚁汉树 可笑不自量 嬴政冷峻的脸上 闪过一抹笑意 一条黑龙从他眼中一闪而过 现在 我倒是希望六国中 有人获得领保 拿起记在腰上的玉玺 嬴政反倒地希望 这个榜单上 多一些六国之人了 不然 就太没意思了 与感叹无敌的嬴政不同 大汉 长安 惊魂未定的流邪 坐在被烈火焚烧后的未央宫中 闻着混杂着血腥烧肉恶臭的味道 眼睛看着地下 丝毫不敢去看台下的王允和吕布 昨天晚上 吕布闯进宫中 杀死了董卓 一把火把皇宫烧了大半 流邪也差点死在这场大火里 陛下 陛下 流邪愣了神 然后才小心翼翼抬起头 司徒何事 王允 看着惊魂未定的流邪 心中也是无奈至极 还请陛下下旨 以大汉之名 参与此次榜单排名 一旁的泪氏三公 比原氏更显赫的杨氏家主 像个泥太阳 站在原地 大汉 就这大汉吗 不只是他 在场的所有人 都在心里付匪着 要不是吕布手里有兵 李雀郭四 又包围了长安 他们早就辞官不干了 再说了 大汉气数已尽 还能拿什么弥补他们 还以为现在天下是皇帝说了算吗 让他们把自己研究的成果拿出来 不可能 吕布看似站在王允身后 但是心思早就不在这了 昨天晚上 穷顶的青铜电宇 才出现在这一方高五三国事件 也是这电宇的出现 让吕布王允 不得不提前行动 击杀董卓 不然以董卓内气离体的一流武艺 再加上穷顶电宇中的商品 他们只有一死了 吕布杀死董卓后 找了个借口 就看起了从电宇中购买的炼气数 对于吕布而言 武力上 他已经达到了这方世界的顶点 现在突然有路摆在他前面 这种兴奋 只有五人才懂 其他什么王允 貂蝉 都被他抛到脑后 今天他来 也是高顺张辽 他们劝的 不然 他直接带着宾州子弟 北上回家了 回家练练武 有收获了 就去打打匈奴 然后带着战利品回来 分给百姓 招兵 练武 打匈奴 继续招兵 继续练武 继续打匈奴 原来如此 吕布看着炼气数上的内容 只觉得如影穷江 眼前的迷雾 一下被擦了得干干净净 恨不得赶紧结束朝会 回家练武 风云世界 被秘境变化 吓得逃回隐居地的熊霸 看到榜单之上奖励的林宝石 双眼顿时亮了 帝氏天的林宝威力 他是有目共睹 自从电宇出现后 熊霸遇到了他的父亲 紫衣老大 被骂醒的他 又振奋起来 就向着秘境赶去 没想到 那开天一见 只差一点 就击中正在天上飞的熊霸 这让他刚刚建立在天人实力上的心 咔嚓就产生了一道裂痕 林宝 这林宝 我志在必得 熊霸想起那几位天人 眼睛一转 就起身向父亲锁在飞去 这件事 他们父子必须联手了 除了大明 大秦 其他的大卫 两颂风云等等世界 都震动了起来 诸天殿内 秦宇看着众人的表现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觉 怎么能成功 不觉 我的神机点从哪来 不觉 穷顶怎么晋升 至于卷起来之后 能干什么 一本炼气术的成本 是一千神机点 他现在已经靠这本炼气术 获得了数百倍 不 是数数百万倍的收益 但是 以现在穷顶之下 数十亿人口的规模来说 炼气术 远远没有到达饱和的程度 甚至还有很多神机点足够 有需要的人都还没买 都在观望 但有了这活动榜单 就不一样了 你不买 你就看着人家 把林宝带回家吗 不试试 你怎么知道 自己是不是那个幸运 林阳可以预料 一股神机点的浪潮就要来了 穷顶之下的世界中 众生还在议论着 王朝榜单排名 天空中的起点 大放光芒 诸世界恢复光明 图卷逐渐隐没 但是只要看过去 它就会自动浮现在每个人的眼中 师父 长安标局 鹰白罗在自己父亲的事意下站了出来 岳不群手脸长须 英雄 这华山论见之事 我看暂时可以放放了 鹰白里点点头 确实 榜单和现实活动溢出来 这个时候 谁还有心思 关心什么华山论见啊 岳不群自然也是如此 之前得到这个消息 他也只是当作一步贤棋 想要以此为凭借 推动江湖 引动变化 积攒一点神机点 毕竟见识过天人风采之后 他绝不甘心就这样 一辈子都做一个名不副实的伪宗师 练气术 如果我把华山盗麦的人都拉上 那么能不能进前十呢 华山盗麦 乃是全真教广宁子好大通的传承 之前华山派还鼎盛的时候 文中经常就会有弟子入华山盗麦 或出家或火居 因此 华山派和华山盗之间走动的还算平凡 关系也还算清静 只不过 自从剑气冲突之后 华山派因为奎花宝典 误入歧途 分为两派 华山派之间都不和气 去了华山盗 自然也没加枪待棒起来 后来华山盗看华山派 越来越乌烟瘴气 就不大和华山派来往了 岳华群有这个想法 也很正常 因为他自己 也要有自知之明 如果不是华山派内讧 他们气宗调走了 剑宗剑圣封青阳 那么谁胜谁输 根本没有悬念 就这样 气宗也是惨胜 只剩下他和师妹两个不自卑弟子 剑宗也只剩下 封不平三人和师父远走 现在诺大的华山派 交到他手上 到头来 也只有他和师妹两个人 其中辛苦 又和谁去说啊 岳华群的资质 自然没有多好 不然也不会放弃 练了二十多年的紫霞神功 去练什么辟邪剑法 实在也是被逼急了 刘正风一家 被松山派灭门 徒弟又招惹了青城派 为了华山派的存亡 他也只能挥剑自宫了 岳兄 派出去送信的 鹰百里开口问道 岳不群一抬手 英兄 岳某以为无须传信 现在有如此大事在 咱们派去的信使 自然会得到借口回来 鹰百里点了点头 确实 这前十之位 天下人谁不想啊 那练器术上都写明了 入门者 勤修不错 可得百岁天寿 小成者 寿长百五 谁不掩热 再加上穹顶说的榜单奖励 以穹顶长生之法 传诸于世的大手笔 这奖励自然也不能差了 要不是 他有自知之明 说不得 也要对这练器术 起些心思 不过 看来岳掌门是有这个意思 要争一个前十排位了 如果岳掌门 争夺前十成功的话 那我家白罗以后 也就更有保障了 穹顶之中 羚羊手中摇晃着一杯美酒 让我给你们 再来添把火 十时积分榜开启 岳不群眼前闪过一道白光 视线右上角 出现了十一行小字 十时积分榜 一 笑三笑 七百八十五分 二 长生不死神 七百六十六分 三 小梦七百四十分 还没看到第四是谁 就马上变化了名字 岳不群看向最后 才发现 这后面的名次 变来变去 分数 都只有一百出头 前面这三人 穹顶麾下的其他世界 一样在惊讶 就在十时积分榜 刷新的一瞬间 本来摩拳霍霍的 各大王朝帝王 心中都掀起了滔天波浪 三国 大魏夜城 曹操 看向天空中的榜单 脸色一片阴沉 万界拍卖会上 虽然他略有所获 但是随后回到大魏 他就发现电雨内 全出现了炼七术 这让他决定一扫蜀汉 东吴二国的计划 随之作废 但是 他还是购买了不少宝物 决心 让步将们一起突破 然后 就横扫刘备孙权二人 但现在这个榜单一出 只怕是要有意外发生了 虽然不想承认 但是这链气数 对悟性的要求 确实太高了 而且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曹操想起那刘备的运气 就条件反射版 捂着脑门 大汉 眼周 不好 主公 怎么了 成玉等人 不由地看了过来 还很年轻的曹操 面色阴沉 这榜单一出 以吕布之能 谁又能是他的对手 众人皆是无言 吕布这天下第一 是他自己打出来的 而且 谁不知道 因为他吕布不是世家门法 一直被丁元打压 不给他战功 只让他做一个疏离 但是丁元也没想到 吕布文武双拳 一步步直接做到了主部的位置 这主部 可不是一般斗官职 在军中文职能做得最高的 也就是主部了 而且 吕布这主部打着仗 领着兵 也没出错过 不然怎能会让丁元忌惮 他们还不知道 董卓已被吕布杀死 还都在想 如果以董卓的军力 重新振作起来 再挥师向东的话 他们该如何阻挡 成玉等人 脸色全都巨变 郭家的脸上 却露出了一些别样的表情 大齐 嬴政看着天空中高悬的榜单 双眼微眯 要起风了 到家就在秦国境内 嬴政自然知道 这小梦是谁 天宗掌门 十分年轻 现在看来 实力也是 十分不俗 阴阳家要着急了 注意到闪烁的榜单上 没有阴阳家的出现后 嬴政微微一笑 苍龙七秀 以为姑什么 都不知道吗 大明 诸后赵放下手里 烤得金黄的牛腿 曹大半 曹政纯跪倒在地 黄眼 老奴在 诸后赵 眯起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神光 去 为朕找一只老龟来 他修行的御寿法门 不仅可以御寿 还能催化出兽类的天赋神通 传说中 福西创八卦时 就有老龟在场 因此 龟壳上留下了八卦的痕迹 朕 就不信 你们能胜过朕的神通 说着 诸后赵一口连骨带肉 咬断了牛腿 大口咀嚼了起来 就在各方世界 各自施展神通之时 一道金光闪现 天幕上的榜单最下一行 缓缓被金光点亮 这是 江湖要乱了呀 一个不一老者说到一半 把话咽了回去 其他人面面相去 但是 门心自问 谁不想要这奖劣 依我看 这榜单的意思 也很明显 没有实力的 就老老实实看着 一个人高马大的汉子 站了出来 既然想要奖励 自然要承担风险 就是 不然回家抱孩子去吧 出来混什么江湖 你们没看吗 这固定的前三里面 没有一个是我们认识的 一个人提出异议 你没看那 不说了吗 穹顶挥下世界 也就是说 还有许多其他世界的人 一起抢了吗 一个年轻人听到这 忍不住站出来问道 那当然 我听我舅舅家的 姑表姐的小姨子 隔壁家的嫂子说 上一次穹顶拍卖会 当今圣上就去了 而且大有收获 一个瘦小甘霸的人 站了出来 洋洋得意的说道 赖三 你说的也有人信 赖三扬起脖子 怎么了 怎么了 我那嫂子他家里的 是在宫里御膳房的厨子 哟 厨子还能看到皇上啊 闭嘴吧 第十名奖励出来了 顿时一片安静 第十名奖励下品 领宝乾坤珠一颗 所有人看向榜单 看到乾坤珠眼前 就仿佛出现了一颗混原剔透 那有一座浮空山脉 下面是一片 碧波荡漾的大海的宝珠 乾坤珠 下品领宝 没有方圆五百里伏地 灵气充足 可供帝仙注释 果然是仙家法宝 官榜众生 无不感叹出生 但是 所有修为有成的 都注意到了 介绍里面提到的帝仙 帝仙注释 那就是说 没有这领宝 帝仙不能注释吗 信息太少 他们无法得出答案 阴阳家 东皇 月神 星魂等等一众高层齐聚一堂 看着榜单上的介绍 东皇太一 抬起头久久无言 月神他们都知道 东皇一直对苍龙七秀念念不忘 但是现在 这穷顶一出来 他们突然有些不知所措 追求苍龙七秀 还真的有意义吗 帝仙 东皇 这帝仙 就是天人之上的境界吗 云中军也就是徐福开口问道 打破了这安静的氛围 再看看 东皇面具下的声音 似乎多了一分迷茫 第九名 奖励下品领宝 以目神服 以目神服 下品领宝 以先天以目大阵 绘制于神墓之上 方得此服 可不先天以目大阵 地先不可破 这第九名这么弱吗 第十名 都有五百里伏地 这第九名 怎么就一道神服 拉倒吧 没看吗 神服 也就是说 可以随时带着走 我看这神服 就比伏地好 方便 扬州 晚晚看着空中的榜单 心中冷哼一声 坏人 手里拿出一条手帕 就蹂躏起来 默默地在心里 把这手帕想成羚羊 师妹 来 白青青看着咬牙切齿的晚晚 笑着递给她一本书册 自从晚晚入门后 她的心情 从来没有 像今天这么好过 脸上的黑眼圈 也仿佛都消失了 整个人都显得容光焕发 唉 这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晚晚拿起书 长叹一声 还有一个月 白青青温柔地提醒道 晚晚沉默 注意沿头都没抬 什么榜单 什么奖励 她现在就想超过十之轩 光芒变幻 倒数第三 第四行 也跟着显露了出来 第八名 奖励下品领宝月经轮 第七位 奖励中品领宝日经轮 这明显是一套法宝啊 怎么分成两件 还不一样品级 你怎么看 他们是一套的 我觉得就是两件 没看品级都不一样吗 一看就知道 这月经轮 能够开启灵质凝聚地流浆 这日经轮 则是凝聚日耳 都是筑基的神品 可惜了 如果不分开的话 合并起来 说不定就是一套上品领宝 能一月进前三啊 你怎么知道 不会有一个世界的人得到他们 然后 把他们合二为一呢 要我说 宁可让他们分开落下品级 也不能让他们 归于一个世界 不然以后的活动怎么办 举手认负吗 众人皆是沉默 也是啊 要是有这样一个世界 那以后再有活动 直接认输 这次是比练器术 万一要比武呢 大宋 红七公看着天上 愁眉不展 七兄为何皱眉 红七公摇头 之前他为了一口吃的 去了大那 不得不将练器术 传授给了小皇帝 而且在后来的观察中的发现 这小皇帝颇有头脑 不 这皇帝 简直是天纵奇才啊 举一反三 都不算什么 回想起那小皇帝 看着看着 就运转了一个大周天 练器术直接小成 红七公就后悔啊 这排名 不要有大宋啊 希望皇帝不至于那么耸吧 大宋不是一直这么耸吗 但是在他心里 一个声音还是冒了出来 众人议论中 榜单再次变换 第六名 奖励中品领宝赶山边 第五名 奖励中品领宝神水波 第四名 奖励上品领宝神农尺 第三名 奖励上品领宝大千葫芦 第二名 奖励上品领宝神源分水旗 第一名 奖励极品领宝九龙印 排名奖励先后出现 最后 天空中的图路上 写满了金字 所有人都能看到 排名奖励的作用和来历 而榜单下方 又出现了一段说明 榜单排名 一月后更新 活动结束时 排名前十 拥有奖励宝物的所有权 完整的榜单一出 穹顶珠界 都随之震动起来了 看见没有 现在第一的 就是我大秦道家掌门 天宗天地第一 谁知道孝三孝是哪个事件 还有长生不死神 真的是什么 我旁边就是小孟掌门 他说 这是上榜时 自己可以改的 你上前十 积分榜就会提示的 谢谢 等等 你说第一就在你身边 大佬 求大腿 有人发现了盲点 阴阳家 东皇 要不咱们选择团体模式吧 拿到名次 才是最重要的 东皇看着小孟越来越高的积分 点了点头 同意了 同意就好 阴阳家高层都松了口气 就怕东皇要自己来 成了还好 不成 算了都同意了 就不想那些了 我草 这个老银变 徐福脱口而出 现在没人在意了 因为时时积分榜上一个名字 冲到了最前面 白小商 这个几乎每个江湖中 都存在的人物后面 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1287 大眼见 这群蟒夫 怎么能懂得智慧的可贵 一白衣玉官的翩翩少年 手持一卷书册狂笑 其余诸人 更有两名白发垂条的老者 淡淡扫了他一眼 把他从心里划去了 这里一共9人 正是现在时时排名第一的 白小商全员 但是其中并没有 风云世界的白小商 哎 才发现 这大眼界已经开了 几个稍小的模糊光影 站在一起 出现在了大眼界中 新来的吧 小点上 还是那个年轻的白小商 开口训斥道 他却没发现 身后的队友 眼中多有不悦 正直壮年的一位 摇了摇头 其他几人看过去 他也配叫白小商 再看看 发现没引起最老的两位表明态度 壮年白小商 收敛其表情 眼观鼻鼻关心 作为各自世界的白小商 都是老银币 目的没达到 那就守好自己 白小商 不好 大眼界 随着白小商登榜 反应过来的穷顶众们 纷纷拿出自己的令牌 进入大眼界 之前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让他们下意识 把本世界之外的人 划分为敌我关系了 甚至因为研究练器术 有些入迷 他们都好久没去大眼界了 尤其是因为大眼界身份的不确定性 风险太高了 现在没想到 居然有人直接在大眼界 形成了联盟 随着一团团模糊光影出现 许多以团体参加活动的人都发现 自己可以看到 自己团体里的人了 不再是模糊的光影 声音也不再是干干巴巴 没有音调 一切都和外面一样 怎么 不服 白衣玉官的白小商一条眉毛 明明知道 对面看不到自己的表情 听到的 也不是自己说话的语气 他还是一脸招摇俱傲的表情 都把我当傻子 进入大眼界的一个光影 看着出生的他 然后 看向他身后的几团光影 白小商吗 你们哪里知道 你们面对的是什么啊 来自风云世界的白小商 作为最强的白小商 自然也接到过邀请 但是 他拒绝了 原因很简单 亲自排列出十二金黄的他 是知道孝三孝存在的 或者说 孝三孝有意 让他知道的 这样的情况下 看到孝三孝 直接把名字挂在了前三 你让他怎么可能加入其他团体 与孝三孝为难 找死吗 他们可是在一个世界啊 再说了 长生不死神 不是神族 他也知道一些 现在的白小商 都恨不得消失在世界上 好让孝三 孝他们放过自己 他都不敢去参物练器术 就怕自己进入他们的誓言 没办法 风云世界太bug了 长生不死 死而复生 元神出窍 这是你一个武侠世界该干的事 耳闻一长生 就是扎堆一样 当年那个江湖多好啊 想当年 他白小商年轻时 这江湖上剑圣 以无情剑出道 大杀四方 而后为了爱 寻回半情 又是因为妻子 再入无情 这剑圣时代过去后 熊霸天下会崛起 但是也维护了江湖秩序 还算平稳过渡 中间虽然有东营入侵 但是无名一剑破了 绝无神的不灭真身 天下也太平了 现在突然 七五屠龙 青铜穹顶 帝是天 白虎秘境 醉骨长生者 孝三孝 长生不死神 这一切 即在这个时代出现了 还有那风云二神 无量魔科啊 白小生只感觉一阵心累 我想退隐啊 不行 我回去就找个传人 退出江湖 这神舟大帝 没法呆了 一念起 白小生就退出了大眼界 风云 神舟大帝 中华楼上 一间中等客房里 白小生睁开眼睛 站起身 就开始清点自己的家产戏软 没办法啊 做他们这行的 情报多 危险程度自然也高 要是之前 树方势力争霸的态势还好 他还能左右逢源一下 熊霸和无双城这些势力 也需要一个人 来传播他们的威名 但是 现在独行侠当道 而且 都有大秘密在身 他要是还敢乱跳 没准明天 就会死于非命 查完所有资产 白小生拿出地图 看了起来 额头上的汗 越看越多 最后 都把前经后背都打湿了 不行退出江湖 也不安全 我要去海外 说着 白小生背起行囊 就要下楼去退房 不错 吐的一口好槽 白小生惊得猛退三步 看着突兀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人影 来人手持折扇 腰间挂着一只青铜面具 但是只有上半只 一只欠金玉 环束住乌黑浓密的长发 在脑后扎了一个高马尾 面容清秀中 透着一股少年特有的勃勃朝气 白小生看到他面容的那一刹那 双手不自觉地掐算起来 食指运转如飞 在空中 留下道道残忆 非凡间之恩 天人 天上人 人仙 天上仙 噗 白小生这个仙字一出口 一道血剑 紧接着从他口中喷出 化作一团血雾 一股藏不住的黑气 从他额头上显现 这一系列动作 看得羚羊满脸无语 我再和你说话啊 你怎么把自己玩残了 我说 你们这些玩竹树的 就不能老老实实听人讲话吗 羚羊收起折扇 屈指一弹 一道真气 从白小生眉心进入 将他一身灾气洗去 顺便在其今八脉行一周天 治好了他的五劳七伤 多谢仙人 请坐 白小生哪里还不知道 自己是被笑三笑下的 行为过激 鬼迷心窍了 羚羊坐下 白小生躬身问道 不知仙人 拖着长阴 面上更是一副 请您开口的表情 怪不得 在风云这种高危世界 也能混得不错 羚羊这次来 也是临时起义 主要是看到了 这个白小生联盟 还有这个不加入的白小生 毕竟 做一个武侠世界的经典 NPC 其他的白小生都抱团了 就这一个在外面 肯定有原因啊 再加上羚羊开启这个活动 肯定又得罪了婉婉 没法去大唐 也就只有过来看看 这个白小生怎么回事了 没想到 风云世界的白小生 居然走狗刀路线 脑不都能把自己 吓得要远顿海外 不过 也正是因为他这个性格 林阳觉得 自己有必要招收一名新员工了 扔到大眼界里 就挺不错的 作为一个穷顶拍卖会的 下级市场 现在这个活动 打破了一些大眼界的猜疑 但是 想要交易的人 这个时候 也找不到合适的中间人 所以 以早不宜迟 这个白小生 察言观色 肯定有一套 而且 见识也可以 平常的工法资源 定个价什么的 也难不倒他 真的隐秘 也有穷顶兜底 能吃到自己嘴里的肉 为什么要分给别人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 林阳想要偷懒 嗨嗨 林阳掩住口鼻 咳了两声 白小生就发现 自己身边的环境 缓缓变化 房梁 住 墙都消失不见 食于西后 他看着四周混沌的一切 眼中惊诧 异于眼表 前辈 他说出的声音 都不自觉地开始发颤 白小生确定一定 以及肯定 这里 已经不是中华楼了 而且他觉得 没中换术 动念之间 改天换地 不 哪怕只是挪移虚空 这也是天人 所不能及的领域了 这等功力 传说中的皇帝 石油也远远达不到啊 林阳没有转身 欢迎来到大眼界 他大手一挥 白小生发现 自己脚下的混沌散开 一片熟悉的景象 映入眼帘 是他刚刚退出的大眼界 举高临下看过去 本来模糊的一团团光影 现在都现出了真神 白小生额头的汗顺脸流 现在他要是还不知道 林阳的来历 他就别叫白小生了 直接找块豆腐撞死吧 大眼界 青铜面具 去掉的光影 白小生嘴角抑制不住的扯开 我这是被穹顶看上了 想到这 他的眼睛 就抑制不住的看向下方聚在一起的 那八个白小生 自作聪明 又有什么用 食食物者为俊杰啊 有了这个念头 他的大脑就控制不住的 开始急速思考 为什么把我找过来 又有哪些地方用得到我 思考这些事 他的视线 不自觉的集中到视野上方 那个不停变动的积分榜上 突然他的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 白小生仿佛被击中了一样 站在原地 承蒙大人抬举 白小生怨笑全马之劳 羚羊嘴角微微鸣起 转过身 看着白小生 赞许地点了点头 以你之能 也能看出我的用意了吧 白小生知道 对自己的考教来了 自己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待遇 多看这次的考笑了 那在下就孤望言之 大人孤望听之 白小生直起身子 一手在前 一手虚握在后 现在练气术活动 正是物意顶废之时 聚焦了这诸多世界人杰 豪杰 肖雄的眼光 白小生看向羚羊 希望得到一点回应 羚羊不置可否 这一点谁都能看出来 不知道这个白小生 能看到几步 没有得到回复 他也没失望 迈开步子 继续说道 而最关键的一点 就在于这个实时积分榜上 现在的排名 并不是最终的排名 再加上这次活动 并不禁止 单单以个人团体的行驶来参赛 白小生指着 自己事业中积分榜的方向 白小生的世界不说 就白小生对风云世界的认知 那不知何时 又冒出头来的紫衣老大 雄霸这父子二人 在第一次拍卖会上 拍得宝物的圣门之主地是天 以及 在刚刚七五屠龙中 得到龙园的几人 还有那代表了一时气韵的风云 都还没出手 而且 更别说在拍卖会上 得到先到传承最多的曹操 嬴政 诸后照等一国之主了 还有 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这大眼见 白小生 看向下方 看着那一个个 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却不知 上面有两个人 已经把他们完全看透的众人 心中才生起一丝优越感 马上就被冷汗砸个粉碎 大眼界中 互通有无 林阳看着白小生 眼神带着一丝赞许和期待 而现在的大眼界 需要一个秩序 聪明人就是好沟通 一点就透 白小生第一次大着胆子 看向林阳 第一个感觉就是年轻 没错 就是年轻 一个人的面容能做假 他的声音能做假 但是只有一点 他的眼神做不了假 每个人的经历 都像是一道烙印 经历的越多 烙印的越多 心越沉重 眼神就越沧桑 而林阳身上 透着的朝气蓬勃 还有那闪着光明的眼神 是骗不了人的 好 很好 看来这大眼界交给你 我能放心了 林阳开口赞道 大人 在下本领卑微 怎能当此大人 白小生诚惶惶惶 连连告扰 在他以为 自己不过是做个客亲 出个主意 赚一点神机点 却没想到 林阳直接扔给自己一座金山 直接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可是大眼界 以现在的情况 练气术排名活动 一个月的时间 越往后 积分之间的差距越明显 前期积分的重要性 是人都能看得出来 再加上 大眼界是除了拍卖会之外 唯一一个 连通穹顶麾下诸多世界的途径 这一个月内 经过的神机点 至少也要用百万级来计算 尤其是第一名后面 写明的极品领宝 上了拍卖会 至少也是百万级神机点起 这样一个大眼界 就这么简单的交给自己 白小生拒绝的第一反应 也就不奇怪了 知道的越多 就感觉自己越胆小 知道的越多 就感觉自己越无知 现在白小生就是这个状态 店主觉得你行 那你一定行 羚羊一一斩折扇 明明笑容满面 白小生却看到了坚决的意味 店主 白小生有些艰难的咽下 差点脱口出的尖叫 不由得 他如此作为 对于这位 只在第一次拍卖出场过 投影的穷顶之主 白小生自然旁敲侧击过 得到最多的 就是如神如魔 如冤如玉 非是他们能够形容的大能 连通诸多世界 他都不敢去想 这是怎么样的大神通 解好 羚羊凌空伸手一点 白小生身上的青铜令牌 自动飞出 以免令牌上的编号 自动变化 大眼裂 白小生 白小生接住后 瞬间通过令牌 感受到了 自己和大眼界的联系 还有自己将要做的事 大眼阁 出 他顺着令牌的执意 一声低喝 下方大眼界中 一座九层楼阁 凭空出现 高悬在百丈虚空 白小生一步迈出 自身已经站在大眼阁门口 大门打开 一道天梯 从门前十阶飞出 落在了大眼界地面上 三千十阶 闪着淡淡的荧光 十阶镜头 白小生戴着面具的身影 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 本座大眼令 奉店主之令 开大眼阁 这边看着白小生 步入正轨 羚羊眉头一动 一步迈出 已然身处王座之前 又有新世界 引动了穹顶 羚羊拉出穹顶的记录 源自于统一的 同一世界观下的 世界之间的联系 羚羊看着正在闪光的 射雕前世界 和笑傲江湖世界 还有夹在他们中间 那个若隐若现的世界 恍然大悟道 也就是说 因为世界观和因果的连续性 随着同一世界观 世界发生变化 也会影响到 同一世界观的其他世界 羚羊点了点头 这个因果练好啊 不用穹顶搜索 世界主动上门 那就让我看看 这是哪个世界 羚羊不断将它放大 画面不断缩放 然后一个小光头 一手拎着一个小木桶 正在像一个 放满了衣服的大木盆里倒水 一旁还有许多小光头在晾衣服 这是寺庙 羊羊第二个念头就是 张俊宝 没错 要说经书中 年少的小光头 除了张俊宝 不做第二人想 所以 他现在还没有拜绝远为师吗 看着忙得满头大汉的小光头 羊羊念头一动 看来 这个世界 应该是神雕时期 距离射雕并不遥远 羊羊看了看前面的射雕世界 这个世界里虽然郭靖还没出生呢 但是两个世界之间 也差不了六十年 印象中 这个世界好东西虽然不多 但是只张俊宝这一人 这个世界 就有需要开发一番的资格了 毕竟武侠世界中的修仙者 可不是浪得虚名 更别说 这位百岁之时 依旧是天下第一人了 无敌天下一甲子 这还是经书系列越往后 世界就越低微 月女见阿卿 还有几分天人之相 到了一天时 大宗师都已经天下难寻了 张三丰在那个时期 百岁还能推陈出新 明明是打破了天人之杖 可惜天地有缺 只能迈出去半步 就是这半步 也让他发挥到了极致 传闻中两百年后的明末之时 还有人见过他 这就说明 他已经将路走到了极致 三百岁的无上大宗师 天人活到三百岁的比比皆是 但是三百岁的大宗师 千古只此一人 看着这个勤劳的小光头 林阳忽然感觉 手有点痒 特别想过去揉两下 不知道手感怎么样 想了想 还是要点节操 不去欺负小光头了 不过 这么多统一世界观的世界 分别开发 有点浪费资源 希望以后神机点多了 穹顶恢复了 能解决这个问题吧 想着 林阳便点开了新功能 世界委托 顾名思义 每个世界都有极大气 孕于一身之人 堪称天命之子 而世界委托 就是他们在最需要的时候 传出世界的念头 被穹顶收集到 而林阳 只要完成这些念头的委托 就能通过天命之子的器语 将那个世界 纳入穹顶麾下 九星 荒天第三部曲世界 来自帝尊的求助 急 我老老实实地练起 却被四个红尘先找上门来 对我一个百万岁的老同志 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围攻 谁来帮帮我 呃 帝尊你 还是自己扛吧 四个红尘先为殴 你自己干了啥 你不知道吗 还让我去 我去也得给你俩电炮 林阳摇了摇头 为帝尊默挨了三秒钟 被四个红尘先为殴 也很有排面了 不过 老话说的真没错 自作孽不可活呀 安息吧 帝尊 看向下一个任务 七星 玉兰大陆未灭 林雷的求助 黑暗受巢 我追杀分来国王成功 德林爷爷 却为我而死 谁能就回德林爷爷 盘龙啊 这还是他看的第一本奇幻小说来着 看了不下十遍 久看不厌 半晌 林阳叹息一声 德林爷爷只死 这是林雷人生中少有的至暗时刻 但是 这一切都发生在贝鲁特眼皮底下 表面上主神使者的贝鲁特 可是一位主神啊 风系下位主神 也是主神啊 杀死大圆满 也只需要一个念头 玉兰大陆是七星没错 但是这水太深了 要是关系贝贝 天地间第二只是神鼠 他一定会出手的 可惜不是 德林一个圣域灵魂 盘龙水太深 林阳想救 自己实力不允许啊 不说鸿蒙掌控者 贝鲁特也不是好惹的 十星 混沌 盘古开天 可嗨嗨 看到这个星级 林阳猛地咳嗽了起来 连十星都出来了 你是在逗我吗 我办不真些 去十星任务送菜吗 还是盘古开天 他这小身板去了 都不够盘古大神一斧子 林阳赶紧调整了星级 画面一转 都是一到三星的任务 这一下看起来就正常多了 基本上大宗师都能轻松完成 这是 让我做主什么 开放任务 让麾下世界的人 帮我完成 而每个任务的奖励 也都不少 一星任务换成神机点 普遍 也都在一百点以上 虽然现在林阳账户里的神机点 已经逼近九位数 但是 他可没有忘记 自己大部分的神机点 都是那些百姓 汇聚起来才是主力 而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百点 或许就能改变命运 而改变命运 就是在改变世界 一个人命运利弱 但是十万百万 就足以让世界变动 对于穷顶来说 世界的变化 比神机点更有价值 更别说 这些任务完成后 还能扩大穷顶挥下世界的规模 这样算的话 我每个任务 抽十分之一的手续费就好了 林阳点了点头 毕竟神机点的发放到回收 都在自己手中 太过了也不好 不过 这一点任务 不够看的呀 想了想 为了提高利用率 林阳又用一千万神机点 扩大了穷顶的搜索范围 那么接下来 我需要开一场招聘会了吗 林阳挠挠头 决定先缓一步 看看大眼界的情况再说 投影画面切换 白小生语人交谈的身影 出现在投影上 嗯哼 一双线长双手 从背后揽住林阳 看着无动于衷的他 一声娇哼 在穷顶中响起 不断回荡 正在审视白小生举动的林阳 没有回应 或者说他故意没有回应 毕竟身为穷顶之主 穷顶之内的一切 他都一目了然 竟在他手心之中掌握 婉婉也不是不会看情况的 再者说 婉婉今天回穷顶来 就是因为发现 自己的令牌有了变动 令牌通知 他才知道 穷顶又新增加了一名员工 当然 真实原因嘛 就是女人心里那点事 他怕林阳 又找了一个女性员工 所以 连朱玉岩那边都没有通知 就击丧伙似的 回到了穷顶之中 来到这里 看到投影里的白小生 婉婉既松了一口气 又提心吊胆的起来 担心自己的动作 会不会让林阳不快 又患得患失的思考着 这次不是女员工 那下次呢 婉婉知道 自己是关心则乱 再加上最近因为练气术 她已经好久没有休息了 所以 才会方寸大乱 也是 她对林阳太在意了 不然的话 光给师父打工 解析练气术 就已经够累的了 哪还有什么心思上穷顶来 哎呀 婉婉看到白小生 完成了第一单之后 才出声提醒林阳 同时 一双小手搂住她的头 让她把眼神看向自己 林阳把目光 从白小生的头影上挪开 看向一双熊猫眼 还鼓着腮帮的婉婉 扑哧 这个情况 让她不自觉地笑出了声 带着一双熊猫眼的婉婉 双手掐腰 站起来 气势汹汹地看向她 这应该怪谁 心里没点数吗 瞪 感受到婉婉眼神中的杀气 林阳就感觉后颈一凉 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 她高举双手 表示自己投降了 小情聚嘛 婉婉也是顺坡就下 见好就收 就像一条五谷的美女蛇一样 从林阳身后 滑到了她的怀里 指着面前白小生的头影画面 问道 这就是新员工吗 林阳给她整理着头发 一看确实最近没怎么好好休息 有的头发都已经有分叉了 有些心虚地收回手指 摸了摸鼻翼点了点头 大眼界的新员工 白小生 婉婉到这个名字 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白小生 这个名字 就已经能够说明她的身份了 收集情报的江湖中人吗 作为殷魁派的圣女 婉婉自然知道 收集江湖情报的重要性 就比如 之前通过佛门的异动 他们及时启动了内影 这才得知了穷顶的存在 避免了因为情报的落后 而导致被佛门 用信息差一网打尽的最坏局面 想到这儿 她看了看林阳 现在着急的 应该是那些佛门中人了 说起来 这位白小生也说得上 是各个江湖之中 都少不了的一号人物了 婉婉看向林阳 美眸中满是好奇之色 各个江湖都有 婉婉惊讶的谈口微章 自从进入了穷顶之中后 她就已经明白了 穷顶麾下世界的意思 这是一个不断在添加 新世界的庞大世界群 能在这个世界群中 号称各个江湖 都少不了的一号人物 难道自己看走眼了吗 这白小生藏桌了 这么看来 这白小生 需要多加注意了 果然 能加入穷顶的 岂会是平凡之辈 庸禄之人 林阳看着婉婉 先是一脸沉思 然后忽然一副 恍然大悟的表情 就知道 她又想歪了 长叹一声 对着她光洁的脑门 谈了一下 不要我说什么 都胡乱挠好不好 哎呀 婉婉立刻双手捂住脑门 然后两眼带着泪珠 可怜巴巴地看着林阳 好像她做了什么 大逆不道的事情一样 别装了 林阳一脸无奈 这白小生 就是一个普通宗师 林阳说的第一句 就让婉婉不自觉地坐直身体 竖起耳朵轻听了起来 同时 双眼看向她 满是怀疑 普通宗师 你确定你 不是在骗我吗 这白小生 确实很普通 而且 如果说白小生是一个人名 还不如说是一个代号 林阳伸手一点 大眼界中的白小生联盟众人 出现在了投影画面上 他指着画面上 那七个或老迈中 带着一丝先锋道骨 或年少英姿勃发 或年壮深沉渊博的人影说道 他们同样都是白小生 晚晚看着这七个 最多也不过 留最次紧在墨流的白小生 有些明白了 这些白小生 他们在各自的世界 都是白小生 都做着一样的事 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联络 而是穹顶 让他们有机会见面 了解到 还有其他世界的白小生 死 但是 这并没有让晚晚 对他们产生什么侵蚀 存在即合理 穹顶之后 他也接触到了很多之前 自己未曾接触过的信息 比如许多世界都存在的 是道如三家传承 还有很多世界 都共同存在的朝代 比如 秦汉唐宋元明 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 其他诸多世界 比如千古一帝秦始皇 汉武帝刘彻 唐太宗李世明 明太祖朱元璋 等等 甚至包括他们麾下的 陈子明刘史策的 也都在其他世界一一对照 一样存在 但是除了这些 晚晚从未在其他世界中 见过第二个鹰魁派 得知这些时 晚晚一时间有些失神 直到林阳对他说了一句 天道有常 世界亦然 大事不可改 小事可改 意思就是 对于世界来说 人道传承是第一位的 然后才是个人 现在这白小生的出现 晚晚不觉得 这仅仅只是 一个巧合 尤其是晚晚调动权限 查看了八人 各自的世界背景后 他惊讶地发现 有三个来自 根本不存在的朝代 或者说 来自不符合 历史潮流的抑郁世界 李阳看着 仿佛惊弓之鸟一般的晚晚 轻轻拍了拍他的手掌 用一副无奈的语气 提醒道 你是不是忘了 还有我呢 晚晚这才呆呆地仰起头 看着他 然后松了一口气 整个人瘫在了他的怀里 林阳没好气地 点了点他的小脑袋 不知道你这小脑袋里面 都在想什么 嗯嗯嗯 也许是被林阳 看见了自己的丑态 晚晚一头顶在他的怀里 不停地转着脑袋 像一个小钻头一样 他的怀里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不好 师父那边 还得等着我 我先回去了 腻歪了一个多时辰 晚晚才一脸 不好了的表情 猛地从林阳怀里 跳了起来 木马 在李阳脸上 留下一个自己的印记后 晚晚仿佛精灵一般 蹦跳着 从穹顶之中消失不见 回去殷葵派 继续为师父打工去了 林阳摸了摸脸颊 看了看眼前的投影 突然感觉一阵索然无味 拍卖会还要等 这次活动结束 把韭菜们都养肥以后 才好收割 而大眼界那边 有白小生盯着 以他多年的阅历 一时半会儿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感觉自己又多余了 林阳摊在王座上 一手敲着太阳穴 一边口中念念有词 华山那边不用想了 已经在台上老爷那 挂上号了 原神才能晃一晃 忽然林阳眼前一亮 一则投影弹了出来 特殊任务 世界级求救 当前四星 穿越者的求救 来个好兄弟 帮帮我呀 坑挖得太深 原不回来了呀 来个好兄弟 帮帮我呀 演技高超者优先 帮小弟过关 必有重限 这是林阳意念一动 穹顶自动收束 这个世界的所有信息 借甲成真 欺骗世界 这个好玩 林阳连忙接了这个任务 等他再睁开眼 自己已经躺在一口玉冠之中 外面的国已经被打开了 这是强者归来的戏码啊 这个我熟啊 林阳十分配合地闭上眼睛 一丝神魂在外 外面两方势力对峙 很久不见了 一团闪着两点星红的黑云 阴森森说道 人族一方面色一沉道 你妖族不在自己的老巢待着 跑到我人族的领地来 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大意了 有妖族潜入他们 竟然没能及时发现 照这情况看 秘境那边 恐怕也被妖族势力渗透了 黑云一阵音笑道 你人族自己闹出这么大的事 还以为能忙过我们吗 一边说着 黑云缓缓一动 逐步靠近那悬在空中的御官 所谓的独孤一族 竟然是真的 星红目光 余光瞥到那御官 说道 斩杀天道 传说中 屠露诸天的血脉 你们人族竟然还有这样一段惊人的历史 黑云散去 一头黑文白虎看着御官 狐脸上露出一丝贪婪 若是我族妖王 将这独孤拜天吃下 定能横扫三剑 听闻黑文白虎的话 御官里的羚羊 都要忍不住接官起了 我去 穿越者是真不怕死 是吧 独孤 斩杀天道 屠露诸天 这大言不惭的样 是真不怕 晚年不祥的红毛大帝 去找你啊 羚羊难耐住激动的心情 继续听着 别动 黑文白虎玩味的大喝道 不要轻举妄动 否则 黑文白虎的尾巴 靠近了御官 旗上的黑色道刺 闪烁着乌青光芒 我知道 你们也想要唤醒 这独孤默一体内的逆天血脉 而你们之中 也有人不想唤醒他 斩杀天道啊 这是何等伟劣 黑文白虎的声音 越发蛊惑 血眸中闪着一丝笑意 但不管是哪种 黑文白虎的尾巴 摇摇晃晃 我这一味砸下去 要么毁了他 要么唤醒他 两种结局 你们都不想看到吧 黑文白虎 拿捏死了众人 得意的黑黑笑道 他越是得意 一众人的脸色 就越难看 该死的妖族 所以 我来做一个好人 替你们解决一个烦恼 黑文白虎道 做个交易 我把独孤默一带走 你们洗劫独孤家的遗产如何 我得独孤默一 你们得独孤家家底 互不干扰 这样 一方逆天势力传承到手 还不用头上多出一个太上皇 你们还是一言九鼎的人亡 黑文白虎 一副我为你们着想的姿态 凝王看得牙痒痒 你大可以试试 黑文白虎眼冒黑光 这时 一尊无上大宗师 趁黑文白虎不备 从旁边突然发动袭击 你也出受死 奔雷 哼 一掌奔雷 掌势惊人 快若闪电般 化作一道惊鸿 将黑文白虎横空推移 欲打落赤焰深渊 baby 黑文白虎怒吼 他原以为挟持了玉冠 就没人敢出手 大意了 给我滚 黑文白虎仰天怒吼 猛地发出一剂尾刺 抵消掌势 却不敌对方的突然出手 身形往后移了几个身位 尾巴惯性后甩 不受控制地 轻轻碰了一下玉冠 嗡 锁链发出轻微的嗡鸣声 听到这嗡的一声 所有人心都掉到了嗓子眼 纷纷惊恐地看向那玉冠 但还好 众人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 玉冠摇晃了几下后 便不再动摇 但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玉冠周围的光幕 由于被力量波及 猛地发出一阵能量反弹波纹 黑文白虎 只来得及张了张嘴 便被打落深渊 烧成了灰烬 呀 怪不得要求救了 这一个无上大宗师的妖族 就耗尽了能量 我要是不来 这场戏 绝对就演不下去了 林阳感受着瞬间清空的能量 双手默默放出真元 把这漏洞给补上了 随着能量补满 玉冠外 一切归于平静 四大人王这才舒了口气 连忙转向身后 吩咐道 所有人警戒 有妖族混进我们的队伍 都看看自己身边的人 挨个查探 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潜在隐患 一阵动乱之后 除了黑文白虎 又有几个幻化成人的妖族 被揪了出来 当场震杀 处理完这些隐患 众人才重新将注意力 放到了独孤家的处理上 一尊老人王 看着玉冠道 刚才那么强烈的冲击 都没让独孤默一苏醒 看来要唤醒他 需要某种特定的方式 言下之意 独孤默一醒不来 放心搜刮独孤家就对了 说完 老人王发现 大羽人王神色怪异地看着自己 不只是大羽人王 其他人的神色 也突然变得惊恐起来 蹦 蹦 锁链断裂的声音传出 咚 玉冠落在了石台上 咔咔咔 这是有人在挪棺盖的声音 老人王隆隆地转过身 满脸呆滞地看向 那缓缓被打开的玉冠 这 啪 玉冠被推开 一只修长有力的手掌 搭在了玉冠边缘上 哼哼 终于到我出场了 就在四大人王 及一众宗师的注视下 那手掌缓缓握紧 一道身穿燃血战袍的长发 存在缓缓战起 看到他的一瞬间 他们仿佛看到了一座古战场 一尊神钟轰鸣 滔天嘶吼 随之而起 当 杀呀 这是一座无边无际的大陆 其上还有一座更宽广的天宫 依照修士手持战舰 挥洒热血 向天宫冲杀 无数神魔一击的存在 战袍燃血 横扫一片片天人 冲上天宫 却死在十余尊 高达数十丈的巨人手下 亿万圣灵为兵 百万神魔为将 那尊老人王 瞠目结舌 一字一顿 这是何等惨烈的一战 在他看来 天宫中每一个士兵 都是和自己一样的天人 而冲上天宫的人族先烈 都是自己难忘其向背的存在 这样的战争 真的存在吗 所有人心中 都冒出了一个问候 但是当他们看到 眼前这个男人时 立刻把这个问题 抛出脑后了 独孤默意都站在这了 哎 人群中一尊女宗师 惊讶出声 然后就紧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唇 他摇了摇头 刚刚他仿佛 从这尊存在身上 看到了孤独 独孤默意 回头看了他们一眼 硬朗如刀剑一般 都面容上满是平静 眼神也有些恍惚 随后 他转向了独孤家遗址 冷冷地看着这片 曾经的辉煌宫殿 千重结 百事难 众人竖起耳朵 亘古匆匆弹指间 片刻 一股孤独于世间的气息 从他身上绽放开来 此时 他的孤寂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因他悲伤 连带着整个空间都在悲伤 因他哀愁 整个世界都变得哀愁 他是孤家寡人 他是这世上仅存的独孤 独孤拜天背对众生 在独孤家遗址前 站立了许久许久 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 现在只剩下这一人 念及如此 众人心中 都有些感同身受的伤感 这种感觉 他们能够理解 在数十万年前 他因重新家族而沉睡 一觉醒来 却发现 所有的至亲 都早已离开了自己 所有的族人 都为自己而牺牲 从此以后 他将一人背负独孤之名 独自活在这个悲伤的世界 这份体会 是多么的揪心啊 正当所有人感叹时 独孤拜天猛地转过身 似乎是做了什么艰难的决断 若是细心些 就会发现 独孤拜天 眼角有一缕晶莹光芒 独孤拜天 向他们走来 不过区区两个眨眼 他便如缩地成寸般 闪现到了众人面前 他很高大 健壮 而身上的创伤和战袍表明了 他不仅仅只是金玉其外 站立所有人面前 独孤拜天道 他们在哪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音调有些难懂 但是还算能听清 这突兀的发问 让众人愣了愣 小半会儿才反映过来 独孤拜天说的 他们指的是谁 独孤拜天身前 一个宗师想了想 小心翼翼地说道 独孤 宗师不知道该用前辈 还是老祖 亦或是家主来称呼 才显得恭敬又不刻意 独孤先生 您的族人们都葬在了 独孤默契将目光转向他 仿佛直接看透了他的内心 这人就感觉扑面来的 是一股沉重骇人的天地之事 惊觉如雷霆汇聚 如灭是狂澜 面对他 简直就像是直面天威 天威 来自于上苍的天威 这独孤拜天 就像是天道化身似的 对他们有来自血脉 来自灵魂深处的天然威压 端的是无比骇人 屠鹿苍天 斩杀天道的逆天家族 此时 他们才深切明白 什么叫做逆天独孤 独孤拜天 垂了垂眼帘 妖阁多重时空 看向了族人埋葬的方向 他似是看透了时空借账 他的眼睛里 饱含了哀伤 不见他有多余动作 仅仅只是一闭眼 藏地中的所有尸骨 全都突然从虚空中落下 落进了独孤家遗址里 死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是什么手段 冥冥人在这里 却隔着遥远的距离 将藏地中所有的尸骨 全都隔空射拿了过来 这等手段 再是天人 远古神魔 死 这独孤拜天真可怕 他这一出事 怕是横扫当事 天下无敌 相比起其他人 四大人王受到的心理冲击更大 只有境界修为越高深 才越能明白 独孤拜天刚刚的手段 到底意味着什么 遥格万里 隔空取物 别说他们四个了 就是当今的人族 当代人 皇臣帝都做不到 眼前这独孤拜天 深不可测 四大人王 新潮澎湃 如同惊天海浪席卷蔓延 这人的出现 势必要打破当前的局面 自己又该如何选择呢 但是现在的情况 容不得他们多想 只能压下念头 不愧是逆天家族 真是可为可不 正惊叹着 众人 又见得独孤拜天有了异动 只见他左手背负 右手捏指成剑 安息吧 独孤拜天剑指动出 便是两道惊天剑气 横扫当场 正 剑气一前一后交叉 将整个独孤遗址斩落 随后 整座玄界一阵颤抖 上方他陷下来 砸落了两极深渊 整个遗址板块 便掉了下去 将整个独孤遗址 彻底埋葬 永不复出 这操作 看得一众人一愣一愣的 他他 他把独孤家毁了 我 我真是 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圣法典籍 那么多神丹灵药 那么多神兵力气 你都不要了 你不要你早说 送给我们 你这动手 毁了他们干嘛 你是独孤拜天 不是独孤拜家 众人的表情 那叫一个精彩 心痛 震惊 可惜 后悔 不一而足 他们的表情也很扭曲 似笑非笑 似哭非哭 好好的一个巨大宝藏 就这样被毁了 永远埋葬 不过独孤拜天的行为 也不是不能理解 独孤家只剩他一个孤家寡人了 这逝去的荣耀宫殿 便随着衰落独孤家死去的人 一起永远安息沉眠吧 永远不要让人打扰他们 而他 独孤家仅剩的孤高巨人 将会独自前行 承载所有族人的希望 成为荣耀的是天独孤 玄界崩塌 众人连忙逃离 恍惚间 他们瞥见了独孤拜天 那孤独落寞的背影 在遗址前站了很久 才慢慢消失不见 人族领地 自大禹开山拓海以来 定为九州 其中 林阳扮演的独孤拜天出世之地 就是九州中颇为富庶的济州 人族为了提拔 也是为了魔力人族新生力量 特地设立了天机榜 旗下设有一青年天骄榜 明龙门榜 曲于月龙门 化身为龙之翼 榜上列108位人族青年才俊 他们各个天资卓绝 冠绝年轻一代 但是平常最令人关心的 反而是另外一榜 除凤榜 榜上也名列了108名国色天乡 清国清城的绝色美人 他们每一个都聚集九州人灵造化 容貌绝美 当属人族之罪 不过最近 在龙门榜与除凤榜外 有一个独特的榜外榜出现 这也是最近 因为天地大变而设立的 在一众人族羞逝不解的眼光中 这独特的榜外榜 也被列入正榜 但是 名为因天地大变而立 过去许久 这榜上一直空悬其位 而今天 这榜单突然更新了 虽然其榜上 还是仅有一人 也有人说 此榜仅为那一人存在 因为这榜单上 破天荒地 为他画了一幅肖像 传闻 这是冀州四大人王 曾见到他后 回到王城中 冥思苦想 才最终落到纸上 画上画的是一个 身着古朴黑色战袍的伟岸男子 他一头长发 随风而动 侧着身 露出的侧脸 线条硬朗 又带着一股不容侵犯的威严 同时 他看向前方的目光 让看到这幅画的人 都感觉到了一股 痛彻心扉的孤独 榜外榜 独孤拜天 中州 人族最精华之地 清廉圣地 人族中 以血脉不足为根基的人王及势力 称为王城 而以功法为根基建立的门派 也要拥有等同于人王的尊者 才能成为圣地 也就是中州之地 才能以功法 道统建立门派 在其他人族诸州 还是以可以速成 便于挖掘的血脉为主 名列除凤榜第五的清廉尊者 正为自己最得意的弟子 突破宗师境护法 他这弟子 无论是天资 还是容貌 都极其符合 作为严控的清廉尊者 年仅十八 便冲击了宗师境 天资卓绝 在整个中州 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其国色天香 家人绝代 在除凤榜上 更是名列第二 有着勿忘我之称 风姿比他清廉尊者还高 他已超越了年轻时的清廉尊者 清廉尊者 对他寄予了厚望 嗡 灵气汇聚如漏斗 不过请客间 叶云青便破入天官 成就宗师之境 不错 你比师父强 师父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还在半步宗师的道路上摸索呢 清廉尊者满意地笑着 面纱下的绝美脸庞 印着罪人的色彩 谁不知道 您在半步宗师的时候 就镇展了十余头妖族宗师 还有一尊大宗师 而且一战之后 再出现 就是大宗师 修为了 当然 叶云青在面上 尚不敢表现出来的 以他对自己师父的了解 表面上的尊者 就是个谎分 骗傻妖的 所以 他萌萌答问道 那陈帝呢 云青可超越了年轻时的他 清廉尊者想了想到 仁皇的底蕴 比我们三大圣地丰厚 陈帝自小受到的培养 自然不是你 这小家伙能比的 论修为 那时的陈帝 能与你相当 但论天资 战力 徒儿 不必妄自菲薄 清廉尊者闭上了嘴 叶云青低下头 但是他没看见自己 师父眼中的笑意 仿佛见到自己家熊孩子 终于会好白菜了一样的兴奋眼神 天人之境 你比陈帝更有希望 言下之意 让叶云青 猛翻了三个白眼 这九州多少人 王都老老实实的 说陈帝不是天人之上 谁信哪 但是又不得不 陪自己师父眼下去 抬起头 叶云青脸上 展露笑容 今日突破宗师 徒儿能横扫 九州青年一辈了吧 清廉尊者宠溺地笑了笑 在他的培养下 叶云青自小就很骄傲 想成为最强证明给他看 从小就争气 现在更是开窍了 有徒如此 我心甚畏啊 他宠溺地笑着 点点头 又摇摇头 嗯 算是吧 算是 清廉尊者回忆 眼中露出一丝复杂神色 他的眼底 倒映出了那一尊 透着刻骨孤独的伟岸身影 如果那个人 也算年轻一辈的话 你此生都无法横扫九州 他是不属于 这个时代的逆天存在 叶云青大吃一惊 他还从未从自家师父口中 听到这样的赞扬之词 连不属于这个时代的逆天存在 都说出来了 但随后 叶云青心中 涌起了不服输 与一较高下的心绪 真有这样的人存在 是龙门榜榜首的玉坤伦 还是榜二的封歇 清廉尊者清孝 都不是 师父刚才说的 可不是形容一美之词 我说他不属于这个时代 是逆天存在 都是真正义上的 他的名字叫 独孤拜天 清廉尊者 想起那太古神魔 一般威严 不容悖逆的面容 就不由感到一阵叹息 可不是吗 这位太古来客 自然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 说他是逆天存在 独孤一族逆天而行 连天道都杀了 他还不就是逆天的存在吗 独孤拜天 叶云青只觉得 这个名字格外惹眼 格外嚣张 九州什么时候出现这样一个人了 是其他三家的新秀 还是妖族那边的 清廉尊者道 都不是 这段时间 你都在修行突破 还不清楚 外界发生的事 最近外界发生了一件 让全九州 不 是整个三界都震动起来的事 跟独孤拜天有关 嗯 清廉尊者细细地 跟他讲述了 关于独孤拜天的事情 叶云青听着 眼中流露出了异样的闪光 剑南天 中州三大圣地之首 剑南天这一代首席 在剑首面前 练完了一套御剑术 剑首 剑南天独有的称谓 因为 在这些骄傲的剑士看来 尊者不过只是修行路上的一步而已 而剑首 才代表了剑南天最强的剑士 剑首一身浩然之气 看起来 当下一个娇叔的夫子 微微汉手 不错 你的御剑术 已有四成火候 凭此 你足以与小人王和叶云青争锋了 若能炼之六成 称雄九州年轻一代 亦如反掌 长青一挑眉 看向剑首 比起独孤拜天来 又如何 剑首握剑的手一顿 陈阴半赏 你不如他 剑首的评价很简单 但是 自从剑到四大人王的话之后 他就知道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那若是御剑术圆满呢 长青还是不死心 追问道 剑首久久没有说话 他此时的沉默 仿佛默认了什么 一座小城 随手一划 一道投影画面 出现在他面前 穷顶 给我看看 这求救的 现在怎么样了 说起来 他也已经离开那处 发育不良的玄界 有一周了 但是迟迟没有等来 任务完成的消息 本来 凌阳还想着 要不要去看看 求救者的金手指 毕竟他之前看网文 还是蛮喜欢这类的 借甲修真的书的 检测到求救者已死亡 发送任务的金手指 也离开了此界 是否将此界 纳入穷顶麾下 凌阳闻言 愣了一下 所以说 我这趟白跑了 已锁定该金手指 是否追回 穷顶又一条消息 让凌阳眉开眼笑了起来 暂时不用 等他找到新的世界 和宿主再说 不在穷顶境内 就去收编他们 再得化 救下跑他 让他继续去找 凌阳搓了搓下巴 说实在的他 还没完够呢 毕竟穷顶那边的活动 还要一个月才到期 而其他动作 也需要把穷顶麾下 世界提升之后 才能启动 现在回去 还不如在这边边多玩会 而且经过 他这段时间的观察 这方世界的潜力 绝不下于风云 再加上之前 求救的倒霉蛋的开挂 已然有了晋升的趋势 角色扮演 感觉还挺好玩 是怎么回事 凌阳挠挠头 手中出现了本子和水笔 首先 独孤拜天是孤独的 因为睁开眼 时间 世界一切都变了 他的一切 都被断在了太古 凌阳越写越顺 所以 现在的他是迷茫的 因为他的身边没有同类 所有人看他都是异类 所以 他在找寻太古都痕迹 那些自己记忆中的东西 这样 感觉他忒惨了点 和陈南有一笔了 红毛大帝 当年怎么想的 凌阳停下笔 双手合十 大帝勿挂啊 我少年不祥了 走神了 冤有头债有主 您去找那个死鬼吧 拜了拜 凌阳继续念念叨叨的 做起了人设 所以 他需要四处奔走 而有神龙剑 手不见尾 写到这 凌阳抬起头 看向远处那座小城 微笑起来 一股独立世界之外的气质 萦绕一身 眼神更是暗淡无光 仿佛看向一处 又仿佛无时无刻 不再向四周搜寻 身上的袍符 更是自动变成染血战袍 衣领被展开 露出道道伤疤 无名 独孤 引动九州风云的独孤拜天 迈不向那座小城走去 一道看不见的大幕 缓缓拉开 历史的车轮开始转动 不同的是 这次有人为他安上了方向盘 青山城 平平无奇的一座小城 独孤拜天静止走入城中 就仿佛一滴水滴进了油锅 一道道情报网 瞬间沸腾 但是 阳光下的青山城中人 还不知道 被世人惦记 名列榜外榜的独孤拜天 正在这座小城里 一脸茫然地走着 就在他走到一座酒楼前时 这时 刚过饭点 一位说书人 走上书台 拿起金木 说书唱戏劝人方 三条大道走中央 善恶道头中有报 人间正道 啪 醒目一拍 是沧桑 咱们今天不讲什么孤男寡女啊 五刀弄剑的了 也不说那些邪的歪的 就讲讲 最近震动了整个九州的大事情 你说独孤家啊 不是讲过几次了吗 说书人道 不是以前那个版本了 独孤家又发生了件新鲜大事 说书人点题 今天要讲的内容 独孤家遗址 被四大王城找到了 哗 群 人群一片哗然 独孤拜天也转过头 看向酒楼 真的假的 那独孤拜天真的醒来了 说书人道 绝无虚假 整个九州都被这事惊动了 而且 据说 四大人亡 还从中挖出来一个太古来客 独孤末义 啪 独孤拜天 死 这 哎 你快讲讲 那独孤拜天怎么回事 他是不是跟传说中说的一样 有三头六臂 他是不是已经老得走不动 说书人无语 你哪听的鬼扯 人家是正常人 还正常人 明明是太古 说话的人 被同伴抓起一把坚果 就堵住了嘴 这位爷 明里边请 小二看见独孤拜天 一脸殷勤地走了过来 谁不知道 这猎妖归来的武士 身上有的是钱 独孤拜天点了点头 跟着他穿过大堂上了二楼 说书人继续道 那榜外榜 就一人再联 专为他独孤拜天而射 我靠 这么嚣张 说书人拿出了一幅画 神神秘秘道 诸位别不信 你们有眼福了 看看这是啥 说书人摊开了画 这是我冀州四大人王亲手画的 这画中人 正是独孤拜天 众人纷纷凑了上去 画中人啊 让让让 我也看看 好像有些眼熟啊 众人看完了画 说书人又接着讲 你们可知 独孤家遗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是不是想下回分解了 众人不怀好意地看着说书人 说书人眉头一颤 不不不 不较轻 今儿就一口气讲完了 说书人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讲得会声会色 像是他清零了现场似的 讲到独孤家有无数宝藏 众人惊呼 恨不能清零现场 讲到独孤拜天一见 埋葬独孤家 给我们多好 再也不济 你把东西全部搬出来 再埋葬 也不迟啊 突然 楼下响起一个声音 我见过他 那幅画那么眼熟 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人吗 死 几人面面相去 一口同声 四大人亡 他就是独孤拜天 众人纷纷净声 片刻后 心中热血沸腾 一旁的殿小二 悄悄地走到二楼 探头探脑地 往之前独孤拜天所在的位置看了一眼 人呢 桌子前 早已空无一人 青山城都沸腾了 一众舞者冲出酒楼 呼朋唤友 想要找到独孤拜天 领到那些大势力的悬赏 也有人期望 能获得独孤家密藏的一点残渣圣犯 反正整个青山城 连同整个冀州 都成为了封眼 冀州王 看着书案 上青山城主发来的消息 第一反应 就是带人 去找独孤拜天 但是旁边的一份情报 让他不得不打消想法 因为现在整个九州都知道了 中州皇城所在 陈帝的旨意都下来了 对独孤拜天 视而不见 冀州王也只能按捺下心思 守在冀州城 而其他得到消息的人 要纷纷把目光注视到这冀州 一转眼 两天过去了 独孤拜天 依旧毫无目的地 走在林间小道上 也只是走着 不知何去何从 沉浸在角色扮演中的林阳 将独孤拜天复杂的内心与迷茫 演绎的淋漓尽致 不对 应该说 他现在就是独孤拜天 走到一处山崖旁 独孤拜天抬了抬眼睛 他听到了 有人在吹奏一支乐曲 笛音轻缓 曲调悠长 鼓桌中 带着最淳朴的欢喜 独孤拜天抬头 便见得不远的山巅上 一个纤细娇媚的身影 一头青丝 挽了一个发迹 耳并一缕青丝 被山峰吹起 一曲终了 指尖涂着单扣的御手 摘下面纱 露出一张娇媚中 透着楚楚动人的俏脸 少女眼中满是星光 看到他后 整理了一下衣服 才运起轻功 缓缓落下山崖 停在独孤拜天身前 这首曲子 是我家祖传下来的 听我奶奶说 已经有十万年历史了 希望你听了能喜欢 独孤拜天目落回忆之色 梁九点了点头 不错的曲子 感受到独孤拜天身上 那孤寂的气场中 那一闪而适的柔软 少女心颤了一下 她很冷 但她的冷不是冷酷 更不是刻意做作的 拒人于千里之外 独孤拜天 比她想象中 更让她心动 认识一下 我是阿青 阿青 这个名字 在九州名声不显 但是在妖族边境 六欲魔女之名 令妖族胆寒 出身神魔道 因为与人族的血脉 天道两脉传承不同 神魔道顾名思义 就是观想神魔真身 修行神魔真身的功法 因此 也被人族排斥 斥为魔门 而神魔道内 道主一般修行 大力神魔真身 道主夫人 则修行七情六欲神魔 持掌道内事物 独孤拜天正了说话 阿青却笑了笑 抢先说道 我知道你 逆天末义 独孤拜天 独孤拜天也不发话 静静地看着他 两久 独孤拜天 眼神开始闪烁起 阿青红唇微翘 这第一局他赢了 在得到消息后 他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路上就做出了多重方案 在他看来 苏醒后的独孤拜天 在感情上有着巨大的缺口 这种横跨数十万年的孤独 就是接近独孤拜天的缺口 当然 这只是阿青自欺欺人的掩耳盗铃 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看到独孤拜天画像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沦陷了 看着面前有些呆萌的独孤拜天 阿青信心满满 他六欲魔女出手 独孤拜天这只小绵羊 还不乖乖手到擒来 这可不是什么趁虚而入 男女之间的事 能叫趁虚而入吗 这叫先下手为强 想着 阿青又觉得挺好笑 逆天家族的墨翼 斩杀天道之血 令整个九州为之震动的男人 居然有这么一面 独孤家的教育方案 有大问题啊 不成 以后要是有了小独孤 不能这家伙来教 我得亲自把守 不能让小家伙 以后被换员骗了 嗨嗨 阿青快速把自己发散的思维 拉回正轨 独孤拜天瞥了阿青一眼 什么意思 阿青愕然 独孤拜天 你真是绝绝子 阿青仔细看了看 独孤拜天 行吧 让我来慢慢教你 意思就是 你以后的路还很长 但你一个人又走得很孤寂 所以 我来陪你一起走 独孤拜天看向远处 目中满是迷茫之色 我也不知道接下来去哪 往哪走 我不是这个走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陪你到老的那种走 独孤拜天 疑惑茫然 六欲魔女 突然感到一阵挫败 总之 陪你走下去就对了 独孤拜天茫然 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走 阿青语气突然提高 你才苏醒 对当时一无所知 不如到各地走走 见识一下风土人情 独孤拜天想了想 可以 独孤拜天 选定一个方向走了下去 阿青连忙跟上 他问道 哎 你从小的生活 是不是除了修炼 还是修炼 从未出过独孤家 这次他回应得很快 是 难怪 没什么 问问 阿青很主动地贴近了独孤拜天 你就不想复兴独孤一族吗 独孤拜天沉默了 阿青眼神闪过一丝无奈 微笑道 复兴独孤家 总要先做些什么 是不是 独孤拜天 感觉自己 都要憋不住笑了 阿青看他抖动的眼角 仿佛看到了希望 趁热打铁 你总不可能随便走走 心里想着 复兴独孤家 独孤家就复兴了吧 有道理 独孤拜天 看向阿青 感觉自己 好像遇到了一个狗头军师 还是倒贴的那种 不过 为啥还是魔女 我这辈子 就信魔女是吗 独孤拜天 想起家里那个魔女 心里一阵挠头 所以 你得想想 第一步做什么 不能一直漫无目地下去 阿青一脸期待地 等着独孤拜天的回应 阿青无语 得 什么也不说了 直接上干货吧 阿青终于知道 老妈 面对自己无脑老爹的感受了 算了 还是我帮你想吧 首先第一步 你要一步一步宣誓独孤家的存在 彰显独孤家的威名 原来你是带路党啊 独孤拜天 眼睛威眯 看向越说越起劲的阿青 事实捧根道 怎么做 杂场子 说到杂场子 阿青就兴奋地握紧小拳头 举了起来 好家伙 你是真带路党啊 阿青站在独孤拜天面前 挥舞着小拳头 独孤拜天发现 一说起杂场子 他就特别地激动 娇小的身子里 透着一股跃跃欲试的兴奋 他双眼看向阿青 仔细观察了起来 也不知道 这个小人不大的身体里 哪来的能量 不观察还好 一观察 独孤拜天就发现 阿青的脑海里 有一尊衣衫轻薄 自容绝世的神魔之像 七大六小 十三道光环印 在他脑后 更显得天仙化人 神圣智杰 但是 独孤拜天 一眼就看穿了光环的真面目 喜 怒 爱 俱 爱 额 欲 圣 死 耳 木 口 别 明晃晃的 把七情六欲印 在光环上了 独孤拜天收回眼神 看着越说 与其越兴奋的阿青 砸场子 阿青看着 还没反应过来的独孤拜天 心里对独孤家的无奈 越来越多了 真是服了独孤家了 最后一位独孤拜天 就教育成这样 不过这样也好 把它变成完全符合我的形状 哎呀 想想还有点小兴奋 是怎么回事 阿青捂着脸颊 感受着独孤拜天的眼神 咳嗽一声 大声说道 建立自己威名最快的方式 就是击垮一个具有威名的人 以他的声明 来成就自己的威名 举个例子 现在九州风云榜上 有一个很强的存在 常年占据榜首 没有人能够挑动他的地位 所有人都记住了 这个永远的第一 但这个时候你出现了 击败了他 并拿下了榜首 你就成功地取代了他的成就 比他更引人瞩目 因为击败了榜首 你就是最强 人们只会记得胜利的人 失败的人 没有人会永远铭记 颇有些强词夺理的味道 而且仔细分辨 还能听出一丝心虚 独孤拜天觉得很有道理 点头问道 这个九州风云榜在哪 阿清一双桃花眼 瞪得圆溜溜的 表情可谓是十分的复杂 你要明白 当我打出问号的时候 不是我有问题 而是你有问题 虽然他不知道这句话 但是现在阿清的心情 和这句话形容的 不能说完全无关 只能说一模一样 不生气 自己选的 自己选的 不行 还是好气 小拳头钻紧 他下一秒 就想把自己的拳头 打在他无辜的脸上 身为道主之女 阿清修炼七情六欲神魔 不代表他力量不行 正相反 因为神魔到数万年的 修行神魔之法 他的天资 已经不亚于妖族 以力量称雄的六牙白相了 一身力气 早已突破万军之力 一军三十斤 万军就是三十万斤 呼呼 努力平复心情后 阿清看向独孤拜天 呼 我只是在举例 阿清道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记住 冀州哪些代表榜首 哪些对应榜二 阿清说道 九州最强的 毫无疑问是仁皇宗室 其次是中州三大圣地 然后才是个大人王 以及附属的各大宗师势力 这些已经算不上二流了 仁皇宗室和三大圣地 屹立九州 已有万年之久 底蕴深厚 并不像他表面上 表现得那么简单 先亦后难 中州离得也远 就先放到最后吧 所以 你现在的首选砸场子对象 应该从大宗师势力里面选 砸他们的场子 来成就自己的无双 极限力量有多强 独孤拜天想了想 摇了摇头 不知道 自己这是怎么了 他沉睡了这么久 肯定还没恢复过来 阿清刚想安慰他 但像你这样的 我能一眼杀死 人言否 什么叫像我这样的 一眼的是 本姑娘这点修为 只能接您一眼 还真是对不起您了哈 阿清美好气地喝了喝 冀州大宗师势力中 最强的 当属天罡门 魔门 嗯 那就先去天罡门吧 行 往这边 阿清大感欣慰 颇有一种 终于把乖孩子 带坏了的成就感 然而阿清不知道 他眼中的傻白冷 其实是个演员 他的坏主意 正合他的心意 宗主 不好了 独孤拜天 打上门来了 什么 独孤拜天来了 元神刚面色一喜 这是好事啊 你瞎慌什么 独孤拜天 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寻找他 有多少人想巴结他 更有不知道 多少的大势力 想把自家的女儿 送出去 好成为独孤家的一员 生下子孙 继承独孤家的 逆天血脉 现在独孤拜天 居然来了天罡门 这分明就是天大的好事 这小子 没点眼力见 还是太年轻了 这是咱们的贵宾 快请 赶紧把最好的茶 最好的邻国给送上去 可是 弟子吞吞吐吐道 宗主 独孤拜天 是来踢馆的呀 元神刚脸皮一抽 你怎么不早说 我 弟子有一句 不知当讲不当讲 元神刚连忙出了店门 我说 今天怎么有喜鹊 在枝头提名 原来是 今日有贵客临门 悉客悉客呀 元神刚迅速调整好心绪 满脸红光地说道 独孤先生 久仰大名 阿清很看不惯这一套 虚伪 元神刚面色一致 阿清又道 都告诉你 我们是来砸场子的了 这个我们 用得很有水平 独孤拜天道 出手吧 元神刚不解 独孤先生 这是为何 我天罡门从未招惹先生 独孤拜天道 此来击败天罡门 显现我独孤家的威名 复兴独孤家 就因为这种原因 不是 你独孤家 还需要威名 现在整个九州 谁不知道 你独孤家牛逼到爆炸 牛逼倒是天 威名 你独孤家的威名 早就腻了天了 元神刚很想吐槽 不过 独孤先生的意思是 切磋对吧 独孤先生有这雅性 元神刚自当奉陪 元神刚道 坐而论道 比武切磋 元神刚希望与独孤先生 交个朋友 独孤拜天 迈步走到元神刚对面 眼神一宁 迷茫的神色 顿时被一丝战意冲散 挺直的身躯上 散发出一股如鸢如玉的威严 元神刚看着气势越来越强 仿佛要冲上九霄一般 都是头 作为大宗师 虽然他还没有如同天人一般的制成之道 可以前之 但是 他也有一种预感 自己再不出手 必输无疑 独孤拜天 看着面容沉宁的元神刚 出手吧 好 站立大地 轰轰雷鸣 便在元神刚深周响起 一股庞大磅礴的浩大之势 虚空声波 元神刚身边出现了一个刚气圈 在这刚气圈内 竟在元神刚的掌握之中 一眨眼 眼前的天地就瞬间变了景象 神刚 天空之上 晴空震雷 映出一片亮眼的音色 刚者 雷眼 阴阳造化之机 动静之母 呲呲呲 元神刚怒发冲观 头发冲天而浅 树发金冠炸开 向上飞去 先天刚气 面对传说中的独孤拜天 元神刚不敢有丝毫大意 独孤拜天 深不可测 元神刚一出手 就是全力 一招先天刚气 竟显天刚门的璀璨精华 哄 天地雷霆 加深元神刚 猛地袭来 然而 面对元神刚的惊天一击 独孤拜天 不闪不躲 面色如常 心中不齐任何波澜 大 元神刚的惊天一击停在了虚空中 撞击在了某层屏障上 无法再近分毫 这一击 就停在独孤拜天身前三尺的距离 在这三尺的距离上 有一层流体屏障 巨大的风压 勾勒出他的轮廓 元神刚的攻击 正是被这一层看不见的屏障给阻拦着 无法突入 而其中的独孤拜天 仿佛置身于绝对领域中 从始至终 就没有任何动作 依旧如常纹丝不动 元神刚的这一击 连他的衣角都没能粘到 怎么可能 宗主的全力一击 就算是刚入尊者的存在 也不敢这般无视 他妖孽啊 不可思议 阻拦宗主攻击的 那是传说中的领域吗 领域 死 天人手段 而身为当事人的元神刚 则更加惊异 他不敢置信道 这是什么手段 领域之说 元神刚也听过 但领域的存在 是可以感知到异样的 在交战之前 独孤拜天 根本就没有任何一场 他的身周 依旧是普通的空气 普通的环境 丝毫没有领域的迹象 但在攻击抵达那一刻 这层屏障 突然就冒了出来 没有任何征兆 无中生有 这简直就不玄化 看到元神刚这样子 阿清也惊讶地 看着独孤拜天 独孤拜天淡淡地说道 不是什么手段 九天之一而已 九天 青天之气 青天 九天之一 又是来自上古的秘心 青天之气 逆天独孤 名不虚传 在下今日算是领教了 逆天独孤 青天出来了 其他八天还会远吗 自己还要打的话 不就是给人家烫路子了吗 用天罡门给人扑路 元神刚就是用屁股 想也知道怎么选啊 天罡门被踢管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青州 身为四大王城之下的最强者 天罡门居然被人踢管了 据说 还是门主自己认输的 于是乎 天罡门自带的热度 将这个消息 吵到了热潮高峰 一个个都在刨根问底地追寻 天罡门一战的详细消息 当他们知道 独孤拜天 紧出手 不 只是站在原地不动后 九州又闹腾了起来 冀州更是沸腾了 青天之气 面对天罡门主 超脱大宗师的一击 微思未动 而且 这还是太古九天之一 何等神通 何等威严 更有许多修士 扎进了固执堆中 想要追寻是 太古九天的消息 其中步伐 有信任 发现了许多被遗忘的秘藏 以及前辈传承 只是记载太古九天 还是寥寥无解 独孤拜天一 气魄天罡 作为独孤拜天出世以来 第一个真实战绩 被摆上台面 一时间 天罡门成为了独孤拜天的背景板 凸显了独孤拜天的存在 所有人都在猜测 这位历代最强逆天独孤 沉睡了无数年的独孤拜天 到底达到了一个怎样的境界 是人亡尊者 还是之上的人皇 冀州独孤热还没过去 这波热潮 又被填上了一把新火 烧得更加旺盛 当初四大人亡那幅画 成为了独孤拜天 在世人眼中的想象憧憬 青州大地上 有越来越多 身穿一身战袍 披散长发的青壮男子 也有越来越多 自称自己是独孤家庞系远亲的人 在其他几州冒头 而作为发源地的冀州 却没有人出现 生成与独孤有关系 毕竟人家招摇撞骗 为的是名利 而不是为了丧命 在独孤拜天眼皮底下 说自己是独孤 活够了吗 冀州 东王城 老人王又开始算卦 越算 便越是愁眉不展 自从逃出独孤家玄界之后 这位老人王 便染上了算卦这个时候 每天挂不离手 师父 您又在算什么 老人王没好气道 算独孤拜天 什么来我们王城砸场子 独孤拜天的所有消息 四大王城 都是高度注意 已经打开人家足地的是他们 想要搜刮人家足地宝藏的 也是他们 甚至放出独孤拜天的 还是他们 谁能不怕这位独孤拜天 找上门来呢 所以一开始 他们从天罡门那里 知晓了整件事情的所有经过 自然知道独孤拜天 是为了证明自己 证明独孤家 为恢复独孤家的威名荣光 才找上了天罡门这个倒霉蛋 按照独孤拜天这个思路 他恐怕要把整个冀州 最靠前的几个势力 全都砸个遍 然后看样子 还要一直打到中州去 这些都和他们没关系了 他们现在最关注的 就是冀州 大宗师进最强的天罡门 已经过了 下一个估计就是四大王城 四大王城 冀州的牌面 也是冀州的主宰 要是就这么被砸场子了 这连往哪放 堂堂冀州 资格最老的人亡 被一个人逼成这样 丢人啊 也不知道 在独孤拜天的名单上 他这东王城 排在第几个 老祖 要不咱们去积雷山 去请那位 一旁的嫡玄孙 扯了扯嘴角 提出来一个建议 不由得他不上心 这四大王城 屹立数万年 内部早就是盘根错节 光姓氏 就分了十七个姓 美姓之间的分房 就更多了 可以说 东王城内数百万人口 其中一半 都在这十七姓之中 独孤拜天虽强 但我们东王城 传承上万年 怎么能未占先言拜 老人王听到积雷山三个字 二边仿佛想起了一阵 通天彻地的雷鸣声 年前仿佛又看到了那个 魁伟雄壮的蛮荒身影 瞪了玄孙一眼 一口否决了他的意见 那 请出王府抵运 略震 当代东人王一拍玄孙的脑袋 抵运抵运 都说是抵运了 哪能随随便便用 而且 爷爷亲眼见过 独孤拜天 爷爷不怕告诉你 那独孤拜天深不可测 说句不夸张的话 即便是动用我王府抵运 恐怕也奈何 不得他独孤拜天 老人往全身内心想到 能够让太古时期的人 活到现在的神通 本来让人返老还童 也是轻而易举吧 本来随着自己的战力越来越低 他内心对青春 也翻起了无尽的渴望 身为人王 享受了这数亿里大帝的 至高权力之后 使用能真正的放得下呢 这 玄孙没想到 自家人王爷爷 对独孤拜天 有这么高的评价 说好的独孤拜天 只算年轻一辈呢 你是没有见过他 你若见过 就能知道 为什么爷爷会灭自己威风了 简直就是天道的化身 不到尊者人王之境 连跟他动手的勇气都没有 玄孙想了想 那天当门那 当代东人王悠悠道 那一战 独孤拜天没有激发血脉之力 仅仅只是出了一指 仅此而已 玄孙不知该做何表情 想了想 他说道 像独孤拜天这样的人 就不该在我们冀州 爷爷 我们把他引起其他八州 去毁害其他人吧 闻言 当代东人王心中一动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啊 我们没有资格拉拢独孤拜天 不代表那个地方没有 当代东人王难难道 片刻后 一封传书 飞出了东王城 朝着冀州之外飞去 荒外 独孤拜天双眼放空 看似在走神 实则注意力全在投影画面上 现在穹顶 已经完全接管了这个世界 以及倒霉的穿越者留下的摊子 他翻了翻 大失所望 之前的一切 都是小打小闹 赚取的能量 都被他用在了自己身上 这不行啊 要接着看开圆啊 羚羊暗自嘀咕 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继续砸场子吗 这样的话 全部砸个遍 将影响力推动到整个冀州 然后打遍九州 但是这种粗糙的风格 效率太差了 而且 时间成本绝对比收获 要高得多得多 再说了 虽然四大人王 盘踞冀州数万年 底蕴极其身后 羚羊要是想把他们砸了 得到的收获 也就是个不小的数字了 哪有 搞垄断爽 羚羊看向九州之外的方向 眼神越来越亮 身旁 阿清见独孤拜天正在发呆 眼珠一转 一把就贴了上来 双手环抱住 独孤拜天的右手 想到自己的人设 羚羊连忙不解困惑地看去 阿清一本正经道 这是一种特殊的修行方式 抱着你的手 能够让我灵气运转得更快 羚羊 你这样骗人 真的好吗 幽州南部 妖族领地 一只穿山假妖 将迅速窜进了妖王宫中 王 有消息了 天罡门被独孤拜天砸了场子 我们迅速 从那附近锁定追踪 在荒外豪城附近 找到了独孤拜天的踪迹 人类领域 我等行动不变 多耗费了些时间 请王恕罪 很好 王座上 一条五彩斑斓顶脚 披铃盘踞 习惯性吐出的舌头 已经变得宽厚起来 巨大的舌头中 显露出是人的血泽 立刻聚集我不所有精锐 倘若能抓到 那独孤拜天 我们妖族 当可横扫幽州 进军人族中州 一斩我族神威 穿山甲道 王 那独孤拜天 当真有这般重要 值得我们倾巢而出 巨蟒定定道 当然 我妖族不似人族 人族擅长气 我妖族重于精 见长于体魄 妖躯是上苍赐予我们妖族 最得天独厚的礼物 也是我们与万族征雄的最大法宝 一切关乎晶圆血脉体魄的力量 都是我们妖族的根本 这些力量 只有在我们妖族手中 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用 最大的发挥 巨蟒说道 那独孤拜天体内的逆天血脉 与我族而言 便是最大最完美的补品 巨蟒道 人族的那群蠢货 只知道独孤拜天如何如何 却不知道 独孤拜天身上的试天血脉 才是其全身上下最为珍贵的宝物 穿山甲也点点头 人族的血脉 不过是照访我妖族 他们根本不懂 如何完美开发使用 巨蟒又道 倘若能吞噬独孤拜天的血脉 进贡给妖皇 我族妖皇 必然能打破那天地智谷 成就妖圣之尊 妖皇名号在妖族极其严格 一般情况下 只有天人层次 妖族可用 妖皇大人出关了 还有几天 届时 这独孤拜天 就是我们敬献 给他老人家的最好喝 这时 一道通天光柱 拔地而起 这光柱 犹如一把天神之剑 直直贯穿了整个冀州 嗡 轰隆隆 灵气风暴乍响 冀州之地 卷起蔑氏狂澜 一副奇异的景象 在这蔑氏狂澜中演化 那是一片幽暗深海 一座水晶宫 大放光明 坐落其中 宫殿顶上 竖着一面大旗 上书四个大字 富海大圣 就在他们 想要努力看清时 一条粗壮龙尾 打散了影像 只留下一道猎天龙 影整片天地 整个幽州之地 都能听到 这只掌有翅膀 类似于猛虎的 巨大生物的震天之音 这声音里 夹杂着巨鳄 那是一股诱导人堕落 催人向恶的恐怖邪恶力量 他响彻在每个人的灵魂里 使人恶念暴涨 幽州人族 正恐莫名 以为只要看向天空 就会发现 这是一尊妖族强者 而幽州 正是人妖两族战争的前线 妖族任何一点实力的提升 对于人族来说 都是弥天大祸 天空之上 哪怕那尊妖族大能的影像 被他自己驱散 但他散发的浩瀚神威 依然令整个幽州 都为之震动 这神威垂落 恍若魔神降临 要碾碎整个清大地 它的存在 涵盖了整个天幕 使天空为之做背景 这是什么生物 是妖族的某种特殊存在吗 不 这可能是一尊妖圣 妖族竟然还有这等恐怖 妖族巨蟒宫殿上空 巨蟒凝望着那片天空 久久无语 但是血脉中的激动提醒他 这就是他一生追寻的目标 龙 真龙 王 不知道 可能是我族上古流传 某只隐秘血脉吧 黑色巨虎 又看了那一项许久 说道 王 那好像不是真实的形体 神威散去后 天上一只螺旋漩涡显化出 那是巨蟒舌头猛的一次 硕大的舌头弹了起来 玄界 巨蟒惊呼 声音中带着无尽的欣喜之意 玄界显化这般异象 显然 这玄界 是我妖族先被陨落之后所留下的 巨蟒喃喃自语道 照这异象威势看 这尊妖族先被生前的修为 早已达到了一个通天彻地的境界 幽州这平级之地 在遥远的 曾经还出现过这样一位妖族大能 巨蟒又细细感知了一番 那玄界漩涡的存在 玄界开启在即 独孤白天那边 不需要多做关注了 安排你手下妖族 看好玄界 是 这么看 像漩涡的眼神 愈发炽热 和妖黄的机缘比起来 自己更进一步 当然是最重要的了 冀州城 一间宅院中 阿庆将手中的情报 递给独孤白天 幽州的玄界 自有人去关心 对他来说 还是眼前的男人更重要 富海大圣 富海大圣 富海大圣交魔王 乃是远古之后 新崛起的妖族七大圣之一 本为北海龙王之子 不过却是个述出的 妖族七大圣 龙王之子 大圣 妖黄之上的境界吗 阿庆心中一惊 如果这不是修世语句 那这富海大圣的来历 也太害人了 妖族七大圣 他们都是妖圣吗 独孤白天摇摇头 我不知道要妖圣什么 我只知道 妖族中 只有至高无上者 方可被称为大圣 大圣者不死不灭 阿庆猛地瞪大了眼睛 圣人之上 不死不灭 不错 太变态了 独孤白天继续说到 远古之后 曾有妖族两位大能帝君太医 建立妖族天庭 自好妖帝 东皇 后来妖族天庭破灭 再之后 就是七大圣崛起 当时人族天帝再为七大圣 奋起反天祥 与天帝争锋 去为天帝斩落本源 跌落大圣之境 想来这玄界 就是傅海大圣 所有的力量耗尽时 为留下妖族传承创造的 阿庆小嘴微章 那岂不是说 其他几位大圣 也都消亡了 独孤拜天沉默片刻 仿佛想到了什么 阿庆瞬间反应了过来 不再说话 看着他孤寂的背影 他应该又想到独孤家了吧 横跨数十万年 无数个时代醒来时 却孤独一人 这让阿庆对他越发联系 在他东想西想的时候 抬头却发现 独孤拜天 已经走出了百米之外 等等我呀 傅海大圣玄界 还有两天才开 到时候你会去吗 独孤拜天沉默了片刻 会 我要去拿回一件东西 拿回 你们独孤家 还有东西 留在了傅海大圣玄界 该不会 你们独孤家 也参与了过河拆桥的事情吧 独孤拜天道 独孤家从来不会做这样的事 那你 独孤拜天没有说话 只是继续往前走去 他脑子里想着 这玄界 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完善 傅海大圣玄界 是第一个大副本 这一次 林阳准备完一次大的 把幽州的信徒 再好好榨取一波 所以 对于这次傅海大圣玄界开启 他留了足足三天时间 给幽州所有人准备 而且 他特意做了一个 如此显眼的傅海大圣特效 说不定还能把消息 传到幽州之外 把其他大洲的人给引来 对这次的设计 林阳很期待 而整个幽州 也因为这极其显眼的 傅海大圣特效 再次沸腾了起来 独孤热畏过 傅海大圣玄界 又立刻凑了上来 近日这幽州 当真是不太平 傅海大圣玄界显化 一时间 整个幽州 又暗流涌动了起来 所有人都做好了准备 只待傅海大圣玄界开启 便冲进去大捞一笔 中州 清廉尊者 听着手下人的汇报 我们的人汇报 当时是独孤拜天亲口所说 那玄界意向名为 傅海大圣 傅海大圣 清廉尊者疑惑 据独孤拜天所言 傅海大圣是太古妖族 七大圣之一 大圣是妖族至高无上者 才被享有的尊称 每一位大圣 都是不死不灭的存在 不死不灭 清廉尊者忽然感觉 自己是不是没有睡醒 为什么最近世界的变化 越来越大了 先是太古归来的独孤拜天 然后又是太古时期 妖族七大圣之一 傅海大圣 教魔王留下的玄界 而且听到独孤拜天 对大圣的形容 清廉尊者就想到了 与幽州对望的妖族 自己这边知道了 妖族那边一定也知道了 大圣啊 妖中至高无上者 那些今年老妖 一定也会动一动了 老伙计 看来咱们又要上战场了 清廉尊者将一边 古朴宝剑放在膝上 轻轻抚摸着剑鞘 剑刃无风自动 微微颤鸣 仿佛在回应着他 上一次大战 是多久之前 弟子承上画影玉符 清廉尊者接过 用神识一扫 手抖了抖 心中有些不平静 好了 退下吧 是 等到大殿中无人后 他才睁开眼 啊清 神摩道居然也出手了吗 美人计 下手很快啊 清廉尊者皱起眉头 妖族气大圣吗 多事之秋啊 剑南天 剑手气定神贤 那独孤拜天真说了 富海大圣 曾反抗天庭 被我人族天地 打落凡尘 当真 弟子亲耳听闻 剑手沉吟了半声 手不自觉地放在剑饼上 两久 剑手才到 最近的九州 有些不太平啊 尊者 有贵客来了 贵客 剑手一步 跨出剑阁 东王城 老人王宁望着远处 声势害人的 富海大圣一向 手指下意识地掐散起来 算不透 又是算不透 老人王无奈 最近这九州发生的大事 我的后天三千奇门 全都失去了效用 一旁随事的玄孙心道 您要是能算到 那人家富海大圣 这大圣之名 也太没面子了 幽州之外 宾州 幽州与宾州 摇阁一道山脉 宾州边界 也因为震动 整个幽州的 富海大圣一向 而有了波动 各条重大消息 往统御幽州的 堤坝主及宗门神魔道内流入 神魔道道主田丽 乃是一位巅峰天人 也就是妖皇人皇一级的强者 这位道主威名远扬 威压整个兵州 当年 这位道主 曾以一敌三 以轻伤之势 强势击杀前任妖皇 身受重创 又掌臂两尊大妖王 一举奠定 其兵州无敌的盖世摩威 神魔道 正是靠着这位道主的摩威 稳坐幽州第一 大宗门 数百年之久 是日 田丽正端居莲湖之上 垂落一只鱼竿 悠哉悠哉地 钓着湖中鱿鱼 多活了些时日 兴许是年纪到了 田丽近来 喜欢上了修身养性 不是在莲湖上钓鱼 就是去其他宗门 找个大天人 下棋切磋 田丽是个臭棋篓子 但他偏偏 又喜欢上了这种养性方式 一下起来 就缠着别人好几天 其他天人无奈 只好陪他下 别看田丽现在这修身养性 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但所有人都清楚知道 田丽是个狠人 发起火来 谁也顶不住 这位兵州第一人 其名号是生生打出来的 不是别人传出来的 正钓着鱼 连湖外走来一个长老 他汇报道 宗主 幽州有玄界现实 田丽不急不慢 拉上了这杆 重新换了鱼儿 幽州的玄界 有能好到哪去 这种小事也来禀报 长老心中一颠 连忙说道 宗主 此次的幽州玄界 非比寻常 哦 说说看 此事说来复杂 荣属下细细禀报 说吧 田丽把鱼儿投下 事情是这样 之前 冀州突然现生了一个玄界 那个玄界里面 埋葬了一个家族 这个家族有大秘密 名独孤一族 长老细细说了起来 巴拉巴拉的 把独孤家事迹慢慢讲来 据那流营所述 独孤家的第一代先祖 独孤拜天 屠鲁诸天 更是沐浴天道之血 成就了逆天独孤 田丽大笑了起来 不知所谓 他们知道 天究竟是什么吗 竟然敢说屠鲁诸天 还斩杀天道 沐浴天道之血 田丽摇头不屑 这不过是那独孤家 自吹自擂 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 冰州这平级的地方 能有什么不得了的家族 辉煌过 长老尴尬 继续说道 后来 他们找到了独孤家的遗址 那位独孤拜天 也就是在内室复苏 田丽道 一个简单封印罢了 最后一位独孤家主 既然是天人 自有这般手段 可以让后人 被封印流传到后世 田丽嘴上这么说 神识却在观看 旁边屋子里的一张纸 这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 如同蝌蚪般扭曲的文字 一看就知道 是出自这位道主之手 天下再没有第二人能看懂 幽州的人 也就是没见过再世天人 才把事情闹得这么大 长老认为 是急 继续道 幽州没出过 几位天人 亦有天人消息 自会震动整个幽州 继续说说吧 那玄界又是什么把戏 说到这里 长老来了劲 他说道 道主 这玄界 确实非比寻常了 这玄界出世 显化的意象 覆盖了整个幽州 连我宾州边界都能看到 并感受到 那股可怕的威亚 开辟那玄界的存在 绝对不简单 竟能让我一个巅峰尊者 姚格宾州 感受到恶意 恶意 对 就是针对人族的恶意 如果不是我神魔道 修炼上古神魔真身 在下也察觉不到 文言 田丽微微正色 哦 幽州还有这等玄界存在 若真如你所言 那玄界的开辟者 当能与本座一战 长老请示道 那道主您认为 幽州之地 灵气匮乏 本座去了不适应 那幽州之地 左右 不过几个尊者人亡 也不值得本座动身 田丽道 便由你带领几个 优秀门内弟子前往 属下领命 末了 田丽又赐予了 长老一块玉符 这玉符 有本座的一道意识 若玄界有变 便催动此符 去吧 属下告退 长老走后 田丽一把将手中鱼竿 扔到了一边 射出一条鱼 就开始扒凌 去塞去内脏 烧烤起来 要不是老婆吩咐 他才不做这样子 见南天 剑手见到了 那位远来的贵客 来人一身金色华服 透着难掩的霸道贵气 光是站在那里 便有一股浓郁的 不怒自威的上位者威严 是你 剑手一脸 惊讶地看向来人 语气中满是不可思议 来人面色微板 开门剑山道 此番玄界 朕希望能与剑尊联手 剑手抬了抬眼皮 有强敌来了 来人认真道 富海大圣玄界的冲击 已经蔓延出了九州 我得到消息 妖族的人 已经在来幽州的路上 闻言 剑手面色也沉了下来 他们过界了 我九州玄界 其容一足染指 时间一晃而过 很快就到了 富海玄界开启的时日 时日 天空中的富海大圣异象 逐渐虚化 那漩涡处的静置 正缓缓消失 一时间 风起云洞 所有人都朝着 富海大圣玄界 入口进发 此次玄界吸引的人 太多太多 天空中群魔乱舞 幽州之人 宾州之人 九州之人 总之能赶到的 得到消息的修饰都来了 只有一线之隔的妖族势力 更是全力朝着那边进发 当日面见剑手的男子 雄姿阴发 半步天然的恐怖威压 瞬间荡了开来 警告了所有人 富海大圣玄界 乃我九州传承 姑希望各位过界之人 以及妖族之人 都守守规矩 诸多人族修士纷纷应道 仅遵镇海王御令 原来这人 正是与人皇义乃同胞的嫡亲弟弟 镇海王 否则 姑不会给你们客气 被目光逼食的妖族势力 大感不快 许多妖王却来了劲 李辉 你好大的官威啊 一尊大妖王冷笑道 丝毫不遮掩 身上滚滚妖气 半步妖皇的气息 肆意外放 一众修为低微的人族修士 连连后退 这富海玄界 分明就是 我族大圣传承 你人族瞎凑热闹干鸡毛 论里 没有人比他们妖族更有脸 上古富海大圣 不管怎么看 怎么论 都该属于他们妖族的老祖宗 是妖族的前人 他所留下的玄界 自当该由妖族继承 李辉应上 我人族统领九州大帝 九州之下 莫非王土 出在我九州之地 就该由人族来管 一句话 凡在九州之地 我人族的玄界 我人族要管 你们妖族的玄界 我人族更要管 够不够清楚 哈哈哈哈 还人族 就你那拎不出中州的废物哥哥 也配说人族 一道阴冷的声音 响起 明明笑了 却让人胆战心惊 一眼看去 是个熟面孔 今年老妖一蛇王 妖族与人族相比 失了灵智 却让他们获得了 更悠久的寿命 这一蛇王 据传已经活了近两千年了 好个霸道的李辉 照你这般说法 富海大圣老祖宗留下的遗产 我妖族还不能拿了 那你便与孤手下理论理论吧 半步天人的强悍威压 再一次席卷天下 一尊顶角披邻的妖王 站出来冷笑道 半步天人 在这九州之地 自有你李辉傲的资本 但今天 我族妖皇在此 轮不到你李辉放肆 妖族称号严格 一般只有天人级 才能称妖皇 但这位是个特殊 传闻这位妖皇 拥有一丝古龙血脉 血脉爆发之下 可拥有超卓战力 众人将目光 一向妖族势力 最前方的那条 巨大黑色蛟龙身上 蛟龙硕大的龙眸 透着超卓的霸气 冷然漠视所有人 一条巨大的胶尾 显露出爆炸的力量感 随时准备横扫当场 塞外妖族之皇 黑龙皇 我族黑龙皇 久闻镇海王威名 不知镇海王 能否给个面子 与我族妖皇 论道论道 一蛇王笑得肆无忌惮 似乎觉得黑龙皇在场 赴海玄界 已是他们囊中之物 其余人插手不得 幽州势力不动声色 九州 也就这点气候了 九州人族方面色愤愤 想撕烂一蛇王 那张可憎的嘴 镇海王神色冷恋 区区一条长蛇 也敢自称龙皇 大言不惭 镇海王此话一出 妖族方的气势 凝制了些许 黑龙皇最讨厌听到的 就是称他为长蛇 而不称龙皇 妖族方凝了凝 下一刻 一股惊人的龙族威压 便沉了下来 李辉 你找死 黑龙皇的声音 响若惊雷 惹人笑话的长蛇 镇海王不屑 你若能奈何得了姑 尽管来试试 半步天人威压再提一解 镇海王直接把黑龙皇的龙族气场 硬生生顶回半寸 敢在姑的面前锅躁 活腻了 你要知道 这九州 是我人族说了算 镇海王竟显霸者风范 一双天人之谋 直直钉向黑龙皇 无穷的霸道杀意 疯狂释放 众人都有一种 你要是再敢多说一句 我立刻杀了你只敢 常驻海关 敖战东海的镇海王 便是这等风范 神魔道的长老 微露金融 在这镇海王李辉身上 他竟看到 当年田里的影子 这镇海王李辉 若不是生在九州 必然能成就 小瞧了天下人 可惜他身在九州 又是仁皇亲帝 一生难成天人 九州人族方 则是士气高涨 一个个赞叹不已的 看着他们九州人族的主心骨 大丈夫 当如誓言 独孤拜天和阿清 坐在水乡小船上 望着远处天空中的三方会面 他们要打起来了 阿清这个妖女 唯恐天下不乱 在一旁兴奋的起劲 独孤拜天瞥了她一眼 你怎么不去 阿清连忙做出一副委屈状 娇媚嗓声道 人家一个弱女子 怎么敌得过 这群野蛮暴力的家伙 我差点就信了 想起他首思大宗师 蛮兽的画面 独孤拜天 默默转过头去 阿清仿佛感觉到了哪里不对 想了半天 也没想出来 就往他身边凑了凑 对了 你怎么不去 不是要去拿回你独孤家的东西吗 还没出事 阿清呕了一声 也不再去问 认真地看起战场上的战斗来 眼神中满是跃跃欲试 赴海玄界之外 三方势力顶足而立 神魔道作弊上官 不管不问 赴海王与妖族则是剑拔弩张 大有一言不合就开打的架势 黑龙皇瞪着巨大的眼眸 别人怕你理会 本皇可不怕 要打随时便打了 但你要考虑清楚 是否要我相争 他方得利 赴海王道 不劳费心 九州人族阵营中 剑手走了出来 剑手的身躯挺直而立 持剑在手 还未出窍 森寒无比的锋锐剑芒 充斥了整片空间 刺的人皮肤发疼 九州剑尊 剑手连颇老矣 尚能犯否 老夫骑马 还能拿得动剑 剑手的声音浑厚有力 充满了剑修锋芒 手中藏锋 已有百余年未曾出窍 养剑之气百年 希望龙皇 不要让老夫空手而还 妖族势力 眉头紧簇 没想到 这平级的九州 竟藏龙卧虎 连出两个让他们意外的强者 看来 这一趟玄界之行 不会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了 正要说什么 突然 赴海大圣玄界的大门洞开 一股强大的犀利 从其中传来 黑龙皇掩路急切之光 扔下一句 李辉 我们玄界之内见真仗 说完 妖族势力 鱼贯而入 人族方不甘忍厚 也连忙冲了进去 神魔道势力 紧随其后 片刻间 赴海大圣玄界开启 天空中的大片人马 都消失个一干二净 赴海玄界之内 别有洞天 众人眼前是一片波澜不星 幽深宁静的海域 他们就站在一片岛礁之上 不远处 立着一座巨大的黑色石碑 在这碑上 可有许多密密麻麻的印记 仔细看去 却仿佛能从其中看到 乌起吐落 龙月虎奔 一派万妖之国的模样 众人皆是一晃神 便醒了过来 一旁的妖族 虽然感觉到 自己的血脉中 有一股被吸引的力量 但是众多人族在侧 也不敢放松警惕 这些字迹很古怪 不像众人所认识的 任何一种文字 但不知为何 太阳看去 正是青连尊者 和一尊 犹如背负巨山一般 石碑的老龟 青连尊者 妖族一方 顿时集结起来 一起推到老龟身后 幸亏这富海玄界之内 有神秘力量 尊者无法隐藏身形 不然得化 一尊人族 尊者在侧 哪怕妖王防御再强 也敌不过青连尊者的 青霞宝剑 人妖二族 各自站在岛礁一角 保持着与石碑相同的距离 这才将目光看向石碑 只石碑上字迹扭曲 演化成一头通体玄黑 富海大圣 众人眼前 这些文字 扭成了一只富海大圣模样 仿佛上古富海大圣灵士 重新出现在世人眼前 富海大圣震天怒吼 口吐浩瀚之音 无奈七大圣之二 富海大圣 我七大圣 与妖界一劫金兰 共举返天 却被那天地偷袭 害我作画于富海玄界之内 现留碑一座 以震无富海大圣生平 更为揭露 那群背信弃义 过河拆桥的小人 德吾传承者 必铭记吾等返天之意 替吾妖族一脉 杀尽小人 灭其全族 否则定遭传承反世 永世不得翻身 眼前的巨大富海大圣 说出这话时 整个身躯都在颤抖 爆发出无穷无尽的 恐怖杀意与恨意 这只富海大圣 怒对浩天 仰天长吼 要将自己的血海深仇 全都铭记在石碑中 即便是过了那么久远的岁月 那么漫长的年代 富海大圣所留石碑中的 滔天恨意依旧强烈 众人隔着这石碑 自己所显化的 富海大圣影像 都能感受到 那股令人浑身站立的 可不恨意 可见 富海大圣死前满含的仇恨 究竟有多么强烈 真不知道 富海大圣试天之后 晚年究竟遭遇了什么 竟有这般流传亘古 至今还未消散的仇怨 纪州 中州这边的人 了解多一些 感慨颇深 幽州之人 大多是临时听闻 也未亲眼见证 一知半解 心态多有不同 神漠道的长老 心中感叹 这富海大圣生前 果然进入了 天人之上的那个境界 即使摇阁多年 长老依旧能通过 这字迹上留存的意志 感受到那强大的不似人间 远超天人静 远超天力的可怕气息 圣者 也只有圣者 还能形容如此伟丽 最可恨 变成了天庭伟帝 好天小儿 以原神入主 好天远海 塑造天地真身 建立天庭 骗我 妖族上天入盟 却是巫族血肉 什么 天地居然是别人原神 入主浩天远海 浩天居然就是天地 这一个炸弹 不可谓不想 在此之中 浩天一直都是 带指道的存在 现在独孤拜天说 天道有意识 也就算了 连浩天都变成天地了 这 害人听闻 匪夷所思 所有人的世界观 都被冲击了 在所有人的理解中 浩天或者说 天道应该是一个 没有思想 只有本能 只知道 按照规则形式的一种特殊存在 比如说 杜雷劫这档子是 如果天道有思想 为了防止有人突破 影响他的地位 还不直接功率开到最大 把所有杜劫的人劈死 你们听过这种事吗 清廉尊者问道 之前他们了解过 独孤家是天 知道是天 是因为浩天无道 但其中深层原因 他们并不知晓 剑手簇眉 闻所未闻 如果浩天有思想 那为什么从来没有显化过意志 镇海王也疑惑不解 一度怀疑 这是个假富海玄界 富海大圣在说谎 哄骗他们所有人 若是浩天真的有思想 大修士们不会感应道 大修士公参造化 与天地为一 早已能感应天意规则 若浩天真的有思想 怎瞒得过他们的感知 众人将目光看向了神魔道的人 他们宗门 都有在世天人存在 神魔道的长老道 若是浩天真的有思想 以我家道主的性子 早就闹着 要与天一战了 胡悦点点头 也是同样的意思 那这么说来 这富海玄界 这富海大圣富海玄界的感官 无比真实 威压毅然 所以富海玄界肯定是真的 但富海大圣的话 富海大圣在说谎 浩天没有思想 这是共同认知 修士们的固有观念 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尤其是在能够 冲击他们修行认知的事情上 但灵阳要做的 就是冲击他们 根深蒂固的固有观念 这样的谎言 一戳就破 有必要吗 也许 富海大圣没有说谎 只是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而已 黑龙皇道 接着看下去就知道了 自己演化的富海大圣 随着众人的目光扫射 接着说道 只是浩天的力量太强 仅凭五等七大圣 根本无法反抗浩天 说到这里 他的语气低沉 仿佛又回想起了 那一个个结义兄弟 倒在他面前的场景 他显化了意志真身 要将五等这支反天队伍 全部灭杀 全部吞噬 那一战 很苦 很难 很坚信 浩天 太强了 富海大圣这样的存在 竟然连用了三个狠字 可见当时的战况 究竟到了一个 怎样惨烈的地步 但好在最后 五等还是显之又显的成功 显胜一筹 浩天老贼 到死也没想到 我能拼出祖龙珠 不要砸了他一记狠的 说到这儿 富海大圣争鸣的面容上 满是笑意 浩天意志真身崩灭 从此以后 不会再有浩天悬在五等头上 快摘 说到这里 富海大圣 发出震撤心神的畅快笑声 同时 第一块石碑 也到这里结束 富海大圣的意向消失 重新化作密密麻麻的字迹 落在石碑上 富海玄界里 静悄悄的 所有人都呆愣了 沉浸在富海大圣的 所描绘的反天之战中 虽然富海大圣 描绘得很简单 主要参与人有哪些 计划有哪些 战况如何等细节 都没有提及 但众人依旧被这简单的 反天之战所震慑 反天 反天 反天啊 焦魔王说了什么 说他们成功是杀了浩天啊 而浩天的存在 众人都不敢想象 那距离他们太远太远了 他们只知道 浩天就是一切 是天道 是无法违背的存在 所有人能够想象的最高顶端 就是这明为天的存在 然而 现在却有人告诉他们 浩天被人给杀了 而这话 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胡说 这话是上古妖族 七大圣焦魔王亲口说的 亲自描绘了反天之战 也就是说 焦魔王和独孤一族 都证明了反天的事实 而且还是两次 远古时 亿万生灵为兵 百万神魔为将 太古时七大圣反天 击杀浩天 证实了苍天无道 浩天被杀 反天也不是一个特殊行为 不是一个修士词 这 我们所有人 都是在做梦吗 刚才 焦魔王说 把浩天给杀了 嗯 你没听错 所以 我们现在的天道 是被焦魔王他们 试杀过之后的产物 浩天其实是贪婪自私 又邪恶的 应该是了 似乎 怎么会这样 我之前生活的修士世界 一直都是假的吗 为什么这样一段可怕的历史 没有被记录下来 难以置信 难以置信 居然真的有人能够逆天而行 反击浩天 看着一种震惊的人族修士 那黑龙王从空中停了下来 落到地上 头贴着地面 功声问道 不知前辈可否留下 其我族七位大圣的名讳 唉 一声仿佛从太古传来的叹息 在人腰两族耳边响起 富海大圣抬起头 仿佛想起了什么 说起来也这么些年了 既然你想知道 那我就都告诉你们 我大哥本是最强 浩平天大圣牛魔王 七大圣的老大 头戴一顶水墨银亮 属铁盔 身上灌一副戎穿锦绣黄金甲 足下踏一双卷尖坟底几皮靴 腰间竖一条 蚕丝三股诗蛮带 一双眼光如明镜 两道眉艳似红泥 口若血盆 齿排铜板 吼声响震山神怕 行动威风 恶鬼慌 四海有名称混事 积雷山上牛魔王 我本是稀松 因为赤长几岁 被人抬举 叫了个富海大圣交魔王 七大圣之一 我三爹 神速第一 世人尊称混天大圣鹏魔王 天下都知道 当年凤凰生孔雀和大鹏 可世上大鹏成魔的 仅此一家 就是金氏大鹏 我三爹的政治谋略和才能 是最高明的 祖建师陀国妖廷 我四爹 宜山大圣师陀王 在师陀岭称王称霸时 曾经张开大口 一口吞吃了十万天兵天将 我五爹 通风大圣猕猴王 本身是混世四猴之一的六尔猕猴 学的与我七弟一般的地煞七十二变化 神通之术 鱼龙王 是一只金丝猴 这只猴子 再次出现 是在淮河水怪吴之旗 在孙遇到黄梅佛的时候出现过 孙请大圣国师王菩萨的时候 他正好作乱 王菩萨走不开 要降服他 只排了小张太子帮助 鱼龙王也自称屈神大圣 我六弟鱼龙王 人称屈神大圣 我七弟齐天大圣美猴王 人族一方 现在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七位大圣 还有六个 妖族在开发六个这种玄界的话 人族就危险了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黑龙皇等妖族中人幸灾乐祸 冷眼旁观 看到祖龙珠与那浩天老儿同归于尽后 本王还没回过神来 一个号称独孤一族的人 就来到了战场上 独孤一族 怎么哪都要他们 人族一方 季州与中州的人 眼中都闪过一丝凝重 但是那人没什么动作 反而拿出许多圣药 给我们治伤 还约好了 伤愈后再详谈 临走前 他还让我们多加注意 那时的我们 只是笑他 认为 即使反天身受重创 我们七大圣 依然举世无敌 过于紧张 不以为然 现在想来 那时的他 就已经看透了我们 巨傲行使要付出的代价了 那时候 我们无视了独孤一族朋友的警示 带着空铜印 必要回玄界修养 也就是那时 这些人族 在伪帝的带领下 一起带着他们祖上 曾与天作战的逆天神兵 来寻本王 要斩我于神兵之下 说到这里 焦魔王的目光中 满是滔天的恨意 空铜印 他们是为了空铜印 这是浩天的至宝 一直随他征战 沾染了浩天之血 拥有强大的力量 为天极神器 可行使浩天之能 以抵御强敌 这恨意之浓 映出了石山血海 这恨意之身 令人毛骨悚然 焦魔王的声音 变得极其可怕 这些卑鄙小人 比俺焦魔王 更像恶魔 俺段想不到 他们会做出 这背信弃义 过河拆桥的卑劣行径 俺要杀光他们 但刚被浩天杀死真身 本源缺失 不再不死不灭的 如何是他们的对手 俺凭借空铜印 竭尽全力 斩杀其中一人后 便游禁灯窟 匆忙逃回玄界 俺宁愿作画玄界 毁了传承 也绝不让那群 该死的砸碎小人得逞 焦魔王的声音 如同从仇恨深渊里 走出的复仇天神 若不斩尽一切仇恨 绝不罢休 可恨 俺大意了 未能听尽朋友的忠告 俺早该想到 有些东西 比浩天还可怕 人族 你们还可惦记着我的传承 因为天人之上 圣者之上 大圣的传承 而且只要你得了我的传承 就必然传承我的血脉 成为我妖族中人 焦魔王充满恶意的声音 响起 这声音中满是蛊惑 也就不必在乎 什么是不是人了 对不对 与大圣比起来 人妖之分还算什么 哄 牛魔王 彭魔王 随着焦魔王 满是回忆的追溯完 在石碑之后 出现了七座传送台 每一座传送台前 都有一尊雕像 前面是大圣们的真身 后面是他们本相的模样 想要本王之传承 那就去吧 进去之后 生死各安天命 不要太贪谢 得到本王传承的人 记得把本王答应 交给独孤家的空同意 亲手将空同意 交给独孤一族后人 哗 人妖二族 尽数一脸哗然 他们第一反应是 自己听错了 第二反应 就是焦魔王疯了 浩天神器空同意 他们万万没想到 会得到这样一个 劲爆消息 浩天神器空同意 现在还在 焦魔王玄界之内 想到这里 所有人都无法 遏制自己内心的激动了 空同意 空同意 那是浩天神器空同意 一位老天爷的随身神器 再加上其沾染的 浩天之血 要是能获得 这枚空同意 就算是一个宗师 也能灭杀天人了吧 死 众人心中沸腾了起来 双目似要喷出火 满心的渴望 让他们恨不能 现在就冲进 玄界深处 去夺取空同意 至于焦魔王说的 归还独孤士 早被他们抛在脑后 像这种东西 自己宝贝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还回去 现场还真有几个 被空同意又呼呕到的人 连石碑都等不及看完 直接朝着黑色荒原深处飞去 玉途抢先一步 直接拿走空同意 但 咳嘣 奇怪的声音 从玄界深处传来 十几只长得有些像焦魔王 只是没有独角的黑色聚焦 从黑暗里飞出 黑色聚焦 发出奇怪的声音 满是口弦的舌头 舔着自己的大口 看着众人 圆润的眼瞳 直冒绿光 呼 众人只觉得 有一股冷风吹来 没了 那几个家伙里面 可有着一群宗师啊 就这么被吞了 他们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继续乖乖地 听焦魔王讲完 此时 焦魔王异象 才慢悠悠地说道 本王猜这个时候 已经有人提前跑了 众人 喜怒无常 犹如深不见底的大海 众人看着 忽然又从平静 变得满脸促瞎的焦魔王 终于明白 他名号的来由了 本王要说的最后一点 为了甄选 拥有足够能力 为本王报仇的天才 本王临终之前 特意设下了一些考验和宝物 其中一些宝物是陷阱 你们要仔细分辨 只有成功迈过这些考验 才有资格走到本王的尸骸面前 获取本王之传承 最后 再次提醒你们 获取传承之人 务必要记得 替本王报仇 否则必受反噬 说完 焦魔王意向消失 重新化为文字 落在石碑上 至此 石碑的内容 全部被解读完 黑龙皇站了出来 他瞥了一眼 郑海王等人 对着身后的众妖族道 走 是 黑龙皇撑开 稀薄的龙威 带着一众妖族 强行往里面凑进去 一群黑色聚焦 便扑了过来 他巨大的胶尾横扫 聚焦轻松躲过 顺手吃了几十只妖王 也就停下了 懒洋洋地让开了路 见黑龙皇抢先一步 郑海王和幽州势力 也不甘腰后 一行人各显神通 很快就渡过了聚焦一关 踏上传送台后 眼前是一片黑色荒原 在镜头有一个螺旋状的漩涡 这一次传送 人群分散 各大势力人员夹杂 一场龙争虎斗 便就此拉开了帷幕 一片红色树林里 老元王寻着一缕灵光 找到了灵气源头 这是一座山洞中 道玄中乳下 积巨色的水池 水池只有巴掌大 很浅 但是吸引老元王的 不是这地乳 而是上方道玄中乳中的神器 换了旁人还泽罢了 可惜遇上他元王 以他天赋精精 正好能够清晰看到 屹立在中乳之中的石枪 那把石枪内上 流转着显示的光焰 留意着令人心动的异彩 与射人心魄的诡异力量 神器 这把石枪 一定是焦魔王特意设立的神器 老元王不知道 这把战枪到底算什么层次 但这把战枪 绝对是老元王此生见过的最强 想想也是 能够被焦魔王这等无敌存在留下的宝物 岂能有简单的 老元王扫了一眼四周 此时 已经有不少人 被这地乳所吸引 来到了水池边 但 老元王不屑冷笑 区区几个宗师而已 能翻起什么风了 这把战枪 是他老元的了 老元王大步向前走去 直指那把战枪 其余正在交战中的宗师 换了一个眼色 拦住他 老元王是大妖王静 不杀了他 宝物便没有我们的份 一个一灾尊者罢了 以多摇死相 集我等之力 就算是一灾尊者 也可占之 先杀了他 我们再来论宝物归属 好 老元王暴怒 找死 老元王显露数丈长的暴元真身 手中也献出一根梁柱般粗大的巨型棍棒 在空中挥舞起来 撕裂空气 你们这些蝼蚁都在找死 巨棒横扫当场 一把朝着那几个宗师砸去 碰 妖兽见长于惊 一位今年老妖一棒之力 人类宗师如何挡得了 几个被巨棒扫过的宗师 碰得变成一朵 血雾花 当场陨落 老元王妖躯强横 不要与他近身近身接触 拉开距离远攻他 老元王不屑 皮肤汗术 你以为 你们能够快过本王 是吗 远处又跑来几个 被红光的吸引的大宗师 为首的 正是天罡门的元神罡 尊者之下最强者 老元王目露争鸣之色 该死的东西 元神罡提起灵气 元某踏入大宗师巅峰多年 正想见识宗师之上的尊者 到底是怎样风景 老元王扫了一眼元神罡等大宗师 以及旁边那些虾米宗师 狂暴的金铜中 显出阴沉之色 老元王开口道 元神罡 你不要自悟 即使你们合力 将本王驱逐 你接下来 也要面对其他这些人 本王得不到 你也得不到 老元王挑拨离间道 你别忘了 焦魔王是怎么死的 过河拆桥 背信弃义 本就是你们人族贪婪的天性 元神罡猝了猝眉 瞥了一眼四周众人 这就不劳你老元王费心了 这把神器 落在我们人族手上 怎么也比落在你等妖族手上要好 老元王闻言 怒急返效 你还真伟大啊 痴心妄想 随着老元王的一声怒吼 他手中棍棒瞬息之间 以闪电般的速度 带着打穿虚空力量袭来 小心 陆刚 元神罡雷灵如神 在其余人的牵制下 快速躲过老元王的突然袭击 而后转身打出一道雷钢 钢气一出 引动雷神一击 从天而降 重重打在老元王的腰躯上 老元王一阵酥麻 微微吃痛 这更激起了他心里的狂暴 你们都要死 张开獠牙巨口 老元王疯狂了 仗着强横的腰躯与兵刃 在人群中来回冲杀 巨棒不断横扫 将一个的宗师打成残渣爆开 真是挨着死 碰到王 快 跟他保持距离 众人游走牵制 不断与老元王交锋 但老元王身为几年老腰 腰力深厚 即便年老 血气枯竭 靠着强横的腰躯 也将人族方阵营 打得一退再退 有不少宗师不断陨落 一场拉锯战 持续了整整一个时辰 扑 元神刚喷出一口鲜血 一手撑在地面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但对面的老元王也没好到哪去 一个战士单挑一群法师 其中还有元神刚这个高丸战法双修 老元王也不好说 但好在这场拉锯战 还是他老元王赢了 老元王猙獰的锯口边挂着鲜血 不知是他的还是其他人的 他放肆地笑道 一群蝼蚁 岂能撼动本王 元神刚脸色阴沉 大势已去 他强提着一口灵气 连忙往外逃去 再留着 等老元王恢复过来 他就没了 见最后的元神刚也退去 老元王大获全胜 他得意地游动到水池边 仔细地观赏 那红彩夺目 通体散发血色灵气的 深红色战枪 这是属于他的战利品 作为焦魔王设立下的宝物 这战利品付出多少都值了 老元王化作了人形真身 欲取下那把战枪 然而 当老元王的手 即将触摸到 那把散发着神威的战枪时 深红色的战枪 却忽然化作了泡影 消失在了他眼前 老元王抓了个空 愣了几秒钟 此时 他的脑海里 突然浮现出焦魔王说过的一句话 这些宝物 有些是陷阱 你们要仔细辨别 不 老元王抓狂 他们一群人 在这里打伤打死 争了那么久的神器 居然只是一个陷阱 一个幻影 啊 一片无垠冰原上 镇海王站在一处山口前 在山口笔直向下 看上去就像一个泽人 而是的深渊 这深渊 是一个巨大的冰谷 四周满是尖锐的冰风 极寒幽冷的气息 在深渊中肆意狂奔 放肆冰谷之间 在他的前方 黑龙皇巨大的蛟龙之躯 在冰谷中横行 黑龙皇回身瞥了一眼镇海王 镇海王 你是想跟本皇打一场吗 镇海王霸气凛然道 天才地宝 强者战之 你若要打 便来战 黑龙皇道 你想着拖着本皇 好为你人族 争取抢夺疾兵至宝 痴心妄想 镇海王不置可否 进入漩涡 所有人被分散之后 有不少人都重新汇聚 这片玄界的全貌地图 也渐渐被人完善丰满 这片玄界 被划分成了许多个板块 有一片深红如血的诡异树林 有天蓝色的无尽汪洋 也有神火焚烧的十里火狱 更有眼前这极寒深渊等等板块 这片玄界有着多块区域 在这些各自的区域里 都分别对应着一件焦魔王留下的质宝 如那深红树林 就对应一把烈焰神器 眼前这极寒深渊里 也藏着一朵幽兰宴 不过焦魔王是个恶劣的 恶趣味十足的家伙 在这些板块区域里 藏着的宝物 有可能是真 有可能是假 须仔细辨别 两人一前一后 很快就到了极寒深渊的尽头 此时 那里已经有两方人马对驿着 郑海王和黑龙皇到场 两方人马找到了主心骨 郁家剑把弩张起来 郑海王说话直白简单 这份幽兰宴宴 孤要了 谁赞成 谁反对 什么到的长老 面色阴沉 幽兰宴宴 宾系至宝 对修行宾系功法的修饰 有着脱胎换骨的奇效 虽然他本人不是宾系修士 若是他能拿到这份幽兰宴宴 宗门内 就能多一个天人极术的兵系神魔修士 但这里是玄界之内 不是神魔道主场 由不得他做主 在场的 就有两人可以碾压他 黑龙皇 郑海王 两个都不是他能够应付的 他身上虽有天人玉符可用 但这玉符 只能用一次 是用来保命的 接下来 还有浩天神器空铜印 以及焦魔王传承要抢夺 他不能把天人玉符 用在这上面 想到这 他悄悄退到了边上 为今之计 他只能坐山观虎斗 争取在最后捡个漏 郑海王 你好大的官威啊 这里是玄界 不是你九州 别把你在人族那套 拿到玄界里来 黑龙皇的龙威 顿时压了过去 郑海王半步天人的威压释放 针锋相对 那试试 你说的 两方准黄威压当场 气势疯狂释放 一场大战 似乎在所难免 这时 人族方的一人提议 王上 我们不妨 先验证一下 幽兰冰宴的真假 再说 免得浪费力气 白打一场 娇魔王是个恶劣的家伙 他留下的这些宝物里面 指不定哪个是陷阱 哪个是幻影 老元王那个倒霉鬼 就是前车之剑 郑海王和黑龙皇 沉吟了一下 气势微微弱化 所有人全都朝着 那份幽兰冰宴看去 是啊 先确定真假 才是最关键的 郑海王和黑龙皇 走到了幽兰宴前 忽视一眼 黑龙皇化作人形真身 下一刻便会突然暴起 杀敌强宝 进了 进了 他们的手离兵业越来越近 他们手上隐藏着的力量 也越来越浓郁 大有下一刻便暴起杀人的架势 然而 就在他们即将靠近兵宴的那一刻 吼 兵宴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 焦魔王的怒吼 焦魔王的怒吼 震天动地 直接冲击所有人的心魂 以强大的恶意不断来袭 激发所有人的阴暗面 催人向恶 有好几个人防备不及 被焦魔王的怒吼震慑 当场陨落于无边恶意中 镇海王和黑龙皇连忙暴退 护住心神 差点又被焦魔王摆了一道 众人无语 这焦魔王临终之前 是在报复社会吗 这么恶恋 哼 黑龙皇哼了一声 带着妖族众人 便离开了极寒深渊 继续寻找下一个区域里 藏着的质宝 赴海玄界入口的岛屿上 十杯前 阿清恨不得把头埋到自己的胸里 太尴尬了 对面的羚羊 努力维持着独孤拜天的人设 他怎么在这 阿清现在就感觉自己 仿佛是被丈夫抓到半夜起来吃零食 好尴尬 之前两人还在互道晚安 然后回屋休息 现在就在这碰面了 你怎么在这 阿清决定先发制人 一脸后怕的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进入玄界后 就到了这里 这一句 噎得阿清就是一愣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我来取回一件东西 取回一件东西 阿清初听还没反应过来 而后便明白了 独孤拜天所说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空同意 想到长老给自己传的消息 阿清不得不承认 也只有空同意 能引起这个男人的兴趣了 不对 还有 他低头看了一眼 人间角色 走不走 看着一脸淡淡 仿佛刚才没开口的 独孤拜天 阿清点点头 一脸甜蜜道 走 说着 独孤拜天 用着他平塌海面去 镇海王等人 往玄界最中心走去 玄界地图 差不多被人摸索了个明朗 这个玄界板块四周 似乎都是那些藏有宝物的独立板块 他们还着中心区域而建 以这模式来看 中心区域不是附海的作画之地 也一定是藏有最强宝物的地方 众人飞速及时 前往最中心区域 很快 他们就到了最中心区域 这片区域 是一个悬浮在空中的平台 平台上有奇光闪耀 一众人连忙追寻着这奇光 跳到了平台上去 一跳上平台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平台之上满是奇光宝光 平台上有着两排兵器架 有通体如火的令箭 有浑身由万年玄兵铸就的宝珠 还有深周流逸的黑色暴风 有气形游龙流窜的法衣 这是左边那排兵器架 再看右边 右边的兵器架上 有散发出七色神光的宝塔 有威武霸气 净显皇者威严的连翘宝剑 还有仿佛能遮蔽整个虚空的古图 这些神兵每一件 都散发着极其恐怖的气息 他们的存在 让整个空间都在沉浮 阵战 其随便动一动 陡落些许锋芒 就能斩掠整个玄界似的 毫无疑问 这些神兵利器 都是赴海生前收集 甚至使用过的超级至宝 众人都孤独一声 咽了口唾沫 再看中间 中间的土地上 直直立着一把 约有一丈二尺长的大脊 三尺脊刃 两侧延伸出的月牙小枝 鹅蛋粗细的脊杆 这大脊通体 散发出一股深不见底的气息 这一股妖枝气息 流转在大脊身旁 幻化成一只邪恶的黑色聚焦 身影被海雾隐藏 一灵半爪在外 时而显形 时而没去 一双纯黑的邪恶之眸 勾动着所有人内心 最原始的欲望 众人内心的阴暗面 都有着躁动了 毫无疑问 眼前这把方天大脊 就是伴随附海一生的神器 跟随附海征战的神器 逆天神器 孤独 寂静的空间里 响起了清脆的吞咽口水声音 目光再往上移 所有人都呼吸加重 便粗了起来 在方天大脊的月牙小上空 悬浮着一枚印喜 一团混沌中 泛着七彩光泽的痕迹 这印喜 发散着骇人的清光 这清光崇高 神圣 浩瀚 至尊至微 仿佛是上苍降下了目光似的 天威浓重 咕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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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呼 呼 此刻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冷静 这枚印喜是什么 他们都清楚 富海玄界里 与富海的逆天神器 待在一起的手镯 还能有什么 其上面混沌中 泛着七彩的 正是浩天之血 这绝对就是浩天随身神器 空铜印 所有人呼吸加重 人群里有人遏制不住 瞬间冲了出去 他一把捏住了空铜印 感受到空铜印 在手中的质感 他不敢置信 自己竟然真的拿到了空铜印 我拿到了 我拿到空铜印了 哈哈哈哈 他的声音在颤抖 捏着空铜印的手 因狂喜而颤抖着 其余众人见了 瞳孔一缩 居然没有任何静止 没有任何方案 而攻之 混账 放下空铜印 留下 空铜印是我的 有人连忙从旁边冲出 抽出长剑 一把挑起空铜印 将空铜印挑在空中 见空铜印飞在空中 所有人都被勾动了心神 黑龙皇目露狂喜 先是看了看空铜印 再看那一柄 他无比重义的方天大吉 都是他的 一个都不能漏 都给本皇滚 黑龙皇显露了交融之躯 朝着空铜印冲去 镇海王连忙腾空而起 一掌探出 痴心妄想 碰 空铜印被镇海王这一掌 再次弹飞 在空中高高腾跃 人族 你找死 黑龙皇不再憋人 瞬间就回身过去 与镇海王大战三百回合 两大准皇者相争 其余人便趁机夺地而起 去争夺空铜印 放肆 镇海王和黑龙皇同时大怒 将那人打了个粉碎 而此时 神魔道长老 则阴侧侧地躲在一旁 等待最后的余力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想用田力的天人御符 一旦使用 他就无法独吞空铜印 以田力之能 天人御符为消散他 就能赶到玄界 掌控全场 他同样是打着这个主意 但 他悄悄溜到了方天大戟旁边 这群蠢货 空铜印的争夺 一时半会儿 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而这方天化感己 却没人注意 方天化感己 是反天神器 不比空铜印弱多少 他只要掌握方天化感己 即可横扫当场 届时 空铜印和方天化感己 都是他的 一群蠢货 他正窃喜着 突然 人群变得不对劲起来 不对 空铜印怎么往哪儿去了 空铜印复苏了 天空中 空铜印雀跃了起来 仿佛遇上了自己真正的主人似的 他自动爆发神威 弹开所有人 往一个方向飞去 怎么回事 快拦住空铜印 阿青靠在独孤拜天怀里 静静吹着海风 感受着大海的气息 就感觉独孤拜天 忽然停了下来 他睁开眼 就发出了一声可爱的交互 只见不远处的海天相接之处 一道青灰划过虚空 直直落到了独孤拜天的手中 阿青看着和小狗一样 落在独孤拜天掌心后 自动缩小了体积 像小狗一样 打起滚来的印象 一双总是水汪汪的美眸 也散开云雾 他看看独孤拜天 又看看在他掌心中 疯狂翻滚的空铜印 这可是空铜印啊 远古天道之后的第二天 浩天的随身神器 象征天地大权 但是 看着依旧平淡如水的独孤拜天 也对啊 他可不是一般人 而是来自远古逆天家族的 太古禁忌之人 一股难以置信 却有十分顺理成章的感慨 在他心里冒了出来 对于跟在后面的一众人 幺二族高手来说 空铜印并没有跑太远 远远他们就看见 那诡计停在了海上 离得远远的镇海王与黑龙皇 就停了下来 相视一眼 满是忌惮 独孤拜天 他怎么来了 而且在他手上的是 空铜印 看着空铜印 欢呼雀跃 在这个人的身边 尽情撒欢旋转 高兴得像一只回家的狗子的样子 这一人一跤 顿时就失去了再战的兴趣 作为准黄 他们已经触及了 天地之间道的诡计 自然能发现 独孤拜天深周那一圈 仿佛空白一般都虚无 一众人与妖 摆到海岸边后 几位幽州大宗师 妖族大妖王玉气凌空 一脸难看的看着独孤拜天 空铜印认主了 所有人都看向了那个 被空铜印环绕的男人 独孤拜天 直接无视了他们的存在 手一招 欢呼雀跃中的空铜印 便飞过他的掌心 自动幻化出一只锦囊 把锦囊系在他的腰带上后 还很人心化地拽了拽 确定绑阶事后 才晃了晃 大头朝下 钻进了锦囊中 所有人为之所去的空铜印 就这样简简单单 轻轻松松地 戴在了他的腰间 还是自己幻化出一只锦囊 把自己打包好 送上门的 众人的眼神变得微妙起来 披散的黑发 伪暗的身姿 与天穷般亘古不移的淡漠 逆天血脉 独孤拜天 在独孤拜天身边 阿清冷冷的 空铜印就这样拿到了 就招招手 空铜印就自己 把自己装起来了 阿清已经在脑海里 挠补了大战三百回合的连续剧 演绎各种抢空铜印的方式 但他万万没想到 还有这样一种 神默道的长老 注意到了 在独孤拜天怀里的阿清 他说了口气 还好阿清没事 不然回去道主和道主夫人 绝饶不了他 接着 长老看着一副 小女人模样的阿清 他下意识就转移了自己的位置 圣女果然厉害 至于这独孤拜天 还是让道主夫人去琢磨吧 不过 阿清什么时候 和独孤拜天混在一起了 从阿清那里得知 独孤拜天真实力量的神魔道长老知道 在现在这情形下 待在独孤拜天身旁 是最安全的 而且 神魔道长老 还巴不得阿清 能绑在独孤拜天身上呢 独孤拜天 带上空铜印 没有理会这帮人 便要离开此地 镇海王等人 没有丝毫动作 看着独孤拜天离开 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 这里任何人都阻止不了他 况且 空铜印本 就是焦魔王要送给人家的 他拿走空铜印 是物归原主 但 总有那么几个不幸邪 不怕死 被贪婪蒙蔽双眼的家伙 要跳出来 独孤拜天 留下空铜印 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在这 你带不走空铜印 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其中一人 还扯上了在场所有人 意图激起众人 把这里的人都落下水 蛊惑人心者 有罪 独孤拜天 只是回头 淡淡地看了他们一眼 眼中的冰冷 爆发出璀璨光滑 一股浩瀚的天威 便猛然降临 至尊至威 神圣 冰冷 素目的禁忌气息 如九天之上投来的目光 庞大的恐怖压力 在瞬息之间 将刚才直接释放恶意的人 全部碾成了碎末渣扎 其罪 当猪 碰 几团血物在人群中生气 所有人妖二族 心中顿时一领 刚才那一瞬间的天威 毫无征兆 毫无欲试 独孤拜天 根本连动都没动 灵气都没拨动一下 这股天威 便轰然降临 这便是传闻中 独孤家族的逆天之血 他们尽管 已经听说过很多次 但亲眼目睹 这还是第一次 这份能力 未免太赖皮 太可怕了 根本就是无差别 无消耗的全方位打击 这就是来自苍天之血 来自苍天的力量吗 家户便已如此 那他真正爆发逆天血脉 施展逆天圣法时 该有多恐怖 他们无法想象 苍天之怒灭了几个人 独孤拜天 便要继续离开 但是 幽州本土势力 不答应了 他们不相信 这么多人在此 奈何不了一个独孤拜天 作为与妖族接壤的战场 幽州民风彪汉 以实力为尊 幽州王 更是九州唯一一个 独自一王 执掌一州大权的人亡 这也让幽州人 更看不起九州内陆的人族 这次玄界开启 幽州王的小儿子 杨江也来了 本来他还顾及 郑海王和黑龙皇 两大准皇 但是现在这个什么独孤家 一出来 就让他们束手束脚 一向眼高于顶的他 对着一旁的护卫 用了个眼色 就迈步走了出来 站住 喊住了独孤拜天 你可以走 但空铜印必须留下 嘿嘿 人族 黑龙皇满是身长 意味地拖着长鹰 他没想到 这独孤拜天都有人来 看了一眼 杨江以为底牌的 王府大总管杨丽 他就明白了 一尊气血枯竭的肉身天人 感知不道道的诡计 难怪了 郑海王脸色一黑 杨江这是明摆着打他的脸 甚至可以说 打人黄的脸 阿清看不惯了 你这人真奇怪 明明空铜印 就是独孤家的东西 人家拿走不应该吗 杨丽呵呵一笑 小姑娘真是 不知天高地厚 身形枯瘦 却散发着 如同远古巨兽一般 致命威慑力的杨丽 站在半空 磅礴无边的压力 看似镇压全场 独孤拜天思 毫不在意地 看向开口阻止的杨江 叫住独孤拜天后 杨江环视四周 第一次感觉 仗势气人这么爽 可 他现在很享受这种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的感觉 轻轻咳嗽一声 杨江在一众护卫的拥护下 越不向前 郑海王黑成锅底的脸色 直接被无视了 现在在他看来 郑海王不出声 就是默认了 什么天下第一人亡 还不是帕洛夫王 杨江一脸的洋洋得意 却没发现 身后来自九州的人族势力 都默默与他拉开了距离 在他看来 什么郑海王 天下第一人亡 都是虚的 只有他父王 才是真正的最强 郑玄界中的诸多人族宗师 哪个不是天才堆里爬出来的 哪个不是一世之选 成为宗师 起码都有三十岁以上了 眼力都少不了的 一看杨江这个样子 再看看郑海王的态度 哪还有不明白的 这时候不拉开距离 等什么呢 尤其是诸位伏在天上的大宗师和尊者们 清廉尊者还好些 只是落了下去 去陪自己的徒弟 剑手直接合上双眼 退到郑海王身后 默默分担黑龙皇传来的威压 明明所有人都是一副在看好戏的表情 这杨江是真有实力也好 还是志大才疏也罢 都与他们无关 哪怕是幽州本土势力 对于他这副做派 也是看不上的 别说什么人亡之子 护右一方的才是人亡 他还代表不了幽州王 而刚刚独孤拜天的恐怖表现 也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 但是 在杨江这个 从小就生长在铁鱼血之中的 幽州人王之子看来 他们都是被自己父王的威名蛰伏 不得不退出争夺 还算他们有眼色 记住这些退后的 本会本殿下 收他们此次玄界之行七成的税 杨江丝毫不遮掩的声音传播开来 是 一旁的侯奴们轰然映没 顿时 在他身后的妖族 纷纷看向其他九州势力的人族 一副你们 怎么还不内讧 都收你们七成的税了 你们还有没有卵子 满脸的挑衅表情 无数年轻气盛的青年宗师 壮年大宗师 被郑宇弟子说话的青年尊者 分出一丝真气定在原地 现在还在玄界之中 在妖族面前 表演人族内耗算什么事 真要办 也是出去玄界再说 当然 最重要一点 杨江还是有本钱的 那就是他那个疯子一样的父亲 幽州湛王 以湛为名 可见 他的形式风格如何了 最关键的是 这个湛字 是他刚刚成为人王后 就孤身一人 奔袭十万里 前往妖族圣山 杀死老妖王树头 并且在妖皇追杀下 活到了人王救援之后 妖皇亲口称赞他的 人族无不以此为荣 一位新人王 就能从数千年法力的妖皇手下逃脱 这是何等快哉 但是 传到这位耳中 却是其人生最大耻辱 是要斩杀妖皇血耻 直接将这个战子刻在了剑上 开始了百余年 如一日的复仇行动 三天一小偷 五天一大打 只要打不死 就往死里打 秉持着这样的人生信条 这位战王 真的是比平头哥还平头哥 硬生生把自己人王千岁之寿 打得五牢七伤 就剩三百岁寿的狠人 到现在 年近二百七十岁 只有半个甲子的岁寿了 可以说大献在即 但是依然活跃在妖族腹底 一点都不怕 被围困绞杀 也不担心兽数不足 虽然早就能突破 不知为何 他还在压制自己 切 那边的妖族崽子 你们要是无聊 爷爷也可以先给你们松松皮 杨江看了看 没人上钩 直接对着一旁的妖族对了起来 说起来 杨江这脑子 和他爹真的就是一脉相传 只不过 他爹是莽过平头哥 他是二国哈士奇 你 一旁拱火的妖族 看了看杨江 又看了看那干尸一般的老天人杨丽 在老元王的金金下 乖乖闭嘴 退到后面 一群闹肿 杨江一脸不屑地唾气一声 发现还是没人上当 就停止了这种耳闲钩直的钓鱼行为 作为幽州战王的小儿子 得益于自己父王的平头哥一般的莽夫性格 幽州王府 一直都是人妖两族暗战的中心地点 作为幽州王幼子 杨江一直是妖族暗杀要求中的前三 但是在老师们的保护和期望下 他还是长大了 并且完美地完成每位老师对他的每一项要求 这一次 如果不是富海玄界闹出的动静太大 引起了人妖两族的重心偏移 杨江也没机会离开王府 前来探险了 暗地里各自派出好手 前往玄界之中获得传承 收获各凭本事 生死各安天命 这也是幽州前线两族之间 少有的默契了 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之前被压下消息的独孤拜天 居然与这玄界有如此神奇的关联 而且 中州等人都在这位独孤默议 身边安插了眼线 在得到消息后 竟然心照不宣地一起向幽州这方土地袭来 直接打破了两方势力的默契 杨江看了看老管家 这位年老的肉身天人点了点头 确定了独孤拜天 对自己没有知名威胁后 杨江一抬头 本世子不喜欢你 现在一个妖言惑众的骗子 仗着有几件劲气 就能出来招摇撞骗了吗 说着 他还特意看了一眼 来自冀州的人族高手们 尤其是元神刚 杨江也不是无谋之辈 他也从一些人口中 了解过独孤拜天的实力 但是对于那些传闻 他更相信 眼睛看到的 虽然刚刚独孤拜天的表现 很惊艳 但也不是没有其他手段可以做到 更何况 经过老管家杨力的观察 独孤拜天根本没有那么强 他更相信老管家的观察 这位天罡门门主 氧气功夫十足 与他火爆的战斗风格不同 对于杨江有意的挑衅 置若罔闻 独孤拜天依旧不为所动 反倒是阿清抱着他的手臂 都快睡着了 杨江却越说越兴奋 仿佛说着说着 自己都信了 不对 他就是把自己都说信了 听着杨江一副笃定的语气 揭露着独孤拜天的种种骗局 郑海王脸色越发有黑 恐怖的压迫感 压得妖族一方 所有发出笑声的妖王 都被压趴在了地上 好笑吗 郑海王的声音酷烈的 仿佛如同阎罗地狱中 吹出的寒风 杨江以为是自己揭穿 独孤拜天的骗局 得到了回应 更加阵阵有刺起来 郑海王看向他的眼神中 明显动了真怒 下一秒 幽州王府老管家 一个闪身 挡在了郑海王的视线前 枪 泛着寒光的眼神 落在他身上 仿佛砍在一块晶晶之上 窦大的冷汗 顺着杨丽的脸 低在地上 摔成八半 他都来不及擦 连忙五体投地 行了个大脸 谢大王不杀之恩 杨江缓缓转过身 梁九才从生死危机中 回过神 他难以置信地 看向郑海王 以及拉住他一只手的剑手 你居然想杀我 居然敢杀我 他的眼神中 写满了这句话 清廉尊者叹息一声 放开了对一众人的束缚 为幽州王感到不值 怎么的 你以为玄界之中 就你一个聪明人 九州其他人都是傻子 独孤拜天是真是假 大家分不清吗 你一个宗师未成的 有什么资格质疑 就凭你身边那个神识萌妹 气血衰败枯竭的肉身天人 谁给你的勇气 当着这么多大宗师 尊者人王的面 大放厥词 你的人王父亲 一旁黑龙黄肆意张扬 大笑出声 太有趣了 原来这就是你族战王之子 我们居然还担心过 人族一方中 来自幽州 兵州的明显低下了头 没办法呀 人家说的对呀 儿子教育成这样 说明战王后继无人啊 出手吧 独孤拜天解下腰间 装着空铜印的锦囊 对着杨江他们说道 好 就见杨江韵立于掌 十余道三尺长宽的掌印飞出 封锁了独孤拜天的躲闪方向 然后突然张大嘴巴 一声闷哼 一道白光煞石飞出 直刺独孤拜天没信 啪 明明是基于他人神气 说的冠冕堂皇 先败了士气 现在刚开打就偷袭 又败了人品 耻辱啊 放肆 镇海王真的怒了 以他的眼力 当然看得出那白光的形状 这明显是战王给自己儿子 绝地反杀的一张底牌 独孤拜天身上的秘密 事关重大 关乎人族气欲 绝不能出事 李兄 别走啊 黑龙皇一看他动了真怒 本着敌人想做什么 我就不让他做成的想法 长大的胶尾一卷 将剑手与镇海王拦下 就在这时 一道淡漠的声音 响起 绿令 断 碰 扑 白光的断裂 与杨江口喷鲜血倒飞而出 在同一时间发生 净 死一般的安静 一位人王之子 用出底牌后 就这么三个字 就废了 他们看了看 躺在地上 有劲气没出气 鲜血浸湿了前胸 真气散尽的杨江 嗯 是真废了 小贝 竟然如此心狠手了 杨历检查了一通 发现 就连他的经脉 他的道徒都一起断了 杨历双目赤红 咆哮中尽是疯狂 随着轰轰雷鸣 便在杨历深周响起 一股庞大磅礴的浩大之势 虚空声波 虎抱雷音 肉身大成的天人 才能有此成就 这是杨历逆转气血 气费充血的薄命之力 一块块干枯的躯体 恢复饱满 汹涌的力量 又从身体内涌出 无形的刚风 环绕在杨历周身三尺之内 这是他的制控圈 他的小天帝 三尺之内 人尽敌国 天人动怒 玄界色变 一眨眼 独孤拜天眼前的天帝 就瞬间变了景象 杨历站在大地上 其身后是代表他 无尽怒火的天雷 随着他的动作 滔天气血 引动天雷幻化成太古凶兽 电舞银蛇 释放无尽毁灭之力 轰咙咙 雷声蒙鸣 去死 天空之上 晴空震雷 映出一片亮眼的银色 咫咫咫 不闪不躲 口吐一字 当 杨历的惊天一击 停在了虚空中 撞击在了虚空上 无法再进分毫 这一击 就停在独孤拜天 身前三尺的距离 就这三尺 仿佛隔了一个世界 站在其后的独孤拜天 别说受伤了 就连一脚都没动一下 怎么可能 一位天人的权力一击 居然也无法打破 一字之力 恐怖如斯 当 杨历不相信 再一次用尽全力 还是被无形的虚空拦下 他咽下口中溺血 不敢置信道 这是什么手段 苍天之户 独孤一族的逆天血脉 在下今日算是领教了 杨历大鹤 猎阵 一众红了双眼的护卫 迈不上前 逐辱臣死 现在世子废了 他们这条命 也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作为人族与妖族征战的底牌 战阵之力 高深莫测 而作为世子的护卫 众人对于战阵 自然并不陌生 战阵 却 轰隆隆 战阵汇聚众人的力量 全都化作了璀璨雷霆 凝成一道闪动的雷霆之枪 以天人战力的杨历为风 这一击 就是人亡 被击中 也要丢半条命 却 雷神之枪 带着毁天灭地的惊天威势 卷起层层风暴 恍若雷神从天上投出了这一枪 崩灭 杨历带着世然的笑容 看向独孤拜天 这一击之后 他必死无疑 对大王也有个交代了 却见那家伙 还待在原地 看向他们的眼神 和看其他人没有不同 就像看一朵花 一根草一样 无关轻重 也不必在意 他们是认真的 不要大意 快动啊 阿清想要拉开他 独孤拜天握住他的手 拍了拍他的手背 杨历这一刻忽然明白了 我们在他眼中 就是蝼蚁一般的存在吧 一只蝼蚁的攻击 又有谁会当真呢 雷神之枪 在电弓火势间投来 阵战在苍天之户上 爆发出猛烈的力量 独孤拜天伸出了手指 律令 逆转 说着 他的手指 第一次点 在了巨大雷霆之枪的枪肩上 下一刻 碰 带着无尽伪力的雷霆之枪 原地调转方向 急事而回 不 不 不 雷霆炸裂 洞穿玄界 虚空风暴降临此间 一场惊天大暴 炸在杨历身前炸开 你以为什么是天道 硝烟还未散去 众人就听到独孤拜天地 对着一片空旷的地面 缓缓开口 娓娓道来 这世间本身一片混沌 无中生有 又诞生了世界 这天 本是世界开辟之初的一团亲戚 在场人妖二族的修士 无不竖其耳朵听了起来 明明玄界已经恢复 他们也还是闻思不动地保持着姿势 这等太古机密 万一打断了 独孤拜天不说了怎么办 这亲戚高举三十三层天之中 调理阴阳 疏理法则 久而久之 就成了这三十三天之灵 后来 生命诞生 无数仙天神圣 也纷纷出世 其中有大神通者园 建立神庭 好为神帝 这团亲戚 就被他炼化为神中 镇压神庭气域 远古时期 就已经有神庭了吗 镇海王看了一眼 胸膛微微起伏的杨江 还是镀了一道真气过去 远古神庭 太古天庭 这其中一定有大机缘 而且回想起这玄界的来历 镇海王眼角余光一瞄 就发现 黑龙皇的大头 正在对着自己宁笑 看来 他也注意到了 剑手上前一步 两人一起压制住黑龙皇 这老妖也不在意 扭过头继续听了起来 现在记得越多 回归圣山 他得到的就会越多 至于真假问题 与他何干 他只要 拿到附海大圣的传承就够了 大圣啊 还是一尊铜族的交类大圣 这不是明摆着给他的机缘吗 神庭治世 将这周天之内的万灵 划分为五类 灵灵毛与鲲 有鱼者以凤凰为常 有毛者以麒麟为常 有灵者以龙为常 这三族最强 自然这三族也主导了神庭 久而久之 三族之间的冲突 越来越明显 直到神帝都无法调和 大战开始了 这场大战 连绵数百年 最后 连神帝也被牵扯其中 而天道 就诞生在三族反天之战后 神帝死在了神中之前 神中也被撕裂 神器崩溃 神帝满是怨恨的地血 洗刷终身 神中残骸中 天道诞生了 神中本是三十三天之灵 诞生于神中残骸的天道 一出现 就继承了神中与神帝的权柄 主宰天界三十三天 而且 因为神帝之血洗礼 十二为恶 万灵无奈 以雷若人族为祭 供奉天道 独孤拜天的声音很平淡 却打开了一道门 众人推开后 看到是一片黑暗 黑暗中唯一的光 就是被万灵绑好 供奉在祭坛上火堆前的人族 刷 一众人族修饰 赤红的双眼 像一柄柄尖刀刺向一旁的妖族方阵 什么万灵 就是成了仙神 他也顶不住啊 就在一众人 都被独孤拜天的话吸引的时候 一个被无视的人 正在努力隐藏着自己 独孤拜天 马上 马上我就杀了你 杨江怀中的御服 越发炙热 烙铁一般 欠进他的血肉之中 但是 哪怕他脸上的冷汗 蹭蹭直流 坚持 我要坚持 我要他死 走吧 独孤拜天收起颈囊 抱着阿青 就像岛礁入口飞去了 空门大开 背部完全没有防御的 面向所有人腰两足 但此刻 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动 看着杨丽尸骨无存的战场 谁上去谁杀 他们宁愿回到刚才那 动弹不得的静止状态 以免自己不小心活动 引起独孤拜天的注意 就在御服发热之时 远在妖族圣山附近狩猎的战王 忽然停下动作 站起身 看着幽州那边的天空 在那里 有一股压抑的恍如末日降临的气息 这是 加二 战王闭上眼 细细赶知自己的半身 去死吧 搜 百战余生的气息扑散后 战王的虚影降临了赴海玄剑 战王背负双手而立 竟显大洲霸主风范 他看着化身为天的独孤拜天 眼中有闪光闪烁 人王之上的神识瞬息之间覆盖全场 天 战王喃喃道 独孤一族吗 我明白了 战王嘴角掀起了一抹灿烂的笑意 世上竟真有逆天独孤一脉 誓杀天道 夺天之权柄 为己所用 道是谋小瞧了天下人 很好很好 战王看着远处的独孤拜天道 我战王此来不为争夺秘境 只为与天争个高下 苍天之影的冷漠淡化了一些 一招 我这句半身仅有一击之力 我便以这一招来领教天之神威 独孤拜天 接我一试 百战 战王半身降临 便以强大的天人之力掌控全场 那天地万象之力为己用 战王以手为刀 竖直一划 阴风丝毫 仿佛一刀下去 打开了一道鬼门 这正是战王百战刀法第一事 一刀出 万鬼随 无数战王刀下之鬼猛地 朝着独孤拜天扑去 不差 不过 还不够 独孤拜天转过身 一道虚影 在他身后显现 苍天 所有人看到那个虚影出现脑海中的 只有这一个名字 你有资格 见到我独孤七天之一 苍天 死 竟然真的是苍天 逆天独孤 独孤七天 许多济州人 瞳孔俱阵 当初独孤家的玄介中 记载了远古天道之下有九天 现在独孤拜天说 他独孤家有七天 所以说 这天道连同九天 几乎是独孤家一力解决的 只是天威者 死 红中大吕一般的神言 从他身后虚影口中吐出 战王的半身 瞬间碎裂开来 哈哈哈哈 今日这一缕真神 打得不过瘾 他日 你我真身相会 再做过一场 说完 战王的虚影 耗尽了所有力量 消失在半空中 镇海王与剑手相视一眼 苍天之威 恐怖如斯 独孤拜天 撇了满面 怨毒的杨江一眼 转身离去 碰 杨江的头颅中 传出一道闷响 直到他走远 身影消失不见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作声 直到此时 他们才敢活动声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 这冻结的时空里 那道伟岸的苍天之影 展露冰冷的 没有任何感情的眼神 这眼神极寒 洞彻心神 蒲颜哗啦 仿佛玻璃破碎的声音 承载了天人之力的杨江僵住了 他的脸上和手臂上 都出现了诡异的裂痕 哗啦 杨江整个人连带着 他发出的志强一击 都宛如玻璃式的裂开 碎成一片一片 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便永远地消散在了 这静止的时空里 杨江 死了 以极其诡异 极其恐怖的方式 永远是去 明明前一刻 他还得意洋洋地 打出超出天人的战王半身 下一刻 却以化作飞灰 距离玄界关闭 已经过去两天 这两天里 发生了不少大事 成为幽州人的饭后闲谈 首先是玄界里的事 自独孤拜天 强势斩杀堵在玄界之前的 幽州妖族势力后 大量的人妖两族 涌入其中 富海大圣设下的宝物 都被各自的有缘人得了不少 但是富海大圣收藏的那些神器 则一个个高傲无比地 遁入了虚空 不肯为世人所用 而跟随他一生的大圣兵 方天化己 却一直屹立在原地 等待着 一个能够获得他承认的人 来拿走他 当日继续探索玄界的人 没有一个能拿得动 这件反天神器 无论人族 妖族都是过了 但都没有一个 得到神器的承认 成为大圣传人 连带那传闻中 拥有古龙血脉的黑龙皇 也被怀疑了他 到底有没有龙族血脉 在妖族势力看来 这幽州妖族 也太不成气候了 你一个皇级战里的蛟龙 进入富海玄界 居然得不到传承 但玄界的事 已经和独孤拜天无关了 鱼儿洒出去了 等着鱼儿上钩就行了 想到这 独孤拜天 深深地看了一眼阿清 怎么了 你想去哪 独孤拜天开口问道 你选就好了 我都行 阿清也毫不掩饰 眼中的柔情 看了回去 看就看 谁怕谁 独孤拜天想了想 说道 我接下来会在幽州 继续逛一圈 之后去徐州 再去更大的地方 阿清眼角 挂着抹不去的微笑 独孤先生 是在跟小女子 汇报行程吗 独孤拜天的身影远去 阿清撇撇嘴 跟了上去 两人在幽州大地上 走了很久 在一家农舍 借宿住了下来 妖族圣山 一众激年老妖 已经炸开锅了 查得怎么样了 情况属实 我就说 你们幽州妖族不行 当日进入 大圣玄界的妖族 不论是宗师妖将 还是尊者妖王 还是那黑龙皇 都没有任何一个 能得到传承 可恨 可恼 把那黑龙王 给本王抓回来 这次玄界关闭 要想再打开 就必须一位妖皇出力 本皇要亲自去一趟 给你们一个交代 一尊幽州出身的老妖皇 开口说道 没办法 自己家后辈不给力 只有自己上了 更何况 一尊大圣的传承 大县将至 虽说 他已经活了近万年 哪有活够的妖 看得到了答复 几位老妖话头一转 哼 这次我族要两个名额 凭什么 就凭我族是蛟龙血脉 与大圣同族 同气连枝 这也只是你 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脸这么大 你怎么不去找独孤拜天 那空铜印你去看 提到空铜印 在场所有妖都治了治 空铜印这三个字 仿佛具有神奇的魔力 牵动了所有人心神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 老是向着那独孤拜天说话 不 我只是实话实说 分明厉害 省得你们头脑发热 做事不考虑任何后果 徒增伤亡 你 算了算了 人家也不是针对你 在场中 难得有这么清醒的 老实说 那独孤拜天的实力 早已达到了一个通天彻地的地步 现今又有空铜印在身 我等妖皇 恐怕更不是他的对手 我等对上他独孤拜天 怕是凶多吉少 想要挫败独孤拜天 非我族妖胜出手不可 而且老实说 我们就算全部出动 也是师出无名 不让九州人族看笑话 现在 全天下都知道 空铜印本 就是独孤家之物 在玄界内 空铜印都已经自动认主 表明事实 他们却还不知死活地凑上去 不是找死是什么 尤其还耽误了获得大圣老祖的神器 简直是败我妖族脸面 连最基本的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你们竟然还想出师独孤拜天 是嫌我妖族的脸 丢得还不够吗 说着 气势多多逼人起来 也不知最近是遇上了什么事 对幽州妖族这种丢妖族脸面的事情 格外看不惯 老妖皇这一说 妖族圣山前里 变成了许久 老妖皇说得处处在里 他们一时间竟无法反驳 那你说怎么办 这事我们是理亏 但总不能什么事都不做吧 老妖皇呵呵冷笑 有什么想法直说吧 这里又没有外人 老妖皇便直接说明了 我说你们是不是脑子僵化了 独孤拜天是谁 我们调查到的消息 还不够说明 他是逆天独孤一脉 最后的末义 是有史以来的最强血脉 超越了他的元祖 凌驾天道之上 现今又有空铜印在身 你们居然还想着对付他 第一代独孤拜天就能是天了 现在这个历代最强其成就 难道还不如他的元祖 好好想想 我妖族是不是比苍天还硬气 苍天都被他灭了 我妖族又算什么 像独孤拜天这样的人 要杀 就必须保证百分百能杀死 一旦杀不死 他就是我们最恐怖的恶梦 老妖皇字字朱击 打在众妖族的心里 他们眼前 仿佛浮现出了 帝带独孤拜天 联手大胜 斩杀苍天的画面 所以 像独孤拜天这样的人 是他的最强血脉 但那与我们无关 我们妖族 只要做好自己的就行 别忘了 我妖族精于体魄 若我妖族有人 能嫁入独孤家 传承是天血脉 我妖族何尝不能出一个 更强的独孤拜天 你们想过这些吗 一众老妖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被他所说的话 描绘的光景所打动 老妖皇又补充道 而且还有一点 大圣老祖和独孤家是盟友 独孤家还在老祖最危难时 给予了帮助 有这份情谊在 我妖族和独孤拜天 接至起来 远比其他人更为容易 大圣不管怎么看 都是妖 虽然大圣没说什么 但所有人都将大圣自动归为了妖 讲道理 还是你脑子清醒 老妖皇又说道 另外还有一个异常关键的点 老妖皇正重道 大圣的逆天神器 以及大圣老祖 至今还藏在玄界最深处的尸骸 获得大圣老祖的逆天神器认可 以及寻到大圣老祖的尸骸 是我们接下来必须要做的最要紧的事 远在幽州王城 杨江的死因也随着玄界关闭 传回了王城 自然也传遍了幽州大地 杨家 杨家众人聚在了一起 自然是商量对待杨江之死的态度 有什么说的 既不如人 还丢了自己的性命 要我看 还是先安抚好隶属后人 这才是正事 说起杨历 杨家众人都脸上充满了对杨江的厌气 身为跟随战王一生的老兵 他们这些小辈 大多数也是杨历看大的 因此 他们对于杨历的死 还是很在意的 自然有为其报仇的想法 但是 现在的情况 随着消息传开 既不如人 而且 自己家还是杨江 想要抢取豪夺 才导致杨历死亡 根本没有理由 最关键的是 打不过 独孤拜天 现在浩天神器在手 不找他们麻烦 他们就烧高香了 久久无语 我没让你们去对付独孤拜天 趁这个机会 玉外妖族 一定会再来的 我杨家荡设下埋伏 他们去找独孤拜天 杨家年轻一代 纷纷精神抖揍起来 他们老早就想去玄界看看了 打完仗 正好去里面看看 要是能带走妖族大圣传承 就更好了 中周 三大圣地之首 天道宗 本带天师 看着远方济州的天空 一阵出神 身后 天师弟子说道 师父 是上次传来消息的那个人 天师点点头 大劫将至 小徒弟抬起头 师父的意思是 独孤拜天 就是应劫之人 可他不是太古圣人吗 天师摇摇头 应劫之人 可没说 就要生在劫中啊 师父考考你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小徒弟手指掐算起来 九州乱象一生 那我天道宗这一代的天下行走 该出事了 师父 这次天下行走 是哪位师祖啊 小徒弟小手 无嘴惊呼道 眼中满是好奇 天下行走 只有天道宗才能选出 每一代只有一人 如果有两人 则一人出 一人封 以后出事 天师摇摇头 小徒弟小手一转 师父 我算错了吗 可是最近九州市里 个个不都好好的吗 天师还是摇头 你境界不够 看不到天意 原本这天意 是一滩死水 但自从冀州事变以来 天意就乱了 就像是突然有了思想一样 每天都在变动 这是大劫的征兆 天师凝望上方的天空 仿佛能透过厚厚的云层 看到天空之上 那一双毫无感情的天之眼 有一双无形的大手 正在搅动九州风云 搅动天意 师父 您的意思 是指独孤拜天吗 天师没有直言 只是说 这古力量名为神灵 名为苍天 或许是独孤拜天 也或许不是 天师又感叹起来 不知道上古时代的上古先民呢 在那个时代 会是何等风采 小徒弟顶着两个小啾啾 一脸不解 可是 我天道宗远远流长 也未曾听过这些歧视 大圣和独孤拜天 会不会是其他势力 故意做出来 干扰我们视线的 你会这么想 难道他们就不会这么想吗 我天道宗 虽远远流长 但是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很大 很大 我天道宗 作为众人议论的焦点 独孤拜天和阿清 走在繁华的城市街道上 阿清抱着独孤拜天的手 半个身体 靠在独孤拜天身上 这样的动作 已经成为了日常 独孤拜天和阿清 现在都没有觉得怪异 阿清问道 接下来你想干吗 复兴独孤家 阿清白眼一番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我的意思是 接下来 你要做什么事情 总要有一个目标 定一个先后顺序吧 无情的点头机器 你现在在冀州已经无敌 这冀州也没有能看的了 我觉得 我们该去其他大州走走了 对你而言 冀州实在太小了 啊 对对对 而且独孤家的威名 也不能只局限在冀州 独孤拜天点头 表示你说的都对 你之前不是就决定了 要去其他地方吗 决定了按原计划 我们接下来的第一站 就是幽州前线 阿清沉思许久 一拍巴掌 战王可是放过狠话 要在幽州皇权魔宗等你的 阿清兴奋到 你过去把他给揍了 就解锁了幽州无敌 届时就完美攻略了两个大州 带着一身荣耀前往其余大州 最后 咱们再去真正的九州中心腹地 与三大圣地一争高下 哈哈 阿清唯恐天下不乱 我都能想象 等你去了神州 那群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们 会被打击成什么样 独孤拜天无语 表面上还是一如既往的风轻云淡 那就走吧 不要 独孤拜天看向他 眉毛微微一扬 阿清鼓着脸 人家走不动了 可是 我们才从客栈出来 独孤拜天的声音 依旧平淡 阿清更气了 扭过头 看见了一对抱着孩子的小夫妻 眼睛一亮 扑到了独孤拜天怀里 只像一家三口 你看到没有 人家也要 独孤拜天看过去 忍着做出地铁老头手机表情的冲动 他一脸疑惑地看向他 有话直说 阿清生气了 跳起来抱住他的脖子 就挂在了他身上 独孤拜天瞥了阿清一眼 任由阿清伴 挂在自己身上 一路朝着城外走去 我生气了 我生气了 独孤拜天停下 阿清站在地上猛地抬起头 眼里满是小星星 他抱紧独孤拜天撒娇道 抱抱吗 我要抱抱 我就要抱抱吗 自己走 不要 你不抱着我 我就一直这样 独孤拜天无奈 只能抱着他 快步向城外走去 这魔女看着独孤拜天 越来越红的脸颊 笑得见眉不见眼 双手紧紧地环抱他的脖子 耶 我又胜利了 幽州前线 大仗中 战王忽然抬起头 没多久 这座营地前面 走来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 战王站起身 再出现 已经到了营地外面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很久啊 独孤拜天看着他 战王站起身 仰天长笑 本王于幽州 已无敌手 纵横无敌多年 境界早就尽无可进 说着 战王一脸的意气风发 传说中古之古之圣贤 驾邻天地 领悟天道 明悟天意 本王今天就想试试 战王的积攒已久的战役 已经到了极致 独孤拜天 化身苍天 与我一战吧 这苍天 究竟有多强 我这一双拳头 能否旱天 战王的威压 导致整个黄泉魔宗上空 弥漫了阴云 天空中 风起云涌 阴云汇聚 战王的意 左右了天地变化 使得天空中乌云密布 雷霆翻滚 轰 轰 元气对冲 倒到雷霆 粉碎虚空 战王的身影无限放大 这一刻 他就是整个世界唯一的主宰 战王四周 便有来自战场的血腥杀气弥漫 整个人族营地的温度 骤然猛降了十几度 恍如寒冬忽然降临 军士们纷纷精神抖擞起来 战王今天 终于要一展神威了吗 人亡之战 不过 对手是传说中的逆天独孤末义 也不知战王能否打败他 成就古之圣贤 你不差 独孤拜天 见战王这般阵势 点点头 苍天化身缓现 哄 一股元比战王更加威严 令人心颤的强大压抑感 猛地压了下来 源自灵魂深处 源自自然规则的禁尾 在所有人心中升起 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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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独孤拜天身后 出现了一尊可怕的虚影 面对他 所有人心中 都不由升起了沉浮之意 那恐怖如灭世天灾 末日降临的灾恶气息 压在了所有人心上 一名名士兵身形晃了晃 差点经不住 被这庞大的天威压在地上 勉强支撑住身体后 众人继续看向场中 天 这就是真正的天吗 湛王深呼吸一口气 直面独孤拜天 他才真正了解了 什么是天威 远比那日在玄界中的感知 更加清晰 他缓缓 摆出了进攻姿态 欲成古之圣贤 就必要直面天威 独孤拜天 现在就是天的化身 湛王要面对的 乃是太古时代 那无道的苍天 他若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 领悟天意 往后必然能成就至强古之圣贤 这是属于他湛王的机缘 来吧 湛王大吼 湛意熊熊燃烧 直冲云霄 苍天 来湛 百湛无我 湛王精气神三宝合一 人体小天地疯狂运转 真气外放 化作一张大网 接天连地 以自身为枢纽 带动外界大天殿 这就是他的领域 他的法 湛域 百湛无我 有进无退 有敌无我 无我无生 湛 对此 独孤拜天 依旧没有任何动作 他只是淡淡地看着湛王 纯白的双眼中 没有一点波动 见湛王步步逼近 独孤拜天 缓缓地吐出一个字眼 散 一字祭出 万法退散 现在的独孤拜天 化身苍天 口寒天线 这一刻 他就是苍天本身 他就是万物主宰 他这轻轻的一个伞子 就是绝对强权 散 此字一出 湛王煞时感觉到 自己被苍天唾弃 世界开始排斥他 他体内完全属于他的灵气 也开始排斥他 百湛无我 被强制驱散 四周灵气也自动平息 他的攻击就这样归于平息 没有任何争斗 没有任何博弈 他的根本大法就这样 被一个字解除了 湛王猛了 不只是湛王 所有人连带着阿清都猛了 他们看到了什么 湛王的强悍攻击被瓦解了 不是被攻破那种瓦解 而是自然而然灵气溃散 恢复原装的 而瓦解其攻击的 仅仅只是独孤拜天的一个字 一个散字 他说了散 那么湛王的攻击就必须散 死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后心有一股凉嗖嗖的冷气 忽然窜气 游走了全身 这也太犯规 太变态了吧 这样打 谁能打过独孤拜天 任你千般法术万种手段 我惊口欲言 一字极断 湛王垂落双臂 心中翻滚起滔天巨浪 这是什么 独孤拜天双眼纯白 没有说话 此时的他 就是苍天 他说的任何一句话 都是天业 见独孤拜天不回答 湛王煞事明白了 苍天 湛王喃喃道 这就是天吗 此刻独孤拜天说的话 就是上苍对万物生灵定制下的管控 是万物生灵必须遵从的法则 所谓天要你死 你不得不死 天要他死 湛王也一样得死 如果天连这个能力都没有 也不配称之为天了 他小瞧了天 小瞧了古之圣贤 小瞧了逆天独孤 更高看了自己 湛王深呼吸一口气 我输了 多谢赐教 很干脆 很利落 湛王认输了 至于为什么 毫无收获的战斗 打他干嘛 湛王大打咧咧 将消息往回传 这次独孤拜天真的无人不知了 时间一眨眼 过去了七天 在前往中州的道路上 阿清一直呆愣愣的 看着独孤拜天 他还没有回过神来 那可是湛王啊 他父亲都犯处的存在 他承认 他知道独孤拜天 确实很强很强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独孤拜天居然强成这个样子 一句话 啊不 一个字就一个字啊 他打败湛王就仅仅说了一个字 一个散字 然而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一个字 幽州第一人 传说中具有成圣资质 无限接近古之圣贤的湛王 就这样输了 输了 输得一塌糊涂 一个字打败湛王 这得是什么实力啊 阿清不敢想 也不知道 他知道 就算是自己老爹 想要打败湛王 也至少得半条命 你这个字 是想闹什么 而且他还有 浩天神器空铜印 没有动用 要是再加上 浩天神器空铜印 简直就 就离谱 阿清心中有很多话 但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怎么说 独孤拜天清冷的目光 朝他看了过来 你看了一路了 不累吗 阿清反问道 那你走了一路了 不累吗 他凑了上来撒娇道 独孤先生 你就告诉人家吗 你真正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独孤拜天 沉默良久 才在他期望的眼神中 摇摇头 不知道 阿清无语 我怀疑 不 你就是在敷衍我 今天大眼阁 怎么没开门啊 大眼界中 一团光影对着 站在大眼阁前的 一众光影问道 他是最近才进入大眼界的 才被人选中 加入一方势力 你问我 我还不知道问谁呢 大眼阁顶 林阳坐在主位上 看着手里的记录 他在新世界玩角色扮演 玩得有点嗨了 完了29天才想起来 自己还有一个新员工 没验收呢 林阳这才暂时放下玩闹的心 回归穷顶 不过看着白小生 交上来的记录 还有那增长了80倍的 神机点流水 林阳点了点头 这员工不错 他抬起头 看着站在那局促不安的白小生 怎么还站着呢 坐吧 以后在我跟前 该坐着就坐着 该干嘛就干嘛 别总等着我嘱咐你 白小生立刻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 这下妥了 我这次过来 本来是想看看 你适应的情况 现在我感觉 可以给你加点担子了吗 蹭 白小生刷就站了起来 多谢主公 卑职才书学浅 恐怕难以胜任 我说你行 你就行 面具下 看着激动的白小生 林阳嘴角勾起一抹恶趣味的笑容 白小生坐下后 对自己刚刚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都是恍恍惚惚 不记得了 断片了 你看看这个 林阳伸手拉出一块头影 放大到他眼前 这是 你要帮人复活 白小生瞳孔俱阵 然后看向林阳 在他眼中 这个青铜面具后的人影 越发高深了起来 没错 林阳淡淡点头 穷顶又一次复苏了 而关于下次复苏的条件也出现了 那就是多元 这需要时间线的变动 而多元就象征着这个世界要补完 要产生变化 林阳就目光放在了那些已经消失的人身上 不然 如果只是活动快要结束 他还不至于这么快赶回来 关于自己刚刚的恶趣味 他侄子不提 就让白小生自己去琢磨 为啥断片吧 你做好准备 这次可有的忙了 不要出什么纰漏 不然连累到我 林阳意味深长 大人放心 在下明白 白小生连连点头 好了 去准备吧 白小生退了出去 林阳摘下面具 身下的椅子瞬间变为王座 开始吧 随即 大眼隔前 出现了一块巨大的投影上 外界榜单 也被同样的投影取代 榜单被挂到了左上角 随即 一行信息出现在了画面中央 大眼界新增 死而复生 卧槽 大眼界 死而复生 卧槽 有眼间的发现了这消息 直接惊呼了起来 瞬间 整个大眼界都被引爆了 死而复生 穹顶能让人死而复生 这条消息 像一阵风一样 瞬间从大眼界 向着整个穹顶麾下的 所有世界刮去 一时间 刚刚习惯了活动的穹顶事件 再次热闹了起来 穹顶是什么地方 参加过拍卖会的都知道 就算没有参加过拍卖会 这么大张旗鼓的活动 总该知道了吧 那是炼界万界的枢纽 大眼界 更是穹顶背书的 其中的大眼阁 更是可以左右神机点 而在穹顶麾下世界中 神机点就是一切 虽然大家都知道 穹顶已经出现了修仙功法 之后也一定会出现复活的可能 但谁也没想到 它会出现得这么早 穹顶神威啊 武当山 后山山洞中 以为白须白发 面色红润如婴儿的老道人 缓缓睁开眼睛 代言 翠山屠儿 为师对不住你们啊 老人正是横行天下一甲子 无敌5060年的武当掌门 张三丰 自从十年前 自己的百岁寿 白发人送黑发人 他就开始闭关 穹顶出现 他也没有去看过 现在他终于看到希望了 远乔 前面大殿 现年六十 看起来仿佛四十多壮年的宋远乔 手下毛笔一致 听到脑海中这个声音 他放下笔 恭敬答道 师父 屠儿在 你准备一下 老道 我要去大眼界走上一遭 为什么 师父 是不是三弟 宋远乔说着 眼圈不自觉红了 他们师兄弟多年 早就和亲兄弟一般 于代言躺在床上不住寻死 他看了 也是心如刀绞啊 更别说 这时还搭上了五弟和弟妹两条人命 又让他的师职成了孤儿 下落不明 没错 不只是代言 翠山和素素都有救了 弟子知道了 宋远乔 马上起身去收拾东西 对师父的话深信不疑 要知道 在这方世界 包括自己恩师在内 一共才有三人 有资格参加拍卖会 十人 大眼界那可是现今 世界上最炙手可热 最神奇 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了 宋远乔整理好了武当的家底后 就陪同张三丰 一起进入了大眼界 他们来到这才发现 大眼阁前 已经排起了长龙 师父 张三丰白白手 脉步向前走去 穿过一道屏障 宋远乔发现自己无法前进了 师父 张三丰看着这屏障 隔开了大眼阁广场 里面就站着十来个光影 看来 观望的人更多一些 远乔 你在外面等等吧 咱们一共带来了多少神机点 十万点 张三丰点了点头 面容上又多了一份谨慎 大眼 翠山 素素 如果不够的话 老道就把这一身武功都抵出去 打定主意 张三丰向着几团光影走去 你们都是来救人的吗 黄荣看着几团光影 问道 谁要救人 光影的掩护下 妖月狠狠地喊了出来 我一定要把那个臭男人复活 问问他到底 为什么要选一个丫鬟 我救活他 再让他亲眼看着他两个儿子 自相残杀 再把他碎尸万段 放开自我的妖月 整个人完全疯魔了 哪怕看不到人 听不到原来的声音 黄荣也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这人太可怕了 这女人 简直就是恶魔 让人家儿子自相残杀 我去 这女人真疯了 林阳吓得 连快乐水都喷出来了 作为穷顶之主 大眼阁内的情况 林阳自然是可以时刻观察着的 此刻 看到妖月这表情 他也不由得后背发麻 花无缺 可是他亲手养大的 又亲自教的武功 然后 就为了让江峰后悔 现在有神机点 一听能复活 就想着让江峰复活 看小云和花无缺 兄弟相残 妖月真疯了 这尼玛 没点那个大病 是没有这个脑回落 江峰也是倒霉 碰到这么个神经大病 太可怕了 惹不起惹不起 黄荣还是决定 按着套路问问 毕竟是为了复活自己母亲 万一这次复活标准 有限制呢 姐姐 您准备了多少神机点啊 十万 不 只要能复活他 多少都行 妖月面色猙獰 忽然展颜一笑 笑得羚羊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真疯子 十万神机点 已经是很多包厢的客户的 全部大半 甚至全部身家了吧 不知道他们 还愿不愿意跟 包厢内 黄荣师脸色煞白 手都跟着颤抖了起来了 十万神机点 果然 价格还是来到了 他的承受极限 不 我不能说 阿恒还在等我 喃喃的说着 黄荣师猛的转过了头 看向了自己的女婿郭靖 黄荣嘴唇开合半天 才难难道 靖哥哥 万一不够的话 能不能把降龙十八掌 和左右护伯树 换神机点救我娘啊 得知大眼界死而复生的消息后 黄荣师翁绪三人 立刻来到了大眼界 但是无奈洪七公和周伯通 又是出了名的神龙剑 手不见尾 这么短短的一点时间 也没找到他们 也正因为如此 降龙十八掌 和左右护伯树的秘籍 郭靖始终没有 去换神机点 靖哥哥 黄荣抬起头 郭靖咬着牙 岳父 荣儿 我 郭靖脸色纠结着 却最终还是没有答应下来 黄荣师走到兑换机前 这是为了弥补差价 供协议双方兑换神机点的 黄荣师把自己全部武学 杂意都压了上去 他现在身上 只有八万神机点 比起腰月的十万少太多了 阿恒 我一定会救你的 您的额度 九万七千点 黄荣师差点倒在地上 还有我的炼器数 也卖了 十万三千点 呼 黄荣师才松口气 一旁腰月就走到另一台前 十一万点 这个数一下击倒了黄荣师 张三丰也站不住了 走到兑换机前 就是一通兑换 十一万五千点 随着新的声音压过来 黄荣师颓然的整个人 仿佛瞬间老了十岁 黄荣连忙搀扶了过去 爹 你别伤心 一定还有办法的 大眼阁就在这里 阁岭又不会跑 一定还有办法的 说完 黄荣转头看向郭靖 只见此刻的郭靖 脸上仍然满是犹豫 还带着一些挣扎 但他还是走到了黄荣师前面 十二万八千点 肃心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就肃心 一团光影从外面闯了进来 站在一台兑换机前 就是一通声音传出 十三万点 十三万五千 十四万 十四万七千 诸无事披头散发 怀中满是鲜血 此时 哪里还有之前身为皇叔 参加拍卖会时 随意洒脱的样子 老朱也是痴情人啊 不容易啊 羚羊忽然想到了阴姑 现在他应该正在哭吧 不管是射雕 还是神雕 甚至射雕前传 他都没有进入大眼界的权限 不知道周伯通会怎能选 嘴上说着周伯通 羚羊却想到了断黄眼 十五万点 这时 另一台兑换机的声音 也传了出来 妖月的手紧紧地握了我 又跟着放松下来 最终 还是没有再继续了 哼 为了那个臭男人 不知道 说完 妖月便气呼呼地 坐回到了椅子上 但光影下 脸上的布干 却不留情地揭穿了他 十八万神迹点 张三丰双眼圆瞪 此刻的他 已经到了极限了 他已经把全部武学都压上去了 武当山 毕竟只是一个平和的修炼门派 张三丰也没在意过这些资产 点到用十方恨少 此刻 张三丰的心中 第一次对财富有了渴望 竟然是 听天命吧 张三丰颓然长叹了一口气 缓缓坐回了座位 两久 店内持续无言 黄药师仿佛已经枯萎 失去了灵魂 黄荣 妖月 张三丰 这么多人 快速地浏览着申请者名单 灵羊放开了权限 看着白小生 随即向这几人发送完信息 他便消失在了大眼阁内 他要去做另外一件事了 大眼阁之内 此刻一楼广场之外 已经挤满了人 黄荣一拉父亲和丈夫一角 两人看向他 他立刻使了个眼神 就冲进了无声无息打开的大门 我是第一个 黄药师的眼睛又亮了 这时其他人才发现 大门开了 黄药师 黄荣和郭靖三人 进入大厅 看着大厅中 会直接拍卖还是 黄药师有些紧张地问道 他也是被几人雄厚的财力 打击出了阴影 和其他人比起来 他们神机点不足 复活妻子的希望 全都在格领放出来的名额上了 黄荣眉头紧皱 爹 放心吧 我们是排在第一个 提出要见格领的 要强也是他们后面 黄药师点了点头 脸上还是带着些忧虑 好吧 可是 咱们的神机点并不多 万一 您好 您已经得到了格领的认可 请前往四楼会客室等待 忽然 一声提示音 传到了黄荣的令牌之内 瞬间 黄药师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 他好了 格领同意了 真的 郭靖和黄荣 全都兴奋了起来 荣儿 你快拿着令牌上去四楼 黄药师说着 便把手中令牌内的神机点 全部给了黄荣 爹 你不去吗 黄荣疑惑地问道 额 令牌里只说 让你前去 估计是谁申请的 谁才能去吧 我就不去了 免得发生意外情况 黄药师张口 郭靖嘱咐道 黄荣重重地点了点头 心中也是把自己的准备 又打了一遍复稿 随即便拿着令牌 向着四楼走去 黄荣之后 朱无事和张三丰 两人的脸上 也全都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看向了四楼的方向 有人欢喜 有人忧 三人之外 光影下的其他人 不少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失落的表情 明显是 没有得到白小生的召唤 时间过得很快 穷顶之下第一次活动 马上就要结束了 也许是注意颜堪的景 这次凌阳没有被婉婉gank到 看着投影画面 凌阳嘿嘿一笑 这不行啊 总感觉差点意思 一挥手 原本在每个人视野中的 实时积分榜 出现在了各方世界的榜单上 一下就把前三百名 都排列其中了 最坏的是 凌阳还把他们各个联盟 存在的世界 都划分出来了 风云世界 笑三笑一看榜单 徐福的团队 已经悄悄逼近前十了 他不怒反笑 好好好 一月之前 榜单上写的活动结束后 排名前十名 将获得排名奖励 排名第一的个人或团体 奖励几品领保一件 他可是没有忘记的 虽然 现在他还在第一位 万一呢 也不等了 笑三笑 直接在大眼界开始传音 第四天 出来 他知道 徐福一定能听到 排名第二到十名的个人或团体 将获得上品领保 到下品领保等 不等的奖励 事实证明 笑三笑没猜错 徐福就站在大眼界中 看着手中记录规则的书册 他只想狗一个前十啊 但是笑三笑 和自己一个世界的 比他多活了两千多年 打不过 我还躲不过吗 徐福下定决心了 就是不出去 外界 无法进入大眼界的人们 看到榜单也都炸了 好啊 你们真传道 居然和道家联合了 你们呢 不也是和突厥魔道联合了 朱玉言手掌 狠狠握进了石木珠案之中 要不是结束在即 他非得打死这群吃里扒外的 现在 立刻 一道道肉眼可见的天魔紫气 萦绕在阴后身中 其余人立刻明白了 这位摩门至尊的意志 乖乖听话 摩门排名一路上升 晚晚看着群情激愤 又瞬间听话的众人 心中怎么一个凡子了得 坏人 又双火上浇油 晚晚想起 那个坏人 现在一定在王座上看好戏 牙根就开始发痒 大家那些三百名外的组织 就别留了 我真传道第一个 把全部成果放进圣蒙 排名第一 就可以获得极品领保奖利 真传道道主 带着两个浓重的黑眼圈 站了起来 一脸的大意凛然 要不是 晚晚看到 他与东明派互殴 他就信了 我圣门必须拿下那件 极品领保 就算拿不到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佛门那群突驢 得到领保 还算实相 朱玉言点点头 真传道主 一脸兴奋点坐下 被其他人鄙视 仇恨他顾不上了 小命要紧 被刺怎么了 在魔门互相被刺 不是基本操作吗 看着其他文丝不动 开始装死的脊派 朱玉言眼中 燃起熊熊木火 大秦事件 为什么 为什么 韩非坐在流沙据点中 身前一片狼藉 他不管不顾 拿起酒壶 就向嘴里道 他又失败了 自从他上过一次前十后 韩王特意为他 送来了大批人才和支持 他以为韩国有救了 但是 就在前天 就是前天 他的父王 又被判了他 为了一纸盟约 韩王将全部成果 都送给了报卿 看着那榜单 韩非感觉自己 就是一个小丑 这六国的天下 我要九十九 当初的雄心壮志 现在再一次回想在耳边 是如此的讽刺 韩王 不配 他不配 孤要去秦国 去秦国 子女 魏庄 红莲三人 看着涕泪横流的韩非 久久无言 这第一 非我大清莫属 咸阳 嬴政看着那图卷上的榜单 毫不在意暂时的落后 与自信的嬴政不同 大名 长安 师父 五月间派其他几位师叔 已经到达陕西境内了 其他响应的掌门们 也都在路上了 故意最迟下月初都能抵达长安 长安标局 英白罗对着岳不群 汇报了最近的消息 事实证明 岳不群当初留那一手 很有必要 早在第十天 他们就已经放弃了这次的活动 继续经营起了 这天下第一次华山论剑 岳不群为了重振华山升威 也是拼了 关键之前 他练辟邪剑法的事 知道的人虽然不多 但要是不纠正回来 也是个祸害 岳不群手拧长须 英雄 这华山论剑之事 就拜托了 英白里点点头 现在大家都没希望 总归还是要自己玩自己的 这个时候 谁还有心思 关心什么穷顶活动啊 找刺激吗 而且这次华山论剑办好 自己与华山派 就更上一层楼 好处更是数不胜数 岳不群也是怕阴沟里翻船 毕竟练气术 他一个以前希望走官场 结果考不上举人的儒生 怎么理解道家经验 人家武当 可是到藏里抛大的 真要是输了 华山派就完了 他自然不希望如此 现在就准备要闭关了 大明 诸后照看着地板上 深达三尺的骨粉 尝出了口气 还好 还在前十了 本来修行御寿路后 板类求精 身高近丈 宛如再是熊皮 一般的诸后照 现在已经受得行销鼓励 犹如枯木了 曹大半 但是他的声音依旧刚硬 犹如今时 曹正纯跪倒在地 黄眼 老奴在 朕要沐浴更衣 去准备石头牛 五石之痒 是 感觉到诸后照 仿佛要吃人一样的眼神 曹正纯后背一下 就被打湿了 这一个月以来 这位黄眼 已经吃了数百头牛 数千只羊了 用的老龟 不 别说老龟了 北直立现在只要带壳的 不管王八还是龟 没有一个活口 江南的老龟 都被这位用尽了 朕就不信 你们能胜过朕的神通 穷顶之中 我去 狠人啊 不对 他这笔狠人还狠 明明是狼面 诸后照这做法 看得羚羊目瞪口呆啊 他刚刚下意识计算了一下 这诸后 照一个月里 用龟甲补算 用了足足78万 零416只龟变 78万 他怎么做到的 现在凌羊就是特别好奇 他是怎么做到的 不行 下次拍卖会 一定得找他问问 说着凌羊诡异一笑 不过 我觉得 他估计 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龟了 杨舟 晚晚看着空中的榜单 心中冷哼一声 坏人 手里拿出一条手帕 就蹂躏起来 默默地在心里 把这手帕想成凌羊 师妹 来 白青青看着咬牙切齿的晚晚 笑着递给他一本书册 自从晚晚入门后 他的心情 从来没有 像今天这么好过 脸上的黑眼圈 也仿佛都消失了 整个人都显得容光焕发 马上就到盛盟了 白青青温柔地提醒道 晚晚沉默 注意沿头都没抬 什么榜单 什么奖励 他现在就想着 怎么手刃石之轩 光芒变幻 倒数第三 第四行 也跟着显露了出来 第八名 风云徐福 奖励下品 众人议论中 榜单再次更新 第五名 扬州盛盟 奖励中品领宝神水波 第四名 明月天涯 奖励上品领宝神农尺 第三名 第一大名 奖励上品领宝大千葫芦 第二名 龙龟老人 上品领宝神源分水旗 第一名 明月大秦 奖励极品领宝九龙印 时间刚好 领阳凌空伸手一点 白小生身上的青铜令牌 自动飞出 以免令牌上的编号 自动变化 大眼链 白小生 白小生接住后 瞬间通过令牌 感受到了 自己和大眼界的联系 还有自己将要做的事 大眼阁 出 他顺着令牌的执意 一声低喝 下方大眼界中 一座九层楼阁 凭空出现 高悬在百丈虚空 白小生一步迈出 自身已经站在大眼阁门口 大门打开 一道天梯 从门前十阶飞出 落在了大眼界地面上 三千十阶 闪着淡淡的荧光 十阶镜头 白小生戴着面具的身影 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 本座大眼令 奉店主之令 开放大眼阁任务大厅 想着 灵阳便点开了新功能 世界委托 修改一下名字 挂出去 灵阳再调整一下任务星级 画面一转 都是一到三星的任务 这下看起来就正常多了 基本上大宗师都能轻松完成 而每个任务的奖励 也都不少 一星任务换成神机点 普遍也都在一百点以上 虽然现在灵阳账户里的神机点 已经逼近九位数 和最普通的舞者提供的 一个个两点 五点 汇聚起来 才是主力 而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百点 或许就能改变命运 而改变命运 就是在改变世界 一个人命运利弱 但是穹顶现在麾下能做任务的 可不止一个两个 大眼界中 就有足足数万宗师 就足以让世界发生变动 被穹顶捕获 更别说 这些任务完成后 还能扩大穹顶麾下世界的规模 这样算的话 我每个任务 抽十分之一的手续费就好了 羚羊点了点头 毕竟神机点的发放到回收 都在自己手中 太过了也不好 不过 这一点任务 不够看的呀 想了想 为了提高利用率 羚羊又用一亿神机点 扩大了穹顶的搜索范 那么接下来 就是第三次拍卖了 羚羊挠挠头 决定先缓一步 看看大眼界的情况再说 投影画面切换 白小生与人交谈的身影上 看到白小生 完成了第一单之后 才伸出一双小手 搂住他的头 接着 婉婉就像一条 五骨的美女蛇一样 从羚羊身后 滑到了他的怀里 告诉人家吗 这个任务是什么 都说女生外相 你怎么还胳膊肘往里拐呀 羚羊长叹一声 对着他光洁的脑门 弹了一下 哎呀 你要是三姑六聘 去找我师父 把我取过门 我就听你的话 婉婉说完 才捂住嘴 呆呆地仰起头 看着他 然后松了一口气 好好好 我投降 羚羊美好气地 点了点他的小脑袋 恨假的 婉婉我惹不起 这任务说来也简单 和那标局差不多 只不过 标局主要是压货 而做任务 可能什么都有 羚羊这么一说 婉婉自然也就白了 你和人家说 人家不就明白了 还凶人家 那给你生个急 要不要 羚羊一眼 就看透了他的小心思 其实他来的本意 就是想羚羊了 顺便旁敲侧击一下 要是耐层个权限 给慈行敬斋添点赌 那就更好了 这种不求自己得利 只求损人不利己 做派羚羊 记忆立了牌坊 又做了那个什么 想吃着李子 还想要着面子 还想把什么好处 名声全占了 哪有这么美的事情 而且谁让他看书的时候 就对警察的行为 感到不满呢 也许是被羚羊 看见了自己的丑态 婉婉一头顶在他的怀里 不一会 就传出平静的呼吸声 过了两个时辰 婉婉睡醒了 木马 师父那边该找我了 下次姐姐再陪你娃 小弟弟 在羚羊脸上 留下一个自己的印记后 婉婉仿佛精灵一般 蹦跳着 从穹顶之中消失不见 这次来 既完成了任务 还有意外收获 最后又调戏了一下林阳 婉婉很高兴 林阳摸了摸脸颊 看了看眼前的投影 突然感觉一阵索然无味 拍卖会还要等任务实验期结束 把韭菜们都养肥以后 才好收割 而大眼界那边 有白小声盯着 以他多年的阅历 一时半会儿也什么事 忽然 投影画面一亮 一则投影弹了出来 特殊任务 二星 穿越者的求救 来个好兄弟 帮帮我呀 郭湘现在爱上张俊宝了 站在大厅里的张三丰 手指如风 立刻接下了这个任务 老道就来这个吧 他手扶长须 开始在脑海中问道 任务失败有惩罚吗 缴纳任务奖励 警号二的罚金即可 张三丰松下一口气 内心压抑已久的回忆 不断涌上心头 郭湘 小东西 如果我当年能再勇敢一点 再勇敢一点 一切都会不同了吧 遥想当年 还是小光头的他 英姿飒爽的他 当年我是怎么做到 老老实实跟着师父读经书的呢 老道突然百思不得其解 二星 穿越者的求救 来个好兄弟 帮帮我呀 郭湘现在爱上张俊宝了 他又看了一遍这个任务 颇有些得意 又有些不知所措 所以说 这穿越者 就是欲外之人了 那这任务的意思 也就是 他弄巧成拙 让郭湘 喜欢上了张俊宝 张三丰顶着一头白发 手屡长须 越想越不对劲 他是奔着拆散两个人去的 然后发现 郭湘喜欢上张俊宝了 那么 我当年是怎么了 怎么落得个如此下场 张三丰看着自己手上洁白的长须 顾不得下巴上的疼痛 脑子里开始混沌起来 对啊 他奔得捣乱去的 他就能让两个人走到一起 老到我年轻的时候 长得也不差呀 怎么最后就落了个孤家寡人呢 不想还好 越想越气 是否开始任务 信息提示栏 不断从眼前弹出 去去去 别来烦我 是否放弃该任务 不不不 接受接受 这一栏提示 张三丰习惯性的就要删除 幸亏他反应及时 止住了念头 才不至于筑成大错 连忙终止程序 保下了任务 是否立刻开始任务 张三丰选择了半小时候出发 虽然心中还有冲动 但是毕竟 他也已经是110多岁的人了 这一点氧气功夫 还是有的 之前从格林手中得到的 就治三弟子于代言 与复活五弟子张翠山 因素素夫妇的宝物 还在令牌之中 这件事必须先交代给宋远桥 其他武当的事情 就没什么值得他担心的了 早在20年前 他就已经逐步将武当事物 全部转手给宋远桥了 说起来 真正让武当能够兴旺发达 到现在的还是他这位大弟子 想到这儿 张三丰走出大厅 对着远处的宋远桥 招了招手 远桥啊 过来一下 宋远桥看到师父脸上的笑容 一直提着的心一下 就放回了肚子里 自从五弟五妹死后 师父一直闭关前修 不问世事 他知道师父心里难过 但是他也劝不了啊 在师弟弟子们面前 他这个当大哥 当掌门的 还要支撑武当派的门面 更是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上面帮不到师父 下面也只能尽量安慰师弟和弟子们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能够体会到 师父心里到底有多苦 宋远桥快步走到张三丰身前 恭敬行礼道 师父 张三丰扶起自己这个大徒弟 拿出了自己的令牌 指着上面三道印记说道 远桥 代言 翠山和素素都有救了 说着 不禁心中玉气上升 一腔热泪喷涌而出 指都指不住 张三丰也不加控制 任由着眼泪从眼眶中涌出 躺过脸颊 打射长须 甚至连前胸衣服上 都留下点点痕迹 宋远桥大惊失色 连忙站到张三丰身旁 用手轻抚他的背部 师父 您 不由得他不急啊 自己恩师 已经110多岁高龄了 虽然说 武功已达天人 受掌五百不是难事 但是这大惊大喜之下 难免伤心损情 也幸亏两人 是在这大眼界中 有光影遮挡 不然得话 光是道家天人张三丰 在大眼界中痛哭流涕 无法自持 这条消息 就足以在一时三刻之内 传遍诸界了 远桥啊 为师是高兴啊 为代言 更为翠山 张三丰哭了一阵 把心中积压了这十余年的玉气 倾泻一空之后 也就止住了眼泪 从今天开始 我们武当一门 就能够一家团圆了 师父也能对得起你们师兄弟了 宋远桥当即跪下 卷博习就扔到乱葬岗去了 三弟更是如此 当年要不是您 一子而食啊 他连尸骨都留不下 张三丰扶起大弟子 人家都说 宋远桥武当七侠好荣幸 好幸运 拜了张三丰为师 却不知道张三丰才是好荣幸 好幸运 有这么几个好徒弟 老道扶起他 做事拍打着他身上不存在的尘土 笑着训斥道 起来吧 这么大的人了 还弄得一身尘土 像什么样子 师父教训的是 宋远桥还能说什么 只能陪着笑脸呗 别看他在外面 是年高得少的武当掌门 在张三丰这 他就是那个 从小就不让人省心的大徒弟 虽然这个大徒弟 岁数越大 年龄越长 就越给自己 套上一层层的枷锁 越来越守规矩 但是在苏远桥心里 师父还一直是那个 给自己洗澡的师父 是师更师父 师父 那我们就一起回去吧 你先回去 把翠山他们接回来 张三丰摇了摇头 转过头 看向大眼阁 为师还有些事要做 就不和你一起回去了 张三丰的脸上 多了一丝肃目 宋远桥却从师父眼神中 看到了一丝期待和忐忑 甚至还有闪躲 师父 宋远桥才出生 就看见张三丰 不容置疑的眼神 一想起刚刚大眼 格林所说的任务 宋远桥连忙 查看手中的令牌 看到那纹丝未动 甚至还多了几万的神机点 他马上就明白了 自己师父 一定是被格林委托了任务 而且 还不是一般危险的任务 不然 自己不会看到 师父如此失态 上一次 师父情绪波动 还是郭湘女侠去世的时候 这让宋远桥无话可说 只能攥紧拳头 任由指甲刺痛掌心 都是我的错 没有照顾好三弟 五弟和弟妹 当年 如果多派几位师弟一起出去 情况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这位宅心仁厚的武当大师兄 一下就联想到 是为了救治弟子们 张三丰才不得不 百岁高龄 还冒危险去完成任务 是 师父 弟子领命 宋远桥躬身一礼 然后缓缓退出了大眼界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 不能让师父再分心了 同时 他也下定决心 日后武当弟子出行 一定要已能组成真武器节阵后 才放心 让他们进入江湖 看到弟子远去后 张三丰松了口气 然后忐忑不安地 换出通知栏 是否开始任务 是 眼前一亮 张三丰眨了一下眼睛 适应了环境的变化后 他开始观察起四周来 首先是随着真气 在体内运转 被带动的外界灵气 不断向他涌来 老道来者不拘一齐炼化 这灵气虽然比不上武当后山 也称得上充沛了 张三丰睁开眼 点了点头 现在经过穷顶的科普 基本上每位宗师以上的舞者 都开始研究 天地对武道的影响 和对自身力量的影响 尤其是在这任务板块的说明中 再三提及了世界不同 灵气的活跃程度不同 舞者发挥的实力 也就不同的这一原则 灵阳也是煞费苦心了 毕竟 现在能做任务的 都是穷顶麾下的精英 就为数不多 要是做个任务 再折损几个在里面 那他真的是 连本都捞不回来了 灵阳自问 对他们也够伤心的了 如果这样 还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疏忽 死在任务里的话 那就让他去死好了 别说有复活 只要有人想要复活他们 灵阳绝对把他们的名字 从复活名单上 挪到最后一位 让他慢慢排队去吧 穷顶之中 灵阳端着一杯清茶 看着眼前密密麻麻 数百块投影画面 希望这种能少一点 他当然不会认为 自己的麾下 就绝对没有这种傻瓜 只希望出现的少一些就好 索性能成为宗师的 一般都是各个时代的天之骄子 换算成修真 仙道 也是金丹种子 极数的天骄御背意 更别说是这灵气稳固 法则隐没的武道诸戒了 笨蛋根本练不成宗师 扫了两眼 灵阳也就放心了 然后将画面切换到 为数不多的几位天人身上 张三丰站在原地 一转身 看向那青年渺渺的千年古叉 少林 真巧啊 还真是无巧不成书 绝远师父习读经书 却因为一场恨火 入了江湖 错过良人 天下无敌 又算什么 现在又回到了这里 因缘忌讳 怎一个妙子可言 已经接近求助对象 通知兰弹出 老道回过神 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阿弥陀佛 是位施主 你挡我的路了 他转身望去 一个白衣玉带 头顶玉冠的少年 站在一个奇帽不扬 穿着灰不僧袍的小和尚面前 张军宝 你傻不傻啊 小光头拦个结实 又扒拉了两下小光头 一脸的愤愤不平 怎么 这山下这么宽的地方 我就站在这 又爱你们少林的人什么事 难道你非要走 这条路不行吗 少女一听这话 看他那副得意的嘴脸 跳着脚 就要用手中的玉棒 去敲他的脑袋 善哉善哉 施主 怒伤肝 小光头先拦住 高他半头的少女 一句话 噎得少女甩给他俩白眼球 然后双手合十 对着少年说道 这位施主 你已经在这赌了 我三天了 当初你不是说来少林有要事吗 要是不方便 和我说 我可以带你 去找我绝远师父 张俊宝这一句 让张三丰都愣了 刚刚他以为 自己会如何如何 却发现 真正见到郭湘后 心中一松 一个疙瘩解开了 就没什么其他感触了 毕竟在他的世界 私人已逝 现在看张俊宝和郭湘 他更多的是 有一种看小孙儿呗 青梅竹马的感觉 两个小小人 哎呀 多好玩啊 不过 张俊宝这个不开话的样 张三丰立刻否认三连 这是我 这不是我 张俊宝关我张三丰 什么事 这绝对不是我啊 这个呆愣的模样 怎么可能是我 张三丰一看张俊宝 这个认真的样子 就知道 当初这个少年 一定是奔着他绝远师父 研读的 《严棱经》中的九阳神功来的 假托借口 想通过张俊宝 来接近绝远 获得九阳神功 但是不应该是这个时候 张三丰看到郭湘后 又开始怀疑 自己这个想法 毕竟 时间不对啊 不过也对 要是没有出岔子 也就不会有这个任务了 小光头 你不是装傻 你是真傻 为什么 女施主何出此言 李二大看着 又无视自己 当着自己面 打情骂靠的两人 心里的无名火 就一阵阵的上涌 我是主角啊 我是穿越者啊 你们应该以我为中心啊 现年十五岁 正在读初三的李二大 本来不应该叫李二大 他本来应该是李一天 只不过 他父亲去登记的时候喝多了 写字一写写连笔 写成了李二大 这个名字 小学的时候还好 等他上了中学之后 就一直成为同学的笑柄 这也让他直接走进了 小说世界之中 逃避现实 也是因为这个 他才在诸书的盗版书中 找到了射雕 神雕这些堪称 古老的武侠小说 如获至宝的话 将这些书租回家 他看着看着书睡着的时候 再醒过来 就发现 自己到了书里面 得知自己这个金手指之后 李二大就将目光转向了郭湘 他才不会承认 是因为 郭湘与自己喜欢的女孩 特别相像的 几位小朋友 老道有些口渴 不知能不能借我一瓢水解解渴呢 三人转过头 这才发现 主动出生的张三丰 天人 天人合一 再加上张三丰 还是道家大宗师 更是与世驱同 若不是他主动现身 就是大宗师 也难找出他来 老爷爷 您请 郭湘生长在武学世界 自己外祖父 父亲都是一顶一的大高手 自然对张三丰的手段 了解更多一点 他反应的也最快 端着水 就递给了张三丰 谢谢 小姑娘 张三丰笑得见眉不见眼 说实话 一个和自己同辈的人 现在叫自己爷爷 这个感觉 怎么说呢 虽然岁数确实在这 但是一想到这个人是郭湘 老道忽然想摸摸那个小光头了 想到就去做 张俊宝抬起头 发现树杖之外的老道长 不知何时 就站在了自己身旁 张俊宝一颗小脑袋 虎头虎脑 长得圆溜溜 看着煞是喜人 张三丰一只手摸上去 就感觉到了 刚刚生长出来的头发茶 不过小孩头发 胎毛还未退进 心长出来的也是柔柔的 黑衣中泛黄 摸上去 沙沙的手感 反而更让人爱不是手了 张三丰笑眯眯的 搓着张俊宝的小光头 然后看向那个年轻人 你就是李二大 手感还不错 再搓一会儿 李二大看着白发白须的老道 头都晕了 神雕里面 什么时候有过这位 白发白须 难道是绝情谷的 不对 绝情谷那个老头 不是很矮吗 李二大看着张三丰 将近一米八的身高 摇摇头 继续翻找着相近的剧情人物 听到张三丰 说出自己的名字 他的脸瞬间就涨红了 真气上涌 精致的玉冠 直接炸脸 为三人现场表演了一下 什么叫怒法冲冠 谁是李二大 再吓了一天 原来你叫李二大呀 怪不得我问你的名字 你一直都没听见 一旁的郭湘笑出了声 本来他就对这个家伙 没什么好感 只是借了这个家伙 摆脱了丐帮的跟踪 没想到 他居然蹬鼻子上脸 教他一套武功 还不知足 还想学他桃花岛的绝学 甚至还想癩蛤蟆吃天鹅肉 郭湘也是实在耐不住了 借口来少林 本想让他知难而退 没想到 这个人居然不依不饶地跟上来了 想到这儿 郭湘又恨恨地瞪了一眼 张俊宝这个小光头 这个不开话的小光头 随便被他几句话就骗了 傻乎乎点 要带他们进少林 问题是 他们两个都可怀心思 一个想借少林摆脱追踪 一个想进少林偷学武功 谁敢光明正大的静少林呢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李二大 知道小光头叫张俊宝后 那么激动 非要张俊宝这个憨憨的小光头 带他们去见他师父 住嘴 我就是李一天 李二大怒了 怒火中烧的他 完全忘记了 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举起双拳 就向着老道打了过去 道长 快躲开 郭湘惊讶出声 却看到 老道一个侧步 李二大脚下一阵半算 被他躲过 扑倒在了地上 道长好身法 郭湘高举双手 欢呼道 十分捧场 一旁做支点 小光头不乐意了 啊 你 老爷 你能不能不要揉我的头了 好不好 张三丰看着小光头笑眯眯的 不好 我觉得不好 我老人家就不喜欢看见小孩子的光头 因为 我只要看见光头 就想摸上去 张三丰一缕长须飘在胸前 把他摸突 摸亮 这一下下的小张军宝 双手抱住自己的小光头 我不要变亮 我不要 我不要做光头了 你是谁 这江湖上根本没你 这么一号人才对 李二大这一跤也栽醒了 他劈头散发地站起来 看着张三丰 老道 张三丰 张三丰笑着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张三丰这三个字 传到李二大耳边 仿佛七八个炸雷 在他耳边乍响 张三丰 你不是 你 他目瞪口呆的手 颤抖着抬了起来 指着张三丰 又看着旁边的张军宝 满脸的难感置信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李二大忽然脑中 闪过一丝灵光 是你揭露的任务 他突然大声问道 张三丰笑着点点头 没错 正是老道接的 李二大不仅摆出了沈腾的造型 仰天长叹 造孽啊 说了不亏也不亏啊 也幸亏是张三丰过来啊 这要换个人 接任务的是郭湘 自己绝对就死这儿了 当着本主的面 想给人家牛头人 然后还让人家自己接了任务 想想他觉得 自己都能抠出一套别墅来 老道没过来 就一巴掌拍死他 已经是他拟走钱烧的高香管用 祖坟冒清烟了 回去 我要回去 我要马上回去 李二大这个时候 也不摆什么架子了 表面上微微懦目 心里不停狂吼着 十秒 二十秒 一分钟 两分钟 本来念随意动的金手指 却久久没有出现 天外 林阳看着手里的无字添书 这金手指版本很老了 不过还行 几个没有收录的事件 起码也是个补充了 一步迈出 林阳回到穷顶之中 仔细研究起来 出来 你出来啊 听到投影画面里传出来的哀嚎 林阳抬起头 一拍脑门 对了 把他给忘了 算了 发个令牌吧 老张还在啊 那就让他去办吧 始主 小光头张俊宝 看着悲痛欲绝 俨然已经失心疯的李二大 脉步就要向他走去 被郭湘一把拽住了胳膊 去做什么 他有武功的 你这个小光头 是要去送死吗 郭湘敲了他宽阔的脑门一下 银牙紧咬 恨铁不成钢 啊 这可怎么办 小光头这下没有主意了 师父说要慈悲为怀 但是我又没有武功 救不了他 看着满脸纠结的小光头 郭湘心中暗道 哎 心肠倒是一副好心肠 就是不怎么长脑子 不知道 娘当初看爹 是不是也是这样 到这儿 小姑娘不禁红了脸颊 少年沐浴 莫过如此 张老道一愣 低下头 看着掌心缓缓浮现的青铜令牌 嘴角带着笑意 抱拳公身毅力 张三封领命 没想到 我老道也沾了你的远法 他伸手一拍李二大的脑门 口发雷音 吃儿 张三封 又看了看浑身狼狈的自己 有些不知所措 老道将手中令牌 放到他手里 一阵信息 涌入他的脑海 半晌过去 李二大回过神 来看向老道 半天才憋出一句 我这是 有编制了 这穹顶在李二大看来 可比自己的天书 要高级好多 不说这穹顶之下的世界 有多少这宗师之上的强者 自己这天书 连自己都二流武者实力 都是灌晕了几十个武林中人 才提升的 和穹顶比起来 真的是天差地别 别说这穹顶世界做任务 传说中的穹顶拍卖会了 你与我也算有缘 可愿拜我为师 李二大看了看 站在一起的张军宝和郭湘 原来你们是主角啊 他知道 自己做的这个事 歪打正着 谁能想到 是张三丰自己接了这个任务 听到张三丰说要收自己为徒 他都愣了一下 他是谁 道家大宗师 武道天人 无敌天下一甲子的张三丰 不对 要是按穹顶所说 武道天人寿长五百 那就不是武敌一甲子了 再说了 一张三丰的天资 五百年的时间早就突破陆地神仙了 无敌一甲子 无敌十甲子也不算什么 这样一位大能 说要收自己为徒 李二大是脑子抽了 才会不同意啊 弟子愿意 拜见师父 他一咕噜就跪到了地上 三跪九寇 行足了大脸 起来 快起来 找到 扶起他 拍了拍他身上的尘土 然后转过头 看着小光头和郭湘 眼中闪过一次追忆 回过身看了看李二大 对他说道 此件事了 徒儿你先随我回大眼界 交了任务 我就带你回武当 见见你几位师兄 是 师父 李二大注意到 刚才张三丰看向两人的眼神 他眼珠子一转 别的不说 他可是看过神雕和倚天的 自然知道 自己师父 与这郭湘女侠之间的姻缘纠缠 不行啊 我得给师父加个保险啊 如果说之前他缠着郭湘 还是为了武功 或者说是因为剧情人物的熟悉 想要改变剧情的话 那么 现在已经抱上张三丰这条天人大腿的他 想的就是 怎么给这个小的张俊宝开开挂 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自己师父啊 其他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 对他接下来要做的事 张三丰是喜闻乐见的 师父 能让弟子与他们告个别吗 李二大小声问道 张三丰手撵长须 想了想 点了点头 李二大走向两人 张俊宝双手一斩 拦住了他 把郭湘挡在身后 李二大在他一步之外站下 伸手指了指自己身后 对着两人问道 我师父是谁吗 郭湘吟牙紧咬 脸色一下子就白了下来 他这一路上见过的江湖世面 比在家里听过的危险许多 然后也见识到了 许多人心险恶 现在是恶人 有了师父相助 自己与这小光头 恐怕落不了好 这一刻 他突然开始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摆脱母亲的保护 甩开那些丐帮中人 小光头 看来我们 李二大看着郭湘那交代一言的表情 连忙叫停 等会儿 你们这是 什么意思 谁想杀你们呢 我师父 三丰道人 有道真修 五百年来 唯一一位道家大宗师 五道天人 李二大越说越上头 右手高挑着大母哥 脑袋一晃一晃的 郭湘长大了嘴 啊 你不杀我们呢 这一句 一下把李二大打回原形 他连忙双手作一 你可别瞎说 我怎么敢对你有那个心思 说到这儿 他偷偷回头看了一眼张三丰 老道 现在正背对着他 仰头看着远方的山 好像在欣赏远处的山景 李二大就知道 自己这步棋没走错 对于张三丰来说 他什么意思 还没开口 老道就已经明白了 但是张三丰却阴差阳错的 不想阻止他 也许是怕是一切 再回到终点吧 虽然不是一个世界 但是他也希望 这个世界的张君宝 能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道家大宗师 武道天人 无敌一甲子 这三个称呼 对他来说 根本算不上荣誉 更多的是痛苦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的话 这些他通通都可以不要 因为 比起这些 他只是想陪那个女孩 走完一生 有话快说 郭湘骨子里 随黄荣黄药师的那股邪气 也冒了出来 我师父张三丰 原名张俊宝 小时候曾经在少林做过几天 小光头 李二大说完这些 给了两人充足的消化时间 郭湘先回过神来 一脸难以置信地 看着还在琢磨的张俊宝 看看一派宗师气象的张三丰 他们 他们 李二大确定的点点头 没错 师娘 他就是我师父 一个白头发 一个小光头 郭湘指着两个人 突然回过神来 大声喊道 谁是你师娘啊 但是眼神 止不住地看向那个小光头 师父 今年已经一百意识高龄 我也是来自未来 本来走火入魔 想要从张俊宝手里 得到绝远密传的九阳真经 然后就能取代师父 成为天下第一高手 没想到他老人家学究天人 居然也能过来 现在梦醒了 但是好在师父宅心仁厚 守我为徒 我也不能给他老人家添麻烦不适 我也就只能把这些告诉你们了 李二大看了 看了小光头 又一脸没办法地看了看郭湘 师娘也就只能拜托你了 师父这个样子你也知道 和当年的郭大侠一样 大之若愚 也只有继承了皇帮主智慧的宁 才能够拯救他了 郭湘听到他说的话 又看了看 还不明白 所以然的张俊宝 一脸沉痛地点了点头 自己一家是和憨憨有缘吗 自己母亲遇到父亲那个憨憨 然后把他培养成了武林盟主郭靖 我自己又碰上这个小光头张俊宝 看张三丰的样子 在听李二大说的话 看来自己的教育也成功了 到家五百年来 唯一大宗师 武道天人 郭湘内心一股自豪感 油然而生 看向小光头的眼神 也和善了不少 忽然脸颊又红了起来 不对啊 他是叫我师娘 又叫小光头师父 所以 我和小光头 不行 你不能再做光头了 郭湘突然出声 李二大看着不知所以然的张俊宝 刚想看戏 感觉一只大手 握住了自己命运的后脖梗 眼前一阵变幻 来到了一座六层阁楼前 张三丰心中暗想要 不是你小子 跟你师娘说了好话 就凭你还想看戏这一点 老到就饶不了你 师父 这里是 这里就是大眼界 走吧 何为师去叫任务 他们看了一下自己的 还好 扣完任务奖励 还能剩下的三四万 多接几个任务 一切都有了 由于这些发布任务的世界 在任务结束之前 并未与穹顶接轨 所以所有人结束任务的时间 都是一样的 不管他的任务之中 是过了一年 两年 还是一个月 两个月 甚至一天两天 只有在青铜穹顶之下的世界 他们之间的时间 才有了统一的表现 所以在林阳看来 等待并没有什么意义 让我看看 第一批一共是378个任务 其中一新的 就是294个 发现新世界200个 有变化的世界线 170多条 看到这个数字 林阳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在王座上挣了身子 虽然大多数都是 普通的武侠世界 甚至没有真气 内力等等 武者的超自然力量存在 但一个世界的质量 终究不会因为 附着在上面的生物 而随意改变 更何况 对于现在的林阳来说 多样性 更大于趋同性 高五玄幻成仙 这些再好 如果所有的世界 都向同一个目标发展的话 那么 穹顶只会迎来灭亡 不管现在的情况有多好 未来的情况有多好 但是趋同走向灭亡这条路 是不会错的 而且 谁说没有超自然力量 就无法诞生新的超凡 反而是这几个世界 让林阳想起了一条 已经被忘记了许久的路 气血无道 或者说国术 国术这一概念提出的早 也被人玩坏的比较早 但是它的意义 并不只是这个简简单单的概念 而是对于人体自身的挖掘 向外求索 不如向内求援 穹顶记一下 以后遇到合适的世界 提醒我去试一下此路 林阳说下这一句话 然后继续翻阅着任务记录 虽然说在青铜穹顶之内 它就是近乎全知全能的存在 但是 它还是下意识地保持着一些 原来自己的习惯 因为在它看来 这很有必要 与以往不同 现在的它 是青铜穹顶之主 挥下世界成千上万 任何一面移动 都是属于数百亿生灵的生死 以后不得不谨慎 也由不得它不保持自我 再者说 如果它真的是因为一点点事情 就改变了自我 那么现在 它才得到穹顶 不过半年时间 如果十年后 百年后 千年后 万年后呢 它还会是它吗 所以 为了保持自我 它才会一而再 再而三地进入各种各样的世界之中 去游玩 去参与 去看那些熟悉的人物 去有了它不熟悉的一面 进一步地去探索未知 去接触未知 然后去求取未知 了解它 把它变成已知 这就是它保持信心 保持自我的方法 毕竟 一潭死水 无论你准备的再怎么好 保养的再怎么好 它也不可能像河流一样 源头不绝 就一直充满生机 看了一下大体任务完成情况 再看一参加任务的舞者等级 林阳觉得 有必要推一把了 看来有必要再加把力气了 林阳看了一下 他们参加任务的 除了张三丰这一位天人之外 其他的天人 要不然就是身无余物 想要博一个资本出来 要不然 就是新生好奇 想去看看新事件 第三次拍卖会 将在所有人完成三次任务后 开启 完成任务所获得的积分 可以在拍卖会结束后 前往大眼界 求购指定物品 随着他意念移动 所有青铜令牌显现 他所说出的内容 都通过令牌 传输到了穹顶麾下的舞者心中 哗 煞世间 大眼界中 一团团光影 集体上线 他老人家说什么了 三次任务是吧 别和我抢 我先来的 我去接任务 你们知道什么这任务 你倒是说啊 说个屁 你没看 那小子已经出大厅里面去了吗 还有这一招 遇人不输 本来观望的人众多 行动的少的任务大厅 瞬间就被挤得人满为患了 还好 这是大眼界中 光影与光影之间并无距离 我要做任务 我要做任务 格林我先来的 你和我抢是不 闭嘴 我才是先来的 乱哄哄的大眼格 在灵阳眼中却十分顺眼 多勤奋的韭菜啊 自己养肥自己 然后自己把自己割下来洗白 砸好了 送到你面前 全自动的韭菜服务 多么令人暖心啊 随着一个个一星级任务的发出 无数团光影消失 哦 终于有动的了吗 灵阳眼皮一抬 不用画面 显现出了诸后照的世界 出现的不是诸后照 而是一个面白无须的老太监 嗯 这是 剑语 轮转王 随着灵阳一道疑惑念头生出 立刻就得到了答案 让他不由的一阵惊奇 本来以为 除了天下第一 就没有其他的了 没想到 这里面居然还能夹杂着剑语 可问题是 两者之间的画风 也差得太大了吧 一个港漫画风 然后 一个是硬派武侠画风 怪不得这轮转王没有暴露 就他那点小心思 还不如曹正纯 少下一个东厂小头目 每每天做的事情多 不好听的 就是从皇帝的紫禁城里偷东西 往外卖的太监 都得比他有本事 要说起野心来 这位的野心 也是一等一的大 想要偷那个罗魔遗体 断枝重生 断枝重生 灵阳突然想起了一个好玩的想法 看向轮转王的眼神 也越发和善起来 就仿佛在相看一只小白鼠 谁让我心善的 看不得别人受苦 那就帮你一把吧 看看 你能做到什么份上 大手一挥 轮转王就消失在了自己的屋子里 断枝重生 也不过只是一个念头的事而已 至于他断枝重生之后 完成了任务回来 会不会被皇帝发掘到 然后会不会被曹都主带走 被皇帝抓到 那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毕竟灵阳也只是 帮他实现个心愿嘛 也不是什么恶人 微笑 我可真是个大好人 灵阳摸了摸眼角 自我叹息一声 这手一挥 几百神机点呢 那是随便挥的 呦 这么快就察觉到了 看着现身向曹正纯东敞掠去的藩子们 灵阳只能怪轮转王 运气不好了 希望回来人没事 但是下面就不好说了 曹正纯得到了消息 第一时间就去见诸后照了 金石不同网 现在陛下领宝 仙法在手 真正是口寒天宪 尊贵无比 他那点小心思 早在陛下一月数千头羊的时候 就没了 眼前景色变幻 轮转王就感觉面皮一阵发痒 伸手一副下巴 细密的胡茶 直刺掌心 他下一秒 就十分不雅地伸到胯下 感受到这久违的男人特征 这是胡子 轮转王喜极而泣 一开口 他自己先是一愣 与往日阴气满满 娇饶造作的阴阳怪气不同 现在他的嗓音浑厚有力 掷地有声 还带着一股金石之音 我成功了 荒野之中 轮转王养天长笑 生振四野 多年夙愿 一朝得逞 当年他为什么建立组织 不就是为了断织重生的罗魔遗体吗 现在终于得偿所愿 谁他妈的 还去做太监 伺候人 贱不贱哪 不好 轮转王 不愧是心思阴沉的组织之主 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如果自己这副形象 回到宫中 一定会被抓出来 想到宫中的对男人做的刑罚 轮转王目露凶光 老话说得好 只有失去过 才懂得珍惜 现在 谁想让他放弃现在的一切 都不可能 不管是曹正纯也好 皇帝也罢 只要敢挡他的路 统统是他的敌人 念头通达之后 原本因为肢体残缺 而久久不得突破的宗师之境 悄然裂开了一道缝隙 大明 紫禁城 暴房 这里原本是年少卫长权时 诸后赵薇自己建立的 一所训练护卫的密地 现在随着诸后赵得到御寿路 又彻底掌握了手中灵宝之后 这里就真的被他作为 豢养其真异寿的所在了 毕竟御寿路 顾名思义就是 要以其真异寿为主 你是说 少了一个 曹正纯听到诸后赵的话 立刻双腿一软 跪在地上 黄爷 在老奴看来 不像是逃跑 倒像是穷顶的任务 诸后赵文言一笑 任务 你说 他会选什么奖励 曹正纯依旧跪在地上 不敢言语 他心里清楚 皇帝早就知道 这人在意的是什么 罗莫遗体 断之重生 说实在的 谁不想呢 真以为他愿意当这个什么狗屁东厂督主 练这个所谓的童子宫 都是被逼无奈啊 看来镇摇动动了 看着面前的二星 明末副本 尝出了一口气 大秦 咸阳公 一身玄色黑龙袍的青年 背负双手 看着一盏长明灯 第三次拍卖会 三次任务 新的世界 嬴政正正出神 手中继续把玩着青铜令牌 现在已经初步种下孕巢种子 嬴政的精力也有限 对于前两样 他还不怎么在意 最关键的是第三件 以及他面前的这个任务 二十五岁 作为皇帝 他雄心壮志在胸 也有过硬的手腕 但是 他还是少了一份阅恋 而这任务 就能够满足他 经过多日以来 在穹顶的收集信息 他了解到 自己的大秦 在很多个世界 都是二世而亡 不影响嬴政 建立一个万世大秦的信心 他更多的关注细节 比如 存活时间久的王朝 都有哪些独到之处 作为历史上 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他要学的还有很多 现在穹顶把这个捷径 扔到了他面前 十年之内 孤要天下 晋归大秦 嬴政眼中 就闪过一丝锋芒 海外一小岛 拍卖会 好刷 你不知道吗 哥哥我穷的就剩下钱了 你想要什么 哥哥拍给你 推开光着几辆的微小宝 刷指着手里的令牌 可是这宝贝告诉我 他不要经营 只要神机点 哇 这世上还有标钱呢 那岂不是 价格都是他们上嘴唇 一碰下嘴唇的事 从小在立春院长大 微小宝一生 什么没见过 立刻就明白了 这实在要定价权 一股生命的气息 龙儿 你出关了 原神龙教主 来到双二身前 一语就点重重心 从这就可以看出来 不是世界的限制 灵气的隐没 神龙教主 一定会有更高的成就 不过这情况还算好吧 虽然微小宝一把火枪 就解决了大部分对手 但是起码这个世界 还能练出真气来 龙儿说的有道理 龙儿说 他是宝贝 他就一定是宝贝 微小宝立刻发挥甜狗本色 拿出自己珍藏的一堆宝贝来 双二 你来扫扫看看 能不能兑换 那个神机点 哦 乖乖举了青铜令牌过来 一阵阵光芒扫过 原来的宝物少了一半 我的宝贝啊 竟然是真的 有任务了 三人各执一词 微小宝第一个冲到双身旁 什么任务 这是这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居然遇上了如此机缘 一时间都有些说不出话来了 好双 好双 咱们家以后就看你的了 微小宝喜行余色 这些年 他不是不知道 自己钱太多了 引人注目 只是康熙暂时还没缓过手来 等他处理完那些人 迟早会到自己 别说什么救假 奥拜厉害吧 成为了阻力 别管你什么顾命大臣 一样是个死 尤其自己 还参与了这些事 自己不死 他更不甘心 以前还想着要向南洋 去海外 现在 去什么海外 敢惹我 先过我刷这一关 看着狗腿样十足的微小宝 两人也是无奈了 与此同时 在原末的武当 隋唐的少林 两宋的丐帮 等等事件 许多有幸参与 第一次第二次拍卖的幸运们 都开始了自己的脚步 看着形色匆匆的幸运们 林阳笑容越发和蔼 都是好酒菜啊 就是还我催 什么时候不用告诉 就知道自己努力了 我才能放下心去休息一会 看着空空荡荡的穷顶 林阳挠挠头 伸手在空中一抹 数千个投影 画面淡去 穷顶 列出我此次的收支情况 本次收入 1798万6432点神迹点 离第三次拍卖还远 我要出去玩 看到这个数字 李阳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再也压制不住了 我身为堂堂穷顶之主 有王宇燕在 也不用自己亲自拍卖 那就不能出去玩一玩了 对于他才刚从其他世界 回来这件事 林阳大手一挥 豪气十足 谁看见了 没看见 你就是诽谤啊 想不想混了 世间双标莫过于此 他穷顶之主也不例外 对着空中的百余个世界投影 看了看 林阳伸手在半空一点 留下了一个世界投影 决定就是你了 林阳迈开步子 又停了下来 低头看了看自己 这一身 还是有点太招摇了 第101章 又出门了 姑苏城外 一位身着青色文士袍 妖怪玉佩的俊美少年 看着眼前高达30丈的城墙 有点愣神 走错片场了 说好的武侠呢 隔壁玄幻十足的大唐 才60米的城墙 你这天龙八步 玩得挺花呀 都快100米了 林阳看着通体 都是黑色巨石砌柱的斑驳城墙 立刻想到了之前的大唐双龙 心中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 不过 自己选的世界 再魔改 也要看完 吐槽一通之后 林阳迈开脚步 随着人流 向城门走去 别说这大耸 打仗不咋样 但是生活水平确实不错 可以看见 来往的百姓身上穿的衣服 虽然都有一些补丁 却都洗得很干净 和林阳衣着相近的 在这里面 也比比皆是 让他感觉 比大唐所有人 都自觉让出了一个三丈方圆的空间 要好得多了 和大唐一样 站在城门内的牙形 也早早就注意到了他 托丐帮的福 据说 要在姑苏城外 召开丐帮大会 这天南海北的武林人士 自然能来的都来了 里面有能明面上见人的 自然也就有暗处来的 不想显露身形 自然就要找牙形 有需求就有生意 牙形也是来者不拒 毕竟这些高来高去的英雄 都不把钱当钱 只要从指缝里漏一点出来 就够他们过几个肥年了 走进城门 等在这的一名牙行伙计 拿出一个小布袋 往一个青皮手里一塞 就快走两步 到了林阳身前 躬身道 小的刘三 见过公子 林阳一一斩折扇 看向来人 鸡里咕噜乱转的眼珠 还有那骨子 是块气息 让他显得满身油滑 五尺高的身板 又像根竹竿 弯腰勾背 更让人皱眉 但是林阳却不在意 他更在意 刘三能做什么 难道我这就要遇上 第一次打架结社了 不能吧 在城里 应该是局吧 林阳心中倒是兴奋起来 希望这刘三快点出招 他也不怕看走眼 看走眼 也不过是当找了个导游罢了 林阳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仿佛把他的五脏六腑都看透了 刘三背后 瞬间满是汗水 还行 走吧 去城里最好的茶馆 看着这满是人间烟火的城市 林阳还是喜欢这种场景 在穷顶待着 方便是方便 但是太孤独了 林阳都怀疑 那些说闭关的 怎么练的 要他自己待着 在蓝星还行 有网有手机 在穷顶 只会让他感觉孤独 深入骨髓的孤独 尤其是得到太上真传之后 林阳就越发不想在穷顶里面独处了 太上忘情 太可怕了 那样的林阳 还是他吗 公子 这边请 刘三嘿嘿一笑 带头在前面走了起来 一边走 一边说着 这姑苏城中 有哪些好玩的好看的 只是可惜 最近丐帮要开大会 这城中的大户 都搬回城外的庄子里去了 林阳微微一笑 自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些江湖人士的做派 不搬的话 不是把女儿往湖口里送吗 就他知道的 该帮开大会的时 西下一品堂 可是放了悲苏清风 那四大恶人 更是全都在这 看来第一个目标 这就有了 响起云中鹤 林阳忽然抬起头 就看见一个 懵懵懂懂的小女孩 一只手搭围栏上 双眸痴痴地注视着她 看来 我的运气不错 林阳对着少女 露齿一笑 手一抬 接住相趴 接着向少女所在的茶楼走去 她是谁 笑得可真好看 王雨嫣 仿佛被林阳的笑容击中了 一直没有表情的双甲 也默默浮上一抹烟红 林阳就仿佛一个黑洞 将她的所有注意力 都吸引了过去 她不知道 这是生命天生 对更高生命的追求 已经是半步真仙的林阳 包含万千大道 对于一般佣人来说 林阳的外貌更惹眼 而对于王雨嫣 这些天之娇女来说 林阳自身的吸引力更强 直到一个娇憨的女生 在她背后响起 小姐 夫人来了 母亲 王雨嫣手忙脚乱地站起身 对着面色不渝的王夫人 匆匆行礼 王夫人自然就是断王爷 断正成的老乡 好之一的李清罗了 自小就见识到 自己母亲李秋水 给父亲戴绿帽的教育 李清罗自然长歪了 被渣男吸引 又再度被抛弃 不得不嫁给 姑苏城外有名的王家公子 至于王公子怎么死的 那就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不过从他手下婆子 动辄杀人做花肥来看 这人也不是个善茶 现在看到王雨嫣这样 王夫人就是气不打一处来 还在想 慕容妇那个小贼 王夫人的声音 仿佛从地狱中传出一般 也不怪她 最近死在慕容家 斗转心意上的人太多了 已经多到王夫人 都不敢在家中居住了 不得不搬到城里来 在府衙旁租了一座院子 脱避在朝廷之下 不是表哥 什么 王夫人怒发冲冠 一头的装饰 如箭雨般射出 明显功夫 已经到了宗师境界 看着无辜的女儿 王夫人压下怒火 柔声说道 雨嫣 你天资聪明 胜过为娘百倍 可千万不要 听到这里 王雨嫣 哪里还不知道母亲的意思 可她刚才要说的 不是表哥 而是那个人 也不知道 她叫什么名字 羚羊迈步走进茶楼 一旁的茶博士 赶紧迎了过来 这位公子 您请 羚羊四下打量了一下 坐在一楼大堂里的 不是江湖中人 就是衣着整齐的普通百姓 小二 找一处临街的雅间 来一壶你们这的好茶 挑几样茶点 一起送上来 好的 公子您里面请 没让刘三跟着 羚羊是来找那少女的 带个这玩意算 怎么回事 拿出一粒没用完的金豆子 扔给刘三 她欢喜地连连鞠躬 倒退着出了茶楼 就在街对面小胡同口 找了一个小滩吃喝起来 羚羊随着小二上了三楼 在一间临街的雅间坐下 看向一旁的墙壁 王雨嫣吗 果然是中天帝灵秀一般的人 在她的刻意收敛下 王雨嫣还能注意到她 这也能说得上是天意了 这魔改大宋天龙 不易改到底怎么能行 也不知道 天下无敌的王雨嫣 会是什么样子 说起来 我这穷顶之主 也够命苦啊 人家都是念头一动 各种各样的变化就完成了 什么时间 能量 空间都不用去管 到我这 员工自己去找 开荒自己去开 现在休息时间 还要分心工作 她看着这些预备韭菜们 你们不努力对得起我吗 苏州 混入代表西夏 前来大宋出师使团的 慕容副手一抖 切肉的小刀 他仔细回想了一下计划 确定没有披露后 就继续吃起了羊肉 李将军 大帅有事相照 慕容副眼睛一亮 暗道来了 他进入使团 不就是为了现在吗 刚刚的异样 也被他抛到脑后 丐帮 乔峰 等我救了你们 我看幕后黑手还怎么藏 第102章 各方一图 想到这儿 慕容副就想起 最近江湖上那些据说都是 死在斗转心仪的一笔之道 环师笔身上的高手们 他慕容副也不知道怎么了 慕容副这计划 怎么说呢 不愧是慕容副的儿子 和燕门关那场 不说毫不相干 只能说一模一样 一样的因损坏 只不过慕容副骗的是少林 想要让萧远山带兵复仇 却没想到计划失败 现在慕容副推陈出兴 自己轻身出马 混进西夏 确保了情报的及时 也导致了对于后方的监督不利 原本的才做到一半 突破大宗师 混入西夏 不到40岁的大宗师 天下少有大宗师 怎么走啊 当然 这是魔改天龙 乔峰这种由外入内 不到40岁 就成就天人的 就别出手了 慕容副不会知道 还有两个大瓜臂在等着他 一个以一路北明神功 一记六脉神剑成半天人的断语 一个被逍遥子灌顶 乌行云逼着学会天山灵鹫宫 全部武功的虚竹 最恐怖的 这仨还特么是结败兄弟 就在慕容副一步一步进行自己的复国大计时 却接到了家臣的情报 自己在大宋武林上的的名声 已经臭大街了 最近这一年伴在数十名武林高手 死在自己的成名招式之下 这让江湖上的人 一下子把目标就对准了他慕容副 谁不知道 斗转星仪是他慕容家的不传之秘 斗转星仪 以彼之道 还师彼身 天下文明 其实慕容副知道 想要破这个局很简单 只要他公布自己这段时间在干什么就行了 可是关键就是他这段时间做了什么 他不能说啊 他和宋仁说 我去了西夏 想要西夏之兵恭送 搅得天下大乱 然后赴我大宴 他能说吗 这说了 第一个找上门来的就是乔峰 虽然他这江湖上 号称南慕容 刚刚三十 就突破了大宗师 但是他学的什么功法 你再看乔峰 从小在少林店户家长大 学的就是少林烂大街的少林拳 太祖长拳 少林内功 硬是击败一众小五僧 被玄苦大师收为弟子 甚至传授了少林绝学秦龙功 你让慕容副去试试 他能不能从少林千挑百选的小五僧中 脱颖而出 直接被玄自被高僧收为弟子 慕容副也知道自己不行 所以对江湖上 北乔峰 南慕容也就默认了 最多就是让家臣们叫嚷两句 南慕容 北乔峰 心中思绪万千 到了大帐前 慕容副收敛起心思 大帅 嗯 赫连点了点头 然后才把视线从地图上移开 党向士族群居 也以强者为尊 赫连实力最强 自然是有恃无恐 再加上慕容副这个身份 是个没家族的 早早就献上中心 赫连自然对他与旁人不一样了 这看在众人眼中 各自意味深长 等到人齐了 赫连抬起头 锋利的眼神横扫而过 今天晚上 一品糖骑士与使团分开 前往姑缩 众人一惊 又一起看向这次初始的正式 使者笑眯眯的点了点头 端起茶杯就开始喝茶 吓杀人香 慕容副眼睛转了一下 颇有些想念家中的茶了 正是没意见 那众人更没意见了 他们这才发现 来的都是一品糖的人 赫连将军 时辰不早了 我还有一些事要忙 就不打扰了 赫连站起身 送走了使者 想起自己送出去的礼物 心里就疼得丑丑 但是 只要计划成功了 荣华富贵 唾手可得 回到大帐 赫连拿起探笔 在地图上点了一点 姓子玲 声音浑厚 却不似人声 正是左手第一位 四大恶人之手段严庆在说话 只见他双唇闭合 脸上倒到猙獰 天灵上都被砍得凹陷 也不知道 他是怎能活下来的 用富与术 段延庆一条残腿架 在铁拐上 一只手抬起短拐说道 大帅是打算对丐帮动手了吗? 哈哈 只我者段先生誓言 赫连朗声大笑 身为西下一品堂的主帅 也只是叫法好听 他怎么可能甘心 只做一个口头上的大帅 赫连看了一眼慕容父 要不是这个年轻人 他还想不到 戒使团入诵这一招 他要一举灭掉 丐帮这个一品堂的心腹大患 然后光明正大的成为 手握军权的大帅 大帅此举如天马行空 羚羊挂脚 丝毫不着痕迹 任那宋人怎么想也想不到 大帅您的意图 云中鹤立刻捧起臭脚 就是一顿吹嘘 你呀!哈哈哈哈 云中鹤看着月老三 眼中满是不屑 光知道打架的蛮子 还想做老二 你就等着做老四吧 四大恶人 自然不是一块铁板 或者说 只有一品堂供奉 没有四大恶人 云中鹤能在一众供奉中脱颖而出 靠的不是武功 而是情报 清宫带来的高速度和够活的脑子 这才是他多次采花 不被抓的原因 这叶二娘 要是捣翅一下 也不是下不了口 念了丐帮吗? 不过为王前驱罢了 面具下 慕容附上显露出一丝不屑 突破大宗师后 自信天下无敌的他 对四大恶人 根本看不上眼 对于这次借一品堂之手 杨明立万事 志在必得 只要救出丐帮 看你乔峰 还怎么有脸与我并肩 想必那幕后黑手 自然也就藏不住了 在他看来 自己复国之路的第一步 就在这计划之中 一念至此 慕容附越发的自如起来 和众人一起附和 说的话 那叫一个真情实义 让赫连连连侧目 云中赫则对他产生了一丝敌意 毕竟 姓陈只能有一个 数百里外的姑苏城 王夫人身旁 站着一个满脸凶像的婆婆 恭敬的小声说着什么 王雨嫣坐在一旁 喝茶 小口吃着点心 不用被母亲说叫 她心里轻松多了 不知道 她会不会来找我 不知怎的 王雨嫣忽然想起了惊鸿一瞥的灵阳 第103章 欲擒故纵 不知为何 她的心里有了一个人 也不知因何而起 她开始对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 念念不忘 王雨嫣这边一念起 灵阳自然就有了反应 嗯 她看着就从隔壁伸过来的一丝 微微透明的因果 视角不自觉地拔高 感受到上面淡淡的思念后 灵阳展颜一笑 王雨嫣 没想到 她的灵觉有这么高 不过想起王雨嫣不练武 却精通百家武学 而且因地制宜 都能随机应变后 灵阳反倒觉得 这才是真相 灵觉高 悟性高 而且聪明 早会 只是碰上一个性格扭曲的妈 用武功为非作歹 让她早早就对武功 有了不好的第一印象 再加上这孩子缺爱 对慕容复的关心反馈 才会那么大 等她长大了 又是天资国色 上来的人 都是色秘秘的 也就显得慕容复越发出众 怪不得 老田狗断玉求而不得呀 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 方向错了 越努力 错得越远 不过 这是看上我了 这让灵阳不怎么在意 毕竟高位生命 对下位生命的天然吸引力 是无需多言的 尤其是 她还控制了自己的气息的情况下 但是让她意外的是 两个人的生命等级差了这么多 王雨嫣居然有勇气 这让她很感兴趣 不知道她会在什么时候放弃 不是灵阳一厢情愿的想法 因为事实如此 王雨嫣一个没有修行过的 天生灵觉强大 能看出灵阳的特别 仔细接触后 就更能看出 两人之间巨大的差距 到那时 自然她就会放弃了 灵阳也不会赶走她 因为她看过的一本书中说过 憧憬是距离理解最遥远的距离 主仆二人交谈了一阵 门外响起一个温婉动听的声音 夫人 姑娘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进来吧 听到王夫人的回话 一个曲线婀娜的高挑身影 才推开房门 带着几名女子 端着餐盘走了进来 来人正是慕容妇的大丫头之一 阿珠 最近慕容妇名声臭了 餐盒庄 燕子物也越发不安全了 慕容家就和王家一起来到了这姑苏城 王夫人夫家是本地士绅 慕容家也是盘根错节 又是亲切 自然就在一起行动了 这茶楼 还有城中的许多酒色 都是他们两家的 现在他们能坐的 也只有每日坐在这楼中 收集着各处的消息了 慕容妇和四大家臣都不在这边 慕容家能出面的只有阿珠了 阿比年纪还小 留在慕容妇母亲身边照顾 真有事 要做主还是得看王夫人 阿珠看着不时照顾王雨嫣 给她布菜 天汤的王夫人 手指动了动 想要去摸自己身上那块金锁 又好像被火苗烫伤一样 缩了回去 人家都有娘疼 我的娘又是谁呢 一样的年岁 她是姑娘小姐 我是使欢丫头 她只要进座绣楼 自己却要应付姑苏城中 这群无耻小人 收敛起心底的妒忌 阿珠安安静静地退了出去 带上房门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多退下吧 王夫人对着其余人一挥手 一众丫头 就迅速把餐饰撤走 端上来一壶香茶 林阳这次 没有特意找上门 好好的 在这姑苏城里玩了两天 这城中实在没啥意思 索性就出了城 在这太湖边 找一户船家 吃这太湖三百 加起一块颤颤巍巍 白如雪 银如玉的清蒸白鱼肉 林阳一脸享受地放入口中 体会清蒸白鱼本身的鲜甜 古代就是这点好 食材百分百保真 而且 真品食材 还能随便选 吃完原味的 林阳又加了一筷子 炸出来的小银鱼 酥脆的外壳 鲜嫩的鱼肉 各有各的滋味 配上本地醇厚顺口的黄酒 更是为这顿美食 增加了三分颜色 酒足饭饱 林阳扔下一粒金豆子结了账 船家千恩万谢了一番 林阳耳朵一动 走出门 带着老老实实等 在门口的船家 指着一个方向 往那边滑 正是曼陀山庄的方向 船家大惊失色 东家 公子 那地方不能去啊 不能去 这不都是湖上吗 船家急得有口难言 看林阳确实不知道 这船家连忙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 公子 你不知道那一处 说着 船家脸上浮现出一层回忆之色 那你本来是城中大户王家的庄子 以前王老园外乐山好施 心肠好看 我们打鱼不容易 就让我们在那王家庄的附近 可以打鱼 换几个钱买些粮食 后来这王夫人进了门之后 王家少爷也不知道怎么就去了 王老园外夫妇白发人送黑发人 也没撑了一年 也去了 船家说到这 脸上就开始冒汗 自从换了王夫人长家之后 就多了一条规矩 王家庄子附近的湖面 谁都不许去 其实男人只要男人进了 没有一个活着走出来的 船上的女人也一样 都被留下做了使唤佣人 看着明显陷入惊恐回忆 却忍住很多东西 没说的船家 手掐指掘 开船吧 船老大 船家眼一晃 看林阳没再多说 松了口气 自己却向着曼陀山庄滑去 王雨嫣仓皇里了李批散到面前的头发 明明前几日 还是一片风平浪静呢 今天她回家 来拿几本书 怎么就碰上歹人了 阿朱姐姐 你没事吧 现在也顾不上想许多了 她连忙扑到阿朱身旁 把母亲留给自己的保命要完 取出来 也一粒粒的塞到阿朱嘴里 现在颜婆婆拦下了大部分追兵 自己毫无功能靠的 也就只有阿朱了 这都是命啊 阿朱看着满面金黄 和自己一样狼狈的王雨嫣 忽然心里就平静了 千金又怎么样 在这个江湖 没力量 还不是一样任人宰割 大师兄 他们在这儿 一对手持斧凿 披麻带笑的汉子 冒出头来 高声喊道 不好 清城派追兵已至 没什么好说的了 第104章 阴差阳错 清城派掌门 死在自己赖以成名的亲自九破 成字十八打之下 前来寻仇的 正是他的儿子 没想到 慕容赋躲了出去 整座餐盒庄 没有一个主事人 想阴差阳错 来到这曼陀山庄 遇到了慕容家殷亲的姑娘 当然是大喜过望 拿下王雨嫣 逼慕容赋出来 看来 严婆婆一惊 雨嫣你快走 阿珠强忍着伤势 把王雨嫣推向湖边 阿珠姐姐 王雨嫣无语宁耶 现在哪还有什么传呢 自己母亲的兄名 早就传到整座太湖之上了 从济世以来 她就没有在附近 看见过任何一个划船的男人 劳烦两位姑娘 可否为在下指一下路 两人如闻仙月 转过头 看着站在船头的羚羊 公子恕罪 公子恕罪 不知怎店 就失了方向 开到这里来 马上掉头 马上掉头 公子可否带上我了姐妹二人 王雨嫣鼓起勇气 迈出一步 那这个时候 遇到羚羊 她心中既欢喜 又心酸 欢喜的是 看到了她 她又救了自己 心酸的是 没有把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展现出来 快去叫大师兄 别让他们跑了 站住 那船家 你敢动我就杀你全家 公子 两位姑娘快请 两人苍茫上船 船家用出十二成力气 马上掉头 把大船运得像小舟一样 急迟远去 公子 可有衣物 阿珠潇洒大气 把王雨嫣挡在身后 哦 船家 船老大的女儿 出来找了两身压箱底的新衣服 就拉着两人去后舱更衣了 远离驼山庄 确定已经安全之后 林阳将船老大一家召集到眼前 抓出一把金豆子 当着船老大全家的面 一颗一颗十分轻松的 用手指的碾成金叶子 死 公子 林阳看着惊慌的他们 摆了摆手 上了岸 这艘船 你也别要了 拿上这些盘缠 换个地方生活吧 那些人都是江湖中人 想来 你们也不想与他们多接触吧 看到林阳如此神力 船老大半个字也不敢提 收起这堆金叶子 连连点头 想了想 林阳又嘱咐了一句 财不露白 拿了钱先忍个一年半载的 过断安生日子 是是是 一家人这才确定 自己真是遇上好人了 也不在意他们的感恩戴德 打发了他们继续划船 向马头行去 就站在船头吹起了风 他开始思考 是真的缘分 还是世界的动作 自从进入这方世界之后 林阳没有多做任何一件事 今天却让他察觉到了一点线索 世界在对他示好 更赤裸一点 可以说 世界在讨好他 武道不管是天人合一 还是陆地神仙 都是需要生活在世界之内的 而已经半步踩在真仙门内的林阳 在本质上 已经与一方世界相同了 于虚空中吞吐元气 繁补自身 完全是如同呼吸 饮水一般的自然而然 而林阳身处在这方世界之中 同样就相当于自己呼吸的同时 也将多余的灵气 输入了这个世界 大大促进了世界的发展 哪怕它掩盖了自己的表象 本质也是不变的 往常都是穷顶统帅诸世界 第一次碰到舔狗类的世界意识 林阳颇有些啼笑皆非 不过 林阳自问这种感觉 还不赖 那就顺其自然吧 世界深处 一团本源灵光 在船上微微抖动 十分兴奋 公子请进 过了一会 船舱里阿珠的声音响起 林阳站起身 想了想 拿出一些从城中买的热壶糊饼 糕点果子饮之类的小食 两位姑娘 还是先休息吧 在下就不打扰了 托船老大的女儿 把吃喝给两人送过去 林阳特关上了舱门 本来她这次出来 也没什么其他想法 不准备再搞什么多余的事情了 就随心而为吧 王雨嫣看着这一桌的糕点小食 双手揉着手绢 林阳也没再次露面 又过了一天 林阳停下脚步 有一伞 身上挂满油纸包的刘三 凑上前来 公子 您吩咐 走 去那边看看风景 林阳看了一眼 几乎被油纸包挡住的刘三 脉步就走进了一家酒楼 穿过后院 一座座精致的院落 来到一处河边 公子 您慢点 刘三自诩角力不俗 但是看见逛了一个时辰 还精力十足的林阳 她也有点吃不消了 随着距离河岸越来越近 林阳打发跟过来的伙计 支起桌子 刘三把油纸包放在桌上后 林阳扔给她一粒金豆子 刘三一搭了眼皮 满嘴漂亮话 滚了出去 林阳坐下 打开一包点心 消遣起来 还没一刻钟 就听到了一阵银银般的少女笑声 声音越来越近 林阳洗了手 站起来就看到 远处杨柳后 一夜小舟顺着水流 缓缓流淌了过来 一个年纪小 穿着青色裙装的小丫头 顺流而下 一个身着白衣的少女 坐在岸边码头的袖墩上 小手不断向狐狸撒着鱼石 正是王雨嫣 看到少女的一瞬间 林阳喃喃一句 真就世界之女了呗 她也不着脑 站起身 运转真气 蒸发掉手上的水渍 缘分真是奇妙啊 又见面了 在下林阳 敢问姑娘方明 林阳 看着少年英俊阳光的笑容 王雨嫣不禁霞飞双甲 心脏也扑通扑通跳了起来 小女子王雨嫣见过林公子 看着一副大家闺秀模样 盈盈一礼的小姑娘 林阳嘴角笑意就越来越浓 天下第一王雨嫣似乎也不错嘛 哎呀 王雨嫣膝下一软 莫名就向前倒去 林阳嘴角一阵抽搐 世界你够了呀 看着就要落水的王雨嫣 林阳脚下一用力掠过水面 留下三点连衣 伸手揽住王雨嫣 盈盈一握的腰肢就落在了船上 感受着林阳强有力的怀抱 闻着她身上清新的味道 王雨嫣好一阵 才从这致命的吸引中努力挣脱 站直了身体 多谢公子相救 看着满面羞红的王雨嫣 林阳第一次明白了 什么叫高明的猎手 都是以猎物的形态出现 第105章 主场开挂 要不是林阳知道 这一切都是世界的安排 王雨嫣并不知情 她真的要怀疑自己的眼睛了 看着小脸逐渐飞红 娇羞低头的王雨嫣 林阳也不得不承认 确实好看 唉 摊牌了 我就是个LSP 不是林阳不努力 而是对方有高达 世界意识 主场开挂 声声把王雨嫣 往世界之女上捧 不对 这支持力度 说是世界他妈都行了 公子 林阳听到王雨嫣 细弱闻音的声音 她回过神 发现自己的双手 还还着少女没有放开 松开那盈盈一握的柔软腰身 林阳双手 忽然有些没着没落的 就在两人静静对视的时候 经过三天的咒服夜出 躲开所有大路 专走荒山小道 西下一品堂数百人马 终于来到了姑苏城外 看着一片丘陵 还有远处的城池 贺连就想纵马去掠夺一番 谢谢活气 大帅 卑职在里面发现了一隐温泉 慕容复驱马进前 下马禀报 好 贺连手持马鞭 喜笑颜开 压抑着的暴怒情绪 一下随着这个消息 烟消云散 快带本将去 是 慕容复翻身上马 贺连带着轻卫跟在后面 这宋国 颓是潮湿 这每日睡下 都是带着水气 起来也都是水气 也难怪这些宋人如此软弱 生长在这么个水里 怎能长一身硬骨头 接连三天 为了保密不能开火 他已经快忍不住了 现在又要在荒山野岭驻扎 再加上江南烟雨 连日不见晴天 贺连早就不耐烦了 现在听说有温泉 能从这湿冷中摆脱 他心情一下好了不少 妈的 马屁精 云中贺站在一棵大树上 手中刚找 狠狠地撕扯着树皮 眼神仿佛定在了慕容复背上 就在赫连泡温泉快脱皮的时候 慕容复放出了最后一封信 看着远去的药英 至上九天的身姿 慕容复心中豪气顿生 前几日得到青城派 想要火烧餐盒庄的消息 他就让四大家成赶紧回去 掌握大权了 然后断断续续 传回来几条消息 让他有些摸不清头脑 一是 吐蕭国师揪魔智 带着六脉神剑 来祭奠他父亲 但这剑谱 居然是个人 而且还是大理镇男王柿子 谁不知道 现在的大理皇帝 是他亲伯父 一身无儿无女 这柿子明显就是下一任大理皇帝 慕容复旨在复国 怎么可能还没起誓 就得罪一个国家 只有让阿珠打发走他 免得招惹祸患 第二条 说起来也是与这大理柿子有关 他与乔峰结拜了 听到这消息 慕容复末 心中顿生无名之火 就连阿珠一条王语言的消息都没说过 这件事都忽略了 最后 慕容复也只能以乔峰成了自己心腹大患来解释了 摇摇头 慕容复巡视一周 回到大帐 就听到探子正在禀报 奇禀大帅 那丐帮众人 已经遣退了其他人等 乔峰也已经到了姓子林 赫连放下皮囊 为了这件大事 他已经有半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嘴里都要淡出鸟了 越喝水 越觉得寡淡 但是他也没有妄动 林中可还有其他一栋 探子沉吟了一阵 摇了摇头 调集人马封锁四周 我不管他 乔峰是真受伤 还是假受伤 都要让他和丐帮插尺难逃 赫连眼中闪过一丝炙热 丐帮 过了今天 便没有什么丐帮了 一旁低着头的慕容复 心中狂笑 北乔峰 过了今天 我看你还有什么脸面 与我齐名 过了今天 拯救中原武林的 就是我慕容复 拯救丐帮的 也是我慕容复 只要丐帮要报复 他就能用丐帮 给自己累出一条 成为将军的金光大盗 小子 你就得意吧 看爷爷 我怎么弄死你 云中鹤一双细眼 眯得更紧 把杀意掩藏 余光依旧时刻 关注着慕容复 战场上死哥哥把人算什么 你在得宠 死了照样一了百了 段延庆默默对着叶二娘摇了摇头 云中鹤的动作 自然都在他们眼中 但是 又不关他们的事 死人就死人呗 对于段延庆来说 加入一品糖 为的就是毁了大脸 他要复仇 向那群乱臣贼子复仇 沉默间 只有南海恶神月老三 还在想 怎么用自己的大剪刀 多咔嚓几个脑袋 顺便再找几个 和自己一样脑袋的徒弟 把自己的南海派 发扬光大 王与烟正在与林阳一起泛舟湖上 这两天 两人之间的关系 犹如珠连碧河一般 突飞猛进 又仿佛水到渠成 也许是因为王与烟遇 江湖人士 都离开孤苏城 去往姓子林后 王夫人也一直没体会 曼陀山庄的事 所以 段宇自然也没见过王与烟 阿朱也没有回来 更不见慕容家四大家臣的身影 那么这次的姓子林 王与烟自然也不会去了 林阳也是听说 乔峰与人比酒 才发现 不知不觉 自己就已经改变了剧情 不对 明明是世界主动改变的 关我什么事 世界表示 自己不想说话 并且瞪了不属于本世界的SP眼 小姐 小姐 阿B站在暗旁 对着两人挥动着手臂 身后是王夫人手下的三个嬷嬷 面色阴冷 腰直粗壮 太阳穴微微鼓起 林阳扫了一眼 武功算不上一流 三个人联手 也算是二流好手了 羽烟 坐好了 林阳点点头 提醒了一下 小船转向 向岸边驶去 王与烟上岸后 林阳没有上岸 阿B巧声说话 林阳都不用运功 一切就了然于心了 三十六栋 七十二 天山灵鹫宫吗 冲着王家来的 把王与烟送回家后 林阳走在路上 神石一展 这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看来今天晚上有热闹看望 确定了三十六栋 七十二岛群匪的藏身之地后 林阳依旧喝茶 吃点鲜 只是用晚饭早了一刻钟 比往常更早就回小院养精蓄锐了 成为仙人后 不管是不是在穷顶之中 林阳依旧保留着 和以前一样的生活作息 事业 林阳神石的警戒范围 一道道人影闯入 静止向王与烟家掠去 躺在床上养足精神的林阳 起身换上一身夜行衣 开窗一个蹄纵上了屋顶 向王与烟家赶去 第106章狼环欲动 林阳站在屋顶上 明月静静悬在他脑海 如同一道神轮 就藏在他脚下的一众人 却没发现他 仔仔细细说着自己的密谋 大家三十六栋 七十二岛 咱们现在到场的 一共十九栋 五十二岛 老毒物 有话直说 拐弯抹角做什么 当初是你说 能解这生死符 我们才答应助权的 现在你一拖就拖到了这苏州府 稍安勿躁 难道我没中生死符吗 我知道你们怕误了时辰 我难道不怕吗 众人想起生死符发作时的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纷纷无言 要解开我们身上的生死符 就要靠这一户人家了 什么 众人纷纷怒目原睁 看向他 没错 你们谁看过灵鹫宫中的书 他又换了个话题 在场的总有听说过 乌鸦子 李秋水的吧 几人眼睛一亮 纷纷觉得耳熟 老 那老妖婆曾经说过 李秋水 什么意思 据我这二十年的收集 天山同老不是一个人 他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他也有师父 师弟师妹 这乌鸦子就是他师弟 而李秋水就是他师妹 一个老头也幸灾乐祸地接上一句 听说这老妖婆 就是因为练功走火入魔 才一直一副长不大的样子 等等 别扯远了 你还没说为什么非这家不可 因为这家店主人就是李秋水的女儿 李青罗 这不是王府吗 王府才好啊 众人对视一眼 老妖婆的师弟师妹 同出一门 武功一样 师妹的女儿 武功不会太高 外家的女儿 哪怕解决不了生死福 逼老妖婆这个姨娘救命 还解决不了生死福吗 林阳站在上面 都要忍不住笑出声了 这一群人神逻辑啊 不过 也是 要是换个门派 没准他们就有救了 但是 遇上四角恋的修仙门派 还是算了吧 不过 这个人没说实话 林阳眨眨眼 看穿了他的心思 一群莽夫 这狼环欲动 就是我的了 等我学会了生死福 看你们怎么逃出我的五指山 有意思 林阳看着其他几个 暗暗对着暗号的家伙 就觉得更有意思了 时间很快到了二更 当当 打更的更夫刚走过 一个个黑影 就无声无息的潜入了王府之中 不好 他们早有准备 帮子声还回荡在空荡荡的院落中 一道惊呼随之响起 沙 扑扑扑扑 一连串力气入肉身后 紧接着 一众女子喊沙声响起 我们终埋伏了 花终又多 潜入者百余人 应声者却寥寥无几 一根根牛油巨竹 将被不断点燃 罩在巨大的铜镜 上映的夜空 如白昼一般明亮 王府人一身静装打扮 手中一条银丝软边盘成圈 握在手中 雷声大 雨点小 这就是林阳现在的感受 一群乌合之众 本来她以为 那个用了二十年 查出无牙子 和李秋水的老毒物 既然敢号称老毒物 就能看出 这屋顶焚香 与王府之中焚香的混毒 没想到 进来之后 她第一个倒闭而亡 林阳随意凝练一只空气手 翻看了一样 果然 练毒弓 不注意 中毒一身 被焚香的混毒引爆了 看着满面不甘的她 林阳都能想到 她未了解身上的生死符 做种种尝试 辩访高人 还是一无所获的样子 最后摆密一书中 终于找到天山童老师门的一点消息 甚至到了 这童老师妹之女家中 却死在了成功之前 母亲 你没事吧 王雨嫣一阵小跑 来到院中 身后一个小姑娘追赶不及 带起一阵铃铛脆响 王雨嫣走到王夫人身边 看了一下 确定自己母亲没受伤后 后知后觉的 看向一处空地 林公子 你怎么在这儿 王雨嫣一开口 三大嬷嬷一个闪身 就向她说话的方向扑去 她心道不好 大家都没发现林公子 我是不是做错了 她挡住坛口 林阳转过身 三大嬷嬷发现 自己就像陷进了琥珀中 被凝固的甲虫一样 动弹不得 林阳迈步走到她身前 把情报扔给王夫人 这家伙虽然武功练得不怎么样 但是这情报做的还是不错的 王夫人看到上面写着的狼环欲动 就知道来者不善 而这位更是深不可测 阁下室看到林阳从虚空中走出 王夫人如林大敌一般 双手一翻 长边如灵蛇般抖动 锋芒孩儿不漏 三明嬷嬷趁此机会摆脱了 站到一旁 也运起十二成功力 护住王夫人 母亲 这是林阳林公子 王夫人满面寒霜地打断了羽烟的话 羽烟 快过来 阁下究竟是何人 灵觉惊人 但是经验不足的王羽烟不同 从小见识过自己父母修为的王夫人 更能察觉到林阳身上那超过天人 犹如天灾一般的恐怖气息 那恐怖中又仿佛包裹着最甜美的果实 诱人深入 在下林阳 青铜穹顶使者 青铜穹顶 王夫人念到这四个字 脑海中就出现了一座接天连地的青铜巨城 一片片光辉灿烂的星云 环绕着青铜巨城 青铜穹顶 王夫人念出他 赐给众生呼唤他的名 脑中想起铜中大吕一般的轰鸣 青铜巨城 位于诸天之巅 旗下万千事件 母亲 母亲 羽烟 王夫人睁开眼睛 就发现自己正被羽烟拥着 一旁的是在收拾血泊之中失守的衙门中人 出面的上一位王夫人夫君本家的侄子 看着往日里毕恭毕敬的侄子 王夫人忽然看穿了他的心思 想要我家的财产吗 今年考上举人 这一切就都是你的了 不再理会欣喜若狂的侄子 他心中默念一枚青铜令牌 出现在了他的掌心之上 母亲 林公子说你耗费心力过剩 需要好好休息 好 娘都听你的 王夫人看着青铜令牌 这才确认自己刚刚不是在做梦 戳了戳女儿的脑门 孩子孝顺 有什么不好 见识到了那至尊无上的穷顶 王夫人才觉得自己以前是多么可怜 为了一个男人荒废了自己 不过还好 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女儿 雨烟面上一热 小脑袋砸到母亲怀里 就是一阵不一 第107章盆满钵满 哎呦我去 林扬难以置信的揉了揉眼睛 确定银鱼依旧是十位数后 他骂了 穷顶 确定我只是离开了一周吗 是的 一向简洁的穷顶明显感受到了 他内心的剧烈波动 还特意加了一个感叹号 告诉我 白小生都做了什么 坐在王座上 林扬抬起头 面带笑意 银鱼多好啊 银鱼多穷顶才能晋升 自己才能距离大罗越来越近 虽然他考虑过 神机点的收益和银鱼一定会倍增 但是十位数 这种就有点超出预料了 投影画面在林扬面前展开 上面陈列出一条条大额神机点具体的来源 看到明月大秦 那三亿神机点的总额 林扬就明白了 还得是正哥啊 林扬感叹道 嬴政直接用自己的蕴巢种子 和青铜令牌绑定了 让秦国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通过令牌 接取任务 获得奖励 而且丝毫不从中间 谋取一份利益 但是 你不能说他没有获得利益 因为每一个老秦元的变强 都会增加秦国的力量 也不是没有人 想要做和他一样的事情 基本上每一位皇帝 都发展了一些 属于自己的势力 接取任务 排在第二的 自然就是诸后照了 但是就算他 只是开放了 对自己一部分心腹的任务权限 并不是每一个朝代 都能像秦国一样 连续有六位君主 一点点积累开拓 建设出一个强盛的秦国 由第七位君主 带领他一统天下 秦国成熟的秦力制度 以及超前的动员体制 都让嬴政对这个国家了如指掌 如必须时 完全可以发挥全部力量 而其他的皇帝 虽然名义上是皇帝 但是都各有各的隐患 尤其是在世家门阀做大之后的朝代 皇权不下乡 根本无法掌握最基层的力量 自然也就谈不上 什么开放任务权限给全国 一起奋斗啊 排在第二位的诸后照 比起嬴政的收入 直接少了一位数 第三位的盛蒙 林阳直接掠过 毕竟开挂嘛 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后 林阳确定 第三次拍卖 可以提上一程了 一个个都盆满钵满的了 以前那种少儿精的策略 不一定行了 那就解开一部分禁止 把盘子做大 林阳拍了拍巴掌 这个事不能决定 还是要找白小生 拉开投影 林阳看向白小生的方向 有客人 大眼阁 张真人 你那套太极拳 教教我怎么样 要不我用空明拳和你换 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 从椅子上站起来 一旁的道士 掩面而坐 满面红光的张老道 一拍身旁青年人的肩膀 这是小徒 还不见过周前辈 于代言 张翠山 李一天见过周前辈 两中年一青年 恭恭敬敬行礼 老顽童一个纵跳 从三人头上越过 又是三个小牛鼻子 不好玩 不好玩 师哥收小牛鼻子 张三丰你 也收小牛鼻子 我老顽童 就是不大理小牛鼻子 张真人 刚刚掩面 而坐的道士 站起身打了个招呼 看着张三丰 一脸苦笑 没办法 自己这个师叔性格就这样 在这大眼界 不知道得罪多少人了 幸亏对面 也是道家中人 看着一派有道真修 宗师气质的张三丰 马玉又想起了自己师父 摸摸怀里的令牌 他神色坚毅地点了点头 张三丰自然听说过终神通 想要劝劝马玉 但是格陵有令 不能外传 马道长 张三丰呵呵笑道 不用担心 马道长此行 必能得偿所愿 只是加入了大眼阁 还是要注意一下 可以接取的任务 完成任务 就可以获得神机点了 代言 翠山 你们也过来 张三丰一挥手 几人面前便出现了一个屏幕 屏幕之上 一个个一到三星的任务 直接出现 一星抗战世界 帮助李云龙攻破平安县城 救下杨秀卿 奖励神机点100点 一星民国世界 救下六子 消灭黄四郎反动集团 奖励神机点100点 二星北魏世界 一个个任务 展现在三人面前 于代言张翠山 两人眼神全都变了 李亦天看的多了 自己也是穿越者 不怎么在意 于代言张翠山 两个人 一个在床上 躺了20年 一个死了10多年 早就禁忌思动了 想不到 居然真的有这么多事件 自然更想去看一看 这些任务的奖励 自然就是张三丰对马玉隐藏了 显示给徒弟的 也是截留了一多半的 甚至很多任务 还有物品奖励 张三丰更是全部留下了 毕竟他们武当不是一言堂 他这个师父 也要一碗水端平 隐藏一些 是告诉他们 多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任务 需要的自己找不到 有他张三丰呢 也是怕孩子们过犹不及 被宝物迷了眼 宋青说 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明明先天修为 却差点死在一群三流毛贼手里 马玉也不是笨人 刚刚没想到 现在看张三丰的做派 怎么可能没想到 这就差告诉自己 父皇重阳 需要什么代价了 到在下了 大恩不言谢 马玉匆匆拜别张三丰 进去就是一个白小生的分身 没办法 用人点地方太多 只能这样来了 马道长已经知道了吧 马某已经了解了 马玉点点头 根本没打算还价 只要师父复活 什么都无所谓 白小生的分身点了点头 开始下一步 哗哗 一条小河 不知何时留进两人面前 一个人影从中走出 师父 马玉哽咽出声 马某再次先谢过格林大人了 马玉顿时激动的 对着白小生拜了下去 同时 心中已经打定了注意 自己一定以最快的速度 完成这些任务 好了 王真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和王重阳说完 白小生直接看向了王重阳 王重阳给了马玉一个眼色 马玉退出了房间 格林大人 王某结发之妻 临世早逝 不知道还能复活他吗 王重阳说着 脸上也露出了一些后悔的表情 你说这黄药师当年 就知道弄一些千年寒冰 把自己爱人的身体保存起来 自己当初怎么就没想到呢 这个问题虽然比较难办 但是对于白小生来说 还真不是事 看着王重阳 白小生说道 我有三个方法 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还请格林试下 王重阳顿时激动了起来 刚刚王重阳说 他王妻都只剩下白骨了 还魂单想服用都没办法 难道直接抹到白骨上吗 然而 就算是这样 都有办法救活林朝英 这是什么样的实力 第108章 变化 原来在那 林阳收回目光 一步迈出 主公 感觉到有人来到 白小生转身抱拳 攻身一拜 能在这大眼阁中随心所欲的 也只有自己这位主公了 嗯 不必拘束 林阳点了点虚空 身前就出现了一大块 道易盎然的古墓 自然形成的茶海 拇指大的精致炭火 舔尸着桃壶 林阳示意他坐下后 白小生恭恭敬敬地坐下一半屁股 我今天来 是来犒劳你的 不是来问罪的 你自信一点好不好 白小生微微一笑 明显放松了许多 林阳也不说话 拿出为白小生准备的灵茶 白小生静静地看着 林阳的动作 最开始还有迹可循 最后完全是随性随意 却又让人不禁沉迷其中 仿佛整个大道都在随他的动作 展现在你眼前 白小生都不知道 林阳什么时候停了下来 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喝的茶 等他醒来 就发现自己好像根本不用修炼了 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漩涡 汹涌的灵气 不断涌入他的经脉之中 自己凝聚变化成真气 我这穷顶之主 当得也太没意思了 别的不说 这给员工开挂 都要我亲自上场 一点逼格都没有 也不知道 学学人家隔壁主神 一箭升级 轻松愉快 还能哪里不会点拿脸 林阳心里念念叨叨 发现穷顶也学坏了 装死 不理他 既然这十位数的神机点 白小生也能安排好 那么下一步 我看也不用太计较了 直接一起上的来了 真正把穷顶连通万计的作用发挥出来 想到这 林阳大手一挥 一张价目表出现在他面前 先天丹 五百点神机点 真灵丹 一千五百点神机点 清晶断序高 两千点神机点 大眼令全现 一千点神机点 随即把价格涨了六到八成之后 林阳就把这些 放到了穷顶分店的兑换列表中了 所有世界一视同仁 统统开放 洛阳 佛门圣地 敬念禅院 自从扬州上空 多了一座分店 佛门就和摩门 发生了不下十余次 争夺扬夺扬州的明争暗斗 但是都是失败告终 没办法 他们不知道 晚晚开挂 当然争不过权限在身的晚晚 而且 摩门虽然在拍卖会上没有收获 但是剑是掌外 大眼剑也是最先一批进去的 祸益不少 而佛门能压制摩门 自然也有自己的本事 慢慢的也知道了拍卖会的情报 自然也就知道了运朝之说 而且得到这运朝的还是嬴政 正巧 和氏璧在他们手里 所以 为了把握住本世界的人道气韵之宝 和氏璧 佛门直接将洛阳 变成了佛门圣地了 所有宗师以上的高手都聚集于此 希望能参透和氏璧的秘密 要是能通过和氏璧 把握人道气韵 就更好了 不过 他们也是想下了心了 要是说和氏璧给羚羊 他先人之力 还能运用一下此戒人道气韵 但是也要防着红尘之气 堕他仙铁 佛门着自己往上碰 那就更完了 你佛门最多也就玩个念力的武侠 非要碰人道气韵 这就相当于你拿绣花针 去和拿脸弩的比远程 找死啊 竖瓶到眼镯 一身道袍打扮 浑身自然气息的老道方向手中的和氏璧 对着一个男装打扮的女子摇了摇头 打扰道长了 施非轩强撑起笑容 向宁道气湿了一礼 宁道气摸着胡子 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现在佛道两家最尴尬的 就是两人了 或者说是亲近雌行敬斋一方的势力 大眼界一出 世道如 哪怕百家余孽的魔门都有前路可走 而由蒂尼从魔入佛 或者说 披上佛衣的雌行敬斋 他没路了 当年为了洗白 断情决意 栽赃嫁祸做的有多狠 现在看着这条最多大宗师的绝路 哭的就有多狠 宁道气也是啊 好好地到家大宗师 非要去捧臭脚 现在穷顶出来了 他之前还能说忍辱负重 现在呢 用完扔 不至于 但是疏离什么免不了的 宁道气也明白 自己做的事总要承担后果 现在任务一出来 他也自在了许多 去任务世界 不理你们不就行了 我一个大宗师 自己转神基点 突破天人不相吗 施非轩 却是走投无路了 他们这一脉 为了亲近佛门 又为了保证自己 慈行敬斋是分成两派的 一派就是正常女妮 然后 就是身为掌门的范青 慧施非轩 现在和施毕就是个希望 如果他们功劳大 那么 慈行敬斋 还是那个佛门支柱 要是不行 那他们的地位就要 下降太多了 为了这件事 范青会不能动 他是主心谷 万一有个闪失 他的弟子们都完了 施非轩只能求助宁道气了 现在希望落空 他们又要重选一条路了 入宝山空手而归 这就是宁道气现在的感受 最初得到能接触和施毕时 感受着其中浩瀚无垠的能量 宁道气以为自己 就是受天地垂青的弄潮 谁让他走的是自然大道呢? 明显比起其他佛门中人 和施毕先天就和他亲近 但是这感觉随着一天天过去 也就过去了 一无所获 还是一无所获 直到今天 一样一无所获 虽然他不甘心 但是宁道气认了 还是转神几点 一点点提升自己比较好 刷! 宁道气心口一热 这是青铜令牌 有重要消息了 因为青铜令牌万劫不灭的特质被人发现 所以 现在穷顶中人都把他当户心境 放在心口 别说 有很多人都在任务中 因为这个活了下来 这个窍门 也就随着幸存者之口 被广而告知 宁道气一按心口 投影画面展开 施毁轩没有令牌 自然也没有权限 看不到消息 只能希望宁道气能透露一点 所以也没离开 太好了 老夫天人有望啊 宁道气看见新增兑换 尤其是其中晋升天人的机缘 不禁欣喜若狂 就连遮掩也懒得遮掩了 对着施非轩说道 还请告诉范掌门 老道要闭关了 说着 转身就要离去 挂在价格表上的那一个个灵 让他实在找不到 不去做任务的理由 那是天人 宁道气突然止步 看向东南方向 一道接天连地的霸道气息 越来越近 看来 一时半会 老道是走不了了 第109章 连锁反应 白青儿站在船板上 抬起头看着朱玉岩 头顶直通天际的紫色气柱 宛若梦意 师父 我们要向佛门开战了吗 婉婉一脸 你怎么才反应过的表情 看向白青儿 师妹 你是不是在说梦话 师父修为 已经达到古往今来无人能及的天魔大法 第20层境界 成为此界唯一的武道天人 难道我们这个时候 不打佛门 那群突驴 等他们突破 后来打我们吗 白青儿如梦初醒 连忙跪下 后背瞬间施了一大片 弟子口不择言 请师尊降罪 婉婉 朱玉岩根本没放在心上 弟子们那点小心思 根本瞒不过她 而且这次晋升天人 还是因为有自己这个徒弟 怎么就那么巧 前十几次 佛门都没能拿下扬州 正当她不知道 不过 徒弟出去了 师父才能松口气 起来吧 朱玉岩突然小女儿心思作祟 婉婉 什么时候把她带回来 让师父看看 师父也给你把把关 白青儿都愣了 这都什么和什么 婉婉也愣了 师父都知道了 灵阳和自己 怎么办 要见面吗 朱玉岩说完 看着两个精细鬼 灵力虫一样的徒弟 呆呆的久久 就觉得有意思 至于佛门 那不是过去 一巴掌就能解决的吗 果然是你 宁道琪来到码头 看着越来越近的器主 心中说不出的感觉 当年天下三大宗师 他宁道琪不说第一 也是稳战上风 现在被一个小辈碾压了 明明是自己先得到的合适病 却偏偏一无所获 这因后 明明被十之宣算计 却后来居上 成了唯一的武道天人 这就是命啊 咚咚 沉重的脚步声 在安静的夜里传出很远 谁 哦 四位禅师 嗡 还没等明道琪 与四人打完招呼 紫色气柱 就仿佛一头睡醒的怒兽 滑出一只弥天大手 带着破空声 从天降 直接将佛门四人 连同脚下地面 压他击碎 明道琪只感觉到眼前一黑 自己被一股无形的气包裹住 然后再睁开眼 他发现自己站在一只宽束石杖 身识鱼杖的巴掌形状的水坑正中 四 天人之威 天人之威啊 宁道琪现在才知道自己想要动手 见识一下天人之力的想法 有多愚蠢 要是以前有人问他 什么是天人 他会说天人就是天人合一 自然就是天人 现在要是有人问他 什么是天人 戴天行罚的就是天人 以人戴天之力 在下宁道琪 谢过天人不杀之恩 哟 又不是除魔未到的宁大宗师吗 朱玉言没反应 但是其他魔门长老 可不想放过这个宁道琪 说出的话语中满满的都是恶意 尤其是看到宁道琪身上的道袍后 还特意停顿的那一下 明摆着就是告诉宁道琪 我们就是为难你 怎么样 你敢动手 你快动手啊 他满眼期待的看着宁道琪 希望这位大宗师忍不住 快出手 我打不过你 但是我后面就是天人 这种猫戏老鼠的恶趣味 让魔门的长老都有些欲罢不能 纷纷出言 让这位道家大宗师脸色黑了又黑 宁道琪也想动手 但是想起刚刚佛门四人的下场 心就凉了半解 提起的真气也散了去 大宗师 好厉害 可人家有天人啊 天术啊 宁道琪长叹一声 联系到之前佛门屡屡失败 拿不下扬州 看来就是这位出手了 因为新增兑换 着急了吗 不想再练兵了 宁道琪一阵苦笑 自己还是太小看江湖了 三大宗师被吹捧的久了 自己也当真了 还请尊下少座杀念 宁道长 何必呢 当年你们为难我圣门弟子时 怎么不往开一面 现在我师父晋升天人了 你们怎么不敢打喊杀了 白清二看着宁道琪脸色巨变 十分淡淡的说道 你们妄造杀念 不怕何事必吗 施非轩忍不住站了出来 何事必 那就拿来吧 施非轩感觉手中一空 就看见一道人影从船舱中走出 手上扶着一块玉玺 看着头顶紫气天柱的朱玉岩 宁道琪已经顾不得施非轩了 躬身一礼 宁道琪见过婴后 脸上的汗也不敢去擦 任由他顺着脸颊低到地上 天人果然恐怖 兮兮 师父 你看他这便脸好不好玩 婉婉帘不轻移 来到朱玉岩身边指着宁道琪 就是一阵娇笑 脑门青筋爆起 宁道琪还是忍住了 没办法呀 对面是当是天人 打不过呀 大秦咸阳 嬴政看着掌心 散发着迷人香气的丹丸 猛的握紧手掌 这小小一粒 就能让人突破先天 嬴政看着五百一粒的价格 那么 就先来十万仙天军事吧 龙木威和 看来计划要提前了 李斯 大王 掉十万仙天丹 给蓝田大营 孤耀 嬴政拔剑 轻轻搁在书岸上 地图上一把剑刃刺在了韩字之上 起兵 灭韩 诺 大明 诸后赵罕见的放下了手中的牛腿 蒲扇大的手里 躺着十来个玉瓶 一粒粒仙天丹 被他像吃糖豆一样 倒进嘴里 大半 以后就认准这个 里面的仙天仪器 顶宝 比牛肉管用 诸后赵睁开眼 一旁的曹政纯 立刻点头 黄爷 那以后的牛肉 一样上 诸后赵把空瓶一扔 虽然不指着他练功了 总能尝个味道 说着指着玉瓶这玩意 他没味啊 又不占肚子 曹政纯摸了摸汗 得黄爷说什么是什么 大汗 哈哈哈哈 一得这是怎么了 刘备看向一旁沉默不语的关羽 看到关羽的眼睛 微微向上 他就放心了 大哥 他突破了那气离体的境界 晋升超一流 刘备看看一流 但是战阵合击之术拔尖 不然也不能三阴战屡不不适 张飞就是差一点超一流 这次新增兑换 才突破 他好了 三帝这一突破 我们就能与曹贼争锋了 曹操逼流邪退位 刘备在益州称汉中王 借了老祖宗刘邦的弃云和大汉的弃云 虽然不怕曹卫 但是没有超一流坐镇 还是不够稳当 现在张飞一突破 他们立刻就能从被动变主动了 桃花岛 复活了冯衡的黄药师 为了庆祝一家团圆 在桃花岛大摆宴席 本来黄药师是不愿意的 但是冯衡一争年 自己的女儿都出嫁了 女婿也在 而且 自己岁数上 就比女儿女婿大一点 也要适应一下 所以就劝着黄药师 把把郭靖的师傅 红七公也请了过来 美其名曰 都是亲家了 还能不见面吗 冯衡当然也没放过红七 直接让他掉到了海里 变成了洛汤鸡 黄老邪 这穷顶 看来又要乱了 唉 看到新增兑换列表 披散着其肩短发 容貌威严 身着一身静装的红七公 摇了摇头 听说冯衡复活 全真叫领着周伯通 就去复活王重阳了 红七公来到这也是出于对复活的好奇 没想到还没见面 就被冯衡来了个下马威 变成洛汤叫花不说 还书袭打扮了一番 现在要是说这个方口阔鼻 面容威严的汉子是丐帮帮主 谁信呢 就是不习惯量体裁衣的红七公 穿上这身静装 总是习惯性的感觉施展不开身手 想要撕开尖头 方才舒坦 沁家公何出此言 冯衡摸了摸黄荣的头发 对这个与自己相像 又傻得可爱的女儿也是有些无奈 这呆头女婿就是个鱼桌的 鱼笑 桌行 但是谁让自己女儿喜欢呢 只能自己这个做母亲的帮忙了 先从第一步改变丐帮开始 冯衡复活后 就对穹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他发现穹顶极为神器 不是因为他给了人们力量 而是希望 尤其是在穹顶中 有一些神机点极为稀少的人 都能看到兑换的粮食 种子 种植技术等等兑换项 再加上那些两三极点 就能救命点伤寒药 解毒计 冯衡就能看出来 穹顶不是只在意强者 而这方世界 属于极为正统的射雕剧情事件 没有穿越者 历史也没有被魔改 桃花岛本身是百家的避难所 黄药师和冯衡就是其中传人 而现在冯衡要做的 就是为了自己的女儿 改变眼前这个人 丐帮帮主 红七公 亲家公 你说没有穹顶的丹药 那些阴谋家们就不会出来了吗 红七公虽然练外公 由外籍内 但是要不是真正的莽夫 当然不会 他确定的摇摇头 郭靖还在一旁 拿着自己的金刀 陪着母亲顿煮着羊肉 丝毫没有觉察出气氛的变化 黄荣娇俏地翻了个白眼 冯衡板着脸 点了点他都没心 黄药师在一旁 饮酒浅笑 郭靖没发现 他还没发现吗 自从冯衡复活后 黄药师是老婆想要什么 我就去拿 没有就去做任务买 至于女儿和呆头女婿 而孙字有儿孙福 再说了 看到二十出头的冯衡 黄药师内心也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现在越看这小两口 就觉得碍眼 耽误自己 过二人世界了 不过 等老婆计划开始 他们就得忙得脚步沾地了 七兄 还请将兑换列表拉到最后 红七公听到冯衡的话 手指一动 兑换列表到头 他看着上面的项目 愣了 土豆种植 红薯种植 水稻种植 这才是正道 丐帮的正道 冯衡一字一句 敲打在红七公的心上 红七公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朝廷 七公 你还信朝廷啊 要是朝廷有用 岳爷爷怎么会死 丐帮里面有多少 是因为被霸占了土地 流离失所 变成乞丐的 朝廷除了把青壮塞进湘军 还会干什么 有一条活路 七公你都不让你的徒子徒孙们走吗 黄蓉三句活 一句比一句重 直接刺到红七公心里 他这么不知道 这是一条活路 但是也是一条死路 那些世家 是不会让出地来的 冯衡能看见 世家看不见吗 红七公已经想到 一个个世家种上土豆 红薯 然后把价格压下来 逼百姓卖身 兼并土地了 丐帮走这条路 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韦了 唉 你们不懂啊 红七公想过 这件事真要办 第一个乱起来的就是丐帮内部 静一派是绝对要内讧的 然后 就是丐帮没人啊 十字的做个长弓 跟师父学手艺 怎么着 要不会做乞丐 秉信好的 谁混江湖啊 谁说让七兄亲自出马了 冯衡的意思很简单 传出风声去 找一个好买主 把丐帮卖了 前提就是 必须走这条路 一条昂藏大汉 大手一挥 两道龙形气静将它环绕 带起道道烟尘 席卷上天 你们说谁 谁是气丹人 声若雷震 震惊四眼 性子临终 康敏低头 做惊恐状 眼睛不断看向拳冠青 和白视镜 两人看着怒发冲冠的乔峰 都不敢动啊 四大长老也是震惊之中 有些难以置信 性子临外 慕容附位被遮掩的双眼中 满是喜 乔峰是气丹人 上天有眼 过了今天 这丐帮没了乔峰 还不是认我鱼肉 气丹乔峰 传出去 大宋不认你 被你杀死的气丹人和西夏人 更饶不了你 哈哈 赵乾孙 你胡说什么 我大哥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也是你个一银有福之父的小人 能侮辱的 这位公子说的对 赵乾孙 虽说你在江湖上 有积分铭气 但是我该帮也不是好欺负的 四大长老听到这立刻也迎合道 你走开 小军 赵乾孙看向拳冠青 想起死去的马大元和汪剑通 站了出来 我的话你们不听 智光大师的话 你们也不听吗 智光大师 乔峰心中一颤 难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想起自己邵氏山下的父母和师父 乔峰看向灵外 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走进来 智光躲开乔峰期待的眼神 这个情形 智光知道自己等人被人做了刀了 有人要害乔峰 而且知道了三十年前的秘密 想到带头大哥的地位 智光嘴角带上一丝殉道者的意味 对不住了 乔峰 谁让你是气丹人呢 非我足类 齐心必毅 智光缓缓开口 赵施主所言属实 这是牵扯到一件三十年前的往事 乔峰瞬间觉得天塌了 我不是汉人 我是气丹人 我怎么能是气丹人 想起死在自己长下的无数恶徒 都变成了冤魂 大师 你在骗我 昂昂说 试试让你们来陷害我 乔峰怒急了 三刀六洞的伤口 鲜血四剑 帮主 四大长老之一 被乔峰剃了三刀六洞之行那位才开口 全冠青就阴阳怪气起来了 几位长老 智光大师都说了 乔峰 还不交出打狗棒 乔峰魂魂噩噩间 下意识摸向腰后 通体翠绿的打狗棒 就被他别在后腰 我不是帮主了 我是气丹人 就在乔峰感觉世间的一切都黑暗了的时候 气丹人就该死是吗 一个清朗中 带着抑制不住愤怒的声音响起 乔峰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二弟 乔峰寻声望去 正是自己不久前结役的金兰兄弟 段玉 堂堂天下第一大帮 只是因为几位所谓的武林前辈 再加上一个女人的话 一位舵主 就能在该帮大会上 对帮主出言不逊 段玉一句一听 刚刚被冲击的长老们神志恢复 阴笋一样的眼眸 立刻看向了全冠卿 连白世镜和徐长老 这个两个全冠卿的同道也不例外 段玉刚刚可是报过家门了 大理段是下一代的家主 虽然段氏是大理国王 但是在江湖中人看来 他们身上一阳指的武学 法更重要 而段家 也一直把武林和庙堂分得很开 江湖上的事 江湖了 从无例外 现在段玉这么一说 丐帮无论怎么样 对乔峰这个帮主身份存疑也好 哪怕他就是契丹人 但是丐帮的规矩不能破 破了 以后还怎么管手下这些弟子 尤其是四大长老之外的 白世镜 徐长老等人 戒律和传公说的厉害 但是 降龙二十八掌 是乔峰浓缩成十八掌的 而且还立了规矩 可以单招传给有功之人 乔峰轻负一线 马大元坐镇大宋 负责调度 自然管了戒律 所以 除了在外的四大长老 其他人手里的权柄都是空的 基本上都在马大元和乔峰 这一里一外两位帮主手中 不然 他们也不会再害死马大元之后 还铤而走险 想要逼走乔峰了 拳冠青 你可知罪 白世镜一转身 板起脸 对着拳冠青打起眼色 弟子知罪 弟子也是义愤男人 马帮主尸骨未寒 又在现场捡到了乔峰的扇子 凭什么他还配做帮主 段玉走过来 拿起那把传说中乔峰的扇子 所以 你就配做盖帮帮主吗 段玉看着手中的折扇 一盏扇面 轻轻扇了两下 他看向阿珠 阿珠姐姐 你说 要是我大哥 拿着这扇子 阿珠没想到 还挺自己的事 他看向一旁的包不同 这位非也非也早就 忍得不耐烦了 非也非也 段公子此言诧异 这扇子 放在这乔峰身上 简直是有辱斯文 不过 这不到二十两的价格 配个叫花头子 绰绰有余了 哈哈 封老四大笑复赫 我看乔峰就是自己扔了那折扇 免得遇上我家公子 高下力怕 是急是急 慕容复这两家 臣把丐帮一众人等气的是呼吃乱喘 阿珠看着高大伟案如熊狮一般都乔峰 在想到乔峰摇扇的样子 嘴角差点控制不住 特么疯狂上扬 乔峰的心情大起大落之下 忽然有些心灰意冷 就让自己他们去多做任务 没想到绝大多数选择了清除一击 尤其是占据了一定上风的 一个个都放弃了原本的计划 准备拼老本灭杀对手了 猜疑链 坏了 技术爆炸 林阳没想到自己为了大眼界设置的猜疑链 居然到这爆了 这新增兑换 再加上任务板块 不就是技术爆炸的前提吗 有任务 吃丹药 战力提升 高过对手 然后被逆袭 玩犊子 林阳发现自己挖坑 就有多酸爽 不行啊 这玩意光内耗也不行啊 要不我发一个拍卖会即将开始的通告 林阳想了想 还是放弃了 招令膝改 太伤穹顶的面子了 再者说 没有冲突 血与火的试炼 怎么能锻炼出真正的强者 那就让穹顶给他们加把火 林阳拖着高脚杯 摇颜红如血的酒叶在杯中摇晃 随着他的意志 穹顶麾下的世界 包括大眼界在内 纷纷被加速720倍 就在他享受完这一杯美酒后 诸世界已经过去了半年整 现在正好 发布公告吧 大秦的玄鸟旗插在韩国每一座城门上 韩都 新政 嬴政放下手中的奏书 从车碾上走下 看着高耸厚重的城墙 他颇有些耐人寻味地问道 韩王现在何处 禀大王 今早韩王暴毙 现在主持事务的是韩国公子飞 李斯站出来 说到韩飞是 他略微顿了顿 暴毙 嬴政忽然笑道 有意思 有意思 走吧 好吧 我们去看看这位挤上挤下的韩飞公子 对于李斯的意思 嬴政动若观火 自从他炼化运潮之中后 嬴政就发现 每个人都气运 都会随着他做出的选择而波动 韩飞有什么过人之处 能让李斯这一位未来的丞相担心的呢 嬴政不怕臣子有小心思 因为这就是人质本性 他有足够的胸襟和气魄 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 只要他们有才干 这就是秦国连续七世奋进的根本 第三次拍卖 停 去行营 浩大的队伍另行禁止 嬴政一声令下 调转方向 就向着秦军大营行去 什么韩飞 陈子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拍卖 嬴政点开这一通告 本次拍卖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轮真品拍卖 第二轮千剑精品拍卖 鸭轴真品拍卖 和大轴重宝 朱后赵也不睁眼 躺在榻上问道 大半 你说 这重宝得什么宝贝 才能配得上穷顶说的重宝二字 老奴不知 曹政纯抬起头 声音轻微 朱后赵甩甩手 嘟囔两句 一卷身上的兽皮 就像一只冬眠的老熊 睡了过去 此时的大眼界 就仿佛过年了一般 千剑精品 终于有我们 能参与的拍卖会了 穷顶万岁 格林大人 我要接任务 起开 我先来的 没说上两句 这群人就开始涌向大眼阁 抢起了任务 适者如私服 不舍昼夜 自从加速了整个穷顶 挥下世界的时间后 林阳对时空 就有了自己的认知 在之前 时空在他眼中是一体的 而现在 成仙后 他发现 时间是何也是光 是可以改变的 只不过看他愿意与否 那就开始吧 林阳身上 卖出一个人意 与他一般无二 正是他观看时间加速的收获 过去身 正该如此 交给我吧 过去身戴上腰间面具 气息瞬间一变 从一个温和青年 变得醒目 犹如初冬的阳光 温暖 光明 又让人不由自主的 想要清静 现在哪怕面对面站着 也会不有人 把林阳与过去身 看到相同的点出来 也绝对不会有人 把过去身和林阳联系起来 过去身一步迈出 来到白小生本体面前 做得不错 白小生下意识站起身 看到过去身脸上的面具 忽然反应过来 自家主公也有一块一样材质的 多谢大人 他也拿不准 只有做足姿态了 至于这位和自己上面的主公 有什么事 那也是上位者的事 和他无关 白小生这方面 一直拎得很轻 过去身看着大眼界中密密麻麻 又精卫分明的人群点了点头 人都到齐了 天也不早了 那就开始吧 随着他一声令下 刷刷刷 嬴政 帝氏天 曹操 诸侯赵等等 参与过前两次拍卖会 并且拍下物品的首先消失 刷刷刷 几人一同出现 发现自己身处 一座宽阔殿堂之中 高大的梁柱 支撑穹顶 而外面就是一条星河 数以百计的霍明霍暗的星辰 围绕着最中心的一座青铜高台 缓缓转动 而外围还有许多暗淡的星辰 嬴政发觉环境变化后 第一时间看向身后 看见刚刚到自己腰间的扶苏后 他明显松了口气 自从半个月前 得到了拍卖会即将开始的消息后 嬴政就在思考 该怎么安排随行名额 现在 出现在这的扶苏 就已经证实了 带儿子来一起参加 而不带任何其他人 这就是嬴政做出的决定 专须地绝地天通 而嬴政要建立的自己的运巢 首先就是要垄断穹顶拍卖 会在大秦的传播 极权 极权 这是这一段时间 而戴扶苏也是一个开始 因为其他的儿子 一样会得到 前往穹顶拍卖会观摩的机会 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嬴政没有立后 对 嬴政这个继位多年 有子五人的秦王 没有王后 也许是心中有人 也许是赵姬余或未卿 嬴政没有立王后 换句话说 嬴政的孩子 没有敌数之分 所以自然也没有什么太子了 也不存在什么名分早定 再加上嬴政坐镇 没有人敢去出他的眉毛 看着恭恭敬敬敬的扶苏 嬴政不置可否 太太眼看向其他几颗 位于星河外围 最亮的星辰 曹大半 你说 朕的皇叔 会不会就在其中一个里面 朱后赵如同一头赤宝的老熊 懒洋洋的 趴在看台的栏杆上面 之前 他与古三通联手 将朱无事几乎杀死 却没看见尸首 朱后赵就有感觉 自己这位皇叔 绝对没死 而且就有可能在南方的宁王势力之中 所以 这位皇帝回宫后 就搬到了报房 他唯一能完全掌握的地方 别说什么 他有先法传承在身 明朝死的不明不白的皇帝 还少吗 别看他 把自己吃得像个粗人 但是 只有一直给朱后赵干黑活的曹正纯知道 自己这位皇爷 有多小心 每次吃饭 报房内的十八个厨房一起做饭 东厂找了明里暗里五十个是吃的 平均一天死一个 这就能证明 朱后赵与幕后黑手斗争的激烈性了 尤其是看到 他得到先法传承后 这些人的杀意 都丝毫不遮掩了 现在朱后赵最轻松的时候 就是来到拍卖会现场了 看来 本部的计划成功了 一个年轻的姑娘 看着窗外的星河 兴奋的一把抓住一旁男子的手臂 拍卖会嘛 有没有资格 还不是神机点说了算 男子太阳穴高高鼓起 自然垂下的手臂 比常人长出一截 看他的姿态 还有头上被帽子压出来的痕迹 就能断定他的身份了 行物中人 苏平同志 重复我们的任务 女子面容一速 立正道 为炎黄寻一条出路 这武艺神机点 已经是炎黄的全国之力了 男子提醒了一句 没再多说什么 他们炎黄一觉醒来 就发现 整个国家的人带着土地 都穿越到了异世界 面对魔法 斗气等等超凡之力 炎黄的科技武器 逐渐被诸神限制 为了保护自己 他们不得不选择赌一把 在穷顶着 寻找一条出路 两人却不知道 过去身就在他们身后 走在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中 追寻着他们过去的痕迹 有意思 刷刷刷 就在几方各自观察的时候 一颗颗稍小的星辰被点亮 施工 这里就是穷顶吗 张无忌看着外面的星河 有些难以置信 他没看到一旁的张老道一样 也很吃惊 看着小徒孙 张三丰没有说话 只是拿出了零星前小徒弟 交给自己的一本小册子 想起小徒弟偷偷摸摸的样子 张三丰不禁老怀大胃 师父 师父 收到请回复 over over是什么 老道看着上面的文字 有些无语 这小子 一天 一天 老夫已经到达现场 大眼界中 李一天睁开眼睛 看向一众师兄 成功了 他好了 这一下就看小徒弟的了 张三丰带进去的是李一天最近修行时出现的一本新天书 他试过 在武当派中 就能联系到大眼界 甚至 就连任务世界 也一样能联系到 这让武当的任务成功率直线提升 虽然李一天实力比高 但是他看到的小说多啊 有这么一个人形攻略在 张三丰直接开挂了一样 狂刷三星任务 半年就积累了数百万的神迹点 这次本来打算带李一天的 但是被李一天借口测试天书 换成了张无忌去 至于宋青书 那仔子没意见 他哪敢有意见 你看宋远乔打他不 李一天到了武当 在张三丰复活张翠山夫妇和治好余代言后 就对着老道把一切都说了 包括以天屠龙里面的秘密 武林大士 张无忌的身份 幕后黑手陈坤 等等等等 对老道交代的一干二净 讲到武当时 一旁的宋远乔 就十分和蔼的握住了宋青书的手臂 张翠山和余代言听到是金刚门和原亭作局陷害自己 还打伤张无忌后 就已经开始怒了 至于张三丰 老到一点笑模样都没有了 直接听完一切 亲自下山 一月之间 金刚门西域出名 原亭忠臣惨死 原大都大乱 而峨眉不知为何开始封山 江湖上的大派和没死的老人们心知肚明 这是哪位出手了 纷纷开始打听消息 谁惹着张真人了 自己识相点 自己去死 别祸害大家 最后武当不得不主动出来 余代言将自己受人陷害 残废二十年的事实一百 都安静了 他好了 不是我们得罪了张真人 这句话不知道在多少人心中想起 同时也打破了江湖上的虚荣 人家武当一位大天人 都那么低调 你们这么跳 有几个宗师 少林下一秒 直接宣布封山五十年 期待可以耗死张三丰 毕竟在他们的记录中 上一个天人 王重阳 只活了不到五十岁 自欺欺人了 属于是 这波少林很强 等五十年一过 再开山 他们就会发现 老道又突破了 刷刷刷刷 一道如同朝阳般温暖的存在出现 点亮群星 大 星光凝聚的小锤敲响 我宣布 第三次穹顶拍卖会 现在开始 万籁俱敬 星海中的所有人 都不自觉平住呼吸 第一件 一颗大如车轮 散发着勃勃生机的血气红光的星辰 飞到过去深掌心之中 气血无道 无需灵气 只要你的世界存在物质血肉 就能修行 明镜者生千斤之力 暗镜者可破重甲之敌 化镜者可掌万人生死 婚异者余内无敌 随着过去深的口述 星辰上方出现了两个 由气血红光凝聚的小人 这个小人 站装扎马 正常吃饭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第三年 打拳时 一声脆响进入明镜 另一个 扎马练舞 吃肉喝酒 饭量是上面那个小人的十倍还多 不到一月 就打出了脆响 两个小人一起决斗 吃肉喝酒的气血舞到小人 一拳就打飞了上面的小人 炎黄星辰中 苏平眼中金光爆起 就是他 一旁的八十万进军教头林虹 随着点头 这气血舞到上面的明暗化镜 与他习练的通壁拳一般无二 但是看着那红光眼化的无量威力 自己仿佛都变了鱼日真灰的蜡烛 一定 一定要拿下 林虹看着苏平 他有感觉 这是特意为他们炎黄准备的 这气血舞到入手 炎黄国内的百余万明镜 三万余暗镜化镜舞者 就能成为炎黄最锋利的毛 为炎黄在异世界 开辟出生存空间 气血舞到 底价五千万神机点 每次加价不少于一万神机点 一亿苏平双手握拳 路后道 一听这个价格 所有人都选择了放弃 一亿神机点一次 二次 三次 成交 恭喜 父王 我们为什么不买呢 扶苏抬起头 看向嬴政 他知道自己父亲买得起 还是小孩子脾气 看见好的就想要 嬴政却心中记了一分 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肉食啊 扶苏低下头 想着那个小人 点了点头 我懂了 事实当然不止这样 嬴政当然看出来了 这是特例 这个价格除了自己 也就三个人能拿下 但是 他们都有仙法在手了 这气血舞到学 来做什么 至于其他人 会不会觉得不公平 拜托 能进大眼界的 只有宗师之上 穹顶拍卖会更是严格 天人才有一个随行名额 他们本来就是得利者 要是有这种想法的人 也进了穹顶 嬴政只想让这种人再多一点 这样 他的先情 就能更早见成了 张三丰 一天 离一天 师父 别和我说您看不出来 张三丰 哈哈哈哈 离一天眼角划过一道黑线 他发现这张老道 最近有反老还童的迹象了 越来越疲了 宋远乔转过头去 嘴角不自觉的抽搐着 子不严肤 但是宋远乔 确实有点看不下去了 清书 过来 爹检查一下你的功课 宋大掌门走出去 功课 想起自己挨打的惨样 宋清书手上一松 清风剑掉在地上 So 不好 宋清书运起清功就发现自己老父亲已经站在面前了 第二件 人仙丹 服用此丹者 可得人仙三机之力 刷刷刷 所有人都齐刷刷看了过去 那一粒金珠一般 表面上一个人形不断演化的丹丸 全有人仙之力 朕要拿下它 刘备 朱厚照 曹操眼中金光大放 嬴政依然稳坐钓鱼台 底价五百万神机点 五百万 六百万 曹操一掌就是一百万 对他来说 只要这丹要到手 什么刘关障 都是茶标卖手之徒 嬴政端起茶杯 他今天的目的就是最后的大轴重宝 林阳这次是真的大手笔了 刚刚的气血五道 现在的人仙丹 更是直接抄出了现在穹顶应该有的力量极限 张三丰一天 什么是人仙丹 人仙 脑中不禁想起那个要人人如龙的意子 摇摇头 离天 师父 这人仙可差的太多了 强的毁天灭地 弱得寿长百年 武当星辰中 张三丰睁开眼 六百一十万 老道加入战团 踏山之石刻意攻玉 在一天已经走到巅峰的张三丰 感觉这应该能帮自己看到天人之后的路 曹操刚要叫架 一旁的巡玉动了动 他忽然闭上眼 深思一阵 给他爸 他有些上头了 宝贝还在后头 不急 一旁的诸厚照则是问过曹正纯自己内裤有多少后 就不说话了 穷啊 对于自己面对的危机 这人仙三级不够啊 至于其他人 有钱的不需要 没钱的买不到 自然落到了张三丰手里 呼 直到任仙丹真正送到他的手里面 张三丰才长出一口气 握着丹和 张三丰只觉得 精神上仿佛经历了一次洗礼 越发圆融起来 他看向手掌 那丹妾 金灿灿明驼驼 等他想要更深入一些时 又什么意象都没有了 李一天 师父 怎么样 老道看着空空荡荡的腰包 嘴角却带着笑 到手了 李一天 那就好 端坐在武当大殿中的李一天睁开眼 点了点头 宋远乔去教训儿子了 在场的人纷纷看向于代言 我去通知代师哥 他好了 师父 有了这人仙丹 我武当又当兴盛百年 宋远乔手上动作一停 宋远乔就要溜号 才走出去一步 就发现自己老父又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娘 宋远乔开口怒吼道 叫娘 叫谁都没用 说着对着宋远乔就是一套威猛强劲的武当免长 就看见本来以龟蛇二将的刚柔并级为奥义的免长 到了宋远乔手里 都可以与天下之刚的降龙十八掌媲美了 连绵不断的尽力作用下 宋远书就像一只皮球不断被抛弃 又接着 继续抛弃 继续接着 几上几下 宋远书大脑逐渐混沌 只有一个念头回荡在心间 师祖救活五叔五婶和三叔 又收了一个小师叔做关门弟子 明明都是高兴的事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明明我才是掌门之子 武当三代大师兄啊 张三丰收起人仙丹 通信过后 老道也佛记了起来 手里还有一点神机点 下面就随缘吧 想到武当积累的神机点 这么容易就花了出去 他不禁感叹道 这拍卖会 太伤神机点了 以后要常来 过去深动作不停 第四件 第五件 第六件 第七件 第八件 第九件 第十件 通通都已超出底价最少两倍的价格 被人拍走 风云星辰中 聂风与不惊云面面相去 刚刚第八件 两人才试探着报了一个底价 对方直接双倍底价碾压 云师兄 聂风现在是真的觉察到了 没有一个势力不行啊 就像身为武林神话的吴明 他居然没有参加此次拍卖会 原因很简单 他在忙着做任务 复活爱人和兄长 都说天剑无名 武林神话 谁又知道 他才出生 就被亲生父母 以三两银子 卖给了大将军慕龙 这大将军慕龙 当然不是没有目的 剑圣误出剑二十一 天下无敌 寂寞难耐之下 找到人算了一挂 就发现 打败自己的人 就在东方 剑圣顺着补算来到了牧家 一眼就看见了怀孕的慕夫人 与慕龙定下了战书 为了自己的儿子 慕龙买了吴明回来 取名慕英明 慕英明是天煞孤星的命格 十一岁前就克死两名奶娘 还有八位师父 而且他们是知道他的命格的 更甘愿为他而死 在慕英明和吴明的人生中 最不能让他忘怀的 就是养母慕夫人 兄长慕英雄 还有表妹小鱼 慕夫人遇刺身亡前 还在教导他 大哥慕英雄 更是在他失去武功后 假借通敌卖国 逼他改名去姓 也要败入剑宗 重修武功 最后更是死在他的剑下 而小鱼 就是吴明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十九岁成亲 二十二岁丧妻 他却找不到下毒之人 他妄称天剑 现在亲人有了复活之机 什么拍卖会 神机点 与我无关 老子不在乎 二胡都被他扔到一边 提着英雄剑的满功力 狂暴吴明有多狂暴 问一下被杀断代的中原武林就知道了 他不是一个说话算话 说砍死全部掌门 就不能让你活一个 想起吴明 现在堪比聂烽火 麒麟风雪发作时的疯狂 两人又止住了话题 不禁云拜了吴明为师 本来想要帮忙 但是被拒绝了 吴明说 这是他要赎的罪 一时间 风云星辰中安静了下来 另一面 扶苏小手 举着一只长三尺三寸 犹如弯月的玉智古物 父王 这就是龙牙米吗 这么大怎么吃啊 扶苏看着嬴政手中 那个拳头大的小荷包 再看看自己手里 这几十斤重的龙牙米种子 百思不得其解 这么大的米 怎么做熟呢 又该怎么吃呢 忽然 他小鼻子皱了皱 一股谷物的香气 越来越浓 他抬头看去 原来是自己手中 这粒龙牙米外面 自动裂开了 露出其中白玉质地的龙牙米 顺着往下看 白玉质地的龙牙米 逐渐转红 到根部 已经是一片烟红 仿佛在血水中凝聚的血域一般 须以龙鼠针血浇灌 嬴政和尚欲解 这龙牙米不在他的主意范围之内 刚刚也不过是 跟着拍下气血舞蹈的炎黄星辰 叫了一次价 没想到就没有人与他争了 这龙牙米被他就这样买了下来 他就是想试探一下 炎黄星辰所携带的神迹点的底线 没想到一出手 根本没人跟 虽说只是高出了底价一倍 就买下了这一万两千九百六十例 龙牙米种子 嬴政却并不高兴 都来如此谨慎 那就说明他们的目标 应该和他一样 也是最后那件重宝 这龙牙米就交给你了 想到这 嬴政直接将装着龙牙米种子的乾坤袋 和玉碱扔给了扶苏 这些玩意让小孩玩去就行了 诺 扶苏接住乾坤袋 点头应诺 然后才反应过来 这龙牙米让自己去种 怎么种 这一粒米就有三尺三寸 几十斤重 要更多深的土 一亩地种多少猪 这都是问题 嬴政收回目光 扶苏自己不懂 他后面的楚国外妻肯定懂 希望你们不要让姑抓到机会 大半 把那个炎黄和明月大秦都记下来了吗 诸后照宽厚的手掌中 躺着一块金银剔透的甲骨 自从上次用光了北直立的龟鳖后 诸后照一个意外 发现了太医局中这带子的甲骨 实验过后 他的目光就投向了这些甲骨 经历了数千年岁月累计 染上一丝地气的甲骨更坚固 更灵敏 也更耐用 不能和他们硬碰硬 睁开眼 诸后照定下了规矩 气数差的太多了 如果说 他是一条山间水流潺潺的小溪 那炎黄星辰里的人 就是会入大海的江河 而明月大秦中的嬴政 就是盘踞在海眼大口 吞噬着诸天气韵的黑龙 第一批次拍卖完毕 休拍半个时辰 各位请便 过去伸散去小锤 观看了前半场拍卖的所有人 纷纷反应过来 已经过去了两个时辰了 虽说在穷顶中 有灵气温养 不会饥饿口渴 但是人有三级 是无法左右的 众人纷纷站起身 去解决个人问题 到哪去找像我这么良心的老板呢? 灵阳看着早早就破十亿的神机点 尝出了一口气 这次的拍卖 他只是在原有的价格上面 翻了一倍 灵阳希望通过这次拍卖 真正让他们感觉到 什么是物有所值 进一步树立穷顶的权威和大能 灵阳将目光投向 一直做陪衬的观众席 不看不知道 底价最低的 都是两百万神机点 有这么多神机点 我把自己提升到天人不好吗? 你也要有那个天赋啊 我看咱们过来就是凑数的 你以为呢? 有几个不是凑数的 你要是真有实力 早上天了 也有一些人 把希望寄托在了第二批千件精品拍卖上 一千件 上面的吃肉 总得让我们跟着喝口汤吧 看着从大手笔的神机点中唤醒过来 逐渐活跃起来的观众们 灵阳点了点头 没错 灵阳之所以叫这么多人来 就是希望能多一些观众 自从在白小生那里 看过后台流水后 灵阳就确定了 这场拍卖会 依旧是少数幸运的游戏 但结果知道归知道 面子上总是要过得去的 所以他准备了第二批千件精品拍卖 半个时辰 很快就过去了 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 过去身已经出现 当 进入第二批次 千件精品无底价 不记名镜牌 听到过去身的声音 众人纷纷归位 一本图文并茂的图册 出现在每一个人面前 你们有两个时辰的时间 两个时辰以后 未被标价的物品将不再显示 嬴政端起酒杯 喝下一口又苦又烈的勤酒 他打开图册 一个个打上了够 实时变动的吗 看着拍屏下不断变化的数字 嬴政停下笔 回到目录 开始仔细阅读起来 既然每一次价格变化 都会被人看到 那就说明 只要把握好时间 在最后一刻提高价格 就算一直保持了价格上的领先 不注意的话 也会被人偷袭成功 这样 就需要先选择出适合自己的拍屏 然后全力以赴 嬴政不觉得在神迹点上面 在场的 会有人是他的对手 拥有五百万人口的秦国 这座战争机器动起来 就是六国的噩梦 而面对诸天世界的任务 秦国打过去就是胜利 就是以秦军碾压 掠夺神迹点 半年下来 嬴政手里的神迹点 就已经逼近十亿了 这还是只动用了明夫和蓝田大营的秦军 半年时间 转神迹点之余 他还顺手灭了韩宇卫国 现在天下只有五国了 这次回去 就把楚 燕 赵 旗都灭了吧 盘算了一下 嬴政感觉参加完拍卖 手里应该还能剩下个一亿几千万 回去顺便买几万破宗丹 把蓝田大营的仙天军改个名字 叫宗师军就行了 一个身穿紫衣 霸意凛然的中年 指着一剑拍屏 眼睛微眯 仿制魂天宝剑 一个白发人 安安静静站在他身后 要是风云在这 绝对难以相信 这居然是已经封没的熊霸 当初熊霸与风云二人生死之战 却因为三分归元气被破 真气逆行入脑 竟当场疯了 不经云才在聂风的劝说下 放了他一马 按理说熊霸的伤势早就该死了 你当年非要学什么三绝 那三绝老人自己都死在这武功之下 怎么能教你 父亲 白须白发的熊霸一开口 这人竟是他的父亲 那就没错了 喜好紫衣 这正是五十年前就成名的追魔七雄之手 紫衣老大 而他一运气就变得血红的手掌 就是他家传武学 绝世武功 回元血手 与北明西星等武功一样 回元血手不仅能吸人功力 而且更加精深 吸来的功力不用炼化 一样运用随心 随吸随用 这魂天宝剑能调和真气 降龙伏虎 有了他 以后你再用三分归元气 就不用怕走火入魔了 熊霸结果图册 写下一个数字 亲父子明算账 尤其是像他们父子这样的枭雄 要是还有亲情在 紫衣老大也不会不叫熊霸家传回元血手 任由熊霸去拜三绝老人了 官家都写上架了 写好了 凌羊看着这位来自射雕前时期的道君皇帝 小赵同学 你这纯纯欧皇啊 不对 上次活动他也得奖了 不仅欧皇还天才 凌羊拉出后台记录 这小赵同学 选的是几件看似毫无关系的单件 看着洞鼻血血花花的小赵 凌羊分出一个念头 过去围观了起来 随着他一笔笔的勾勒 一个完全看不出样子的机械出现在了纸上 这是细胞流水线 看着这十分熟悉又十分陌生的机械 凌羊现在就想问问这小赵 他这个脑子怎么长的 细胞流水线 与平常的流水线不一样 是把每个环节都做到一条线上 一个小组一个线 不固定工位和工作 人多能干 人少也能干 区别只是产出的多少 在细胞流水线 每个人都能看到别人在做什么 如果厌烦了 就可以直接换工位 我去 这是准备直接进入工业化吗 你是宋朝皇帝啊 凌羊忽然有个预感 以后要是有能与嬴正争锋者 这小赵可以算上一个 观众席上一些身价颇为丰厚的 直接孤注一掷 将一些拍品的价格 推到力所能及的最高 全压全压 是赢是输就等结果了 你不留点神机点修炼了吗 等我拿下这件精品 神机点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 有出现神机点的吗 走大眼阁 正规手续 两倍 我出他两倍 你是不是找事 没神机点参加什么拍卖 高举天际的星辰 根本没去在意吵闹的下面 他们各自观看着自己的目标 这明月大晴太下本了 诸侯照看着 一批天上去的价格 咬了半天牙 只能放弃了 一旁的炎黄 大卫 等等星辰也是一样 这位明月大晴 太好了 一个加价 两个加价 最后他们数了数 349件都被他加价了 但是 看到银正这样出价 几人都放松了许多 第二批次发烈 那后面的重宝 明月大晴自动被他们 排除出争夺者的群裂了 答案 第二批千件精品报价即将截止 注意好时间 过去身一摞小锤 一道道星光飞出 在众人眼前凝成一座沙漏形状的星云 一颗颗星光由上向下滑落 与此同时 那一千颗包含拍卖品的星辰 也飞到了沙漏下方 一件一件 依此大放光芒 显露真身 第三百二十件 上瓶法器 粉水沟 七千五百神积点 一红蔚蓝月光映出 近似透明的玉 勾在星光越发耀眼 好宝贝 对我有大用 哎呀 这宝贝才七千五 我是不是能拿下 一道道声音响起 让报价七千五百神积点的这位心情越发不快起来 不能减漏了 也可以在场许多以为自己减漏了的人 提了个醒 赶快去回看自己报价的拍品 第九百三十二件 上瓶法器 颠倒震盘 三万神积点 震法啊 先加震法 居然只要三万 这么便宜 我出五万 一个修行奇门遁甲的大宗师 急吼吼开始报价 五万 五万算钱 没钱出来 混什么拍卖会 八万 一个遮掩身份的声音 一下又提高了三万神积点 射雕道送星辰 道君皇帝眼面微笑 一旁的小太监低下头 恍若无人的泡着清茶 好像这样做 刚才说话的就不是他了 有意思 仿佛是有一抬一手 明月大秦星辰中 传出来 嬴政颇感兴趣的声音 一下价格 就被抬到了十万 碰 朱后照蒲山打的巴掌 一下子拍在桌面上 死 没把桌子拍 却伤到了自己 来自穷顶的反馈 让他的掌心高高的肿起 冲写了一大块 逆贼 全都是逆贼 死了台家的这两个人了 但是没办法 他必须拿下这块镇盘 打蛇不死 必遭其害 朱无是这条打不死的毒蛇 再加上南方虎视眈眈的宁王 那条窥探着他皇位的毒龙 朱后照现在根本不敢离开报房一步 说的好听他是天子 说不好听的 他就是一个被囚禁在紫禁城里的囚犯 一切国家大事都在内阁手里 掌握不了朝政的他 现在被困报房 只能看着明王 一步一步攻略京城之内的党人高官 再这样下去 他就连手中那点兵权都保不住了 毕竟现在兵部尚书是个文人 而且发梁想的是国库 皇帝还不拆恶兵呢 再说了 就金银的吃空想的比例 还有几分战力都说不好了 这键盘虽然说威力被限制了 但是有可随身携带这一条 就足以让朱后照下定决心要将其拿下了 有了这键盘作为安全保障 朱后照就能走出报房 真正在朝廷上 在大营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十万神迹点 朱后照红眼了 什么计划不计划 没有现在 未来没有任何意义 道君皇帝 停下吧 那位急了 见好就收 两方默契收手 朱后照拿到了保命的阵盘 虽然肉疼 但是到手就好 我记住你们了 释出好的朱后照 眯起眼睛 拿起图册 开始盘算起来 大秦星辰中 父王 为什么大家都不叫了 扶苏看见嬴政没有继续交嫁 十分疑惑 在他幼小的记忆中 还没有父王得不到的东西 办不到的事情 过来 坐下 慢慢看 诺 扶苏蒙蒙答应道 然后跪坐到嬴政身侧 看向外面 在外面流淌的无形星河 不大的小嘴 无声地开合起来 哇 第376件 过去申又成交了一件拍品 道君皇帝和嬴政都没报价 这件一下滑落到五位数倍拿下 然后 亮起的这颗 上面是道送的印记 朱后照眼睛一亮 还没等过去申介绍 叫战起身高声喊道 五万神几点 官家 这 小赵一条眉毛 报复吗 他清秀的脸上带着一丝好奇 然后又化作沉稳 摇了摇头 满不在乎的说道 那就让他拿去吧 朱后照等了一阵 没人报价 这法器 直接落到了他手里 看着手里 根本不止五万神几点的法器 他恨恨出声 奸贼 深吸了一口气 坐下也不再想着报复了 他出嫁 那道送的皇帝 直接就不要了 而报复嬴政 他那点散碎银子不够啊 人家财大气粗 报价就已经高了一倍的价值了 他在报价真的买了下来 那就真砸手里了 朱后照安静了 大家也看到他出高价 砸手里的后果 都想了想自己的荷包 一些乱报价的少了许多 现在真心拍卖的 反倒是放心了 一下子又带动了一波提价的热潮 第七件 极瓶法器 武航山二十二万五千神迹点 又是这个样 又是高出一倍的价钱 一个装弱疯狂的宗师 仰天长叹 还有没有完 这样下去还拍卖什么 一个个宗师 大宗师纷纷出声 这也不怪他们失了理智 要是一件两件你 高出一倍 两倍的价格还好 说明你确实喜欢 手里也有钱 你就买下来 但是 这位明月大秦的嬴政 却不一样 他不是一件两件 他是一百件两百件 而且最恐怖的 是他每一件都提高一倍的价格 直接垄断了 这将近一个时辰的拍卖品 期间不是没有人想要出钱 买走自己看重的拍品 但是没有一个人成功 原因很简单 嬴政只需要加钱就行了 一倍价格你要买 是吧 那两倍呢 三倍呢 四倍呢 你还买吗 就这样 因为自己手里深不见底的神机点 敲碎了一个又一个宗师 大宗师的梦想 哗 看到上面显著的明月大秦印记 快看看 快看看 这是第几件了 数着呢 这都第三百件了 不愧是大秦啊 嬴政折服了的众人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毕竟一件两件 他可能是暴秦 难怪二是而亡 但是一百件两件买下来 现在已经三百件了 只能感叹说 大秦的底蕴太深了 在众人纷纷感叹 又一件宝物 被嬴政拿下的时候 三十万神机点 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一颗新的星辰 在最上方出现 这是拍卖会已经进行到一半 还能进来吗 不知道啊 看大人怎么处置吧 议论分分钟 众人把眼光看向了 位于拍卖场正中的过去深身上 我说呢 怎么感觉少了什么 看着华丽出现的粉红色星辰 坐在王座上的林扬 突然一脸恍然大悟地感叹道 怪不得刚刚分出过去深的时候 林扬就感觉哪里不对 现在看到姗姗来迟的丫头 她才想起来 好像把自己的员工给忘了 不好 不好 羚羊大手一挥 将自己的信息抹去 站在台上的过去深 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把意识交给套了一层马甲过来的本尊 这小妮子 这权限 是给她这么用的吗 穿着过去深的皮 羚羊大大方方的看了一眼那粉红色的星辰 也不说话 只是宝物后面的报价 表示她默认了价格的变动 嗯 嬴政站起身 以免回忆着 刚刚所有报过价的势力名称 然后 与记忆中获得活动前百排名的势力一一对应 原来是圣蒙吗 大脑高速运转 嬴政很快就确定了 新生起星辰的来历 圣蒙 嬴政拿出一捆预检 找出其中记录的圣蒙的情报 自从大眼界开放后 大秦第一时间就派出了许多探子 收集各种各样的情报 本来因为猜疑链和保全自身的大眼界风气 大秦的情报收集展开得很慢 但是炼器术活动和后面开放的世界任务板块 直接给大秦的情报拓展插上了翅膀 不计量的投入 换回了足够的收获 就比如 现在嬴政正在看的 圣蒙 朱子百家的自救吗 看到天魔收集百家武学 经典抵抗儒家和外来胡教 嬴政就对圣蒙多了一丝好感 这位是真正的大华夏主义者 在他看来 儒教渔民 胡教七星 都不是好东西 只是百家的后辈子孙不争气 被把握了话语权 还被打入邪魔外道 最重要的是 他们居然认了 还真的往邪魔外道去走了 就好比鹰魁派 好好的学问不做 真的找了那个云思通的男子 做自己的祖师 见过替人背费锅的 没见过 被人扣上帽子后 自己不但不计较 还连锅都自己硬往上扣的 看到这嬴政 不但没有对这圣蒙起轻视之心 反倒是多了一分忌惮 毕竟这样一个圣蒙 还能得到活动前十的奖励 现在又能再拍卖会进行到一半了 强势进场 就一定有自己的依仗 嬴政没有说话 只是又抬了一手 三十五万神迹点 灵阳老老实实扮演者过去生的角色 变化着报价 粉红色星辰中 两个人影依靠着栏杆 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正是神隐了半年多的婉婉 和朱玉岩师徒 之所以来的这么晚 也是被事情缠住了 半年前 晋升五道天人的英后朱玉岩 看到新增的兑换后 就下定了决心 强势攻入洛阳 就在灵阳的眼睛底下 以五道天人之威震杀佛门四大禅师 又掌灭道门散人宁道齐 然后一路北上 击杀必玄 傅采灵 将三大宗师一网打尽 就在天下哗然之际 灵阳将整个座穹顶之下的时间 加速了半年时间 就开启了新一轮拍卖计划 而这半年 虽然在灵阳 这只是半天 但是在晚晚那里 是确实过去了半年时间 这半年时间里 因后朱玉岩先后覆灭佛门 平定道门 将身上那层圣蒙的皮挑破 直接回归诸子百家的根本 一通连即将世家把持的如 踩到了泥坑里 为了帮他们加深印象 这位更是亲自赶往天下 各诸侯门法所在城池 一遍又一遍的 不厌其烦的施展五道天人之威 毁山断河 震慑群雄 一月之内 行遍天下 各方诸侯 还有背后的世家 被他无敌的实力所震慑 纷纷保持现状 各自化陷而至 不敢乱动一兵一卒 天下竟然就这样 在这位摩门天人 小孩子俩拳头一样 荒唐可笑的举动中 变得和平起来 毕竟大家都是聪明人 没人想做那个杀鸡给猴看得起 又等待了半个月时间 发现没有人出来出自己的眉头之后 朱玉言直接从朝廷中 揪出了化名裴举的石之轩 解掉他的易容 看着已经与记忆中不同的石之轩 朱玉言发现自己根本没那么恨他了 不对 不是不恨他了 而是已经不在意了 之前那些恩怨纠葛 现在再看过去 根本不值一提 之前放不下 是因为实力和眼界的禁锢 就如同佛门说的剑之杖 一叶杖木 不见太山 现在他只觉得天空海阔 景色如花 对于已经化身天人的朱玉言来说 八百岁的天兽不敢说 活到五百岁是一定没问题的 自己现在也不过百岁 日后的时间还长 为什么要让这样一个失败者 左右自己的心意呢 想开这一切关爱之后 朱玉言随手捏死了石之轩 就像打死一只臭虫 捏死一个蚂蚁一样 随手掩埋后 朱玉言的目光就看向了南方的飞马牧场 不是朱玉言开挂 已经得知了 这是什么所谓的大唐双龙事件 而是就在刚刚 早年间他留在鲁庙子身体里的天魔器 对他发出了回应 再加上天人感应 他感觉到 南方有一项机缘在等着自己 没有大张旗鼓的出行计划 朱玉言就像往常出门一样 驾驭着天地之间的气 至上九霄 向南飞行了半个时辰 他感觉到了天魔器的方位 向下落去 就发现已经来到了飞马牧场 仔细感知了一下 静止向自己感应到的天魔器所在落去 鲁庙子 因后 鲁庙子看见朱玉言 手中的棋子不受控制的掉落 落在棋盘上划过一道弧线 朱玉言见到鲁庙子之后 收回他体内的天魔器 在自己的真气里一转 炼化了其中携带的鲁庙子 些许精神念头 他就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机缘所在 原来是这样 阳公宝库 鲁庙子看着眼前散发着强大自信气场的朱玉言 只觉得老天不公 还没等他求饶 你没用了 因后身影随风散去 死里逃生的鲁庙子看着自己的手掌 难以置信的掐了自己一下 发现自己确实还活着之后 他痛哭出声 师姐 这是长安城内佛门财货的总账 先放着吧 洛阳一战后 新百家就开始了对佛门的清算 尤其是对佛门手中填土 地气房器金银珠宝的搜查上 其次才是丹药 功法之类的物品 毕竟因为穷顶的出现 这些资源的价值大打折扣 白千摇了摇头 不由得他多想 现在朱玉岩一人独断 除了婉婉 就再也没有人能劝朱玉岩了 要是他真的杀了宋缺 没错 在白千心里 朱玉岩杀宋缺手拿把钻一般容易 其二 师父 您回来了 说完 他才发现不对 这不是告诉了朱玉岩自己监视他吗 站立一旁 朱玉岩对弟子收集自己情报这件事毫不在意 他知道自己之前做的事太引人注目了 而且 也因为他的霹雳手段 现在的新百家更是众人眼中的钉子 他万一有个情况 新百家必死无疑 白千抬起头看着朱玉岩头顶 仿佛还能看见那道直通天际的紫色气柱 宛若梦逸 师父 现在还有谁敢和我们开战吗 师父 那阳公宝库真的在长安 一个赤足精灵般的身影从窗户跃了进来 阳公宝库 白千尸失声尖叫 那邪地设立 晚晚听到后 一脸你不知道 看向白千 师妹 你怎么了 你不会觉得大宗师晶圆成就的邪地设立有可能威胁到师父吧 晚晚故意用这一种 不会吧 不会有人不知道天人和大宗师的差距吧 对语气不断刺激着白千 叫你在我睡觉的时候吵醒我 腹黑晚晚在心里又给白千画上一笔之后 就安静了下来 说话要适度 万一白千先耸了 或者抵抗提高了 那不就不好玩了吗 阳公宝库就在月马桥下 清儿看着还有些失神的白千 朱玉岩微微提高圣调 白千如梦初醒 连忙跪下 后背瞬间施了一大片 请师尊降罪 无妨 起来吧 以后多注意休息 朱玉岩根本没放在心上 弟子们那点小心思 根本瞒不过他 白千尔最近的付出他也看在眼里 现在他已然成就天人 对自己徒弟的态度自然也要改变了 以前他需要继承人 现在不成天人都活不过他 还做什么继承人 那些养骨的手段就不必用了 不过 白千尔自己选的这条路也挺好 成为新百家的大总管 徒弟出去了 师父才能松口气 起来吧 朱玉岩衣袖上两道天魔器飞出 包裹起二人 就一起向着月马桥飞去 为师突破天人 是一件好事 但对你们而言 却不见得也是一件好事 白千尔都愣了 这都什么和什么啊 师父成就天人 怎么能不是好事呢 婉婉却反应了过来 指着自己的脸颊 师父指的是 没错 朱玉岩点点头 对自己这个徒弟 是越来越看好了 白千尔顺着婉婉的手看去 指着脸颊 恍惚间他看向朱玉岩的脸 好美啊 师父看起来比我还漂亮 是年龄 白千尔仿佛被雷电击中一样 没错 之前朱玉岩美则美矣 却有着一丝不协调 就好像伪装的美丽 但是现在的朱玉岩 完全是天人蜕变后 自然而然的年轻 天人已经超凡脱俗 天寿八百 就是以五百岁受算 不到百岁的朱玉岩 现在还未成年呢 这样一算 比婉婉和白千尔都年轻 朱玉岩说完 看着两个精细鬼 灵力虫一样的徒弟 呆呆的久久 就觉得有意思 放慢了行进速度 至于阳公宝库 随手可得的东西 有什么可在意的 果然来了 项羽田站在桥头 看着越来越近的天人气主 心中说不出的感觉 当年的神骂 天下三大宗师 在他项羽田眼里 也不过是一群小辈 之下的石之轩 他都不曾在意 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巴掌 根本没被他放在眼里的朱玉岩 居然突破天人了 他 一带邪地 项羽田现在被一个小辈碾压了 到这儿 他攥着铜罐的手 就越发用力 手掌深深地陷入了铜罐之中 这天上的穹顶 也不知是何来路 之前 项羽田心中就有所感应 破碎虚空之后 并非是一番坦途 他就躲在人间 不敢出去 没想到 一拖就是这么多年 天上 又多了一个穹顶 而他 却再也找不到那前进的路了 没有路 老子就自己开一条路 咚咚 闷雷一般的心跳声 在他胸膛之中响起 铜罐炸开 坚硬的鞋地设立 被他揉搓成灰 其中的无量晶圆 从掌心汇入他的经脉之中 谁 哦 鞋地设立 你进了阳宫宝库 朱玉岩第一时间 把婉婉两人送离 面对轰击而来的项羽田 袖手一扬 嗡 天人一念 紫色气柱 就仿佛一头睡醒的怒兽 一只弥天大手 从中伸出 直接将项羽田击落 死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话推为压 连同他脚下地面 一同压他击碎 项羽田只感觉到眼前一黑 再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镇压了 差距真的这么大吗 项羽田不甘心 他催动着体内磅礴的晶圆 与镇压自己的天魔器抗衡 却一次次被击败 而且 因为这鞋地设立的 晶圆中都包含着每代鞋地 临终前的精神意志 所以 每次对冲 项羽田都会损失大量的晶圆 被朱玉岩的天魔器吞噬 此消彼掌之下 项羽田 越是反抗 就被镇压得越重 但是 他心肩如铁 直到他的后背 被水淹没 想不到我项羽田落得如此结局 朱玉岩抬起头 一旁的晚晚看着师傅 斜地 朱玉岩意念一动 大手握着 项羽田飞出深坑 看着头顶紫气天柱的朱玉岩 项羽田 已经顾不得脸面了 躬身一礼 项羽田见过婴后 脸上的水珠也不敢去擦 任由他顺着脸颊滴到地上 活着的感觉真好 熙熙 师傅 你看他这便脸好不好玩 晚晚脸部轻移 来到朱玉岩身边 指着项羽田 就是一阵娇笑 脑门轻筋爆起 项羽田还是忍住了 没办法 打不过呀 殷后倒是交得好弟子 项羽田还是忍不住 刺了朱玉岩一句 激脸老魔 让他学说软话 就已经很困难了 更别说被小辈看见 尤其这个小辈还出言不逊 你不瞒 朱玉岩美眸中闪过一丝不屑 玉手一番 握着项羽田的大手随着张开 副手向下 直接将项羽田面朝下 拍到了地里 项羽田说晚晚 殊不知 在朱玉岩眼中 项羽田才是拎不清的 一个不敢突破 受命将近的大宗师 吸了一个力量脖子 只会降低自己站立的鞋地设立 就敢挑战他这位天人 这是有多瞧不起 他朱玉岩 现在作为阶下球 还敢对他的弟子说三道四 项羽田 这是自寻死落 至于项羽田依仗的东西 不过 就是天魔十侧失传的几侧 但是朱玉岩不在乎 哪怕魔门十足 天魔仓渠站在这 朱玉岩也是一样的话 这一方世界中的四大奇书 长生觉他已经看过了 也练过了 确实玄妙 但是又有些意犹未尽之意 而天魔策和雌行见点 就属于一脉相承 甚至朱玉岩的地踏风 发现的原本雌行见点 简直可以说 是和天魔策一体两面一般 完全是同出一圆 以前魔门中 就有雌行敬斋 出自魔门的消息流传 现在朱玉岩可能肯定 雌行敬斋 就是出自魔门 虽然朱玉岩学习的天魔策不全 但是以他现在的修为 居高临下 再写一本第五大奇书 也是唾手可得 世上没有一模一样的天人 每个天人都有自己的道 就在他成为天人后 朱玉岩就明白 天魔策这样的功法 对他来说 已经没有意义了 反倒是之前晚晚拿回来的 想要天魔策了吗 项羽田灰蒙蒙的脸上 露出一丝得意 只要你有所求 就逃不出我的掌心 天魔策 那就带着你的天魔策去死吧 果然 这项羽田实在上不了台面 朱玉岩看着又拿起架子的项羽田 只觉得 再和他说一句话 都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他袖手一张 缓缓握紧 子气大手也是一般动作 你要杀我 项羽田感觉到 朱玉岩真的想要杀他 一脸的难以置信道 那可是天魔策 天魔仓渠的传承 朱玉岩一言不发 大手继续紧收 朱玉 因后 因后 项羽田结了 看着不为所动的朱玉岩 他直接扔出了自己的底牌 你难道不想知道 战神殿在哪吗 战神殿 白切儿思索了起来 战神 一旁的婉婉 看着白青 这么忙吗 记忆力都下降了 感觉自己一溜烟跑了 确实有点不地道 婉婉传音入密 提醒了一句 战神屠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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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玉岩看着一惊一乍的白青 没好气的 瞪了婉婉一眼 知道你师姐缺教 你还这么逗他 在外面也玩够了吧 回来帮你师姐多忙 婉婉捂住耳朵 嘴里念念有词 不听不听 师父年轻 你呀 朱玉岩点了一下徒弟的小脑袋瓜 心里却轻松了许多 这样也好 一个没心没肺练武 一个练武不成 当家 也省得他以后操心了 因后 可以把我先放下来吗 项羽田已经没了半条命了 天魔器本就霸道 在朱玉岩大宗师时 一道天魔器就能让鲁妙子这个宗师 难受几十年 无法跟除 现在成就天人 每一道天魔器都仿佛诞生元灵一般 直接将项羽田一身斜地设立里的能量吸纳转化 就是量没控制好 连项羽田的老本也拾了一半 看着已经跌落大宗师 毫无反抗之力的项羽田 朱玉岩也不理他 就在他说出战神殿时 朱玉岩就已经感觉到了一个一直被他忽略的所在 不 不应该说是忽略 而是隔了一层窗户纸 就好像 你学会了用筷子 见到筷子 就会自然而然地拿起来就用 却不会去注意怎么握 怎么家 因为这一切都在一次次的吃饭过程中 变成了自然而然 从主动学习用筷子 到被动无意识地运用自如 而这个时候 有人告诉你 你筷子用错了 要纠正你 你反而会觉得别扭 这就是朱玉岩的感觉 本来这个世界 在他晋升天人后 而像雨田这一句 让朱玉岩找到了战神殿 对世界的认知也更进一步 师父 师父 嗯 朱玉岩应了一声 看向叫着自己的碗碗 然后揉了揉眉心 我又出神了吗 朱玉岩对自己这种情况 也很明白了 自从他看过49副战神屠戮后 元神就变得越来越鲜活 以前还感觉身体是最重要的 元神依附身体存在 现在渐渐地随着元神的壮大 朱玉岩的身体 仿佛变成了一件包裹元神的衣服 而且随着元神的不断变强 元神和身体之间也不再紧密了 朱玉岩常常会进入一个空明的状态 让他想要超脱出去 超脱身体的束缚 第一次醒来后 朱玉岩就明白 为什么广成子肉身不灭 破碎虚空也会留下肉身了 因为破碎虚空 就是只有元神飞升一条路 这次拍卖也是朱玉岩失控 才导致的迟到35万神机点成交 往往干脆利落地划走神机点 然后将飞进星辰中的小光团 推到了朱玉岩身前 师父 拍卖这件武航衫也行晚晚希望 以武航衫的镇压之力 压制住自己师父身体和元神的分裂之势 哪怕只是一时的作用 也足够他找解决办法了 朱玉岩双手握住武航衫 就炼化了起来 对于自己徒弟的担心 朱玉岩觉得有些过分了 但是心里很暖和 在穷顶中 他才刚刚踏上强者之路 怎么可能走什么破碎虚空 元神飞升的路 这一次战神屠戮 不仅没有让他产生什么好感 反倒是对留下战神屠戮的怪人 深恨不已 阻盗之仇 不共戴天 要是能够遇到 朱玉岩一定让他们知道 知道 什么叫天魔大法 破碎虚空 飞升 听到这两个字眼 灵阳可就不不困了 注意到朱玉岩身上的情况 灵阳立刻没心思继续玩什么拍卖游戏了 让我来看看 我挖了谁的墙角 意识回到自己身体中 灵阳拉出投影画面 上面开始显现 朱玉岩在战神殿发生的一切 成交 成交 过去身就像一个无情的成交机器 千件精品 很快就拍卖过半 最上方几颗星辰 几万几万神迹点 往上加的大手笔 让底下的人看得越发麻木 第32号 上瓶法器 飞云溯 开始 过去身落垂后 最上方的几颗星辰 无意人出价 下面也没有人出价 一时间 现场陷入了沉默 小鱼儿 这拍卖会一点都没有意思 小仙女坐在小鱼儿身边 小手拍打着小鱼儿的肩膀 本以为这拍卖会会很好玩 谁知道 来了就看别人买了 什么都没看到 小仙女才抱怨完 就听到一个声音 我出一万五神迹点 把价格提了上去 这声音离得好近啊 她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喊价之人 竟然是她身边的小鱼儿 你疯了 小仙女十分不理解 在穷顶这个强者伶俐的猪世界之中 她们出身的世界的武力值排名 本来就非常的低 更别说是全凭心眼 武功扎扎的小鱼儿了 为了获得神迹点 她们可是一个个的做一新任务 从几十几百一点点积累到现在的不到十万的 这一下子就是两人一个多月的收入 也怪不得她这么震惊了 江小鱼虽然是个武渣 但是她心理素质非常强大 面对众多强者照样坑蒙拐骗 但是面对小仙女投来的目光立刻就怂了 但是她还是露出标志性的坏笑 有了这宝贝 咱们就是接三星的任务 也不怕失手了 小仙女扔给她两个白眼球 不理她了 小鱼儿安抚好她 忽然对着外面说道 你们要是再不出价 这法器可归我了 她刚刚就发现了 过去深有意识都将拍卖顺序打乱 把上面那些星辰大佬看好的东西 先一步放到一起拍卖 这样她们神迹点消耗后 为了压轴和最后的大轴重宝 一定会流利 这就是她浑水摸鱼都好机会 其实此刻小鱼儿内心很慌 万一猜错了 自己可能就真的空手而归了 她拿起图册 希望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而且小鱼儿对这件宝贝也是十分渴望的 武功低微 她自知不敌 不敢去接高星任务 要是有这法器 天人之下 只要她想跑路 没有人能拦得住她 拿到图册时 小鱼儿兴奋异常 如果在这拍卖会中 拍到一两件法器 那拿捏那些三星任务 对她来说 都是手到擎来 只希望没有人与她争 看了看自己的荷包 属实预算有限 她拼尽全力 做任务得到的神迹点 不多不少 正好六万五千神迹点 眼前修仙的法觉 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而且她带的钱也刚好够 所以这才毫不犹豫的开口叫价 万一自己就是这里 对陶顿法器有益的人里面 神迹点最多的人呢 这法器可就是自己的了 小鱼儿有些想如飞飞 可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小鱼儿的报价声还没有落下 紧跟着就有人出价 我出两万神迹点 小鱼儿一听 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一脸不甘的 看了眼出价之人的方向 曹英你我夫妻一体 一起做任务就是了 为什么还要买这法器 王重阳一脸无奈 出嫁的人正是倒鼓打扮 被她复活的林朝英 听她说 夫妻立马凶狠地将眼睛一蹬 一副想要杀人的表情 虐妻一时爽 追妻活葬场 王重阳也是坐简自负 林朝英带着怨气 死去又复活 江湖儿女敢爱敢恨 她复活后 第一时间就去做了个任务 本来王重阳想着 让她出去散散心也好 就没有阻拦 没想到 回来多林朝英就成为了全真派的女官 出家了 王重阳一下就懵了 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 你看你看 小仙女点了点她 小鱼儿吓得吐了吐舌头 却是倩倩开口道 咦 好男不和女斗 这法器小爷我本应该让给你 但是 我妻子又喜欢得紧 三万点 说着摆出一副非常大度的模样 林朝英复活后 对男人成见颇深 又别小鱼儿言语挑衅 白镜面旁此刻气得像猪肝一样 但是 听到小鱼儿稚嫩的语气 还是个孩子 算了 放他一马 瞪了王重阳一眼 不再说话 王重阳 我又咋了 林阳过去身饶有趣味的 看着眼前斗气的冤家二人 这些人物 果真和剧情里的不一样 也是几十万字 就想形容一个人的一生 就在这时 第三个报价人的声音响起了 这道声音显得阴柔诡诀 和太监声音颇有几分相似 三万三千神迹点 出嫁之人 正是林平之 为了复活月灵山 林平之不知从哪得到了入场券 没错 就是月不群啊 还没等林平之报价声落地 另一道粗壮雄昏的声音响了起来 嘿嘿 如此神仙法宝 怎可被你一阴人夺取 老夫任我行 出嫁三万五千神积点 任我行 日月神教的过去教主 手下门徒众多 也是表里不一的人物 没想到 这笑偶 居然能进来这么多人 听着任我行的话 林平之被气得够呛 却还是看着任我行 巧笑燕然 任教主 我们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 为何今日要出言 为难我林某一个小辈 任我韩文言 哈哈一笑 这就是阅长门的女婿吗 我可不认为 你葵花大成之后 会让老夫活下去 我怎么可能会让你顺利拿下这法器 再说了拍卖 竞价本就是天经地义 林姑娘何出为难一说呢 林平之文言脸色更加难看 身体的残缺一再被人数落 想要比拼财力 自己还真不一定是对手 日月神教 虽然已经负面 但是百族之虫死而不将 更别说其成员身份非常的复杂 从贩夫走卒到商谷一旅 从平头百姓到朝廷大员 都有他们的成员身影 所以任我行手中的财富可想而知 而且因为成员复杂 所以消息极其灵通 哪里出现宝物任我行 可以第一时间知道 四万 林平之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任我行摇了摇头 不再叫嫁 他本来就是想让林平之多出嫁 好削弱林平之 现在目的达成 自然功成身退 任我行虽然不怕林平之 这法器也不错 却不是他喜欢的 也并没有像林平之那样迫切需要的理由 在他看来 林平之这样投出如此多身家争夺 实属不至 四万 这个价格一出来 一时间竟然没有人接着喊价了 见场面冷落 小鱼儿有些意外 他本以为自己没机会了 这可是跑路至宝 本以为这些常年打打杀杀的江湖人 会看到这法器的宝贵 拍出一个极高价格 却是没有想到 众人都涉于四万神迹点的凶威 和林平之志在必得的气势 直到四万神迹点就停了下来 虽然这个价格 已经是自己一半的余额了 小鱼儿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林平之坐了下来 一缕头发 在他看来 这已经是他囊中之物了 这时一个声音突兀响起 嘻嘻 我出四万一千神迹点 众人都寻声望去 竟然是已经沉没了许久了 小鱼儿的方向 小鱼儿叫完架 就看向林平之的方向 小鱼儿极其隐蔽的 朝他眨了眨眼睛 过去深看着小鱼儿 有点意思 一听有人开口竞价 刚刚脱离狂热状态的林平之 想也不想 自己藏在别人身后 又喊了个架 四万七千神迹点 林平之听到 还有人出嫁竞争 一股火气疼的 就冲脑门袭来 他其实也意识到 自己有些失控了 但是 他冷静不下来 从修炼辟邪剑谱开始 他就不再是个完整的男人 就算是获得了无上的武功和地位 成功为父母复仇 陪伴他的 始终是空虚和寂寞 有了月灵山 他才知道什么是温暖 他也知道了 那东西 对一个男人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穹顶出现后 他无时无刻 不想着 恢复自己完整的男儿身 然后复活月灵山 与这个目标相比 什么财富 地位 权力 统统都不重要 他只想重新做回一个完整的男人 拥有一个家 想到这林平之呼吸粗重 双眼通红 再次毫不犹豫 选择再次更加 六万神迹点 这价格一喊出 林平之就有点后悔了 这已经是他的大半身家了 但是话已出口 如同富水难收 好家伙 这一开口 直接增加了一万三千神迹点 在场众人都发出一阵纷纷的惊叹之声 此刻 在场众人都已经看出来了 这飞云梭 虽然是不可多得的飞顿法器 但是此刻的价格 已经是远远超过了物品的实际价值 这件拍品 如果正常拍卖的话 三万五千神迹点 估计就差不多了 可现在竟然达到了恐怖的六万价值点 而最后竞价的两人 也是非常耐人寻味 小鱼儿和林平之 如此执着于这法器的原因 众人都有些抓不着头脑 不像任我行 出价明显是在玩票哄抬价格 在场所有人都是英雄豪杰 很多都看出来了其中的猫腻 但是林平之和小鱼儿的肯借 他们完全想不到 这一法器有什么特殊作用 六万价格一出 顿时没有人再出生跟价了 小鱼儿也知道 这个价格差不多是林平之的极限了 再出价 容易把自己搭进去 六万五千 说完 他闭上眼睛 一头扎进小仙女怀里 不敢再去看了 林平之面如死灰 不再说话 林阳过去身见 没有再出价 开口朗声道 飞云朔 六万五千神迹点一次 六万五千神迹点两次 六万五千神迹点三次 成交 这飞云朔归小鱼儿所有 说着 他袖袍一挥 托盘在这飞云朔 直接飞 入到小鱼儿的手中 同时 六万五千神迹点 也在他的余额中扣除 呀吼 小仙女我们赢了 对 小鱼儿我们赢了 小鱼儿举起飞梭 绕着小仙女转了起来 羞羞羞 羞羞羞羞 这下我可以晚上 带你去天上看星星了 林平芝看着小鱼儿 拿过飞云朔 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哪怕六万神迹点还在 毕竟他花的代价 实在是太大了 林平芝怎么想的 羚羊过去身并不在意 他此刻心情 却是无比的痛快 一架竞价八千的飞云朔 竟然拍出了 超出竞价七倍的价格 这样的土豪 再给他多来一打 这神迹点 赚得也太容易了 羚羊过去身 嘴角含笑 走到了场上 继续做着无情的拍卖机器 时间一点点过去 很快拍卖会进入了尾声 林羊的过去身站 到一个托盘前面 我知道 大家对于本次拍卖会的 鸭轴和大轴期待已久 那么话不多说 马上揭晓 本次拍卖的三件 鸭轴大宝的第一件 伸出手 捏住托盘上的金纱 缓缓揭开 见林羊马上要揭开 第一件鸭轴拍品的神秘面纱 所有人都凭着呼吸看了过来 前两次拍卖的鸭轴 早就传到了诸多世界 在他们看来 这次的宝贝 比起上两次的鸭轴拍品 只会更好 从活动奖励中就能看到 不知道这金纱下 又该是何等之宝 随着林羊的动作 托盘之上的物品 方才露出一点 就占出药木的彩色滑光 让人根本无法一开眼睛 林羊看着众人的反应 满意地点了点头 开口介绍起这光球来 此宝名为封都 乃是一枚后天领宝 领宝由先天而成 身和大道者为先天 而后天领宝 就是大神通者 以自身之道化和万物炼旧 领宝最大的优点就是 不需要身具法力 领宝有灵 任主后随心而动 后天领宝封都 起拍价一百万神迹点 每次加价不少于十万 领羊过去 生此话一出 现场参与拍卖的人 顿时炸开锅来 上品 不急凭法器 拿到这领宝前 一笔 就好似土鸡娃狗 谁能拥有这宝贝 主世界易如反掌啊 所有人都在热烈议论着 这神奇的丰都 看向他的目光 均充满了贪婪与渴望 杨广看着自己手中的法器 顿时感觉不香了 目光灼灼地看着 领羊手中的丰都 内心一片火热 自己如果 能将此等宝贝再次拿下 那么 平定天下旨在朝夕 另一边 自领羊话语说完 秦始皇心中 便不停警钟敲响 光求 后天领宝 丰都 压轴 起价一百万 作为千古一帝 秦始皇的直觉 和他纵横世界的眼界告诉他 这件说不上具体作用的压轴领宝 代表着 某种前所未有的转折 但他却想不出是什么 所以 只能一遍一遍地附述羚羊说过的话 希望从这些话语里 找到有用的线索 不对劲 秦始皇皱着眉头 脑中有一丝灵感闪过 一旁站着的扶苏笑道 父皇 儿臣觉得 这件领宝 咱们没必要和其他人争了 秦始皇牛脸看着自己儿子 扶苏继续说道 这领宝虽神性肆意 光滑非凡 但与我大秦已是无用 我大秦现有百万雄兵 数千宗师 扫平六国 一统天下 已经指日可待 剩下几个国家 已经不是我们的对手 并且以我们目前的实力 东径突厥 北伐匈奴 远征欧洲 跨阳收割新大陆 甚至都不是问题 所以儿臣建议 放弃这件不知何用的领宝 将神机点都用来夺取后 两件宝物 秦始皇没有说话 扶苏脸上的笑意逐渐消失 扶苏看嬴政严肃的脸色 小心翼翼道 父皇 而臣说的不对 对嬴政点点头 还没等扶苏脸上露出欣喜 嬴政又摇了摇头 也不对 刚刚扶苏的话 让嬴政想到了一个新思路 现在他急切的 要印证自己的想法 所以 没理会一脸茫然的扶苏 秦始皇起身 问向拍卖台上的林扬 请问大人 这件领宝 具体是何作用 随着这一声问题 秦始皇强烈的直觉 在不停地向他预警 内心砰砰直跳 他觉得自己想的没错 一股蓬勃的野心与欲望 从眼神中诞生 相比横扫六国 嬴政作为始皇帝 诞生了更大的野望 另一边的曹操 此时 也正皱着眉头思索 看向嬴政发问 便将目光望向了始皇 作为乱世枭雄 他的眼界 一点也不比始皇帝低 作为压轴三宝 主办方林扬 怎么可能放一个鸡肋的领宝 而后听到 林扬不清不楚的描述时 一律再度加深 之前的几次拍卖 强大的攻击法宝 防御法宝 先品药草 绝世灵药 复活仙药都出现过了 现在星辰上的每一方大能 基本都能横扫了自己的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 继续拿出更强大的攻防领宝 又对谁用呢 嗯 对谁用 一个大胆的猜测 在曹操心底浮现 一股保障感 迅速铺满曹梦德的内心 曹梦德开始默默计算 自己带来的神机点 台上的羚羊青笑 邪魅的嘴角勾起弧度 扫了眼 只会嗷嗷赞叹的普通拍卖者 和星空中一言不发的重高等拍客 按道 机会可给你们了 抓不到可不能怪我 随后 便向前一步开始介绍 这是后天领宝封都 原形是一座古城 里面自有一方空间 可以收纳物品 收纳人 收纳百姓 收纳灵直 虽然没有什么攻击性 但是防御力十分惊人 任何凡间兵器 法宝法器 都无法打穿 顿了顿 凌羊高深莫测的笑了声 而因为整个城池 都在这被开辟出的平行空间中 所以 自可以进行空间传送 场上顿时一片寂静 底下的拍卖者傻了 压轴领宝 就这 一阵议论纷纷的声音传来 凌羊也不说话 就静静看着场上 趴在红木扶手上的诸后 照吐槽了句 就这 然后不信邪一般 探头对着台上的凌羊问道 大人 没别的功能了吗 没了 凌羊淡淡笑道 他心里门清 诸后 照这个废柴没看明白 诸后 照把身子缩了回去 翻身仰堂起来 随手拿起扇子扇风道 这不就是个龟壳子吗 虽然这个防御功能是挺好的 可以防御灵器法器 可是 我一个人 也用不了一座城池啊 总不能只在城池里住着吧 一旁的曹正纯俯身称势 眼中有金芒闪过 但看了看自家主子 那副慵懒的模样 还是没有说话 小鱼儿小鱼儿 小仙女娇声叫着 这个压轴宝物看起来好没用啊 平平淡淡 虽然是个后天灵宝 但是却没什么神奇的功能 空间挪移算什么 让我们立马挪移到仪花宫吗 小鱼儿拖着下巴 不应该啊 这里的那位大人 应该不会拿压轴宝物 卖一件激烈的物品 空间挪移 和后天灵宝这样的价值 虽然好 但不是特别好 作为压轴三宝之一 林阳大人 为什么要卖这样一件物品 难道说 这件灵宝 还有未曾开发的隐藏妙用 小鱼儿眼中闪动着智慧的目光 小仙女看着思考中的小鱼儿 只觉得魅力动人 悄悄地又靠近小鱼儿一线 因后朱玉岩皱起了眉头 她此时也有些纳闷 万众瞩目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的第三次拍卖会 万众瞩目中等来的压轴三宝 结果却是这样一个鸡肋的灵宝 身旁的晚晚托起下巴 这件灵宝 难道是专门用来行军打仗的? 朱玉岩微微点头 她也是这么想的 如果说 把一支军队数十万大军收入城池 那么 只要单人单齐 便能进行快速移动 途中消耗大减 并且数十万大军突然从空间中变出来 也能出其不意 所以 这应该是专门用来进行战争的灵宝 只不过就目前这些星空之上的大能 哪一个不是在自己的世界中 站到了顶尖? 单行军打仗这一条功能 就把它作为压轴三宝之一 朱玉岩轻笑 看了眼身边的晚晚 你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这件灵宝的作用 仅仅是用来行军打仗 晚晚挠了挠头 皱着没道 我也不知道 灵宝的作用 应该就是这样了 呵呵 看来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主办方可失算了 晚晚站在一边 不敢吭声 而当台上台下星空之中 所有人都在疑惑质疑时 曹操却仿若哮喘 久违的头痛感再度传来 疯狂 激动 兴奋 曹操低声哈着热气 他猜对了 曹操整理着脑海中的信息 一遍一遍的回想着 灵阳刚刚说过的话 一遍一遍回想刚刚的情景 尤其是灵阳顿了顿 然后露出的那抹高深莫测的笑 兴奋感涌遍全身 曹操只觉得 身上的血液加速流动加快 久违的激动与热血 让他忍不住想要大笑 但想到 这里是穷顶拍卖会 曹操还是忍住了 然后充满笑意的 看向天上的星辰 和底下乌泱泱的拍卖者 每一个拍卖者 都代表着一个世界 而这么多的世界 都还没有插上大魏的旗帜 这个仙机必须被我得到 秦始皇看着场下所有人 低声喃喃道 扶苏有些迷茫 呆呆的看着思索中的嬴政 等嬴政的思考结束 眼中重新闪烁光芒时 才上前一步问道 父皇 你说的仙机是什么意思 即使这件宝物是和行军打仗 可是 以我们目前的实力 也不需要虚与尾夷的 做军事突袭了呀 以我们目前的实力 足以横扫六国 扶苏的胸挺了挺 有些骄傲的说道 使皇帝看了看自己这个傻呆呆 不争气的接班人 默默叹了口气 正想训斥 想了想 还是柔和的反问道 你觉得我们现在的实力 足以横扫六国了对吗 嗯嗯 对 现在穷顶星空的这些星星 都是各自世界中的绝世强者 绝世势力 对吗 是啊 傅华尘不懂您的意思 扶苏皱着眉头 嬴政叹了口气 说的更简洁 你觉得空间传送这个功能 可以怎么用 扶苏皱着眉道战场骑袭 数十万兵马瞬间出现 节省粮草 国王城破时 已做最后仪仗 还有呢 扶苏迷茫的摇了摇头 嬴政侧身 大手一挥 你看外面那些星星 你看下面熙熙攘攘的人群 还不懂吗 扶苏迷惑的捏了捏手指 低着的头猛的抬起 眼中突然闪过惊骇 秦始皇淡淡道 你在想 作为压轴领宝的空间传送 到底应该怎么用 说时迟那时快 厂下的凡人武师 还在乌泱泱讨论 整个对话 只存在于几夕之间 扶苏的眼神 逐渐被震惊所取代 窒息感涌上心头 一旦想通了关键的一点 这件后天灵宝 简直是前所未有 通天彻地之能的绝世宝物 事事事 世界要开战了 秦始皇笑了 有何不可 对 现在所有的穷顶大星 基本都已经站在了自己世界的最顶端 他们现在手拿仙法 灵气 在自己的世界 几乎是所向披靡 正常的灵气与交易 已经无法吸引他们 毕竟 他们已经站在自己所在世界的顶点了 手握大量神机点的他们 不说无欲无求 但只要小心谨慎 即使有敌对方 正巧得到参与穷顶拍卖的机会 手中的神机点 也不够他们扭转乾坤 对于最强者来说 一亿神机点 和十亿神机点 只是个数字而已 所以灵阳决定 给强者更大的空间 更大的机遇 让强者可以变得更强 简单说 就是各方世界 开始相互倾压 而这件封都城 就是第一件 能来回穿梭世界的灵宝 谁能在第一时间领悟到 取得先机 谁就能获取更多的情报 侵占到更大的世界 这是一个考验 强者自当领会 场上鸦雀无声 嬴政第一个开口 两百万神机点 底下人群豁然大惊 使皇帝好魄力 上来就翻了一倍 然而 他们的震惊还没结束 又一个声音响起 两千万神机点 场上蹦然爆发出七嘴八舌的惊呼 这些平日里的大师 宗师 强者 不约而同的发出惊呼 整个现场变得一片哗然 这是搞什么 翻了十倍 怎么回事 曹成像是闲神机点太多 烧得慌 不合理啊 这样一件鸡类宝物 为什么会被叫到两千万神机点 底下的声音还在嗡嗡 高人们还在七嘴八舌的讨论 之前那个冷漠的声音已经响起 四千万神机点 四千五百万神机点 五千五百万神机点 七千万神机点 八千万神机点 使皇帝不带一点情绪的 爆出了八千万的价格 台下的其他人已经梦了 八千万神机点 为了一个看不出有什么作用的城池 这俩大佬 是傻了还是傻了 还是我傻了 有些所谓的高人 都怀疑自己没睡醒 而有些人 已经深深皱起了眉头 此时已经意识到不对劲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能拿出八千万神机点的 肯定不是傻子 这灵宝 肯定不是我们之前想的那样 不然没道理 被两位超级强者如此追捧 仔细想想 穹顶的主持 为什么要将一个激烈的宝物 拿来压轴 台下人们还在争议思考 身为皇帝的诸侯赵 在纪银正和曹操之后 第一个变了脸色 白色的脸上浮现出猪肝色 惊骇 惊恐的表情涌上眼瞼 全身不自主地打着哆嗦 手中的扇子 啪哒掉在地上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和我想的一样吧 诸侯赵有些绝望的难难道 他眼前的恶狼 都还没驱除 难道马上又要有两尊猛虎奔来 曹正纯把妖攻得更低 没有说话 此刻另一边的杨广 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抬起手跟着叫价 八千三百万神机点 八千五百万神机点 曹操立刻加价 使皇帝也迅速跟上 两人再次来回争夺 价格很快就被推到 一亿三千万神机点 杨广看着自己的神机点 无奈地退出争斗 场下众人还在茫然地 看着两尊超级大神争抢 诸侯赵看着自己的神机点 苦笑着尝试跟了两把 但是很快便被压下 诸侯赵捂着头 也无济于事 另一边的朱玉岩 看着杨广诸侯赵 曹操 嬴政四人的争夺 一脸茫然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这不就是件没用的领宝吗 白清二站在朱玉岩身后 看着远处几颗大星争相报价 此时的价格 已经飙升至八千九百万神机点 且加价仍在积蓄 朱玉岩端坐在太师椅 好看的柳梅 微微促起 不和脸 这些穷顶大星 没一个是傻子 不可能会为了一件没有用的领宝 而喊出这么高的价格 要知道 之前拍卖的压轴宝物也不过七千万 现在的价格太惊人了 晚晚站在朱玉岩身旁 低下头轻咬指甲 粉红色的小嘴聂如 眼中闪烁思索的光 作为羚羊的麾下 穷顶的员工 晚晚更清楚 羚羊这名主人的为人 能让羚羊拿来做倒数第三压轴的宝物 绝对不是泛泛之气 刚刚羚羊说 宝物的介绍已经完了 那么 就肯定介绍完了 之前的信息中一定有没想到 或者没有理会的信息 三个美貌的少女分别思索 场上的枭雄曹操和史皇嬴政 已经将价格推到了九千七百万神迹点 场上已经鸦雀无声 杨广无奈的摇摇头 朱后赵只能苦笑 晚晚咬着指甲 回忆刚刚场上羚羊说过的话 丰都是一座古城 防御惊人 因为整个城池都在平行空间中 所以可以空间传送 嗯? 作为女人的直觉 晚晚脑海中不断回想 羚羊高深莫测的笑容 平行空间 空间传送 啊! 震惊之色 煞时间涌上晚晚的翘脸 突如其来的猜想 让晚晚不禁后退好几步 一旁的白妻儿 迅速扶住她 太师以上的朱玉言 也扭过了头 晚晚 你想到什么了? 晚晚翘脸发白 这个信息让她内心慌乱 不敢置信 不知所措 白妻儿看着呆愣愣的晚晚 不禁气恼 这个妮子 平时胆大包天 这会儿怎么这么怂 于是晃着晚晚的胳膊催促道 快说啊! 你想到什么了? 朱玉言也起身拉过晚晚的手 安抚道 没事 不用怕 为师现在已经成就天人 即使是在这穷顶 也是一方大兴 顿了顿 继续道 区区一箭灵宝 不至于把我驼下成这样 不是的师父 晚晚神情复杂 但有些许惊慌 我是猜想到一种可能性 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现在无人能敌 师父战立天下第一 我实在想不出区区一箭防御灵宝 能撼动我们星百家的实力 白切儿拍着小胸脯说道 晚晚看了他一眼 如果敌人 不是我们这个空间世界的呢? 朱玉言神色一宁 握住晚晚的手下意识收紧 白切儿还没有反应过来 不是我们这个空间世界 你是什么意思? 晚晚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师父朱玉言 朱玉言柳眉微皱 眼中闪过几道金光 晚晚的话 确实打开了他的思路 作为天人 他本就不凡 之前只是没有意识到 但是一旦捅破那层窗户指 各种利弊与信息差便涌入脑海 晚晚 你是说朱玉言神色前所未有的严肃 认真地看向晚晚 晚晚苦笑 点了点头 如果我猜的没错 世界与世界之间就要开战了 白切儿正正地重复 世界与世界之间 话说一半 脸上后知后觉的露出惊悚 我们可能要和其他世界打起来 说吧 他下意识看了眼大星之外 穷顶下方的重拍卖者 和穷顶上方的其余大星 每一颗大星 都代表着一个其他的世界 强大的势力 一亿四千五百万神迹点 史皇帝依旧声音淡淡的报价 爆出的价格 让白切儿心跳加速 甚至失神 目前 辛百家在大唐双龙的世界中 确实称得上最强势力 纵横披靡 无人可敌 可如果放眼到 这穷顶之下的所有世界 别的不说 就这随随便便 拿出一亿四千万神迹点的 史皇帝和曹丞相 就能轻松击垮辛百家 毕竟之前 史皇帝毫拍四百件拍卖品的大气风资 作为一国之主的实力财力 就远比辛百家这种合作共赢的江湖势力要强 如果真的开战 白切儿腿一软 刚刚坐上辛百家大总管的位置 还没有午热 难道就要被其他世界吞并了吗 婉婉直接扶住了白切儿的身子 白切儿整个人都梦了 依靠在婉婉身上 三名少女之间掀起一阵沉默 可惜此时却无人看到 婉婉咬咬牙 张口劝道 师尊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参与竞牌 白切儿抬头看着神色坚定的婉婉 朱玉妍眼中闪过思索 回到原因呢 如果我所料不差 那么现在的几位大兴强者 都是在为了这个能进攻别人世界的权利 领保只有一个 只要我们能掌握 我们就能保证安全 大兴之外 报价已经到达了一亿七千万神迹点 朱玉妍紧了紧玉手 婉婉看着她点点头 一亿七千五百万神迹点 雍容且清脆的少女声响起 曹梦德和嬴政分别扭脸观望 底下的人群也开始议论纷纷 又有大佬参与近拍了 还是个女性势力 但这么一件防御领保 到底有什么好的 大佬们是神迹点太多 稍得慌 朱玉妍银牙紧咬 新百家实力还算不上最顶流 神迹点并没有曹操和嬴政充足 只能加价五百万 然后下一秒就被曹操压过 一亿八千万神迹点 嬴政轻笑着看了眼朱玉妍的方向 没有接话 朱玉妍咬紧银牙 继续跟一亿九千万神迹点 师父 白轻而紧张的南南 我们的全部家当 只有两亿多一点 就这一件领保 会不会 试一试 这种侵略世界的机会 不能被人夺走 曹操看对面的少女报价 脸上露出玩味 一亿九千五百万 朱玉妍和两个徒弟 三个少女呼吸一致 新百家全部家当 只有两个亿 两个亿真的能拿下领保吗 朱玉妍咬紧牙关 站起身娇喝道 两亿零三百万神迹点 说吧 全身力气仿佛一瞬间被抽干 朱玉妍堂堂天人 直接跌坐在椅子上 她已经拿出了全部身家 之后的结果 就不是她能做主的了 曹梦德听着朱玉妍孤注一致的声音 心中荡起些涟漪 作为人妻曹的她 相比少女 对各路成熟美人更感兴趣 现在叫嫁的 必然是一方世界的顶级势力 作为一名女性 成为一个世界的一把手 这女人有点意思 有魄力拿出两亿神积点来竞价 并且愿意孤注一致去搏生机 让曹操有些心动 朱玉妍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曹操盯上了 此时正紧张的捏紧粉拳 希望不要再有人竞价了 曹操舔了舔嘴唇 记下了这颗粉红色大星的方向 轻笑一声 压过朱玉妍 两亿一千万神积点 晚晚常常吸了口气 三名貌美的少女 神色都有些暗淡 朱玉妍沉默不语 晚晚强打精神 师尊 世间那么多 他们也不一定先侵略我们 不是吗 朱玉妍无力地点点头 作为顶尖强者 自身主动权被放在他人身上 他不喜欢这种感受 当然他更不知道 刚刚的竞价 已经让曹操注意到了他 假若曹操拿到了世界传送的主动权 任七曹一定会第一个侵占他们的世界 曹操扫视全场 最后眼神落在史皇的大星上 如果史皇不竞价 那么这个主动权就归他了 灵阳也适时地敲了下锤子 两亿一千万神积点一次 两亿一千万神积点两次 两亿三千万神积点 史皇淡淡地开口 并且一次加价两千万 同样的高额加价 曹操和嬴政显得就从容不迫 刚刚朱玉妍的声音 连场下的人都能听出穷途末路 曹操看了眼嬴政的大星 做了回去 大卫帝国目前的实力 最多就能拿出两亿神积点买一件宝物 多的神积点不是没有 但后面还有两件压轴 如果把神积点全部砸在这一个上 万一后面的更好呢 并且倒数第三件压轴和倒数第一件压轴 最后一件必然更好 秦史皇消耗这么多神积点 后面两件曹操捏紧了拳头 场上鸦雀无声 曹梦德没有进家后 场上其他人也没有那个实力 与史皇帝拼财力 底下的普通参与者都傻了 从一亿神积点开始 他们就已经大脑当机了 因为那可是神积点啊 神积点动辄拿出一亿来 他们想象不到 这么多的神积点 能带来多么大的变化 更想象不出 能花费两亿神积点买来的领宝 又是怎样的威力无穷 我觉得 这件领宝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一个收纳的领宝 为什么能卖这么贵的价格 这人群中 小鱼儿拖着下巴 旁边的小仙女在叽叽喳喳 小鱼儿小鱼儿 那些有神积点的人 是不是傻啊 他们很不安全吗 为什么花那么多神积点 去买个城池 对啊 为什么要买个城池呢 小鱼儿喃喃自语 忽然她眼前一亮 城池 她猛然抬头 看向台上淡淡微笑的羚羊 那抹微笑宛如恶魔 这样下去会生灵涂炭的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小鱼儿看着羚羊男男 小仙女挠着头 一脸茫然 底下的众人 还在议论纷纷 大兴上的强者势力 已经陷入一片惨淡气氛 他们无意不是自己世界的顶级强者 一统的目标指日可待 然而这个时候 穹顶开放了世界通道 虽然没有明说 但这群天人强者皇帝 哪个不是人精 就算最开始没反应过来 当发现史皇帝和曹丞相的争夺后 就意识到了 这是世界大战的第一步 两人都在争夺先手权 之后可能会有更多沟通世界的道具 他们知道 曹操知道 嬴政也知道 丰都领宝 可能并不算顶级宝物 毕竟有后天就有先天 但在当前这个时机 一个先手的主动权 就能让一个世界 领先其他世界一大截 特别是像曹操 嬴政这样 麾下有百万大军的势力 进入其他稍微弱小的世界 简直就是横扫 台上的羚羊轻轻笑着 两亿三千万一次 还有家家的吗 场上一片寂静 没有人有这个魄力与实力 再拿出更高的价格 嬴政暴毙 轻声哼笑 两亿三千万两次 两亿三千万三次 成交 凌羊笑道 恭喜始皇帝 拿到了这场战争的先手主动权 穷顶大兴的顶级势力 听到凌羊的这句话 脸色又苦了些 毕竟自己猜测是一回事 主办方亲自承认 又是一回事 只有底下的普通竞拍者在疑惑 这场战争 主动权 什么东西 我就说 这个灵宝还有别的用途 它可能是某个副本秘境的钥匙 钥匙又怎么了 我现在在我们世界天下第一 横扫天下是迟早的事 然后做任务 获得大量神机点登上大兴 也是迟早的事 人群中几名强者高手不屑冷哼 看着天上的穷顶大兴露出 老子迟早也能上去的模样 殊不知 连最基础的眼界都没有 就算上去了大兴 也不过是别人眼里的肉票 注意眼眼神流露很利 这次拍卖结束后 我们的统一计划 必须要提前 关键时刻 也要向皇室派人 江湖门派的势力 相比皇庭还是差点 必须要在外界势力 开始侵略前 整合好我们自身的力量 同样的情景 出现在穷顶大兴的各个势力之间 每一个势力都打定主意 这次回去 后来不及安安稳稳的发育了 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统一天下 然后再全力面对 有可能到访的始皇势力 台上的羚羊 倾笑着看着上面大兴 与下面近拍者的不同反应 心里暗笑着 等着被吞噬吧 努力的反抗吧 血与火才能激起更大的潜力 不安定与混乱 才会让你们更加大力的做任务 买宝卧 乱世才能出真英雄 现在这些势力 一个个都问顶了自己世界的第一 步伐已经开始变得安逸与疲软 只有新的敌人的出现 才能焕发更大的伤机 你们玩命的 准备给老子刷神机点吧 台下的人还在云里雾里不明所以 大兴之上 已经涌起一片惨淡气氛 各方掌权人思考过后 眼神中都透露出很厉 接着又纷纷涌出希望 目前的传送宝物 只有史皇帝一家独有 而世界少说有几十个 几十分之一的几率 史皇帝不一定首先就侵略自己 同时 后面还有两件压轴 倒数第三 已经是空间传送宝物了 那么 倒数第二压轴 又会是什么呢 所有人都露出期待的目光 心神都提起一根弦 羚羊弹笑看着全场动静 所有人的反应 都尽收眼底 看人们的目光看过来 然后招手示意 另一个小推车被推了出来 小车上放着金色托盘 托盘上 红布下 有一个四四方方形状的物品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这应该就是倒数第二件压轴了 羚羊将托盘拿起 扯掉红布 一个青灰色 似时飞时 似玉非玉的方疙瘩 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 大兴上的众人 轻轻皱起了眉头 相比刚刚光滑大放 闪烁金光的后天领宝封都 这个小方块 看起来实在是平平无奇 如果把它丢在角落 甚至不会有人觉得它是宝物 台下已经有人起了哄 主办方 这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 这是哪里来的小孩玩具 这一定不是真正的压轴宝物 对不对 别吵了你们 先听主办方说话 人群议论纷纷 大兴也沉默不语 羊羊看着台下众人的质疑 也不恼 静静地把小方块拿起 举高 此乃先天至宝翻天印的房品 取山月之经 丢出后 有数作山月的力量 可以用来砸人 可以用来砸成 即使是天人实力 被磁宝砸中 也会变成一滩烂泥 因为是山月所化 所以 同样坚固无比 可攻可守 说到这 大兴上阳广出声询问 那么敢问 这座山月可以收纳军队吗 其他大兴的势力 全部竖起了耳朵 如果这件宝物和封都一样 可以穿梭世界 又有攻击防御效果 那么当值得一拼 可惜 羊羊摇了摇头 抱歉 仿翻天印并不具备收纳军队的作用 他虽取自山月之经 但不是真的山月 同时 他也不存在 穿越空间的能力 大兴上众人眼中露出失望 曹操的失望更深 他对粉红色大兴上的助育炎 心动不已 当前的三国世界 已经满足不了他 一群普通女人 没有丝毫诱惑 而天人境界 又是一个世界掌权者 又恰恰比自己弱一点点的助育炎 让曹操心里痒痒的不行 好想立刻侵占他的世界 然后 将他夺到自己的同阙台中 天人境界的世界第一女修者 曹操内心又荡漾了几下 凌羊看着众人失望的眼神 嘴角一勾 但众人微微抬头 但什么 但是 翻天印真正的作用 是镇压 看着台下与大兴之上 一张张猛逼的脸庞 凌羊缓缓到 攻击和防御都只是顺道 翻天印的真正作用 是镇压强者 然后 穷顶在加工炼制时 给这件房 翻天印又增加了别的功能 就是可以剥离 被镇压者的灵器 宝物 还有灵药 修为 凡是在穷顶购买到的宝物 在被翻天印镇压后 翻天印的主人 都可以平一远 抽取被镇压者的宝物 然后自己使用 凌羊说得简单干脆 效果却引起全场的轩然大波 海量的震惊声 直接响彻穷顶 要不是穷顶的上方 是无限星空 还真有可能被声波顶破天花板 怎么可能 什么意思 可以剥夺宝物 这是说我得到的宝物 有可能被剥夺 你没听到吗 宝物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连灵药都可以被抽取 然后转身询问张无忌 无忌 为师岁数大了 没听清 刚刚主持人说的是 灵药都可被剥夺 是真的吗 张无忌也一脸茫然 呆板地挠了挠头 迟疑地看了看四周沸腾的人群 犹豫着点了点头 好像 是真的 那为师的天人境界呢 会倒退回去吗 这我也不知道啊 张无忌无措地挥着手 然而三封真人 此时已经乱了星星 一旁不远处的黄药师 直接就抬头询问 敢问 吞食过药物的人 药物也会被提取出来吗 东邪黄药师捏紧了拳头 紧张担忧的 不光三封真人一家 黄药师其实更紧张害怕 因为过去多年的妻子 就是因为吃了穷顶的药 才成功复活 如果说 黄药师有些不能接受那样的下场 生离死别的事 他不愿再经历一次 台上林阳看着台下熙熙攘攘的人群 看着黄药师的提问 他知道黄药师的担忧 也知道黄药师的害怕 和他期望听到的答案 可惜 所以 羚羊摇了摇头 药物也会被提取出来 然后服用药物的人 会回到未服用药物之前的模样 哄 所有人都炸了 在场有数不尽的宗师 天人 强大武者 断臂断腿断根之人 如果说 法宝会被剥夺 药物会被提取 那么之前的提升帕 不只是昙花一现 只有大星之上的重视力强者 眼中迸发出夺目金光 打败对手的诀窍 并不一定是自己比对方强 只要对方比自己弱就行 翻天印能剥离对方身上的一切法宝加成 简直是以弱胜强的神器 神器 当真是神器 诸后照双眼放光 看着翻天印喃喃 无论如何 倾家荡产 我也一定要将此物买下来 只要买下此宝 皇叔一切势力都将变为凡人 再也不是我的对手 旁边曹政纯攻身说是 另一边的曹丞相同样眼睛亮起 刚刚被史皇引走了封都 事业上失去了先手 他本就有些郁闷 此刻看到仿 翻天印再想想他的功效 简直是必备的防身道具啊 只要自己有磁宝在手 哪怕史皇带着泱泱大军来袭 自己一个翻天印过去 大军都得变成肉泥 除此之外 翻天印的镇压功能更让他心动 作为男人 爱好只有两个 一事业 二美人 事业上曹操被嬴政抢了先 那美人方面 还不得犒劳一下自己 更何况 现在认识了一位 这么有魄力的勇武家人 曹操对朱玉岩的垂涎 早就落入心中 虽说心中记下 来日必然会追寻 但朱玉岩作为世界顶尖强者 想来也不会轻易服软 哪怕大军压境 宗师甚至天人境界的他 也可能会逃 毕竟作为世界第一 哪有那么容易被驯服 虽然这个过程也很让他心动 但是他也必须要注意之后的事 就是同为天人境界 万一 假如朱玉岩到时候假意迎合 然后出其不意在某些时刻 给曹操来那么一下 曹操可不想自己死在童雀台中 在这种时候 为了确保和朱玉岩这种桀傲女音节 在一起是安全 这种能剥离法宝 抽取修为的宝物 简直是太有用了 曹操妈撒着手指 仿佛看到 被剥离了法宝修为的朱玉岩 被自己用红铃捆在童雀台中 背齿轻药 无可奈何 粉红色大心上的朱玉岩 此时 还不知他已经被曹操盯上 正用束手拍着胸口 喃喃庆幸 还好这件宝物不能穿越空间 不然 我们的时间就不够了 台上纵观一切的羚羊 听到这儿 不禁笑出声 这傻女人 都快被别人盯上 当作盘中之物 吃干抹尽了 还在庆幸 不是穿越时空的法宝 但反过来想 谁能想到一件功效 如此之强的宝物 曹丞相竟然首先想到的是 拿来镇压女强者 然后捆进身宫 仁七草 不愧是仁七草 论好色的枭雄强者 仁七草首屈一指 羚羊低声喃喃 底下还在爆发着讨论 穿越者里一天 呆呆地听着传讯机那头 老道张三丰的念叨 心中有无数思虑翻涌而过 后天领宝封都 方 翻天印 这明明都是神话传说中 才有的宝物 难道穷顶已经开始 要往修真的方向进发了 穷顶想要全民修仙 作为穿越者 李一天当然知道很多 原世界土著不知道的东西 这些神话传说中的领宝 就是修真领宝无疑 然而 事实和他所想 还是大有差别 毕竟张三丰是影视高人 李一天前世 又是个普通青年 两人都是没有想到 穷顶所有人领养 想要的 不是全民修仙 而是全民混战 李一天一边安慰内心忐忑的张三丰 一边往错误的方向 思考未来走向 结果思考半天 想了想自己目前手中的神机点 还是颓废的叹了口气 神机点不够 想这些也没用 自己只是小人物 只能祈祷 灾恶不会 立刻降临到自己头上 李一天却为了张三丰几句 领宝只有一件 世界却有好多 不一定轮得到我们 并且 这种级别的压轴宝物 不管如何 也不是我们能够争夺的呀 另一边 穷顶大兴 杨广捏着扶手 看着台上四四方方的翻天印 此时原本朴实无华的仿 翻天印 在人们眼中 充满了恐惧与诱惑 恐惧是由于担心自己被镇压 诱惑是 如果有了这件灵宝 自己就可以镇压别人 镇压的同时 还能掠夺对方的一切宝物 杨广目光坚定 难难道 我一定要拿下 此时此刻 朱玉言 杨广诸厚赵 曹操 秦始皇等数位大兴强者 都对访 翻天印露出异想 而灵阳 也适时的向前一步说道 访 翻天印 底价三千万神积点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三百万 竟拍开始 底下的纷纷嚷嚷 出现片刻沉默 刚刚惊慌失措 担心被镇压的众人 注意力纷纷被转移 三千万神积点 看来这次又是神仙打架了 众普通拍卖者的目光 不由投向穷顶的大兴 四千万神积点 朱玉岩手一将 忍不住看向曹操的方向 哪有人这么加价的 一下子就加价两千万 曹操走到前面 摇摇对朱玉岩挥了挥手 大家都是骑马天人静的修为 茉莉自然能互相看到对方 曹操打亮着柳梅轻皱 站在最前方 有些威严 有些愤愤的朱玉岩 不客气地舔了下嘴唇 眼神不断在朱玉岩身上流转 朱玉岩身体一将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从背脊涌上 在曹操的眼神中 朱玉岩只觉得一股危险的意味 曹操心红的舌头舔着嘴唇 朱玉岩莫名觉得身体有些发了 这不是天人的直觉 这是女人的直觉 已经七十岁 问鼎一个世界权力巅峰 实力巅峰的朱玉岩 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 由于强大实力导致几十年没有使用的女性直觉 此时却产生了畏惧的情感 仅仅是曹丞相的一个眼神 七千万神迹点 朱玉岩再度加价 强烈的危机感 让他想要近拍到这件宝物护身 对大卫曹丞相的实力 让他感到畏惧 此时已经无关世界了 他觉得如果没有这件宝物 自己便可能被捉取玩弄 自己堂堂殷后 大堂双龙第一人 怎么可以 朱玉岩咬紧了银牙 曹操轻蔑一笑 眼光更加放肆 八千万神迹点 笑声未落 另一个方向传来报价 朱玉岩手一松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也不一定 就一定要拿到访翻天印 只要不让曹操拿到就好 他看向报价的方向 是诸后赵 这位岌岌可危的皇帝 此时掏出了几乎全部家底 争鸣地喊道 朱玉岩没有争夺 曹操只是微笑 另一边杨广根架 八千五百万神迹点 九千七百万神迹点 此时的朱后赵 有些绝望 有些胆颤 十分担忧 九千七百万是他全部身家 他掏空了家底 也只能拿出这么多 所以他直接增加了一千二百万 爆出九千七百万的价格 希望能震慑住其他人 能让他捡个漏 虽然诸后赵自己也知道 这个概率很小 但他不能不尝试一下 毕竟如果得到了这件宝物 皇叔的势力将被大大削弱 自己才能真正掌控皇朝 诸后赵握紧全心 口中喃喃 期待皇家列祖列宗保佑 然而 他的列祖列宗 显然保佑不了穷顶的各方诸侯 一意神迹点 阳广淡淡的声音响起 诸后赵脸色白了一下 神情有些萎靡 曹政纯轻声安慰 此时此刻 他们确实没有更多办法了 以诸后赵的实力 实在比不上其他世界 这些强盛强大的帝国 一亿三千万神迹点 始皇帝伸手报价 场上又响起一阵惊呼 嬴政刚刚花了两亿神迹点 买领宝封都 之前买了六百多件拍品 现在 还有这么多神迹点 大秦的国力究竟有多少 就连其他大兴都显得瞠目结舌 朱玉岩的眼神一下亮了起来 有始皇在 这件宝物 应该就不会落在曹操手中了 虽然始皇也具有一定危险性 但刚刚曹操的眼神 则更加赤裸裸 且富有侵略性 朱玉岩甚至觉得 自己好像已经被曝光 落入曹操掌中 这种感觉 让他十分难受 而此时 始皇显然就是他的救星 曹操看了嬴政一眼 两人隔空对视 谁都不让 远处粉色大星的朱玉岩 更加有了信心 一亿四千万神迹点 曹操青台下巴 爆出价格 嬴政还没说话 另一个方向的阳广就跟上 一亿五千万神迹点 一亿六千万神迹点 始皇轻描淡写的压过两人 朱玉岩的眼中 有露出西迹的光 然而曹操冷笑一声 两亿神迹点 什么 朱玉岩惊叫出声 这大卫曹操 是有什么大病吧 哪有人直接加价四千万的 那可是四千万神迹点 场下也响起一阵喧哗 始皇皱起眉头 看向曹操 曹操不甘示弱的回望 嬴政轻轻思索 眼下的宝物是压轴第二件 翻天印看起来确实很好 但之后应该也会有更好的 现在的目的 主要是借丰都领保之势 侵略占领其他世界 翻天印这种针对个人强者的 对自己意义不大 只要暂时不去侵扰曹操的世界 自己就能在世界大战中占领先机 想到这儿 嬴政摇了摇头 坐回龙椅 朱玉岩看着嬴政的身影消失 内心光当凉了半截 然后颤颤巍巍的叫价到 两亿零三百万神迹点 这是上一件林宝丰都拍卖时 他叫过的价格 是他此次带来的全部身价 本来他以为上亿的神迹点已经很牛了 没想到两亿都如此不够用 连续两次出价 都被人随便超过 他知道 这两亿零三百万 并不能影响结局 此时的三百万加价 更像是风雨飘摇中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摇摇欲坠 曹操脸上露出兴奋之色 他就喜欢调教这种 有权势有能力 还有魄力的小娘子 看他们的人格尊严 一点点粉碎殆尽 予取予求 就像盾刀割肉 曹操叫价 两亿零六百万 方 翻天印的报价 每次不得低于三百万 曹操就只加价三百万 然后看着朱玉岩面露绝望之色 无助的颤抖肩膀 两亿两千万神迹点 朱玉岩颤抖着的肩膀顿住 愣着的目光 投向远处另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 杨广正双手背后 淡淡的报价 当然 杨广并不是想英雄救美 他对朱玉岩也没其他意思 他只是作为皇帝英雄 简单的不想放弃这件宝物 朱玉岩呆呆看向远处 身后的婉婉则早就忍不住 师父 从刚刚起就怪怪的 十分不对劲 师父 师父 朱玉岩被惊醒 怎么了 师父你怎么了 刚刚你抖得好厉害 发生什么事了吗 婉婉上前挽住朱玉岩的胳膊 看着翘脸微微发白的朱玉岩 担忧地问道 自从师父成就天人 就越发秀美好看了呢 婉婉心中赞叹 嘴上却没停 师父 你怎么了 朱玉岩脸上闪过几分不自然 没 没什么 为师刚刚在想事情 白清儿很没眼力劲的上前道 师父不用担心 那翻天印 被人拍走 就被人拍走呗 以后穷顶肯定还会出更好的宝物 朱玉岩看了他一眼 艰难的笑了笑 他担心等不到那一天 婉婉看着朱玉岩心口不一的模样 试探着抓住师父的小手 朱玉岩手突然被抓住 心中一惊 下意识就要抽回 然而被婉婉牢牢攥在手里 正要运出天魔力 然而神智迅速意识到 这是自家徒 赶忙收了功力 朱玉岩心智如此颠簸 自然瞒不过慧智蓝星的婉婉 婉婉握握着朱玉岩的手 将内心不安的朱玉岩搬过身子到自己面前 一身素白的衣服 动人的脸庞 微皱的柳眉 显示出内心的不安 我见尤莲 师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说吧 说出来我们才好一起解决 婉婉语重心长的对朱玉岩说道 一旁的白妻也发觉了不对 师父此时很奇怪 朱玉岩被婉婉盯着 又被白妻直直的看着 心知瞒不过 背齿轻咬了下红唇 看得远处的曹操又一阵内心荡漾 我可能被盯上了 朱玉岩脸色微红 神色不安 抬头对婉婉和白妻 诉说自己刚刚的所见与感受 拍卖时怎么突然感受到一阵寒意 又是怎么看到不远处的大卫曹丞相 曹操那充满恶意与侵略性的眼神 还有那微微舔似的 心红的舌头 朱玉岩神色惊慌 脑海中回思着曹操那富有进攻意味的表情 身体不含而立的打了个哆嗦 仿佛那心红的舌头 已经舔到了自己身上 婉婉和白妻听着目瞪狗呆 他们俩完全没想到 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强者手里 更没想到 这样的强者竟然盯上了自己的师父 婉婉口中喃喃 白妻嘴快道 那要这么说 假如大卫曹操拍到了这件翻天印 那师父岂不是会被人绑了去做 别说出来 身边的婉婉一把捂住白妻儿的嘴 但是已经晚了 白妻儿话已出口 朱玉岩的脸色又白了白 活了几十年 她从来没想到有一天 自己还会遇见这样的事 做人的身下娇额吗 朱玉岩心中一片惨淡 白妻儿自知说错了话 背驰咬了咬红唇 没有坑 婉婉内心也是复杂 师父被人盯上了 那么自己作为徒弟的 难道就能好过了 这家师徒三人都要遭殃 婉婉咬咬牙 觉得实在不行 就只能求助穷顶之主林阳了 虽然理论上 林阳不能干涉其他世界的运转 但是自己作为穷顶员工 算是半个穷顶的人 起码自己应该是安全的吧 婉婉内心思维活络 由于不确定 所以便没有对师父提林阳 只是强提笑脸安慰 师父别担心 事情不一定就那么糟 翻天印的拍卖还没结束 对对对 翻天印的竞拍还没结束 我们大可不用这么担忧 白奇尔赶忙认同 师徒三人将目光转向了场上 此时场上就剩下杨广 还能和曹操进行争夺 两人的叫价一路飙升 价格已经交到了两亿六千万神迹点 这个杨广真的要和我争吗 曹操捏着指甲 看向远处同样站起身的杨广 内心有些不屑 论实力 对方还差了他一筹 而杨广此时 手心也已经出汗 两亿六千万 是个彻彻底底的高价 几乎已经可以说 把他家底掏空 他虽然是一国之主 但实力还是没有大秦与大卫的实力强横 破利于敛财手段 也没有嬴政和曹操更迅速 此次拍卖 除去之前购买耗费的神机点 他只剩不到三亿的神机点数 捏着护栏 他和曹操隔空对视 两亿八千万神机点 台上羚羊的眼睛亮了亮 两亿八千万 不错不错 这个价格让他很满意 一个房品 又不是唯一 世上仅有一件的宝物 在商城里 只是价值一千万的半大陆货 拿出来直接翻了快三十番 并且现在场上还在叫价的 可是曹丞相 怎么会就这么让别人抢了自己的宝物 果不其然 在林阳的视野中 曹操轻蔑一笑 大手一挥 三亿神机点 华 场上掀起一阵热潮 自从拍卖以来 绝无仅有的价格 让无数人哗然 三亿神机点 这可是三亿啊 对啊对啊 三亿神机点 这能买多少有用的法器 你个没见识的 到人家这种程度 早就不在意法器了 更何况 只要有翻天映在 想要什么法器 直接从他人身上剥夺 岂不是更快 场上一片哗然 讨论声络绎不绝 台上的曹操嘴角轻笑 他已经不在意 最后一件宝物是什么了 虽然最后一件宝物 可能更好 可能更有用 毕竟是压轴之物 但是对于他来说 翻天映的特殊功效 让他垂涎心动 并且遥望场上 能让他视为对手的 只有始皇帝一人 始皇之前 花费两亿多神机点 购买后天领宝封都 又花费巨额神机点 购买了六百多件拍品 手中所剩可能不会多 自己就算买了翻天映 剩下的神机点数 也够争一争压轴 至于阳广 始皇那边不清楚 但自己购买翻天映后 还有超过三亿的神机点 这些诸后照 助预言阳广之类的 神机点 一亿两亿三亿 这次大会 就捏着神机 点数喝汤吧 场上没有了近拍的声音 羚羊四下观看 然后拿起一旁的小锤 三亿神机点 还有更高的价格吗 说着 瞧了瞧穹顶四处大兴 始皇轻亨 打算争夺最后一件宝物 曹操倾笑 披靡望向四周 阳广咬牙 但是确实没有更多神机点了 诸后照丧气 作为连自己安全 都无法完全保证的皇帝 他能拿的神机点实在有限 助预言最惨 脸色苍白 他真的不想翻天映被曹操拍到 被谁拍到 都比被曹操拍到 让他有安全性 然而最后翻天映 还是被曹操拍到了 他不禁望向曹操大兴的方向 正巧看到曹操也在回望他 两人目光交汇 曹操露出玩味的笑 手从台下伸出来摇了摇 助预言脸色一僵 也抬起手 打算打个招呼 然而 曹操抬起的手 却停了下来 手指在空中做出须抓 然后指尖摇摆 放肆轻薄之意 易于眼表 助预言惊地后退了两步 有些不稳 一旁不远处的始皇 看到了曹操的动作 不懈地冷哼一声 作为以雄霸天下长生不老为追求的千古一地 女色这种东西 在他眼里 只是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 而曹操这种烧险下流的行为 也让他感到不耻 大兴之上的事 只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台下众人并不知道 大兴之上 还发生了这样的事 只有羚羊轻轻笑着 将第二件压轴的拍卖带入尾声 看来场上没有人竞价了 那么 三亿神机点一次 三亿神机点两次 三亿神机点三次 成交 恭喜曹成相喜提宝物 也提前助曹成相能心想事成 童却春深 台下众人一脸猛逼 曹操大笑着拱手道谢 精致朴实的翻天印 就这么落入了曹操手中 曹操把玩着翻天印 内心已经开始颤动 好了 两件压轴已经拍出 现在我们将要迎来本次拍卖会的最高潮 我们最后一件压轴大宝 请大家不要眨眼 拭目以待 随着拍卖场中响起的辉弘音乐 场上众人有些被吓了一跳 然后所有人都看见 羚羊身后的拍卖台后台 缓缓打开 有黑深邃的黑暗中 一个细微的光芒在闪烁 闪烁的光芒一开始只有一点 模糊不清 然后转瞬间变得明亮 在场众人 起码都是宗师境界的强者 立刻有人惊呼道 这个光在动 它是移动的 随着众人的惊呼 光芒越来越大 速度越来越快 在黑暗的深渊中 不停地朝着拍卖会现场冲来 速度之快 让一些弱小和心智不坚的人 不禁惊呼 他怎么这么快 能不能拦住他 下一瞬 一阵光芒大放 众人看到闪耀的光点 在临近闯进拍卖会台上 之前停了下来 一个闪着微白光芒 中间布满格子 仿若像是拼图一样的物品 在深邃的星空中漂浮 这是什么 史黄银正南南道 脚步不由向前迈出 手扶在栏杆上 向外眺望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从那个闪烁着光芒的物品上 感受到莫大的吸引力 他不清楚 这种吸引力是如何产生的 但这种感觉就宛如因素 让人陶醉 想要雍之入怀 眼神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件 漂浮在深邃夜空中的宝物 同史黄一样 虽然还隔着一层保护膜 但他同样感受到强烈的吸引力 曹操睁大了眼 努力地去看光彩中的物品 试图看清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拍卖台上的羚羊 此时也患上凝重的神色 台下众人看到羚羊的表情 不由安静了下来 纷纷咽了口唾沫 只见羚羊丹 手对虚空抓去 手指一捏 那个闪着光芒的宝物 就好像受到撤制 在虚空中猛然颤抖了下 然后就仿佛有灵智一般 朝来时的方向逃窜 呵 然而羚羊身形微沉 吐气开生 抓着虚空的手指 微微用力 宝物在半空上蹿下跳 然而始终无法逃脱更远 羚羊滑跪的服饰下 露出的手腕上 展现出条条青筋 能看到此刻 作为穷顶之主的羚羊 已经用了全力 台下众人和 台上大兴都不由地惊叹 这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看起来仿若有灵智 又为什么看起来这么麻烦费事 连穷顶之主的羚羊 想要降服 都这么麻烦 他真的是要拿出来拍卖的东西吗 然后 就看到羚羊手中 点燃一缕紫光 台下众人不知道这是什么 大兴之上的势力之主 勉强认出 这应该是一种功法 使用功法后 羚羊的牵扯 显然轻松了许多 手腕用力一拉 那个闪着白光的宝物 便被从星空之中拖了出来 拖到了这拍卖场的拍卖台上 而一旦离开星空 进入穹顶 天空立刻闪烁出八道紫色光柱 从不同的方向 将此灵雾 禁锢在半空之中 灵雾仿若进入了牢笼的狮子 一开始还上下挣扎 但随着紫色的光芒 逐渐加深 渐渐散发出青色光芒后 灵雾就仿若琥泊一般 被彻底凝固 在半空 羚羊也微笑着拍了拍手 好似大功告成 众人的目光 先是被羚羊所吸引 但是又不由自主地 看向半空中的灵雾 一种超强的魔力席卷全场 奇异危险 但又散发着诱惑 明明无色无味 但是却让人忍不住心神亢奋 台下明明都是些天人宗师 但此刻却仿佛毫无修行经验的小年轻一样 一个个脸红气喘 呼吸沉重 手指还一下一下的抽动 身形缓缓下蹲 脚步向后滑去 就仿佛 这是宝卧 台下的一个角落 突然闪现出一个身影 扑向半空中漂浮的灵宝 整个场面立刻沸腾 无数人开始调动功力 五颜六色的功法颜色 瞬间闪烁在整个拍卖场 一场混战 眼看就要爆发 狂 台上的羚羊似乎早就知道 这种情况的发生 在身影扑出的下一瞬间 一道赤金色的雷光便从穹顶披下 飞扑而出的身影 下一刻就变成焦炭 然而又化为飞灰 整个过程就在一瞬之间 甚至没人看出 扑出去的人是谁 人就已经没了 只留一滩灰从半空消散 然后披露的闪电没有消失 在半空中凝聚形态 伴随着天雷的威慑 一条金黄色的雷龙飘浮在半空之中 一股莫大的压力瞬间涌现 这不是心里的压力 是实实在在 发生在身体之上的压力 在场人们的亢奋 一下子被浇灭大半 黄金雷龙的电火花不停闪烁 散发着一股股危险的气息 同时从头顶苍穹 又涌现出八道雷电 一股更加强大的压力 铺盖在场上每一个人的身上 承受压力也十分困难 大部分脸上都已通红 九条黄金雷龙在拍卖场的半空游荡 不光威慑十足 更重要的是 游动之中带起的雷光花火 每个噼哩噼哩的声音 都让在场的天人宗师内心打战 大家可要小心哦 我们穹顶是禁飞的 任何飞行的行为 都会被认作是对穹顶的挑衅 台上的羚羊笑眯眯的 对台下众人嘱咐道 一点都没有被冒犯的气氛 也没有刚刚举手 就杀了个拍卖者的羞愧 只是冷静的微笑 此时却宛若恶魔的低语 宝物虽好 可不要违背规则哦 众人的欲望彻底被恐惧浇灭 宝贝虽好 小命更重要 此时每个人都相信 半空中漂浮的雷电金龙 有能瞬间全灭所有拍卖者的能力 但即使如此 在场众人的眼中 还是流露出 渴求 异动 吃馋 不光台下 穷顶大兴之中 强大势力的领导者也没有很冷静 即使他们的魄力眼界能让他们溢住冲动 可是来自身体与大脑的强烈荷尔蒙 肾上腺素分泌 却不停地让他们心潮澎湃 几位王侯帝皇握紧了扶手 朱玉言刚刚被曹操恐吓 本就心神不定 此时 看着半空中的灵宝 脸上不由涌起一股潮红 一股热流 从小腹丹田处上涌 然后不停往上 经由小腹 胸腔 脖梗 最后在大脑灵台处绕了个弯 一股诱惑的感觉不停晃荡 朱玉言只觉得身体一阵酥麻 一种几十年没有感受过的情绪 渐渐从心底涌起 赶忙用天魔力压下自己的异常 然后不着痕迹地 瞥了眼身后跟着的两个徒弟 发现他们此刻的状态也有些入神 便轻轻咳嗽一声 天魔力灌入耳中 两女瞬间清醒 相互对视之后 不由都感到后背一凉 尤其是婉婉 一直自诩聪明坚定的她 头一次这么实态 竟然被宝物迷了心智 然后看着一脸淡然的师父朱玉言 不禁羡慕家感叹 师父就是师父 将还是老的辣 朱玉言轻轻批评自己的徒弟 没守住到心 另一个大心上的杨广 已经忍不住开口询问 敢问大人 这是什么灵物 自从宝物相隔一个保护魔出现 杨广就同始皇与丞相一样 提起了心弦 作为一个强大朝代的帝皇 他对宝物的敏感同样不低 且六感强劲 在宝物出现的第一时间 就捏紧了栏杆 因为在那一个瞬间 他也想翻过栏杆 去抢夺半空中的灵物 然而强大的意志 让他顿了一顿 下一秒 之前那个焦黑色人影 就已经跃出 然后在空中被打成飞灰 强大的雷龙压力 并没有辐射到大心 但半空中游荡的金色闪电 还是让大心上的人 同样感受到致命危险 杨广内心后怕不已的同时 也暗暗侥幸 没有第一时间跟随意念出手 仔细感受 后背此刻 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 看下方的混乱刚刚一致 杨广就已经忍不住 率先向林阳问道 大人 这究竟是何灵物 为何如此诱惑人心 连在场修炼几十年的宗师天人大帝 都发抗拒 林阳看了看杨广 面颊倾笑 挥挥手 让场上的雷电金龙便小了两号 场上压力骤减 底下的天人宗师 也总算能挺起腰背 有几位跪下的近拍者 也有些羞愧 然后在旁人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当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汇聚过来时 林阳指着半空中的闪光雾 此乃世界之力 林阳顿了下 看台下与大星之上 一张张茫然的眼神 随后微笑了下继续说道 世界之力 是一个世界力量的具象化 但其实 这准确来说 是世界之力的种子 此物效果 只要能将其滴血认住 就可以将它埋入土壤 然后获得当前世界的支配权 与世界融为一体 世界不毁灭 主人在自己的世界上 就不会死 看底下 还是一副猛逼的眼神 林阳摇了摇头 继续简化语言 用更明白的话来描述 简单说 有了这个 你在自己的世界里 就死不了了 然后 这是最最基础的功能 别的没听懂 但是死不了底下的众人 可是听懂了 毕竟刚刚在雷电金龙的掌控下 每个人都感觉自己 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 身上的修为法器 统统没有任何安全感 而此时死不了三个字 立刻让人们掀起了兴致 只是有些聪明的人 例如小鱼儿 却倾台下巴思考到自己的世界 而大星上 则是将注意点都放在了世界的支配权这上面 毕竟就目前的情况 秦始皇嬴政 还有五个国家没有攻略 曹丞相 也还没有让大魏一统天下 杨广还有一堆民生问题没有解决 北面的蛮子还在轻扰 朱玉言的新百家 只是目前来说 世界最强 可一些势力依旧在赋予抵抗 虽然大家都问鼎了 自己世界的绝对第一 但是谁也没有做到 真正的一统自己的世界 而这件世界之力的世界的支配权 听起来好像意味深邃 朱玉言向前走了一步 娇嫩空灵的声音从粉红色大星传出 然后落入拍卖场 敢问大人 所谓世界的支配权 可以具体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哦 这是个成长性的宝物 就目前来说 支配权的意义要小于占领 什么意思啊 羚羊看着脸上透露着疑惑的朱玉言 朱玉言柳眉轻皱 继续询问 我的世界难道不是我的 我势力范围内的土地 难道还不是归我所有 哼 谁说你占了就是你的了 羚羊站在台上倾笑 你当世界是什么 你站在世界上世界就是你的 你占领了那片土地 那片土地就是你的 那要这么说 如果第二天别人占领了 那么那块土地是不是就是别人的了 甚至于第二天连你都被人占领了 你是不是也是某人的了 说吧 羚羊的眼神往曹操方向瞟了下 曹梦得抚须 脸上轻笑 朱玉言脸色微红 轻轻撑道 大人莫要打岔 玉言不是徒弟 玉言当然是属于自己的 无论谁来 玉言都是自己的 说吧 眼神也冷冷地看了曹操一眼 而美人的此等反应更是让曹操一阵心动 反抗的美人 可比乖乖顺从的美人有趣多了 他就喜欢看强者一点点被曝光光环 卸下伪装 最后露出最柔嫩的小白菜内心 一个个玻璃的步骤 让他感到由衷高潮 羚羊眉骨曹操的自海 继续解释道 所以世界也是这样 世界也是有意识的 世界诞生万物 诞生了这么多有意识的生灵 然后说世界本身没有意识 说出去 你们信吗 话一出口 场上人顿时一愣 对啊 世界诞生了万物 那为什么世界没有意识 朱玉言刚意识到这个问题 羚羊就直接替他和场上的人解答了 世界是有意识的 只不过 世界的维度和世界造物的维度不一样 同时 大部分世界属于无主的 所以 想要沟通世界 就需要一个桥梁 衔接你与世界之间的联系 朱玉言轻咬背齿 缓缓问道 所以 这件世界之力 就是用来沟通世界的吗 羚羊点点头 表示没错 另一旁的嬴政开口询问 那么敢问大人 沟通了世界 除了在自己的世界中不死之外的作用 羚羊开口笑道 这个话题 其实就生了 这是一个世界种子 拥有成长性 首先你获得之后 你可以将自己世界的无主世界认主 然后 将它深埋地心 然后你就可以去培育它 让它逐渐发育 等等 另一颗大心上的曹操 打断了羚羊的言语 那个 这世界之力 只能在自己世界使用吗 说着 他指了指不远处的始皇 比如 始皇拥有了穿越世界的宝物 那么 这件宝物 也能跟随他一起穿越时空吗 如果说 只能在自己的世界保存实力 达到不死 那效果 剩下的话 曹操没说 但意思明显 效果是不是有些鸡肋了 羚羊简单笑了笑 曹成像多虑了 作为本次拍卖会的压轴大宝 这件宝物 当然不是仅仅能在自己的世界使用 刚刚说了 它是可以成长的 台下众人与大星之上 分别流露出疑惑的光芒 羚羊看着上下继续解释道 当你把世界之力的种子种下 然后完全侵占当前世界的70%以上土地 只要有穿越时空的能力 就可以携带着另一份种子 然后往其他世界蔓延 同样可以竞争土地 然后在自己所占领的土地之中 其主人除了有不死的特性 还会增加攻击防御 与一些特殊功效 比如说 跳过空间法则 利用世界之力 直接进行瞬间转移 羚羊的声音充满了诱惑 瞬息之间横跨千里 仙人手段 台上台下的人们都梦了 一群练舞的 哪听说过这种空间法则 又哪听过这种世界之力 全新的词汇在一遍遍地洗刷着他们的三观 他们震惊地意识到 原来世界上不是只有五道这一条修炼方法 在五道之上 还有他们所没见过 没听过 甚至想都不敢想的方向 之前有些人因为成就天人而沾沾自喜 现在听着羚羊的描述 不管是张三丰张无忌 还是曹操驻预言 甚至是秦始皇 都感到震惊与不可思议 秦始皇感触更深 这才是真正的仙人手段 看到众人加深的呼吸 羚羊虚空压了压手 一股清凉的气息从拍卖场四周的墙壁中涌现 所有人闻到都觉得沁人心脾 一股舒畅的气息涌遍全身 羚羊是在发福利吗? 当然不是 理论上拍卖场最需要的就是近拍者情绪的调动 有时候情绪调动起来就容易拿出更高的价格 但是现在羚羊在意的不是价格的高低 他现在所图更大 所以就不能让底下人情绪太激动而失控 大家冷静一下 大家冷静一下 羚羊双手虚压 把刚刚因为震惊而亢奋的人群砸身压下去 随后缓缓道 刚刚我也说了 这只是世界之力最初的模样 它是有成长性 可以成长的 难道没有人想知道成长之后的样子吗? 想 大人快说吧 我们都要等不及了 大星之上的势力强者有些居高自傲 但是底下的近拍者可没什么架子 立刻纷纷乱乱的喊起来 羚羊打了个响指 树道亮光从星空打落 照耀在羚羊身上 熠熠生辉 羚羊认真道 只要更多侵占世界 更多侵占土地 然后不停地强化与催熟最初的种子 那么到第一程度后 就可以逆转世界的规则 乃至完全控制世界的规则 嬴政不禁上前一步问道 什么叫逆转规则 大人可以说明白些吗? 曹操也内心一提 因为这个描述 如果按照他理解的意思 那么 就太可怕了 羚羊微笑着道 随着世界之力的成长 可以改变的东西逐渐增多 最初体现的是一瞬千里 徒手搬山 然后 可以逐渐地逆转五星 比如说 水克火是常识 但是当世界之力成长到一定程度 世界之力的主人 对自己的世界掌控增强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更改规则 能理解吗? 原先水克火的规则 是原本的世界规则 但是 当拥有世界之力后 你就可以逐渐地定义自己的规则 在你的世界里 不一定就是水克火 也可以金克火木克火 火也可以克制水 说到这 羚羊傲然地抬起头 能篡改世界规则 世上仅此一家 看场上震惊 没人能回过神 羚羊继续道 逆转规则 是一个阶段的体现 往后面还有 岩初法随 逆转因果创造生命 等一系列进阶 当然 每一个阶段都不会容易 但是可以让当事人 直接篡改世界的规则 羚羊后面 亮起一个由夜空凝聚而成的屏幕 上面靠下的地方 有一个世界之力模样的小图标 然后小图标 就仿佛一颗种子 逐渐向上生长 然后随着每一个阶段的成长 一些新的功能 和功能描述 赫然列在台下与大星之上的众人眼前 除了刚刚林扬介绍过的逆转五行 还有下一个阶段的一些介绍 岩初法随 口中说什么 什么就会实现 比如在当前空间 节气达到大数 在当前空间 人类的力量增强十倍百倍千倍 逆转因果 简单说是控制时间 可以在某个区域实施时光倒流 时光快进 破碎复原 创造生命 创造新的物种 各种之前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功能能力 让这群人傻了愣了震惊了 一群恋舞的哪见识过这场面 动辄逆转因果 改变世界线 创造种族 许多人都觉得 振战于不可思议 穷顶的拍卖 每一次都好像在刷新着他们的世界观 让他们知道 世界原来还可以这样 等等 等一下 突然 底下的人群中响起一声惊叫 众人的目光 纷纷被他吸引过去 是某个世界 一部知名少年强者 看起来气宇轩昂 见眉心目 只见他突然惊慌的抬头 问向拍卖台上的林扬 大人 大人 当当您说的世界侵略的越多 这个世界侵略是怎么一回事 少年天才眼神流露出惊慌 不安的询问林扬 然后剩下的宗师天人们 好似才刚刚反应过来 纷纷愣了一下后 大声震惊 世界侵略 世界侵略是怎么回事 刚刚有提到世界侵略这件事吗 好像有吧 是不是我们听错了 怎么可能 不说在场的 基本都是天人宗师 即使是普通人 哪有这么多人一起听错的道理 场下陷入一片混乱 混乱相比之前更加好打 毕竟挖好厉害 长剑舍是一回事 挖好像有力可图 是又一回事 最后什么玩意儿 我有危险 又是另一回事 当人们发现 什么事会对自己造成威胁时 产生的反应 绝对会比看热闹时的 要大得多 世界之力的竞拍 还没开始 台下众人的情绪 就几次上下起伏 越来越多的宗师 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 开始争吵纷争 开始询问林扬 人海如潮 浩浩荡荡的声音 从纷乱到凝聚 有几个人被大家推举出来 比如最开始那名青年 就被身边人推举出来 被人簇拥的感觉 似乎让他很得意 只见他找了一处 较高的台阶跳了上去 然后抬头对着台上的羚羊询问 敢问大人 什么叫侵占的世界越多 侵占的世界是哪里的世界 为什么会有世界被侵占 羚羊笑了 毕竟能进阶到天人宗师境界的 不会是傻子 分别都会有相应的修炼天赋 与聪明才智 笨蛋根本到不了天人境界就夭折了 史皇帝早在倒数第三波拍卖 就意识到的问题 现在其他人也意识到了 而这本就是他的目的 只见一个金灿灿的宝座 从星空之中浮现 然后缓缓出现在羚羊身后 羚羊后退一步 横刀立马 翘起二郎腿 坐在金色宝座 俯视着台下的众人 俯视着那名见眉心目的青年宗师 你觉得穷顶的宝物怎么样 青年宗师看到羚羊直接和他对话 有些受宠若惊 但看了看身边围着自己的普通近拍者 又有些恃宠而骄 耿着脖子道 大人 您不觉得这样子沟通很不礼貌吗 您难道不应该赋予我们近拍者最基础的尊重吗 底下传来声声叫好声 场上的气氛从热烈的拍卖 转变成一种奇异诡异的谈判 台上黄金宝座上坐着的林阳 和台下拍卖席站着的众普通近拍者 对 天空中的大星 无论是始皇还是丞相 还是杨广 诸后赵 没有一个人和底下一起参与质问 每个绝顶势力的强者都闭口没有发声 而朱玉岩看着曹丞相 本来想张口 然而红唇微动轻轻呢喃了几下 还是没有吭声 远处的始皇帝不动声色的看到了朱玉岩的反应 朱玉岩的意思很明显 世界大战开始后 自己可能被曹操侵犯 但是已至此 世界大战怎么可能不开始 这个时候说了 反而会增加林阳的恶感 林阳的身体微微向前叹了下 拖着下巴 你说你要尊重 你觉得你配被我尊重吗 本来被推举出来 洋洋得意的青年宗师脸上瞬间一变 眉毛抖立 但是眼神瞟了眼 依旧在天空翻腾的雷电金龙 还是压下了内心的不满 小人当然配不上大人您的尊重 可是目前 小人代表的是场下所有的近拍者 难道所有的近拍者加起来 还比不上大人您的一个尊重吗 说吧 青年宗师抬头看向穹顶星空 对着各个大兴抱拳 上面的各位 想必你们也是如此想的吧 好好的 为什么要发展世界战争呢 是不是应该让穹顶给我们一个交代 然而 天上没有一个大兴理会他 场面陷入一阵尴尬的寂静 青年脸上有些挂不住 又扭头对林阳道 总之 穹顶是不是应该给我们近拍者一个解释 林阳在台上看着刚刚青年宗师 询问头顶大兴 一时间 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他竟然还想去找大兴拉支援 他觉得 如果真的开始侵略了 到时候侵略他们的 到底是穹顶 还是头顶的大势烈 真以为随便摸两件宝物 就能在世界作威作福 真以为顶上的大兴都是傻的 花起一神机点去 只在自己的世界霍霍 林阳忍住了笑意 然后对着底下的青年宗师道 回答这个问题前 你还没有回答我 穹顶的道具好用吗 青年宗师顿了顿 回道 好用 简直样样都是宝物 好 那既然好用 我想问你 你觉得我穹顶销售宝物 拍卖宝物 是为什么 面对林阳的询问 青年宗师皱起眉头 穹顶仙人想要传道 让所有世界一起团结有爱 发扬光大 世界美满 世界美满个锤子 在座有多少人 拿了穹顶的宝物之后 立刻就开始报仇 杀戮 侵占地盘 你告诉我 穹顶的目的是 带给世间和平 林阳笑骂 你自己信吗 青年宗师喃喃说不出口 林阳继续道 用你的脑子想一想 我们穹顶四处收集宝物 然后举行拍卖 肯定不是为了做无谓的事 并且一般的收获 也入不了我们穹顶的眼 话说到这儿 你觉得我们穹顶的目的是什么 底下众人反应快的脸色已经煞白 接着 众人的脸色像是经过粉刷一样 一个个的全白了 你们贪图人家的宝物 人家贪图你们的世界 现在穹顶与目前各世界的链接 已经十分稳定 所以我不妨直接告诉大家 林阳站起身 对着台下与大兴上的众人道 下一次拍卖 穹顶将大量出售 可以进行空间挪移 世界穿梭的宝物 甚至会开启付费阵法 以穹顶为衔接点 大家可以四处去其他世界遛遛弯 散散步 打打仗 下一次拍卖时 像后天领宝封都这样的宝物会很多 大家不妨先做好准备 当然 在此之前 下次拍卖开始的五杠十年里 封都依旧是唯一可以穿梭世界的宝物 这个先手权 史皇你可要把握好了 怎样在这些年中 为自己建立起优势 收集情报 快速占领 平推碾压 这些不用我说 大兴之上的秦史皇站出来 对着羚羊点了点头 这些朕知道 然后台下的众人才意识到 从刚刚开始 大兴之上的势力强者 就没有任何抗议与反抗 仿若早就知道一样 再一联想穹顶表现出的行为 与穹顶贫乏的人手 无数的宗师天人 都抬头看向了天空中璀璨的大兴 原来是要坐山观虎斗吗 毕竟穹顶的人手 少大家是知道的 羚羊做回了黄金座椅 所以侵略世界这种事 穹顶不会直接参与 穹顶只负责提供法宝 武器 灵药 阵法 下一次拍卖 才是世界大战真正开始的时间 这次拍卖结束后 大家就抓紧时间 去转神机点 武装自己吧 世界之力的诱惑还在半空中弥漫 然而此时即使没有了雷电金龙 在场众人也没有了亢奋的情绪 一股死亡的气息覆盖了场上的每一个人 压轴拍卖已经正式开始 然而 场上却浮现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脸上 都有流露出或多或少的担忧与绝望 被侵略的恐惧在底下的人群中蔓延 氛围甚至有些影响到大兴 本应是拍卖气氛最热烈的压轴拍卖 此时却鸦雀无声 凌羊看着四周场下并没有说话 底下的人需要时间去适应这个消息 于是他愿意耐心的等 当然寂静的原因也并不全是因为等待 他愿意等不代表其他人愿意等 大兴之上 自诩为强者有实力 当侵略者的杨广已经忍不住开口问道 大人最后一件拍品的价格是什么 您还没有报价 虽然就目前的局势 史皇和曹操是最大的夺宝选手 但是他依旧不愿放弃 这次怀揣三亿神迹点 打算来拍卖场大展神威 结果被史皇频频打脸 到现在又揣着三亿神迹点回去 那就太亏了 所以即使希望不大 他也希望史皇和曹操 在刚刚的争夺中耗尽了神迹点 然后让他能做一次渔翁 如果按照原本的情况 那么他的希望注定会落空 毕竟他有小心思 史皇和丞相同样防着他的小心思 同样被防着的还有诸后赵 祝玉岩 不论是曹操还是嬴政 现在所留神迹点都超过三亿 所以按理来说 在场的其他人是捡不了漏的 世界之力的归属 只能在曹操和嬴政之间诞生 且这件压轴的绝世宝物 也不会再迸发出多么高的天价 哪怕它真的价值很贵 但在场众人手中剩余的神迹点 最高一位也才四亿多点 根本叫不出更高价格了 思想到此 嬴政和曹操隐晦的对了下眼神 觉得这次坑到了穷顶 能用不算很贵的价格 买到很优质的宝物 当然 他们是坑不到穷顶的 因为即使是最低的起拍价 羚羊都是增加了十倍价格 才往外拿 最好的并不是神迹点 羚羊俯看全场 缓缓道 本次压轴宝物 世界之力的交易价格 一亿神迹点 羚羊话语刚落 大兴之上的人还在震惊 然后史皇就立刻反应过来 一拍栏杆站起询问 大人什么意思 什么叫交易价格 这不应该是近拍底价吗 大人是不是说错了 口误 一旁大兴上的曹操也皱眉缓缓出言 因为是利益直接相关的两位当事人 所以 两人都没有形象的当众询问起羚羊 而其他人则是眼睛一亮 特别是朱玉岩和朱后赵 他们在顶级势力中本就属于微末 比拼神迹点本就拼不过几个强大势力 如果能靠一亿神迹点拿下宝物 他们会非常开心 只不过 朱玉岩皱起了眉头 喃喃自语 如果都是一亿神迹点 那怎么判定给谁呢 身后的婉婉上前一步 似有所悟 又似乎不敢确定 羚羊大人应该还有别的要求吧 这一亿神迹点应该属于入场券 台下的羚羊展开双臂 脸上微笑 没有说错 一亿神迹点确实是交易的点数 但压轴宝物的拍卖不仅只有神迹点 作为本次拍卖会的压轴宝物 单单神迹点已经不足以用来购买了 羚羊笑着继续说道 近拍者除了需要支付一亿神迹点 可以选择用其他的权限来进行近拍 权限? 对 权限 例如世界之力的份额 未来所获得的收益的分成 所处势力的权力权限 和个人或势力的签约效忠 说到这 凌羊看了下台下的近拍者们 如果下面谁能拿出一亿神迹点 那么同样可以用对未来的许诺来参与近拍 穷顶出品 童锁无欺 看到底下人还是有些茫然 凌羊不得不再给所有人解释一下 弹指声响起 身后刚刚介绍世界之力的巨大荧幕消失不见 然后紧接着最终交易的近拍条例 清晰的列在台下与台上众人的视线之中 凌羊还专门意犹所指的暗示了台下一句 只要能付得起未来报酬 哪怕只有一亿神迹点 也可以竞争获得世界之力 刚刚被世界大战所震惊的众人稍微提起了情绪 看到最终拍卖似乎有利可图 便亮起眼睛观看近拍需求 然而开头第一行大字就让绝大多数人失望 世界之力近拍价格 一一亿神迹点 二未来所获得的利益分成 解读从此次拍卖会结束 所属势力个人获得的所有宝物与收益 都按神迹点价格为标准 将一定数量收益缴纳给穷顶 三世界之力的份额 解读世界之力可以一人独有 也可和穷顶势力共同分摊 却不可和其他个人共有 然 世界之力的份额比例由双方共同确定协商 协商成功后 世界之力未来所成长所侵占的世界 穷顶都要享有相对应的权利与配额 四所处势力的权力权限 解读只有势力最高领导人有权限进行近拍 作为最高领导人出纳自己的部分权力交付于穷顶 来换取穷顶的合作支持 穷顶会负责相应的帮扶 该势力也要给穷顶相应的权势 份额多少 取决于具体比例 五个人势力的效忠签约 解读此条例是可逆的 这只是暂时的合约 此条例生效之后 当事人或当事势力 直接划分为穷顶之下的势力 在一定程度上 穷顶享有权利权限 相比较前四条 此条属于依附穷顶 具体比例 一就要看近拍时 愿意耗费多大比例 五条近拍选项 列在所有人面前 场上有些人已经异动 有些人还在思索 有些人甚至没有读完 只有极少数 身负聪明才智的人 意识到问题的关键 例如人群之中的小鱼儿 此刻小仙女 还在一字一字的读着条例 小鱼儿 已经面无表情的男男 这哪里是拍卖行的竞价条例 这明明就是给各大强者 和势力的卖身器啊 想到这一点的 不仅小鱼儿 大兴之上的皇帝丞相 势力之主 都想到了这个问题 秦始皇眉头皱得最深 从小就君临天下的他 高瞻远瞩 才华动人 这种可能会伴随 他一辈子的卖身器 引起他强烈的不适于抵触 他的内心一直在抗拒 他明白自己的未来 有更大的天空 如果就这么把自己的一部分权益 移交给穷顶 那么对于自己来说 是个超级巨大的损失 然而就目前来看 这件宝物又不能不争 曹丞相也在难过 虽然他大半辈子 都久居人下 完全能适应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待遇 但就是因为大半辈子 都被人压在下面 所以 才对穷顶卖身条例 相当抵触 他不比始皇 之前的人生 一直久居臣子 现在凭借穷顶 好不容易翻了身 自己当了自己的主人 如果把这些奉献出去 那么 即使穷顶不是一个人 但自己的头上 还是压了座大山 甚至是远比前朝皇帝 要强的多的大山 一座无法反抗的大山 同样的情况 依次出现在阳广 助预言 诸后赵身上 作为宗师皇帝天人 一个世界的势力之主 所有世界中仅有的几位 能登顶大兴的巅峰势力主宰 这几位每一个都是人精 然而 这种直接签署自身的条约 还是让他们犹豫不已 林阳才不管其他人想什么 看在大兴之上 与台下众人 已经基本看完 直接拍了拍手 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来 最后一键压轴静拍 世界之力 除了必要的一亿神迹点 静拍者可以任选四项条例中的一项 或者多项来进行静拍 最多报价为四项全报百分之一百 就是最高报价百分之四百 最低报价为单独某项的百分之十 每一次叫价不得低于百分之五 林阳在述说着规则 史皇首先摇了摇头 看起来最高限度为百分之四百 但是以史皇的自尊自傲 他是绝对绝对不可能 对任何人任何势力效忠的 他只会效忠于自己 所以对于史皇来说 即使他抛弃所有的一切利润 最多也只会爆出百分之三百的价格 当然 对于他来说 百分之三百都是不可能的 要真的舍弃那么多 那就完全成为给别人打工了 干嘛还要这么苦哈哈的奋斗拼搏 另一颗大心上的曹操统领 本来在之前的拍卖中 最为靠前 最为勇武 最胆大的两人 在这最后的拍卖中 分别表现出的退缩 谨慎与相比其他人更加多的小心 在史皇和曹操思考的同时 另一颗大心上的杨广也在思考 看起来一共有四项条例 最多可以拿出自己的百分之四百 但实际上 规则完全不是那么定的 因为一旦某一项的数值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甚至说超过了百分之四十九 那么在某件事上 主动权就完全不在自己身上了 往大了说 势力或个人可能就要改姓换名 往小了说 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有可能受人牵制 再加上效忠归服 杨广作为大随帝皇 同样也一丝效忠的意味 都不想给别人 所以实际上对于他们三个 即使到极限 能拿出的最高数值 也不过是百分之一百四十七 想到这儿 杨广一脸怒气地拍了下护栏 好好的 为什么不用神机点了 干嘛 要用这无穷的数值 然而他却下意识忽略了 如果比神机点 那么 面对始皇和曹操 他 和朱玉岩 和朱后赵更加没机会 但是人 总是下意识地 不去思考现实 只喜欢想对自己有利的内容 所以 杨广只是在旁边抱怨不停 相比秦始皇与曹操的抵触 杨广的抱怨 朱玉岩 则远没有他们那么强烈的不是 作为江湖门派出身的顶级势力 又是名女性 虽然现在成就了世界的顶点权势 但是之前的世界信息灌输和江湖门派身份 从来没有给她类似于皇权荣光的负担 她根本不会产生前三者那种男性皇帝所产生的强烈抵触 虽然如此 作为一个世界的顶级强者 她依旧有些犹豫 毕竟能自己当老大 就不会愿意去给别人做小弟 更何况 每个强者尊者天人都是有尊严的嘛 她现在最大的担忧点有些难以启齿 但其实还是在曹操 如果大卫曹丞相确实有不轨之心 这时候直接投靠穷顶 其实是一个摆脱曹操的绝佳机会 朱玉岩束手捏着光华的下巴 轻声难难 刚刚拍卖中 曹操的眼神反应实在让她恐惧担忧 特别是曹操拍到了翻天印 然后那一系列的微笑与威胁举动 全部都让朱玉岩胆寒 一想到以后世界开放 曹操有可能手拿翻天印 强行覆灭自己的新百家势力 然后将自己镇压在翻天印之中 抽离所有的宝物与法器 只剩最开始最初的宗师实力 然后被曹操捕捆绑卸完 朱玉岩就忍不住双腿发颤 那样的人生她宁愿去死 但是假如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她能不能成功去死还未可知 毕竟消灭新百家不如降服新百家 死了的美人不如活着的美人 现在穷顶的疗伤剩要这么多 别说受了伤 就算是起死回生 都有可能曹操又怎么甘心任由自己去死 到时候只怕蹂躏到死 然后复活 继续蹂躏 无休止的循环 想到那个场面 朱玉岩下意识 就想要直接爆出50%的效忠穷顶 直接归顺穷顶算了 然后接受穷顶的保护 但是话音到张嘴的一瞬间还是停下 刚刚所说的一切都是自己的猜想 万一 万一曹丞相并没有那么坏呢 如果不是没有选择 谁也不想将自己的主动权交由别人 未来被曹操抓住蹂躏 和现在主动臣服于穷顶 区别真的很大吗 并且曹丞相威风凛凛 也不一定就是会把女强者抓回去 想乐谢娃 虽然他拍走了翻天印 但万一到时候他选择的是风度翩翩的追求 礼貌的交流问候 那么两人合作 岂不是又是一桩美谈 说不定到时还能押琴屎黄一头 不得不说 人的心与欲望是无穷尽的 虽然朱玉岩很担心自己以后会被曹操囚禁 但是一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的 那些美好的可能 那些举止礼貌和谐共赢的画面 朱玉岩就悄悄静了声 毕竟万一呢 朱玉岩在盘算着自己的小计谋 其他顶级强者分别打着算盘 穹顶大兴与底下静拍者均人心惶惶 羊羊咳嗽一声惊醒众人 然后手指穹顶的无忌夜空 第三次拍卖会的压轴静拍 现在正式开始 话语落下 台上台下却陷入一片诡异寂静 谁都没有率先开口 愿意舍弃自身权益的 拿不出那一个亿的神迹点 拿得出一亿神迹点的 不敢随便拿自己的未来与权益做静拍 穹顶拍卖会自开创以来 头一次陷入这种无人叫价 无人静拍的地步 羊羊脸上微笑 不疾不慌 好整以侠地做回了黄金宝座 看起来有十足的自信 根本不怕这件宝物存在流派 场面寂静 最后还是秦始皇先叫出了价格 一亿神迹点 加本朝未来所获得的收益的10% 曹操携望了秦始皇一眼 内心不由敬佩始皇帝的魄力 以秦国的实力 从第一次拍卖会到现在第三次拍卖会 从堪堪强过其他六国一线 到此次拍卖会 已经怒放出七亿神迹点 秦国未来国力更加强盛 刷神迹点也会更快 而始皇就这么干脆的 拿出10%的份额 真的彰显出作为始皇帝的魄力 曹操想了想 也不甘落后一亿神迹点 外加本朝未来所获得收益的10% 外加大卫帝国全市的5% 曹操谨慎加价 报价的数值 堪堪按照最低要求增加 在场的势力强者 无异不是超级强者 头脑与实力的双重顶尖 每个人都知道 相比做任务就可以得到 相对数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神迹点 这种与自身息息相关的配额 才是最为珍惜和珍贵的 一旦叫价过高 难受的只能是自身 即使穷顶可能是个好老板 自己也会长期的受制于人 所以当曹操叫价后 朱玉岩也轻咬下唇 叫了个最低底价的价格 1亿加10%的收益份额 加新百家权势的10% 听到这儿林阳不禁翻了个白眼 新百家势力那算锤子势力啊 一群散兵游泳聚集起来的新生势力 说好听点叫黑马 说不好听就是个势力雏形 并且整个势力最聪明的丫头 也已经被自己挖来了穷顶做员工 这样的势力 朱玉岩竟然也好意思 只增加5%的权势 就算直接给穷顶 那也是拉低穷顶下线 林阳内心吐槽 眼睛还是望向了始皇和丞相 毕竟这俩精英势力 才是他心中最想要的目标 这俩英雄人物 也是他最希望收拢的精英人物 如果能直接把这俩人 这两个实力收拢到穷顶门下 那以后直接吃肝骨 就会有用不完的神机点了 林阳心底美滋滋的想 但架不住两位精英同样聪明 在场几人叫架都非常稳重与谨慎 相比之前动用神机点时 动辄翻倍和翻几倍的叫架方式 现在几人的叫架简直撑得上穷酸 台下的普通镜拍者也一个个抱起了胳膊 看起了屑 毕竟穷顶大兴高高在上 其他普通镜拍者虽然不说 但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不爽 再加上刚刚宣布世界大战 上面这些顶尖势力 指不定哪一个在未来的哪一天 就会侵略过来 一想到这些高高在上的势力人物 此时正被迫无奈的和穷顶牵着卖身器 虽然自己也捞不到什么好处 但是就是看看热闹 也让大多数人暗爽不已 甚至有几个调皮捣蛋的 还在人群中怪叫 上面的大佬 家家呀 使劲家呀 用神机点的时候 不是很好爽吗 直接甩出去百分之一百效忠得了 效忠穷顶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是吧 哈哈哈哈哈哈 底下的人群哄笑一片 上面的势力强者 脸上有些恼怒 但泱泱人群 大兴距离人群又过远 根本看不清刚刚是谁在说话 最为愤怒的杨广虽然已经红透了脸 但也只能一甩袖子 冷冷的怒哼一声 林阳看着台下热闹的人群 没有干涉也没有阻拦 毕竟他是拍卖场人员 属于中立阵营 之前几个大兴大肆收割拍卖会上的宝物 不给小近拍者留活路 以后可能又要大肆开始侵略小近拍者们的世界 放眼那些没有顶级势力的小世界 可能他们一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 能看这些顶尖大佬吃饼了 所以善良的林阳又怎么会不让他们尽兴呢 林阳自恋的想着 才不是借底下人群的嘴 刺激上面大兴的势力强者呢 只是台下刺激归刺激 能当上顶级势力首领 每一个是轻易的角色 就算是起哄好一会儿 近拍的价格也并不高 每个人都是按照最低5%的份额增加的底价 好一会儿过去 也才叫价道 一亿神迹点 20%的收益 15%的世界之力 与10%所处势力的股份 这时候出价的是曹操 史皇帝有些沉默 杨广有些蠢蠢欲动 刚准备再把底价增加5% 另一个声音直接盖过了当场 一亿神迹点 30%的未来收益 20%的世界之力 15%所处势力股份 诸后照此刻眼神带着认真和疯狂 在场上一众大势力近拍者中 他属于最卑微的 面对皇叔虎视眈眈的他 甚至经常连最基础的生命安全 都无法保证 替他是菜的小太监 平均每天都会死一个 就算皇室现在有了大量的治愈灵药 和少部分复活药 可这种危险的感觉 实在让他挥之不去 更何况 皇叔在一旁虎视眈眈 他想要发展势力 又是难上加难 虽然是皇帝 但是一枚尊严 二枚底气 三枚足够强硬的底牌势力 这次拍卖会 只拿着一亿多神机点 妄图救命和逆转战局 只是因为 始皇的十亿神机点大肆搜刮 让他买到的宝物寥寥几件 所以他只能选择破釜沉舟 以自己为代价 付出高额比例 去争取稳定住自己的皇权 至此 林阳只是淡淡倾笑 这就是他敢开创穷顶仙河 甩出卖身器规则的杀手锏 诸侯照就是他拿捏在场各势力强者 让他们不得不跟驾进拍的杀手锏 甚至连一亿神机点的限制 都是为了诸侯照量身打造的 比例点一下子从45%提升到65% 卖身额度一下子提升了20% 其他势力强者惊恶之后 脸上都露出勃然大怒的表情 诸玉言束手轻拍黄木桌 猛然起身 这人怎么这样 始皇眉头一皱 阳广微愣 似乎不敢置信的 看向诸侯照的方向 曹操冷笑一声 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一股无名火在重势力强者中蔓延 底下的小镜拍者看到诸侯照 率先沉不住气 也不管是好是坏 直接欢呼大叫起来 一口口称诸侯照英雄有魄力 诸侯照一直唯唯诺诺诺 哪有被这么多宗师天人吹捧过 一时间满面红光地走出大星的折挡 也不管底下人看得见 还是看不见 给下面挥了挥手 而其他大星的势力强者看到这一幕 心中无名火更旺盛 诸侯颜倾壳一声 准备上前一步说叫诸侯照两句 但还没来得及开口 不远处曹操的嘲讽辱骂 便想撤了穷顶 还挥手呢 你怕不是脑袋坏了 诸侯颜张开的嘴僵了僵 看不远处愤怒的曹操 顿了顿 没有结枪 又退了回去 晚晚和白青二也从诸侯颜身后探出头来 看外面星空上怒斥的曹操 亏你还是个皇帝 看不出这个静拍静的是什么吗 这是卖身条例 是和你未来收益一切绑定的 你当时烂大街的神迹点不够了还能刷 就这么家家 你是不是指望直接卖身给穷顶了 诸侯照自知理亏 脸色微红的 你也如两生 没有坑气 然而曹操还是不解气 继续隔着穷顶痛骂 言语激烈 其他势力强者无一人劝阻 俗话说 你人还有三分火星 诸侯照好歹是一国皇帝 大庭广众之下 被人这么一支八八 最后忍不住撑着脸回击 拍卖拍卖 相互叫价 我出的价高是我的本事 你有能耐你也叫价呀 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不知道 这是投诚 你要是站在我的角度 你甚至不一定有我这样的破裂 瞬进的时候 使劲用神机点收割 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 你拿更高的比例来碾压我呀 一通嘴炮 把曹操噎得哑口无言 诸侯照红光满面 之前他可从来不敢想 这么对一位超级势力的强者 那可是曹操啊 黄叔都惹不起的存在 曹操张了张嘴 底下的小金拍者 纷纷起哄 上啊 曹丞相 骂回去 别光嚷嚷啊 给他点颜色看看 动手 曹操张了张嘴 还是觉得在这么多人面前 跟泼妇骂街一样 有些丢脸 冷哼一声后 回了帐内 底下的吵闹声还在继续 诸侯照 看曹操不吭声了 于是满面红光 像是斗营了的公鸡一样 耿着脖子 骄傲着四下扫尸 不远处的杨广 阴阳怪气道 真有本事 卖起身来真有本事 一点脸都不要了 诸侯照顿了一下 扭过去脖子 假装没有听到 另一边的秦始皇 只是冷冷地看了诸侯照一眼 内心已经打定主意 一旦这场拍卖会结束 趁着后天领保丰都的传送功能 首先就带着三千宗师团去 把诸侯照的势力给灭了去 不管以前他是怎么半死不活 苟延残喘 这次回去后 实际就让他死透 诸侯照完全不知道 此时自己已经被秦始皇惦记上了 还一脚踩着栏杆 在大兴上对着底下摇摇挥手 灵阳看着场上的状况 内心倾笑 他早就知道会出现这样的场面 对此他不需要任何干涉 也不需要插手 笨蛋鱼虽然不能和聪明鱼放一起比 但笨蛋鱼可以激励起聪明鱼的斗志 保持活性 并且好歹诸侯照也是个皇朝的皇帝 之前弱小 只是因为他皇叔势力太大将 他架空了 谁知道穷顶参与后 他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始皇帝 又或者成为第二个卧心长胆的勾建 在这个世界拍卖中 正因为有诸侯照这样一个既有实力 又没安全感 还有权势的人才 羚羊才会大胆地突破穷顶的规则制约 大胆地放出卖身器 要知道 羚羊查询穷顶的历史 深知从穷顶诞生以来 从来都没有过卖身销售 神机点的多寡 就已经是巅峰 穷顶自己发布任务 铲出神机点 然后回收神机点 最后在某个界限后消失 等待下一场轮回后出现 在这个过程中 穷顶一直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穷顶势力 每一次重新开始 都意味着新的开始 然而 就穷顶出现的岁月而言 假如有一丝丝头脑 穷顶势力 早就遍及所有世界了 世界上到处都会飘扬着穷顶的旗帜 想要什么没有 哪里还需要这样一点一点的刷神机点 攒神机点 然后和世界以无换物 没必要 天才如羚羊 发现穷顶的这项弊端后 立刻就利用上 然后根据现场世界的情况 推动世界大战 然后根据现有近拍者的情况 引诱当权者 抢着投递自己的卖身器 按照条例 虽然一时之间 神机点确实是少了 但是长远看 这些归属于穷顶的人和势力 才是为穷顶源源不断创造财富的主力军 羚羊一个人拍卖 就算天天都开启拍卖会 又能赚多少神机点 还不如把燎原的野火撒出去 把武器装备都卖出去 然后 让世界去争去抢 然后再去扶持穷顶自己的世界 让强者签署条约 最后细火慢顿 得到的神机点 只能是海量 台上的羚羊 笑意盈盈 大兴之上的竞价 经过诸侯照的乱入 已经浮现出不稳定的趋势 价格 也从刚刚的60%份额 到达了95%份额 此时 拿到最高额度的是杨广 此时 他已经头顶冒汉 作为皇帝的他 拿出了30%的世界之力比例 40%的未来收益份额 和25%的所处势力权势 这个数值 对于一个皇帝来说 已经很高 毕竟皇帝没有一个愿意 去签署臣服条约的 臣服就等于卖国 对于这几个皇帝 臣服是绝对不能触碰的选项 而对于其他 这显然是一个高价 史皇看了看四周 挥了下手开口 我们在这墙指会便宜 话音未落 羚羊在台上直接弹指 穷顶上的雷电巨龙 停止了游动 台下的重镜拍者 僵直了动作 大兴上朱玉岩的头 刚刚响扭过来 精巧的下巴 刚抬起 就被禁止 穷顶的时间 在这一刻被禁止 史皇的话说完 发现周围的状况不对 每个人都停滞住了 嬴政下意识地 看向拍卖台 黄金座椅上的赵青 整个场上 只有他 还能笑盈盈地摇晃二郎腿 请史皇脸色微沉 拍卖官大人 您这是什么意思 是有什么话要和朕说吗 羚羊面色如常 即使是面对千古一帝 也没有丝毫气馁和胆怯 我什么意思 史皇帝不应该问问 自己是什么意思吗 拍卖拍卖 价高者得 刚刚史皇帝想要说什么话 当我羚羊不知道 说到这 羚羊从黄金座椅上站起身 虽然你购买了穷顶大量宝物 为我贡献了大量神迹点 但你也不能乱了规矩 断人财路 如杀人父母 史皇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吧 随后 羚羊的声音 渐渐冷了下来 如果不想要 或者拿不起价钱 史皇帝大可以不进牌 或者直接退席 还请不要给我的生意捣乱 说吧 赵卿不顾史皇阴沉不定的脸色 直接谈响响指 穷顶内的时间重新开始流动 人们也重新开始说话 黄金雷龙继续开始翻腾 朱玉岩和曹操杨广 纷纷扭过来头 看向秦史皇 刚刚没有人知道 发生了什么 唯有秦史皇阴沉着脸 漠不发声 朱玉岩看着史皇的脸色 有些疑惑 史皇这是怎么了 说话还带说半截的 并且 史皇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晚晚也从朱玉岩身后探出身 看着不远处脸色带有怒气的史皇 杨广诸后 赵若有所思 曹操愣了一下后 在一瞬间 心领神会 看着说了一半 就一言不发的史皇 然后看了看不远处 近拍台上微笑着的林阳 心中直接翻江倒海 刚刚的一瞬间 一定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事 林阳和史皇一定有了某种交流 并且 史皇帝吃扁了 但是 为什么 交流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好似就是突然之间 作为古人的曹操 就算再雄才伪略 对于时间停止这种技能 还是有些理解不来 虽然刚刚讲述世界之历史讲到过 但吸取还是没有那么快 对于曹操有限的经历经验来说 他实在想象不到 刚刚林阳是怎么在一瞬间 和史皇完成沟通 且成功让史皇吃扁的 曹操眼神瞥了眼林阳 余光扫到了林阳背后 屏幕上世界之历的介绍 时间停止 曹操独自站在大心上喃喃 这难道就是时间停止 刚刚我们的时间被停止了 穹顶就相当于林阳的事件 林阳使用了时间停止 然后在我们没有意识的同时 他和史皇完成了沟通交流 一瞬间的信息量 冲刷着他的大脑与三观 这种跨时代的诡异能力 已经让他颠覆 在三国年代 诸葛亮借七星灯续命 就已经是玄学了 能摆出三十六奇门阵 向天借力 就是匪夷所思 这种时间暂停 还有世界之力描述的时间回溯 耳朵听到的 和眼睛亲眼看到的 感受真的不同 曹操眼神愣了一下后 默默地看了眼阳光 然后叫价 百分之三十的世界之力比例 百分之四十五的未来收益份额 和百分之二十五的所处势力全是 时间停顿带来的诱惑 大大增添了他内心 对世界之力评估的底价 他觉得自己还能再叫一下价格 相比曹操的忍耐与激动 史皇帝则有些显得奄奄 看了眼场面后 直接退回到帘子后面 退出了压轴拍品的叫价 林扬在台上暗叹了声可惜 但又无所谓的耸耸间 爱买不买 只要开了这次仙盒 那么以后世界之力的销售 必然都带着卖身条约 自己迟早能把史皇吃死 就算他一直咬着牙不愿意 那么其他发展起来的势力 也会很乐意将他吞噬消化 假如真到了那一步 自己直接拘魂 然后设下灵魂封印 对于关爱人才的方面来说 通过拘魂来收服史皇 岂不是更容易更靠谱 林扬在黄金宝座 上小腿一晃一晃 心情显然很好 曹丞相总共爆出了100%的比例价 场上还有人出的更高吗 杨广脸色复杂 朱玉言沉稳不动 最强势的史皇退出竞争 就目前来看 似乎世界之力 马上就要落入曹丞相手中了 怎么可能吗 朱玉言端起桌上放置的茶杯 淡淡报价 110%分额点 30%的世界之力比例 40%的未来收益分额 和25%的所处势力权势 和15%的势力效忠 华 台下的小镜拍着炸了 卧曹卧曹 真的有势力主开始卖身效忠了 那可是大兴啊 顶级势力 竟然会选择效忠 听声音 好像还是个女的 女性的顶级强者 不知道长得怎么样 台下纷纷嚷嚷 朱玉言脸色不变 静坐喝茶 慌张了的 只有杨广和朱后照 因为目前来说 只有他俩在这场拍卖会 没有什么收益 曹操只是叹了口气 做回座椅 毕竟他也知道 凭借自己的傲气与心理 在卖身这方面 绝对比不过其他几人 特别是身为女性 又不是皇帝的朱玉言 不是皇殿 在这一点上 就连混得最惨的朱后照 都没法跟他比 对于其他三位皇帝 一位丞相来说 满分400%的份额 极限较价 只能有147% 臣服是绝对不可能的 然后不管哪一项条约 一旦超过50%的权限 在穹鼎手里 自己相当于就丧失了主动权 目前穹鼎还没说这些条约以后 有没有赎回来的可能 但万一不能 这就是永久的卖身器了 所以对于在场几名男性 110%的份额较价 几乎逼近了他们内心的极限 而作为女性 又不是皇权势力的朱玉言 则几乎不会受到 臣服条约的影响 虽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对于一个江湖门派 江湖势力来说 头顶有一个皇权 或者类似皇权的组织 对他们来说太习惯了 江湖和朝堂 本就是分家的 更何况穹鼎还不独属于某个世界 且穹鼎拥有超强大的实力 且穹鼎这个实力 更像是一个 谁都不会超过的绝强门派 这与其说是臣服归顺 不如说是投诚 小门派加入归纳金大门派 然后被大门派帮助扶植 在需要的时候 用门派里的新丁 为大门派添砖加瓦 这种事 对于一个江湖门派来说 再正常不过了 有些大门派收小弟 还要挑挑减减 你想去投靠大门派人家 也不一定要 所以当林阳说出百分比份额 这个竞拍条件时 朱玉言 反而是全场最淡定的一个 他凭空就比其他皇权强者 多了百分之五十 甚至可以说多了百分之一百的份额 之所以小心加价 也是不想表现太明显 然后引爆怒 占了便宜 自己偷偷张光就行 四处炫耀就不好了 就像刚刚红光满面 此刻脸色发白的朱后照 朱玉言美目轻瞥了他一眼 朱后照这种 不知天高地厚的 就容易被当靶子 指不定这场拍卖结束 就立刻被人抢着一窝端了呢 他不知道 在这点上 他还真猜对了 始皇的确打算着 这次拍卖一结束 立马开着封都城 带着三千宗士君 去扫平诸后照的黄泉 有时候真的是 不得不说 世间万物 真是有得有失 在神迹点获取和交易上 黄泉势力 对比江湖势力 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与优越 天上数个大星 作为江湖势力的 只有作为黑马的朱玉言一家 其他顶级势力都是黄泉 但是对于心态与心理 江湖势力则直接甩黄泉两条街 之前的烈士 在此时变成了强势 朱玉言端着茶 身后玩玩懂事的上前一步 给他添上 然后微笑着道 师父 我看这件压轴大宝 基本就是我们的了 白千也拍着胸脯道 那还不是板上钉钉 毕竟我们不像那群皇家一样 死要面子活受罪 朱玉言则微笑摆了摆手 事情还未见分晓 不要妄下结乱 但脸上的表情 显然已经有了十足把握 另一边的杨广 看着朱玉言爆出的高架 内心闪过几层不甘心 同样作为皇家 和始皇帝一样 拥有世上至高无上的权力 然后水平却相差这么多 带来的三亿神迹点 几乎都憋在了手里 错过了这次机会 回去后隋朝的发展 要比其他世界落后多少 杨广一咬牙一跺脚 百分之一百一十五的份额 百分之四十五的世界之力比例 百分之四十五的未来收益份额 和百分之二十五的所处势力权势 除了所处势力 也就是隋朝的权势 他将这件世界之力的比例 与未来隋朝的收益 直接分割出去百分之四十五 这几乎算得上 是和穷顶五五开了 花费未来将近一半的收益 买下穷顶压轴大宝的百分之五十五的份额 这个价格可谓前所未有的高 并且 场上众人在此时此刻 也发现一个问题 虽然理论上百分比 只要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就能拿上主动权 但是每次的加价 都不得低于百分之五 所以 几位皇帝的最高额度 远没有百分之一百四十七之多 而是只有百分之一百三十五 除非他们愿意效忠 杨广头顶冒汗 内心挣扎 嘴不断的张开又放下 其实他后悔了 这个价格太高了 这个比例是包含以后的所有时间的 对于以后这个漫长时间段来说 这个价格简直太高了 现在 他只能不断的劝说自己 价格已经爆出去了 不能反悔了来劝诫 不然他随时都有可能反悔 正当他内心跳动 脸色苍白时 又一声叫价 压过了他 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份额 百分之四十五的世界之力比例 百分之四十的未来收益份额 和百分之四十的所储势力权势 诸后照发生了 伴随着杨广的疯狂叫价 诸后照也提起了价格 并且大量抛出了所储势力权力 林阳看了诸后照的近拍 不由摇头苦笑 势力和势力也是有区别的 像曹操的大魏皇朝 像嬴政的秦朝 像杨广的隋朝 甚至是朱玉岩的新百家 都是有名有姓 首屈一指 在世界堪称无敌的绝顶势力 他们这些势力的势力权力 可谓是相当值钱 对比现代 就好比于上市公司 哪怕只有百分之十 或者百分之二十的干股 都能带来不小的权益和收益 而诸后照 虽然是皇帝 虽然身处皇家 虽然是名义上的世界第一权势 但实际上 算是半个傀儡架子 相当部分的资源 都在齐皇叔手里 他自个儿在皇宫里 都没有多大的话语权 哪怕他开出百分之四十的权势 都只不过是空头支票 相比曹操百分之二十都比不上 但奈何林阳的规矩 就这么定的 当初为了刺激这几条大鱼 给猪后照放了点水 现在大鱼 都被吓跑了 林阳在台上 看得清清楚楚 杨广交出价格后 苍白的脸色 看来此次只能是把新百家 完全纳入麾下了 林阳叹了口气 本来新百家的高层 就被他发展为员工了 这下势力权势 稍微有了些重叠 但其实也没事 毕竟这场拍卖的目的 其主要就是让这些势力首脑 能接受卖身器条约 对 林阳从一开始的目的 就只是让他们接受卖身器 至于开出多少份额 意义不大 就像女装分为零次和无数次 只要开头 这群势力首脑 接受了第一次的报价 那么以后把价格放低 自然有数不清的人 来签署卖身条约 炮制他们的方式 简直层出不穷 想到这 林阳又露出了微笑 另一边 本来以为 宝物已经板上钉钉的朱玉岩 皱起了眉头 这个朱后照 还不知死活 刚刚得罪了始皇帝 现在又来得罪我 朱玉岩柳眉轻皱 有些恼怒到 难道他看不清现在场上的局势 此宝物 已经非我莫属 他在家价 能有我开的价更高 在朱玉岩心中 朱后照此时家价的行为 除了让他损失更多利益 并无好处 毕竟他的身份地位 直接就让他能拿出的份额 比皇家更多 杨广和曹操冷冷地看着场上 史皇虽然退出拍卖 但是也在幕后看着场上情况 看到此时此刻 朱后照的家价 三人不禁面露冷笑 这人真的是在找死啊 史皇和曹操 虽然完全干涉不了拍卖的进程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朱后照显然已经背叛了消费者阶级 好似在反向替拍卖方穷顶抬价 杨广咬了咬牙 终于是接受了自己这趟空手而归的结果 然后瞥了一眼朱后照 这家伙目前的行为 简直是对皇权阶层的重大背叛 在不知不觉间 朱后照已经得罪遍了所有势力 每一个顶尖势力都将朱后照这个废物皇帝 当成了眼中钉 每一家都在按搓搓的算计 当拍卖结束后 世界开放 就把朱后照斩草出根 然而那些都已经是后话了 此时此刻 朱玉言只觉得怒火中烧 因为朱后照的捣乱 自己又要多支付未来的权益了 咬了咬银牙 朱玉言一拍栏杆 百分之一百三十的份额 百分之四十的世界之力比例 百分之四十的未来收益份额 和百分之三十的所处势力权势 百分之二十的势力臣服 两人在场上争锋相对 朱玉言再度加价 让朱后照脸色苍白 刚刚他硬呛曹操 此时又竞价朱玉言 并且作为皇家 因为不能向人臣服 所以 他能拿出的价格最高也只有135% 这一点朱玉言也知道 其实 只要朱玉言直接增加10% 就能完美地堵死朱后照的路 然而朱玉言却不想 倒不是留有一线生机什么的 每百分之五的份额在未来都是巨量的神机点 所以 他不想叫价太多 能少一点就少一点 最好让朱后照知难而退 自己的态度已经摆在这儿了 如果他还是不识好歹 那么 想要碾平他的势力将再多一个 然而 让再做谁都没有想到的事 朱后照在面对这样的情况 他又加价了 台下想起了一阵叫好与喧哗 台上众人的目光又冷了几分 朱玉言的脸上更是要滴出水 身后的碗碗也不禁怒撑 这人干嘛呢 他真的是一国之主吗 为什么就是看不清形势啊 这件宝物的归属明显属于我们新百家 他一个皇权 非要来抬什么价 难不成他还能比我们出价更高 既然已经能遇见结果 干嘛还要做这种无用的挣扎 简直是损人不利己 白切在旁边默默的瞥了婉婉一眼 心里想说话 但看了看师父的脸色 却又憋了回去 白切这时候很想说 那个 你不是穷顶的员工吗 这人让穷顶得利你还骂人家 只不过 他明智的没有选择说出来 而是低下头默默的闭上嘴 他虽然是武痴 但不是傻子 这种时候 如果再说一些没有眼力劲的话 那师父的怒火 只不定就撒到自己身上了 同一时间 朱玉岩也脸色阴沉 占起较价 百分之一百四十份额 百分之四十的世界之力比例 百分之四十的未来收益份额 和百分之三十的所处势力权势 百分之三十的势力臣服 林默 朱玉岩充满怒火的交诈声 还响彻整个穷顶 有本事 你继续加呀 那边那个姓朱的皇帝 我告诉你 你死定了 等空间通道打开 老娘第一个灭了你 一旁的曹操用力鼓了下掌 大叫一声 好 殷后当真由此破例 那么等空间隧道打开 大魏帝国一定倾力相助 帮美人出这一口恶气 杨广不冷不热的跟了句 到时候加我一个 倒不是为了什么美人 而是此人 简直有损皇权的颜面 所有人的目光 接下来同时汇聚到秦始皇的紫色大星上 台上台下没有人说话 万众瞩目中 始皇的手拉开连杖 沉稳且无情的声音说道 你们没机会了 穷顶大星和台下 瞬间陷入寂静 然后一阵更大的喧哗震惊声 响彻星空 我勒个擦 这是惹中怒了吧 是惹中怒了吧 凭什么 这些大势力也太欺负人了 说好的价高者得啊 我觉得他活该 一个皇权势力 明明得不到 还非要抬价 做 但是 就在穷顶之中 就直接宣布一个顶级势力的死刑了 这这这 这太刺激了 世界之战还没正式开打 场面就这么燃了吗 说起来 假如真的打开了 你们想好效忠那个势力了吗 我想效忠大秦 曹 还没开打你 就想起投诚了 叛徒 下面纷纷扰扰 曹正纯一脸恐慌的鞠躬 陛下 您 您这是惹中怒了呀 然而 只见刚刚还脸色苍白的曹正纯 此时恢复了平静的神色 一股桀骜却疯狂的神情从他眼前一闪而过 他轻轻坐下 然后问身旁的曹正纯 你说 一方天地 是皇朝的吗 曹正纯不明所以 惶恐的点了点头 是 那 这皇朝 是真的吗 曹正纯深深的低下了身子 皇上乃名正言顺的天子 这皇朝 这天下 自然是皇上您的 那好 诸后赵眼中闪过睿智的光芒 一直以来的压迫与紧张终于迎来了反弹 在这场全民宣战中 诸后赵也露出了属于他的獠牙 只见他冷冷地站起身 然后走到台前 对着下方的近拍者 与台上的羚羊挥手道 大明诸后赵 150%比例点 100%的臣服 30%的利益 20%的世界之力 我大明 愿意100%臣服穷顶 以来换取穷顶 在这万界的庇佑 我大明 要成为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万界皇朝 诸后赵的声音 响彻在穷顶 所有人都惊呆了 所有人 不管是曹操还是嬴政 是朱玉言 还是杨广 底下不管是张三丰 还是张无忌 小鱼儿 还是江南四怪 每一个拍卖者 都惊呆了 诸后赵作为大明皇朝的皇帝 虽然目前是威 但那也是这儿八经的一国之主 是天子啊 那可是大明朝啊 先祖可是朱元璋啊 就这么 被人卖出去了 还是100%投诚的龟顺穷顶 全场瞩目 全场震惊 所有人都被震掉了下巴 没有人想出来 诸后赵有这个魄力 卖了大明朝 而诸后赵 直接就甩出去了 100%完全臣服 别说他们了 就连拍卖台上的羚羊 都惊了一惊 他本来只是想借诸后赵 来开个仙河提个价 从来没有想过 竟然还能直接名正言顺的 白得一个皇朝 这诸后赵 也太有魄力了吧 本来信心十足的朱玉言 捂住惊乐的红唇 呆愣愣的看向诸后赵 即使他之前想过 等世界开放后 立马灭了诸后赵 但也没想到 这皇帝这么狠 直接投诚穷顶 向别的势力低头臣服的皇帝 一些人的眼中闪过蔑视 台下一些人嘴里开始嘲讽 还有一部分人带出冷笑 然后众多分杂的声音中 只有始皇和曹操眼中若有所思 台下的小仙女 抱着小鱼儿的胳膊笑道 小鱼儿小鱼儿 你看那个皇上 他好傻呀 竟然直接卖了自己的国家 他怕不是个罪人 又一臭千古 然而 小鱼儿的眼中 却闪过若有所思的精光 然后低语道 这可说不准 啊 小鱼儿 你说什么 小鱼儿眼中带着敬佩 另一边 始皇把扶苏叫来身边 指着诸后照道 这人 以后要多加小心 嗯 扶苏眼神露出诧异 此人卖国求荣 一事无成 四处树敌且低智低能 而臣在意他什么 说到这 扶苏的眼神顿了一下 难道此人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藏 秦始皇看了扶苏一眼 眼中说不出情绪 扶苏被看得有些紧张 然后转头看向 此时站在围栏处的诸后照 臃肿的身材 细短的胡须 怎么看都看不出 有特殊之处啊 秦始皇摇了摇头 叹气道 看不出来也不怪你 就连震 之前都被他给骗过去了 哦 扶苏脸上露着震惊 他一个一事无成的败家子 干什么 始皇闻言 只是淡淡扫了他眼 换作是你 在国家面临岌岌可危的危险时 敢卖掉大秦吗 当然不会 扶苏脸色一惊 我大秦泱君马 万界无可匹敌 怎么可能会像现在的明朝一样 岌岌可危 别打岔 始皇帝皱了皱眉 我就问你 敢不敢卖 我是不会卖的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宁愿拼尽大秦最后一滴血 也不会有软着骨头的大秦人 是个好男儿 嬴政满意的点了点头 然后继续问道 我再问最后一遍 敢 敢 父皇 不敢喝不会 扶苏匆忙的争辩 但被秦始皇直接打断 本质上是一样的 秦始皇的语言 不敢 还是不会 做出来的选择 都是一样的 扶苏愣了 然后口中喃喃 却说不出话 因为秦始皇说的没错 从本质上来说 这两种行为做出来的事情 都是一样的 不会 只是不敢的好听一点的说法罢了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是一种选择 及时投降 保存力量同样也是一种选择 两种选择的方向不一样 但不能轻易断言 那种更好 哪种更烈 但是就目前来说 作为一个皇帝 敢去承担千古骂名 万劫唾骂 去选择对穷顶投诚 虽然我很不迟 但你要知道 忍受这种卑劣 也很困难 无数的人在有些时候 都会选择光荣的死去 只有极少的人甘愿 忍受悲痛与骂名活着 特别是 对于一个皇帝来说 此时 秦始皇的眼神特别深沉 其次 他这一步骑下的不一定就是不好 我还是威胁的早了 不过 我也确实没有想到 他有这份魄力 父皇 您在说什么 扶苏此时 听得一头雾水 然后秦始皇耐着性子给自己儿子解释 刚刚那种情况 我 大魏曹操 大隋扬广 新百家驻预言 都对大明诸后赵 产生了敌意 我甚至表现出他大明活不到下一场拍卖的宣言 在这种情况下 大明基本上是已经亡了 当我大秦的铁骑 就能将他踏平 更何况 还有后来的其他势力 所以这个时候 诸后赵直接选择了 致死地而后生 在绝境中 直接投诚穷顶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皇权威严被削弱 但是穷顶毕竟是界外势力 且实力超乎寻常的强大 明朝诸后赵 在得到庇护的同时 既保证了自己的安全 还帮明朝拉来了强力的外援 还得到了强大的领保 相对他的利益 反而没有削减多少 只是贡献一份忠诚 在一个世界里 皇族是至高无上的权贵 可是当把世界放眼到万界 皇权 真的会永远至高无上吗? 又或者 有朝一日 会有哪个皇权? 立足在穷顶之上吗? 扶苏脸色茫然 他完全没想到 父皇竟然一瞬之间 就想到这么多 但是仔细想想 父皇说的都好有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的皇族势力 肯定都低于穷顶之下 那么 只要是穷顶之下 是忠诚和不是忠诚 又有多大关系呢? 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投靠穷顶的势力 成为了穷顶的亲孩子 没投靠穷顶的势力 成了穷顶捡来的孩子 一高一低 然后把时间线拉长 到时候 谁强谁弱 还真不好说 父皇 那我们 扶苏眼睛一亮 话说了一半 却顿了下来 哦?秦始皇扭头轻笑 看着自己儿子脸上的慌张 怎么了? 刚刚是谁说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 怎么扭脸就变了? 这 扶苏脸色尴尬 眼神多闪 穷顶也不是瓦片啊 我知道 秦始皇叹了口气 再等等吧 我想尽量 暂时 多维持一段时间 大秦独立的荣光 秦始皇在穷顶大心 教导着扶苏 两人之间陷入一阵寂静 有时候聪明人就是很难受 明知道往前走就是深渊 自己无可奈何 这时候所谓的聪明人 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破碎 沉静的气氛充斥着始皇大心 但是外面已经开始了纷纷嚷嚷 扶苏好奇的探头出去 嬴政摇了摇头淡淡道 外面这会儿已经骂疯了吧 扶苏惊恶的扭头看向嬴政 父皇怎么知道外面的情况 始皇给了扶苏一个眼神 扶苏顿了顿 然后惊悚的意识到 父皇不愧是父皇 刚刚诸后照的行为 就连自己都没有第一时间意识过来 其中的奥妙情况 自己这名大秦太子都没看出来 父皇这位千古一帝都被诸后照隐瞒了过去 现在情况反转 其他人更看不出 诸后照在这个过程中使了什么手段 秦始皇就是预料到了外面的情况 所以神色淡淡 一点也不好奇外面的喧闹 而扶苏没想到 不但没想到诸后照 更没预判到底下众拍卖者的反应 在扶苏震惊的同一时间 底下的拍卖台几乎是炸开了锅 全场哄笑声 谩骂声 讥讽声 此起彼伏 这傻X皇帝 卖国呀 哈哈哈哈 竟然真的有这样的皇家 这样的皇帝吗 明太祖知道自己后辈如此 还不得气死啊 这人 这人简直有损大明朝的脸面 之前明朝也是一代大朝啊 就这么被皇帝连根卖了 愚蠢 糊涂 贪生怕死 弃家弃国 此人简直不配当一名皇上 有了他 真的是百姓之灾 苍生之难 也不一定啊 说不定他的对手们正感谢他呢 这么随随便便 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多美啊 是啊是啊 当什么名卷 傀儡皇帝 他不香吗 每日没酒在口 美人在怀 只醉金迷 不香吗 底下的谩骂嘲讽一阵一阵 各种事件 各种花样的粗鄙之语 甚至连无忌星空 穷顶之上都能听见 杨广对此只是冷笑一声 如此皇家 当真是灭了大明的风头 灭了当初朱元璋的风头 曾几何时的朱元璋 是如何一步步的从最底层爬到顶端 然后手握那一份黄泉呢 如今就被自己的石崇孙 毫无负担妥协地递给了外人 大明朝啊 王已 杨广轻探过去的明朝辉煌 吃笑现在的石崇孙不争气 然而 另一边粉红色大兴的朱元 是彻底猛逼了 拍卖还没结束 拍卖还没结束 朱元听着上面下面的纷纷扰扰 一头雾水 一脸猛逼 一心茫然 怎么怎么 皇家怎么就投成穷顶了 作为皇家 不是尊严不可侵犯吗 不是严重无法接受 效忠其他势力吗 朱后照这搞的什么 不光效忠了 还是百分之一百效忠 一下子就颠覆了他的往昔思想 不过 这也不是他的错 看场上场下沸腾的一片 有问题的不是他 而是朱后照 只不过这价格 还没尘埃落定呢 这群人都急什么 朱欲言皱眉 晚晚上前捂着红唇道 不是吧师父 真的有人会卖国 将自己的国家卖走 不光卖 还是以皇帝的身份 将整个国家合法的卖了 另一边的白妻儿接话 眼中同样是不可思议 然而 面对两名徒儿的问题 朱欲言也没法回答 因为他也没想到 会有这种人 这种存在的情况 所以 只能固若高冷的挥挥手 然后站起身 运足天魔力 新百家 出价百分之一百五十五份额 百分之四十的世界之力比例 百分之四十的未来收益份额 和百分之三十的所处势力权势 百分之四十五的势力臣服 娇嫩的叱咤声 响彻穹顶 经过了羚羊敲摸摸的传播放大 一下子就压过了所有的喧闹与喧哗 场面瞬间寂静 这个由女性强者做主的新百家 此时宛如一匹黑马 直接杀进了总决赛 抛出了堪称特别高的价格 然后再度压了诸侯照一头 此时无数人眼睛一亮 曹操的眼睛甚至都能闪光 好破裂 好胆识 曹操眼中放光 朱欲言被看得不由后退半步 一股胆怯的念头 再度涌上心头 旁边晚晚看了看师父 眼神若有所思 一群人挑衅着 起哄着 声讨着诸侯照 这个充斥着宗师与天人的 万界最顶级的拍卖场 如今透露着人性的丑恶与肮脏 每个人都抛弃了自己作为强者的尊严与风范 在场下大吼起哄着 此时的诸侯照 已经没有了之前的胆怯与懦弱 眼中只有沉寂和疯狂 只见他搬来椅子 站高一层 然后一脚踩上护栏 又闭一挥 对着无际星空道 百分之一百六十的份额 百分之一百忠诚 百分之三十的世界之力 百分之三十收益 另外诸侯照眼神发了 扭向了朱玉岩 此物品我也不是志在必得 因后加价时可要当心 万一你把价格抬上去了 我不跟了 到时候无论是喝苦果 都要您自己吃了 朱玉岩脸色一白 旁边的白千刚要动怒 就立马被婉婉拦下了 放开我 什么玩意啊他 一个懦弱的废物皇帝 也敢威胁师尊 作为武痴的白千 脸色气得发红 叫嚣着 就要拔剑往上冲 旁边的婉婉死死搂着他的腰 尸解尸解 别着急 别冲动 咱慢点慢点 外面可是穷顶星空啊 你要是直接跳出去 指不定就掉到什么世界去了呢 就连我作为穷顶员工 都不敢随便往下跳 你没看到 那半空中飘着的雷电金龙吗 消消气消消气 两名徒弟在旁边叽叽喳喳 朱玉岩眉头思存 朱后照看起来虽然蠢 但是好歹是个皇帝 并且他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万一他只是扎唬 或者并没有真正的坚定卖国之心 那么假如我把家提上去了 他又跑了 到时候怎么办 由于片刻 台上的林阳已经开始了催促 有没有更高价的了 压轴重宝世界之力 目前份额比例是一亿的固定神迹点 正160%的份额 还有更高价吗 朱玉岩想了想 还是叹了口气 重新坐回座位 放弃了竞拍 拍卖台上的林阳 看着做回去的朱玉岩 心中已经了然情况 象征性的又问了两遍场上 然后就进行了最终叫价 压轴重宝世界之力 160分额一次 160分额两次 160分额三次 成交 恭喜大明朱后照 获得了重宝世界之力 也恭喜大明获得了穷顶的庇佑 从今天起 大明就是穷顶的势力 羚羊站在台上 天上的雷电金龙闪着光 半空中 那闪闪发光的世界之力光芒凝聚 直接从半空中 缓缓飞向朱后照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中 凝聚成一个微白光源 朱后照向前一步伸出手 微白光源就那么没入了朱后 照手中消失不见 手上没有任何痕迹 就好像凭空消失一般 朱后照只感觉一股热流从手掌落下 然后前进血脉 一路往上 再靠近心脏的部分停下 然后不停地闪烁着微热 莫名的 朱后照觉得身体好像轻了许多 羚羊没理会朱后照这边的情况 拍了拍手 天空中雷电金龙 煞世间没有了任何威胁与伤害 化为了星星点点的粉末 随风飘荡 洒向全场 羚羊的接触语也陈述了出来 穷顶 第三次拍卖会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能有人拍到了自己重义的宝物 也可能有人此次拍卖会所得并不理想 但终究是一场拍卖盛会 羚羊在台上简单说着感言 底下的拍卖台已经陷入了死寂一片 毕竟这第三场拍卖会 带来的消息太劲爆了 简直堪比第一场拍卖会的产生 第一次拍卖会 哇 有个地方叫穷顶 里面有好多好东西啊 大家伙很震惊 很开心 第二次拍卖会 哇 他们说的是真的啊 真的有好多好多宝物啊 我的实力变得好强啊 我突破天人了 我们实力好强了呀 更多的人开始震惊 然后大家开始更开心 然后所有人开始疯狂刷神基点 然后期盼第三次拍卖会 结果 结果 结果这第三次拍卖会 你们准备颤抖吧 新的世界强者 马上就要来了 你们的世界 马上就要被平推了 宗师 宗师是什么杂兵 天人 我三千宗师人海 我有法器 法宝 领宝 如果说第三次拍卖会来的时候 大家都是杏刀采烈 那么等知道要开始世界大战后 人们的心里都被蒙上了一层阴霾 无论是张三丰 还是张无忌 又或者是江南七冠 又或者是小鱒 又或者是穿越哲理一天 每个人的内心都带着压抑 世界大战这件事 放到时代面前 可能是历史的巨轮 可是 放到个人身上 就是无与伦比的大山 特别是史皇这个时候 已经有领宝封都了 这次拍卖会一结束 史皇可能就会带着他那三千名宗师大军 开拔到某个世界 在场的这些人里 没有人能确信 第一个遭殃的 就不是自己世界 换句话说 每个人 在回去的下一秒 都可能会看到 空间猛然破碎 然后史皇驾驭着他那座城池 带着大匹兵马 浩浩荡荡地穿梭过来 然后世界变得名不聊生 在这种顶级皇权的碾压下 即使是宗师 是天人 都很难幸免 更何况 只是普通国家的百姓 到时候 真的就是任人宰割了 台下小世界的近拍者 人心惶惶 为了未来而感到担忧 穷顶之上大兴的近拍者 也纷纷有着自己的忧虑 杨广此时就显得有些失魂落魄 这场拍卖他 基本就没拍到什么东西 手里 捏着上次拍卖结束开始 就囤积的几亿神迹点 本来想着 这次拍卖会 一鸣惊人 结果没想到他刷得多 别人刷得更多 史皇和曹丞相都比他强 比他要价高 然后他转移了战略 他开始囤神迹点 把目标描向了最后几件压轴大宝 想要以舍弃前面一些宝物为代价 把主要的经济 都拿来近拍压轴宝物 然而没想到 史皇和曹丞的神迹点 都超乎他的想象 即使前面乱七八糟 买了那么多东西 还能分别有神迹点 各拿一件压轴宝物 而最后的最后 这件压轴大宝世界之力 他好不容易有了一争之力 结果 结果主办方不按照他想得来 直接按照权势与未来利益开始竞价 嬴政和曹操不跟了 朱玉言和诸后照跳起来了 而他夹杂在中间 就十分难受 心情大起大落 大起大落 最后一直到拍卖结束 他的几亿神迹点 从开头捏到现在 始终没有机会用出去 俗话说 神迹点用出去了他才是神迹点 而没有用出去的神迹点 就是废治 少了这一次增强实力的机会 大隋的实力 必然会落后其他顶级实力 大秦和大卫就不说了 星百家作为黑马 一只都在出人意料 而此次李英殿底的大明诸后照 看起来是整个国家都被卖了 但此时完全依附于穹顶 说不定也会成为他翻身的机会 毕竟背靠目前万界的顶级势力穹顶 其他势力不一定敢再找他麻烦 穹顶也会给予他更多的帮扶 不变强的概率很小 朕 该怎么办 大随杨广此时在患得患失 另一边的朱玉言也有些失神 如果说杨广失神的原因是 担心大随江山发展过慢 担心大随被别人超越 那么 朱玉言此时担心的 除了有星百家被人超越吞并 还有就是担心自己被人超越吞并 毕竟他一直没忘 刚刚对自己虎视眈眈的曹操 曹操那宛如吞噬一般的眼神 那舔动的心红舌头 那意味深长的笑容 那赤果果的目光 身着白衣的朱玉言不禁打了个冷战 刚刚竟拍热血 没有及时思考 可此时冷静下来才觉得 曹操那模样真的不像是想要平等追求的样子 特别是他还有镇压制宝坊 翻天印 如果他想将自己镇压 拿自己 还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星百家的势力怎样是一回事 但是年纪一大把 好不容易突破天人境界 变得更年轻 更貌美 结果却被其他势力的首领抓回去 当玩物卸完 朱玉言脸色有些苍白 怎么办 怎么办 朱玉言慌乱着神色 晚晚在身后耳朵一动 稍微侧身 看到了师尊苍白的脸色 然后目光落下 师尊白色衣袍下的雪白束手 此时正微微发颤 晚晚看着师尊害怕的微动的手指 想上前劝解一下师尊 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自己也没有能力帮到师尊啊 白妻儿还像个木头庄子一样 站在原地 晚晚想了想 银牙狠咬 鼓起勇气上前 然后握住了师傅颤抖的小手 啊 朱玉言像是被触电一样 猛的弹开 然后惊恐着看着刚刚位置 一脸惊慌和不知所措的晚晚 师傅 师尊 白妻儿和晚晚同时惊叫出声 白妻儿毕竟是舞痴 一个箭步上前 就挽住了朱玉言的胳膊 然后 看着朱玉言苍白着的脸色 师尊 您怎么了 随后恶狠狠的看着晚晚 你 你对师尊做了什么 我 我没做什么啊 晚晚有些慌乱的摆着手 师尊 我就是 晚晚本来想说 看你紧张 脸色不好 想握住你的手 安慰安慰你 但朱玉言毕竟是师长 自己作为徒弟 并且白妻儿也在旁边 说出这些话 显然不好 所以 我没有 晚晚解释道 师尊我没有 我就是 看你脸色不好 拍卖会刚刚结束 你就想要加害师尊了 你是不是趁着在穹顶当员工的功夫 和其他世界或者穹顶本身 进行了什么秘密交易 来加害师尊 不是 师尊 我没有 晚晚看白妻儿 甚至有了动手的意思 眼中立刻泛出了泪花 师尊 你相信我 我真的就是看 够了 朱玉言脸色一清 阻止了晚晚继续再说下去 然后冷着脸道 无视触碰为师作甚 真当为师平日里对你太好了 让你如此目无尊长 不知理说 朱玉言还要继续说 然而晚晚的眼中 已有两行青泪滑下 师尊 朱玉言神色一顿 红唇再度张开 然而下一刻 空间一阵变幻 羚羊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穹顶 好了各位 第三次拍卖会 已经圆满结束 大家各自回去准备了 下一次拍卖会开始 就是世界大战的开始 敬请期待 流光一彩不停闪过 底下的一位为拍卖者 化为飞星 飞星闪烁 张三丰 张无忌 小鱼儿 小仙女 江南七怪 一颗颗飞星飞过 一个个人影消失 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然后天上依然如此 每一颗大星都 在夜空中闪烁 然后整颗大星 代表自己的势力 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其中有人欢喜 有人愁 比如秦广 脸上就是一阵愁容 又比如卖国的诸侯照 脸上则是春风得意 一脸红光 随着大星一颗颗消失 穹顶拍卖场 终于是又回归平静 拍卖台上的凌羊 看着空荡荡的拍卖场 又看了看后台的神机点 长长的嘘了口气 终于结束了 也终于开始了 凌羊仰头 看着穹顶的无际星空 此时的星空 已经没有了雷电金龙 也没有了闪烁着的奇特大星 此时只有最为清澈纯粹的星空 悬挂在天上 星星啊 凌羊仰着头 看着天上的星星 喃喃自语 这几个世界 差不多走完了 之后的战争爆发 只要开放售卖武器 就行了 打仗得打好久呢 不知道多久 才能凝聚出一个顶级势力 这段时间 要不然 去下一个世界看看吧 羚羊喃喃自语 转身走向穹顶的主机后台 皮鞋声清脆的踩在拍卖台上 发出啪啪啪的脚步声 另一边 所有回到自己世界的人 都开始了行动 张三丰把武当七侠 全部聚集起来 然后张无忌 宋青叔 李一天之类的小辈 也全部在场 大家伙开始商讨 武当派何去何从 目前武当这边的世界主宰者 是元朝 武当作为一个势力 在战力上 基本可以碾压元朝 但是治理国家方面 可能就会有很大的欠缺 贸贸然攻下元朝 可能会导致朝廷混乱 民不聊生 然后天下大乱 无忌徒孙张三丰 一缕白须 眼神一立 呼唤道 你去把你元朝那位小女朋友叫来 啊 赵敏吗 张无忌脸上透露着迷茫 找他干嘛 宋青叔脸上闪过了然 叫你去救去 然后就15喝6的 想推扫张无忌 然后另一边的李一天 直接把他踹一边 少惹事 张无忌心肠好 没你那么多坏心眼 然后将手搭上张无忌的肩膀 无忌啊 是这个意思 你的小女朋友 不是元朝王爷的女儿吗 对啊 张无忌迷惑的点点头 这又怎么了 我是说 李一天看了眼张三丰 见张三丰点了点头 便扭过来 继续对张无忌道 我是说 横竖他爹也是个王爷 干脆就让他爹做皇帝算了 咱们武当帮他爹 李一天看张无忌愣愣呆呆呆呆的模样 恨铁不成钢的一拳 捶了下他的脑袋 到时候 他们的皇位 都是咱们武当帮他爹拿的 你还能娶不上他 到时候 更有可能发生的是 他爹推着赵敏 让你来娶他 哼 凭什么什么便宜 都让这傻小子占了 宋青叔刚刚被踢到一边 此时愤愤地揉着后背 看着张无忌满脸的嫉妒 而张无忌茫然着看看他 又看看李一天 又看看师祖张三丰 然后李一天接话了 因为你心思不纯啊 你看看 人家无忌多受欢迎 再看你 一肚子坏甩 宋青叔张了张嘴 没有说话 张无忌看两边消停了 然后试探着 走到张三丰面前 师祖 那么我这就去找敏儿 张无忌脸上透露着紧张 因为他还是不确定 一心修道的武当山 竟然要开始参与皇家纷争了 但是张三丰却淡淡地叹了口气 挥手道 下去吧 去找你那小女朋友 将他带过来 我们会直接和他讲清楚厉害的 是 师尊 张无忌立马扭身 颠颠地 往武当山下跑去 张三丰里一天等一行人 看着张无忌的背影 宋远山忍不住上前问道 师父 我们武当 真的要脱离江湖 然后去参与朝堂势力吗 张三丰叹了口气 不参与不行啊 你是没见过这次大会 宋远乔和武当七侠围了上来 然后 听张三丰 讲这次拍卖会的所见所闻 当听到穹顶中顶级势力 都是黄泉石 每个人都不由的震惊了一下 原来穹顶中最强的不是门派 而是黄泉吗 准确地说 是有武学能力的黄泉 原来黄泉这么占据优势的 张三丰摆了摆手 让几人停止讨论 然后继续往下讲 当讲到领保 封都时 几人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这玩意儿 有什么用 干嘛的 这界的压轴宝物不行啊 张三丰露出了不过如此的笑容 然后 看着傻徒弟们 缓缓讲出了领保的笑容 顺道 讲出了世界大战的开启 张三丰语音刚落 场上陷入一片寂静 每个人都惊讶地看着张三丰 好像在怀疑自己听错了 但每个人的表情都那么统一 怎么可能听错 是 师尊 你刚刚说什么 我是不是听错了 宋远桥和张翠山分别打着颤 疑惑地重复问了一遍 师尊 你说 世界大战 没错 张三丰叹了口气 世界大战开启于下界拍卖会开始 甚至可以说 世界大战已经开启了 秦始皇的领保封都 就是可以穿梭于世界的领保 有了那座城池 他就可以带着他的三千宗师 去其他世界侵略 什么什么什么 几人由于慌张 甚至打断了张三丰的话 师尊 您刚刚说什么 三千什么 怪不得武当七侠这么震惊 整个武当 这个武当世界 最高级的战力 就是天人境界的张三丰 然后 就是武当七侠 这七名宗师了 然而现在张三丰说 秦皇朝有三千名宗师 自己这种水平的人 有三千人 我们七个算什么 连跟人家零头都比不上 卧槽 这怎么打 几人慌张的看来看去 最后又一起看向了张三丰 师尊 张三丰叹了口气 所以我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无忌去找他的小女朋友 在穹顶这件事上 皇权确实要比门派更强 原来如此 武当七侠缓缓点头 如果这么看 那真的就是需要好好思考 和元朝之间的关系了 毕竟大敌当前 秦朝不清楚 什么时候 就会突然在哪里降临 现在整个世界 应该团结一心 才能抵御外敌 另一边 小鱼儿也坐在了吴花宫的客座 正在商讨这次世界大战 吴花宫准备如何迎战 假如秦始皇降临 应该怎么面对敌人 吴花宫能怎么办 如果本次秦始皇没有降临 那么 下一次世界大战时 自己又该如何防御 可能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 又或者 直接将吴花宫搬走 潜藏进某深山老林 又或者直接举弓搬迁 率先一步 挑一个弱小的世界占领 然后无论如何 都能让吴花宫 有星火传承下去 吴花宫在密谋 武当山在思考 其他的小世界 也在如火如荼的 想着对策与方法 而相对的 新百家就热闹多了 新百家 作为江湖势力中的黑马 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势 地位 能力 还有未来可能面对的危险 所以 对于他们来说 第一件事 就是先将自己的世界统治 所以此时此刻 在新百家的世界 邪地项羽田 正坐镇新百家的镇前大都督 以宗师实力 横扫着目前世界上的 各路门派诸侯 上至皇权 下至门派 新百家一路平推横扫 要么归顺投降 要么直接原地抹平 如果有强者的势力 就有上一代鞋帝 目前担任大都督的鞋帝 去清理调高手 然后再横扫 新百家的势力范围 在地图上 就像沾水的湿巾一样 以极快的速度蔓延着 逐渐扩大到整个版图 势力统一的同时 硝烟与战火也在弥漫 杨广的随朝 手握三亿神机点 去了穷顶 然后又揣着三亿神机点回来 杨广这次 可是让大随的文武百官 和黎明百姓 失望了个透彻 毕竟杨广带去的是 整个随朝的力量 但是却没有带回来 任何有价值 有特殊价值的宝物 杨广无奈 虽然很愧对百姓 但还是用神机点 全部兑换了民生用的道具 虽然廉价 但是有用 且大量用来恢复随朝的民生 因为随朝干过太多 劳民伤财的事了 极大的负担 所以 加上杨广对百姓与皇朝的愧疚 干脆就将三亿神机点 全部拿出来 用在了百姓与皇朝身上 每个百姓家庭 都有了温饱与健康 每个村庄都有了一堂 每一位文武官员 都有了一件攻击法器 和一件防御法器 官阶越高 法器越强 虽然称不上是拍卖会里见到的智宝 但是相对来说 也算是人人都有了 哪怕是单打独斗对上宗师 也不见得就能一击毙命 说不定还能有反杀的机会 林阳在穹顶的中央监控室 看着杨广的行为 忍不住嘖嘖道 杨广 虽然之前干的事 有些劳民伤财 但关键时刻干的 还都是人事啊 把百姓的生机都恢复过来了 没有给自己 多添置几件重宝 万一有敌人 想进行斩首行动 那他一下就隔屁了 并且 现在的随朝 虽然战力不高 但因为三亿神机点的加持 民生是相当的好 换句话说 现在的随朝 曹操就是块没有防御的肥肉 如果有人发现了 那么 谁都会想来啃一口 这么有精气神的百姓 简直太省有事有水了 快 整顿军马 我们要趁世界大战前 赶紧收服 统一了我们世界 然后凝聚力量一致对外 曹操此时站在督战台 坐着战备演讲 底下站着黑压压一片的军事 曹操站在高台 看着一望无际的冰海 一提气 用出仙家功法 然后抬手使出法天向地 高耸入云的曹操身形 就出现在了军阵前方 曹操挥舞了下手中的天子剑 无数兵族 看着巍峨的曹操 眼中流露出激动与憧憬 整理一下动作 曹操开始了战前的备战演讲 打算三天灭东吴 十天埋西蜀 统一世界 统一势力 然后招兵埋马 清理残痕 凝聚精英士将 整合整个世界的力量 为下一次世界大战 做好夯实的基础 始皇事件 嬴政站在鹅旁宫 内心一条 腾空而起 由于有仙人道法 所以他现在不仅超过了天人境界 还会腾云驾雾 移山倒海 此时他正驾着云朵 四处巡视 在天上飞行很快 很快 嬴政就掠过了大秦的一半疆土 站在云端之上 看着江河山川 看着泱泱城池 看着黎明百姓 中间有过纷乱 有过战乱 然后嬴政从天而降 仙人之之 皇帝身份 以绝对的势力与权势 摆平问题 就这么一天 前线的军士们在战斗 在厮杀 始皇在大秦城池观看 不是不去助阵 其实只要派出三千宗师营 无论什么样的对手 大秦都能碾压 但是这样就会让底层兵士 丧失战斗机会 少了生与死的磨练与厮杀 如果只靠始皇自己 或者宗师营 那么 秦朝的实力链 就会出现断层 要么就是 养着底下的底层兵士凑数 要么就是 一旦遇上问题 就无能为力 战场 能厮杀 会死亡 但也会磨练出强者 三千宗师营 在正面战场的后方压轴 始皇四处观看着秦朝江山 这可能是最后几次了 云端的秦始皇 营正叹了口气 随着世界大战的逼近 目前来说 他自然是最强的势力 人人畏惧 人人担忧 但是由于 他不会投靠穷顶 和穷顶碾压般的战力 这个最强的天平 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 慢慢向下滑 慢慢清闲 秦朝不会一直是最强 在大秦投靠穷顶之前 大秦必然会经历一段衰弱期 而投靠穷顶 这些河山就不信秦了 也就是说 大秦真正属于大秦的时间 一天天减少了 而相比较大秦的落寞 另一边大明朝的诸后照 则稍微有些红光满面 意气风发 可能 大明朝百姓 此时都陷入一种极度愤怒中 整个国家就这么被皇帝给卖了 无数有识之事 都陷入愤怒或者沉默 一时间 诸后照的皇叔声望无比高 凝聚了无数精英兵马 然而诸后照此时 却没有想那么多 此时 他正兴奋地带着曹正纯 静止走回自己皇宫的后花园 这个皇宫在之前 是他唯一的保命的地方 现在也是 他能自由走动 不会被弹劾的地方 能在这里的 全都是他的亲位 来来来 曹公 你说 朕把这灵宝买到哪里的好 诸后照一脸兴奋地 在皇宫里左走走右看看 眼神四处扫视 好像想要挑一块风水宝地 啊 陛下 这宝物是要买起来的吗 诸后照愣了一下 然后转身向外走去 陛下稍等 老奴去找几个士兵来 你找士兵干嘛 诸后照抬头 一脸疑惑 曹正纯也猛了 看着诸后照 俩人大眼瞪小眼 随后曹正纯缓缓道 是了 这等宝物 万万不能让他人知道去处 老奴亲自来挖 稍等陛下 老奴去找一把衬手的铁仙 不是 不用挖坑啊 诸后照听了曹正纯的话 愣了一拍后 轻松笑道 曹公公不用慌张 这等重宝 不用我们挖坑 那您刚刚不是说 要埋起来吗 是啊 埋起来 诸后照点点头 不过只需要 找个合适的地方 放地上就行 诸后照摊开自己的掌心 然后又指了指自己的额头 这件领宝告诉我 找个地方把它丢下去 然后 它会自己沉入一个 叫地心的地方 然后就等它慢慢发育成长 就可以了 现在我的绝对实力范围 是这个皇宫 然后在这个皇宫内 它就可以自由生长 然后我就是绝对无敌 皇宫生长完后 它就会向外蔓延 不断蔓延 然后像根须一样 蔓延至整个世界 到那个时候 整个世界都会在我的掌握之中 我不仅可以呼风唤雨 还能改变天象 诸后照一边说 一边将领宝 慢慢从体内逼出来 曹正纯看着 闪耀着光芒的宝物 内心一阵悸动 赶忙宫身低头后退 地下快收起来吧 这宝物实在有蛊惑人心之能 老奴 老奴都有些招架不住 哼 诸后照歪嘴笑了一声 世界之力在半空中冉冉飘起 然后毫无阻力地落入土地之下 就像是落入水中一样 拼图的模样消失不见 但是光华还是从地底发出 诸后照的脑海 瞬间涌现出一层层信息 世界板块 大陆信息 可占领区域 世界战力巅峰排名 临近敌方势力 我方势力范围 一排排的信息 飞速地从诸后照脑海中刷过 然后一项项技能 也用极快的速度 出现在它的意识之中 风雨雷电 五行掌控 天气掌控 生命掌控 时间掌控 一时间 世界里的所有因素 全部都变了 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板块 有的上面显示着彩色的图标 有些上面显示着灰色的图标 诸后照正正着 接受着脑海里的这些信息 一旁的曹正纯 看着诸后 找发了 两久 诸后照眼神重新有了神采 曹正纯随步走到前来 陛下 压轴的灵宝怎样 哼 诸后照脸色 露出一抹自得的笑意 然后伸出右手 指尖一弹 火来 然后就看到诸后照指尖 猛然弹出熊熊烈焰 且瞬间增大 然后遍布了皇宫这边的天空 一股炎热的烤制感传来 皇宫内的士兵大惊 一个个惊恐地看上天空 这是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了 天上 天上为什么有火 为什么 难道太祖要惩罚我们陛下了吗 太祖显灵了 皇宫内的士兵一片慌乱 毕竟这片大火自天上而来 且只在皇宫之内燃烧 熊熊的烈焰 与蒸腾的热气 带出一波波热浪 士兵一时间大汗淋漓 冷热汗交替 一边是被火热的 一边是被火下的 诸后照作为自己势力 绝对掌握者 通过世界之力 看着场面上士兵们的惊慌 轻笑一声后 又弹了下响指 取消了火焰的热度 然后一个巨大的虚幻法身 出现在皇宫中央 漫天火海 作为它的背景 诸后照那之前 有些圆滚滚的身材 此时也带上了一丝威严 兵将不必惊慌 这只是阵功法出城 然后诸后 照就在皇宫和宫外 无数人的眼光中 伸出手 将漫天火海 收回到手中 然后又一回衣袖 稀稀利利的牛毛细雨 从天空洒落 空气变得湿润 刚刚的燥热 瞬间被凉爽代替 士兵们眼睛有些发指 翻手为鱼 覆手为鱼 神仙手段 神仙手段啊 皇宫无数兵将中的 其中一个士兵 看着诸后 照威武的身姿 一个机灵 也是纷纷放下兵器 整个皇宫 包括皇宫之外 许许多多的人 纷纷跟随着 开始跪下模拜 对着诸后 照真心实意地叩拜道 吴皇 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一刻 居高临下的诸后照 感觉从出生以来 人生首次达到了巅峰 穷顶中央监控室的林阳 看着诸后照的得意 亢奋 欣喜 忍不住笑着摇了摇头 诸后照这表现着诚服 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点不够给力 可惜 如果是其他顶尖势力主 哪怕是杨广 或者朱玉岩呢 林阳难难道 穷顶确实会帮扶自己 名下的势力 也确实会帮助诸后照 发展大名 但林阳毕竟是托管 直接管理人 是诸后照自己 那么 这名管理人的实力优劣 直接就决定了 这个势力能量 运转消耗的多寡于上限 穷顶可以提供很多奖励道具 然后烘托起大明朝的下限 但是只有诸后照自己的手段手腕 才能抬高大明朝的上限 在这一点上 诸后照实力都少有些不够看了 林阳叹了口气 这也没办法 毕竟人家直接100%效忠了 也只能当自己孩子照顾了 这时 中央监控室的门被敲响 林阳动作一顿 抬头看向门口 有黑的房间中 林阳的脸上泛着光 所有近拍者 都回到自己世界了 这个时候的穷顶 除了林阳自己 就只有几名穷顶员工 可以进出了 是谁呢 请进 林阳翘起二郎腿 椅子转向门口 门外的亮光洒进来 一个身穿白色 沙衣的温婉少女 推开门 俏皮的脸上 有些苍白 明眸背齿 红唇奄然 胸前微微鼓起 腰枝盈盈一握 一卷淡蓝色的树腰 将白裙和细腰挽起 白裙下 修长的腿 被遮挡在裙下 然而高挑的个子 却为女子 衬托出一丝阴气 是婉婉 林阳自从认识婉婉以来 头一次看见 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 打扮得这么温婉可人 清淡素雅 也是头一次看到 这名女孩 露出如此苍白的脸色 与忧伤的神情 婉婉看着林阳 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她可能认为 自己隐藏得很好 可林阳超强修为 带来的强大无感 还是让她看到了 婉婉脸上 没洗干的一道泪痕 与微微发红的眼眶 婉婉 打扮得这么漂亮 找我什么事 林阳想了想 还是觉得 先不戳破婉婉的好 既然婉婉想隐藏 自己哭过的事实 和情绪不好的状况 那自己就先不要去戳破 也算是照顾婉婉的情绪了 婉婉走进门 听林阳夸奖自己 脸上浮现起微红 从第一次见到林阳起 婉婉就对林阳心动不已 不然也不会那么顺从的 就被林阳拐来当穷顶员工 然后婉婉下一步的动作 就是转身关上门 然后将自己和林阳 反锁在房间 虽然知道 林阳掌控穷顶 如果不想让别人来 别人绝对走不到这里 但婉婉还是担心 接下来会有人恰巧路过 看到房间里发生的事 所以以防万一 婉婉还是锁上了门 空旷 幽暗的穷顶中央监控室 就剩下了一身 白色纱裙站立着的婉婉 和监控台前 座椅中 翘着二郎腿的林阳 婉婉怎么了 干嘛还要锁门 林阳放下二郎腿 站起身看着婉婉 你难道有什么事想对我说 然而 婉婉却没说话 回应他的 只是婉婉低头 然后向他扑来 林阳下意识眉头一皱 我穷顶员工要造反了 因为什么 我开启世界大战 他想杀我 他想在穷顶杀我 林阳的手心 已经凝聚起一发凌厉暴击 就打算将婉婉击飞 然而 一身白衣纱裙的婉婉 婉婉飘飘 长发飞散 让林阳愣了下神 想到反正在穷顶 自己也不会有什么事 便愣愣地站在原地 然后 两团柔软 首先贴上自己胸口 然后带着香风 一只精巧的下巴枕 到了自己肩膀 纤细的胶躯 直接扑入自己怀抱 柔嫩的胳膊 搂住了自己腰 柔软的青丝 贴着自己脸颊 婉婉个子高挑 头上一位 风儿带起的碎发 在林阳脸颊蹭来蹭去 发香味和体香味 让林阳心旷神疑 美人在怀 林阳愣在当场 好家伙 我以为他想杀我 林阳缓了缓 幸好刚刚没攻击 但是仔细想想 什么人会想不开 在穹顶试图击杀自己呢 婉婉紧紧抱着林阳 林阳感受着婉婉身体的柔软 同时也感受到了 婉婉的颤抖和悲伤 林阳没有说话 婉婉也没说话 只是紧紧地搂着她 然后不停地用力抱紧林阳 好像要将自己 按进林阳身体一样 林阳没有用眼睛去看 但此时此刻 却是能感受到 婉婉身上散发出的 强大悲伤 难过和委屈 林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能轻轻叹了口气 温柔道 好了 不要难过 我在 我在 老板在 有什么事可以给老板说哦 老板会为你做主的 婉婉 别哭 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了 林阳自然地抚上婉婉的头 轻轻顺着婉婉光滑的头发 但婉婉猛地一抬头 咬着牙瞪她道 我没哭 林阳低头看着婉婉 倔强的脸上 透露着不服输的坚毅 往日的俏皮可爱 化为了委屈不甘 她就这么抬头看着林阳 她确实没哭 只是还没哭出来 昔日的明媚眼眸中 几颗泪水 已经在里面滚来滚去 小丫头在强忍泪水 嗯 林阳 按住婉婉的后脑 不顾婉婉的挣扎 将她的脑袋按进怀里 你没哭 婉婉手撑了起来 好像在反抗 她想推散林阳 但似乎又不敢用力 只能拽着林阳胸前的衣巾 扯来扯去 林阳用力地按着她的头 将婉婉搂在怀里 没事 你没哭 我知道你没哭 婉婉的头蹭来蹭去 眼泪早就近视了林阳的肩膀 而林阳还是抱着婉婉 在婉婉身边道 婉婉没哭 婉婉没哭 终于婉婉停止了挣扎 然后柔嫩的手 正脱开林阳的掌心 双手穿过林阳肋下 又重新抱住林阳的腰 紧紧搂住 只是相比刚刚 此时的婉婉 已经不再颤抖 不再委屈 不再害怕 林阳的气味 在婉婉鼻间萦绕 婉婉的脑袋 蹭着林阳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一阵阵香风和热气 喷向林阳胸口 要不是林阳能感觉到 肩头越来越明显的失忆 她甚至会怀疑 婉婉是不是在引诱自己 毕竟是个魔鬼曲线的娇俏美人 这么的动情 有几个男人架得住啊 站了会儿 林阳实在忍不住了 婉婉的柔软身躯 就这么紧贴着她 身体还散发着香味和热气 伴随哭泣 身体一喘一喘 即使婉婉可能不是故意 但还是让林阳有些心愿意马 来 婉婉 先别哭 林阳抓住婉婉环抱自己的手 将她往一旁牵引 我没哭 婉婉这次没抬头 只是趴在林阳肩头 闷闷地否认 林阳瞥了一眼 婉婉光滑白嫩地搏梗 不懈地念叨 我肩膀都被你给哭湿了 你还说你没哭 小姑娘就是嘴硬 林阳内心愤愤 但手上没停 自然地搂上婉婉的纤细埋腰 笨真细 很轻松 就能把婉婉整个搂紧怀里 林阳看着自己肩膀上往下躺的泪水 我借你肩膀哭 你让我搂一下腰 站站便宜 不过分吧 反正我觉得不过分 嘿嘿 林阳一边想 一边用手指 抹撒着婉婉腰间的腰带 腰带上有瓷漆笔腹的花纹 还有一个挂扣 林阳手指轻轻抠动 只要她一用力 婉婉的腰带就会被解开 白色纱裙就会散开 有一些男女不易的画面 就会露出来 林阳在内心瑟瑟的想着 然而手上还是非常礼貌优雅 牵引着婉婉 坐上了穹顶中央监控室的座位 嗯 座位有点小 所以只能让婉婉坐自己腿上了 林阳大言不惭的想着 可不是我故意占婉婉便宜 我也没想测试 触摸婉婉小屁股的弹性 我就是没座位了 对 我没座位了 这个座位不够大 婉婉坐下时僵了下 因为哭泣而导致晕乎乎的脑子 第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当整个人坐进林阳怀里的时候 婉婉才意识到 自己屁股下坐着的不是椅子 是林阳的腿 而此刻 自己正十分自然地 挽着林阳的脖子 坐在林阳的腿上 靠在林阳怀中 用一个十分暧昧的姿势 和扭过头 看向自己的老板林阳对视 啊 老板 你 你 我 婉婉脸色一惊 然后瞬间变得通红 嘴里也结结巴巴起来 完全没有往日的机灵劲 此时 她正想缩回胳膊 但好像又觉得太明显 怕林阳觉得 她在嫌弃林阳 所以 动作又僵住 抬起的腰又放下 林阳坐在椅子上 感觉着小屁股 在自己腿上起起伏伏 晃来晃去的柔软触感 只觉得内心一阵舒适 然后便不顾婉婉挣扎 强硬地将她拉进了怀抱中 估着她的腰 婉婉趴在林阳颈窝 内心充满羞涩与忐忑 其实林阳最初没有猜错 她以为自己是歪歪 但她恰恰歪歪对了 婉婉今天过来 就是来色诱她的 婉婉正在组织着语言 然后不经意间一瞥 瞥到了万界系统 工作台的主界面 灵灵色色的虚拟屏幕 正漂浮在半空 出现在林阳的面前 每一个屏幕 都代表着一个世界 每一个世界 都在发生着形形色色的事 有欢笑 有哭泣 有争执 有背叛 有感动 有纷乱 当然 还有最多的战乱 万界大战一触即发 现在大多数世界的板块上 都显示着战乱分城 婉婉看着这些屏幕 想着林阳就这么 在这件小房间里 坐在椅子上 操纵着万界生灵的走向 控制着万界的未来 这么监督着这么多世界 然后婉婉被齿轻咬 红唇被咬下去 一块凹陷 林阳在旁边撇着婉婉 内心痒痒的 真的也想 也去咬一口 咬一口婉婉的红唇 只是这会儿 婉婉明显心情不好呢 林阳又是个体恤下属 体恤人心的好老板 自然不会趁人之危 所以婉婉一边 抹扎着婉婉的仙妖 一边将手 伸向婉婉光滑的背 一下一下地拍着 好了 好了 我的宝贝婉婉怎么了 谁欺负我家婉婉了 当林阳说出我家婉婉时 婉婉的耳朵动了动 但是却没有反驳 只是悄悄红了耳畔 林阳钢铁直男 没能察觉到 女儿家的默许 正美滋滋地 站着口头上的便宜 然后就见婉婉 扭头又扑进了她怀里 并且把头埋得更深 身体贴得更紧 林阳终于不再口花花 将婉婉抱正 让她看着自己 然后认真问道 婉婉 怎么了 没事 我一直都在 婉婉看看林阳 背齿轻咬红唇 眼眶又是一红 眼看泪珠就要滑下 然而婉婉强行止住了自己的哭泣 深深的呼吸 并且抬头让眼泪不会滑下 随后才仰着头 扑进林阳怀里 诉说出实情 师父冤枉我 误会我 婉婉说着说着 情绪就激动起来 然后泪水就大滴大滴 从脸颊滚落 凝聚成细细的水线 然后滑落下巴 打湿衣服 她因为这个惩罚我 将我关进牢房 用铁链封锁我的行动 还限制了我的修为 师父罚我 我明明是在担心她 她却这么对我 晚晚越说越委屈 然后又提起白签 那个笨蛋师姐 也不替我说话 之前我明明帮了她那么多次 替她招兵买马 替她收服向雨田 帮她给师父说好话 结果师父惩罚我 使她一点 帮我的意思都没有 甚至还亲自将我推进了牢房 为什么 他们 明明我 晚晚在哭泣 说的话有些混乱 林阳听了好一会儿 才听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 这事她也知道 还是穹顶拍卖时发生的 只不过 她没注意那么多细节 就是曹操看上朱玉岩的事 当时穹顶拍卖结束 曹操有满腔情绪 然后就顺势看向了朱玉岩 眼神中 有着不加掩饰的战友与侵略 然后 被时时刻刻注意着曹操的朱玉岩看到了 两人的目光在穹顶中对视 相比较曹操的强硬刚猛 朱玉岩直接败下阵来 神情变得慌乱和不知所措 虽然按年龄来说 曹操比她小 可是曹操是谁 大卫丞相 雄霸天下的枭雄男人 和几十年都屈居人下的江湖势力相比 朱玉岩的那点威势真不够看 然后 两人就在目光的对撞中 分清了公寿 曹操看朱玉岩有些胆怯 有些服软 看着朱玉岩的眼神 从坚定严肃 变得柔软畏惧 两人就在拍卖会临近结束的几分钟里 来来回回 用眼神杀了无数回合 最终是朱玉岩彻底完败 两方世界还没交通 曹操甚至都没有一次站在他面前 可是在他的内心 已经有了曹操高大强势 且充满侵略性的影子 他畏惧 他胆怯 他害怕 等世界战争开启后 说不定 曹操都不用站在朱玉岩面前 朱玉岩就会腿软颤抖 在一瞬间 朱玉岩的脑子里 闪过了许多画面 都是不好的 屈辱的 畏惧的 难以忍受的 五吃白青儿傻憨憨的 根本没注意到朱玉岩的异常 而机敏的婉婉 则发现了师尊的不对劲 看到朱玉岩颤抖着的脸庞与束手 婉婉尝试着 叫了朱玉岩两声 朱玉岩内心都在想着 自己可能面临的下场 一点没听到婉婉的话 只有满心害怕 婉婉犹豫着 上前想安慰一下朱玉岩 告诉她 自己和她站在一起 然而这个行为 却让朱玉岩起了很大的反弹 不但将婉婉推到一边 还对婉婉立声苛责 然后旁边从头到尾 一脸猛逼 什么事都不知道的 白青儿也跟着上来指责婉婉 朱玉岩本来还要继续说 然后当时空间变换 代表着朱玉岩的粉红色大星 直接回了大唐双龙的世界 回到门派 朱玉岩也没有了 继续说下去的兴致 直接就让人将婉婉给关了起来 用铁链锁住 同时锁住了修围 白青儿一路堪压 婉婉怎么祈求挣扎都没用 最后 婉婉只能用穹顶员工 无论在任何地方 都能传送回穹顶的传送功能 摆脱锁链 然后回到了穹顶 在穹顶属于婉婉自己的房间中 换好了这身衣服 素白 淡雅 美丽 温婉 和之前的风格丝毫不同的衣服 婉婉已经起了波涛 婉婉毕竟是自己的员工 代表着穹顶的颜面 就这么在外面被人给欺负了 还给囚禁了 哪怕是她师父师姐也不行 当她同意兼职穹顶时 婉婉就已经是穹顶的一份子了 凌羊静静地等婉婉说完话 然后沉默了下开口问道 那么你想怎么样 说话时 凌羊眼中流露出淡淡的敌意 朱玉岩这样的行为 已经踩进了她的雷区 虽然不至于说是在雷区蹦迪 但已经足够挑起她的不快 而面对这样的不快 凌羊又有完全和足够的能力 制裁朱玉岩 毕竟现在的穹顶 已经经历了第三次拍卖 这些世界已经完全被穹顶渗透 凌羊的神迹点也数之不尽 拿来削一个新百家英后 朱玉岩简直是绰绰有余 别说是凌羊了 甚至都不用凌羊亲自出手 直接大力发展朱后照 或者给曹操开个后门 让曹操短暂的穿越时间 直接将朱玉岩镇压了就是 朱玉岩不是害怕曹操吗 不是担心曹操对她做什么吗 那就来啊 把曹操叫过来 穷顶认证 让曹操去把朱玉岩镇压了 还有那个白签 一块镇压了 虽然晚晚没说 但凌羊多少能猜出来 朱玉岩镇压晚晚的原因 有一部分就是 晚晚看出了自己和曹操的交锋 看出了自己输的一败涂地 然后为了面子和掩盖内心的羞愤 所以才拿机灵的晚晚撒气 意思也是很明显 你聪明又能怎样 我说镇压你就镇压你 就像他面对曹操 即使是新百家首领 即使是世界之主 可是面对曹操的翻天印 说会被镇压 就是会被镇压 都没有挣扎的余地 凌羊眼神中流露出冷意 既然你这么看重面子 这么害怕曹操 那我就给曹操开个后门 让他提前进入你的世界 让你提前面临曹操的争法 不仅是你 你不想让徒弟知道你丢人 你怕丢尽面子 那就让曹操把你徒弟白亲 也一起镇压了 什么母女 什么姐妹 不都是一些爱好吗 师徒也是爱好 让曹操一窝收了 让你的徒弟好好看看 你是怎么被别的势力强者镇压的 又是会露出什么屈辱 羞愤的表情 你既然这么在意你的面子 那么我就偏偏要把你的面子 给抹出干净 谁让你欺负了我们家员工 凌羊已经构思好了后面的一切 然而 正当他想听婉婉的结论时 婉婉却说出了 让他意想不到的话 我想帮世尊 沃特法克 凌羊愣住了 随后眼神中流露出震惊 你在说什么 你刚刚说什么 你说你要帮助助预言 怎么帮 是我理解的那种帮吗 羚羊的大脑迅速划过无数信息 然后犹疑地看着婉婉 自己的理解能力 是不是有些不够了 然后 就见婉婉婆娑着泪花 眼神朦胧 脸上带着几分红润地看着他 羚羊和婉婉对视 本就距离极近的姿势 在婉婉的友谊靠近下 两人间呼吸可闻 羚羊能闻到 从婉婉红润小嘴里吐出来的香气 婉婉也能嗅到羚羊身上 那炽热羊刚的男性气息 婉婉红了脸 羚羊也有些不自然 但这种时候 他作为一个男人 怎么可能后退 所以 羚羊不禁没有靠后 反而耿起脖子 披靡地抬了抬下巴 婉婉脸一愣 然后红霞立刻遍布脸上 神色更显得越发娇羞 羊羊疑惑看着婉婉 不知道他为何突然如此反应 然后 就见婉婉眼睛一闭 身体一压 带着香风 柔软的红唇贴了上来 唇齿贴合 羚羊瞪大了眼睛 好软 好滑 好凉 好甜 羚羊坐在皮椅 愣正正地看着主动线稳的婉婉 婉婉美眸青苔 看到羚羊正直愣愣看着自己 顺时间脸像红透了的苹果 只不过 他脸红归脸红 却没有跑开 非但没有跑开 还主动拥住羚羊的脖子 头怀送抱 让身体贴合得更紧实 也让这个纹更加深入 羚羊只觉得 一条滑嫩香甜的小蛇钻了进来 带着甜甜的惊艳 都到这一步了 是个男人都不能忍吧 羚羊抱起婉婉的腰 翻身把她压在椅子上 然后驯如雷虎地反攻起来 婉婉一声闷哼 小手往下抱住了羚羊的腰 羚羊的意识 在不停地动摇 动摇 然后尽力坚定了自己的内心 最后轻咬了下婉婉的小香蛇 从座椅上抬起身 而此时的婉婉 早已面色红润 眼神迷离 羚羊扫了一眼 赶忙转移视线 然后凭空从穹顶 便出一张被单 盖在了婉婉身上 滑滑凉凉的感觉盖在身上 婉婉意识到 自己衣衫不整 赶忙抱着 被单缩起来 然后又可怜兮兮地问羚羊 老板 是 是婉婉哪里不好吗 顿了顿 婉婉咬牙低头道 您怎么不 继续 羚羊看着面色羞红的婉婉 深深吸了口气 强压体内的情遇到 不是那个 我们刚刚讨论事情 还没解决 你刚说 你想帮你师尊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 新百家现在在迫害你吗 婉婉听了 脸上一慌 赶忙起身 然后被单滑落 穹顶监控室里 又流露出一片春光 羚羊咳嗽了两声 婉婉又缩回身子 蜷缩起来 不是的 老板 婉婉露出个小脑袋便捡 新百家没有迫害我 师尊虽然有些误会我 师姐虽然有些冲撞我 但我不怪他们 毕竟师姐又呆又笨 师尊又心中有心事 他们做的都情有可原 所以 你想做什么 婉婉脸色微红 眼神中又闪过迷离 往羚羊的方向靠了靠 我想帮助他们 帮助师尊 可是 我什么都没有 连师尊都解决不了的敌人 我又能怎么办呢 所以 我只有 婉婉说着 就把被单从身上放下 然后抬着身子 看向羚羊 我只有老板你 然后能复出的 也就只有 婉婉说到这 羞涩和紧张充斥着她的神情 羚羊居高临下地审视着婉婉 没有说话 脸色也从一开始的油滑 变得冷淡 婉婉看到羚羊的变化 脸上先是一愣 然后仿佛想到了什么 急忙手舞足蹈的白手 不是 我不是 我没有不自爱 我是 我是 婉婉脸红几下 且且巴巴 然后声若闻音地说道 我是厨子 然而她眼睛一抬 发现羚羊的脸色 还是没有恢复 然后她彻底慌了 一脸茫然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慌张的眼神 充斥着不知所措 羚羊终于开口了 声音不负平时的温和 反而透露着 一股冷漠和疏远 婉婉 婉婉急忙地整理衣服 然后站起身站直 在 你是在和我交易吗 婉婉一愣 眼神闪烁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羚羊看婉婉不吭 便继续问道 你是拿自己的身体 和我交易助预言的安全 是吗 婉婉抬头看了眼羚羊 想说是 又觉得应该说不是 但是他内心想的 确实是事 一向机灵的婉婉 此时在羚羊面前试了分寸 乱了手脚 一点也不像之前 大唐双龙小魔女的模样 反倒像一个 面对情人的小娘子 看婉婉慌乱的样子 羚羊也不禁觉得心软 默默叹了口气 然后上前两步 将慌乱的快哭出来的婉婉 抱进自己的怀里 然后轻轻摸着婉婉的后脑 婉婉被抱住后 一下就感觉无比温暖 无比安心 比在心百家呆得还安心 比在师尊旁边 还令人温暖 很快就停止了挣扎 然后反手抱住羚羊的腰 贴着他的胸膛 婉婉 羊看婉婉不哭了 思索了一下话语后 开口道 你要是想救师父 我可以帮你 婉婉抬头想说话 但是后脑却被羚羊用手握着 抬不起来 但是你不要拿自己去和我做交易 以后我也不希望看到 你拿自己的身体和任何人做交易 包括我 懂吗 婉婉此刻在羚羊的怀抱 安静下来后神志慢慢上线 然后突然就意识到 自己刚刚做了什么 不是 婉婉想争辩两句 但是事实摆在眼前 于是婉婉只能更加用力地 抱紧羚羊的腰 展现自己的态度 羚羊顿了顿 又说道 你是穹顶的员工 是我亲自招收进穹顶的 你有什么事 我会帮你的 所以这样的挑逗 以后就不要了 羚羊想了想 继续道 我不喜欢这种 没有感情的肉体交易 可是 我是真的喜欢老板娘 婉婉终于忍不住 正脱开羚羊的束缚 然后抬着头喊道 并且相比刚刚的泪眼婆娑 此时的婉婉 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 一道道往下滑 我喜欢老板娘 我喜欢娘 我没有委屈 我就是喜欢娘 从看见你的第一眼 我就喜欢上你了 在老板身边 我最幸福了 婉婉显得有些慌乱 有些无辜 刚刚羚羊有些疏远的话语 让她内心惧痛 她不想要羚羊这么想自己 她不想让羚羊 距离自己远去 电光火时间 婉婉突然觉醒了 自己作为穹顶 在侧员工的一些权限 然后在这中央监控室内 婉婉手往下一拉 几道纤细 但散发着荧光的锁链 静直缠绕上 羚羊的手腕脚腕 羚羊一正 下意识想反抗 但看着怀内哭泣的婉婉 还是压住了那股反应 银色锁链的权限 在婉婉手上 虽然最终权限 依旧是羚羊的 但是在羚羊确定反抗前 婉婉可以操纵着锁链 然后羚羊就看到 锁链将自己的四肢捆绑固定 在穹顶监控室 呈大字形站立 然后婉婉便方便地 扑入自己怀中 紧紧抱着 口中还喃喃道 不要走 不要离开婉婉 绑住 绑住老板 婉婉内心喃喃 然后猛然抬头 看着被捆绑的羚羊 眼中流露出并交般的笑意 只要绑住老板 老板就不会离开婉婉了 好家伙 这是觉醒了什么奇怪的属性啊 羚羊内心喃喃着罪过 然后右手化为手刀 一掌劈过 将婉婉拍晕过去 不拍晕不行 要不然 说不定就发展到什么 少儿不移的内容了 婉婉血运后 银白色的纤细锁链 也随着消失 羚羊神色复杂地看着婉婉 这个傻姑娘 为了一个误会自己的师傅 竟然愿意牺牲自己 虽然就结果来看 也不一定是牺牲 更像是她在奖励自己 但是就之前那些羞涩的模样 羚羊就相信 婉婉不是假装 哎 发愁啊 羚羊轻轻将婉婉 婉婉放到一边的沙发 运动间 婉婉抬眸被惊醒 眼神之间充斥着羞涩与爱意 老板 我喜欢你 然后 你能不能帮帮我师傅 可以 羚羊淡淡道 助育炎担忧的 无非就是任七曹 担心世界大战开始后 任七曹对他做一些不轨举动 然后事情就简单了 羚羊完全有一百种方式 在合乎规则的情况下 保证助育炎的安全 更有五百种不符合规则的方式 直接抹掉曹操 毕竟 规则都是羚羊定的 只不过 羚羊神色灰暗了下 机敏的婉婉 一下子就看到了 羚羊眼中闪过的别样一色 赶忙摇晃着脑袋问 老板 你刚刚在想什么 你想对我师尊怎么样 一时间 婉婉脑海里 闪现过无数想法 甚至有羚羊 看上了师父的想法 毕竟自从师父达到天人境界 不管是皮肤 样貌 气质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连婉婉这个女徒弟 看了都心动 更别说其他的男人了 而婉婉 也真的考虑起来 假如羚羊说 看上了师父 自己该如何做 只是没等他想出结果 羚羊就拍了拍他的小脑袋 瞎想什么 看你眼珠咕噜噜的 我没别的念头 我就是觉得 即使我能直接镇压曹操 我也得让你师父吃点苦头 为什么 婉婉捂着头申诉 师父那么好 为什么要让师父吃苦头 为什么 羚羊反问一声 然后搂紧了婉婉用力笑道 就凭她 欺负我穷顶员工 就凭她欺负我的女人 我怎么能把这事 就轻描淡写地过去了 婉婉神色一慌 我的女人 是说我吗 然后脸色肉眼可见地红润起来 羚羊没看婉婉的反应 继续霸气地说 我可以放过她 但是也必须要让她吃到一些苦头 说吧 羚羊低头看着羞涩的婉婉 后面的事 你就不要管了 我会拿你好分寸 肯定不会让你那师尊被辱 但也不会让她轻松 婉婉张了张红唇 但想了想 反正师尊不会被辱了 并且 羚羊此行 也是为了帮自己找场子 他还叫自己别管了 那自己也就不要插手了 想到这 婉婉温顺地 又躺进羚羊怀里 羚羊轻抚着婉婉柔顺的曲线 视线再一次投降了万界监视的主屏幕 现在每一个世界 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 不管是史皇 大卫 大隋 大明 还是新百家 还是新元朝 以天屠龙 所有世界都在一步步侵略 占领自己的世界 争取在下一次世界大战前 凝聚好力量 而羚羊看着这些战争 思考着 大概要去往下一个世界了 然后看了眼侧 躺在怀里的婉婉 羊羊打了个响指 分离出过去身 你看这些世界 怎么样 现在身的羚羊 对着过去身的羚羊问道 婉婉听羚羊说话 抬起头 然后发现 场上站着坐着两个羚羊 然后看来看去 分辨不出来区别 坐着的 现在身笑了笑 将婉婉的小脑袋压下来 别看了 都是我 只不过一个是 现在的我 一个是过去的我 看婉婉 还是一脸茫然 羚羊也不打算解释 看着身前的过去身 过去身羡慕地 看了看羚羊手中 怀抱的纤细娇躯 然后不冷不热地回到 基本已经是穷顶的模样了 完全收服 只是时间问题 那是不是该往下面的世界出发了 倒是可以 我能帮你掌握 现在这几个世界的局面 现在身看了眼 趴在自己怀中的婉婉 右手轻拍了下 婉婉挺翘的小屁股 看婉婉缩着脑袋不起来 便轻笑一声 直接将椅子 顺移到主屏幕前 然后开始挑选世界 之前已经有了 穷顶痕迹的世界 被暂时划到一旁 羚羊此时翻动着 一个个新的世界 随口问着旁边的过去身 哎 你说 下一步穷顶 去什么样的世界好呢 我怎么知道 你是代表着现在 我是过去 开发你的脑力 帮我想想 过去身又瞅了瞅婉婉 随着沉思了下 之前这几个世界 基本属于武侠和历史 要不接下来的世界 我们开往玄幻和仙侠 过去身拖着下巴 扭头看向现在身 你觉得怎么样 羚羊现在身灵机移动 玄幻 之前自己不是看过 好多的玄幻小说吗 那些小说的世界 是不是真实的 穷顶能不能搜索到 过去身 仿佛也想到了什么 两人目光一对 闪烁着激动的神情 因为不管是过去的羚羊 还是现在的羚羊 都想起了那些 绚丽奇幻的世界 斗气 魔法 真气 圣体 如果这些世界 也可以通过穷顶降临 那么肯定会多出来 很多有意思的事 过去身激动的道 一旁蜷缩的婉婉 看着脸上一愣 他在激动什么 还有科技祥神 肉身成圣 一力破万法 美颜清纯的精灵 粗短的矮人 威猛的巨龙 还有奇奇怪怪的魔兽 各种死灵生物 各种圣体 还有像柳神 小破海 小瓶子 一伙 羚羊现在身和过去身 相互讨论 相互对视 眼睛逐渐发亮 神情逐渐激动 如果可以搜索到 那么 玄幻世界 一定很有意思 说干就干 羚羊是个行动派 一边想着 一边着手在穷顶的主界面上操纵着 然后通过搜索来意识搜索 羚羊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小说的绚烂世界 有些羚羊认识 有些羚羊不认识 但无一例外的绚烂 精彩 两个羚羊激动的对视一眼 折天 搜索 折天 过去身的羚羊激动到 现在深看了他一眼 然后用意识在主界面搜索 两个都是羚羊 所以 爱好基本是相同的 羚羊喜欢的过去身同样喜欢 像北斗星域的壮丽 江泰虚的晚歌 话云飞的狠毒 安妙依的诱惑 在之前都无数次地刺激着羚羊的想象 如果有机会 自己当然要亲眼见识一下 这些可歌可泣的人 随着进度条的搜索 一个散发着深蓝色光芒的光球 从穷顶控制台飞出 然后 穷顶在羚羊的意识中不断变换 最后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星空之上 晚晚目瞪口呆地 看着羚羊与过去身的操作 看着眼前这绚丽的大陆 无际的星空 还有刚刚数之不尽的世界 一时间 有些智商不够用的感觉 而这些小细节 两个羚羊都没有看到 他们此时正专心地 看着底下的无边星空 这 这就是 遮天的世界吗 下一刻就能看到那些 带着传奇色彩的人物了吗 羚羊的头脑里 闪顾无数人物 然后对视眼 掌控着穷顶 静止向世界降临下去 瘦大辉煌的穷顶 缓缓降落于遮天世界的上空 无际的威压降临 遮天世界的所有人 都感受到一股无比强大的压力 从天外降临 然而 此时兴奋的羚羊 并没有发现这个异样 继续降临着穷顶 快了 马上就要进入遮天世界了 羚羊站在穷顶的全息投影上 马上就要进入遮天了 但是下一刻 随着一声轻轻巧巧的喷的声音 穷顶降临了半截的遮天世界 就仿佛带着粉末的泡泡 消散于银河 而穷顶之中的两个羚羊 脸上也愣张了下来 怎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遮天世界呢 两个羚羊大眼瞪小眼 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刚刚他俩都在歪歪降临到遮天世界后 怎样怎样 去见识自己喜欢的人 去见识憧憬憬的风采 谁也没注意到 遮天世界 由于承受不住穷顶的威能 所以 直接被撑爆了 一直处于旁观者的婉婉 可能注意到了 但婉婉并不清楚这些 所以 看到了也没用 两个羚羊愣了好一会儿 才想起查询穷顶记录 两人回到穷顶控制台 看到系统备案的记录 搜索 发现 遮天世界 穷顶建立连接 开始传送 传送到 遮天世界上空 穷顶降临 降临失败 看到这 两个羚羊都愣了 降临失败 怎么就降临失败 降临失败会怎么样 刚刚那个好生生 绚丽多彩的事件呢 两个羚羊 同时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这个疑问 然后 两人又开始搜索穷顶记录 被穷顶降临失败的事件 去了哪儿 下一秒 穷顶的搜索结果 让他俩狠狠地惊了一惊 降临失败 世界脆弱 无力 穷顶强行降临 会令世界破碎 此过程无法逆转 破碎的世界将彻底消失 除非穷顶之主 能掌握宇宙之能 看到这 两名羚羊的脸色 都有些不好看 刚刚 遮天世界 在降临的过程中 就破碎了 好家伙 一个世界 说碎裂就碎裂 过去深土曹道 羚羊也有些无语 这世界 也太不禁折腾了吧 然后一直站在旁边的婉婉 目睹了两名羚羊的操作 内心的震惊 简直翻天覆地 刚刚他趁着两名羚羊 观察遮天世界 也顺道看了看 发现里面的人 好多都有非天遁地之能 甚至可以说 天人之姿在里面 好像是最基础的能力 好多人都几乎能移山倒海 搬运星辰 翻天覆地 然而 这么强大的世界 就这么被老板羚羊给搞炸了 晚晚还在发猛 羚羊已经开始反思 不行 这么搞可不行 这么精彩的世界 怎么可以就这么粉碎 如果下一个世界再这么搞 就太可惜了 羚羊先让过去身消失 然后开始全功率运转功法 输入穷顶 找寻原因 一样样数据 依次从主界面显示出来 羚羊飞速扫射着界面上的一排排数据 然后心中思虑了下 宁 站在旁边的婉婉 亲眼看着羚羊突然双手合十 然后掌心凝缩 然后 两人立刻被传送到了虚空 婉婉惊叫着 害怕向下坠 然而 现实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两人就这么踩在无济宇宙的虚空之中 婉婉看着脚下 男男说不出话 然后更令他感到惊讶的是 在他面前的 巨大的穷顶 伴随着羚羊拳头的握紧 正在飞速地变小 穷顶的外形等比缩小 然后在肉眼可见的速度下 变为了之前的十分之一大小 而羚羊也正好握紧了拳头 这样子 就差不多可以了吧 羚羊看着小了十分之一的穷顶 拍了拍手轻笑 羚羊拍着手 看了看现在缩小到之前十分之一大小的穷顶 满意的点点头 然后再次打开世界搜寻的板块 一个个绚丽多彩的世界 出现在羚羊的面前 羚羊看着那些动人的世界 然后心念一动 打开搜索框 用意念输入 完美世界 嗯 这也是羚羊的喜好 除了 遮天的浩瀚 同样绚丽壮阔的风景 比如熬喝奶的小破孩十号 比如 那在九天十地 杀尽杀出的柳神 柳神的容貌 一直为好多人所疑惑 比如那至尊古 何等大方光华 比如圣童 又是何等威力 还有火灵 魔女 轻衣 这么或美或仙 或地位尊崇的美女们 还有那云族 羽族 逐鹿书院 补天阁 小夕天 羚羊的眼神渐渐发亮 看着进度条搜索到的完美世界 然后点进传送 柳神 我来了 下一个 缩小到十分之一的穹顶 来到了完美世界的上方 然后羚羊点开穹顶操纵台 时刻检测穹顶的各项数据 然后点击降临 穹顶缓缓向完美世界降去 完美世界的地面上 无数人抬头望天 一股浓浓的威压降下 石村 石国 木族 西陵 逐鹿书院 一个个地方的强者 纷纷抬头望天 那股浓重的威压 不分强弱 震的每个人都伏地不起 穹顶降临建立链接 开始降入 羚羊紧张着 看着穹顶的指数 看着穹顶 马上就要触碰到完美世界的世界避障了 然后下一秒 不 降临失败 完美世界 世界破碎 望穹顶之主 不要气馁 卧槽 怎么又失败了 不是刚刚才降临吗 怎么连穹顶的十分之一都受不住 相比刚刚 这次羚羊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把穹顶降临分为 降临前夕 降临中 降临结束 折三个步骤 那么 穹顶在降临前夕 还算是无碍 但是真正降临时 哪怕只是简单地触碰到世界壁垒 降临中的进度 可能都不到百分之一 依然会产生强大的压力 把世界破碎 天哪 这些小说的世界 这么脆弱的吗 之前像 倚天屠龙 大唐双龙 就很坚挺啊 羚羊叹了口气 一下子栽倒在穹顶控制室的座椅上 哎 这样下去可不行 可不能这么拿世界去试错 羚羊茫然地看着穹顶天花板 看着无际夜空 脑袋突然一响 伸出手指一点 一个超级袖珍的穹顶小垫 出现在了羚羊手中 精致小巧 看着像是个玩具 但也是货真价实的穹顶制品 往往看着半空中漂浮的小小穹顶 一时间有些说不出话 这个虽然小 但也是穹顶啊 就这么容易 就被羚羊给搓出来了 羚羊手里拿着小穹顶 一丢一丢地思索 然后眼神一立 眉头一皱 再试试 这个小穹顶 虽然也是穹顶 但其力量充其量 也就是个穹顶小垫的水平 羚羊划过世界搜索的目录 然后意念输入斗罗大陆 下一个 进度条飞速闪动 一个个世界闪过 999 784 231 最后一个散发着阴阴光泽的世界 出现在羚羊眼中 羚羊倾触屏幕 然后就来到了斗罗大陆的世界星空之上 这是一片浩瀚的大陆 外围包裹着海水 中间有一块巨大的陆地 几个小国将两个巨大的帝国分隔开来 羚羊看着眼前斗罗大陆的世界避障 先将穹顶远远地推到后面 然后自己缓缓降落 将穹顶小垫慢慢往下放 晚晚在旁边看着惊心动魄 就这么小的一个 随手搓出来的小小穹顶 难道也能震碎 世界不成 此时此刻 羚羊的内心也充斥着压力 斗罗大陆 算是一个很古老的世界了 由斗罗大陆为根基 世界上发展了很多的世界 相对其他世界 斗罗的基础相当牢固 如果连斗罗大陆 都无法承受穹顶之力 哪怕是一丝丝的穹顶之力 那么 羚羊也就可以放弃 这边这些世界的念想了 然而 和之前完美世界 同样的事情发生了 斗罗大陆上的强者 无论是七宝流离宗的 剑斗罗陈兴 还是五魂殿大供奉千道流 又或者是 此时正在大陆上历练的 浩天斗罗堂号 此时都纷纷看向天空 天空仿佛破开了一个巨大的洞 黑压压的窟窿 好像有什么东西 破开了天空 但是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无数人抬头 觉得仿佛世界末日来临 然而 伴随着穹顶小店的慢慢推进 异象虽然在 但是穹顶 还是成功地进入了斗罗大陆 且没有产生山崩海啸之类的灾变 杀戮之王 唐城喝了口血腥马力 隔着无数壁垒 直接看穿天空 喃喃道 天地异象 必有大势降临 就是不知道这大势 是福还是货啊 波赛西看着天空之上的黑洞 站在海神山跪下祈祷 海神大人 请庇佑您的子民 忘不要从这次灾难中受到伤害 忘子民们 能从您的庇佑中 获得更好的生活 世界之外的灵阳 看着逐渐推送进 斗罗大陆的穹顶小店 眼神中不禁流露出一分异色 然后不可思议的难难 这都能引起天地异象 这就是我随手捏的一个小玩意儿 也就是穹顶千分之一的力量 斗罗大陆 竟然这么的弱不经风吗 灵阳看着完全融入 斗罗大陆之中的穹顶小店 只是承载穹顶千分之一力量的穹顶小店 进入斗罗大陆 都要产生这么多的巨变和动静 那这么看来 前两次穹顶直接降临 然后将 遮天和完美世界 直接炸掉 也丝毫不奇怪了 毕竟两个世界虽然宏大 但是相比较老牌世界斗罗大陆 还是要差一些的 连斗罗大陆 都只能承载穹顶千分之一的力量 另外两个世界 去承受完整的穹顶之力 灵阳不禁叹了口气 失误了失误了 之前以古龙金庸创作的世界为标准 以为完全没事的 结果某三少和某东乡比较古龙金庸 竟然相差这么多 斗罗大陆的顶尖浑尸 看着天空莫名出现的巨大黑洞 又看着巨大黑洞莫名消失 许多人都觉得 世界上可能发生了什么一变 但是没有人知道 一变到底是什么 索托城 一条幽深的街道 一家翘无声息的小店 出现在街巷的最深处 路过一个喝醉的醉汉 眯着眼 扫了扫店面的门头 穹顶小店 刚刚这里有店面吗 我是不是眼睛花了 醉汉揉了揉眼 穹顶小店 确确实实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疑惑地摆摆头 继续往巷子深处走去 哎年龄大了 多喝两杯 就看不清楚路了 不中用了 而此时 身在穹顶的羚羊 看着斗罗大陆所托城的穹顶小店 神色有些怪异 过去身 下一秒 过去神从穹顶浮现而出 羚羊把婉婉一推 留恋地又摸了把小屁股后 将婉婉推向过去身怀里 我可能要亲自下去看看 穹顶直接降临不行 得想些其他办法 被推开的婉婉 脸色一红 看看推开自己的羚羊 又看看现在抱住自己 然后守不安分的羚羊 明明两个都是羚羊 但婉婉就是有些被送人一样的脸红 行吧 你自己小心 过去身也没客气 抱住婉婉 使劲地在婉婉脸大上亲了一下后 挥手对着羚羊告别 慢走不送 婉婉我会好好照顾的 羚羊看了眼过去身 虽然都是自己 但莫名有种被戴绿帽子的感觉 我给我自己戴绿帽子吗 羚羊内心吐槽了句 下一个空间穿梭 传送到了斗罗大陆的穹顶小店 羚羊看着小店内袖珍的吊灯 又看了看店内简单的摆设与桌椅 相比较穹顶 那能容纳万人的巨大拍卖场 还有那上空无边无际的星空 穹顶小店这巴掌大的吊顶灯 和一眼就能看到边缘的店面 让羚羊一阵阵无语 但是 就这么大点的穹顶小店 进入斗罗大陆世界时 还出现了明显的异样 羚羊怂怂间 用小店的搜索功能 对接斗罗大陆的本源 搜索如何给斗罗大陆充能 倒不是说羚羊好心 而是世界太弱小 也没法降临不是 一台类似电脑的东西 从羚羊的办公桌上显示 羊羊上前悄悄打打 搜索系统 然后很快就了解到信息了 想让穹顶降临斗罗大陆 其实不难 只要让整个世界的力量提升就行 而提升的方法 可以由穹顶小店 先小幅度地贩卖一些道具 然后由那些道具 潜移默化地改变 世界人民与魂师的能力 进而渐渐提升整个大陆的实力 逐渐提升整个世界的实力 了解到这些信息后 羚羊抬头看了看 这巴掌大的穹顶小店 征服斗罗大陆 从这穹顶小店开始吗 深夜 索托城某沟兰 橘黄色的灯光下 一张张布帘 挡着一张张床 然后有些布帘拉开着 有女人站在布帘旁边调笑说话 而布帘内 则高低长短 布衣地传来阵阵急促 或舒缓的柔嫩声音 马红俊身体起起伏伏 肥瘦的肚子 在半空中晃来晃去 底下的女人拖着腮 看着隔壁窗帘起起伏伏的身影 调笑着 小弟弟 你看隔壁叔叔 多有力啊 再看看你 真的 好年轻啊 你要是帅一点 我也不介意多配合一下 可是你看看 你胖的这样子 马红俊脸色通红 文言更加用力地撞击起来 立马引来女人的交呼 死胖子 你轻便 你的肥肚子 撞疼我了 短小就是短小 这事儿 不是让你拿肚子来撞 马红俊呆愣着 看着女人风韵犹存的脸蛋 还有稍稍有些坠肉 但光滑的娇躯 明明身下 起了很大的反应 但是女人却没有丝毫反应 只是一脸怒容地推散她 马红俊呆呆地看着女人 一股作为男人的挫败感 让她心头空落落 巨大的压力直接降下 底下的女技 看着马红俊 犹犹豫豫 不愿意起身 立刻加紧小腹 然后扭动腰肢 马红俊一惊 然后在剧烈的几下过后 女人站起了身 然后一脚 把马红俊从帘子里踢了出去 小屁孩 还是回家吃奶去吧 别学人家出来玩 你还小 各方面都小 女人的声音 从帘子里传出来 勾篮里 一些站立的女人 和路过的嫖客 纷纷看向了马红俊 马红俊赶忙提起裤子 但还是架不住 人们纷纷对他投来吃笑的眼光 马红俊茫然地看着四周 然后慌忙地向门口跑去 人们看到马红俊晃晃张张 笑得更快活 更大声了 马红俊背着身后的人群 一把推开门冲了出去 你们不要笑了 你们也是男人 有本事出来打一架 出了门 马红俊被冰冷的新鲜空气 刺激了一下 想起自己还是浑尸 便转身 对着勾篮里的几人骂道 哟哟 被欺负了 就要动手打架呀 多大的人了 还打架 小孩子吗 别这么说 人家就是个小孩子吗 第三个人在小字上众鹰 然后长长地把声音拉长 一有所指的 看着马红俊的下半身 马红俊脸一红 后退急步 然后又惹得门内的几人哄笑 你们出来啊 有种出来单挑啊 马红俊看着门内几人 怒气上涨 然后胖蹲蹲地腿一下 踏在请瓷砖上 两个黄色魂环 瞬间俯身 邪火凤凰五魂附体 一股强烈的波动 和炽热的温度 迅速蔓延开来 勾兰内的几人一看 马红俊真的是魂师 并且还是一名 拥有两个黄色魂魂的魂师 一下子就变了脸色 走走走 魂师啊 我们惹不起 别闹他了 让他自己玩去 几个男人匆匆关上门 然后街道彻底安静了下来 马红俊也就是吓唬一下 论胆量 他还真不敢在这城市身像中 直接开五魂 用凤凰火线大烧特烧 别的不说 单赔偿费 就能让弗兰德火撕了他 想到这 马红俊还是收了五魂 异性阑珊的 向街道的另一边走去 今天他结束的太快了 还不想回史莱克 这么早 怕不是会被奥斯卡纳见人嘲笑 马红俊看了眼另一边幽深 且看不见镜头的小巷 让着自己是魂师异高人胆大 静止向深处走去 小巷有些深 还有些年久失修的感觉 路面堆积着积水 马红俊看看 连个忌都伺候不舒服 为什么 你这么废物 不要用年纪小找借口 大老大像我这个年龄时 不也是一柱晴天吗 马红俊踢着地上的酒瓶子 随着酒瓶子的移动 看到了巷子最深处 有一家装饰特殊 模样奇怪的店面 上面有一道道云纹 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古老 且有韵味的雕塑 店面的牌头上 用苍镜的字体写下了 穷顶小店 有 什么情况 马红俊摸着脑袋 看着店面 有些摸不着头脑 其一是因为 这条身像 他之前也走进来过 但除了破旧的垃圾堆 和野狗野猫 什么都没 其二就是从这店面的装潢 和字体来看 怎么看都不像是普通的 沉落在巷子里的垃圾店面 要让马红俊评价 他甚至觉得 这家店面的门头 比他老师弗兰德的那家杂货店 还要强上几倍 这么看起来上档次的店面 却开在这样的垃圾堆里 马红俊觉得 这里面有点问题 但是有问题又怎么样 碰 就是等着客人光顾的 客人可是上帝 并且真要有什么不对劲 自己可是二环大魂师 这种幽深且水多的巷子 就算小小的烧他一波 只要及时逃掉就没事 下一秒 马红俊就看到 坐在吧台后面 一脸英俊 前面上带着笑意的羚羊 死 马红俊当即吸了口冷气 是男人 比带老大还帅 没错 马红俊是有点丑 有点胖 但他也有正常审美的 他知道没丑于帅哥 看到羚羊的一瞬间 他差点没有下意识逃走 因为一个超级帅哥 开着这么家小店 出现在巷子最深处 简直太不合理了 但是马红俊什么人 刚刚来的路上 刚刚有一家勾拦的客人 嘲笑了他小 回去的话 很可能和刚办完事的人撞上 然后就会再被嘲笑一顿 想到这 马红俊咬了咬牙 静止走进了店内 欢迎光临 客户想做什么 嗯 马红俊愣了下 打量着店内的装饰 一直去弗兰德店里转圈 然后和弗兰德一起 四处薅羊毛的他 见过不少高端的店 但是他敢保证 索托城没有任何一家店面 有这一家小店 更有意境与韵味 那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 马红俊也描述不出来 并且按理来说 这一家店的灯 画 壁纸 地板 都不是索托城的主流风格 甚至有些地方和主流 大相征庭 但是他就是觉得 这一家店的格调 很不一般 因为看了很舒服 作为一个普通人 看到这样的布局和装饰 就是很舒服 马红俊左右扫了扫 有些胆怯地 摸了摸自己装前的裤兜 他这趟出来 只有几个银魂币了 在这家店里购买东西 马红俊 有种几千金魂币 都不够的感觉 但是想归想 马红俊还是仰着下巴 努力想想 印象里带老大的模样 狂拽酷炫地说道 你们这里都卖啥呀 坐在周那的羚羊 看着此时慌张的马红俊 内心倾笑 第一条鱼儿上钩了 然后往后滑了一下椅子 双手交叉 双腿交叉地 看着马红俊 这里是穷顶小店 可以实现来访者的愿望 实现愿望 马红俊眉头一皱 脸上露出一股失望之色 这是什么糊弄小孩子的说法 这里其实是靠这一手装修 来骗取钱财的吗 马红俊又打量了一下店里装修 靠装潢来震慑住人 然后再靠忽悠去 让顾客买不需要的东西 至于为什么开在这么优深的小店 大概是觉得 能来这种地方的人 都没见过什么世面 比较好骗吧 马红俊想到 然后叹了口气摇摇头 亏自己还被这套东西震了一阵 没想到竟然是低级杀猪盘 可惜 他碰上了自己这名草窝里的金凤黄 碰上了自己这名浑尸 心想事成 可没那么的容易 马红俊的兴趣 一下子削减下去大半 然后异性阑珊的 在店里转来转去 寻思稍微扯两句闲话就离开 毕竟嘲笑他的那几人 体力也不是很好 然后就见羚羊从旁边一个抽屉里 拿出了一个装有蓝色液体的小瓶子 马红俊心里暗笑 是准备卖大利水了 却没想到 林阳只是把小瓶子放到桌子上 看着他淡淡道 我知道 你不信 所以 这瓶心想事成药 我可以免费让你体验一次 喝了它 你就能心想事成 马红俊看林阳一板一眼的说话 忍不住笑道 喂 兄弟 你这牛吹得太大了 你要是不说心想事成 换一个简单点的噱头 说不定我还就信了 你跟我说 心想事成 说到这 马红俊停顿一下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魂师 话音落下 两道黄色魂环骤然亮起 五魂附体 一道热浪袭来 马红俊有意识地缩了缩身体 降低了五魂的释放程度 毕竟这店里的东西 看起来浑然天成 要是不小心给人家烧了就不好了 然后 就看见林阳脸色不变 继续淡笑着坐在原地 似乎完全没有 被他的凤凰火焰所影响 并且 不光是他 就连店里的桌椅板凳 甚至墙上的壁画 纸做的壁画 都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他的邪火凤凰 产生的凤凰火焰 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店里的任何东西 马红俊不禁揉了揉眼睛 他是看花眼了吗 林阳也不说话 只是沉默地看着他 马红俊顿时觉得有点意思 然后收了凤凰附体 看着林阳桌上的小瓶子 你说 你这是心想事成药 那么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 那你说 我想要什么 马红俊 一只粗壮的手撑住桌子 看着桌上的瓶子 又看了看林阳 你这简简单单的一小瓶蓝水 就能让我心想事成 那天底下这么多魂师 还修炼干嘛 魂师修炼 有魂师修炼的目的 但目的无非就那几种权力 名利 金钱 如果要深挖的话 就是掌控感 虚荣感 选择权 林阳淡淡笑道 只要掌握了这几种感知 就能让人心想事成 马红俊的胖脸上皱了皱眉头 你这不会是卖什么大力水之类的吧 我跟你说 那些东西 对魂师都没用 你别想糊弄我 林阳不再说话 只是拿出了刚刚从抽屉 拿出的蓝色小瓶 糊弄不糊弄 这第一瓶药水 不收你钱 你可以先试试 看看 我有没有让你心想事成 切 怕你不成 马红俊听了 冷笑一声 胖手直接就抓起桌子上的小蓝瓶 也不管有没有可能存在危险 直接就拿着瓶子 将药水倒进嘴里 然后抹了下嘴边的水渍 我喝了你的药了 喝完了 然后 我有心想事成吗 你不是说 能让我心想事成吗 马红俊摊着手 嘲弄的质问林阳 为什么我还没有心想事成 林阳晃着手指 别着急 别着急 三 二 一 随着林阳声音的落下 马红俊直接就感觉 马红俊一惊 往后缩起身子 脸上有些窘迫 你他妈什么尖伤 你卖的这什么药 一边说着 马红俊一边把腰深深的弯下去 不弯不行啊 这次和以前不一样 马红俊深刻感受到自己 马红俊欲哭无泪 然后半喜半怒 老十字药 快给老子解药 不然 老子一把火烧了你的店 林阳浑然不惧 身子向后一靠 你是不是心想事成了 啊 马红俊一愣 脸上一时没反应过来 看林阳淡定微笑的表情 缓了缓才发现 自己刚刚进门时 一直在抱怨自己的小兄弟 内心都在因为这件事而烦恼 喝药时 也在想着这事 但他本来没有任何意思 却一下子就被林阳看了出来 马红俊呆愣愣地看着林阳 你怎么知道我在忧心什么事 如果连客人想要什么事都不知道 那我还开什么店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就是你心里想的 我帮你事成 顾名心想事成 马红俊被震惊地说不出话 大嘴微张 而林阳看着马红俊 忍不住揉了揉眼睛 他可不喜欢看男人的那玩意儿 然后便挥了挥手道 既然已经心想事成了 那你就赶紧把你的事解决了吧 一直这么拱着腰 不难受吗 马红俊当即从惊恶中回过神 呆呆地看着眼前 轻易猜透他内心 且帮助他实现愿望的林阳 今天发生的一切 真的是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他完全想不到 斗罗大陆上 还有这等牛人 眼前发生的一切 简直打破了他的世界观 马红俊咬了咬牙 转身就跑出了穷顶小店 其他的事过会儿再说 眼前这件事 必须立马解决了 那种感觉 让他心中一下子 生起了无限的憧憬 恨不得立刻出现在 在刚刚店里其他人的面前 然后狠狠地打他们脸 马红俊奔跑着 穿过幽深的街道 踏过湿润的泥砖 跑步之间 甚至动用上了魂力 邪火引发的邪火凤凰之力 让他身体后面 有个凤凰虚影 若隐若现 火焰蒸腾 一些浅浅的水坑 在马红俊经过之后 甚至有些挥发蒸腾 马红俊穿过长长的小巷 看到远处一家 亮着灯的勾篮 门口站着几名召妓 还有几个刚刚办完事 正提裤子 和着急调侃的男人 当他们看到 远处奔来的马红俊 一时间好像看到了 什么新鲜的乐子 哟 这不是我们的魂师大人吗 怎么又回来了 看看他来的方向 想必是又跑到巷子里哭去了 哎呀呀 去什么巷子里哭啊 来姐姐怀里哭 几分钟就能赚两个银魂币 姐姐可欢迎着你呢 几人出现嘲讽 然后 看着一声不吭的马红俊 哈哈大笑 马红俊也没说话 带着一股热浪 冲到店门口 甩下两个银魂币 然后抱起一个女人 就往店里冲 女人大惊 慌忙喊着放下 收了钱的老宝看了一眼 马红俊抱走的 就是刚刚嘲笑他的那名女人 被抱走的女人 也只是慌乱了一小夏 发现那刚刚见过的熟悉身材后 便露出讥讽的神色 哟 体力不错啊 这么快就又来送钱了 不是我说 你就是去咖啡厅找个陪聊 都比和我来的时间长 哦天啊 我见过这么多男人 你在里面 绝对是排倒数 马红俊也不听那女人说话 只是女人身上的香气 更加刺激了她的神经 冲入勾篮 四处扫射了两眼后 朝着一处没有人的帘子 就冲了进去 然后将那女人 往被褥上一扔 哎呦喂 你轻点 这床板子硬 女人起身抱怨道 然后就看马红俊遮住帘子 向她压了下来 猴急什么 越猴急 你待的时间越少 这次 你不会想突破一分钟大关吧 你这个小胖 女人话说了一半 被马红俊的大手紧紧压着肩膀 怎么 什么情况 等等 你先等等 为什么 马红俊看着和刚刚走时 完全不同的马红俊 脸上露出恐慌 倒不是马红俊的变化 让他感到惊讶 说真的 作为这里的工作人员 客人的变化 就算再大都不会让他们感到惊恶 但是此时马红俊 却是让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危险 因为就他的经验与感觉来说 女人慌张地求饶 双臂不停挣扎 然而马红俊不管不顾 沉着脸色 吹嘘的人纷纷扭头看了过来 然后 看着马红俊这间帘子 好家伙 能把勾兰女弄得这么大反应 这是多么天赋一饼 而刚刚嘲笑马红俊 这会儿跟进来 打算继续嘲讽的几人 则脸上露出了震惊 怎么回事 他不是个男吗 怎么会让小莲做出这么大反应 不合理啊 难道他在里面恶意报复 你是说 他用自己的魂力 在里面欺负小莲 几人脸色一变 老宝就要上前 去保护自己家姑娘 然后 就听到里面的小莲怒骂声 老宝紧隔一个窗帘 模糊能看到里面的人影 而他就站在外面 有些犹豫不定 在风月场所工作了这么多年 什么是疼痛发出的声音 什么是舒爽而发出的声音 他太有经验了 现在里面的声音 有可能小莲很疼很难受 但几乎不会是 被魂力鞭挞出的声音 果然 经过了最开始的叫骂嘶喊后 小莲的声音 逐渐变得颤抖 虽然嘴里还在不停地怒骂 马洪骏粗鲁 可是声音已经带上了一种柔顺 这绝对不是因为魂力疼痛 而导致的声音 一个镇场子的魂尸 走上前来看着老宝 老宝犹豫再三 还是摇了摇头 勾拦有勾拦的规矩 基本混到这里的 没几个可以称的上好姑娘 所以 只要客户没有过分虐待 店家就不可以插手客人的兴致 而一直到此刻 店里其他人才反应过来 刚刚垂头丧气 跑出去的小胖子 竟然不知怎么 就重振雄风了 伴随着小莲 越来越婉转悠扬 越来越娇媚放荡的大叫声 其他人也意识到 这小胖子 是真的知冷起来了 而最最惊讶的就是 这间屋子的服务员们了 什么情况 小莲这是怎么了 难道真的有这么强 还是那客户出手格外大方 那小胖子是常客了 也不富裕 可是这声音 有些过分了 对啊 这声音 整得跟真的是的 这会儿 他真有那么棒 其余闲着的服务员 目光不由都看向了小莲的帘子里 在帘子背后 凭什么他 就可以让服务员叫那么大声 难道自己就不行吗 听着小莲那响彻整间屋子的声音 所有顾客咬着牙 努力的 也要自己的服务员 也发出那样的声音 一时间 整间屋子音歌谚语 猛然声音大作 始作俑者马红俊 此时可不管这些 内心升起了无穷大的征服欲 为什么 因为这里可是勾篮 不说一双玉币千人枕 一点朱唇万人长吧 但是也差不多了 此刻马红俊能让经历千军的人 发出这么凌乱不堪的表情 马红俊内心的征服欲 简直无制度上升 一股浑源的魂力 从下腹涌出 在体内运转了一个周天 然后马红俊就感觉自己的魂力 好像突破了一几 死 马红俊深吸了一口气 怎么还能突破魂力 心想事成药 有如此威能的吗 马红俊心中一喜 只是这一点上 他还真误会 心想事成了 心想事成药 顾名思义 作用就是让人心想事成 马红俊的欲望 是让自己重振雄风 所以他就让马红俊做到了 而现在 马红俊修为突破 则完全是源自他 邪火凤凰武魂 自身附带的能力 邪火凤凰 邪火凤凰 邪火 嗯 是吧 根据武魂拟太修炼 凤凰武魂 在火属性场所修炼速度会加快 但是作为邪火凤凰 在邪火完全舒展的时候 同样可以帮助修炼 之前马红俊每次做事 都因为自己的不争气 而沉闷无比 这次一举雄风 作为白鸟之皇的凤凰 由于感受到了那种 高高在上的翱翔感 所以就顺应武魂 进行了魂力突破 而突破之时 一股火凤凰特有的热意 再度散发 店里的其他人并没有察觉 只觉得室内温度上升 而那名叫小莲的女子 却是第一时间发现 不住的惊呼 太热太烫 但正面临修为突破的马红俊 哪里管得了这些 并且 这种热度 也不会烫出什么事 小莲最后的惊呼 也变成了柔软的求饶 画面一转 马红俊已经回到了 林阳的穷顶小店 此时正把大手放在腿上 试图从林阳的嘴里套一些话 十分钟前 那时他还在店里 且已经足足滞留了两小时 把小莲弄得筋疲力尽后 又与几名服务员 做了热情的运动 然后 他才终于确定 心想事成药 是真的让他心想事成了 并且是永久性的 而不是一次或者半个小时就消失 他 马红俊 真的从根源上 改变了自己的能力 想到这他就慌张地离开勾篮 抛下一地和他玩闹过的服务生 然后风风火火地 跑回了穷顶小店的门口 确定了自己不是做梦 确定了刚刚的不是幻觉 确定了自己确实是撞见了大纪元 然后又重新推开了穷顶小店的门 欢迎光临 然后 就看到了一如最初 坐在桌后面的林阳 林阳看着说不出话的马红俊 先指了直椅子 示意他坐下 然后翘起二郎腿问道 两个小时 有点一般 你的希望有些低啊 马红俊一缩脖子 他之前都是几分钟 哪里想过 还有两个小时 本来他觉得 自己已经很了不得了 没想到回到林阳这里 竟然得了一个一般 马红俊脑袋一转 这里不会 就是专门做奇怪生意的地方吧 哎哎 别乱看 别乱想 林阳阻止了马红俊的思想发散 马红俊惊愕地看着林阳 林阳抢先一步说道 你是想问我 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 马红俊刚要说话 林阳继续抢道 你不用回答 我知道 穷顶小店 心想事成要 知道客户 想要什么是我们的基本操作 还有 刚刚你想的不对 我们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店面 会出现这样的功能 完全是因为你有这样的心愿 我们店里 是可以让客户成魔成神的 说到这 林阳轻笑一声 眼神显得意味深长 林阳看着眼前的这个胖子 笑意明显 穷顶出品 心想事成 你想要什么 我们穷顶都能帮你办到 刚刚你不是已经尝试过了吗 林阳站在身 在穷顶小店里踱步 看着店里的电视 你想要各色各样的美人 我们可以帮你得到 你想要顶尖的权势 我们可以帮你得到 你想要通天彻地的实力 我们可以帮你办到 我们的店叫做穷顶小店 但我们来自 与穷顶 穷顶 无所不能 马洪俊看着眼前的林阳 心里再次充满了半信半疑 性则是因为 刚刚他第一次进店时 也是什么都没说 但是穷顶一下子就知道了他的需求 他的想法 然后并且成功帮他解决了 并且看情况 很可能是永久性的帮他解决了 然而 不信也有不信的原因 那就是 林阳说的这些许多 真的太大太大了 大得有点超出人的理解常识 只是简单的张口闭口 就能让人拥有那些 顶级的美女和各色贵女 他能帮忙找到 马洪俊还是新一点的 虽然很难 但是还算正常 但是顶尖的权势和通天彻地的实力 大陆上的武魂殿和两大帝国 可不是吃干饭的 想要这样的权势 就绕不过这些强大势力 但是这样的势力 又怎么会轻易拱手将权势让人 另外 还有通天彻地的实力 众所周知 魂狮的修炼 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就算有些邪魂狮 可以依靠生命为代价 来强行增加自己的实力 但是增加的也有限 可能会从大魂狮 提升到魂尊 或者魂宗 或者从魂王提升到魂帝 但是先有人能说出 提升到通天彻地的 那只怕是 只有神的境界了吧 马洪俊咽了口吐沫 喃喃道 我不要通天彻地的实力 我就到封号斗罗就可以了 能做到吗 魂羊斜望了他一眼 不懈地冷笑一声 封号斗罗 太简单了 甚至于分分钟就可以做到 马洪俊单纯的心里 充满了游以与相信 然后呆呆地看着魂羊 等待他的指挥 然后就见魂羊拿出了 和刚刚那个小瓶子 很像的另一个小瓶子 里面同样有着蓝色药水 只不过 这一瓶药水的颜色偏浅蓝 魂羊将药水递向马洪俊 诺 心想事成药水 这也是心想事成药水 马洪俊难难道 难道这瓶和刚刚那瓶的功效一样 功效是一样的 羚羊不屑道 不过你想的东西不一样 效用就不一样 对于我们穷顶来说 让你变得坚挺 和让你成为封号斗罗 难度差不多 神他妈难度差不多 马洪俊直接愣在那了 封号斗罗啊 成为封号斗罗的难度 竟然和坚挺差不多 虽然马洪俊的脑子里 一直在说 不相信不相信 不相信 但是药水就在手边 相不相信 喝了就知道了 马洪俊抬头看了看羚羊 羊羊做了个轻便的手势 然后马洪俊一咬牙一羊头 粗壮的脖子抬了起来 然后淡蓝色的心想事成药 就被吞进了肚子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马洪俊难难的 然后就感觉自己 好像喝了 没什么反应 正当他抬头看向羚羊时 一股蓬勃的热力 直接从他的丹田出发 然后直接流转过他的全身 马洪俊感受着自身一些奇怪的经脉 在不断地被打通 他甚至不认识那些经脉的名字 但是他就是感觉得到 没打通一道经脉 自己的魂力便强上一分 然后他的魂力就仿佛做火箭一样 直接从23级 窜到了29级 6级的魂力 只在眨眼之间 马洪俊难难 不可思议地感受着 自己的魂力突破到了最后一道关案 然后自己成功迈向魂尊 突破了30级大关 卧槽 我 我这就魂尊了 马洪俊呆呆愣愣地看着 还是有些不可思议 但下一刻 他的心就放了下来 因为在斗罗大陆的传统上 人没有魂环 是不会晋升下一级的 所以 即使他的梦想 是成为封号斗罗 但只要他没有魂环 最多也就是个魂尊 马洪俊抬头看向了林阳 眼中有敬佩 也有得意 就算你穷顶得要再厉害 难道还能突破我 没有魂环的世界规则 然后 就看到林阳同样得意地看着他 马洪俊心里 升起一股惊讶 这胸有成竹的眼神 林阳什么话都没说 然后马洪俊自己就感觉到了 但是魂力确实是在不断提升 而马洪俊的身周 也开始亮起了一层层的空间涟漪 随着 啪 对一声 马洪俊愣了 他就那么亲眼看到 有万千赤红色的光芒汇聚而来 从不知道什么地方 汇聚而来 然后融入他的身体 之后又散播出来 凝结成一个光圈 体内的魂力还在提升 等级却丝毫没有变动 马洪俊慌了 眼前这些事 有些超脱他的预料 但他此刻 已经说不出话了 之后就见那些赤红色的光 转化为橘红色 然后凝聚成一个 类似于魂环一个的光环 漂浮在他身旁 然后马洪俊就感觉到 自己的魂力 非一样的提升了 魂力提升 等级也提升 简直眨眼之间 就升到了39级 然后突破40级魂宗大关 橘红色的魂环 马洪俊从来没见过 但不妨碍他觉得 这个魂环强大 然后他就看到 橘红色魂环 仿佛出现了叠影 下一秒 一个魂环变成了两个 接着又变成了六个 缓缓的 又变成七个 马洪俊体内的魂力 也如万马奔腾 一下子从40级 窜到了90级 而二皇七成 总共九个魂环 就在马洪俊的身边 漂浮着封号斗罗 马洪俊呆呆地看着 自己 自己真的就成为封号斗罗了 看到羚羊起身 马洪俊下意识地扑通 就跪了下来 你是神啊 你是 你是神吧 马洪俊抬起头 正正地看着羚羊 除了神 谁还有这样的本事 空手造出一个封号斗罗呢 羚羊看着地上 跪着的这名胖子 淡淡地笑笑 这只不过是 穷顶最弱的道具把了 相比之前拍卖会上的 灵药宝器 这算个什么啊 羚羊正打算扶他起来 毕竟靠药物 帮助这个世界变强崛起 第一步可还得靠他 然而羚羊还没动 就见到一阵空间波纹 从这小胖子身上蔓延而出 羚羊眉头一皱 小胖子也是一愣 我感觉到 修为还在提升 小胖子惊呼 已经到顶的修为 如果继续提升 那么 在两人的目瞪狗呆中 小胖子的气息 又是节节攀升 然后随着一场 巨大的白光与轰鸣 漆黑的夜空 就只剩下了羚羊一个人 羚羊伸出去 准备搀扶的手 还停留在原地 呆呆地看着眼前的空间 几秒前 这里还是个繁华的大路 还有各种活生生的人 还有着各种神奇与精彩 然后现在 这里只剩下了一片漆黑 眼上升起一种奇异的笑意 又炸了呀 有没有天理了 这只是穷顶最弱的药 我拿出的 可是穷顶出品最弱的药 为什么这些世界 就这么脆弱 羊羊在夜空中哈哈大笑 刚刚还有个活生生的人 在自己面前说话 刚刚那个世界 还是那么的繁荣昌盛 然而转眼之间 真的就是转眼之间 让羊羊都没有反应过来 碰 世界就破灭了 羊羊一个人 在夜空中大笑着 死喊着 然后呢喃着 自己还有好多计划 没有事实呢 自己还有好多点子没有说出来呢 自己还有好多想看的事物 想看的人物 没有亲眼所见的 就这么 群没了 哈哈哈哈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太弱了 这世界太弱了 太弱了 我太弱了 如果我能强一些 我就能用穷顶逆转时空 然后让这些被毁灭的世界 重新复活 但是我不够强 我就只能看着 这世界一个个破灭 羊羊从夜空中起身 看着满天星辰 每一颗闪耀的星星 都是一个星球 一个世界 或许里面 也会有非常精彩的故事 非常传奇的人物 如果羊羊愿意 也可以传送到那些星球 然后再用穷顶 去进行降临实验 但现在他不愿意了 在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 他不愿意 那些精彩的世界 来为自己是错了 羊羊转身 一步步的往星空中 穷顶的方向走 他没有用传送 而是用走的 沿路看到无数星辰 陨石 流星 中子星 银河 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个境界 在这道漫长的道路中 羊羊仿佛明白了很多东西 又仿佛增加了更多的疑惑 星空中的道路很长 但是也并不长 好像走了永恒 又好像是转瞬之间 穷顶已经遥遥在望了 羊羊看着自己成名发家的穷顶 一时间内心之中感悟良多 自己的一切 都是从这穷顶开始的 自己的一切 可能也会从这穷顶结束 这座大殿 是自己命运里的机缘 给了自己无上的权利 给了自己无数的财宝 给了自己至高的神功 让自己不用怎么努力 就可以得到任何东西 让自己以为 自己不会再面对失去 然而事实是 还是有穷顶解决不了的东西 该失去时 有些东西依旧会失去 哦 错了 羊羊内心一晒 不是穷顶解决不了 而是我解决不了 是我的实力太弱了 在穷顶外静默地站了一会儿 羊羊从金碧辉煌的大门走了进去 静门就立马听到了不和谐的声音 一个娇嫩的女生 拖着长音 软软懒懒地叫道 啊 嗯 羊羊刚刚在外面沉浸的境界 一下子被打破 这不是穷顶吗 羊羊下意识退了出去看了看 这确实是自己的穷顶没错啊 刚刚穷顶大殿里那声音 羊羊再度走了进去 然后就看见在穷顶大殿的正中央 过去身摆了一张超级大的床 然后床上有各种杯子桌子 玩偶 吃的 玩的 甚至还有一个遮阳伞 过去身就那么躺在床上的躺椅上 然后一身三点式的婉婉 就跪坐在过去身旁边 娇嫩的肌肤 透露出玲珑的身段 胸前的身壑 让人一不开眼 婉婉跪坐着 拿起这一粒樱桃 正啊的 喂给过去身 然后牛脸就看到 又一个羊羊从外面走了进来 本来就是武侠世界 思想保守的婉婉 吓得一个机灵 但看到是羊羊后 轻轻的缓了口气 然后小脑袋左摇右摆 不知道现在该做什么 而他手里的樱桃 也顺势的喂了下去 羊羊就看到过去身一口叼走樱桃 然后舌头不老实的 在婉婉的手指上舔了一下 接着一脸享受的说道 嗯 真甜 婉婉真甜 婉婉说的是婉婉 樱桃真甜 还是婉婉真甜 只不过这副模样 让羊羊看得心中莫名有一股火气 婉婉似乎想要叫醒过去身 但被羊羊的眼神示意 所以没动 过去身吃完了樱桃 又张开了嘴 等了一会儿 没等到婉婉的呀 便皱着没道 婉婉 婉婉继续呀 继续你个大头鬼 羊羊看着悠哉悠哉的过去身 直接一脚 把躺椅踢翻 过去身脸色一变 起身看到是羊羊后愣了 然后又填着脸笑了起来 我跟婉婉玩呢 就吃颗樱桃 看你发那么大伙干嘛 新世界开拓成功了 你在新世界泡了多少妞啊 过去身不提新世界还好 一提新世界 羊羊的脸又是一抽搐 抬起手 就是一拳打在过去身脸上 过去身惨叫着 从床上飞了出去 你打我干嘛 过去身一脸怒气的 从地上爬起来 看着羊羊 羊羊看着过去身脸上的血迹 和那张与自己一模一样的脸 对哦 打你就等于打我自己 下一秒 羊羊在过去身惊恶惊恐的眼神中 打了个响指 过去身就像是一个气泡泼的 从世界上消失 世界上再也没有了所谓的过去身 羊羊反手破灭掉过去身 婉婉愣愣在原地不敢动 她不知道羊羊为什么出去了一趟 回来就变得有些奇怪 似乎是有些低沉 但又觉得 有些不在这个空间的虚幻 婉婉看着 刚刚还活蹦乱跳的过去身消失 紧张地缩了缩身子 但是却被羊羊反手抱住 什么危险 羊羊就是单纯地抱着她 她能感觉到羊羊身上 有一股冷意 一股寒意 和一股默气 羊羊抱着婉婉 除了凹凸有致的身材 就是温热暖玉一般的感觉 羊羊随手揉了下 然后把婉婉搂得更紧了 老板 你 别说话 羊羊打断了婉婉的问话 将头埋进了婉婉井窝 别说话 婉婉 就这会儿 让我抱抱你 煞世间 机灵敏感的婉婉 在羊羊身上 感受到了无尽的悲伤 她不知道 这是不是悲伤 也不知道 这种情绪从而来 但是她就是感觉到 一股莫大的压力 一下子压了下来 让她有些喘不过气 婉婉默默地伸开双臂 将羊羊抱在怀中 像是哄孩子一样 轻柔地拍着羊羊的背 一下一下地安抚着羊羊的情绪 这次出门 羊羊真的改变了好多 在婉婉眼里 羊羊这趟出门 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沉默了不知道多久 羊羊抬头用鼻尖 在婉婉搏梗蹭了一下 然后深深吸了口气 雄魂的男性气息 充斥着婉婉的鼻腔 羊羊的吸气 好像要将她这个人 都吸走一样 婉婉不禁软了一下 羊羊摸着婉婉的背 轻声问道 我走的这段时间 你有做什么事吗 婉婉愣了下 思考着说道 没做什么呀 就是赔之前的那个 你吃吃 婉婉 喂一下葡萄 然后她会让我 穿一些奇怪的装束 说到这 婉婉头低了下来 婉婉 毕竟这是穿衣服了的 但是这样的衣服 还不如直接不穿 只遮住一点点 太害羞了 然而羊羊却清晰地注意到了 婉婉话语中的另一个意思 你的意思是 过去身完全没有去替你 解决你师父的问题 羊羊起身 低头看着婉婉 然后 看婉婉脸色一僵 不自在地扭过了头 这么长时间 她光带着你吃喝完 让你陪她 但是 没把正事办了 羊羊有些不可思议 但是 看婉婉僵硬的表情 和有些担忧的眼神 还是把心沉了下去 过去身确实没有办事 婉婉也一直在担心着自己的师尊 但可能因为不好意思 或者害怕麻烦 一直没有主动体 然后这件事 就被过去身给搁置下来了 下一刻 羊羊就抱起婉婉 然后右手一滑 打开了前往大唐双龙世界的空间隧道 婉婉一看 眼前黑漆漆的黑洞 急忙惊叫着往后说 等等 衣服 让我先换上 婉婉话说了半截 就发现身上不对 身上的衣服不知何时 已经被换了另一件 羊羊扭头轻轻笑了下 这是在穹顶之中 想要不留声色的 替婉婉换件衣服 不要太容易 此时 她给婉婉换上的是一件女仆长裙 黑白的颜色 加上头顶的猫耳 与手腕的手环 看上去十分的赏心悦目 腰后还有一条可爱的猫尾巴 婉婉提起小屁股扭头去看 然后 羊羊就当婉婉的面 在她后腰上的尾巴上摸来摸去 我带你出去 走 我们去见你师父 下一刻 空间变幻 两人已经来到了大唐双龙的世界 朱玉妍此时正在房间静坐 看到突然开启的空间裂缝 愣了一下子 然后看到随后出来的羊羊 欲被羊搂着腰 身上穿着奇装一服的婉婉 眼睛更是瞪得老大 愣了一下后 久居人上的朱玉妍脸色一变 眼神不停地在婉婉和羊羊之间摇摆转移 两人距离贴得过紧 看关系非常亲密 毕竟男的英俊女的帅气 朱玉妍束手一捏 她可是知道自己之前囚禁婉婉的 虽然不知道婉婉是怎么逃出去的 但是就从目前这一手来看 来者似乎不善 果然 羊羊上来就是兴师问罪 作为师尊 你就是这么欺负坐下弟子的 大人 在下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朱玉妍公身对穷顶之主行礼 然后试图狡辩一下 在下并没有欺负坐下弟子 也没有欺负婉 够了 羊羊强硬地打断了朱玉妍的话语 朱玉妍已经现身于我 来换取你的一个安全 羊羊瞥了朱玉妍一眼 淡淡道 朱玉妍愣了一下 什么叫现身 又是什么叫换取你一个安全 朱玉妍扭头看向婉婉 而婉婉此时低着头不敢说话 虽然女仆装相比三点事 已经遮住了很多地方 但相比这个时代的衣服 还是颇为暴露 尤其是在师傅面前 婉婉的脸立刻红了下来 耳朵尖都红透了 而婉婉的表现也仿佛是在默许 她确实是为了朱玉妍现身给了羚羊 虽然这话确实没错 朱玉妍脸色一白 徒弟为了自己而现出身体 而自己之前还在惩罚她 自己做的这叫人事吗 朱玉妍虽然已经几十岁 是世界之主 但此时一下子还是有些红了眼眶 婉婉看着朱玉妍的表情 脸色愣了愣 然后立马就明白了 朱玉妍可能是误会了 然后张开嘴 就想要向朱玉妍解释 但是粉红的小嘴刚刚张开 就被羚羊猛的一搂 然后一把抱住 啊 婉婉惊叫一声 然后就看到羚羊低下头来 以十分强硬的姿态 低头稳咬上自己的嘴唇 师傅 师傅还在旁边看着呀 婉婉心里大惊 看着旁边目瞪口袋的师傅 急忙挣扎推嗓 然而却被羚羊紧紧的 咕着细腰与后脑 急促的呼吸声 和唇齿交合的闷哼声 不断的从婉婉嘴里发出来 婉婉挣扎着推嗓着 关键是内心十分羞涩着 但是此时她的这些行为 在助育眼里全部都是在忍受羚羊的暴行 都是反抗拒绝羚羊的证明 想反抗又无法反抗 只能默默地挣扎 然后任人索取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最大的悲哀不就是这么 助育眼看着婉婉痛苦与不愿的表情 内心更加愧疚了 之前自己就是因为害怕曹操这么对待自己 所以才不停地担忧害怕 然后才由于眼红极度来迁怒婉婉 此时此刻婉婉却献出自己 舍身四摸头来换取自己的安全 助育眼一时间有些泪崩 大颗大颗的眼泪就顺着光滑的脸颊流了下来 婉婉更是挣扎得很了 她想要告诉师傅不要哭 我没事 但羚羊就是故意要助育眼心里难受 增加对婉婉的愧疚 所以压着婉婉的后脑 就是不让她说话 并且用力地咬着她的红唇 疼得婉婉甚至都有些眼泪闪烁 婉婉我对不起你 助育眼终于泪崩 一踪之掌 世界之主 就这么直接像个小女孩一样蹲在了地上 捂着头嗷嗷大哭起来 而羚羊看到助育眼的反应 警告似的掐了下婉婉的腰 示意她不要乱说话 然后才将婉婉放开 松开婉婉的唇 羚羊冷漠地对助育眼说道 从今天起 婉婉就是我的人了 她愿意叫你一声师父 或者不愿意叫你师父 都是她的事 但是她这个人 包括她的灵魂 都是我的 你可明白 生是我的人 死是我的死人 助育眼听了这话 哭得更加厉害 而婉婉则挣扎着想要摆脱羚羊 哭着眼泪说 师父 我是您的徒弟 生生死死 我都是您的徒弟 两个美人 就这么在地上相拥痛哭 情感在无形之间倍增 而羚羊则一脸冷漠地看了话 然后打断道 既然我已经收了婉婉 那我们现在就去对线承诺吧 地上的两个人一顿 婉婉累眼婆娑地抬起头 然后助育眼则脸色一变 咬着牙抱着婉婉不说话 助育眼咬着牙 抬起头看着羚羊 一声不用 一直在口中徘徊 但是迟迟说不出口 她真的很想说不用你帮 婉婉还是我的 我自己面对曹操 但是强大的畏惧 让她不敢说出这话 羚羊看着她的表情 只是淡淡冷笑 刚刚还师徒情深 现在立马就要推徒弟出去 给自己挡刀了 助育眼被羚羊一刺激 下意识就把婉婉搂紧了些 而机灵的婉婉 早已发现了 羚羊和师父之间的不对路 一只手握着助育眼的手 安慰道 师父别担心 别怕 没事的 然后又轻柔的看着林阳 对助育眼道 还有我其实很喜欢林阳老板的 她对我很好 助育眼看着婉婉微笑着的脸庞 脸上真情的神色 但是又想到 刚刚婉婉的挣扎 内心不由得又是一抽 在助育眼眼中 婉婉的这些行为都是在哄她 是怕她担心 毕竟婉婉聪明又机灵 哪里不会知道她的担心呢 所以这时候 婉婉表现得越是微笑自然 在助育眼的眼中 婉婉内心 就越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婉婉脸上笑得灿烂 助育眼心中 只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与不耻 空间破开 林阳没有等两人继续缠绵 而是直接一个大圆赵子 将三人传送到了大卫世界 曹操正在处理着世界的政务 毕竟打仗是一方面 打完之后 还有很多事物需要处理 光占领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而眼前的这道空间隧道 也是引起了曹操的警觉 当第一眼看到林阳时 曹操脸上一愣 然后转眼又看到了婉婉和助育眼时 曹操脸上的愣转化为了喜 眼睛在助育眼玲珑的身段上不停地打量着 助育眼打了个冷战 然后婉婉主动挡在了助育眼身前 曹操看着和助育眼手牵手的婉婉 眼神咪了咪 然后又看到旁边陪同一起过来的林阳 心中已经有了几分伎俩 曹操还没酝酿好话语 林阳就已经率先开口 不许打他们的主意 曹操脸上一愣 然后沉了下来 自己买翻天印有一半的原因 都是为了助育眼 现在林阳告诉自己不能打他的主意 但心里有气 曹操也不能说 只能沉着脸问 穹顶不是不干涉个世界的争斗吗 我就是干涉了 你能咋地 林阳看了眼沉着脸的曹操 右手一甩 一把灭世神剑就出现在了手中 剑锋闪着幽深的光芒 然后旁边的空间呈现着一层层的不稳定 曹操一夜 是啊 虽然穹顶承诺过不参与世界斗争 但是 就算穹顶真的参与了 他又能怎么办呢 并不能怎么办 只是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林阳淡淡道 然后左手在虚空中一捏 一个人形的轮框从虚空中浮现 一根头发丝自动从朱玉岩的头发上截去 然后这个人形轮廓 从骨骼到经脉到血肉到皮肤 最后到衣服 凝聚成了一个和朱玉岩一模一样的人 曹操眼睛一亮 然后看到林阳收回灭世剑 打了个响指 被制造出来的朱玉岩仿佛瞬间惊醒 然后警觉地看着周围 再看到场上的曹操和对面另一个自己后 脸上一愣 瞬间变得很差 曹操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这是一个有朱玉岩意识的人造人 这个人很棒 林阳随手一送 这个被制造出来的朱玉岩就到了曹操怀里 而他仿佛也想要挣扎 但是创造的能力还没有消下去 所以挣扎也没用 我把这个给你 也不算是欺负你了 林阳淡淡道 曹操扶手表示感谢 一旁的朱玉岩原身 看着自己的复制身似乎有些不忍 看向林阳仿佛想要说什么 但是还没张口 就已经被林阳堵回去了 如果心疼他你就自己上 反正他也有能力管理好心百家 你自己选 朱玉岩咬了咬下唇 替身一下子眼睛流露出希望 虽说是替身 可也是朱玉岩身体里分离出来的 两人之间谁主谁次 其实并不是非常重要 曹操此时已经全无怨气 抱着臂 轻看两个朱玉岩的挣扎 晚晚来回扭头看 然后不忍地闭上了眼睛 雪妈 你要是不忍心 立马就可以去代替他 林阳加了把火 而朱玉岩低下头静默地说了声对不起 他不想代替替身去服侍曹操 他可以对分身有同情心 但是同情心却不能威胁他的安全 在这个世界上 势力弱小就是原罪 林阳冷笑着对曹操点了下头 然后右手一挥 空间隧道再度打开 带着朱玉岩和晚晚回到了大唐双龙 在空间通道里 朱玉岩一直心神不宁 似乎在忧心着分身的结局 晚晚看了眼林阳 默默地低声安慰 林阳看晚晚很担心 索性林阳就将晚晚留在朱玉岩那里 然后回到穹顶 在经由穹顶的时光隧道 独自一人前去了始皇的世界 在始皇的世界 他感受到了一股苍茫与漠然的天道气息 所以在大卫世界的事情一结束 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 来到这里后 林阳看到秦始皇嬴政政 一个人在大殿独坐 没有群臣 没有百官 没有侍卫仆 就一个人 在浩大的金丸殿 发觉林阳到来 嬴政的眼神里 没有惊讶 没有尖末 只有平骨无波 始皇这是内心融会天道 天人合一了 对 林阳作为穹顶之主 半个天道的掌控者 特别是不久前 刚刚经历过那种入定的状态 所以很轻易地就感觉到了 嬴政现在的状态 始皇对林阳的调侃 只是微笑点头 内心突破到至高境界 人基本上 就进入了无欲无求的状态 无善无恶无直 此境界可遇不可求 古往今来能突破的 只有寥寥几人 而林阳的一番话 却是准备打破始皇的这种境界 其实 我这次来是要有好消息告诉你 哦 什么好消息 可以说是对朕的好消息 秦始皇摇着头倾笑了下 在目前的情况下 已经没有什么事 能让他觉得好或坏了 作为千古一帝 头顶有着穹顶的压迫 永远不能独立 迟早要被穹顶势力吞没 这就是炖刀割肉 也就是在这种境遇下 嬴政才突破了无欲无求 不是无求 而是所图不能实现 如果我说 可以让大秦作为独立自主的世界存在呢 卡 静默的大殿 想起一声碎裂 刚刚浑然天成的气息瞬间崩裂 秦始皇的眼前一亮 然后不顾自己 刚刚从天人合一的境界退出来 一拍桌子问道 你肯让我大秦独立 当然可以 不过是有个条件 灵阳倾笑道 只要你完成了这个条件 大秦世界将永久成为独立自制的世界 嬴政眼神闪烁了下 坐回去陈生道 你说 灵阳拍拍手 不愧是千古一帝 真正的九五之尊 我们可以签署一个对赌协议 只要你赢了 我就能让秦朝做到完全独立 怎么对赌 赌约很简单 虽然对其他人很难 但我想 你能做到 灵阳站起身 走动着在大殿中 对嬴政诉说赌约 一 完成且成功侵略六个世界 其中包括 曹操大卫世界 杨广大随世界 诸后召大明世界 朱玉岩大唐双龙世界 张三丰倚天屠龙世界 杨过神雕侠侣世界 二 然后以这六个世界为初识点 占领并统治穹顶名下开放的万千世界 三 最后 秦朝以上条件后 原本的大秦世界 将可以按照史皇的意愿 进行脱离于穹顶之外的独立 而说完这三个条件后 饶视秦始皇脸色都不由地变了变 让朕替你占领万千世界 然后 你只给朕原本的这个世界 穹顶之主 真的是好算计 秦始皇冷笑一声 然后 就见灵阳无所谓地往下一坐 身下自动幻化出一个椅子 你也可以拒绝啊 没人强迫你不是吗 只是让大秦江山永久独立的机会 就这一次 你可要慎重 你这是杨某 我就是杨某 灵阳得意笑道 在这件事上 秦始皇没有选择的余地 要么替他打工 要么就慢慢等着被侵略 而经过灵阳这么一刀指 刚刚秦始皇那种过群雄 浑然天成的感觉 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 灵阳牢牢地记下那种感觉 起身淡笑道 你接不接受 正 接受 秦始皇阴沉着脸 叹了口气 他真的太爱自己的大好河山了 如果能让自己的百姓山河 永远姓秦 那么 他愿意为此付出百年千年 甚至万年的辛劳 去为灵阳拼搏 灵阳轻轻笑了声 下一秒 直接消失不见 然后半空中回响着灵阳声音 那就说定了始皇 加油 我看好你哦 下一秒里那样 已经回到了穷顶 其实他此次并不是为了给秦始皇机会 秦朝独立不独立 他不在乎 他只是在秦始皇身上 感觉到了一丝机缘 一丝对于他来说 可以突破的机缘 即使是千古一地 也只不过是普通人 灵阳摇了摇头 所以 心境即使增强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也没什么用处 于自身起不了什么助力 但是 与我就不一样了 灵阳站在穷顶之中 回味于感受着 刚刚收集到的 那抹淡漠与苍茫 那古荣汇于天地之间的感受 接着又结合了上次脚踏星空路 一路回来的所思所想 一股宏大身后的气息 从穷顶之巅传来 灵阳跟随指引 踏上了巅峰 站在了穷顶的最高处 看着脚下无数的耀眼行程 天空中 还有着无边的黑暗 宇宙此时 仿佛就剩下了灵阳一人 身后的气息 还在不停地向下灌注 灵阳高高抬起了头 在无边的黑暗中 有一股混沌苍茫的气息传来 倾气而下 灵阳站在万界之上 穷顶之巅 宇宙顶点 感受着那荒谷混沌的气息 心里喃喃道 看来用不着秦始皇为他打工了 因为在这个悄然之间 他已经能彻底掌控脚下的穷顶 与着整个宇宙了